各地凭空出现的巨像 笼罩整座城市的黑云 这是末日来临前的征兆 还是古老神话复苏的迹象 当最终的答案被揭晓 人类又该何去何从 我叫陈默 此时的我很陈默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会相信 我看到天上有一头牛在飞 第一章开始转动的命运齿轮 对未知事物 陈默总是充满了好奇心 正在上高三的他 最近得知了一个小道消息 据说某短视频EPI在凌晨两点以后 只要不断地刷新 就可能会刷到一些 非常硬吹思听的东西 刚好趁着学校放圆弹 陈默回家的当天 就决定验证一番 当天晚上 好不容易熬到了凌晨两点后 满怀期待的他 便开始刷新起了页面 大长腿 嗯 还不错 狗血短剧 嗯 细细看完之后也还行 不过这些东西 未免也太稀松平常了些 自己别不是被忽悠了吧 心中这样想着 陈默继续刷新着页面 终于 在看了不知多少条 不算太过有趣的视频之后 一条刚刷新出来的短视频 瞬间就引起了陈默的注意 那看起来 似乎是一个电影片段 只见在一片残垣断壁中 一个身着黑衣的男人 悬空而立 他正手持着一把 幽兰色烈焰包裹的巨型斩刀 直面着一头面目猙獰的巨兽 这头巨兽的身躯 如同一座小山般庞大 给人以一种迎面来的窒息压迫感 哪怕是隔着手机屏幕 陈默仿佛都能感受到 从他身上散发出的赫赫凶威 恍惚间 他甚至产生了一种 这头猙獰巨兽 根本就不是电影特效 而是真实存在于 这个世界的想法 但是 这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这肯定是电影的特效 将自己那可笑 而又不切实际的想法 抛到脑后 陈默继续认真的看了起来 此时 黑衣男人已经来到了巨兽境前 在巨兽那庞大的身躯面前 他整个人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和单薄 两者体型一大一小的极差对比 让此时的画面 看起来倍感震撼 陈默不禁在想 仅凭黑衣男人他一个人 真的可以战胜这头巨兽吗 答案 无疑是肯定的 因为这只是一部虚构的电影啊 手持巨型斩刀的黑衣男人 浑身霸气自漏 主角的身份 基本确定无疑 如果连主角都战胜不了 这头巨兽的话 那谁还能战胜得了呢 果然 正如陈默所想的那样 在黑衣男人发动的强大攻势之下 只是转瞬间 这头给人以一种人力 根本不可能战胜的巨兽 已是遍体伤痕累累 然而 任凭巨兽如何咆哮嘶吼 如何垂死挣扎 却仍旧改变不了 将要败亡的命运 也就在下一刻 一道优美的蓝湖 在空中划过 紧接着 巨兽那如同小山一般庞大的身躯 竟是被直接一分两半 动 伴随巨兽的尸体倒下 画面中顿时尘土弥漫 这也就意味着 黑衣男人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尽管早已猜到会是这个结果 但在亲眼看完之后 沉默心中仍是直呼痛快 他也恨不得投身其中 像黑衣男人一样 提刀嘎嘎乱杀 只可惜 他只能想想 因为这只是一部电影啊 与此同时 斩杀了巨兽的黑衣男人 则是从弥漫的尘土中直冲云霄 电影的画面 也跟随着他的身影逐渐拉伸 只见无垠的天空中 横跨着一道 像是被强行撕开的巨大裂缝 一头头形态各异的争鸣巨兽 正接连不断地 从这道裂缝中冲出 密密麻麻的巨兽 数量多如虫群一般 让人看得不禁头皮发麻 此刻 哪怕知道 这只是一部虚构的电影 沉默也不禁为黑衣男人揪心了起来 果然 主角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不过好在 黑衣男人的队友们 正一个接一个地赶来 但即便如此 双方的数量差距 仍旧悬殊到了极点 而黑衣男人在与队友们集结之后 便一起朝着密集的巨兽群杀去 只是转瞬间 铺天盖地的巨兽群 便将他们淹没了进去 到了这里 视频便播放完了 卧槽 塞 这正看到重要的部分呢 咋就完了 此时 沉默没了继续刷新页面的心情 迫切想要知道 电影后续结局的他 眼神迅速地飘向了视频左下角 结果那里却是一串数字账号名 以及一段简短的文案 大云声 小魏震一段被隐瞒的真相 哦 瓦特 看着这段莫名其妙的文案 沉默心中不禁一万头草泥马奔过 这什么鬼 要不要这样 居然没有留下电影的名字 不知道留影不留名 菊花万人捅这个道理吗 由于这条视频还是零评论零点赞 显然还没有热心网友来得及留言 所以 沉默准备进这个账号的主页 看看有没有后续的片段 可还没等他动手 只见视频页面一闪 一条新的视频便自动刷新了出来 这一刻 沉默整个人都骂了 搞什么啊 要不要这么整 一般来说 沉默碰到的这种情况 大多都是因为视频违规被下架了 可这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影片段吧 实在想不明白 他到底哪里违规了 随即 沉默翻开历史观看记录 果然没能找到刚才那段视频 不甘心的他 想到了那段莫名其妙的文案 干脆地搜索了一下 结果出来的内容还挺多 而且有一部分 还是官方新闻账号发布的 登登登 2042年7月12日晚 国家灾害应急预警部门 发布地质灾害预警 大云省西南部 或将发生重大地质灾害 中书负责人指出 大云省各级部门 务必提前做好防范 尽全力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月13日 大云省各级部门迅速动员 对灾害预警涉及地区数万民众 提前进行紧急转移 7月13日晚 大云省占部紧急调动三个合成旅 参与现场防护工作 临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 提醒广大民众 短期内切勿前往该地区 7月14日凌晨2点57分 位于大云省西南部的小卫镇 发生重大地质灾害 去年大云省发生的这个事件 沉默自然是知道的 但这似乎和刚才那部电影 没什么关联吧 沉默心中这样想着 继续将页面往下滑 不一会儿 他又看到了一条陈年新闻 在大云省发生那场 重大地质灾害前不久 也就是6月末的时候 省内曾凭空出现过 一道莫名的巨响 虽然类似的情况 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 都曾不时发生过 就连沉默都曾亲耳听到过 不止一次 不过据说大云省的那道巨响 声音特别大 影响远超以往 省内各地几乎都能听到 网上当时可谓是众说纷纭 但没有一个是有可信度的 而尽管依旧有所谓的专家 站出来解释 但他们那套老掉牙的说辞 显然并不能服众 又是空天战机极限是非产生的音报 我TM呵呵了 谁家空天战机产生的音报 整个大云省的人都能听见 翻过这些新闻后 内容就有些无聊了 也都跟那部电影无关 沉默又搜了一下 最近新出的一些电影 竟是没有一部能对的上号 紧接着 他又在千度上找了起来 可直至天明 都没能找出个结果来 熬了一整个通宵的沉默红着眼睛 心中只觉得抓心脑肝般的难受 他就像是着魔了一般 满脑子都是那个电影片段的最后画面 他想要知道 主角和他队友们的结局 这种被吊起好奇心后的感觉 谁懂啊 不过与此同时 浓浓倦意也是悄然袭来 沉默本还想强撑一会儿 可沉重的眼皮显然另有想法 不多时 他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等到沉默醒来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四点多 想到今天还要去外婆家 他急忙起床 用冷水抹了一把脸 到街上撑了些苹果和香蕉 蹬着自行车就出发了 沉默的外婆家属于山区 虽然位置偏僻了些 但因为修了水泥公路 出行还是非常方便的 经过半个小时的骑行 在爬上一个长长的大坡之后 便看到了一棵 长在崖边的大黄角树 到了这里 离他外婆家也就不远了 然而也就在这时 蹦 一道如同天崩般的巨像 陡然从天边传来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动静 沉默着实被吓了一跳 他整个人重心不稳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不过巨像来得快 去得也快 见没了后续动静 沉默便从地上爬了起来 只是刚起身的他 却是愣在了原地 这一刻 沉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瞄的 天上居然有一头牛在飞 第二章 牛在天上飞 尽管此时已至黄昏 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 但沉默却十分肯定 自己绝对没有看错 毕竟他双眼 那5.2的视力 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粗壮的体格 灰黑色的皮肤 一对显眼的大脚撮耳扁 如同弯月一般 向后弯曲 毫无疑问 那是一头牛 而且还是一头水牛 沉默曾亲眼见过水牛 所以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但问题是 水牛怎么可能会飞呢 这又不是在拍电影 沉默有理由怀疑 自己该不会是还没睡醒吧 于是他狠心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卧槽 痛痛痛 尽管依旧很是难以置信 可手臂上传来的痛感 却在告诉沉默 眼前的一幕 无疑是真实发生的 他居然真的看到了 一头水牛在天上飞 与此同时 正巧路过此地的水牛 也察觉到沉默看见了自己 他的来头可不简单 凡是知晓他跟脚的生灵 都会尊称他一生丑牛尊者 只是他更喜欢自己的俗名 牛大壮 牛大壮 一般很少在普通人类面前出现 沉默这一次能看到他 着实有些巧合 不过这也算是一种缘分 因此他便来了兴致 并未急着离去 而是宁神 看向沉默开始传音 紧接着 一道低沉的粗嗓门便在沉默耳边响起 小子 你看到了本大爷 猛然间听到这个声音 沉默整个人直接一顿 他顿时 只觉得头皮发麻 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和一头飞在天上的水牛 那么 自己听到的那个声音 显然是来自对方了 尼玛 简直离了个大谱 这头水牛不但会飞 居然还能说话 完蛋了完蛋了 这岂不是要被灭口的节奏 此刻 沉默只想逃离这里 可在这万分紧要的关头 他的双腿 居然十分不争气地掉了链子 没办法 沉默只能强行克服心中的恐惧 让自己尽可能地保持冷静 然后装作一副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 希望借此 能将对方糊弄过去 见此一幕 牛大壮顿时就乐了 嘿 你小子 还跟牛大爷装 说着 他便直接就落到了沉默的跟前 看着眨眼间的功夫 就占到了自己身前的水牛 沉默的魂都快给吓飞了 卧日你大爷哦 你说 你好好的在天上飞着不行吗 下来干嘛 不过吐槽鬼吐槽 此时的沉默无疑紧张到了极点 连大气都不敢喘 毕竟眼前这头水牛 若是对他有歹意的话 自己怕是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而牛大壮在上下 打量了沉默一番之后 则是不禁说道 你小子 胆气倒是挺不错的 居然没被牛大爷给吓倒 不错个锤子 老子都快被你吓死了 当然 这句话 沉默只能在心里想想 见沉默始终一脸防备地盯着自己 什么话都不说 牛大壮笑道 放心 牛大爷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听到这话 沉默虽然松了一口气 但心一就是悬着的 这时 牛大壮的视线 则是不经意地扫了一眼 散落在地上的苹果和香蕉 将这一幕看在眼中的沉默 脑中迅速做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只见他捡起一颗苹果来 用衣脚擦了擦 撞起胆子递了过去 沉默的小细节 牛大壮自然看在了眼中 对此 他无疑是非常满意的 沾了灰的果子 就该擦一擦才能吃吗 你小子 人还挂好嘞 吃着沉默递给的苹果 牛大壮不住地说道 甜 真甜 这可比山里的野果子甜多了 于是 沉默又默默地捡起两颗苹果 依旧是擦干净后再递过去 牛大壮全都欣然接受了 然而见沉默还准备捡苹果 他却是说道 小子 够了够了 尝个味道就行了 牛大爷 还有要紧事要去办呢 此时 沉默心中的恐惧已是稍减 他果断掰了两根香蕉 一边剥皮 一边试探着说道 牛 牛大爷 您再尝尝这个 牛大壮见沉默如此上道 心中甚为满意 更何况 香蕉皮都被剥掉了 不吃的话 未免也太浪费了 左右就是吃两根香蕉而已 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见牛大壮并未拒绝 沉默直接将一根包好的香蕉递了过去 接着 他又试探着问道 牛大爷 您这是去办什么要紧事啊 将香蕉吞下 牛大壮略感为难 小子 不是牛大爷不愿意告诉你 而是你真的太弱了 有些事情 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对此 沉默倒也不在意 他已经猜到了一些东西 于是 在将第二根香蕉包好喂给牛大壮后 沉默转换了一番思路 牛大爷 您要办的事 是不是跟之前的动静有关呀 这一次 牛大壮爽快地N了一声 反正他也没直接告诉沉默答案 也就不算向普通人泄密 退一万步讲 只要他不说 沉默不说 谁又会知道 今天发生的事情呢 牛大壮的回答 无疑也就印证了沉默心中的猜想 之前那道凭空出现的巨像 产生的原因果然不简单 这个世界 也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平静 而俗话说得好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牛大壮吃完香蕉后 见沉默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不由得心一软说道 小子 牛大爷也不白吃你的果子 有啥想问 就问吧 不过只能问一个啊 此时沉默心中可谓是疑惑万千 只能问一个问题 肯定是不够的 不过他也知道 做人不能太贪心 何况机会难得 自己一定得好好把握才行 一番思来想去之后 沉默开口问道 牛大爷 您能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才能跟您一样飞起来吗 听到沉默提出的问题 牛大壮饶有兴致地看了他一眼 年纪不大 却是贼精贼精的 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想出这么个角度刁钻的问题来 真的很不一般呐 不过话已经说出去了 牛大壮自然不会反悔 只是仅靠三言两语 真的很难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牛大壮到底是混迹江湖一九的老牛条 心中已有了决断 只见他看向沉默说道 当你的生命层次进化到第六阶段 就能跟我一样飞起来了 对于牛大壮的这个回答 沉默显然并不买账 他也不说什么 只是眼神悠悠地盯着对方 牛大壮见状 笑道 小子 看什么看 牛大爷话都还没说完呢 你的这个问题 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 不过 我可以直接教你啊 想学吗 想 没有丝毫的犹豫 沉默异常坚定地回答 嘿嘿 想学就行 牛大壮说完 不带沉默回话 只见他甩了甩脑袋 便有一道翠绿色光团 从他的一只牛角中凝聚而出 直直地朝着沉默飞来 沉默下意识地伸手一挡 结果这道光团在接触到他的手后 竟是直接融入了进去 煞时间 沉默只觉得全身上下一阵舒爽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似乎都变得异常亢奋了起来 就像是一群时常吃不饱饭的饥憾 突然吃到美味的真修佳肴一样 出现的这种变化 沉默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的 不过这时 牛大壮的声音却是响起 快闭上眼睛 并弃杂念 仔细感受体会 听到牛大壮的话 沉默立即便照做了起来 待闭上眼睛后 并弃脑中杂念 他的心境开始趋于平和 渐渐地 沉默便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首先是大脑全所未有的清醒 昨晚熬夜后带来的疲惫 居然神奇地消失了 其次 身体也有了一种说不上来的通透 沉默还发现 当那团翠绿色光团 被快速消耗完之后 他开始能够感知到 自己的身体 居然存在一种微弱的律动着 伴随着这种律动 身体竟然正在无时不刻地 吸收着外界的某种物质 这种物质和翠绿色光团 似乎是同种存在 只是没有那么纯粹 而尽管现在的量还很小 很微弱 但这却是真是存在的 对于这种前所未有过的体验 仅凭震惊这个词 已经无法形容他的心情了 实在是这种情况 跟沉默看过的一些小书中 描写的修炼过程 简直不要太像 而此时 一旁关注着沉默状态的牛大壮 则是有些小小的意外 哟 真是没想到啊 这小子 居然已经完成过 生命中的初始觉醒 第三章 生命中于初始觉醒 虽然和沉默接触的时间很短暂 但牛大壮对他 无疑是非常对味口的 胆大心细 人又上道 关键是 还非常的机灵 比一些所谓的 见过大世面的臭屁小子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因此 在沉默隐晦地表达出了某些想法之后 牛大壮并不介意轻轻地推他一把 按照他原本的想法 是引导沉默完成生命中的初始觉醒 所谓的生命中 可以看作是在世间所有生灵体内 与生俱来的一颗 处于休眠中的种子 而初始觉醒 就是生灵在积累到足够的灵气之后 将种子唤醒的过程 完成了初始觉醒的生灵 虽然依旧归纳于普通生灵的范畴 但它们身体的一些素质 却远超寻常生灵 属于一只脚 踏入了特殊领域中的存在 这个时候 它们便具备了 实现生命层次进化的基础 也就是俗称的 有了可以开始修炼的资格 届时 沉默若是想要更进一步的话 牛大壮可以将其引荐 进入一些特殊领域的组织中 凭着他丑牛尊者的面子 哪怕沉默天赋不算好 在里面多多少少 还是会受到一些重视的 但让牛大壮没想到的是 沉默居然早就已经完成了 生命种的初始觉醒 而且看他的样子 必然是毫不知情 这也就是说 沉默是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 自主完成了生命种的初始觉醒 这就让牛大壮 有些小小的惊讶了 因为要知道的是 如今这方世界 除了一些特殊的地方外 天地间蕴含的灵气 依旧是比较稀薄的 在这种情况下 沉默能够自主完成初始觉醒 可以说是颇具潜能了 只是这样一来 牛大壮就有些尴尬了 一般来说 引导一个普通生灵 完成生命种的初始觉醒 绝对算得上是一份大理 毕竟 这可不是谁来都能办到的 但是对于已经完成初始觉醒的沉默来说 牛大壮送出的那团灵气 不能说没有用处 但最多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不过他倒也并未太过纠结 既然今天碰上了 那就索性再给这小子 添上一把旺火 打定主意 牛大壮脑袋又是一晃 只见他的两只牛角尖上 浓郁的灵气再次汇聚 这些汇聚起来的灵气 如同一道源流般 直接注入了沉默的体内 沉默在接收到这些灵气的瞬间 全身上下的细胞再次欢呼雀跃了起来 这一刻 他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 爽 简直爽到了极点 同时他体内的生命种 也在开始疯狂且贪婪地汲取着 萌芽所需的灵气 这对于沉默来说 着实是一场难得的机遇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牛大壮的眼神则是从一开始的淡然 到逐渐变得错愕了起来 他自身好歹也是一头生命层次 进化到了极高阶段的猛幽 经他提炼凝聚的灵气 无疑是极为精纯强大的 尽管在输送给他人的过程中 会有巨大的损耗 但到目前为止 他所供给的这些精纯灵气 已经完全足够一个 普通生灵的生命种萌芽 也就是完成第一阶段的 生命层次进化了 可是到了沉默这里 居然连一丁点的动静都没有 如果不是沉默自身 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这 或许就意味着 他的潜能远超寻常 因为生命中萌芽所需灵气越多 便代表着生命中的等阶越高 自然而然 生灵所拥有的潜能也就越大 当然 并不是牛大壮 攻不起沉默萌芽所需的灵气 而是他需要保证 自己有足够多的灵气储备 以应对接下来 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 所以 牛大壮只能停止了 对沉默的灵气供应 无奈地开口道 小子 牛大爷现在可经不起 你这么好啊 听到这话 沉默有些不好意思地睁开了眼睛 而牛大壮 则是好奇地问道 感觉怎么样 你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啊 沉默仔细感受了一番身体的状况后回道 嗯 感觉很不错 大概在照刚才那样 来个四五次 差不多就饱了 啥玩意儿 听到沉默的话 牛大壮的一双牛眼瞪得贼大 沉默以为牛大壮没听懂自己的意思 于是他斟酌一番用词后解释道 怎么说呢 就像是吃饭一样 刚才吃了一碗 大概再来个四五碗 就可以完全吃饱 牛大壮当然听懂了沉默的意思 他又不是傻牛犊子 可正是由于这样 他才会这么惊讶 因为按照沉默的说法来算的话 他的生命中萌芽所需的灵气 至少是普通生灵的五到六倍了 怪不得自己供应了那么多的精纯灵气 却没见到什么动静 原来还差得远呢 想到这里 牛大壮眼神悠悠地盯着沉默 这小子哪儿是潜能远超寻常呢 而是大大的远超啊 一时间 牛大壮对沉默那是越来越满意了 没想到自己随便一出手 就在普通人类中 捡到了个潜力惊人的小怪物 难怪某条臭不要脸的大泥丘 老喜欢干这种事情 这种捡到宝的成就感 简直不要太赞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牛大壮给其他人留下的特殊联络手段 却是接连震动了数次 他顿时脸色一变 急忙看向沉默说道 小子 你现在也算是一只脚 踏入特殊领域的生灵了 接下来的路打算怎么走 沉默闻言 心中很是茫然 今日的所见所闻 无疑已经颠覆了他原本的世界观 他在无意之中 闯进了一个 常人根本无从得知的神秘领域 不过在任何领域 始终有一个真理存在 那就是抱紧大腿 准不会有错 所以他直接看向牛大壮说道 牛大爷 要不小子今后跟着您混 你小子倒是挺有眼光的 听到沉默的话 牛大壮大笑不已 但他经常要四处去救急 总不能带着沉默一起上吧 加之沉默明显潜力惊人 要是因此而折损的话 未免也太可惜了 牛大壮想了想 一脸认真的对沉默说道 小子 牛大爷要去的那些地方 对现在的你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不如这样吧 你去找一个叫王阔君的人 他在这龙国 也算嗜好人物 牛大爷跟他有些交情 见到他后 就说是丑牛尊者 让你去找他的 他自然会给你 安排一个好的去处 还有 今天的事情 千万记得对其他人保密 好好努力 争取早日 将生命层次 进化到第六阶段 到时候 你就可以飞起来了 等牛大爷这边空闲了 就会来看你的 牛大壮说完 不带沉默回话 转身便走 实在是另一个地方的人 又在催他了 沉默看着牛大壮离去的身影 急忙喊道 牛大爷 您好歹给小子 我普及一下 有关特殊领域的东西再走啊 只可惜 牛大壮的身影 早已消失在了天际边 显然没能听到 沉默望着已经暗下来的夜空 愣愣出神 这速度 也推快了点吧 不过今天 能够见识到 这个世界神秘的一面 让他无疑是 极其震撼和激动的 但随之带来的 还有更多的困惑和不解 究竟是什么样的要紧事 让牛大爷突然离开得那么匆忙 白天那道凭空出现的巨响 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个世界的背后 又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等等 猛然间 沉默突然想到了 自己看过的那段 一下子就没了的电影片段 第四章 头脑风暴 残破的大地 撕裂的天空 猙獰的巨兽 手持巨型斩刀的黑衣男人 在此之前 沉默曾坚定地认为 这些都只是电影里面虚构出来的东西 可如今看来 它们很可能都是真实存在的 他今天碰到的牛大爷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于是 在将所有已知的线索串联起来之后 沉默迅速来了一场头脑风暴 人类有大敌 诸如那些猙獰巨兽之类的存在 他们来自蓝星之外的某个地方 侵略蓝星的目的 暂且无从得知 而人类这边 其实秘密培养 有如同黑衣男人那样 属于特殊领域的强者 专门抵御对抗那些巨兽 同时 人类很可能并非是孤立无援的 有着牛大爷这样的本土外援 至于那些凭空出现的巨像 在这里 沉默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人类强者抵御巨兽的一线战场 或许是在蓝星之外的某片空间 巨像的产生 很可能是 双方在这片空间中爆发大战后 引发的某种动静 巨像的动静越大 便意味着大战越激烈 人类强者 蓝星上也就平安无事 而若是没能抵御得住 那么这片空间与蓝星之间的通道 就会被攻破 进而发生如同大云省那样的事件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 龙国各地都曾凭空出现过巨像 却只有大云省的那一次 才撤离了民众 头脑风暴到这里 沉默感觉自己已经大概知道了 这个世界隐藏的真相了 他不禁为自己的机制 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同时 那部电影的结局 也就可想而知了 黑衣男人和他的队友们 一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大云省事件就不会结束了 其实沉默的猜想 离事实已经相差无几了 而知晓了这个秘密的他 显然已经无法回归到 原本平静的生活中去了 一想到那数量 多如虫群一般的争鸣巨兽 沉默就为未来感到无比的担忧 但好在如今的局势 看起来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沉默还有足够的时间 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至于他接下来要做的 无非就是慢慢的发育 实在是现在的他 真的太弱了 同时 最好是能找到一个官方的 特殊领域组织接纳自己 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 又能了解到 更多有关特殊领域的东西 至于牛大爷所说的那个王破军 龙国人口这么多 而且对方极大可能是 特殊领域中的人 能不能找到这个人 都还是个大问题呢 想到这里 沉默不禁常常叹了一口气 他这才反应过来 天色居然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而且自己貌似 还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呢 借着西树的月光 他开始减散落在地上的苹果和香蕉 然而 当沉默像往常一样 抓住一颗苹果的瞬间 咔嚓一声 汁水飞溅 这颗比成人拳头都还要大的苹果 居然被他单手捏得稀碎 王德发 看着手中稀碎的苹果残渣 沉默傻眼了 苹果这玩意儿虽然不算特别硬 但想要单手将它捏得这么稀碎 没点力气可办不到 然而现在 他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自己的力气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了 沉默猜到 应该和今天的际遇有关 你妈 这不妥妥爽闻开头的节奏吗 高考还有半年 我意外觉醒 成了特殊能力者 想到这里 沉默迫不及待地 想要验证一下自己的力量 他倒是没拿剩下的苹果做法 选了一棵 长在离路边不远的小树 树干约莫有成人小臂般粗大 只见他走上前去 单手掐住树干 然后微微发力 咔嚓 伴随着木屑飞溅 这棵小树 竟是直接被他单手 拦腰掐断 要知道的是 沉默还没真正开始发力呢 看着被自己轻松掐断的小树 沉默的呼吸 不禁变得急促了起来 他这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 嘿嘿 哈哈哈哈 此刻 沉默别提有多兴奋了 欣喜之情 溢于言表 当然 他还不至于飘飘然起来 沉默很清楚 自己还很弱小 就像牛大爷所说的那样 他现在还只能算是一只脚 踏入特殊领域的生灵 什么意思呢 就是特殊领域的门槛 他都还没完全迈进去呢 平复了激动的心情后 沉默回到大陆上 小心翼翼地 将苹果和香蕉 捡起擦干净 装进袋子里 然后他又小心翼翼地 骑着自行车 如同原地起飞一般地 赶往了外婆家 也就五六分钟后 沉默便到了外婆家 外婆 听到动静的外婆 走出屋来 看到是沉默后 他那欣喜的眼神中 略带着一丝疑惑 乖乖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事 饿了没 沉默傻呵呵一笑 将自己熬夜 睡过头的事情 说了一遍 至于中间碰到 牛大爷的事情 他自然省略掉了 他可不想让外婆 为自己太过担心 外婆听完沉默的解释 自然是没有丝毫的怀疑 不过 他还是叮嘱沉默 要少熬夜 注意身体 一边说着 他一边引着沉默进了屋 一定饿了吧 想吃什么 外婆给你做 别说 沉默还真的饿了 将自行车靠墙停好后 他笑着说道 想吃面 要加肩蛋 好好好 由于沉默的力量 是猛然间增长起来的 现在还未来得及适应 因此 他吃面的时候 就显得有些小心翼翼的 生怕把筷子 和碗给弄坏了 吃完面后 他又陪着外婆 烙起了家常 等到时间来到 晚上十点左右 沉默洗漱后来 到睡觉的房间 这才有空小心地 拿出手机来看了一眼 由于这种 凭空出现的巨响 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加之这次的影响范围 并不算特别大 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因此在网上 引发的热议有限 不过沉默的关注点 显然并不在这里 他现在只想知道 此次巨响产生的源头 点在哪里 但目前官方部门 并没有发布预警 答案自然也就无从得知了 同时他也希望 千万不要到官方部门 发布预警的那一步 紧接着 沉默试着 再千度搜了一下 王破军这个名字 出来的结果 还真不少 而勉强符合条件的人 大概就只有第一个了 王破军 南 汉族 2000年五月生 大于世人 现任龙国教育部部长 然而这个王破军 虽然勉强符合条件 但人家 可是龙国教育部部长 和特殊领域 一点不搭嘎呀 慢着 沉默突然想到 自己的思维 不应该再局限于以往 龙国似乎并没有法律规定 特殊领域的人 不能担任教育部部长 只是这个王破军若真 是牛大爷所说的那个人的话 凭沉默现在的高中生身份 想见对方一面 怕是没那么容易 自己贸然找上去 也有点不合适 此来想去 他觉得 还是等牛大爷忙完后来 找自己 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心中有了决断 沉默就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只见他放下手机 盘坐在床上 开始平心静气 慢慢地 沉默又感受到了身体的 微弱律动 在外婆家的时光 依旧像小时候一样 总是没好短暂的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 沉默返校的这一天 大路边 在外婆那极为不舍的目光注视下 沉默挥了挥手 外婆 您快回去吧 下次放假 我还会来看您的 沉默回到家 将自行车锁好 接着 他便坐车回到了学校 结果 他刚进宿舍 就看到一群人 正围在一起看着什么东西 室友张灵 见识沉默回来了 一脸荡漾地笑着问道 阿金同学 回家有刷到什么 有趣的东西吗 阿金 是同学们 给沉默起的外号 出自沉默试经 沉默得知的那个小道消息 就是张灵告诉他的 想起自己这几天的所见所闻 他不由得一脸遗憾地说道 确实刷到了一些 有趣的东西 不过不是你说的那种啊 张灵闻言 一脸的同情 可随即他便 露出了一脸嘚瑟的笑意 嘿嘿 不要伤心 他们几个也没刷到 但是 可嗨嗨 我刷到了 卧槽 真的假的 沉默连忙 将背包放到床上 然后强行挤进了人群里面 嗯 这引人遐想的声音 以及让人血脉喷张的画面 沉默只是看了一眼 就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虽然他知道 不应该看这种 会影响学习的东西 可脚不知道怎么回事 居然挪不动 就这样 沉默只好跟着众人一起 抓紧机会 反复欣赏了鼠变 这部 只有数分钟的动作大片 因为等到上晚自习的时候 手机就得上交了 很快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上午第二节结束 大课间时间 即便是高三 也是要出操的 带到所有人 来到操场上整好队形后 广播很快便想起了起来 第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 放飞理想 现在开始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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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起 一二三四 坐着这套 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广播体操 沉默的内心 没有丝毫波澜 然而 伴随着预备运动的结束 他却是有了 和以往不一样的感受 之前呢 只有在完全平心静气的情况下 才能感知到的身体微弱律动 此刻 沉默居然也能感受到了 并且 还变得比平时 稍强烈了一些 第五章 广播体操的隐藏作用 发生了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沉默着实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 他倒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异样 而是不动声色地感受了一番 于是片刻后 沉默两眼顿时一亮 居然是真的 他居然真的在没有完全平心静气的情况下 感知到了身体的律动 并且 比平时更为强烈了一些 在做了一个简单的排除法后 沉默暗自猜测道 难道是因为广播体操的缘故 实在是这种情况 来得太巧合了 当然 他现在还不太肯定 不过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太有意思了 沉默这正想着呢 第一节伸展运动也刚好结束 然后他就惊喜地发现 自己身体的律动 竟是再次增强了几分 这无疑也就印证了他之前的猜想 这一刻 沉默的内心 是极其不淡定的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做了两年多的广播体操 竟然还有着这样的神奇作用 这简直就跟小说电影中的 修炼功法一样啊 以前 沉默总觉得 广播体操的一些动作 又蹦又跳的 做的时候放不太开手脚 可现在却不一样了 不就是又蹦又跳吗 他不但能完全放开手脚 还能做到非常的标准规范 随着沉默做完一节 又一节的体操运动 他身体的律动强度不断增加 直到整理运动结束的那一刻 强度达到了最高点 几乎是平时的两倍多 这种感觉 简直不要太美滋滋 鉴于这种愉快的体验 沉默恨不得再来一遍广播体操 只是他的这个想法 显然难以实现 而沉默做广播体操 给身体带来的巅峰律动增幅 足足持续了15分钟后 才开始减弱 并且直到上午第三节课结束 增幅才完全消失 这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的强大了 不过这次的意外收获 也让沉默产生了许多联想 既然做广播体操 对他身体的律动有增幅作用 那么对于其他人而言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只是这些人和以前的沉默一样 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 除此之外 龙国中小学生做的广播体操 可不止这一套 其他几套 是否也有着同样的作用 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覆盖的人群范围 可就极为恐怖了 一想到这个结论 沉默就感到一阵心潮澎湃 乖乖 这显然是官方早就开始在 暗中布局了呀 隐约猜测到这一点后 沉默并未声张 始终保持着低调 之后的日子 他过得很是规律 大课间 做体操 午饭后 悄悄做体操 晚自习下课 暗戳戳地 再来一遍体操 无论刮风下雨 一天三次从不懈怠 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 这略显怪异的举动 很快一个月过去 沉默收获了很多 人变得更加精神了不说 常规状态下的身体律动 也变得更加强烈了 并且 他还完全适应了 自身逐渐增长的强大力量 不用再担心一个不留神 就弄坏一些物品的情况了 当然 从总的进度上来说 沉默取得的进展 却并不算大 如果把之前牛大爷 输送给他的特殊物质 比做一碗饭的话 那么 沉默这一个月以来的进展 甚至连这碗饭的 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他想要吃饱 真的还早得很哪 同时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官方一直未曾发布过预警 这显然是件好事 不过 牛大爷也迟迟未曾来找过沉默 这不禁让他猜想 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状况 时间来到2043年2月3日 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二 上午时时整 龙国教育部召开记者发布会 为适应时代潮流 满足发展所必需 由各方专家多年论证 教育部提请 现今中枢批准 我国将陆续建设数批 旨在培育特殊领域人才的新式大学 首批十五所新式大学 已全部建设完毕 并将于今年开始正式考核招生 樊龙国2043届准考生 满足条件者均可自愿报名参考 首批特殊领域人才培育大学 简称T大 的成立并未在社会上 引起太多的关注 毕竟龙国的大学 实在是太多了 各类名牌大学更是不少 多着十五所不算多 少着十五所不算少 而且T大这个名字 听起来着实不咋的 大多数不知道内情的人乍一听 甚至会以为 这是些不入流的杂牌大学 社会面的关注度暂且不提 教育系统方面 毕竟是教育部亲自站台 相关文件一下发 各省市教育局便迅速动作了起来 于是在当天晚自习的时候 陈默的班主任 就向全班宣布了这个消息 相较于班上大多数同学 都是一副兴致缺缺的模样 陈默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直接差点笑出了声来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特殊领域这四个字的特殊含义 但他肯定是知道的呀 当然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 陈默还不至于如此 重点是 文件中还说了 教育部将会派出专人 于今年四月中旬之前 完成对全国各中学准考生的 现场体制检测 检测通过 极为满足报考T大的条件 可要知道的是 每年龙国高考开始前 所有准考生 都会进行一次集中的体检 而教育部组织这种 大规模的现场体制检测 显然不是为了做无用功 那么这现场体制检测的目的 也就能大概猜到了 很大可能是为了筛选出 类似陈默这样的学生来 因此 陈默也是不禁暗自感慨 自己的运气 是不是太好了些 真是想啥来啥呀 若是不出意外 这个T大 或许就是一个 能让他背靠大数 好成量的去处 想到这里 陈默也是不禁暗自 开始期待了起来 2月4日 高三开始放寒假 这也是陈默高中阶段的 最后一个寒假 各科老师难得没有布置作业 赢得了班上 所有学生的一致好评 不过班主任 则是再三叮嘱所有人 诸位爱卿 回家后千万不要玩得太嗨 省得过完年回来收不了心 陈默回家后 直接去了外婆家 他除了帮着外婆干干活之外 广播体操自然是每日不落 除夕的当天 常年在外省工作的父母也回来了 家人团聚 喜迎新年 之后的日子就很快活了 每天不是忙着走亲戚 就是各处吃席 同时 陈默也找了个机会 将自己想要报考替大的想法 告诉了父母 陈父陈母年轻的时候 吃过学历的亏 深知这块敲门砖 对找工作的重要性 这什么替大 听都没听说过 事关陈默的将来 两口子在这个问题上 很是慎重 不过两人也并未武断地做决定 而是先去了解了一番 然后他们就发现 名字听起来跟杂牌大学一样的替大 居然是龙国中书直属院校 并且替大还是定向培养式自主招生 学生顺利毕业后 工作还能直接分配 了解到这些讯息之后 两口子又跟陈默深入地交流了一番 并最终答应了下来 得到了父母的同意 陈默心中的石头终于平稳落地 元宵节一过 寒假也就结束了 新学期开始 高三的生活显得异常忙碌 每天都是做不完的卷子 讲不完的题 不过 在体海中沉沦的沉默始终惦记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教育部派出的专人 什么时候才能到他们学校来 第六章 体质检测 盼星星 盼月亮 已是三月下旬 二诊都已经考完好些天了 苦后已久的沉默 终于把教育部专人给判来了 由于学校提前一天 就接到了对方的行程通知 所以 当天早自习一结束 所有高三学生就来到了操场上集合 此时的主席台上 已经摆放好了三台开机的仪器 三个身着休闲服的年轻人 正在和校长说着什么 副校长 教导主任等人则在一旁作陪 显然 这三个年轻人 就是教育部派来的专人了 在学生队伍集合完毕之后 教导主任简单训话完 就把话筒交给了三人中为首的一个 此人接过话筒 直接开口说道 同学们学习任务繁重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体制检测流程只有两步 一 人脸识别后 在面板信息栏中 确认你的身份信息 信息无误 点击确定 信息有误 现场修改后再确定 二 双手放到检测区 等待指示灯的亮起 绿色指示灯亮 则为满足报考T大的条件 红色指示灯亮 则为不满足 检测完成之后 满足报考T大条件的同学 到左手边主席台下集合 不满足报考条件的同学 就可以回教室学习了 感谢大家的配合 说完 他就将话筒交还给了教导主任 接着在教导主任的指挥下 检测就开始了 由于有三台检测仪器 所以是三个班为一轮同时进行 沉默在五班 因此是第二轮 他现在倒是不怎么急了 毕竟教育部的专人已经来了 早晚都能轮到他 他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而主席台上的检测 进行得很快 也很顺利 只是结果吗 却不太令人满意 第一轮的三个班 一共有160多号人 全部检测完成之后 满足报考T大条件的人 却只有少得可怜的三个 一时之间 现场除了三个负责检测的教育部专人外 几乎都是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也不知道 这个检测标准到底是怎么制定的 他瞄的通过率低得也太离谱了些吧 不过由于T大是今年刚成立的 并不在名校之列 加之绝大多数的学生并没有去了解过 甚至连报考T大的打算都没有 所以 哪怕很多人没能通过检测 心里也没有太大的落差 紧接着 第二轮的三个班便上场了 红灯 红灯 不出意外 依旧是很多的红灯 很快 就轮到了陈墨 只见他在检测仪器前站定 摄像头瞬间就捕捉到了他的面部信息 然后 陈墨的身份信息 就在面板上刷新了出来 姓名 陈墨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 2025年8月15日 住址 大川省小安市临城县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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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身份号码 5116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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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自己的身份信息无误 陈墨在面板上点击了确定 随即 他便怀着激动的心情 将双手放到了仪器上的检测区 当陈墨的双手接触到仪器的一瞬间 他的心中顿时一息 在他的感知中 检测区竟是涌现出了大量且较为精纯的特殊物质 经掌心快速吸收之后 一种熟悉的舒畅感瞬间传遍全身 此刻 陈墨恨不得能将双手在检测区多停留一会儿 因为这给他带来的提升 可比平时靠着做广播体操的增幅快了太多 只是这个时候 绿色指示灯已经不出意外的亮起 陈墨又不动声色地硬蹭了一两秒 这才依依不舍地提起了双手来 满足报考T大条件的他 静止来到了左手边的主席台下 站在主席台下 陈墨看着台上正在运作的三台检测仪器 他报考T大的决心变得越发的坚定 随着检测的继续进行 台上再次亮起了一次绿色指示灯 但在此之后 直到第二轮的学生全部检测完毕 绿色指示灯也再未亮起过 接着是第三轮 第四轮 直到第八轮的最后一个班检测完成 凌晨中学高三年级1253人 满足报考T大条件的居然只有区区的23个 就这三个专人中为首的那个 还向校长表示 这样的通过率已经很不错了 校长倒也没有深究 对方到底是不是在忽悠他 而另外的两个专人 其中一个在主席台上整理收纳检测仪器 另一个则是来到了主席台下 只见他看向陈墨等人 笑着说道 同学们 恭喜你们通过了这个检测 不管你们是否有报考T大的想法 请先让我简单地为你们介绍一下他 T大 又叫龙国T大 全称是龙国特殊领域人才培育大学 T大目前共设有15所分校 各分校以T字开头的编号区分 他虽然是今年刚成立的 但却是目前龙国唯一的中书直属院校 注意 中书直属和中书部属可是完全不同的 说到这里 这个人停顿了一下 等陈墨他们消化了一会儿这些信息之后 他这才继续说道 由于T大的特殊性 所以他并没有录取P字划分 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毕业后 由于学历问题而找不到工作 因为每一个T大的学生 不但学杂费全免 并且从正式入学开始 每个月还有特殊补贴 顺利毕业后工作包分配 待遇优厚 听到这里 不少人都露出了颇为异动的神情 不过 大家到底都是十七八岁的人了 知道世上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T大的待遇这么好 怕是没那么容易进去的 果不其然 只听这个专人说道 是的 正如你们所想的那样 T大不是那么好进的 检测通过的你们 也只是刚刚有了报考T大的资格 下面 我将为你们讲解详细的流程 原来 所有准考生在经过检测之后 凡是满足报考T大条件的 将自行选择是否报考 若是选择报考 可在T大官网上报名 截止时间为2043年4月20日24时 随后所有报考的学生 将5月的时候 进行长达一个月的集训考核 考核期间 所有费用全部免 最终 通过集训考核的学生 将直接被T大录取 而没能通过的学生 则将被送回各自的学校 可继续参加今年的高考 第七章 出发 集训考核场 讲解完详细的流程 这个专人便说道 是否报考T大 你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考虑 建议你们 最好是和父母沟通商量一下 好了 我要讲的就这些了 说完 他跟陈墨等人挥了挥手后 就朝着已经收拾好仪器的两个同伴走去 而教导主任则是走了过来 语重心长地对陈墨他们说道 机会难得 大家一定要好好考虑清楚 能不能把握住 还得看你们自己 好了 回教室去吧 由于陈墨是高三五班 唯一一个通过检测的 因此 班上的其他同学都很好奇 教育部的专人 留下他们这些人都讲了些什么 趁着下课休息的时间 很多人都围了过来 见大家好奇的紧 教育部的专人也没说要保密 于是陈墨就直接说了出来 同学们在听完之后 可谓是议论纷纷 卧槽 这哪是上大学啊 不但学杂费全面 离谱的是正式入学后 还有特殊补贴 更过分的是 毕业居然还包分配工作 阿金 你还有啥好考虑的 要换作是我的话 直接就报名了 当然 也有同学持不同意见 你们不要把这个事情 想得太简单 陈墨不是说了吗 还要集训考核呢 虽说咱们学校 只有23个人通过检测 可整个龙国 今年有多少准考生 我看 至少也有800万 按照咱们学校 这个比例算下来 全国少说也有十几万人 通过了检测 可T大 只有15所分校 难道能把这十多万人 全部招收进去 不用说 最后肯定有很多人 都会被淘汰的 虽说 他们回来后 还可以参加高考 但这不是平白浪费了 一个月的时间 若是高考 因此失利 后悔可就晚了 所以啊 千万要慎重 慎重各屁 这么好的机会 不去试试怎么行 万一考上了呢 你都说了是万一了 这世上 哪有那么多万一 听着同学们的争论 沉默无奈地笑了笑 其实 以他的性格来说 就算是不知道 其中的内情 有这个机会 也一定会去搏一搏的 何况 他现在知道一些内情 就更没有退缩的道理了 于是当天中午休息的时候 沉默到办公室 找到了班主任 在向班主任 说明了情况以后 他便顺利拿到了 自己的手机 虽然父母早就 同意了自己报考 替大这件事情 但沉默认为 自己通过了 检测这件事情 还有很有必要 跟他们说一下的 左右不过是 两通电话的事情 沉父沉母 在得知这件事情后 自然非常的高兴 他们除了向沉默 表达了祝贺之外 也祝愿他能够 好好发挥 争取拿下 最后的胜利 而班主任 在得知沉默 决定报考替大之后 也是鼓励了一番他 他现在 虽然还不清楚 替大的真正特殊之处 但毕竟 也在教育岗位上 深耕了十几二十年 因此深知 这次在替大的事情上 教育不是动了真格的 如今沉默 有这个机会去争取 自然不能错过 而且 哪怕最终沉默 没能考上 也还可以回来 参加高考 沉默的学习基础 是非常好的 就算耽搁一个月回来 考个好大学 依旧是没问题的 所以班主任 直接就用办公室的电脑 帮沉默 在官网上完成了报名 报了名 沉默接下来需要做的 就是等待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 四月中旬就过了 教育部组织的 现场体制检测 已是全面结束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龙国2043届准高考生 共有856万余人 体制检测通过 满足报考T大条件的 有15万7千余人 而随着这些数据的公布 立即有人提出质疑 T大的招生检测 虽然是现场进行的 但检测标准 却并没有公布 如此 是不是失去了教育的公平 公正性 除此之外 一个红灯 一个绿灯 便能决定一个学生 是否有资格报考T大 如此做法 是不是太过儿细化 当然 这些质疑的声音 只能算是雷声大 雨点小 网上的关注度 极为有限 因为在这个期间 另外一个事件 几乎吸引了 全国上下的关注 2043年4月23日 13时21分 龙国大志省小宁市 突然出现了一大片 遮天蔽日的黑云 使得整个市区 伸手不见五指 虽然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分钟不到 但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因为事后 有不少人声称 他们亲眼看到 黑云中有生物存在 并且隐约间有打斗的声音传来 还有不少人用手机 甚至是一些专业设备 拍下了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被上传到网上后 虽然大部分都被屏蔽了 但少数的较为模糊的漏网之余 却仍旧引发了全民热议 有人说 这是末日来临前的征兆 让大家早做准备 也有人说 那是古老的神话生物复苏 因为蓝星的环境 正在悄然发生着某种未知的变化 相较于 早就被吹烂了的末日言论 神话生物复苏这个话题 显然更吸引人们的关注 而龙国 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各种神话 传说的国度 所以在不知不觉间 人们热议的话题 就变成了龙国的各种神话传说 至于小宁市 黑云遮天事件 被很自然地扫到了角落里 与此同时 三诊考得很不错 但却高兴不起来的陈默 终于等来了通知 集训考核 即将开始 在他接到通知的第二天 负责相关事宜的工作人员 便来到了学校接人 而凌晨中学 通过检测的23个人中 包括陈默在内 选择报考题大的人 只有11个 另外12个人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并未选择报考 虽然不少人都为他们感到惋惜 但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前来接人的工作人员 与校方签字交接完成 就带着陈默 他们直接上了专车 又接上了凌晨 另外两所中学 报考题大的21个人后 就直接出发了 载着陈默等人的专车 一路直奔 位于省城的集合点 在这里 来自大川省 下辖各市区的考生 全部到齐之后 便统一换上了座驯服 又在领取了 与各自身份信息匹配的腕表 以及标注上交 各自随身携带的电子器件后 他们便分批次登上了占部专列 这些占部专列的最终目的地 便是此次替大招生的集训 考核场所在 第八章 震撼全场 由于占部专列的特殊性 所以人在车厢内 根本看不到窗外的景色 自然也就无从得知 专列驶过了哪些地方 对前路未知的莫名恐惧 让一些考生 明显有些坠坠不安 不过沉默倒是很淡然 既来之 则安之嘛 专列大概行驶了十来个小时 随车的工作人员 却只给每个考生 发放了一小包压缩饼干 以及一小袋饮用水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这直接就导致一些考生 不满了起来 我去 这么一小包压缩饼干 能吃得饱吗 我们是来参加考核的 不是来受罪的 就是 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就不来了 不满的情绪在车厢中蔓延 一些人甚至嚷嚷着 要下车回去 只是 显然没人理会他们 其实 沉默也饿 但远没有达到 已经无法忍受的程度 而且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 从他们这些考生 登上专列的那一刻开始 考核就已经开始了 那些嚷嚷着要下车回去 甚至窜夺其他人 想要搞事情的考生 很可能已经上了黑名单 所以 沉默小声地告诉同校的伙伴 让他们一定要忍住 随后 专列又继续行驶了 大概七八个小时后 这才终于停了下来 当列车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一道广播也是响起 所有考生 立即下车 所有考生 立即下车 听到广播的声音 考生们纷纷从车厢中走了出来 只见宽阔的站台上 一对鹤枪实弹的战部士兵 正严正以待 这阵仗 直接就震慑住了所有人 紧接着 一个身着坐驯服的卫官 拿着一只高音喇叭喊道 以我为基准 所有人 乘四路纵队集合 快快快 别在这里磨磨蹭蹭的 都没吃饭吗 在他的不断催促下 考生队伍这才集合完毕 卫官极其不满地 训斥了一番所有人后 拿着一份名单说道 念叨名字的 初恋 张俊 刘俊玲 马承喜 这些念叨名字的考生 共有三十三个 虽然沉默一个 都不认识 但其中几个 却是他所在的那一节车厢中 之前嚷嚷着 要下车回去的人 想来这些被念叨名字的人 可能已经被淘汰了 也正如沉默所想的这样 卫官在念完名单之后 对这些出列的考生说道 你们不适合这里 可以回去了 随即便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将这三十三个 已经完全傻眼的考生带走 紧接着 卫官又是看向考生队伍吼道 你们一个个 是不是都不喜欢动脑子 队伍有了空缺 不知道进行补卫吗 由于有刚才那 三十三个人的前车之鉴 考生们很是听话 队伍补卫完后 看起来归整了很多 只听这个卫官继续吼道 所有人 听我口令 向右转 目标 三公里外的集训考核场 跑步前进 快快快 乐着肚子跑三公里 对从小就在温室中 长大的考生来说 无疑是一种折磨 所以 不少人选择了放弃 但放弃 便意味着失去了参考的资格 沉默他们 这支考生队伍 从大川省的集合点出发时 共有537个人 刚下专列 便直接淘汰了33人 一个三公里 又陆续有121人 选择了放弃 最终抵达集训考核场的 只有383人 这才刚开始 一支队伍的淘汰率 便将近30% 简直令人咋舌 不过成功抵达集训考核场的考生 迎接他们的是温暖的房间 可口的食物 畅饮的水源 而一路上漠不作声的沉默 还有更多的惊喜发现 比如 考生们所分配的宿舍大楼 是全封闭式的 大楼里面特殊物质的浓度 远远高于大楼外面 又比如 考生们吃的食物 喝的饮用水里面 也蕴含着一定量的特殊物质 因此 在沉默眼中 这个集训考核场 简直就跟天堂一样 他相信 自己若是能在这里待满一个月的话 不说全宝 怎么也能吃个半宝呀 之后的三天时间里 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 陆续抵达集训考核场 共计 57642人 他们被打算重新编组之后 真正的集训考核 也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 集训考核场 综合办公大楼 顶层会议室里面 一众人等拿着会总上来的数据 都有些难以置信 王部长 你这淘汰的人数 是不是太多了点 这些孩子 能在外界灵气稀薄的环境下 自主完成生命种的初始觉醒 蕴藏的潜能 可以说是极大 就这么被淘汰掉 未免也太可惜了吧 龙国今年通过体制检测的 准考生人数 有十五万七千余人 官网报名人数 十一万九千五百十一人 实际参考人数 九万三千四百一十一人 这也就是说 有超过三万五千余人 他们甚至连集训考核场 都没能踏入 就已经被淘汰掉了 也难怪此人说 可惜 而站在靠窗边位置 望着窗外集训场中 场景的中年男子 则是淡淡地回到 一点都不可惜 连那么点苦头都吃不了 可见自身意志力之薄弱 就算钱能再大 将来进入特殊领域后 也走不了多远 说着 他转过了身来 中年男子 名叫王破军 现任龙国教育部部长 替大的组建 招生 以及后续各项事宜 均由他全权负责 听到王破军的话 众人皆是沉默不语 在场的都是过来人 皆知他所言不假 虽说意志力这种东西 可以靠着后天 来慢慢地培养 但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他们呀 跳过这个话题 又有人问道 王部长 今年的这批考生 最后你准备留多少人 王破军文言 思考片刻后说道 不是我王破军要留多少人 而是要看 经过一个月的集训考核之后 这批考生 还能剩多少 既然他们选择来到这里 就要做好吃苦头的准备 现在适应不了 还可以回学校去 等将来上前线战场 那可就没退路 给他们了 王破军在这里顿了一下 环视众人一周后继续说道 替大如今刚刚起步 诸事繁杂 必须秉承宁缺无滥的原则 一步一个脚印的来 诸位一定要记住 我们筹划多年 又准备了海量的资源 要培养的是 能够独挡一面的精英 而不是到前线战场 送死的炮灰 王破军的话 等于拍了最终的版 在场的众人 纷纷乘势 另一边 热火朝天的集训考核场中 说是考核 其实就是高强度的训练 既磨练人的意志 也考验人的体能 能够来到这里的考生 虽然生命中 都完成了初始觉醒 底子并不算差 但突然来这么个高强度的训练 很多人一时之间 根本是不消 于是 陆续又有不少人 选择了放弃 不过 沉默的情况 还算好 得益于之前碰到牛大爷的机遇 使得他的底子 比一般的考生 厚实了不少 所以第一天 他倒没啥感觉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训练强度 也是不断增加 渐渐的 沉默也开始有些吃不消了 但他仍旧在咬牙坚持 实在是集训考核场 给考生待遇 也在跟着提高 食物和水中 特殊物质的含量 明显比之前 变得更高了不说 宿舍大楼中的特殊物质浓度 也在一天天地提升着 所以沉默 实在是舍不得离开这里 而在此期间 不断有考生选择了放弃 被集中送离这里 但也有人哭得稀里哗啦 却仍旧在咬牙坚持 默然会嘲笑他 因为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很快 时间来到2043年5月31日 龙国时间20点整 伴随着训练结束的号声响起 此次替大招生 集训考核便落下了帷幕 此时的集训考核场上 还只剩下17000人321人 这些人坚持到了最后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随后 每个考生都领到了一份文件 他们被告知 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考虑 是否签署这份保密文件 一旦签署 就必须严格遵守保密条例 若是不签 明天则会有最后一批专列 送他们离开 显然 没人会在这个时候选择退缩 不出意外 所有考生都签署了这份保密文件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上午9点整 所有考生穿戴整齐 来到了集训场上集合 今天没有训练任务 整体氛围较为放松 9点10分 王破军带领着一众人等 来到了集训场 经过介绍 考生们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王破军 龙国教育部部长 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些人 则是替大十五所分校的校长 而后 王破军看着在场的所有考生说道 同学们 祝贺你们 一个月的高强度训练 并未使你们退缩 你们以顽强的意志 坚持到了最后 胜利 是属于你们的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替大的一员了 我相信 你们一定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展现出各自的风采 最后 王破军话刚说了一半 在现场一众考生的惊呼声中 分站在他身后的十五位校长 竟是直接遇空而起 只见十五位校长 就跟辩戏法一样 各自首搓出了一颗 硕大的能量球 这十五颗 跟电影特效一般 颜色各异的能量球径 直落到了集训场 数百米开外的一个小山包上 伴随着一道震天巨响过后 那个小山包 竟是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一时之间 包括沉默在内 现场所有考生 其实震撼到了极点 而这个时候 王破军那略带笑意的声音 也是再次响起 欢迎你们 走进特殊领域 第九章 特殊领域 静 整个集训场之上 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十五位校长的这一手骚操作 简直秀翻了全场 让在场所有学生的脑子 都是不由地荡机了几秒钟 我是谁 我在哪 不过很快 学生们就陆续回过了神来 于是集训场之上 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惊呼之声 卧槽 我他们看到了什么 原地起飞 手挫能量弹 其实真不怪学生们 会如此不淡定 实在是这样的场面 太令人难以置信的了 因为这无异于 将他们原本的世界观 给彻底颠覆了一般 哪怕是见过牛大爷的沉默 尽管早已有心理准备 可在目睹刚才的一幕之后 他依旧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五六层楼那么高的小山包 眨眼间便灰飞烟灭 这还只是15位校长 考虑到现场有这么多学生 在信手一击的结果而已 难以想象 他们若是毫无保留的发挥 将会爆发出 怎样的惊人破坏力 这就是特殊领域吗 震撼之余 沉默心中更是一阵憧憬 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他才能成长到 15位校长这般强大 与此同时 王破军看着全场学生 一脸亢奋的样子 就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 感到震撼 不可思议 那就对了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毕竟 T大今年刚成立 名声不鲜 外界更是不乏诸多的质疑 所以 总得给这些坚持到最后的学生 一点看得见的盼头啊 眼看效果不错 他也就放心了 接着 王破军又激励了一番学生们 现场更是一片躁动 掌声不断 随后 他便和15位校长 离开了这里 紧接着 负责学生工作的工作人员 便宣讲了学生们 接下来为期一个月的日程安排 早上六点半 跑操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的用餐时间结束后 休息十分钟 七点到中午十二点 系统性地学习有关特殊领域的基础知识 中午一个小时的用餐和休息时间 下午一点到六点 学习晋升格斗技巧 晚上七点到九点半 全员进行灵气的吸纳教学和实操 晚上十一点 宿舍吸灯 对于这样的日程安排 学生们自然没有任何意见 一些迫不及待的人 甚至希望能从今天就开始实施 不过他们的意见 显然没被采纳 很快 时间来到第二天 在外界高考即将开始的时候 陈默他们这些人 则是开始了第一天的学习 上午的基础知识课 让陈默对特殊领域 有了一个简单的认知 他知道了 自己身体吸收的那些特殊物质 原来叫做灵气 同时 他还知道了生命中 初始觉醒 生命层次进化这些名词 按照授课的老教授的说法 如今天地间的灵气 虽然很稀薄 但却是无处不在的 生命中 则是世间所有生灵体内 与生聚来的东西 不过它一开始 是处于休眠状态中的 需要足够的能量 也就是灵气来唤醒 唤醒生命中的过程 就叫做初始觉醒 以人类为例 人类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 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吸收 积攒灵气 不过有的人 吸收积攒灵气的速度得快 很早就能完成初始觉醒 有的人则吸收积攒的慢 可能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都还攒不够 完成了初始觉醒的人类 称之为初始觉醒者 他们需要继续积蓄大量的灵气 用以支撑生命中的萌芽 也就是实现生命层次的进化 不过不同人 他们的生命中等级是不同的 萌芽所需的灵气量 也会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生命种等级越高 灵气需求量便会越大 生命种萌芽后 则会赋予人类各种不同的特殊力量 这个阶段的人类 被称之为一阶觉醒者 成为一阶觉醒者的人类 就可以使用自身获得的特殊力量 用以对敌战斗 而随着萌芽后的生命种不断成长 人类的生命层次也会随之不断进化 从而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生命层次进化 目前已只有九个阶段 因此 觉醒者共划分有九个等级 在了解到这些知识之后 沉默想到了之前碰到的牛大爷 也不知道 他的生命层次进化到了哪个阶段 不过牛大爷曾告诉过沉默 想要飞起来的话 需要将生命层次进化到第六个阶段才行 牛大爷会飞 那至少也是六阶了 据老教授所说 六阶觉醒者 在特殊领域中 已经算得上是佼佼者了 如此说来 牛大爷还是有点实力的 沉默暗自想到 不过他显然猜错了 牛大壮可不只是有点实力而已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待到中午的用餐休息时间结束 下午一点开始 晋升格斗技巧课就开始教学了 教学方式非常简单粗暴 教官们在简单讲解 当堂课要学的格斗技巧之后 直接就让沉默他们 开始了实际操作 两人一组 互相对练 不准偷懒 不准留守 已经发现 教官们就会亲自上手指导 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 学习格斗技巧 越接近实战便越能更快地掌握 只是这样一来 沉默他们这些学生就有的苦头吃了 一下午 整个集训场上哀嚎 惨叫声一连片 等到课程结束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是一副鼻青脸肿的凄惨模样 可到了晚上的灵气吸纳教学和实操课 一套中阶灵气吞吐吸纳法 便让学生们全然忘记了身体上的疼痛 一个个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灵气吞吐吸纳法的学习中 但这套中阶灵气吞吐吸纳法 并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按照授课导师所讲 哪怕只是想要达到入门的程度 一般人至少也需要两三天的时间 至于完全掌握 北日复一日的勤家练习才行 不过 为了刺激一下学生们 授课导师还告诉了他们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套中阶灵气吞吐吸纳法的最快入门记录 是一个小时 创下这个记录的是一位超级天才 如今的他乃是特殊领域中的顶尖强者之一 果然 听到这里 学生一个个都卯足了劲 想要更早地入门 只是这个时候 盘坐在学生队伍中的沉默 神情则是有些不太自然 因为 他貌似已经完成入门了 第十章 洗着洗着 感觉就来了 沉默可以对天发誓 他真的是完全按照这授课导师所讲的方法 来进行尝试的 并且 沉默第一次尝试的时候 根本没能成功 第二次虽然进步很大 但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于是在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经验后 他便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然后 一不小心就成功入门了 虽然说出来 可能都没人会相信 但事实却是如此 而随着这套中阶灵气吞吐吸纳法的缓慢运转 沉默能够明显感觉到 自身吸收灵气的速度 就跟上了高速上的车一样 那速度 简直快得惊人 要知道 他这还只是刚刚入门而已 可以想象 当日后 沉默将他熟练掌握后 那么他吸收灵气的速度 将会有多么的快了 沉默的三次尝试 前后也就用了十来分钟的时间 比授课导师所说的 那位超级天才 还快了将近五十分钟的样子 所以他在犹豫 要不要将这件事情说出来 不过看着周围这些人 在尝试失败后的那副懊恼的样子 沉默觉得 自己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 不是他要准备藏桌 而是觉得 这个时候就说出来的话 可能会非常打击这些人 因此 还是低调一点的好 就这样 沉默便按戳戳地 坐在学生队伍中 不动声色地提升着自己 在等到距离下课 还有半个小时不到的时候 学生队伍中 突然开始骚动了起来 原来是有人成功入门了 虽然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但却依旧让授课导师惊喜不已 在使用检测仪器确认后 授课导师笑着对这位学生说道 不错不错 继续努力 说着 他又提高了声音 对所有学生说道 同学们要是成功入门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凡是第一堂课 就成功入门的人 等梯大开学之后 可是会有一笔奖励发放的 听到这话 沉默眼前顿时一亮 两个小时成功入门 虽然也算很快 但快得倒不算太离谱 加之还有一笔奖励 自然不能错过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 就举起了手来 老师 我 我也成功入门了 听到沉默的话 授课导师拿着检测仪器 来到了他身前 经过检测确认 导师脸上瞬间笑开了花 谁知道他所指导的 这个学生方阵 居然有两个学生 只用了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完成而入门 并且 其中一个还拔得了头筹 虽说这和学生个人的领悟能力 以及天赋有关 但他这个负责指导教学的导师 怎么这也是有一份功劳的 所以事后 上面肯定是会得一笔奖励表示一下的 他当然高兴了 而继沉默之后 其他学生方阵 也陆续有人完成了入门 这说明 学生队伍中 还是有不少佼佼者的 而直到课程结束的号声响起 一万多名学生中 能在第一堂课的两个半小时里 完成入门的人 只有一百来个 王破军在拿到这份 会总上来的报告的时候 则是显得有些意外 他原本估计 能有五十个人就很不错了 结果最后会总上来的人数 竟是直接翻了一倍 不过这样也好 天才嘛 自然是越多越好 而十五位T大的校长 则是面无表情地盯着 各自手中的那份百余人的名单 毫无疑问 他们都想将名单上的人 尽可能多地 弄到自己所在的T大去 因为王破军早已严明 T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大学 是鼓励竞争的 今后T大的每一届 第一学期所有分校得到资源数量 都是一样的 但从第二学期开始 资源将会开始出现清闲 届时 十五所分校将会进行实力排名 排名越靠前 获得的资源倾斜就越大 所以 人才的争夺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此时十五位校长之间 可谓是火药味十足 谁都不愿意 让其他人占了撇脱 另一边 一天的课程结束之后 所有学生便回到了各自的宿舍 因为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宿舍大楼里面的灵气浓度 是非常高的 也就不会再出现 像他们刚来时那样 晚上休息的时候 还会有人到宿舍楼下逛逛的场面了 加之学生们今天又学了一套 中阶灵气吞吐吸纳法 已经成功入门的人 心里想着要继续加强巩固成果 争取早日将其完全掌握 而那些没入门的人 则是卯招劲 想要早日入门 甚至还有人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那就是 在这一个月的教学课程结束的时候 争取完成生命的萌芽 这些人里面 自然就包括沉默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 沉默过得简单又忙碌且充实 每一天 沉默都能了解到 更多有关特殊领域的知识 而了解的越多 他便越发清楚 自己现在的实力 是有多么的弱小 不过这并不会打击到沉默 反倒是使得他 想要变强大的决心 更加坚定了 除此之外 沉默每天都能学到 一个不同的格斗技巧 这使得他的晋升格斗能力 真的很不一般 至于那套中阶灵气吞吐吸纳法 他运转的也是越发的娴熟 吸收灵气的速度 自然变得越发快了起来 如此一来 也就使得沉默的进展 堪称神速 他有预感 距离自己完全吃饱的日子 已经越来越近了 时间来到7月28日 距离教学课程结束 还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目前为止 学生中还未有人实现 生命中的萌芽 当天晚上9点半 一天的课程全部结束 沉默直接回到了宿舍 宿舍都是单人间 虽然空间不大 但里面却是五脏俱全 他先是在床上小躺了一会儿 就拿着换洗的衣物 来到了卫生间洗澡 结果沉默洗到中途的时候 突然浑身一颤 他等待已久的吃饱感 居然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来了 但好在沉默也并不是 没有心理准备 只见他冷静片刻后 顺手将淋浴头一关 他就这么光着身子 在卫生间里盘坐了下来 紧接着 沉默开始全神贯注地 运转灵气吞吐吸纳法 而他体内的生命中 也就此开始了萌芽的过程 第十一章 生命中萌芽 沉默在学习基础知识的时候 授课的老教授就讲过 只要灵气积攒足够了 生命中的萌芽过程 就会是水到渠成 根本不需要太过担心 可毕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 沉默难免还是有些担忧 因此谨慎一些 似乎也并不为过 不过很显然 老教授的话并没有说错 在生命中萌芽的过程中 沉默真的什么都不用做 他只需要静静地等待着 整个过程 大概也就用了三十来分钟的样子 真的是水到渠成 没有丝毫的意外发生 而伴随自身的生命种完成萌芽 沉默只觉得 浑身上下一阵舒畅通透 此刻他能感觉自己的身体里 仿佛有用之不尽的强大力量 并且 他还可以通过内饰 找到到生命种的存在了 那是一颗位于大脑中 有形无质 长得像蚕豆一样的种子 并且看起来有些胖乎乎的 上面正长着刚萌发出来的 五颗稚嫩小牙 等等 怎么会是五颗小牙呢 沉默先是一愣 接着急忙重新数了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卧槽 伴随着一声惊呼 沉默真的傻眼了 你妈 怎么会萌发出五颗小牙呢 这又不是 比谁的生命种萌芽萌得多 正常情况下 一颗生命种 不是只会萌发出一颗小牙的吗 此刻沉默有点慌 因为老教授根本没说过 会有这种情况 生命种萌芽带来的喜悦 瞬间烟消云散 而心情烦躁的他并没有察觉到 在那萌发出了五颗小牙的生命种上 似乎还有一个小小的骨包 这一晚 沉默怎么也睡不着 他实在想不明白 自身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第二天一早 沉默早早地起了床 心事重重地跑完了早操 吃过早餐后 他就来到了阶梯教室等待 好不容易等到上课时间 老教授终于来了 沉默强压着心中的烦躁 等到老教授讲完了今天要讲的课程 然后 这才到了答疑缓解 于是 沉默第一个举起了手来 老教授见状 说道 这位同学 你有什么问题吗 沉默从位置上站起来 很自然地行了一礼后说道 教授 您老之前说过 正常情况下 生命中 只会萌发出一颗小牙 我想问的是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存在 生命中会萌发出两颗 甚至是两颗以上的小牙 听完沉默问的问题 老教授饱含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这位同学 这种特殊情况是存在 老教授先是回答了沉默的问题 这也使得沉默稍微松了口气 接着他继续说道 不过 你说的这种情况 是比较罕见的 正常情况下 生命中萌发出一颗小牙 觉醒者便会被赋予一种特殊力量 这样的觉醒者 被称之为单能力觉醒者 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生命中也可能会萌发出两颗 甚至是两颗以上的小牙 那么相应的 觉醒者就会被赋予两种 或是两种以上不同的特殊力量 这类觉醒者 则被称之为多能力觉醒者 多能力觉醒者虽然罕见 但并不是没有 并且 由于他们被赋予了两种 及以上的特殊力量 因此同阶对战 实力普遍强于单能力觉醒者 说到这里 老教授又是看了一眼沉默 他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 沉默眼角一闪而过的笑意 于是只听老教授又说道 多能力觉醒者 虽然普遍更为强大 但也有一个难题 摆在他们面前 那就是后续的进阶问题 打个比方 单能力觉醒者想要进阶 只需要付出一分的努力即可 而多能力觉醒者 每多拥有一种能力 那么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就将会成倍地增加 说完老教授问道 还有问题吗 沉默摇了摇头 表示感谢后坐回了座位上 此刻 他已是心中大定 既然并不是自身出了问题 那沉默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想到老教授的说法 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淡定 但心中却是美自知的 谁让他的生命中 居然萌发出了五颗小牙呢 这就意味着 他将会被赋予 五种不同的特殊力量 这岂不是要同皆无敌的节奏 至于老教授所说的那个难题 沉默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不就是要比常人 多付出几分努力吗 这有啥难的 他沉默 从来都不缺这种东西 很快 上午的课就结束了 没了糟心事 午饭沉默吃得格外的香甜 而另一边 负责教导沉默所在学生方阵的老教授 则是找到了王破军 办公室里 王破军见到老教授到来 急忙迎了上来 李老 您怎么来了 老教授文言 没好气地说道 怎么 王小子 难道老头子 我不能来你这里 堂堂龙国教育部部长 在特殊领域 也有一席之地的王破军 居然被人叫做王小子 可他非但不生气 反倒是一脸笑意地说道 瞧你说的 我这里自然是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老教授见状 也是笑着说道 好了好了 不跟你嫌扯了 我来找你 是有正事 搀扶着老教授坐下后 王破军又亲自给他端了一杯水 接着便听他问道 李老 什么事 居然能让您亲自跑一趟 老教授喝了一口水后 便将今天课堂上的事情说了出来 王破军是个聪明人 听完老教授的话后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这么说来 这孩子很可能已经完成了 生命中的萌芽 并且 还可能是多芽 王破军的话 也正是老教授心中所想 没错 这孩子肯定是在生命中萌芽后 发现自己是多芽 担心 是自身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他才会特意在课堂上问这个问题 而在听到我的回答后 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听完老教授的分析 王破军又问道 李老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老教授来找王破军之前 自然已经了解过陈末的基本信息 只听他笑着说道 他叫陈末 第十二章 万年老二 陈末 王破军嘴里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后 不禁说道 他若真的已经完成了萌芽 而且还是多芽的话 那么资质自然不必多说 定然是顶尖妖孽般的天才 只是 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难道他不想在这上万人中 拿下这第一的头衔 老教授文言 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 心思实在难猜 可能是他不在乎这些东西吧 听到老教授的话 王破军快步来到电脑前 啪啪啪几下 输入了陈末的姓名之后 陈末的档案资料 就被调了出来 细细看着陈末从小到大的资料 王破军的脸色 逐渐变得古怪了起来 老教授见状 不由得好奇地问道 怎么 有什么问题 王破军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见他手一滑 一个虚拟面板 便出现在了老教授身前 老教授将面板上的信息 逐条看完之后 不由地笑道 你别说 这小子还真是有意思啊 陈末的档案资料中 记录着他从小到大 在学校的所有考试成绩 一二年级的时候 他次次考试 拿的都是第一 但从三年级开始 陈末就一直稳居第二名的位置 哪怕是到了小生初考试 他的总成绩 依旧是县里的第二名 上了初中 无论大考小考 始终牢牢把持着第二名的位置 中考 总成绩片区第二名 高中时期 月考 期末考 片区连考 都是第二 而他在学校的最后一次考试记录 是大川省等数个省市 组织的第三次联合模拟诊断考试 结果陈末的总成绩 依旧稳居联合榜单第二名的宝座 如果说一次两次考第二 这没什么稀奇的 可陈末从三年级开始 直到高中阶段的最后一次考试 他却次次都能考第二 这里面那自然是大有名堂啊 因为次次考第二 可比次次考第一难多了 这事情 让人听起来都觉得离谱 但他偏偏却做到了 除了奇葩这个词之外 老教授还真不知道 该用什么词来形容陈末了 王破军在看完这些资料后 再是结合到 学习中阶灵气吞吐吸纳法时 陈末是第二个完成入门的人 他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 嘿 这小子居然不喜欢争第一 而是热衷于当个万年老二 万年老二这个词 从来都包含着心酸 不甘和无奈 但到了陈末这里 却是一个都没有 因为他不是没能力争第一 而是不愿去争这个第一 一时间 王破军对这个喜欢当万年老二的小子来了兴趣 至于老教授 毕竟是老智慧 他很快就大致猜到了 陈末这种做法的意义 不争第一 就不会特别地引人瞩目 但若是太过低调 又难免会被人轻视 甚至是无视 所以 隐藏一定的实力 当到万年老二 尺度把握绝对是刚刚好 尤其是在特殊领域中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 其实也不是没人想不到这一点 只是没几个人能真正做到 老教授的大半辈子 经历过了太多的人和事 所以他现在几乎可以断言 沉默将来的成就 必将无可限量 想到这里 老教授也是问王破军道 所以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王破军文言 认真的想了想 既然这小子喜欢当万年老二 也就没那个必要去揭穿他 只要看这最后几天 当第一个完成生命种萌芽的人出现后 他会不会第二个站出来就可以了 至于他是不是多芽 届时一气一厌就能知道 只希望他真的是多芽吧 老教授不解 为什么一定要是多芽 只听王破军解释道 你也知道 我大师兄那个人有点实力 我这不合计着 让他到 替大来给我教几年学生 好歹也是上百岁的人了 一天混迹在各个景区当神棍 给人摸骨算命叫什么事 我跟他好说歹说 他居然死活不同意 我一怒之下 就把他算命的摊子给掀了 他居然不顾师兄弟情面 硬是生生追杀我了上千里 听到这里 老教授不禁翻了的白眼 你求人办事 人家不答应 你就些人摊子 人没打死你 就算好的了 王破军仿佛没看到老教授的白眼 而是继续说道 不过 我知道他那点小心思 不就是一直想收个多芽的学生吗 只是多芽的学生 哪有那么容易收到 几十百万人里面 都不一定能有一个 现在好了 陈墨真要是多芽的话 还怕他不肯就范 嘿嘿 这个老东西 这回算是落我手里了吧 另一边 陈墨并不知道 自己生命中萌芽的事情 已经被人知道了 此时已是下午 他正在上格斗技巧教学课 教官们依旧是像之前那样 教了一个格斗技巧之后 就让学生们两两对练 跟陈墨对练的人 名叫赵松松 来自大京市 同时他也是 第一个向授课导师报告 完成中间灵气 吞吐吸纳法入门的人 因此 赵松松是骄傲的 不过他对只比自己晚了三分钟不到 就完成入门的陈墨 则很是重视 并且 两人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组成了格斗技巧的对练组合 交手之中 几乎是不分上下 大有戚风对手 降雨良才的感觉 在赵松松看来 这大概就是天才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可是今天 却完全不一样了 赵松松能够明显感觉到 陈墨所爆发出的力量 突然变得更强了 说好的惺惺相惜呢 所以当再次被陈墨摔了一个闷吞之后 赵松松盯着陈墨问道 老墨 你老实说 你生命中 是不是已经萌芽了 对于这种事情 陈墨当然不会承认 想啥呢 哪有那么容易啊 听到陈墨的话 赵松松一脸怀疑地说道 那你怎么解释 你的力量突然变强了很多 昨天可不是这样的 你骗不了我 陈墨闻言 颇为无奈 其实他已经在尽可能地 收敛自身的力量了 却没想到 还是让赵松松给察觉了出来 不过他依旧不打算承认 万年老二这个位置 他是不会轻易让给别人的 第十三章 开盲盒 看着一脸怀疑之色的赵松松 陈墨的脑子飞速运转 他必须赶紧想个办法才行 否则一个要弄不好的话 那可就暴露了呀 不过不是陈墨 故意要欺骗谁 而是他长久以来 养成了这么一个留一手 当个万年老二的习惯 要问陈墨这个习惯 是怎么开始养成的 他现在也说不上来原因 只模糊地记得 应该是在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喂了一块糖果 还是什么东西 至于陈墨这些年来 为什么能一直稳居 万年老二的宝座 这可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就拿考试来说 他拿到试卷后 只管做题 感觉到的分数差不多了 就会停笔 靠着这种看起来不太靠谱的方法 不管什么级别的考试 陈墨次子都能拿第二 回到集训场上 只是片刻间 陈墨便记上心来 他看向赵松松说道 真没有那么快 不过从昨天下午开始 我就感觉到 自身生命种萌芽所需灵力 已经快要积攒够了 所以直接苦修了一整个晚上 虽然没能直接萌芽 但提升确实很大 对于陈墨的说法 赵松松显然还是有些不幸 苦修一夜就能提升这么大 真的假的 见赵松松有些狐疑 陈墨则是乘胜追击道 据我保守估计 我的生命中萌芽 也就这一两天了吧 赵松松 你不会是 还差得很远吧 学习中阶灵气 吞吐吸纳法的时候 你就是运气好 才比我先入了门 要知道 我可是很不服气的 果然陈墨这么一击 赵松松就上钩了 他直接接过陈墨 悄然转移的话题说道 哼 我也快了 既然你不服 那咱们就来比比 看这一次 谁能先完成生命中的萌芽 陈墨文言笑着说道 好啊 比就比 但没点彩头 比起来可没啥意思 赵松松文言 问道 你就直说吧 想要什么彩头 陈墨想了想 笑着说道 咱们现在都还是学生 就不玩太大了 这样吧 一顿饭 谁要是输了 就请对方到自己老家 最贵的酒店吃一顿饭 行 那可就说定了 见陈墨提的踩头并不过分 赵松松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别看他神情淡定 但其实心中早已乐开了花 因为这还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 和同龄人定这种君子协定 陈墨眼看将事情糊弄了过去 就说道 来吧 接着练 将赵松松一把拉起来后 两人继续对练了起来 结果练着练着 赵松松突然问道 老墨 我记得你是大川省的学生 对吧 你的老家是在大川省省市吗 陈墨摇了摇头 我老家在小岸市 在市区 不 下辖的临城县 哦 县城啊 不是 我只是在县城的高中读书 老家在一个小镇上 啥玩意儿 赵松松直接炸了 一个小镇上 最贵的酒店能贵到哪去 这狗东西 难怪要说是老家的酒店请客 在这儿等着他呢 见赵松松一副炸毛的样子 陈墨则是淡淡地说道 没听说过那句老话吗 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老家的酒店吃饭便宜 花费可不就是淡如水吗 重点是君子之交 这可是千古美谈 还是说 你打算毁约 赵松松自然没有毁约的打算 不过看着陈墨的脸 他真想一拳给揍上去 这狗东西 真当他赵松松没读过书 君子之交淡如水 有你这么解释的吗 就不怕老庄的棺材板压不住 但赵松松也知道 自己现在貌似打不过陈墨 只是不知道 这狗东西怎么练的 短短一晚上的功夫 居然提升这么大 他已经打定主意 今晚也要尝试一下 指定不能让这狗东西 继续嘚瑟下去了 等到下午的格斗技巧 教学课结束 吃过饭休息一会后 晚上的灵气 吸纳课程 就开始了 由于所有学生 都已经陆续完成了入门 所以这堂课就只剩下实操了 课堂上 心中卯着一股劲儿的赵松松 显得格外的专注 正加紧吸收着灵气 而陈墨表面上 看起来是在吸收灵气 实则却是在暗出出的感知声 命种上的五颗小牙 五颗小牙虽然还很稚嫩 但却充满了勃勃生计 如今已是一阶觉醒者的陈墨 只是需要催动 其中任意一颗小牙 他就可以使用这颗小牙 所赋予他的特殊力量 上午的时候 在老教授解答了他的烦恼之后 陈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试试了 他很想知道 这五颗小牙 会赋予他怎样的特殊力量 只是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当然 现在也不合适 所以 陈墨能做的事情 就只剩下感知小牙的存在了 也因此 今天的两个半小时 便显得格外的漫长 不过在漫长的时间 总会结束的那一刻 当下课的号声响起 授课导师走后 陈墨第一个就窜了出去 他一路飞奔回到宿舍后 就躺到床上 继续等待了起来 晚上十一点一到 宿舍准时熄灯 不过 每间宿舍都配备 有一盏小夜灯 陈墨打开小夜灯 起身将宿舍门 给反锁了起来 经过反复检查 确认没了问题 他又拿着小夜灯 和一节 提前准备好的活树干 来到了卫生间 将卫生间的门 也给反锁了起来 又把小夜灯 放到洗手台上 前期的准备工作 便全部完成了 陈墨按捺住心中的击重 深吸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 自己会被赋予 哪五种特殊力量 这种感觉 真就像是开盲盒一样 随即 伴随着 陈墨心神随之移动 长在生命中上的 第一颗小牙 便被他催动了起来 紧接着 陈墨便感受到一股 特殊的力量 在体内涌现 同时他的脑海中 也自然浮现出了 关于这股力量的描述 他正是五行属性之力中的 金属性之力 金主沙伐 锐不可挡 在五种五行属性之力中 金属性之力 最适合近身战斗 被赋予的第一种 特殊力量是他 陈墨还是非常高兴 和满足的 而后在他的引导之下 金属性之力 便顺着陈墨又 手臂奔涌而出 只见他以手作刀 朝着用你当把镖的 活束干上一切 这节有着成人小手 必一般粗的活束干 直接被切成了两段 看着那光滑无比的切面 陈墨笑得很是开心 这要是再战斗给敌人来一下 那场面肯定很血腥 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开始 陈墨对接下来的 四种力量充满了期待 第十四章 完整的五行属性之力 据陈墨所知 在如今所有已知的 并且有记载的 各种特殊力量中 有十种属性力量 是站在第一体队的 它们分别是时间和空间 光明和黑暗 雷霆 以及五行属性之力 其中 时间和空间 自然不必多说了 这是 两种属于极其稀有 而又极其神秘的强大力量 整个特殊领域界 拥有这两种力量 其中之一的人 总共加起来 或许不会超过十指之数 尤其是时间 属性之力 据传目前为止 只有一个人拥有过 至于光明和黑暗 虽然同样很稀有 但比起时间和空间来 拥有这两种力量的人 却多了不少 不过这两种力量的强大 却是毋庸置疑的 据传国外的特殊领域界 有两个组织 叫做光明神殿和黑暗神殿 两所神殿只收拥有 光明属性之力 以及黑暗属性之力的人 虽然他们成员稀少 但却极其强大 很少有人敢招惹 然后是较为稀少的雷霆 这种力量 可谓是狂暴而又强大 这也是陈默 希望获得的特殊力量之一 原因无他 陈默曾看过一部 自己老爸年轻的时候 存储的一款老旧游戏的 CG动画 其中有个场面 让他倍感震撼 尤其是那句 以雷霆击碎黑暗 更是让他时至今日都印象深刻 所以 在得知觉醒者 会被赋予的力量中 有雷霆属性之力后 他就尤为憧憬期待 雷霆之后 便是五行属性之力了 这五种力量 其实是比较常见的 但能站在第一梯队 显然有着他们的强大之处 除了这第一梯队的 十种属性力量之外 属性力量 还有诸如冰属性之力 毒属性之力 等一系列衍生力量 当然 觉醒者所被赋予的特殊力量 并不只是有属性之力而已 还有其他的 例如心灵感应 念动力 兽化 隐身等类似超能力一样的力量 也不能说 这些力量弱 只是比起第一梯队的 十种属性力量来说 有那么一些的差距 而沉默在开出第一个盲盒之后 就充满期待地开启了第二个 伴随着他 开始催动生命种上的第二颗小牙 一种不同于 金属性之力的特殊力量 便在他的体内 涌现了出来 只是这一次 沉默仍没开到想要的雷霆 第二颗小牙 赋予他的特殊力量 五行属性之力中的目属性之力 虽然没开出雷霆 但沉默却激动不已 因为目属性之力好啊 目主生机 反眼生息 五行属性之力中 目属性之力以治疗为主 堪称移动奶妈 当然 目属性之力不仅仅能够治疗 对于被赋予这种力量的觉醒者来说 目属性之力有着 能够滋润自身 增强生命力的效果 同时 这种效果 还可以施加给其他的对象 比如 沉默手中握着那半截活树干 于是他便引导着 体内的那股力量 从左手臂汇聚到了掌心中 然后这股力量 便慢慢地进入了活树干之中 前后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沉默手中的这半截活树干上 竟是长出了一颗嫩牙 不过 对他自身灵气的消耗 却非常的大 但看着那颗嫩牙 沉默那么要有多惊喜 就有多惊喜了 拥有金属性之力的他 再加上目属性之力 战场上长时间的近身交战 沉默将无惧无畏 若是再加上图属性之力的 强大防御力的话 那他岂不是无敌了 一想到这里 沉默的脸色也是 不禁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 他获得的前两种力量 分别是金和木 下一个别不是水吧 因为他的生命种上 刚好有五颗小牙 这不就正好对应了 五种五行属性之力吗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他岂不是真正的无敌 没有明显短板存在了吗 酷酷酷酷 想到这种可能性 沉默不禁小声地笑出了声来 为了验证心中所想 他开始催动起了第三颗小牙 然后 沉默笑得更开心了 因为他获得的第三种特殊力量 正是水属性之力 五行属性之力中 水主守护 净润万物 水虽然和木一样 都可以用以治疗 但除了治疗的效果之外 它还可以清除 几乎所有的负面影响 达到类似解毒一样的效果 当然 水属性之力 也可以用以攻伐之中 并且也很强大 只是没有金属性之力 那么的锋芒毕露 而现在水已经出现了 沉默猜测下一颗小牙 赋予他的力量 必然就该轮到火了 果不其然 正如他猜测的那样 在催动第四颗小牙之后 第四种特殊力量 在他体内涌现 它正是五行属性之力中的 火属性之力 火煮毁灭 万物无存 火属性之力 是狂暴的 具备极其 强大的破坏力 有了它 沉默不单可以 对敌人展开近身攻法 还具备了对敌人发动远程 毁灭打击的能力 这可真是妙啊 无疑 沉默此时 心中已是乐开了花 现在 他就只剩下最后一个 盲盒没开了 于是 带着难以压抑的激动心情 沉默开始催动起了 最后一颗小牙 结果 没有丝毫的意外 他被赋予的最后一种能力 正是五行属性之力中的土 土主防御 无物不容 有了它 沉默的短板 就被补齐了 只要不碰到实力 特别变态的对手 他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所以什么雷霆 只能委屈他 麻溜的滚一边去了 酷酷酷酷酷 又在卫生间里 暗自激动了一会儿 沉默顺便洗了个澡 然后 他才拿着断成两半截的活树干 以及小叶灯走了出来 这一晚 沉默睡得格外的香甜 他甚至还做起了一个 成为超级强者的梦 只是他的这个梦 没能做完 大概在凌晨5点20左右 距离起床号吹响 还有将近50分钟的时间 睡得正香甜的沉默 被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惊醒 蹦蹦蹦 而除了拍门声外 还有一道像是 癫狂了的声音传来 老默 老默 快开门 被拍门声突然惊醒的沉默 很是恼火 他根本不想去开门 可门外那人显然 他一副不开门 就不停下来的架势 没办法 沉默只好穿上衣服 去打开了宿舍门 门一开 借着楼道的灯光 他就看清楚了 这个扰人美梦的人是谁 果然 正是赵松松 因为所有学生中 会喊沉默叫 老默的人 目前也就他一个了 更为关键是 这狗东西 浑身上下 居然就只穿着一条 摇裤就来了 沉默强 忍着想要一脚踹死 赵松松的冲动 开口问道 你特么大清早的这束打扮 试想干嘛 第十五章 嘚死的赵松松 沉默的话才刚说完 赵松松便急不可耐地 抓住了他的肩膀 看着他那略微 有些扭曲的面孔 沉默不禁心生防备地问道 赵松松 你 你特么地想干什么 只见赵松松一把搂住沉默 用十分激动 而又亢奋的语气说道 老默 我萌芽了 哈哈 我的生命中 完成萌芽了 听到赵松松的话 沉默心中 可谓是一万头草泥马奔过 不就是生命中萌个芽而已 你他特么用得着这么激动 虽然 也算是情有可原 毕竟沉默之前也这么激动过 可一想到这狗东西 扰了自己的美梦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且被一个只穿着 摇替的大男人抱住 沉默浑身那叫一个不自在 一把将赵松松强行推开后 他没好气地说道 赵松松 你大爷的 知不知道扰人美梦 是一件非常过分的事情 可是我萌芽了呀 赵松松再次强调了重点 看着这狗东西 一副天大地大 他生命中萌芽的事 最大的嘚瑟模样 沉默就气得牙痒痒 他真的恨不得 一巴掌扇到赵松松的脸上 不过看在他生命中萌芽后 穿着个遥控 就来通知自己的份上 沉默实在是说不出 更过分的话来 虽然这货很可能 更多的是来显办 不过谁叫自己心肠软呢 唉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沉默由衷地祝贺道 赵松松同学 恭喜你 听到沉默的话 赵松松的尾巴 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只见他用一只手 拍了拍沉默的肩膀 然后用一副 语重心长的语气说道 小莫啊 不要回信 虽然这一次 又是我领先了你一步 可你还是很有潜力的 好好努力 争取早日完成 生命中的萌芽 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可以来问我吗 凭咱俩的关系 我还能藏着掖着不告诉你 哈哈 能先一步于沉默 完成生命中的萌芽 显然让赵松松高兴极了 以至于 他就装上了 之前还称呼沉默为老莫的 现在直接降级成小莫了 可谁让他赵松松 现在是集训场 一万多名学生中 唯一的一阶觉醒者呢 不过他也知道 沉默可能很快就会追赶上来 所以此时不装 更待何时 看着赵松松那得瑟欠打的样子 沉默真的差一点就破功了 只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以此来让自己保持冷静 而赵松松看自己 显白的目的已经达到 又见沉默处于快要爆发的边缘 他哈哈大笑一声之后 便屁颠颠地回自己宿舍去了 沉默看着赵松松离去的身影 心中不禁暗道 这狗东西 咋就这么能气人呢 其实 沉默以前也不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毕竟常年待在万年老二的位置上 难免会受到了某些不对付的人的冷嘲热讽 面对这些冷嘲热讽 沉默从来都能平静对待 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真的差一点就破功了 看来 我的素养还是不够啊 关上宿舍门后 沉默在心中暗自反省 当然 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赵松松这狗东西 兴许和他八字犯冲也不一定 而由于美梦被打搅了 脚自然是睡不成了 沉默干脆盘坐在床上 补充起了 昨晚试验自身五行属性之力时 消耗掉的灵气 同时 现在赵松松已经完成了生命种的萌芽 那么他也应该找个合适的机会 将自己记赵松松之后 完成萌芽的事情挑出来 想到赵松松刚才那得瑟的模样 沉默顿时便记上心来 时间来到早上六点十分 起床号吹响 沉默换上做训服 洗漱完成后便来到了集训场上集合 哟 小莫来了 赵松松见到他到来 迎上来挑了挑眉 那嘚瑟的模样 真是越来越欠打了 沉默翻了个白眼 不禁问道 你生命中萌芽的事情 报告上去了吗 谁知赵松松却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然后小声地说道 还没呢 待会儿就报告 这狗东西 明明可以在学生宿舍楼下的管理处报告 他却偏偏不 看着集训场上逐渐集合起来的各个学生方阵 沉默已经大概猜到了赵松松想要做的事情了 显然赵松松是准备在跑操的时候 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显摆一次 不过这样一来 沉默的计划就得做些许调整了 很快 所有学生方阵便集合完毕 早操即将开始 就在这个时候 站在沉默身旁的赵松松却是突然出声道 报告 讲 报告教官 学员赵松松经过昨夜一整晚的苦修 于今日凌晨5点17左右 完成生命种的萌芽 报告完毕 请指示 赵松松报告的声音很洪亮 但却只有周围几个方阵的学生都能清楚地听到 可不同学生方阵之间 一些学生可能是来自同一学校的 所以 等到早操结束之后 要不了多少时间 所有学生都会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一个叫赵松松的学生 领先于其他所有人 率先完成了生命种的萌芽 这一首十三桩的 沉默都无话可说了 而带队教官在听完赵松松的报告后 脸色不惊一喜 第一个完成生命种萌芽的学生出现 这可是好事 于是只听教官说道 学员赵松松 初恋 是 在又朝着沉默笑了笑后 赵松松就从学生方阵中走了出来 带队教官用随身携带的扫描仪 扫了他的腕表后 便让他到集训场边等候 随即 赵松松便屁颠颠地朝着场边跑去 这一刻 他可谓是极万千瞩目于一身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就快要飘起来了 不过就在赵松松即将快要飘起来的时候 沉默那同样洪亮的声音 也是响了起来 报告 讲 报告教官 学员沉默 经过多日以来的苦修 于今天早上六点十分 起床号响起之前 成功完成生命种的萌芽 报告完毕 请指示 第十六章 沉默的报复 沉默的话让周围的学生方阵一阵骚动 什么情况 居然又出现了一个 生命中这么好萌芽的吗 我 可我怎么没这种感觉啊 难道是我太笨了 见学生方阵闹哄哄的 几个带队教官喊道 宿敬 顿时 全场便安静了下来 而沉默所在学生方阵的带队教官 则是面色一喜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一大早的 居然好事成双 不过 这确实值得高兴 只见他 看向沉默说道 学员沉默 初恋 是 随即 沉默从学生方阵中走出 带队教官 依旧是用扫描 以扫了沉默的腕表后 便让他到集训场边等待 于是 沉默便跑步来到了场边 站在了赵松松的身旁 赵松松自然也听到了 沉默刚才的报告声 他看着一脸淡然地 站在自己身旁的沉默 一双眼睛瞪得贼大 笑 老默 你 你 我 见赵松松半天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沉默则是淡淡地说道 赵松松同学 怎么 你是不是很惊讶呀 赵松松当然惊讶了 他虽然早就知道 沉默很可能会迅速就追赶上来 可打死他也不会想到 沉默居然会追得这么快 这是一点喘息的机会 都不会他 赵松松原本还打算 在沉默面前 继续显摆一会儿呢 现在还显摆个屁啊 沉默转头看了一眼 赵松松那精彩的面部表情 又接着说道 其实是真要说起来的话 还得感谢赵松松同学你呢 感谢我 赵松松可不记得 自己干过什么能帮助沉默 完成生命中萌芽的事情 见他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 沉默淡笑道 怎么 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哼哼 要不是你五点多的时候 整的那一出 我也就不会奋发图强 奋勇苦修了 终是皇天不负苦心人 到底是让我迈过了那最后的一步 成功完成了生命中的萌芽 赵松松同学 你说我是不是该好好地感谢你啊 虽说生命中的萌芽 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可赵松松总隐约地觉得 事情发生得太过巧合了些 他甚至怀疑 沉默是不是早就先他一步 完成了生命中的萌芽 只是一直没有说出来 但问题是 赵松松拿不出任何证据来 而且 沉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对于这个问题 赵松松实在是想不明白 可有一件事情 他却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 沉默这狗东西 刚刚说的这些阴阳怪气的话 完全就是在报复他 报复他早上的时候 扰了他的美梦 而经沉默这么一报复 赵松松完成生命中萌芽的喜悦 可谓是当然无存 心里甚至还有些发堵 此刻 他正黑着一张脸 什么话也不说 沉默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哭哭一笑后 就不再言语 沉默和赵松松 和集训场边没等多久 一个工作人员便赶到了这里 在他的带领下 两人来到了集训场主大楼的地下 随后两人 在登记了各自信息之后 便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各自躺进了一个检测舱里面 随后 针对两人的检测便开始了 与此同时 接到通知的王破军也赶到了这里 本来这种小事 是不会惊动到 他这种级别的大佬的 但自上次从李教授那里 知道了有关沉默的事情之后 他就一直惦记着 沉默可能是罕见的多雅 因为这可关系到 他能不能将他那不争气的大师兄 给忽悠到T大来 为此 王破军甚至还专门在系统中 建立了一条备忘录 所以 沉默在集训场上刷万表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 王破军来到这里后 就静静地等待最终的结果 不多时 沉默两人的检测结果便出来了 数据观察室里 几个工作人员看着屏幕上的数据 直接就惊呆了 而饶氏以王破军的心性 也是感到无比的震撼 妖孽二字 更是脱口而出 不过王破军 到底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物 心境很快就平复了过来 看着屏幕上沉默两人的检测数据 他眼中闪过一阵精芒 其实赵松松的检测数据 还在王破军的接受范围之内 赵松松的生命中等阶 为七阶 生命中等阶 可以看作是一种 觉醒者成长潜力的量化体现 不过 他在目前已知的 生命进化层次的九个阶段 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作用来 这一点 目前的特殊领域界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 但有一点 在特殊领域界 是公认的 那就是 拥有七阶生命中的觉醒者 绝对算得上是 顶尖天才 赵松松是单雅 但他被赋予的特殊力量 是排在时间和空间 光明与黑暗之后的雷霆 有这种强大力量的加持 赵松松将来的成就定然不低 而像赵松松这样的顶尖天才 虽然数量比较稀少 但龙国并不是没有 王破军自己就是 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因此 赵松松的检测数据 虽然让他很惊讶 但仍在他的接受范围之内 真正让王破军感到震撼的 是沉默的检测数据 他的生命中等阶 居然是九阶 可要知道的是 生命中等阶划分 最高才九阶啊 并且在特殊领域界 九阶生命中 是不是真的存在 一直有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直到今天 沉默接受检测之前 九阶生命中 只存在于各地发掘出的 少量古籍记载中 并且在这些古籍之中 对九阶生命中的描述 也是极少的 因此 王破军怎能不震撼 除此之外 沉默还真就是多雅 不过他的多雅 显然超过了王破军的预计 原本他估摸着 沉默的生命中 顶多也就是萌发个双雅而已 哪曾想 根本就不是什么双雅 而是各种古籍之中 都未曾出现过记载的武牙 并且 武牙赋予他的五种特殊力量 还是完整齐备的五行属性之力 这样高阶生命中 这样的多种特殊力量均衡搭配 除了让王破军感到震撼之外 更多的是羡慕 甚至还有一丝丝莫名的嫉妒 跟沉默比起来 顶尖天才算个屁啊 T&ND 这同样都是人 差距真的是一言难尽哪 在很好地收敛了自身的小情绪之后 王破军也是当即下令到 即刻起 封存所有有关学员沉默的档案资料 其档案封存等级为绝密 今日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 全部需要签署相关的保密条例 第十七章 王破军的呼吊 随着王破军的一声令下 数据观察室中的几个工作人员 便将系统中 所有关于沉默的档案资料 全部封存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他们便走出了观察室 等待保密工作人员的到来 另一边 从检测舱中走出的沉默两人 已经通过检测舱内部的信息面板 知道了自己的检测数据 原本心中发堵的赵松松 此刻又高兴了起来 因为他的生命中等级 居然达到了七级 这可是一个很高的数值啊 至于自己被赋予的特殊力量 赵松松在完成萌芽之后 就已经知道了 本来凌晨五点多 去拍沉默宿舍门的时候 他就想在沉默面前装一搏的 但当时看到沉默快要爆发了 这才无奈作罢 而在集训场边上等待的那段时间 却因为沉默的添堵 让赵松松直接就忘了这茬事情 不过好在他现在记起来了 所以准备找个机会再显摆一下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先打探一下沉默的情况再说 只见赵松松看向沉默 一脸好奇地问道 王莫 情况怎么样 生命中几阶啊 被赋予的什么特殊力量 听到赵松松的问话 沉默一脸纠结 九阶生命中 五种特殊力量 这真要说出来 肯定能打击到赵松松的吧 可虽然打击赵松松很爽 沉默真要把自己的检测数据说出来的话 那岂不就相当于直接自爆了 但不说吧 这狗东西一定会追问到底 指不定会干出半夜拍门这种事情来 难道随口编个数据忽悠他 可沉默还真有点过意不去 就在沉默左右为难的时候 王破军带着一个工作人员来了 看到王破军 两人都是比较惊讶的 连忙行李喊了一声不掌 王破军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沉默 赵松松 你们两个都非常的不错啊 真不愧是我龙国的精英天才 听到王破军的夸奖 赵松松直接就飘飘然了起来 作为龙国大惊士人 他可是听说过不少关于王破军的事迹的 能被这样一位大佬当面亲口夸奖 这可是回家后都能拿出来显摆一番的事迹啊 至于沉默 则是腼腆地笑了笑 那模样 真就好似一个腼腆小男生啊 王破军在夸了两人几句之后 又继续说道 你们能在今天就完成生命中的萌芽 潜力资质自然是不用多说 因此 我可以做主 让你们自行挑选想要去的替大分校 之前沉默他们 在通过了集训考核之后 就曾被告知 等到特训课程结束 他们会被随机分配到十五所分校 不过由于T大今年刚成立 十五所分校也没个实力排名划分什么的 所以 学生们对这个分配方式并不抵触 并且他们到目前为止 甚至连这十五所分校的位置 在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 阿帕王破军说让沉默两人自行挑选 他们也不知道该从何挑选起 但王破军可不管这个 只听他说道 你们要是不知道怎么选 我倒是可以给你们透露一些消息 T01分校 就坐落在大精神 沉默和赵松松看着王破军 等待他后续的话 结果王破军却摇了摇头 表示没有后续了 沉默两人顿时就有些无语 你直接就告诉我们 想要让我们选T01分校不就成了 用得着搞这些弯弯绕 赵松松倒是并不介意 毕竟他家就在大精士 选T01分校的话 回家那叫一个方便 但沉默的家可不在大精士 所以他还是想考虑一下 其他离大川省比较近的分校 王破军见沉默不为所动 又是说道 国家对于T大的成立 给予了你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支持力度 而15所分校建校 得到的中枢拨款和政策支持 都是同等力度的 但T01分校 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 便决定了 他注定与其他分校会有所不同 我也不瞒你们 T01分校将是 T大如今15所分校中 唯一拥有九阶觉醒者 担任授课导师的分校 王破军说完 便不再言语 沉默和赵松松 则皆是震惊不已 九阶觉醒者 那可是无敌的代名词 站在生命层次进化顶端的超级强者啊 有这样的超级强者担任授课导师 哪怕只是偶尔指点一下 那也将是授意无穷啊 至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沉默两人都没怀疑 毕竟王破军可是荣国教育部部长 国家的颜面代表之一 他这样的大人物 用得着来忽悠他们两个小角色吗 此刻 沉默无疑是异动的 只是这个时候 落后于王破军半个身位的那位工作人员 却是微微埋下了头 若是走近看的话 就能看到他正在强忍效应 因为他知道 王破军又在忽悠人了 九阶觉醒者担任授课导师 真亏他说得出来 那可是堪比人形蘑菇蛋 拥有着战略意义的强大存在 虽说国家对T大的成立 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力度 甚至专门调集了一批特殊领域的高手 到各分校担任校长以及授课导师 比如担任T大15所分校的校长 那都是清一色的七阶强者 就这已经算的是上市超高配置了 所以连八阶强者都没有 更何况九阶呢 也就这两个出入特殊领域的傻小子 根本不清楚九阶强者的重要性 才傻乎乎的信了 不过他自然不会去揭穿王破军 赵松松在得知T01分校有九阶觉醒者 当授课导师后 便已经决定选T01分校了 他甚至还劝说陈默和他一起选这所分校 陈默虽然一动 但也没有直接做决定 王破军也没催他 而是招了招手 随即便见站在他身后的那名工作人员 递给了他一个文件夹 将文件夹打开 王破军取出两张单子 分别递给了陈默两人 这是你们的检测数据 虽然你们已经在检测舱里看过了 但这纸质材料的检测单 还是要给你们的 毕竟重要的个人资料存档 还是要以纸质材料为准 赵松松接过检测单一看 上面的数据和他之前看到的没两样 但陈默的检测单 却是和之前完全不同 生命中等剑 从九戒变成了七戒 生命中萌发的小牙 也从五牙变成了双牙 看着手中的检测单 陈默眉头微皱 然后他下意识地看向了王破军 而王破军 则是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陈默想到 王破军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自己隐瞒 但至少这样一来 能给陈默省去不少的麻烦 所以他朝着王破军 微不可查地点了一下头 见陈默领回到了自己的意思 王破军接着说道 要不要去替零妖分校 你们不用急着 现在就做决定 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明天下午一点之前 给我一个答复就行了 去吧 说完 王破军摆了摆手 陈默和赵松松行了一礼后 便离开了这里 看着陈默离去的背影 王破军不由得感慨地说道 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子 第十八章 土木雷双结 从集训场主大楼的地下出来 赵松松便一把抢过了 陈默手中的检测单 咦 七接 对此 他倒并不是多么的意外 毕竟陈默这个狗东西 好歹也是集训场上万名学生中 唯一一个能追得他 喘不过气来的人 那么他的潜力资质 必然不会跌 果不其然 陈默的生命中等级 居然和他一样都是七接 同属顶尖天才之列 有这样的潜力 真不愧是他 赵松松看中的人啊 心中这样想着 赵松松继续往下看 可当看到陈默的检测单上 特殊力量一栏 居然标注有两种力量的时候 他整个人直接就骂了 呆着了好一会儿 赵松松这才回过了神来 只见他一脸震惊地 看着陈默问道 老 老默 你 你居然是双牙 将自己的检测单 从赵松松手上抽回 陈默一脸风轻云淡地说道 双牙而已 有什么问题吗 听到陈默的话 赵松松心态瞬间就崩了 还双牙而已 有什么问题 问题大着呢 赵松松被赋予的特殊力量 乃是雷霆 若陈默只是单牙 那他被赋予的力量 只要不是时间和空间 光明与黑暗这四种 那赵松松 就有在陈默面前显摆的资本 可现在陈默居然是双牙 被赋予的力量 还是五行属性之力中的木合土 这两种属性之力 虽然不善于攻法 但好歹也是 站在第一梯队的 更何况 单牙的雷霆 在双牙的木土面前 好像也没啥可显摆的 不能在陈默面前显摆 让赵松松 可谓是十分的难受 看着赵松松 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陈默不禁问道 你的特殊力量是什么 只听赵松松有气无力地回道 雷霆 卧日 你这是走狗屎运了吧 陈默之前就挺想要雷霆的 可惜直到最后 都没能开出来 结果赵松松这狗东西 居然获得了 真是苍天无眼哪 于是 陈默看向赵松松说道 要不 咱俩把能力换换 听到陈默的话 赵松松当即不住地摇头表示 打死都不换 开玩笑 他虽然羡慕陈默是双牙 可木合土的组合 那不就是个打不破的乌龟壳子吗 让他用帅气霸道的雷霆去换 除非他喝了很多假酒 外加脑子抽抽了 才有可能 想到这里 赵松松就又快活了起来 只见他眼睛一转 随即搂着陈默的肩膀 笑呵呵地说道 老莫呀 我觉得咱俩的能力 完全可以弄个组合呀 你的木土 主治疗和防御 我的雷霆 主攻阀 对敌之时 你完命死扛挡伤害 我抓住机会疯狂输出 怎么样 想想就无敌了呀 对于赵松松的提议 陈默表示并不怎么样 这狗东西真把他乌龟壳子使呢 还玩面死扛挡伤害 我去你大爷的 也不知道部长是怎么想的 居然给他登记的是 这两种能力 你好歹来个善于攻伐的金 或者是火呀 哪怕是来个水 也好过木合土的组合啊 此时陈默的心中 可谓是满满的怨念 赵松松见陈默不同意组合 也是劝他再好好想想 他连组合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就叫土木雷双结 同时 他又劝陈默和他一起选替灵妖分校 老默你也看到了 王破军部长 就是希望我们能去替灵妖分校 陈默自然知道这一点 可他还是想再好好考虑一下 赵松松见状 没好气地说道 这有啥好考虑的 替灵妖分校 可是有九阶觉醒者 担任授课导师的 你去其他分校 那耽搁的只能是你自己 说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表示 若陈默答应去替灵妖分校 等到了大惊事 他就带着他去好好地享受一番 吃喝玩乐的费用 他全报 眼见陈默一就不为所动 赵松松只好拿出最后的杀手锏了 我有个大三岁的唐姐 叫赵然然 他个人能力强的 那是没话说 只是脾气不是特别好 不过长得却贼漂亮 而且 他最欣赏的就是像你这种小白脸一样的天才 你要是答应去替灵妖分校 我就把他介绍给你认识 怎么样 我够意思吧 赵松松一副沉默不答应 肯定会后悔的样子 但沉默只想问他一句 你这样做 你唐姐知道后会不会打死你 同时 既然王破军摆明了 想让他去替灵妖分校 就算沉默不选替灵妖 最后也一定会被随机分配到替灵妖 所以 沉默其实根本没得选 唉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看着 还在喋喋不休的赵松松 沉默没好气地说道 行行行 我答应 选替灵妖分校 这下总想了吧 不过 你唐姐就不用介绍给我认识了 见沉默答应了下来 赵松松黑黑一笑 这下子他的土木雷双结组合 可就有着落了 至于对沉默说的最后一句话 赵松松则是十分不屑地 撇了撇嘴 这狗东西 还装上了 之前他没提唐姐的时候 说什么要好好地考虑考虑 一提要介绍漂亮的唐姐 给他认识 转过头就答应了 不过男人嘛 都是口是心非的 赵松松实在懒得揭穿他 随后 两人便来到了餐厅吃早饭 此时 早操也刚刚跑完 同一方阵的一些学生 看到两人 便纷纷围了上来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 询问两人的情况 只要有可以显摆的机会 赵松松从来都不会犹豫 他的七阶生命种 和雷霆属性之力 自然是让众人一阵 羡慕加嫉妒 赵松松 甚至还现场来了一首 掌心雷霆的表演 引得众人一阵惊呼 不过他现在的掌心雷霆 也就是个样子祸 忠看不忠用 赵松松想要发挥出 自身雷霆属性之力的 真正威力 还得学习 灵能战绩之后才行 但只有进入T大之后 才会有灵能战绩可以学 而沉默本想低调 但奈何赵松松却不允许 经过他的嘴 大家便知道了 沉默的七阶生命种 以及木土双属性之力 这一下子 众人更受刺激了 而眼看明天就是 特训课程的最后一天了 一些人心中发狠 决定今晚也像赵松松 那样来一次通宵的苦修 保不齐 明天生命种就萌芽了呢 第十九章 井喷式的爆发 当初能够通过体制检测 满足报考T大条件的学生 不敢说资质天赋 都是顶尖的 但也绝对不算差 否则他们也不可能 在如今灵气稀薄的大环境下 完成生命种的自主觉醒 而能够在一个月的集训考核中 一边哭一边咬牙坚持 最终留下来的这些人 意志力方面的强大 更是不用多说 因此 大多数人在修炼上 肯定是没有偷懒的 在过去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中的一些人 所积攒的灵气 其实差不多已经来到了 足以支撑生命种萌芽的灵界点 这些人现在所欠缺的 不过是那最后的灵门一角而已 如今 陈默和赵松松 率先完成生命种的萌芽 他们一个个 自然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大家都是学生 接受的特训课程内容 也都是一样的 凭什么陈默两人能完成萌芽 他们却不能 没谁愿意承认 自己会比别人差多少 能不能证明自己 就看这最后一个晚上了 因此 当天晚上的课程一结束 很多人便急匆匆地 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不等熄灯 简单洗漱之后 就盘坐在床上 开始了奋斗 还别说 可能是陈默 两人带来的刺激 真的起了作用 十二点一过 就是七月三十一日了 从凌晨三点开始 便陆续有人 完成了生命种的萌芽 等到早上六点十分 起床号响起 这些完成了生命种萌芽的人 便迫不及待地赶往了集训场 本来他们可以直接在宿舍楼下的管理处报告的 但有赵松松和陈默的先例 他们自然是怎么显摆怎么来 于是 等到集训场之上 各个学生方阵 集合完毕 即将开始跑操的时候 早已按捺不住的学生们 便开始了他们的操作 报告 讲 学员贺无忧 经过昨夜一整晚苦修 于今日凌晨三点零七分左右 完成生命种的萌芽 报告完毕 请指示 听到这样的报告 站在沉默身旁的赵松松 不禁撇了撇嘴 过分 这人居然抄袭他的创意 但带队教官 可不管这是不是抄袭 他只会认为这是好事 可还等他 让这个教贺无忧的学员出列 学生方阵中 又有人打起了报告 报告 报告 刹时间 整个集训场之上 打报告的声音 此起彼伏 带队教官们意识到 这是出现警喷式的爆发了呀 可真让学生一个个报告完 那得报告到什么时候去 于是 当即就有一个教官 用随身携带的通讯器 连接上了集训场上的广播频道 随即 一到广播便在集训场上响起 所有学生注意 所有学生注意 凡是完成生命 肿萌芽的人 不需要再进行报告 直接出列 凡是完成生命 肿萌芽的人 不需要再进行报告 直接出列 广播一结束 不少学生 都是一脸的懊悔之色 早知道会这样的话 就该早一点吼的 现在广播都已经通知了 那肯定是显卖不成了 没办法 这些完成了生命肿萌芽的学生 只好陆续乖乖地走出学生方阵 等到各自方阵的带队教官 扫了他们腕表之后 他们这些人 就都来到了集训场边 等待工作人员的到来 不过别看刚才学生们 喊报告的时候 好一副声势浩大的样子 但最后 统计出来的人数 也就763人而已 很快 接到系统通知的工作人员 便来到了集训场 随后 这些人便跟着工作人员 去接受检测了 等到他们全部检测完毕 汇总数据便会被送到王破军那里 由于今天已经是特训课程的最后一天了 会有大量的学生完成生命肿的萌芽 王破军并不会觉得奇怪 毕竟国家在这个集训场 可是投入了大量的钱财和修炼资源的 要是没有大量的学生完成生命肿萌芽 那他才会觉得奇怪呢 而且 在这批学生开始特训后一周 就有专家们对他们做了一个预测评估 最后的结论 是经过一个月的特训课程 这批学生中 预计将会有500人左右 完成生命肿的萌芽 别看这个数量 相较于1万多的总人数 还说很少 但其实已经相当可观了 这个预测报告 倒也符合 王破军最初的心理预期 可当他今天看到会总上来的真实数据的时候 却是着实吃了一惊 居然有763个学生 完成了生命肿的萌芽 这数字 已经超出了当初专家们做出的预测 评估200多 尽管这些人里面 并没有再出现 像沉默这样的妖孽级天才 甚至连赵松松这样 生命肿达到7阶的顶尖天才都没有 但生命肿达到6阶的超级天才 却是有53个 达到5阶的天才 有137个 至于剩下的 则全部都是颇具潜力的4阶 他们这些人的潜力 虽然比不上数量 更为稀少的妖孽级天才和顶尖天才 但一旦成长起来 无疑将是未来支撑 启龙国特殊领域半边天的中间力量 因此 在看到这样的汇总数据之后 王破军虽然吃惊 但更多的 还是感到欣慰和喜悦 700多个完成生命中萌芽的学生 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力量 其中 拥有雷霆的虽然只出现了3个 但掌心雷霆的显白拳 显然不再是赵松松所独有 为此 他非常的不开心 听着赵松松在耳边的穴道 陈默真想一把掐死他 这狗东西 昨天一个人独享了一天的显白拳 居然还不知足 等到上午的课程结束 陈默便带着絮絮叨叨的赵松松 来到了集训场主大楼 本以为 直接跟工作人员报告一声就可以了 却没想到 工作人员见到两人到来 直接将他们带到了王破军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 王破军看向陈默两人问道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吗 赵松松一脸笑意地回道 部长 我们都想清楚了 就选替零妖分校 王破军闻言 看了一眼陈默 陈默点了点头 见状 只听他笑着说道 这就对了吗 我相信 你们今后一定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紧接着 王破军继续说道 你们两人都是难得的顶尖天才 有些话我只在私底下对你们说 特殊领域界虽然整体上是一致对外 但有人在的地方吗 难免就会有一些龌龊事情发生 所以在你们拥有足够的自保能力之前 保持适当的低调不适为一种稳妥的做法 明白吗 王破军的话既像是对喜欢显摆的赵松松说的 又像是对修改了沉默的检测数据的一种解释 但不管是哪种意思 两人皆是其声达到 明白 去吧 王破军挥了挥手 示意两人可以回去了 陈墨元本想支开赵松松 看能不能向王破军问一下牛大爷的情况 可这狗东西直接拉着他就走 出了办公室 赵松松一脸沉思之色的问道 老墨 你说部长的那句话是不是对我说的 陈墨哼哼了一声 回道 你说呢 嘶 细细一想 好像还真是 想不到部长他老人家 竟是对我如此的看重 只是 见赵松松一脸为难之色 陈墨好奇地说道 只是什么 只是像我这么优秀的顶尖天才 那就是想低调也低调不了啊 听到赵松松如此自恋的话 陈墨可谓是一阵无语 他就真没见过 有像赵松松这么厚脸皮的人 第二十章 特训结束 回家 等到下午的格斗技巧 教学课结束 学生们并未立即解散 因为他们的分校名单出来了 九部露面的十五位校长 再次在集训场上现身 随着他们的一声令下 学生们开始根据各自腕表上 接收到的分校代号战队 不出意外 陈墨和赵松松都被分到了T01分校 站在T01分校队伍中 赵松松正一个劲地朝着陈墨几眉弄眼 陈墨实在是不想理会这狗东西 于是全当作没看见 很快 全场17321名学生 便有序地完成了战队 其中 T01至T11分校 各分配有1155人 T12至T15分校 则分得1154人 各分校所分得的人数 差距不大 15位校长 对此倒没啥看法 不过有一点 却是让除了T01分校校长之外的 14位校长 感到很是不满 那就是 凭什么这批学生中 维尔的顶尖天才 全都分到了T01分校 偏偏 T01分校校长得了便宜 还要卖怪 说什么顶尖天才 虽然成长潜力大 但培养起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只是当有其他校长 问愿不愿意 把这两个学生 换给他们的时候 他却说 什么也不愿意 紧接着 集训场上的广播响起 宣讲了后续事宜的安排 首先 今晚最后的一堂 灵气吸纳教学与实操课 仍将继续开课 所有学生不得缺血 不过等到明天 也就是8月1日的早上 学生就可以离开这里 各回个家了 所有学生回家后 只有短短十多天的休息 放松时间 等到8月20号 他们就需要到 各自所在的分校完成报道 同时 学生可以提前到校 但不得早于8月17号 T大个分校 目前实行的是 封闭式教学管理 所有学生们 前往报道的时候 只需要携带一些 本人的换洗衣物即可 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需要带 也不建议学生家长 陪同报道 在当前阶段 T大的校园 不会对外开放 最后 希望学生们回家后 严格遵守保密条例 任何有关特殊领域的消息 都不能泄露出去 广播结束 各分校校长 跟所在的学生方阵 讲了一番话后 学生队伍就陆续解散了 时间来到晚上9点半 特训课程的最后一堂课结束 和许多人一样 陈默匆匆赶回了宿舍 他们都准备在 离开集训场之前 再熬最后一个通宵 只是当陈默他们 踏进宿舍大楼的时候 却发现 大楼里面的灵气浓度 已经恢复到了 和外界一样的程度 薅不到集训场的 最后一波羊毛 让众人很是受伤 没办法 那只好早早地洗完澡 然后上床睡觉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每个学生都早早地 起了床上 毕竟离家已经两个多月了 回家的诱惑 还是非常大的 众人将各自的床位收拾好 来到餐厅吃过早餐后 便来到了集训场上 按照规定 学生从哪个省市的集合点来的 就会被直接送回 到相应的集合点去 所以 赵松松想要跟着去 陈墨老家吃饭的愿望 直接就落空了 这不 这狗东西 正死死地扒拉着陈墨的肩膀 表现出一副 伤心欲绝的模样 陈墨压根就不吃他这套 奈何赵松松 就跟狗皮膏药一样 怎么都甩不掉 可两个大男人 在大庭广众之下 拉拉扯扯的 像什么样子 不得已 陈墨只好咬着后槽牙说道 这么多同学看着呢 你特么能不能不要这样 答应过你的事情 我自然不会实验 欠你的那顿饭 一定会找机会 给你补上的 听到陈墨的话 赵松松笑着说道 你可不要骗我 不然 我就不把堂姐介绍给你认识了 其实赵松松在乎的 并不是陈墨的那顿饭 而是陈墨这个人 他虽然只和陈墨相处了一个来月 却是打心底里 认可了陈墨 把陈墨当做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来对待 陈墨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呢 可赵松松这狗东西 有时候真的太气人了 以至于让陈墨时常有一种 想要一脚踹死他的冲动 经过一番好说歹说 赵松松这才松开了陈墨的肩膀 不过在在场其他人的眼中 两人的举动就显得有些太过亲密了些 以至于几个被分在T01分校 并且关注陈墨已久的女同学看见后 他们直接就打消了 想要找陈墨说说话的想法 很快 官方专门调集的一批特快专列就来了 学生们以各自来时的省市为单位 开始陆续登车 反乘时的速度很快 只是数个小时后 陈墨就回到了位于大川省省城的集合点 拿到了自己的手机 以及换下的衣物之后 又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陈墨坐上了回学校的专车 路上 陈墨用充好电的手机给父母报了平安 又久违地在班级群里冒了的炮 一瞬间 班级群里就炸了 同学们纷纷艾对陈墨 想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陈墨直接回复道 正在回学校的路上 虽然已是八月 老师学生们基本都放假了 校园里一片冷清的场景 但陈墨到达学校的时候 却是有不少人来接他 有十来个玩得好的同学 还有班主任 他们能来 陈墨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 也能理解 可校长 教导主任等人也在 这是个什么情况 他不认为自己的面子有这么大 可紧接着 陈墨便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 受到了校长等人的一通表扬 说他此次为凌晨中学争了光 接着 一朵大红花就往陈墨身上一带 同时又给了他一块写着现金奖励五万元的大牌子 陈墨拿着大牌子 一脸猛逼地站在笑呵呵的校长旁边 一个记者 拿着摄像机 就咔咔咔地拍 记者拍完 也就完工了 红花一摘 牌子一收 一个装着五万元现金的牛皮指纹箭袋 就由副校长 亲手交到了陈墨的手中 接着 一众人又来到了提前订好的饭店 一通饭饱九足之后 校长等人以不掺和年轻人的聚会为由 就先撤了 等到他们这些人走了 班主任这才给陈墨解释了缘由 原来 陈墨是今年临城县 唯一一个被替大陆取的学生 因此 市里专门给学校发来了一则通报表扬文件 学校高层开了个会 就定下了 给予陈墨五万元现金奖励的决定 然后就有了刚才的那些事情 随后陈墨又了解到 他的那些书本 以及宿舍里的东西 全都被搬到了班主任的家里 而班上的同学们 也大多都考上了自己的理想大学 唯一让不少人感到惋惜的是 陈墨没能和他们一起参加高考 否则以他的实力 今年全国高考物理类排行榜的第二名 花落谁家 还真不好说 接着 陈墨在县城待了一天 也和同学们疯完了一天 然后班主任就亲自开车 送他回了家 等到和班主任告了别 陈墨背上唤喜的衣物 便直接去了外婆家 他决定用最后的这些时间 好好地陪陪外婆 第21章 新生报道 时间的流逝 从来不会因人的意志而停下 陈墨在外婆家待的十多天 真就感觉一晃而逝 纵使心中有再多的不舍 他也该准备踏上前往大京市的行程了 临行前 外婆做了一大桌陈墨爱吃的菜 可明明依旧是记忆中的那种熟悉味道 吃在嘴里 却是有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滋味 明明说好 要多陪陪外婆的 可陪伴她的时间 却是越来越少 难道这就是长大的代价 似乎感受到了陈墨的情绪变化 外婆慈祥地拍了拍她的脑袋 她虽然什么话都没说 但陈墨的内心却得到了极大的安抚 而正所谓真正的男人 从不流泪 趁着水珠还未从眼眶中流出的时候 陈墨直接一把擦掉了它 然后她就开始狂造桌上的这些菜 陈墨如今的饭量很大 一大桌菜全部造完 也就刚刚吃饱 看着这一幕 外婆笑得很是开心 稍晚些的时候 父母打来了视频电话 虽然他们没能陪在陈墨身边 但听着两人一遍遍地亲切叮嘱 陈墨依旧能够感受到 他们对自己的爱 时间来到第二天 也就是8月20日 和外婆做了告别 陈墨转车来到大渔市 坐上了下午两点 直达大京市的航班 两个多小时后 航班顺利降落 刚出机场 陈墨就看到了两个一男一女 身穿蓝色马甲的志愿者 其中女志愿者正举着一块 印着T大林一分笑的牌牌 而男志愿者 则正朝着出口这边张望 刚好这人 陈墨还认识 他叫何维青 集训场特训时 一个方阵的同学 最后被分配到了T01分笑 陈墨看到他的时候 他也看到了陈墨 双方碰面简单寒暄之后 陈墨不禁好奇地问道 何维青 你不是新生吗 怎么还成志愿者了 何维青笑着说道 嘿嘿 这就说来话长了 咱们先去新生集合点 边走边说吧 原来特训结束后 何维青回到家里 只觉得完全呆不习惯 实在是外界的灵气浓度 真的太低了 完全满足不了他的需求 因此 何维青天天都在盼望着 能够早点到学校报道 好不容易熬到16号 他就迫不及待地坐飞机 来到了大京市 在酒店住了一晚 第二天 他就直接去了学校 提前完成了报道 据何维青所说 提前来报道的人还不少 学校正好缺劳动力 就把他们这些提前来报道的学生 抓了撞钉 当然 学校也不会让他们白杆 都是有学分奖励的 而干一天志愿者 就有一个学分的奖励 为了抢到这个志愿者身份 何维青可是费了老大功夫的 沉默文言不解地问道 一个学分而已 值得你这么拼 哪知何维青黑黑一笑 说道 当然值得 等你到学校完成报道之后 就明白了 说着 两人就已经来到了新生集合点 将沉默交给集合点的志愿者后 何维青说道 我还得继续去接人 沉默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还有十来分钟 下一班车就来了 何维青说完 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沉默则是在新生集合点 找这里的几个志愿者 打探起了情报 然后他就知道了 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 替大 学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外界环境的灵气 浓度是极为稀薄的 根本无法满足 沉默如今的修炼所需 而替大修建 又可以提供不同浓度灵气的修炼室 只是这些修炼室 不是免费使用的 需要支付学分 其中 初等灵气修炼室 可以提供相当于 外界十倍浓度的灵气 这样的灵气浓度 已经能够基本满足 沉默当前的修炼所需 而一个学分 就可以使用初等灵气修炼室 一个小时 听到这里 沉默顿时就悟了 他也明白了 为什么何维青会为了一个学分 愿意费那么大功夫 去争当一个志愿者的原因 就在这时 接新生的专车来了 将沉默他们 这批新生接上后 专车开始朝着 大京市郊区驶去 整个行程大约一个半小时 中途还经过了两个 有战部士兵 核查身份的哨战 然后学校就到了 沉默和一众新生下车后 率先映入他们眼帘的 便是学校大门 大门修建得很是雄伟 旁边还矗立着 一块五六米高的巨石 巨石之上 刻着龙国 替大林一分校几个字样 在沉默端向 这块巨石的同时 几个学生志愿者走了过来 他们带着沉默等人 来到了学生报道处 经过学生志愿者的讲解 沉默明白了整个报道流程 只见他直接来到 一台仪器前站定 摄像头便迅速识别了 他的面部信息 接着 仪器面板上 便显示出了沉默的个人档案 沉默浏览了一遍 确认无误后 便将双手放到了指纹检测区 只听丁的一声 指纹检测通过 紧接着 仪器面板上 便刷新出了一串数据 姓名 沉默 学号204301002 班级 一班 宿舍 东院移动1020 学分 90 详情 将自己的学号 班级和宿舍号记下后 沉默看着学分一栏 不太明白 为什么会是90分 于是他点击了面板上详情 面板一跳转 沉默的学分构成 就刷新了出来 其中 有30分为基础分 也叫基础保障分 每个新生完成报道之后 都有 并且之后每个月的一号 都会发放一次 另外的60分 则是特殊奖励分 分别是 沉默在学习中阶灵气 吞吐吸纳法时 第一堂课 就完成入门的20分奖励 以及 他在特训期间 完成生命中 萌芽的40分奖励 看完学分构成 沉默点击了返回 在个人页面点击了确定之后 仪器便给沉默 发放了一块新的腕表 又将之前集训考核时 发放的腕表 交回 报道就完成了 从报道处出来 沉默直奔宿舍而去 结果刚到宿舍楼下 他就碰到了迎面走来的赵松松 赵松松见到沉默 整个人先是一愣 随即便见他一把抓住沉默的手 用一副声泪俱下的样子说道 老莫呀 你可算是来了 你知不到 我等你等的花儿 都快谢了 第22章 99年事件 特训结束 赵松松回家 受到了家里人的好一通表扬 为了奖励 他这个宝贝儿子 在特训期间的优异表现 赵松松他爸妈 一人给了他一个亿的零花钱 他奶奶也用自己的私房钱 又给他添了一个亿 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重点是他爷爷实在太高兴了 直接大手一挥 就把一栋位于大金市一环内的 高档写字楼的所有权 划归到了赵松松的个人名下 也就是说 今年年仅18岁的赵松松 已经是一个资产过亿的真土豪了 但对于赵松松本人来说 他对这些东西 一点都不感兴趣 钱财于他而言 就如同浮云一般 带不来一丁点的快乐 于是在家里待得实在太无聊的赵松松 17号就来到了学校报到 果然 学校有趣的多了 他先是花了60学分 兑换了一部 适合自己的二阶灵能战绩 然后又去体验了一番 初等灵气修炼式 只是当赵松松用了一天时间 将学校目前对新生开放的 几个项目体验完成后 他又感到空虚了 他这个时候想起 要是沉默这个狗东西 不对 好朋友 再就好了 于是赵松松就等啊 等 足足苦等了两天多的时间 他这才终于等来了沉默 在这两天多的时间里 他可谓是茶不思饭不响 整个人都受了好几惊 赵松松诉说完后 问沉默听完敢不敢动 沉默十分无语 没好气地说道 从你的话里 我只听出了你万年不变的显摆 后面的什么空虚了 茶不思饭不响 都是你这狗东西瞎编的吧 还受了好几惊 我是一点都没看出来啊 说着 沉默将赵松松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狗东西 身强体壮 精气神十足 哪像是瘦了好几斤的样子 至于你问我敢不敢动 我只想说 你要是再不松开我的手 我不但敢动 还敢踹 你信不信 听到沉默的话 赵松松连忙松开了他的手 他当然信了 沉默这狗东西说敢踹 那踹起他来 绝对都不带一丁点犹豫的 而赵松松 确实是想在沉默面前显摆一下 因为除了这个 他目前好像没啥能拿出来 在沉默面前显摆的了 什么孔虚了 茶不思饭不想 也统统都是他瞎编的 但见到沉默时的高兴 却无疑是真真的 眼见自己的那点小心思 被沉默戳穿 赵松松却一点都不尴尬 只见他笑着说道 来来来 老莫 一路上辛苦了 我帮你拿行列 说着 他便将沉默的行李箱 强行抢了过来 在赵松松的带领下 沉默走进了宿舍大楼 沉默的宿舍号 是东远一栋1020 来到宿舍门外 沉默用新发放的腕表 刷了一下 第一声后 门便打开了 宿舍是单人间 内部空间比较宽敞 大约七八平的样子 床铺 桌椅等各式各样的物件 都很齐全 拎包就能入住 将背包取下 放到床上后 沉默看着坐在椅子上的 赵松松问道 你的宿舍 不会就是隔壁的101室吧 赵松松文言 嘿嘿一笑 是不是很惊喜 惊喜 我特么惊喜的锤子 一想到接下来的四年 自己将和这狗东西 抬头不见低头见 沉默顿时只觉得 要有多心塞 就有多心塞 与此同时 大京市 龙国教育部所在 部长办公室中 王破军听着下属的汇报 脸色不耐地说道 掠过这一连篇的废话 你就直说 他们提出了什么诉求 王破军口中的他们 指的是特殊领域界的一些 有着古老传承的家族 这些家族的传承由来已久 最早的 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不过在秦汉之后 天地灵气消散 末法时代降临 这些家族 纷纷选择了隐士 以此避祸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家族消散了 但也有一些家族 一直传承了下来 时间来到1999年7月 大恐怖从天而降 面对那些体型庞大的 凶恶狱外来客 龙国战部的先进武器型 同摆设一般 不过好在 自龙国建国之后 就一直在积极探索特殊领域 中枢甚至还成立了神龙小组 这个全员由觉醒者 组成的秘密组织 于是就在这一年的7月 神龙小组 和一些主动站出来的 特殊领域界的宗门及家族 他们在世人所不知道的 一线战场 与那些凶恶的狱外来客 展开了一场 长达三个月的惨烈厮杀 这一战 龙国成功击退了狱外来客 可参战的神龙小组 以及各宗门和家族 皆是损失惨重 也因为这一战 龙国中枢真正意识到了 觉醒者的重要性 开始大力支持 特殊领域界的发展 但为了避免引起 民众的恐慌 和社会的动荡 这件事情 并未向全民公开 而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加之天地间的灵气 竟是有了开始复苏的迹象 于是 众多隐士宗门和家族 纷纷选择了现实 他们这些人 是龙国抵御 狱外来客的重要战力组成 面对后来狱外来客 越发频繁的侵扰 龙国能保持 今日的和平安定 是离不开他们中的 一些人的血泪付出的 回到办公室中 下属见王破军的神色 很是不耐 急忙回到 这些人说 他们也是龙国的一份子 家族的老一辈人 也在一线战场 为龙国做过贡献 所以 替大步应该将他们的子弟 拒之门外 听到这话 王破军一脸正色地说道 我王破军从未说过 他们不是龙国的一份子 也从未否认过 那些老一辈人 为龙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但是 说到这里 王破军的脸上 一片嘲讽之色 早些年 替大纲开始筹备组建的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过所有人 让各家早些做好准备 可这些人在干了什么呢 怕我向他们要钱财 要修炼资源 一个个想尽办法地推托 现在看着 替大组建好了 学生开始入学了 他们知道着急了 哼哼 早干嘛去了 第23章 替大的学分制度 王破军开始筹备组建替大支出 那时候的他才31岁 彼时的王破军 在特殊领域界名气大造 已经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但是 在组建替大这件事情上 很多人都不看好他 毕竟想要组建一所 面向全民招生 并逐步扩大规模 大批量培养觉醒者的大学 其中需要统筹协调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仅仅是大量招人这一项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这里的人 不单单只生命中 完成觉醒的学生 还有教学生的授课导师 除此之外 还需要大量的钱财 以及各种海量修炼资源的供应 这些问题 没有一个是容易解决的 王破军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但他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撸起袖子 直接就开干 同时 早在99年事件发生之后 国家高层就有人意识到 必须早做准备 于是从那时开始 就已经在慢慢地布局了 比如沉默高中阶段 做的那套广播体操 就是国家请来了 十多位特殊领域界的强者 编撰出来的 它和其他 几套中小学生广播体操一样 都属于初阶灵气 吞吐吸纳法的不同简化版本 后来的一代代中小学生 几乎都是 做着这些广播体操过来的 包括王破军自己 所以民众中相当于已经有前人打起了一定的基础 这对于王破军他们工作的展开来说 无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而后 王破军他们开始筹钱的筹钱 找人的找人 谋划资源的谋划资源 加之中书的全力支持 一转眼 十三年过去 替大 还真就被他们给建成了 并且一次就建了十五所分校 眼看着替大招生完成 经过集训考核后展开特训 到如今即将开学 当初那些不看好王破军 又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的人 终于开始急了 他们直接找上中书的一些人 希望中书能够直接下文件 让王破军不得不妥协 中书则以替大的组件和后续事宜 乃是王破军全权负责为由 让他们自己来找王破军商谈 对这些人 王破军其实是非常不待见的 他们中的某些人 对替大的组件不帮忙就算了 还曾暗中使过绊子 不过 人家都已经拿出前人 曾经立下过的功勋来说话了 王破军也实在不好靓着他们 而这些人家族中 用心培养的年轻一代 也确实是难得的精英 虽然明白 这些人在暗地里 打的什么鬼主意 不过将这些年轻一代的精英 拒之替大门外 着实说不过去 毕竟人才难得 精英人才更是难得 只见王破军沉思片刻后 开口说道 这些人的子弟 到底都是我龙过年轻一代的精英天才 拒之替大门外 我也于心不忍 你去告诉他们 我同意他们的子弟 以特招生身份进入替大 名额200个 仅限于T01分校 但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去吧 听到王破军的话 这位下属 当即就去通知这帮人了 实在是他们太烦人了 等到办公室的门被关上 坐在位置上的王破军 则是冷笑了一声 替大的成立 对于荣国来说 确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随着替大的学生 一批批地成长起来 将来必然能够承担起一部分的责任 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一线战场上 人类所面对的劣势局面 但对于这些家族势力来说 这些大批成长起来的学生 势必会对他们原本的超然地位 造成冲击 可T大的成立 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既然阻止不了 那就加入好了 让家族中从小就开始用心培养的精英天才 加入T大 然后在学生队伍中 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如此一来 简直一举多得呀 不过王破军自然不会让他们得逞 为此他提前就做了一手准备 将一个天赋超高的妖孽集天 才放到了T零妖分校 有这人在 这些精英天才大概率是翻不起浪花来的 反倒可能会成为 这位妖孽集天才成长路上的魔刀石 只是唯一让王破军感到有些头疼的问题是 这个妖孽集天才 不喜欢与人争夺第一 反而是热衷于当个万年老二 阿帖 收拾好宿舍之后 跟着赵松松一起出来 熟悉校园情况的沉默 突然间就打了个喷嚏 他揉了揉鼻子 实在想不出 除了外婆和父母之外 还会有谁在这个时候念叨他 于是他决定 待会儿回宿舍后 就给外婆打电话报平安 至于父母那边 得等到晚上他们下班后才行吗 而经过在校园里的这么一大通转悠 沉默发现 T零妖分校真的很大 仅目前面对新生开放的区域 就至少达到了2500多亩 各式建筑林立 让他看得眼花缭乱 同时 沉默还了解到了完整的学分制度 总结起来就是 在T大校园里 学分比钱还要好使 他除了可以 用以支付灵气修炼式的使用之外 还可以兑换不同种等级的灵能战技 合金冰刃 甚至是可以抵御能量伤害的作战服 同时 学生们的一日三餐 虽然是学校不限量的免费提供 但如果你想吃蕴含灵气量高的食物 就需要用学分来购买 总之 只要不违反校规 你可以用学分 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学分如此重要 自然就有获取学分的途径 其中 基础学分没什么好说的 根据年级的不同 学校每个月都会给学生发放 以大一为例 每人每月发放30分 以此来保障他们 每天都能在初等灵气修炼式 修炼一个小时的最低需求 除了基础学分之外 便是重中之重的特殊奖励学分了 学生在学校完成生命种萌芽 成为一阶觉醒者 就能获得30分的奖励学分 从一阶觉醒者 进阶到二阶 奖励300分 后续阶段的进阶 以此类推 完成学校发布的各种任务 根据难易程度 有相应的学分奖励 比如何维钦他们 做新生接待志愿者 就是学校发布的一则 没啥难度的新生接待任务 除此之外 参加学校定期举办的各种比赛 获取相应名字后 也会有学分奖励 简而言之 获取特殊奖励学分的途径 多种多样 只要你不是一个懒癌症末期患者 基本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第24章 挑选灵能战技 将校园里已经对新生开放的区域 大致逛了一遍后 沉默便跟着赵松松 来到了学校后勤处 在后勤处 学生们可以用学分 兑换灵能战技 以及合金冰刃等各种物品 因此 很多学生在完成新生报道之后 几乎都会第一时间赶来了这里 学分较为充裕的人 大多都会选择兑换一部 适合自己的灵能战技 不太充裕的人 就只能过过研瘾 顺便提前挑选好 适合自己的灵能战技 等学分充裕了之后 再来兑换 其中 兑换一阶灵能战技 需要30个学分 对于绝大多数的 一阶觉醒者来说 一阶灵能战技 已经完全能够满足 现阶段的使用 像赵松松这样一来 就兑换二阶灵能战技的人 真的很少 固然 二阶灵能战技的威力 会更加强大 但兑换需要的60个学分 对目前刚入学的新生们来说 还是比较昂贵的 其次 二阶灵能战技的 修炼难度也更大 并且使用二阶灵能战技时 所消耗的灵气也更多 经过一番综合考虑之后 陈墨把目光 放到了一阶灵能战技上 虽然一旁的赵松松 正一个劲地窜多他 对换二阶灵能战技 说这样才更有逼格 但陈墨直接选择了 无视这个狗东西 他目前有90个学分 对换两部一阶灵能战技之后 还能剩下30个学分 静止来到一个空着的柜台前 陈墨将自己的腕表 在和验处一刷 经过双重身份确认之后 一个全息投影的人工智能 向导形象出现 学员陈墨 您好 我是后勤处人工智能 向导小雪 很高兴为您服务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陈墨文言 上下打量了一番 小雪的形象后 开口说道 我想兑换灵能战技 听到陈墨的话 小雪随即回道 根据系统检测 您拥有木 土两种属性之力 已为您筛选出 所有适合木 土属性之力修炼的灵能战技 请选择需要兑换的灵能战技等阶 一阶 等 已为您筛选出 所有适合木 土属性之力修炼的一阶灵能战技 是否分属性挑选 是 先挑选木属性之力 紧接着 一连串适合木属性之力修炼的 各种一阶灵能战技名称 便浮现在了陈墨的眼前 它只需要伸手点击想要查看的灵能战技 那么相应的介绍就会浮现出来 但这些灵能战技真的太多了 陈墨也是有些拿不定主意 所以他看向小雪问道 小雪 是否有系统推荐 只听小雪回道 学员陈墨 根据您的情况 小雪这边建议您优先选择专属灵能战技 原来 灵能战技除了有等阶之分外 还有兼容型与专属型之分 兼容型灵能战技 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兼容拥有不同特殊力量的觉醒者使用的战技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一阶灵能战技 爆破术 它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特殊力量使用 拥有火属性之力的人修炼它 它就可以叫火之爆破 拥有水属性之力的人修炼它 它就可以叫水之爆破 当然 爆破术虽然兼容所有的特殊力量使用 但是不同的特殊力量使用它 所能爆发出的威力却是有相当大的差异 比如沉默的木属性之力 木之爆破所产生的伤害之低 还不如不修炼得好 而专属性灵能战技 顾名思义就是专属于某一种特殊力量修炼的灵能战技 由于最为契合某一种特殊力量 所以爆发出的威力普遍更为强大 听完小雪的解释之后 沉默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专属性灵能战技 这下子 战技的数量果然减少了很多 木属性之力虽然不善攻法 但也是有不少攻法型灵能战技可以修炼的 而且看起来威力还很不弱的样子 不过 沉默现在没打算要攻法型灵能战技 经过一番挑选之后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枯木回春这个灵能战技之上 枯木回春 一阶灵能战技 战技简介 一束落下 枯木回春 基础治疗恢复型灵能战技 对内灵气消耗与治疗恢复比一比一 对外十五比一 木属性的治疗恢复型灵能战技 差别都不是很大 沉默之所以挑选枯木回春 主要是看中他对内的灵气消耗与治疗恢复比最低 当然 这是牺牲了对外灵气消耗与治疗恢复比得来的 不过沉默暂时没打算做奶妈 所以牺牲了就牺牲了吧 挑选好了战技之后 沉默点击了确认 人工智能向导小雪开口道 交易已确认 学分扣除完成 一阶灵能战技 枯木回春教学指南已发放到学员账户 请学员严格遵守 替大灵能战技兑换使用条例 感谢您的光临 沉默手腕上的腕表呼吸灯就闪烁了一下 这是收到系统邮件的提示 沉默直接打开确认了一下 而有了刚才的经验 沉默又挑选了一部一阶土属性专属灵能战技 土铠 土铠 一阶灵能战技 九阶灵能战技混圆土金身衍生简化战技 战技简介 灵气化铠 可覆盖修炼者全身增加5%的防御力 特殊效果 该战技发动的一瞬间有0.01s的金身效果 可无视受到的能量伤害 在所有图属性专属灵能战技中 土铠增加的防御力可以说是最低的 但沉默依旧选择了它 原因无它 就是因为它的特殊效果 那可是金身 无视受到的能量伤害 几乎等于无敌状态啊 虽然 金身效果 只有短短的0.01s 但在关键时刻 这可是能保命的 赵松松见沉默选了土铠 不禁皱眉道 老莫 我不能看着你犯糊涂 你选这个战技干嘛啊 才增加5%的防御力 顶个屁用啊 至于那金身效果 也就说着好听 就0.01s 这个没有有什么区别 听我一句劝 咱换一个 听到赵松松的劝阻 沉默一脸认真的说道 你说得很对 可我还是想选它 说着 沉默直接选择了兑换 看着沉默一意孤行 赵松松可谓是伤心不已 此刻他只想迎施一手 来表达自己的郁闷心情 别了 我的土木雷双结组合 别了 我那在前面 完命死扛 挡伤害的乌龟客 第25章 右键赌约 沉默若是知道 此刻赵松松的内心想法的话 他一定会忍不住 一脚踹死这狗东西的 什么玩意儿 一天竟想着 让他当挡伤害的乌龟客 沉默之所以选择 土凯这个灵能战技 可不只是因为 他那时间短的 令人发指的精神效果 虽说这玩意儿 确实可以在关键时刻保命 但对于现阶段的沉默来说 真要到了靠这玩意儿保命的时候 保得了一次 估计也保不了第二次 沉默之所以挑选土凯 其实想将他的特殊效果 用于战斗之中 他在看到这个战技简介的第一眼 脑海之中 不自觉地就浮现出了一个 算是比较精妙的想法 但这个想法最终能否实现 沉默还得经过尝试过后 才知道结果 哪怕不能实现 对于他来说 也没啥大的影响 顶多就是浪费个三十学分而已 因为沉默坚信自己不大 可能会有缺学分的时候 这不是盲目的乐观 而对自身的自信 在确认收到了土凯的教学指南之后 沉默就没继续过眼影了 他看了一眼闷闷不乐的赵松松 开口问道 想什么呢 赵松松眼神悠悠地看了一眼沉默 什么话也不说 沉默见状 不禁说道 我知道你是担心 我选了这部战绩后 既浪费学分 又浪费时间 但我觉得 这部战绩很有潜力 所以想尝试探索一下 听着沉默的解释 赵松松傲娇地哼了一声 他才不担心这些呢 他是担心 他的土木雷双结组合 好吧 还是有内衣码 一丢丢是沉默说的那个意思 不过赵松松显然是不会承认的 眼看赵松松一副 我特么很难哄好的样子 沉默想了想 不禁说道 这样吧 我们再来打个赌 怎么样 赵松松闻言 哼哼着问道 打什么赌 彩头别不会 又是去你老家最贵的酒店吃饭吧 只听沉默说道 我们就来赌 我挑选的这个土楷 其实很有潜力 要是我说了 就请你在学校餐厅的二楼吃一顿 听到沉默的话 赵松松顿时眼前一亮 学校餐厅的二楼 售卖的是一些灵气含量极高 需要用学分来购买的食物 在食用了这些食物后 觉醒者不但可以增长一定量的灵气 自身体质 还能得到些许强化 赵松松刚来的那天 就去吃过一次 可最便宜的一个菜 就要五个学分 他堂堂资产过亿的真土豪 也只敢点了两个最便宜的菜来吃 不过这十个学分 花得确实值 赵松松吃过一次之后 就还想再去 只是他在兑换了二届零能战绩之后 剩余的积分也不多了 他又不想去接学校 现在发布的那些奖励分太低的任务 各类比赛 也还没有开始组织 所以他只好先忍着了 现在听到沉默 居然已去学校餐厅二楼吃一顿为彩头 赵松松哪还顶得住呢 当即便只听他说道 咱们可先说好 最低也得两个菜哈 到时候 别想用一个菜来糊弄我 沉默点头道 没问题 嘿嘿 赵松松嘿嘿一笑后 又问道 那就来赌吧 不过这个标准 得定一下 到底要怎么才能说明 你挑选的这个图凯 其实很有潜力 对于这一点 沉默自然早就已经想好了 只听他解释道 通常来说 衡量一部战技 是否有修炼潜力的标准 主要就是 看他的威力如何 咱们就以这个来定标准吧 赵松松闻言 瞪大了眼睛说道 老 老墨 我想破了脑袋 也没想出土凯 这个战技能 有啥威力 你真要以这个来定标准 我其实也没有生气 你没必要这样 显然 赵松松认为 沉默提出的这个赌约 完全是为了哄他开心 可沉默 却是非常的认真 只听他继续说道 衡量一个战技的威力如何 就要看他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效果 按照新生学期规划 一个月后 学校组织的新生挑战赛 就会正式打响 到时候我会报名参加 比赛过程中 只使用土凯这个战技 要是我进了前十 那就算我赢了 要是没进 就算我输 怎么样 敢不敢跟我赌 听完沉默的话 赵松松看向他的眼神 宛如再看一个智障一般 众所周知 土属性之力 以超强的防御剑长 在修炼了一些 能够增加防御力的灵能战技之后 化身人形坦克对敌 也不是不行 但在这些里面 绝不会包括 只能增加5%防御力的土凯 至于那0.01s的精神效果 赵松松直接把他无视了 所以就是把赵松松打死 他都不相信 沉默能做到这件事情 还想进前十 想屁吃吧你 能不能通过出赛 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想要报名参加新生挑战赛 那必须是 至少掌握有一门灵能战技的 一阶觉醒者 虽说沉默的潜力 和他一样高 可潜力又不是战斗力 在实际交战中 能顶个屁用啊 都不用等到一个月后 赵松松也知道 沉默一定会输 不然的话 他到时候网上直播道里洗头 眼看沉默硬要把这个 好事送上门来 赵松松自然不会退缩 他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他甚至还大度地表示 到时候在比赛中 沉默可以使用 枯木回春这个战绩 见赵松松如此大度 沉默倒也没拒绝 于是 两人的赌约就此成立 有了这档子事 赵松松不再傲娇了 只是听着他又开始在耳边的虚道 沉默到宁愿这狗东西 继续傲娇下去 离开后勤处 沉默又跟着赵松松 去体验了一个小时的 初等灵气修炼室 不得不说 那里面的灵气浓度确实很高 对于修炼提升很有帮助 若是能够长时间地 在这里待着 沉默相信 自己一定能够很快就能成为 二阶觉醒者的 而在结束体验之后 沉默便回了宿舍 他在跟外婆打电话 报了平安后不久 学校广播就响起了起来 所有新生注意 请在听到广播后 立即前往学校竞技场集合 第26章 时生见面大会 竞技场位于学校北区 是目前已经开放的区域中 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 它的中心 修建有一座大型擂台 据说可以支撑 九阶的超级强者战斗 除此之外 还有80座围绕大型擂台修建 最高可以支撑 六阶强者战斗的中型擂台 当然 竞技场里面 也修建有观众席 据说可以同时容纳 超过一万两千人观看 在听到广播通知后 陈默当即就准备出门 结果他还没开门 外面就响起了赵松松的催促声 老默 你在房间里 磨磨叽叽地干什么呢 集合了 听到赵松松这狗东西的声音 又一想到这样的日子 今后还要熬四年 陈默就别提有多闹心了 紧接着 两人迅速来到了竞技场 此时场中已经到了不少人 正在按分好的班级战队 陈默和赵松松都在一班 两人找到班级的位置后 就站到了队伍里面去 站在学生队伍里 赵松松东张希望地 打量着未来四年的同班同学 陈默则是在想着 有关涂凯的事情 而虽然今天只是第一天的正式报道日 但所有学生都已经全部到齐 各班队伍集合好之后 辅导员也跟着亮相了 陈默所在的一班 辅导员名叫周琳 据周琳自我介绍 他今年24岁 是一位四阶觉醒者 他的工作就是负责处理 一班的所有学生们 在生活和学习上的各种杂事 在场的学生们 除了之前在集训场的时候 见过15位分校校长的英姿之外 哪怕是今天到了学校之后 也再没见到过任何一个 一阶以上的觉醒者 现在听到周琳说 自己是四阶觉醒者 顿时一个个都来了兴趣 就连正在想事情的沉默 也没能例外 于是就这样 周琳很快便和一班的学生们 打成了一片 其他的班级 情况也差不多 不多时 随着一首劲爆的音乐响起 T01分校校长中尾 携带着一众学校高层 以及授课导师们现身了 随着他们的出现 现场顿时爆发出了 一阵阵的惊呼声 没办法 他们这些人的登场方式 让学生们实在是难以淡定 校长中尾 今年虽然已经70多岁了 但身为七阶觉醒者的他 却没有显现出丝毫的老态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 玉空飞行登场 但却好一副强者风范 其他诸如副校长 教导主任之流 也都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在这些人登场之后 一众授课导师们 也是不甘示弱 虽然他们这些人 受制于实力的影响 还无法实现玉空飞行 但也都是亮出了 自己的拿手好戏 让学生们看得 一个个直呼厉害 学校高层 以及一众导师们 之所以会以这样一种 有着一定表演性质的方式 登场 主要还是为了 向所有学生们 更为直观地展现出 T01分校的强大师资力量 毕竟在特殊领域 实力的强大才是根本 就现在沸腾的场面来看 显然取得的效果 着实不错 只是台上 中尾虽然也在 向学生们招手示意 但他的情绪 却并不怎么高 站在他身旁 T01分校常务副校长之一 和中尾同岁的黄云 不禁说道 老中 你垮着一张老脸干嘛 这么多孩子都看着呢 听到黄云的话 中尾不由地叹了 一口气说道 唉 我这不是在发愁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部长要给咱们分校 硬塞两百多个学生进来 说是为了促进良性竞争 他们若是走正常的招生途径 我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可这些人怎么进来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而且一个个 都是各自家族 从小就开始用心 培养出来的精英 咱们学校这些 普通出身的孩子 怎么竞争得过他们 听到中尾的话 黄云的脸色 也是垮了下来 这件事情 他自然是知道的 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黄云本想置之不理 可却不太现实 因为这两百人的背后 那可是一众在特殊领域界 占据着一席之地的传承家族啊 等等 老钟 你今天会上 不是说 只有两百人吗 怎么又变成两百多了 黄云老太太 敏锐地察觉到了 老钟话语中的错误 只见中尾无奈地叹了口气 解释道 咱们学校会议结束后不久 部长悄悄地来了一趟学校 他说 既然已经塞了两百个人进来 那就再多塞几个 也没啥问题 无非就是多拨一些修炼资源给咱们 所以他就临时决定 再增加五十个名额 听到中尾的话 黄云老太太的暴脾气 一下子就上来了 他王小子虽然是部长 可凭什么啊 见黄云很是生气 中尾指的说道 部长兴许是有他的考虑吧 王破军当然有他的考虑 他在同意那些传承家族的子弟 进入T大后 想到自己提前做的那手准备 可能并不是多么的保险 所以他思来想去 决定再另做一手准备 那就是再往T01分校里 硬塞一些人进去 毕竟要问什么结构最为稳固 那自然是三角形了 而要知道的是 龙国特殊领域界 虽然一致对外 各方势力交错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但大体被分为了三个阵营 首先是目前起主导地位的官方 其次是那些传承家族 最后便是宗派界 龙国的宗派很多 传承历史悠久 在99年事件爆发之初 他们是最先做出积极反应的一批人 并且不像普通人 固有印象中的那样 龙国的宗派势力 其实一点都不顾不自封 反倒是时刻紧跟时代的潮流发展 王破军虽然是普通人出身 但却是在宗派界成长起来的 因此他对宗派界很有好感 在筹备组建T大之初 王破军在向中书发出提请之后 最先找上的就是宗派界势力 这些宗派界势力 可以说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 T大内部系统中记录的诸多灵能战绩 很多都是宗派界贡献出来的 并且T大的教学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宗派界 培育门人弟子的制度 可以说没有宗派界的支持 王破军很可能没办法这么快 就将T大给组建起来 不过宗派界虽然支持王破军组建T大 但却并没有派出门人子弟 参与T大招生 实在是人家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育人方式 所以王破军也不好说啥 不过为了能多留一手准备 他也只好强宗派界所难了 因此王破军避开黄云老太太 悄悄找到老中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就亲自动身前往宗派界去要人了 第27章 龙虎剧 风云起 王破军能不能向宗派界要道人 谁也说不准 因为他要的可不是一般的门人弟子 而是各宗派势力培养出来的精英 他的这种行为 无异于割这些宗派势力的心头肉一般 另一边T零妖分校 经过昨晚的师生见面大会后 正式的教学工作也就逐步展开了 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大学 T大没有新生军训这个项目 实在是也没这个必要 所以 在很多普通大学的新生 都在憧憬着新生军训的时候 沉默他们这些人 则已经正式开课了 课程安排不算多 上午一般都是 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基础类知识的学习 这里面除了一些特殊领域的基础知识外 还包括一些普通大学生 所要学的常规类知识 毕竟 T大要培养的 可是真正的精英 到了下午 则是小班式的专业指导课 学校的所有授课导师 名下都会有一定的名额 学生们可根据自身的情况 自行选择授课导师 而所有授课导师的绩效 则与收下的学生数量 以及最终教学质量挂钩 这也是师生见面大会上 授课导师们 那么卖力表现的原因 因为谁都想多收学生 收好学生 陈默和赵松松 作为学校目前所有学生中 为二的顶尖天才 两人都是收到了不少导师发来邮件 询问有没有跟他们学习的意向 但陈默他们心里 可一直惦记着王破军说过的 那个九阶觉醒者 因此 两人都是回复这些导师说 希望能让他们好好地考虑一些 可是随后 当陈默在校园网上 查看了刚更新出来不久 学校所有要收学生的 授课导师的名单 他当时就傻眼了 因为这份名单上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 是九阶觉醒者 实力最强的 也才是五阶而已 虽然五阶觉醒者 对于现在的陈默来说 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存在了 可这两者之间 足足差了四阶啊 赵松松同样发现了这一情况 他整个人也傻了 两人一通合计之后 当即就找到了辅导员周灵 作为一般的辅导员 周灵对班上所有学生的情况 连带着家庭背景都做过了解 陈默和赵松松 替大金年招收的一万多名学生中 为二的顶尖天才 两人都是普通人出身 其中 赵松松的家族虽然很有钱 但在此之前 一直没有接触到特殊领域的机会 因此 两人的出现 更显得难能可贵 以至于两人被校长中尉 和一众学校高层视为心头肉 并且将他们的培养序列 直接定在了最高级别 担任这样两个顶尖天才的辅导员 周灵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因为指不定什么时候 两人的实力就超过他了 办公室中 周灵看着连妹而来的两人 不由地问道 陈默同学 赵松松同学 你们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赵松松当即就将他和陈默的来意 说了出来 周灵听完后 整个人直接就愣住了 这两个傻小子 这是拿九阶觉醒者 当菜市场上便宜卖的白菜吗 让这样的超级强者 来当授课导师 也真是敢想 不过 他倒也没有笑话陈默两人 而是在心里诽谤了一番 告诉两人这件事情的人 又在斟酌了一番用词后 周灵看着陈默两人说道 老师不知道是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的 可你们想想啊 咱们的中校长 已经是学校实力最高的人了 但他老人家也才七阶呢 听到周灵的话 陈默和赵松松对视了一眼 得 这个意思不就很明显了吗 校长才七阶 怎么可能会有九阶的导师呢 一时间 两人心里对某人可谓是怨念十足 堂堂龙国教育部部长 居然忍心欺骗他们 这样两个小角色 同时 陈默也是在心中不断地反省 自己怎么就上当了呢 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 赵松松问陈默道 王默 现在可咋整啊 陈默闻言 抬头望了望蔚蓝的天空 还能咋整 当然是好好合计一下 找个合适的寿客导师了 难不成还能去找王破军王大部长 质问他 为啥 替零妖分校 没有九阶觉醒者 当寿客导师吗 而且 陈默还得抓紧时间 展开对两部灵能战绩的修炼 毕竟距离新生挑战赛 可只剩下二十来天了 另一边 周灵也将这件事情 上到了学校高层 老中得知后 只觉得头疼不已 早在集训场的时候 他就询问过王破军 该让谁来教导陈默两人 王破军让他不要担心 说是自有安排 结果这都开学了 说好的安排 却不曾到位 真是信了 他王破军的鬼话呀 联系教育部那边 得到的回复 却是部长外出访客 还未归来 但这样两个好苗子 可不能耽搁了 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之后 中委决定 暂时由他来指导陈默和赵松松 陈默两人在接到 这个通知的时候 自然很是欣喜 他们的专业指导课导师 总算是有了着落 转眼间 五天时间过去 陈默在学校的生活 逐渐步入了正轨 上午上基础知识课 下午接受校长他老人家的指导 至于晚上嘛 就去灵气修炼室 待一两个小时 然后回到宿舍 钻研需要修炼的 两门灵灯战绩 这种充实的生活 让陈默感到很满足 时间很快来到 开学后的第六天 这天上午九点整 T01分校校门外 学校教导主任张云飞 携带着一众导师 在这里等人 不远处 一辆辆大巴车 正缓缓驶来 待到大巴车停下后 车厢门打开 一个个打扮靓丽的年轻男女 就下了车 这些人下车后 看着T01分校的校门 议论纷纷 咦 这就是T大吗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可 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想的 非要把我们 送到这里来遭罪 对于这些人的议论 张云飞毫不在意 在与宋人的 教育部人员交接后 只听他冷声道 宿静 顿时 全场便安静了下来 随即 只听张云飞说道 我不管你们 有着什么样的身份 既然来了T大 那就要遵守T大的规矩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对于张云飞的话 人群中明显有人很是不屑 不过却也没人提要回去的话 于是 在将这些人整队之后 张云飞便带着他们进了学校 也就在当天 这些人便被打乱分配到了个班 对于这些中途加入的人 原本的学生们 虽然都比较好奇 他们是怎么来的 却没多少人 有那个闲工夫去打探 一是都在忙着准备新生挑战赛 二嘛 则是这些人喜欢抱团 并且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副高人一等 生人无尽的样子 而在这些人 进了T大两天后 王破军又亲自带着一批人 来到了T大 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法子 居然一共要来了43个 并且各个都是宗派界 如今年轻一代的精英天才 第28章 聪明人的缺点 老钟 钟伟 他原本是一位宗派界人士 99年事件爆发之初 老钟作为自己宗门的一员 前往参加了最开始的那场惨烈大战 幸运活下来的他 在后来的30多年间 除了偶尔回来养伤休整之外 几乎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在一线战场上度过的 而在这个期间 刚在特殊领域界 展露头角的王破军 来到了他手底下做事 对于这个有天赋 有干劲 还很机灵的年轻人 老钟尤为关照 两人之间虽然差了30多岁 但彼此之间 却结下极深的情谊 后来老钟年纪大了 假之他早年间 曾多次受过重伤 身体留有不少暗急 联合指挥部便决定 让他回来养老 老钟回来后 虽然过上了舒适的养老生活 但始终新系一线战场的他 却怎么都闲不下来 恰好这个时候 王破军筹备组件 替达到了关键时刻 需要招纳大量的人手 他便想到了 这位曾对自己 颇为关照的老前辈 于是 王破军亲自上门拜访 希望老钟能够出山 担任一所分校的校长 其实 老钟一开始是拒绝的 按照他的原话来说是 让他这把老骨头 重回战场参加战斗还行 当校长 压根就干不来这个呀 王破军却告诉他 当校长其实不难 无非就是最终拿拿主意 拍拍板罢了 架不住王破军的劝说 老钟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一来 是他确实闲不住 二来 则是他想 趁着自己这把老骨头 现在还能动弹 再发挥发挥余热 于是 老钟便走马上任 成为了替大林一分校的校长 为了支持王破军的工作 他甚至还喊上了一帮 和他一起回来养老 并且同样闲不下来的老伙计 只是当老钟真正开展工作之后 他这才发现 当校长压根就不像王破军说的那般轻松 但遇事退缩 却不符合老钟的性格 加之每每看到沉默他们 这帮朝气蓬勃的孩子 他心中就感到很是欢喜 所以觉得辛苦点 也就辛苦点吧 只是对于王破军这混蛋玩意儿 老钟最近一提起 他就难免有些小情绪 这不 王破军送完人 刚准备走 老钟一把就拦住了他 小王 你且慢些走 老头子我有事找你 王破军闻言 当即说道 钟老 这事我现在没法跟你解释 再等等好吗 听到王破军的话 老钟瞪了他一眼 谁要你解释这事了 你真我是的老胡同 你的那点小心思 老头子我还能不明白 不稀罕戳破你 那到底是什么事啊 王破军不解的问道 听到这话 老钟顿时一副吹胡子瞪眼睛 想要踹死王破军的样子 不过王破军到底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该给他留的面子 还得留 只听他没好气地说道 我说的是 陈默和赵松松 这两个孩子是 你可是跟老头子我说过 会给他们找个合适的授课导师 这眼看都开学好些天了 人呢 见老钟只是要人 王破军便说道 人还得再等等 老钟闻言 这我没说到 虽然暂时是由我在亲自知道他们两个 可我有几经几两 自己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这么下去终究不是回事 你给我透个底 你找的到底是谁 我大师兄 这事儿其实没啥好隐瞒的 王破军也就说了出来 听到王破军的话 老钟一脸惊喜地问道 你是说云阳子前辈 除了他 还能是谁 得到确认 老钟那叫一个心血 王破军的大师兄云阳子 那可是在强者云集的宗派界 都是排得上号的大人物啊 他成名及早 真是年纪比老钟都还大了不少 更重要的是 云阳子曾多次带师收徒 并带师授业 先后交出了王破军他们五十兄弟 他们这五人 在特殊领域界 如今那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其中年纪最小 混得最差的老六王破军 如今也是龙国的一步之掌 可以说 陈末和赵松松 若是能接受他的指导教学 那绝对是好处多多啊 最为关键的是 云阳子实力够强 关键时刻照得助人啊 这么好的一个人选 得赶紧落实了才行 于是 老钟对王破军说道 那你抓点紧 赶紧把云阳子前辈请来 王破军文言 不好把自己的糗事讲出来 只好点头道 您老放心 我会尽快办好这件事情的 本来老钟还想拉着王破军 说说其他的事情 结果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黄云老太太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王破军就跟耗子听到猫叫声一样 连忙跟老钟说了一声 走了之后 只见他迅速来到窗边 打开窗户 直接就溜了 紧接着 黄云老太太走了进来 他看向老钟问道 王破军那小子呢 老钟指着打开的窗户 笑着说道 莫 刚刚溜出去了 另一边 王破军亲自送来的 43个宗派界精英 被分到了个班 沉默所在的一班 来了两个人 都是女生 其中一个叫乌子月 另一个叫夏瑶 两人长相甜美 待人也随和 很快就跟班上的学生们 打成了一片 不过沉默却没空关注这些 实在是他现在太忙了 虽然只用了短短五天不到的时间 沉默就将 涂凯和枯木冯春 这两个一节灵能战技 轻松掌握 但对于沉默来说 掌握这两门灵能战技 只是一个开始 将它们运用于实战中 才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尤其是 对于涂凯的特殊效果 沉默非常看重 他坚信 涂凯绝不是大多数人眼中的 鸡肋战技 其真正的作用 一旦发挥出来 绝对堪称神迹 所以 沉默正在不断地摸索尝试之中 可谓是忙得不可开交 看到沉默这么忙碌 赵松松自然也不会让自己闲着 他挑选的二阶灵能战技电闪雷鸣 威力不是一般的强 可他修炼起来的难度 也不是一般的大 但为了能够在新生挑战赛上扬名 赵松松极为干脆地 收起了自己的所有玩心 两人的表现 那是可圈可点 让指导他们的老中非常满意 甚至是很惊喜 尤其是沉默 竟是在五天不到的时间里 就真正掌握了两门一阶灵能战技 这份强悍至极的领悟能力 着实让老中狠狠吃了一大惊 说实话 老中以前也不是没见过顶尖天才 比如曾经的王破军就是一个 王破军的领悟能力 可以说是相当优秀的 但他和沉默一比较 简直就跟个小辣鸡似的 老中在指导沉默的过程中 往往只需要简单点拨一两句 他马上就能理解 并且加以领悟 这甚至都让老中产生了一种 自己其实很会教学生的错觉 同时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老中还发现沉默是个性格比较内敛 但却极其聪明的年轻人 只是但凡聪明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那就是有些时候 他们降起来能跟头牛似的 第二十九章 新生挑战赛开始 聪明人降起来跟牛一样 在沉默修炼土铠的这件事情上 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老中作为七阶觉醒者 自身掌握的又是土属性之力 所以在这件事情 他自认为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土铠这个战技 在理论上来说 确实非常强大 它的精神效果 虽然只有0.01s 但若是使用得当 那几乎相当于拥有了免疫能量 伤害的无敌精神 可理论归理论 真要实际操作起来 难度可就太大了 简单来说 就是当对手打出的能量伤害 落到你身上的那一瞬间 你即刻发动土铠 那么就能利用土铠的精神效果 将对手的能量 伤害消除 只是想要做到这一点 那对实际的把握需求 可以说是相当的严苛 就老中所知 掌控土属性之力 实力在六阶以下的觉醒者 还从未有人做到过这一点 至于实力达到六阶级以上的觉醒者 他们已经属于强者之列 自然能够轻松做到 可这个时候 这些人已经具备了 修炼九阶灵能战技 混圆土精神的资格 这个灵能战技掌握之后 那才叫真正的精神 可免疫一切物理 能量伤害 不过这个战技也有个缺点 那就是对灵气的消耗量极大 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都好过了土铠太多太多 所以 土铠所处的地位 就很尴尬 六阶之前用不了 六阶之后用不着 积累土铠的名头 就是这么传出来的 据说创造出土铠 这个灵能战技的那位宗派界前辈 当时人也郁闷了很久 老中知道 陈默打的什么主意 也曾告诉他这一点 但陈默听完后 非但没有放弃 反倒是更加坚定了 修炼土铠的信心 然后他只用了五天不到的时间 就将土铠 并连带着枯木回春 给真正掌握了 老中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既是欣喜 又是忧愁 甚至还有一点说不上来的期待 他欣喜的是 陈默的领悟 竟是如此惊人 在以前从未接触过 灵能战技的情况下 居然只用了五天不到的时间 就掌握了两门一阶灵能战技 忧愁的则是 这孩子正在钻牛角尖 至于那一点说不上来的期待 则是基于陈默那惊人的领悟力 虽然在龙国宗派界的历史上 有过太多太多资质经验绝伦的天才 都曾想尝试在六阶之前 发挥出土铠的真正威力 可却无一人做到过 但万一 陈默做到了呢 虽然知道这个希望 真的实在是太过渺茫了 可看着在全真实模拟对战舱中 正极为认真的 不断探索尝试的陈默 老中只能忠心地祝愿这个孩子 最终能够成功 成为千百年来 第一个在六阶之前 发挥出土铠真正威力的天才 而此时的全真实模拟对战舱中 陈默正在跟一头数据模拟出的巨兽缠斗 这头巨兽 和陈默之前在电影片段中 看到的那些猙獰巨兽 很是相像 只是体型没那庞大 跟蓝星上的成年大象一般 他的代号叫做脉冲巨兽 编号0143 别看他体型庞大 但行动起来的速度 却是极快 并且在战斗过程中 他的口中 可以射出脉冲能量光束 陈默也正是借用脉冲巨兽的这一特点 来磨练自己 对发动土铠的时机把握 但正所谓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在真正尝试之后 陈默发现 想要把握发动土铠的时机 真的太难了 发动早了 精神效果一闪而逝 发动晚了 却又起不到效果 同时 在全真实模拟舱中 除了不会死亡之外 使用者受到的所有伤害 都是有相应的疼痛反馈的 学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置 就是为了让所有学生知道 全真实模拟舱 可不是用来玩游戏的 每一次对战 都必须认真对待 这也就意味着 陈默每被脉冲能量光束击中一次 都会有相应的疼痛感产生 那种感觉 真的别提有多酸爽了 赵松松曾被陈默拉着一起体验过几次 在那之后 他就再也不想看到脉冲巨兽了 陈默之所以能够忍受下来 当然不是因为他可以无视这些疼痛 他也不是受虐狂 只是因为他认为 疼痛能够加深人的印象 从而让自己更快地把握住 发动土铠的时机 就这样 陈默每天都在不断进行着 他的磨练尝试 而距离新生挑战赛开始的日子 也是越来越近了 整个校园里 学生们一片忙碌的景象 所有人都想在这次的挑战赛上 取得一个好名字 时间来到距离新生挑战赛开始 还有两天时间 东院五栋二一三室 说个学生 正极宿舍里密译着事情 情况已经打听清楚了 一个身形干练 略微有些精瘦的男生 率先开口说道 他叫刘宇 来自传承家族刘家 听到刘宇的话 在场众人皆是看向了 坐在书桌旁的年轻人 此人名叫深图红 来自传承家族深图家 在场的其他几个人 也都是来自各大传承家族 并且他们这个小圈子的人 都以深图红为首 见众人都看着自己 深图红示意刘宇继续讲 只听刘宇说道 我们这所分校 今年通过招生途径 进来的学生中 只有两个人 值得我们关注一下 其中一个叫陈末 另一个叫赵松松 这两个人 都是七阶生命种 和老大一样都是 顶尖天才自治 其中赵松松 拥有雷霆之力 而陈末 则是木 土双属性之力 不过他们进入 特殊领域的时间较短 肯定不会是老大你的对手 所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还是公孙伯他们 以及来自宗派界的那些人 深图红文言 淡淡地说道 公孙伯那货 根本不足为惧 我赢过他一次 就还会有第二次 最后 能与我一较高下的 只能是出自宗派界的那些人里面 与此同时 东院四栋615市 公孙伯等人 也在密谊着同样的事情 并且他们 也都认为 陈末和赵松松 根本够不成威胁 深图红那边 公孙伯虽然曾输过他一次 但并不代表着 他会输第二次 所以 那些来自宗派界的学生 才是公孙伯 在这次新生挑战赛上 最大的竞争对手 总之 这两班来自传承家族的人马 都没把陈末和赵松松当回事 至于来自宗派界的那些学生 就更不用多说了 他们中实力较强的十个人 甚至已经把前十名都给预定好了 毕竟真正论到实力 什么传承家族的精英 都得靠边站 最强的 还得是他们宗派界的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天时间眨眼而过 当新的一天来临 T01分校第一届新生挑战赛 也就正式打响了 第30章 第一轮 新生挑战赛 共分三轮 规则很简单 第一轮 每个参赛学生 都有十个初始积分 由校园往内部系统 为他们随机匹配对手 赢一场比赛 加一个积分 输一场比赛 则减一个积分 也就是说 每个学生在第一轮 最少也要打满十场比赛 而为了激励学生们的斗志 每赢一场比赛 都会有三个学分的奖励 等到十场比赛 全部打完 积分归零的人 将自动出局 紧接着第二轮就开始了 还有剩余积分的人 积分向十取整 校园往内部系统 将再次为他们 随机匹配对手 这个时候 赢一场加十个积分 并且 还有十个学分的奖励 输一场 减十个积分 但也会有五个学分的奖励 依旧是学生积分清零 将自动出局 第二轮 没有场次限制 直至角逐出最终的十二强 才会结束 然后第三轮的十二强 排位争夺战 就将正式打响 一轮定输赢 胜者晋级 败者淘汰 直至最终的三强出现 三强之间 将各打一场 依照胜负次数 决定各自的名次排位 学校北区竞技场中 当系统广播宣讲完 新生挑战赛的规格之后 伴随着教导主任 张云飞的一声令下 第一轮比赛正式打响 紧接着 所有学生便接收到了自己 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名字 以及比赛的擂台号 一般的队伍中 赵松松一脸笑意地 看着沉默调侃道 老莫 你可要加油啊 要是第一场比赛 就输了 那可就不好看了 还有 别忘了咱们的赌约啊 听到赵松松的话 沉默没好气地回道 放心 忘不了 不过 我就不用你操心了 倒是某个尾巴 都快要撬到天上去的人 他才需要小心点 要是阴沟里翻了船 那才叫真的好看呢 赵松松知道沉默说的是自己 瞬间一脸正色道 我知道了 会小心的 说完 这货便潇洒离去 因为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在众人面前展现 他的二阶灵能战绩 电闪雷鸣的风姿了 看着赵松松离去时的样子 就知道这狗东西 一定没听进去 沉默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赶往了自己比赛的27号擂台 等到他来到27号擂台的时候 现场已经到了不少人 由于学校只开放了80座 中型擂台用以比赛 所以分配到各擂台比赛的学生 都是分有场次的 比如沉默 是27号擂台第二场 此时擂台之上 早已先一步到位的裁判 已经开始叫号了 第一场 三班李佩玲 对战五班王思佳 请叫到名字的两位同学 迅速登场 紧接着 一男一女 两个学生 便率先登上了27号擂台 其中男生叫李佩玲 瘦瘦高高的 有点小帅气 但他却给人以一种 太过清冷的感觉 长相甜美的王思佳 则给人一种 阳光活泼开朗 大女孩的感觉 而很快 沉默就知道了其中的原因 擂台上 当两人齐齐 向裁判行礼之后 得到裁判的事业 他们的比赛 也就正式打响了 只见李佩玲 率先发起了攻势 随着他体内灵气运转 一道悬兵锥便 在他手中凝聚成形 成形的悬兵锥 直直地朝着 王思佳击射而去 王思佳反应也不慢 体内灵气 几乎是同时运转 在李佩玲的悬兵 锥成形的瞬间 熊熊火焰 瞬间包裹住了他的全身 化身火焰战神的王思佳 闪身避开了悬兵锥后 直奔李佩玲而去 原来 两人居然一个 是兵属性之力 一个是火属性之力 李佩玲一击不忠 立马转移阵地 他一边转移的同时 一边持续凝聚悬兵锥 朝着王思佳发起攻击 王思佳则一边躲闪 一边拉近 和李佩玲的距离 比赛的擂台 终究是有边界的 不断转移位置的李佩玲 还是被王思佳 堵在一个边角上 而他的力量 又无法对王思佳 形成碾压 最终 王思佳以一个贴身抱摔 赢得了这场比赛 比赛结束 虽然两人的战斗方式 很是稚嫩 但裁判 还是用心地 对他们进行了点评 只见他率先 对李佩玲说道 悬兵锥这个灵能战技 讲究一个快 准 狠 你的悬兵锥 已经具备了凝聚的快 却失去了 更重要的准和狠 尤其是狠 它指的是 悬兵锥的凝实度 凝实度越高 悬兵锥的威力 便越大 反之 可能连对手的鞭 都沾不到 中途就已经瓦解了 不过 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达到这种程度 也已经很不错了 以后 多在另外两个方面下 很功夫 相信你的悬兵锥 一定能够达到 一个新的高度 谢谢老师 听到裁判的点评 李佩玲的寒冰脸 竟是露出了一抹笑意 点评完李佩玲后 裁判又看向了王思佳 你这个妮子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拥有火属性之力的觉醒者 选择的第一个灵能战技 是偏防御型的 不过 你练得确实不错 居然已经能够 让火焰覆盖全身了 可你的短板也很明显 就是缺乏 更为有效的攻击手段 等学分够了 就赶紧去挑一部 攻发型战技吧 听到裁判的话 王思佳黑黑一笑 他当然知道 自己的短板很明显 也曾犹豫过 要不要挑选 攻发型的灵能战技 但最后 他还是做出了 现在的这个选择 主要是在王思佳看来 火焰覆盖全身后 真的非常帅好吗 在等到李佩玲 两人下了擂台后 裁判便继续叫好了 第二场 一班陈墨 对战二班黄星 听到裁判 叫到自己的名字 陈墨便登上了擂台 他的对手黄星 也紧跟着走了上来 随着两人的登场 顿时就引来了 很多人的关注 周边擂台 已经打完第一场的人 直接就围了上来 而之所以会有 这样的关注度 主要是大家都知道 这两人都很不一般 陈墨在集训场特训时 虽然不像赵松松 那般高调 但在学生中 也是小有名气的 身具七阶生命种 拥有顶尖天才资质 并且 生命种萌发的 还是罕见的双牙 掌握木 土双鼠之力 在入学之后 陈墨一就保持着 以往的低调 不过 很多人都很好奇 经过这一月的提升 他现在到底 拥有着怎样的实力 至于黄兴 他不是通过 招生途径进来的 而是中途 第二批进来的 两百人中的一员 同时学生们 现在也都知道 他们这批人是 来自特殊领域界的 各大传承家族 这些人 从小就开始 接触特殊领域 并接受着相关的教育 并且天赋资质 也都不差 再不计 也是颇具潜力的存在 黄兴的资质 虽然不及沉默 但也是天才级的存在 因此 两人的对决 就显得格外 吸引人了 第三十一章 除非有奇迹发生 一个是顶尖天才 但接触特殊领域界的时间 前后加起来 甚至连一年都不到 另一个是天才 从小就开始 接触特殊领域界 并接受相关的教育 这样的两个人 在擂台上碰撞 到底会产生 怎样的结果呢 擂台下观战的很多人 都在做着自己的预测 而绝大多数的人 其实更偏向于黄兴会赢 在特殊领域界 虽然天赋资质极为重要 可想要将天赋资质 转化为实力 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沉默现在最欠缺的 那就是时间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看好他的人很少 这里面就包括 已经凭借 强大的二阶灵灯战技 电闪雷鸣 轻松赢下 第一场比赛的赵松松 他虽然认为 沉默挑选图凯 纯粹是因为脑子抽抽了 不过这并不妨碍 他看好沉默 自家兄弟不看好 难道还去看好 黄兴不成 加之赵松松 总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沉默的实力 岂是深 手上 擂台上 黄兴看着 如入无人之境的沉默 一时之间 心中也是不禁 产生了自我怀疑 我的火球没伤害 但这怎么可能啊 在一众一阶 火属性灵能战技中 火球的伤害 不敢说能排第一 但也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否则黄兴当初选择 自己第一部灵能战技的时候 就不会选他了 而自从黄兴 将火球掌握以来 在平日的练习 举办的各种试炼中 使用他的次数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 对于火球的威力 他可以说是 相当了解 并且是 相当自信的 所以根本不存在 火球没有伤害这种事情 一定是沉默搞的鬼 迅速冷静下来后 黄兴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既然他的火球没问题 那么问题 就一定是出在沉默的身上 虽然不清楚 他是怎么做到 可以无视火球伤害的 但是他黄兴掌握的 灵能战技 可不止火球这一种 既然火球不行 那就换一个 心中做出决断后 只听黄兴猛然 爆喝一声 辽元斩 辽元斩 二阶火属性 灵能战技 狂暴之火汇聚 以辽元之势 斩首灭敌 只见擂台之上 狂暴 而又浓郁的火元素 汇聚成一道 巨大的半圆火壶 随着黄兴大手一挥 半圆火壶 便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 朝着沉默斩机而去 沉默 在抵消了最后一颗 火球的伤害后 辽元斩已经来到眼前 但他的脸色 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因为只要是能量型伤害 土凯的精神效果 都是可以无视的 在沉默 已经能够把握 土凯发动时机的情况下 黄兴若是察觉不到这一点的话 他的败局就已经注定了 因此 面对斩机而来的半圆火壶 沉默把握好时间点后 直接发动了土凯 淡淡的土黄色光铠 再次将他笼罩 精神效果直接抵消掉了 辽元斩的伤害 此刻 在黄兴以及在擂台下一众人的视角中 沉默真就如同无敌战神一般 竟是再次直接无视了辽元斩的伤害 干 辽元斩 可是二阶灵能战技 他的伤害 不知道比火球强了多少倍 这都没办法对沉默造成伤害吗 这怎么可能啊 有来自传承家族的学生 口干舌燥地看着擂台上的一幕 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实在是这一幕 对他造成的冲击太大了 不仅是他 现场几乎所有的学生 都有这样的感觉 这就是顶尖天才吗 也不知道是怎么修炼的 实力竟是如此的变态 而站在吃瓜群众中的赵松松 此时则激动地 就跟打起了白子一样 作为少数几个 知道沉默修炼了土恺的知情人 他自然也就清楚 沉默是如何做到 无视黄星的灵能战技伤害的 但作为知情人 赵松松心中的震惊 并不比周围这些吃瓜群众少多少 奶奶的腿 竟然还真让他给做到了 我就知道 这狗东西平日里藏得很深 哼哼 这下子露现了吧 对于沉默 能够发挥出土恺的真正威力 赵松松既感到无比的震惊 又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但大家同样都是顶尖天才资质 沉默表现得这么猛 那岂不是显得他狠 修炼个二阶灵能战技 电闪雷鸣 都还是校长钟老 亲自指导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才掌握的 不行 实在是太受伤了 一定要找这狗东西补偿我才行 赵松松在心里怨怨念不断的时候 一个长相俏丽的女生 悄然站在他的身后 已经静静地看了他好长一段时间 他的名字叫乌紫月 王破军从宗派借要来的年轻精英之一 他和另外一个叫夏瑶的女生 被一起分到了沉默他们所在的一般 此时 谁都没发现 乌紫月的眼睛中正 绽放着异样的光彩 当他再次深深地看了一眼赵松松后 眼中的异样光彩顿时消散 紧接着他的目光 便转移到了擂台上的沉默身上 原来是吐凯吗 看着正义无敌之势 不断逼近黄星的沉默 乌紫月的心中 可谓是充满了深深的震撼 作为来自宗派界年轻一代的精英 他自然知道吐凯的名头 同时他也知道 在宗派界 有不少掌握有图属性之力的人 都曾尝试过 想要在六阶之前 发挥出吐凯的真正威力 但令人惋惜的是 哪怕这些人中 不乏资质经验绝伦的存在 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可就在今天 乌紫月亲眼见证到了 一个一阶觉醒者 成功发挥出 吐凯真正威力的一幕 他完全可以想象到 当这件事情传回宗派界之后 将会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 千百年来让无数天才 折挤的鸡肋肚 竟是被人给征服了 同样意识到 问题严重性的 还有在观众席 最高处观战的老钟等人 他们本以为奇迹很难发生 却没想到 真的就出现了 但奇迹出现之后 各种问题也将会接踵而至 可能会有人借此来挑战陈墨 也可能会有人来探寻他的秘密 甚至还可能会有人来 将他掐灭于萌芽状态 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江湖 而江湖 从来都是一个充满了血腥阴暗 和尔虞我诈的地方 作为老江湖 老钟等人自然深知这一点 现在封锁消息 肯定是来不及了 世上从来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所以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赶紧找一个可靠 又有实力的人来照着沉默 正好王破军的大师兄云阳子 就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曾听老钟说起过这件事情的 黄云老太太 与老钟默契对视了一眼 我现在就去催王破军 让他赶紧把这件事情落实了 黄云老太太说完 直接一个闪身 便赶往大京市教育部而去 与此同时 擂台上的比赛 也逐渐接近尾声 黄兴在发现 辽远展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之后 又接连施展了数种灵能战技 但却依旧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眼看沉默已经逼近 他便果断施展了防御型灵能战技 然后他主动迎上去 与沉默展开近身交战 黄兴不相信 接触特殊领域 时间这么短的的沉默 还能样样都精通不成 可他很快就悲愤地发现 现实真的太特么残酷了 近身交战 他居然也打不过沉默 面对沉默的压制 他没有任何反击的办法 伴随着沉默再次施展图凯 借助一闪而逝的惊身效果 一直戳散了黄兴体表覆盖的防御火凯后 比赛也就随之结束了 从始至终 黄兴都是猛逼的 他很想知道 沉默是如何做到 无视他的灵能战技伤害的 但沉默显然不会告诉他 毕竟他还要靠着图凯打进前十呢 至于同样震惊的裁判 也没有像之前那样对两人做点评 这还是点评个屁啊 黄兴从一开始发现火球无法对沉默造成伤害后 他便果断切换了燎原斩 以及其他灵能战技 甚至最后释放防御火凯 选择与沉默近身交战 他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但面对沉默那近乎无解的力量 他最终只能以遗憾收场 至于沉默的表现 实在是不点拼也罢 挥了挥手 是一两人赶紧下去之后 裁判重新叫起来号 沉默从位台上走下来 赤瓜群众们都在好奇地打量着他 实在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沉默不但赢了 而且还赢得这么轻松 赵松松乐呵呵地走过来 正准备向沉默道喜 结果一道清脆俏皮的女生 却是先一步在他身后响起 沉默同学 恭喜你啊 第33章 被偷家了 被人抢了先 赵松松很生气 这谁啊 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 结果他刚转身 声音的主人却是越过了他 直接站到了沉默跟前 看着眼前的女生 沉默的第一个感觉 是还挺好看的 不过他倒是没产生多余的想法 沉默回想了一下对方的名字后 笑着说道 谢谢 你是 乌紫月同学对吧 看着沉默 乌紫月突然会心一笑 嗯 我就是乌 乌紫月 乌紫月学着沉默的语气回道 正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而当两个有趣的灵魂相遇 奇妙的缘分便就此产生 不知不觉中 沉默和乌紫月就交谈了起来 赵松松看着有说有笑的两人 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 自己是局外人的感觉 我去 这是被偷家了呀 但赵松松绝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他要采取强有力的手段 来捍卫自己的地位 一番思来想去后 赵松松便果断出击了 结果依旧是没等他开口 乌紫月对沉默做了个白白的手势后 就走了 赵松松如同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心里那叫一个贼拉难受 可他要拿乌紫月没有任何办法 只好哼哼着问沉默 老莫 怎么回事啊 沉默闻言不解地问道 什么怎么回事 赵松松朝着乌紫月离开的方向 抹了抹嘴 说道 你还跟我装 快说 他跟你说了些啥 是不是来打探情报的 用看智障的眼神 看了一眼赵松松 沉默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脑子里 一天天在想什么呢 就是简单地闲聊了几句 没有就好 赵松松狐疑地看了沉默一眼 然后不放心地说道 老莫 我告诉你 你可得小心着点她 我妈以前就跟我说过 越是漂亮的女人 就越会骗人 这乌紫月长得这么漂亮 一看就是很会骗人的那种 你可别一不小心 就被她给骗了哈 听到赵松松的话 沉默更是无语了 只见她看着赵松松问道 我想问一下 伯母长得漂亮吗 赵松松文言 哼了一声后说道 我妈长得当然漂亮了 你问这干什么 拍了拍赵松松的肩膀 沉默用一副 关爱智障的眼神 看着她说道 你自己好好的品吧 打完了第一场比赛 沉默便来到场边的观众席上 做着恢复体力 她也顺便在心中 复盘了一下刚才的比赛过程 看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需要改进的 此时场中的比赛 仍在继续 来自传承家族 和宗派界的学生 一个个表现得都非常亮眼 通过招生途径进来的学生们 表现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不过这也在校方高层的预料之中 而很快 所有学生都打完了第一场比赛 经过半个小时的中场休息之后 第二场比赛 也就开始了 这一次 沉默的对手是 来自七班的何俊飞 他和沉默一样 都是通过招生途径进来的 何俊飞拥有水属性之力 掌握有一门 一阶灵能战绩金涛掌 金涛掌威力强大 但依旧属于能量攻击的范畴 加之和俊飞使用起来 也不是多么的熟练 所以 沉默很轻松的 就拿下了这场比赛 不过在他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 擂台下观战的人 变得更多了 因为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知道了 沉默似乎掌握 有一种近乎无敌的力量 所以他们都想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奈何和俊飞 现在的实力太弱 根本就没能 在沉默手底下 撑太长的时间 导致谁都没能看出个名堂来 与此同时 大京市龙国教育部 面对直接找上门的黄云老太太 王破军被逮了个正正 办公室中 黄云老太太 看着一脸垂头丧气的 王破军问道 小王 你就这么怕见到黄仪 王破军善善一笑 说道 哪能啊 黄仪 有什么事您就说 于是 黄云老太太 直接说明了来意 王破军听完后 顿时来了兴趣 嘿 这小子还真有点邪门啊 居然连吐铠都给搞定了 听到王破军的话 黄云老太太瞪了他一眼 什么叫有点邪门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不过 他知道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于是说道 你不是想让你大师兄 云阳子前辈来教他吗 趁着这个机会 赶紧把这件事情给落实了 这样大家都安心 王破军当然也想早点 把这件事情落实了 可是他之前掀了云阳子的算命摊 导致云阳子至今都还在气头上 并且是道歉都没用的那种 按照云阳子的性格 只要见到王破军 那压根就不会给他开口的机会 上来先捶一顿再说 他这个时候找上门去 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可看着黄云老太太那圣人的眼神 王破军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好 黄爷 我今天就去把这件事情落实了 说着 王破军让黄云老太太先回去 但黄云老太太却表示 他就要在这里等 没办法 拗不过这个老太太 王破军只好跟下面的人交代了几句后 就直接出发了 从教育部出来 他便隐匿了身形 直奔大西省而去 他只希望云阳子 还在之前的那个景区摆摊 不然的话 那可就难找了 大西省小英市 往西南四十里处 那里便是龙国道交正义派祖厅 龙虎山所在 作为国家级5A景区 每天来这里的游客 可谓是络绎不绝 有游客 自然就有各种摆摊的小贩 不过由于景区的强制规定 其他景区爆火的算命摊 这里却只有一家 因此这个算命摊的生意 尤其火爆 不仅因为它是独一份的生意 还因为它这里算命不要钱 而且据说算得还特别准 这个算命摊的摊主 是一个穿着一身 青灰色长袍 样子有些精瘦 看起来颇有仙气的老人 此时 他正在给一个七八岁的小胖子算命 老夫官这孩子天庭饱满 地阁方圆 这是大富大贵之相 听到老人的话 小胖子的父母 那叫一个激动 接着 老人又抓起小胖子的手捏了捏 一丝常人难以察觉的失望之色 从他眉宇间一闪而过 但老人 却不动声色地说道 所谓 植骨欠系 而长者聪明 老夫断定 这孩子天生聪慧 只要好生培养 日后定能成为人才 好了 去吧 小胖子的父母千恩万谢后 心满意足地带着自己儿子走了 可正当下一个游客 准备坐到椅子上的时候 老人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样 只听他站起身来 看向众多游客说道 诸位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今日算命到此结束 请大家改日再来 说着 老人起身就走 连算命摊都不打算要了 游客们虽然很不满意他的这种做法 却也无可奈何 因为人家算命是免费的啊 老人离开摊位之后 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中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而此时的空中 一朵云彩慢慢飘过 刚刚从人群中消失的老人 竟是神奇地出现在了云彩的上面 同时他的不远处 还有一个人 仔细一看 那不正是王破军吗 第34章 云阳子 明显看得出来 此时的王破军是忐忑不安的 那样子 就跟犯了错回家见家长的小孩一样 在这个老人刚出现的时候 他当即就要说明来意 实在是怕晚了就来不及了 可还没等王破军开口 原本看起来慈眉善目 好一副 仙人风范的老人 脸色却是陡然一变 只听他冷哼一声后 随即探出一只手来 朝着王破军轻轻一握 天地间浓郁的土元素 迅速汇聚成一只晴天巨掌 就要将王破军强势镇压 王破军本想逃 却发现已经迟了 因为这位老人 也就是王破军的大师兄云阳子 这一次根本没有任何的留守 眼见于此 王破军赶紧把看家本事都使了出来 他一边应对那不断合拢的晴天巨掌 一边朝着云阳子大声喊道 大师兄 你不是一直想说个多牙的学生吗 我给你 王破军话还未说完 云阳子见他居然还敢反抗 心中更是怒火中烧 他探出的那只手隔空狠狠一握 晴天巨掌便迅速收拢完成 收拢后的巨掌就像一个巨大的土球一样 将王破军困在了里面 随即云阳子一个闪身 也来到了土球里面 看着正不断攻击土球内壁的王破军 他再次心神移动 紧接着 密密麻麻的粗壮藤蔓开始生长 并朝着王破军席卷去 王破军刚想说话 云阳子却率先说道 什么都不用说 你这混账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顿打碍完 听到这话 王破军知道 今天这顿打到底是逃不了了 可谁让他当初守剑 求人不成反先了人家的摊子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按照李教授的话来说就是 云阳子没当场打死王破军 就已经是在顾忌 失兄弟情面了 王破军倒也干脆 知道是自己的问题 于是直接放弃了抵抗 开玩笑 他越是抵抗 只会让云阳子越是生气 最终 那只能是被打得更惨 见王破军放弃抵抗 云阳子也是脸色稍缓 不过他手底下的动作 确实没有停下 密密麻麻的粗壮藤蔓 将王破军缠绕了起来 彻底限制了他的行动 云阳子已经打定主意 今天一定要给王破军 这混账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要让他记住冲动行事的代价 否则 这混账将来又冲动地惹下 什么麻烦事 到时候还得他出来 给他擦屁股 他这大师兄 又当爹又当妈的 真是想想都觉得心累 又一想到 从老二到王破军 这个老六都是一个掉样子 云阳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们这帮混账 就不能让老夫省点心 尤其是你个王老六 自打师父他老人家 让你入室以来 老夫给你擦屁股的次数 还少吗 哼 记性不长 脾气倒是见长了 居然还赶来 新老夫的摊子 随着云阳子这些 饱含怒气的话音响起 土丘内部 风云突变 滚滚雷霆 开始咆哮 王破军见状 心中都在发颤 完蛋了完蛋了 大师兄这是真的怒了 此刻 王破军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赶紧求饶 不然 等着那些雷霆 劈到身上 就是不死 也得脱层皮啊 王破军刚开口求饶了一句 云阳子就怒气十足地 瞪了他一眼 混账东西 住口 现在知道求饶了 早干嘛去了 随即 一道又一道粗壮的雷霆 开始朝着 王破军落下 挨雷批的感觉 可并不好 尤其是这雷 还是云阳子的成名绝技之一 九天荡魔神雷 在特殊领域界 但凡灵能战绩中 带有六 九之类的特殊数字 别管他的等阶高地 那威力 绝对是杠杠的 当然 云阳子只是为了 惩戒王破军 而不是要杀了他 所以 并未发挥出 九天荡魔神雷的全部威力 可即便如此 王破军 也是被批的 一副惨不忍睹的样子 作为大师兄 云阳子也是 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他好心地 打了一道强大的 恢复型灵能战绩 在王破军的身上 这样既能惩戒王破军 又不会 给他留下过重的伤势 只是如此一来 王破军就有的苦头吃了 可不管他是求饶 还是痛马 云阳子根本就不理会他 整个过程 足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云阳子心头的气 总算是消了 只见他大手一挥 滚滚雷霆 尽数消散 随即云阳子看向 奄奄一息的王破军说道 别装了 老夫现在不吃你这一套 听到云阳子话 王破军接过话说道 没装 真的差一点就死翘翘了 不过 只要能让大师兄 宁消消气 我王破军 就是死也值了 哼 都这么大的人了 说话还是这么油腔滑调 不着边界 云阳子虽然嘴上是这么说 但又是给王破军 施加了一道治疗 恢复行灵能战绩的效果 王破军见状 飞飞一笑 还是大师兄 对我最好 云阳子冷 哼一声 知道老夫对你好 你还感谢老夫的摊子 不过他现在气已经消了 也就不再计较这件事情 只见云阳子 看向王破军问道 说吧 你来找老夫有什么事 王破军当即娓娓道来 云阳子听完后 神情略带激动地问道 你真给老夫找了两个学生 其中一个 还是全武行属性的武鸭 王破军点头道 没错 大师兄 这个孩子叫陈默 生命中 萌发了武鸭 拥有完整的五行属性之力 他的天赋 资质好得没话说 领悟力更是强得可怕 积累土铠的名头 师兄 你应该听说过吧 这小子才一接 就发挥出了他的真正威力 另一个孩子叫赵松松 他虽然只是单雅 但却拥有雷霆之力 师兄收下他 正好可以继承您的九天 荡魔神雷啊 听完王破军的话 云阳子哪还待得住 当即叫王破军 带他去见这两个孩子 一来 是莫名担心 被人抢了先 二来 则是担心 王破军在哄他 实在是生命中 萌发武鸭这种事情 太过匪夷所思了 哪怕了解特殊领域界 诸多隐秘的他 也是从未听说过 见云阳子如此迫切 王破军也不耽搁 当即就在前面带路 朝着大京市赶去 对于他来说 这件事情自然是越早 落实越好 实在是陈默这小子 不让人省心 居然这么早就开始展现出 他远超妖孽极天才的资质了 第35章 实力强悍的乌紫月 在王破军带着云阳子 赶往大京市的同时 T01分校 北区竞技场中 新生挑战赛打到现在 陈默已经赢得了 无偿比赛的胜利 并且其中一场 还是和宗派界 来的一个学生交手 对方的实力真的很强 掌握有各种类型的灵能战技 并且应变能力 更是堪称老练 若非图凯的精深效果 太过bug 这一场比赛 陈默甚至可能会输 不过这也让他意识到 自己不能太过于依赖图凯 因为图凯并不是无敌的 他有缺陷 那就是 无法承受 持续性的能量伤害 毕竟0.01s的 精深效果过后 图凯就只能提供 5%的防御力加成 一旦被人发现 这个缺陷 就容易被人针对 所以 还是不要太过频繁地使用 能依靠自身的 灵活速度 闪避的伤害 就尽量闪避开得好 于是 从第六场比赛开始 陈默就以这种方式 进行比赛 一开始 直接速度全开 拉近跟对手的距离 若遭遇对手 灵能战技的阻拦 能闪开就闪 闪不开 就是勤快定 扛得住 就扛 毕竟陈默 还有枯木回春这个治疗 恢复型灵能 战技可以使用 只要不是伤害 特别爆表的灵能战技 他扛一两下 还是没问题的 若是实在扛不住 这才发动土铠 等到贴近对手后 直接展开近身交战 除了那些来自 传承家族 和宗派界的学生外 几乎没有人能够 在陈默手下 撑过两个回合 于是 陈默便 以这样的方式 顺利地拿下了 第六场比赛的胜利 至于赵松松那边 第六场比赛 遭遇了来自 传承家族的学生 这一战他打得异常艰难 但索性赵松松的 电闪雷鸣 威力极强 最终还是赢得了 这场比赛的胜利 等到第七场开始 陈默一就复制之前的套路 而赵松松这边 则是快要哭死了 因为他的对手 是来自宗派界的乌紫月 乌紫月 不但常人地漂亮 一身实力 也是极强 在天才伶俐的宗派界 他可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在年轻一代中 打出了名头来的 王破军 从宗派界要来的 四十三个学生中 他更是当之无愧的 第一强者 整个T01分校 不 而是整个T大的学生中 目前 大概也很难找出一个 能逼出他全部实力的人来 哪怕是掌握有 土凯的沉默 也不行 正是这样的乌紫月 却是对赵松松 严重缺乏好感 主要是上午的时候 他发现沉默一个 一阶觉醒者 居然能够发挥出 鸡肋土凯的威力 于是 就想着接触一下 看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接着乌紫月 就惊喜地发现 沉默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 然后他就忍不住 和沉默多聊了几句 结果这个赵松松 居然认为 他对沉默不怀好意 我呸 本姑娘可不是那种人 于是 乌紫月就暗自决定 赵松松最好 是不要碰上他 否则 绝对不给他好果子吃 乌紫月 显然是心想事长了 不过 赵松松也倒霉了 面对乌紫月那 强悍至极的实力 赵松松感受到了一种 深深的无力 他的电闪雷鸣威力 固然强大 可是根本打不着乌紫月 因为乌紫月掌握的力量 是比雷霆之力 还要稀少的空间之力 眼看着自己的攻击 再次被乌紫月 给轻松化解掉之后 赵松松心中暗道 这娘们什么来历啊 实力怎么这么变态 她不这样想还好 一这样想就糟了 居然敢骂本姑娘变态 只见乌紫月 额眉倒促 凤眼圆争 随着她右手一甩 一道纯粹凌厉汇聚的鞭子 便落到了赵松松的身上 这虽然不会真正伤到赵松松 但一顿皮肉之苦 却是在所难免的 而且 任凭赵松松如何躲闪 都无法避开 裁判看着 被打得哭爹喊娘的赵松松 又深深地看了一眼乌紫月 俺的个亲娘啊 这傻小子 也不知道怎么惹到了 这个实力强悍的妮子 灵力巨行 那可是二阶觉醒者 才能做到的 是的 乌紫月 可不是一阶觉醒者 而是货真价实的二阶 与此同时 陈默拿下第七场比赛后 迟迟不见赵松松来场边休息 于是他就赶了过来 察觉力极为敏锐的乌紫月 当即便发现了陈默的身影 他可不愿意给陈默留下一个 暴力疯婆子的形象 于是 乌紫月迅速散去林立边 看向赵松松说道 你还是认输吧 赵松松本 还想嘴硬一番 可想了想刚才的凄惨状况后 便干脆地认了输 裁判见状 也是不禁松了一口气 他其实很担心赵松松 这傻小子 虎劲上来了 不肯认输 随着裁判 宣布了最终结果 这场比赛 也就正式结束了 在擂台下的陈默 朝着赵松松挥了挥手 赵松松见状 直接就从场 便跳了下去 老默啊 我被打得好惨啊 真是痛死我了 快用你的枯木 回春给我制制 啊 爽 那 最后一句话还未说出口 赵松松突然感觉到 背后一阵凉意袭来 他转过头一看 原来是乌紫月 正朝着这边走来 急着小松 灵机一变 原本即将脱口而出的 娘们一词 被他硬生生地 给咽了下来 那乌紫月同学 好生厉害 我赵松松 真是太佩服他了 听到赵松松的话 陈默不禁笑了笑 原来你这狗东西 也有怕的时候啊 看着已经走过来的乌紫月 陈默笑着和他打了招呼 乌紫月也笑着回应了他 不过 轮到赵松松的时候 则是一个大大的白眼 乌紫月和陈默简单地 说了几句话 就去找下谣了 等到他走远后 赵松松这才对陈默说道 老默 你可得给我报仇啊 你看他把我给打的 陈默上下打量了一番赵松松 不得不说 确实是挺惨的 不过 乌紫月是个挺好说话的人啊 也不知道赵松松 究竟是怎么惹到了他 至于让陈默去找乌紫月报仇 实在他也无能为力啊 灵力巨行 那可是二阶觉醒者的标志 陈默也才一阶前妻而已 现在靠着图凯的Buck月月小街 打打一阶后妻还行 至于二阶 那不是纯粹找虐吗 看着竟然一脸期待的赵松松 陈默美好气地说道 要去你自己去 赵松松很伤心 一脸忧怨地看着陈默说道 老默 你变了 有了新欢 就忘了旧爱 真是岁月无情 人尽无碍啊 看着喋喋不休的赵松松 陈默一脸无语地说道 你要是再这么逼逼赖赖 就自己慢慢恢复去吧 我才懒得管你了 听到陈默的话 赵松松顿时就闭上了嘴巴 有陈默这个现成的奶妈在 她才不愿意慢慢地恢复呢 随即 两人便来到了场边坐着休息 陈默伸出一手搭在赵松松的肩上 再次施展枯木 回春给她治疗恢复伤害 而这个时候 观众席最高处的平台上 王破军带着云阳子来了 当然 她还顺便去教育部 把在那里等她消息的 黄云老太太一起叫上了 老钟等人见到云阳子 那叫一个激动 毕竟 这可是特殊领域界的超级强者 云阳子倒没自持身份 一一对老钟 他们点头见了理 然后便听她开口问道 那两个孩子呢 老夫想先看看他们 第36章 收徒 听到云阳子的话 老钟当即就要去把陈默和赵松松带上来 可云阳子看到竞技场中 还在进行的比赛后便随口问了一句 一旁的黄云老太太赶紧给她解释了一下 说这是在举行新生挑战赛 云阳子听完 笑着说道 那就先不急 等这两个孩子打完最后的三场比赛再说 老夫也正好可以看看 他们现在的水准如何 听到这话 老钟只得作罢 谁让人家是大佬呢 当然 是她说了算 于是 一众人就高台上远远地观察着 沉默两人 高台下 坐在场边休息的沉默两人 根本浑然不觉 赵松松更是像个贱人一样 在那叫个不停 啊 爽 好爽 老末 你以后 干脆就走肉盾 奶妈路线算了 你真的很有这个天赋 输出这种事情 就别考虑了 交给我来 还是那句话 咱俩组成土木雷双结组合 打遍踢大无敌手 怎么样 看着赵松松一脸销魂的样子 沉默可谓是满脸黑线 你可不能不能不要叫他这么恶心 还有 去你压的肉盾奶妈 去你压的土木雷双结组合 这狗东西 居然还在惦记着 让他当乌龟壳的事情 想都别想 自个儿玩去吧 还打遍踢大无敌手 想到这里 沉默不禁撇了撇嘴 只见他一脸嫌弃地看向 赵松松说道 这么快就忘了 刚刚在擂台上 被人打得满场乱窜的模样了 听到沉默的话 赵松松顿时 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面对乌紫月 他引以为傲的雷霆之力 压根就发挥不出真正的威力 实力上 更是被无情碾压 这乌紫月 简直就跟他的克星一样 让赵松松硬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 像乌紫月这样 来自宗派界的学生 还有42个 虽然沉默打赢了其中一个 但那一场比赛 赵松松全程观看了 对方的实力 真的很强劲 也就沉默这种推不要脸 开了金身挂的人才能打赢 换做是他自己上的话 明显输的可能更大 而来自传承家族那边的学生中 虽然有不少人是水货 可也有像深屠红 公孙伯这样有真本领 硬实力的存在 这样一算下来 别说前十了 等到第二轮开始 能不能撑过 前两场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赵松松很伤心 他原本还想拿个第一 来乐呵一下的 现在明显是乐呵不成了 真是天度英才 身不逢时啊 见赵松松一副 垂头丧气的样子 沉默不禁问道 这就泄气了 赵松松没好气地回道 能不泄气吗 这些来自宗派界的学生 没一个是好对付的 传承家族那边 还有深屠红 公孙伯这样的人 见赵松松一副来真的样子 沉默安慰他道 别急着泄气啊 得打过之后 才知道最终结果 就算是暂时输一两场 也没得啥 你的天赋资质 又不比他们差 日后又不是没有机会 追赶上来 听到沉默的话 赵松松一脸感动 老莫 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 听了你的话 我心里瞬间好说多了 只是 说到这里 赵松松脸色一变 只见他眼神悠悠地 盯着沉默说道 只是你个不要脸的挂逼 怎么好意思 说出这种话来的 还暂时输一两场 也没啥 你咋不去跟吴紫月 打一场试试呢 听到赵松松的话 沉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当前阶段 掌握土恺的他 还真就跟开了挂一样 至于跟吴紫月打一场 关键是他碰得上才行啊 很快 随着场中所有比赛结束 中场休息过去 第八场比赛 便随之开始了 沉默依旧复制着 前两场比赛的套路 轻松拿下这场比赛 至于赵松松 他再次遭遇了一位 来自传承家族的学生 经过一番激烈战斗 赵松松也拿下了最终的胜利 这下子 他又找回信心了 老默 你那句话说得可太对了 不能急着泄气 得打过之后 才知道最终的结果 我赵松松 又不比他们差多少 哈哈 看着又飘起来的赵松松 沉默实在是不知道 该说他什么好 这可真是个计吃不计打 好了伤疤 忘了疼的狗东西 随着第八场比赛打完 第九场 第十场也是 相继进行 这两场 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陈默和赵松松 都是顺利地拿下了比赛 至此 新生挑战赛的第一轮比赛 便全面结束 积分清零的学生 全部出局 这些人 大概有两百多个 其中 除了三十多个 是来自传承家族的水货之外 其余的 全都是通过招生途径 进来的学生 而有剩余积分的人 积分向十取整 全部进入第二轮 不过从第二轮开始 每输一场比赛 会减十个积分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 第二轮比赛的战况 将尤为激烈 但那都是明天的事情了 此时天色已晚 假之经过一天的比赛 学生们都比较疲惫了 教导主任张云飞 便直接解散了学生队伍 陈默和赵松松 正准备回宿舍 辅导员周琳 却是叫住了他们 陈默 赵松松 跟老师来一下 虽然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两人还是乖乖 跟着周琳来到了场边 一看 不得了啊 替灵妖分校的高层 竟然全都在这里 不但如此 王破军居然也在 至于他身旁那位 穿着长袍 看起来仙气飘飘的老人 从现场一众人的站位来看 估计身份也不简单 然而 不等两人见礼 王破军却是率先开口说道 你们两个 是不是认为我之前骗了你们 虽然心里 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陈默两人 却是齐齐摇了摇头 王破军见状 大笑不已 骗鬼吧你们 不过 我可没骗你们 诺 他就是 王破军 指着一旁的长袍老人说道 这时 老中也是赶紧接过了话 你们两个孩子 愣着干什么 快见过老前辈啊 老中的话 就是在提醒陈默两人 眼前的这位老人 是个真正的大佬 得到老中的提示 陈默和赵松松 便恭恭敬敬地 向云阳子见礼道 老前辈好 听到两人的话 云阳子笑着说道 好好好 老夫之前 观看了你们各自的三场比赛 虽然有些地方 表现得还很稚嫩 但整体上来说 还是比较不错的 云阳子说着 走上前来 便抓起了赵松松的一只手 这突然的举动 着实让赵松松 吓了一跳 云阳子 则是轻声说道 放心 老夫不对 你怎么样呢 说着 他轻轻捏了捏赵松松的手 然后云阳子的眉宇间 便露出了一丝笑意 这便是摸骨了 既能确定赵松松的真实年龄 又能通过感知赵松松的身体 自然吸收灵气的速度 来粗略地判断 移下他的潜力 赵松松的潜力明显不错 让云阳子很满意 紧接着 云阳子又抓起了陈默的手 一翻摸骨后 他那苍老的脸上 先是露出了一丝金融 然后便是满满的笑意 显然陈默的潜力之高 让他很是惊讶 更是让他感到非常的满意 于是 云阳子便看着陈默 和赵松松说道 老夫云阳子 在特殊领域界 也算是小有实力之人 今日见你二人天赋不错 欲收你们为徒 不知你二人意下如何 第37章 拜师 听到云阳子的话 现场最激动的 并不是陈默和赵松松 因为他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云阳子这三个字 在特殊领域界意味着什么 但老中他们这些 校方高层知道呀 因此 他们一个个就差当场喊出 两个傻小子 别愣着了 赶紧答应下来啊 而正当他们 准备给陈默两人 眼神示意的时候 陈默和赵松松 则是对视了一眼 紧接着 两人直接就趴到了地上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两人的动作 可谓是行云流水般的顺畅 没有丝毫的迟滞 这让老中等人 都是看傻眼了 等到他们回过神来后 都是不禁笑了起来 原来 这两个小子不傻呀 陈默和赵松松 当然不傻 他们虽然不清楚 云阳子的真正实力 但从老中他们的表现来看 那绝对是个大佬 再结合到王破军的话 云阳子久 揭决行者的身份 便跑不了了 这可是站在生命层次进化 顶端的超级强者 拜这样的超级强者为师 绝对不吃亏 所以 没啥好犹豫的 而云阳子 则是将陈默 两人扶了起来 一脸笑意地说道 咱们师门不兴 跪拜这一套 只要你们有这个心就好了 云阳子收了图 陈默两人拜了师 现场可谓是 其乐融融一片 而按照云阳子的安排 他会留在T01分校 除了专门教导陈默 两人修炼之外 他还会偶尔开开大课 指点一下其他的学生 这可是让老中 他们高兴得不行 随后 云阳子又送给了陈默 两人一人一卷 没有具体等级的 灵能战绩卷轴 说是让他们先练着 日后有惊喜 陈默两人自然是乐呵呵地接受了 一人一句多谢师父 让云阳子脸上乐开了花 这自己收图 和代师收图 就是不一样啊 师父这个词听着 可比师兄这个词 好听多了 而后 兼着后勤管理处主任的张云飞 便亲自带路 去给云阳子安排住处了 陈默两人自然是跟着 一起去的 美其名曰 送送师父 尽管两人有拍马屁的嫌疑 但云阳子心里舒坦呢 他甚至还给了王破军一个极为嫌弃的眼神 好好瞅瞅 你这个当了二十多年的师弟 还不如我这刚收的两个徒弟 等云阳子的住处安排好后 陈默两人那是铺床的铺床 端水的端水 虽然并不需要陈默他们做这些事情 但云阳子看着忙前忙后的两人 再和王破军他们五个 糟心师弟一比较 心中更是觉得 还是收徒弟好啊 等到陈默两人忙活完后 云阳子便让两人赶紧回去歇息 别累着了 在和云阳子到安后 陈默两人便回自己宿舍去了 王破军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 哼哼着说道 真是没看出来 这俩小子还挺会拍马屁的 听到王破军的话 云阳子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你管老夫的两个徒弟 是不是在拍马屁 那就算是在拍马屁 那也比某个老夫亲手 交出来的糟心师弟 跑来掀老夫的摊子好 王破军一听 脸色顿时一黑 得得得 这事儿算是过不去了 于是他对云阳子说道 师兄 那我可回去啊 云阳子一脸嫌弃地挥了挥手 快走快走 老夫 原本也没打算留你 另一边 陈默回到宿舍后 先是洗漱了一番 然后他就坐在床上 打开云阳子给他的 那个灵能战绩卷轴看了看 这个名字叫做 土形灵能绝的战绩 修炼掌握后 既可用以进攻 也可用以防守 总之 威力不俗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陈默总觉得 他不太完整 不过陈默也没去多想 而是尝试着 修炼了起来 时间大概来到凌晨两点左右 坐在床上 原本紧闭着双眼的陈默 猛然睁开了眼睛 随即他心神一动 开始催动体内的灵气 紧接着 陈默伸出了左手来 不多时 一颗鸡蛋般大小 由纯粹的土元素 绘成的土球 便在他左手中凝聚成形 看着手中的土球 陈默眼中露出了一抹激动之色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哪 经过数个小时的苦修 他终于成功掌握了 土星灵能卷 真是太不容易了 不过既然成功了 那陈默 也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一夜无话 时间来到第二天 陈默和赵松松早起之后 买了早点 便去给云阳子请安了 云阳子的住处 是标准的教师宿舍 空间很宽敞 设施也更齐全 此时 早已闭谷的云阳子 正坐在餐桌上 吃着这两个徒弟买来的早点 他的心里 那叫一个暖阳阳呀 吃完之后 他便领着陈默 两人来到了竞技场 趁着今天的比赛 还未开始 云阳子也是指点两人一番 而赵松松 也是趁这个机会 问了一些修炼上的问题 他昨晚 其实也尝试 修炼了云阳子 给他的那个灵能战绩 只是有几个地方 不是很明白 云阳子 一一给赵松松讲解完 便让他再去试试 然后他看向了陈默 陈默见状 挠了挠头说道 师父 我好像没啥不明白的地方 对此 云阳子并不觉得 有什么问题 陈默能在一阶 觉醒者的时候 就发挥出土铠的威力 本就能说明 他的领悟力极为惊人 于是他问道 修炼到什么程度了 大概需要多久能掌握 陈默想了想 干脆地伸出了左手 紧接着 一颗土球 便在他掌心中凝聚成形 看着陈默掌心中的土球 饶是见多识广的云阳子 也是直接愣住了 什么情况 这就把土星灵能觉掌握了 看着愣住的云阳子 陈默急忙喊道 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听到陈默的声音 云阳子这才回过了神来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陈默 什么话也没说 而后他又摸出了一个 卷轴给陈默 陈默接过 喜滋滋地说道 多谢师父 云阳子点了点头 示意陈默先去练着 他想一个人静一静 看着陈默乐呵呵地走开 云阳子不禁暗自叹了一口气 此刻他的心中可谓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 他收到了一个 资质极为妖孽的天才学生 忧的则是 这个天才学生 大概率很快就会 将他的一身所学掏空 想到这种可怕的后果 云阳子突然产生了自己 还需要多学一些本领的冲动 正所谓活到老 学到老 这句话 还真特么没说错 第38章 被针对 云阳子的心思 陈默自然是无从得知的 不过他真心地认为 有个云阳子这样的师父 还是挺不错的 实力足够强大 能照得助人 虽然年纪大了些 但相处起来融洽 没有一点高手端着的架子 而且他对徒弟也挺不错的 身为超级强者 甚至耐得下 心来为赵松松细讲一些极为基础的东西 至于陈默这边 虽然领悟力确实十分惊人 但有的时候 光靠领悟力是远远不够的 人生阅历和经验的不足 是陈默目前最大的问题 这也使得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难免会碰到一些 靠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 毕竟再厉害的天才 那也不是万能的 这个时候 往往就需要一个 有着丰富经验的人来提点一下他 就像之前给陈默上 小班指导课的老钟那样 可能只需要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就能让陈默毛色顿开 从而解决掉碰到的难题 今后云阳子这个师父 就会充当起这样的角色 所以陈默认为 真心的尊重和孝敬他 真的没啥问题 毕竟老话说得好 人心都是肉掌的 只要碰上的 不是那种心理变态 或是有问题的人 你真心对待他 他往往也会真心对待你的 这不 从昨晚拜师到现在 也就一天时间不到 云阳子就又给了陈默一个新的卷轴 这不就是用真心换来的吗 云阳子 不好意思 虽然是有那么一点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但更多的还是因为 被你掌握土星灵能绝的速度给惊到了 陈默将新得到的卷轴打开看了看 发现上面记载的是 一种叫做木形灵能绝的战绩 光看这个名字 就知道 它和土形灵能绝的关系不一般 或许还有另外三种 五行属性的灵能绝也说不定 也许都修炼之后 还可以搭配着使用的 陈默看着木形灵能绝 心中不免暗戳戳地想到 不过他现在显然没有时间 去尝试修炼木形灵能绝了 因为随着八点半的到来 学生们已经齐聚竞技场 新生挑战赛的第二轮比赛 也就正式打响了 陈默的第一场比赛 就遭遇了来自宗派界的学生 比赛一开始 他就遭到了对方的针对 来自宗派界的这些学生 显然已经知道了 陈默无敌的秘密 虽然他们一开始 确实没有在陈默身上 看出什么名堂来 但在陈默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 因为天色渐暗的缘故 到底还是有人发现了 土凯发动后形成的光凯 加之陈默掌握的土木双属性之力 在学生中根本不是秘密 只要用心去排查一下 就能找出正确的答案来 土凯也就随之被挖了出来 陈默所谓的无敌 不过是土凯的精深效果而已 虽然他们一个个 在得知这一点的时候 心中都很是震撼 陈默一个一阶觉醒者 居然能发挥出土凯的真正威力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在震撼过后 他们中的不少人 却是激动了起来 既然陈默不是真正的无敌 土凯也有明显的缺陷可以针对 那么就有击败他的可能 而击败了陈默 岂不就能在宗派界一举成名了吗 毕竟这家伙可是千百年来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成功在六阶前 发挥出土凯真正威力的人啊 江阳 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并且 他的运气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 居然第一场就碰上了陈默 擂台上 看着不断被自己压缩活动空间的陈默 江阳笑得别提有多开心了 你不是无敌吗 怎么无敌不起来了 哈哈 不过陈默这边 却是始终保持着淡定 对于他来说 土凯的秘密 被人发现本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因此 他早就为现在的这种情况 准备好了预备方案 只是实施这个方案 对陈默自身的灵气消耗极大 所以需要找准时机才行 一旦时机到了 他就会主动出击 而江阳为了击败陈默 也是准备一套行之有效的稳妥方案 他知道 土凯的金身效果只有0.01s 所以 使用的是 有着大范围持续性能量伤害的灵能战技 水龙卷 只是水龙卷有个缺点 就是行动迟缓 容易被人躲开 因此 江阳才需要不断地压缩沉默的活动空间 可这也就使得他 必须不断地拉近和沉默的距离 同时江阳也知道 沉默的近战格斗能力相当了得 为此 他也一直在谨慎地衡量着 与沉默保持的安全距离 但江阳望望 这可是在擂台之上 哪有什么安全距离一说 沉默不单单具有相当了得的近战格斗能力 还具备极强的突进能力 江阳所认为的安全距离 不过是沉默故意做给他看的 为的就是让他误以为 和沉默保持的距离足够安全 从而放松警惕 显然 沉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毫无察觉的江阳 正一步步地走进他挖好的陷阱里面 终于 当沉默被逼到擂台的一个角落 再也退无可退的时候 对这场比赛胜券在握的江阳 仿佛已经看到了最后的胜利 一般来说 人在这个时候 往往是最容易得意忘形的 因此 沉默不再沉默 他出手的时机到了 只见沉默微微一个叙事 直接选择了正面突围 江阳健壮 不禁冷声道 还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吗 可惜 我不会给你机会的 水龙卷 江阳再次打出一道水龙卷 彻底封锁了沉默的突围路线 至此 进退两难的沉默 除了认输之外 便别无选择 当然 这只是江阳的想法而已 面对突围路线被封锁 沉默的选择 出乎了现场所有人的预料 他没有就此认输 而是加速冲进了水龙卷中 卧槽 沉默他 这要是拼命啊 很多人都被沉默的举动给惊住了 其中也包括江阳 但他并不认为 沉默能够靠着土凯的精深效果 冲出水龙卷的范围 同时 他的水龙卷虽然不至于要了沉默的命 但络一身伤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这场比赛 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江阳正这样想着 却发现 预想中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冲进水龙卷中的沉默 竟是又毫发无伤地冲了出来 并且 正以极快的速度直奔他而来 这不可能 江阳一声惊呼 整个人看起来明显有些失态 眼前发生的一幕 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土凯的精深效果 明明只有短短的0.01s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可能支撑沉默 从水龙卷中冲出来 而且 他竟然能够做到 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不这么做 第39章 土凯的新用法 此刻江阳的心中 有着太多的疑惑 但现在 显然不是寻求答案的好时候 他也不愧是来自宗派界的精英 虽然刚刚有些失态 但他还是迅速调整了过来 看着正不断朝自己逼近的沉默 江阳再次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 水龙卷 仍旧是大范围持续性能量伤害的水龙卷 这是江阳现在唯一能够阻击沉默的方式 而沉默则是再一次选择了 直接突破水龙卷的阻击 只见他在冲进水龙卷的一瞬间 立刻发动土凯 淡淡的土黄色光凯 将他全身覆盖的那一刻 0.01s的精深效果 能让沉默直接无视水龙卷的伤害 并进入了气中 早已发动的枯木回春 持续性地给予沉默恢复效果 最大程度地减少水龙卷 对他造成的伤害 与此同时 沉默立马散去覆盖全身的光凯 然后再次发动土凯 激发精深效果 如此连续发动土凯和枯木回春 对沉默的专注力和体力来说 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同时 灵气消耗量更是超出了他原本的预想 不过这样一来 却能够保证 沉默在受到最少伤害的情况下 穿过江阳的水龙卷 他的这种做法 可谓是极为大胆和疯狂 中间若是有任何一步出现差错 就会失败 落个一身轻伤 那都是最好的局面了 但索性 沉默成功做到了 由此 他也发现了一种土凯的全新用法 土凯的缺陷 从此将不再那么的致命 至于沉默 为什么一开始不使用 自然是因为 那个时候江阳精力充沛 专注度和警惕性也极高 沉默若是一开始就使用 很可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但若是消耗一番江阳的精力 同时让他的警惕性也降低一些 那就好办多了 这不 再次亲眼看到 沉默毫发无伤地穿过水龙卷 饶视江阳想要硬撑 心态也有些绷不住了 加之他现在的状态 已经不再巅峰 整个人可谓是破绽百出 在抓住江阳的一个破绽后 沉默果断出手 一阵连续快速突进 他反手格挡住了江阳拍出的一掌 接着一个侧身 沉默便来到了江阳的身后 在江阳想要转身的同时 沉默的手掌已经落到了他被心口处 若是在战场交战 江阳已经没命了 至此 比赛结束 你说了 沉默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江阳一阵失神 我说了 唉 轻叹了一口气 又像是松了一口气一般 江阳转过身来 神色复杂地看着沉默问道 你那是什么招式 本以为沉默不会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 却没想到 沉默直接告诉了他答案 吐凯 听到这个答案 江阳愣了愣神 吐凯的精神效果 不是只有0.01s吗 但沉默却不再做过多的解释 只是对他笑了笑 等到裁判宣布了比赛结果 沉默便下了擂台 看着沉默走远的身影 江阳有一种想要哭出来的感觉 这么的 挂逼 这绝对是个挂逼 不然仅靠0.01s的吐凯金身 怎么可能穿得过他的水龙卷 等到江阳一脸苦涩地从擂台上下来后 一众学生便纷纷围了上来 众人都想知道 原本看似稳赢的局面 为什么最终会输 尤其是来自宗派界的一些学生 更是想知道 沉默到底是怎么穿过水龙卷的 面对众人七嘴八舌的询问 江阳一脸恼怒地说道 能不能不要问我 我特别要是知道的话 就不会输给他了 另一边 沉默来到场边后 云阳子也是一脸复杂地看着他 刚才的比赛 他从头看到了尾 沉默的表现 真就是足以用优秀二字来形容 不过云阳子也很好奇 沉默到底是怎么想出那个方法来的 听到云阳子的问话 沉默认真的回道 弟子深知 图凯的缺陷很明显 并且早晚都会被人发现 所以就在想 能不能弥补他的这个缺陷 而如何弥补呢 就是延长他的精神效果 但每次发动图凯的精神效果 时间是固定的 因此就只能另想办法 听到这里 云阳子笑着接过话说道 所以 你就想着增加发动图凯的次数 从而间接地延长精神效果 这个方法看似简单 实际操作起来 却并不简单 不过效果嘛 确实很不错 哈哈 估计创造出图凯的那位前辈 都没想过 图凯居然还能这样用 师徒俩正说着 赵松松垂头丧气地走了过来 云阳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自然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样 但沉默不知道啊 你这是吃败仗啊 听到沉默的话 赵松松扒拉着他 就哭诉了起来 我 老莫啊 我的命好苦啊 那吴紫月太欺负人了 竟然又把 我给虐了一次啊 你看他给我打的 听到赵松松的话 沉默看了一眼云阳子 云阳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吴紫月那妮子的实力 确实了得 赵松松会输给他 并不奇怪 沉默见状 也不知道该说啥了 只能说 赵松松确实是点太贝了 这第二轮才刚开始 居然就又碰上了吴紫月 而赵松松也知道 跟沉默哭诉是没用的 这狗东西 之前和吴紫月没来演去的 根本不会帮他报仇 能指望的 就只有云阳子这个师父 于是 赵松松跑到云阳子的身旁 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到底是自己的徒弟 云阳子倾咳了一声说道 徒儿 你与那妮子的实力 相差太过悬殊 听到云阳子的话 赵松松苦着脸问道 师父 难道就没办法了吗 这个 办法倒是有的 说着 云阳子给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为师交给你的引雷诀 你定要好生修炼 待到日后 为师会再传授你 九天荡魔神雷 等你成功将九天荡魔神雷掌握之后 方才有战胜他的机会啊 听到有机会找回场子 赵松松还是蛮高兴的 于是他神情激动地问道 师父 师父 您老啥时候传授弟子九天荡魔神雷啊 云阳子轻咳了一声 慢悠悠地说道 得等你六阶之后 赵松松 Sigma 第四十章 雷神真身残缺事 雷神小必身 看得到希望 总比看不到希望的好 一想到自己被乌子月惨虐两次的场面 所以 哪怕是得等到六阶之后 才有机会找回场子 赵松松也认了 不是有句老话说过吗 君子报仇 十年也不算晚 何况这不是还有个超级厉害的师父在吗 有了师父的教导 加之自己的天赋也不算差 赵松松自信 他压根就不需要等十年那么久 带到他神功大成之日 到了那个时候 呵呵 师父 弟子 来给您捏捏捏肩膀 也不知道想到了啥 赵松松一脸笑意地跑到云阳子身后 给他捏起了肩膀来 云阳子倒没拒绝 也猜到了一点赵松松的心思 无非就是想着将来掌握九天荡魔神雷之后 去乌紫月那里找回场子 虽然他不太支持赵松松这么做 毕竟云阳子之前也说过了 是方才有战胜那女子的机会 他可没说一定呢 毕竟乌紫月的资质天赋 并不见得会比赵松松的差 而且他的来历 也不简单 也不知道他那个糟心老六师弟 是怎么把这个女子给弄来的 只是小辈之间的事情 云阳子绝不会去做过多的干涉 有个强大的目标 来鞭策赵松松成长 不见得是件坏事 很快 中场休息结束 第二场比赛正式打响 之前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陈墨虽然遭到了来自江阳的针对 但最后 他还是成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这就意味着 陈墨的无敌神话仍在延续 也就使得其他学生在对上陈墨的时候 一上来气势上就先弱了三分 气势一弱 连正常水准都不一定能发挥出来 于是陈墨便不费吹灰之力 轻松拿下了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至于赵松松那边 也是拿下了第二场比赛 至此 两场比赛结束 积分清零的学生一大把 此时剩下的这些学生 那几乎都是有点硬实力的 所以真正的硬仗 现在才正式开始 不过对于陈墨来说 差别并不大 剩下的这些学生中 能够引起他重视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比如乌紫月 深屠红 公孙伯 只要不碰上他们 那还是非常好打的 而陈墨的运气也不错 一直都没有碰到他们 然后是第三场 第四场直至绝逐出最终的十二强 今天的比赛也就告一段落了 没有丝毫意外 陈墨成功地打入了十二强 赵松松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最后几场极限发挥 硬是也打入了十二强 这不 这狗东西又飘起来了 哈哈 老墨呀 看来 你我兄弟二人之间 也可能会来上一场龙争虎斗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打一场了 只可惜 一直没有机会 现在好了 机会来了 到时候 可别怪兄弟我不给你放水呀 陈墨文言 不禁翻了个白眼 知道你现在很乐呵 可你这飘得 是不是太高了些 不行 得赶紧让它落回地面才行 于是 陈墨淡淡地对赵松松说道 你难道没发现 乌紫月也进了十二强吗 小心别第一场 又碰上了他 听到陈墨的话 赵松松脸色顿时一垮 猖狂的笑声也戛然而止 这明显是摔回了地面的表现 卧槽 赵松松一声惊呼 进了十二强太高兴 他居然忘了这一场 和乌紫月打了两场的他 非常清楚对方的强大 如今 两人都进了十二强 极有可能会再次碰上 那要是再碰上的话 指定也是个输啊 说还不算什么 他赵松松不是那种 输不起的人 主要是又要 被乌紫月惨无人道地 虐打一次了 虽然不会对他身体 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 可那凌厉巨型的鞭子 打在身上疼啊 想到这里 赵松松恨恨地 盯了沉默一眼 这狗东西 就是见不得他好 不行 得想个办法 随即便见赵松松 一脸委屈地 走到了云阳子身前 师父 您难道就忍心看着弟子 又惨遭毒手吗 正所谓打在弟子身 痛在师父心 弟子实在是不忍心看到 师父痛心呢 听到赵松松的话 云阳子也是 有些哭笑不得 这小子 还不忍心看到 师父痛心 我看你这是怕挨打吧 罢了 到底是自己的徒弟啊 只听云阳子 对赵松松说道 本想等你掌握 引雷绝之后 再将雷神真身 传授于你 但现在 你需要用到它 就提前传授给你吧 今晚 为师亲自指点你 虽然不能让你完全掌握 但勉强用一下 还是可以的 小莫也一起来 为师也指点指点你 师父 这不太好吧 虽然赵松松 确实怕挨打 但他也不想为此 大晚上的折腾云阳子呀 沉默也是这个意思 让这狗东西 挨顿打也没啥的 省得他一天飘得不行 至于指点自己 完全可以在白天的时候进行 大晚上的狗 对老人家的身体 可不太好啊 见两个徒弟 都有点小意见 云阳子却是毫不在意地说道 哼哼 两个傻小子 为师虽然年纪比你们大 但精气神 可并不见得就比你们差了 放心 为师心里有数 你们都是为师的弟子 日后 在特殊领域 借行走代表的 便是为师的颜面 实力太弱了 可不行 就这么定了 云阳子都这么说了 沉默和赵松松 便只好听他的了 随后 两人便跟着云阳子 来到了他的住处 再给两人讲解了一些 基础的东西后 云阳子便亲自指点着 赵松松修炼起了 雷神真身 至于沉默 则是一旁 尝试修炼起了 木形灵能诀 中途的时候 云阳子又给沉默提了一些建议 使得沉默勺 走了不少弯路 就这样 一晚上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六点五十三分 经过云阳子的亲自指点 加之一夜的苦修 赵松松虽然没能掌握 雷神真神的精药所在 但却能够完成局部的运行了 雷神真身 只听他猛喝一声 体内灵气开始运转 咆哮的雷霆 闪耀过后 他的右手小臂 便被雷光完全包裹了起来 这便是他一夜的成果 虽然跟真正的雷神 真身比起来 差了不是一丁半点 但赵松松 还是非常满意的 多谢师父的教导 跟云阳子真心道谢之后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 这雷神小臂声的厉害 只见赵松松 不怀好意地看向 沉默说道 老莫 你给我这儿来一拳试试 第四十一章 公孙伯的无奈 知道这狗东西 现在准一肚子坏水 但沉默 还是朝着赵松松的小臂 给了他一拳 在接触的一瞬间 沉默便感觉到 自己打出的力量 被卸掉了一大半 并且 还有一阵强烈的麻痹感 反馈回来 这股麻痹感 甚至还在顺着他的手臂 朝着身体的其他地方 蔓延而去 有点意思呀 心中这样想着 沉默也赶紧抽回了手来 赵松松见状 顿时大笑不已 能看到沉默吃扁 他实在是太开心了 紧接着 他便散去了雷神真身 又是给云阳子拍了个马屁 云阳子听得心里舒坦 同时也提醒他道 你这雷神真身并不完整 所以有诸多的缺陷 而且 以你现在的实力来说 使用他也是一种负担 能不使用 最好就不要使用 好好修炼引雷诀 尽早将他掌握 才是正途 是 弟子明白 赵松松一脸乖巧地回道 至于他是不是 真的听进去了 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接着 云阳子又一脸复杂地 看向了沉默 对于这个弟子 他是真不知道 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了 天资妖孽 不 简直比妖孽 还要妖孽 不知多少倍 昨晚在他的指导下 沉默很快就将 木形灵能诀给掌握了 那个时候 好像刚过凌晨一点而已 如此之快的速度 让云阳子当时 都是沉默了好一会儿 不过 由于昨天已经经历过一次 这样的场面了 所以他很快就回过了神来 同时 云阳子的心中也是 充满着喜悦的 沉默的天资越高 那么将来的成长潜力 也就越强 这无论是 对于他这个当师父的 还是对于天下苍生来说 都是一件 不可多得的好事 只是一帆风顺 固然是好 可若沉默将来 一旦遭遇挫折 会不会就此 一蹶不振呢 事实上 云阳子曾经见过 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所以他心中 难免有一些担忧啊 可眼下这种情况 他也不好出言 打击沉默的积极性 于是只好勉励了 一番沉默 并告诉他 要借交借糟 接着 云阳子又告诉沉默两人 等到他们的新生挑战赛结束 他会外出去办几件事情 这个期间 两人一定要好好修炼 不要光顾着玩 而后 师徒三人便一起去了学校餐厅 吃过了早餐 就来到了竞技场上 随着学生们七七到场 六强争夺战 即将打响 而在T01分校 新生挑战赛六强争夺战 即将打响之时 一个未知的空间中 一群长相怪异的类人生物 正在忙碌着什么事情 他们一个个的手中 各拿着一个特殊的仪器 正在这片空间中到处扫描 从他们配合默契的样子来看 显然已经不是第一天这么干了 就在这时 其中一个生物手中的仪器 突然就嘟嘟地响了起来 听到这个声音 这个生物当即大吼道 利德尔 哇库哈 长官 找到了 紧接着 一个身穿暗精战甲的同类生物 飞速赶来 他接过仪器检查后 脸上便露出了 像是欣喜的表情 随着他一声令下 周围的其他生物 纷纷散去 只见这个身穿暗精战甲的生物 蓄力朝着一个点一拳轰去 蹦 一声巨响过后 原本无痕的空中 竟是出现了丝丝涟漪 看到这一幕 这个生物满意地点了点头 斗四得脸 就是这里了 也就在同一时间 蓝星 小日子国的一个山区 凭空出现一道惊人巨响 对于这种巨响 民众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都是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 但小日子国的特殊领域界 却是全员紧张了起来 因为这个声音一旦出现 便意味着 异常惨烈的战争即将到来 另一边 T01分校 六强争夺战 正式打响 而陈默 也终于碰到了一个 较为棘手的对手 他便是来自传承家族的公孙伯 比赛一开始 公孙伯便率先发动攻势 他没有选择 覆盖性火力压制 而是直接上来就和陈默 展开了近身交战 显然 公孙伯在近身交战上 有着自己独到的手段 而两人一交手 陈默攻法手段的不足 便暴露出来 哪怕他使用土铠 也只能是暂时抵挡公孙伯 却无法实现反制 公孙伯见此情形 果断采取了更为强势的进攻 陈默也知道 自身的不足 选择了且战且退 两人从擂台东 打到擂台西 又从擂台西 又打到了擂台东 从攻法手段上来说 陈默确实是不如公孙伯的 但论持久力 他却并不见得会比公孙伯弱 因为公孙伯使用的 攻法手段越多 对自身的灵气消耗量 便越大 反观陈默这边 无非就是土铠的间歇师使用 至于土形 木形两种灵能卷 他现在还不打算暴露 因此 陈默只能以这种方式 来消耗公孙伯 公孙伯自然不会让陈默得逞 可是他又拿陈默没办法 能量攻法的方式 已经证明没有太大的效果 因为陈默有土铠抵挡 近身交战攻法 他则采取且战且退的方式 不与自己正面强力对抗 主要是陈默真的太滑溜了 他的这种打法 让公孙伯很是憋屈 也很是恼火 陈默 你敢不敢和我来一场 男人之间的较量 再次被陈默溜走 公孙伯恼怒的吼道 陈默闻言 摆了摆手说道 不好意思 我现在还只是个男孩 一句话 引得台下的众人大笑不已 而公孙伯则是气得不行 甚至有种想哭的感觉 你大爷的 为什么一个一阶前妻的觉醒者 会这么难对付 再这么耗下去 胜负可就难料了 公孙伯虽有心改变这一切 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 他所修炼的灵能战绩 全都是大开大合的那种 打消耗战 他真心耗不起啊 最终 在陈默主动发起攻势之后 公孙伯只能以败者身份 遗憾离场 下擂台之前 他恨恨地瞪了陈默一眼 那样子就像是再说 你给老子等着 不过很快 公孙伯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思了 六强争夺战结束 陈默顺利晋级 同样晋级的还有乌紫月 深屠红 吉隆忠 江江 以及赵松松这个狗东西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三强争夺战的排序出来了 陈默对吉隆忠 深屠红对江江 赵松松则走了大运 再次遭遇乌紫月 第四十二章 陈默的灵力手段 卧槽 还让不让人活了 在看到三强争夺战的 排序结果的时候 赵松松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现在也不知道 该说自己运气不好 还是运气好 说不好吧 他居然靠着昨晚加练的 雷神小臂身 硬是成功打进了六强 可说好吧 这才刚进六强 就跟他最不愿意 碰上的乌紫月给碰上了 赵松松深知 自己虽然有了雷神小臂身 可那也不够乌紫月打的呀 所以他现在的心情很是郁闷 好不容易打进六强的喜悦 瞬间就没了 所谓好人最贱 坏人最甜 作为赵松松的好朋友 兼好兄弟 陈默当然是好人了 这个时候 得想办法安慰他 松松 别伤心了 无非就是挨顿打而已 听到陈默的真心安慰 赵松松只觉得心口一痛 你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还无非就是挨顿打而已 你咋不去呢 还有啊 你特么的 这是来安慰我呢 还是专门来插我的心窝子 见赵松松眼神悠悠地望着自己 陈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放心 这不还有我呢 赵松松文言 顿时略带惊喜地问道 怎么 你这是要帮我报仇 陈默摇了摇头 一脸认真的说道 你就算伤得再重 我也能给你恢复过来 我去你的吧 赵松松直接对陈默 竖起了一根中指 他知道 指定是这狗东西的小心 眼病又犯了 不就是早上的时候 自己用雷神小臂身狠狠地抹了他一下吗 至于惦记到现在 很快 中场休息结束 同时 竞技场中心的那座大型擂台也被启用了 六强选手 将在这座最大的擂台上展开三强的争夺 首先进行比赛的便是陈默和吉隆忠 吉隆忠和吴紫月一样 来自宗派界 他实力强劲 性格沉稳 从第一轮的比赛打到现在 一场都还没有输过 随着裁判宣布两人登上擂台 坐在观战席上的学生也是议论纷纷了起来 他们都想知道 面对上实力强大的吉隆忠 陈默的无敌神话 是否还能延续下去 听到类似的话题 同样坐在观战席上 并且在六强争夺战中 输给陈默的公孙伯 则很势不屑 对于自己会输给陈默 他是打心底里的不服气 不就是个从头溜到尾的滑溜小子吗 还无敌神话 我呸 有本事就跟劳子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那样 劳子最后就算是输了 也认了 可只会耍些小手段 算什么真本事 公孙伯心中怨怨念不断 并在盘算着 什么时候找回这个场子来 与此同时 陈默和吉隆忠也双双来到了中心擂台上 在万众瞩目之下 两人分战擂台两边 伴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三强争夺战的首场比赛 正式打响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预想中的龙争虎斗 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 擂台上的陈默和吉隆忠 地竿瞪着对方 这什么情况 不但观众们傻眼了 裁判也傻眼了 这时 有大聪明解释道 哦 我明白了 他们这是 在叙事呢 高手过招 讲究的就是一个气势的对拼 别看陈默和吉隆忠同学 什么都没做 他们其实早就开始了 暗地里的气势交锋了 听到这样的解释 一些人顿时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 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来着 电影里面 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见一个个大聪明 觉得这话很有道理的样子 公孙伯心里笑得要死 还叙事呢 叙个屁的事 虽然就公孙伯所知 强者们确实有叙事的说法 但绝不会是像陈默和吉隆忠这样 现在的这种情况 摆明了就是吉隆忠了解陈默的打法 所以来了个一样话葫芦 你不动 我也不动 你不跟我打 我也不跟你打 耗着呗 看谁更有耐心 只会耍小手段的陈默 碰到了打法极为沉稳的吉隆忠 这下子只能原形毕露了吧 该的 此刻 公孙伯心中 那叫一个畅快 心中的郁闷之气 可谓是一扫而空 而擂台上 看着已经对峙了三四分钟的陈默 和吉隆忠 裁判倾壳一声后 出言提醒道 两位同学 这是在打比赛呢 不是让你们上来比肝瞪眼的 听到裁判的话 陈默看向吉隆忠 您请 吉隆忠也看向陈默 您先请 见状 陈默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吉隆忠这是在硬逼着自己 跟他交手啊 现在看来 想要复制跟公孙伯打的那场比赛 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既然如此 那就只好直接上了 只见陈默看向吉隆忠说道 那我就现丑了 随着陈默话音刚落 他整个人直接朝着吉隆忠 快速突进而去 同时 他体内的灵气开始快速涌动 木形灵灯绝 发动 巨量的木元素 开始在擂台上聚集 紧接着 三根粗壮的荆棘藤蔓成型 朝着吉隆忠缠绕而去 吉隆忠健壮 心中危惊 陈默之前的比赛 他看过不下五场 但像这样的手段 他还是第一看到陈默使用 果然是有所保留的吗 吉隆忠暗自猜测后 开始展开了反击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三根粗壮的荆棘藤蔓 竟是如此难以对付 使用一般的手段对付 不但难砍就算了 砍断之后 居然还可以迅速再生 而吉隆忠不但需要对付着 这三根难缠的荆棘藤蔓 还需要小心应对陈默的其他手段 他也这才意识到 陈默能打进六强 真不是侥幸 此刻 正在朝前不断突进的陈默 则是再次发动了 土形灵能诀 随着他一掌打出 一颗足有足球般大小的土球 直接朝着吉隆忠击射而去 土球在要接近吉隆忠的时候 直接炸裂了开来 吉隆忠被陈默的这一手 给打了个猝不及防 漫天尘土飞扬中 其中一根荆棘藤蔓 缠住了他的左脚 吉隆忠大惊不已 顿时火气全开 掌握金属性之力的他 动用最强手段 将三根荆棘藤蔓全部斩断 但与此同时 陈默的下一轮攻击也随之到来 那是两只由土元素汇聚成的手掌 约莫悠有两米高 伴随着陈默双掌合拢 这两只土元素汇聚成的手掌 也随之并拢 嘣得一声过后 吉隆忠整个人 直接就被扣合在了里面 见此一幕 观战席上的所有学生都惊呆了 年爱 陈默的攻法手段 原来也如此厉害的吗 而心情好不容易恢复愉悦状态的公孙伯 此刻也是看呆了 如此凌厉的攻法手段 这还是之前那个 只会在擂台上 靠着土凯的精神耍小手段的陈默吗 激烈对抗 答案 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这确确实实就是陈默 因此 公孙伯才如此吃惊 同时 他心中也有一种难以言明的苦涩 之前 公孙伯还可以为自己输给陈默找理由 认为陈默根本不敢和他正面对抗 只能靠耍小手段来赢得比赛 但现在 这理由还怎么找 人家不是没有强力的攻法手段 和你进行正面对抗 只是不屑于对你使用而已 想到这里 公孙伯心里 别提有难受了 当然 其实当时陈默可没想那么多 他和公孙伯交战的时候 之所以没有动用这两种灵能战技 一是为了留个后手 应对接下来的比赛 另一个 则是因为他之前和赵松松有过赌约 只靠着图凯和库木回春 这两个灵能战技 打进新生挑战赛前十 之前是进了十二强 但没有位置划分 为了避免赵松松这狗东西 事后找理由赖账 陈默自然是怎么稳妥怎么来 而现在和吉隆中交手 陈默已经是六强了 自然就没有这个顾虑 吉隆中又明显一副 陈默不出手 他就不打算出手的样子 加之陈默目前能够使用的 攻伐型灵能战技 也就这两种 所以就只好都使用出来了 虽然掌握他们的时间都不算长 但他使用起来还是蛮顺畅的 效果也还不错 明显打了吉隆中一个措手不及 当然 想要真正击败吉隆中 可并没有这么简单 这不 困住他的两只土星手掌 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 下一刻更是直接炸裂了开来 同时 一道金色剑芒般的能量攻击 直袭沉默而来 沉默没有丝毫的退缩 图凯直接展开 无视这道能量攻击后 又在他催动下 三根粗壮的荆棘藤腕再次成型 吉隆中剑壮 单手一掐 剑气锋芒 三阶灵能战技 剑气所指 锋芒毕露 顿时 三道由金元素组成的剑气锋芒 在吉隆中的引导下 开始飞舞了起来 荆棘藤腕 在这三道剑气锋芒面前 就跟纸糊的一样脆弱 沉默当即停止了灵气供应 三道荆棘藤腕瞬间枯萎 没了荆棘藤腕的纠缠 吉隆中挟势朝沉默杀来 见状 沉默心神微动 三颗有土元素汇聚的土球成型 以它为中心环绕 紧接着 沉默也杀了过去 双方碰撞 对土星球 这是灵灯战绩的对拼 也是双方实力的对拼 观战席上的多数观众 看得那叫一个热血沸腾 卧槽 灵灯战绩 原来还能这么用呢吗 我滴个乖乖 真是厉害啊 在很多人看来 这绝对是自新生挑战赛开打以来 目前为止最为精彩的一场比赛了 台上两人的精彩发挥 完全满足了大多数学生 对觉醒者强大实力的憧憬和期待 赵松松看着擂台上爆发的沉默 也是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他现在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沉默这狗东西 藏得可真特么够深的 得亏他之前没跟沉默碰上 不然沉默突然来这么一手 他指定会被吊打的呀 这么一比较 赵松松突然觉得 被乌紫月虐打 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毕竟 他和乌紫月不熟 日常也不会有过多的接触 而沉默这狗东西 可不一样 两人的宿舍 可就只隔着一堵墙 而且 还都同样拜了云洋子为师 这要是被他吊打一顿 日后免不了会遭他的毒舌 想到这里 赵松松可怜巴巴地看向云洋子 师父 师父 我也想要老沫用的那种灵灯战技 帅 威力还大 听到赵松松的话 云洋子没好气地说道 为师传授你的引雷诀 并不比土星灵灯绝差 而且 就算把土星灵灯绝传授给你 你也要使用得了才行啊 不要想那么多 好好修炼你的引雷诀 你想要的帅和威力 他都能给你的 听到云洋子这么说 赵松松这才作罢 同时他也对引雷诀 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而此时的擂台上 陈末和吉隆忠 在经历了首轮交锋后 双方可谓是不分胜负 两人紧接着就展开了近身交战 打得你来我往 十分激烈 但依旧没能奋出个胜负 最终 两人果断散开 分战擂台两边 接着 两人都默契地使出了自己的最强手段 千军破 这是吉隆忠掌握的另一种三阶灵能战技 威力比之剑气锋芒还要强大 而陈末这边 则是凝结出了一道超过五米高的巨大土星掌 去 两人同时喊出后便打出各自的最强手段 千军破不愧有着力破千军之能 竟是直接穿透了陈末的土星掌 直袭陈末而来 不过土星掌虽然被穿透 但却没有溃散开来 而是依旧朝着吉隆忠拍去 于是 两人各使手段 准备抵抗对方的攻击 陈末这边 先是以木形荆棘藤蔓编制巨网阻拦在第一层 接着又施展了数张土星盾 而吉隆忠那边 同样展开了类似的防御措施 下一刻 考验两人的时刻到来 千军破轻而易举地 击穿了木形荆棘藤蔓编制的巨网 并不断击穿土星盾 吉隆忠展开的数道防御措施 也是接连被土星掌拍散 最终 千军破击破了最后一道土星盾 来到了陈末身前 土星掌 也即将朝着吉隆忠拍下 决胜负的时候 来临了 此刻 全场目光都聚焦在了擂台之上 每个人都想知道 三强争夺战的第一场比赛 陈末和吉隆忠 究竟谁能站到最后 叮 碰 两道不同的声响 从擂台上传来 陈末这边 被木形荆棘藤蔓和土星盾 消耗之后的千军破 最终被土凯的精深效果拦下 他整个人 还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而吉隆忠这边 尘土飞扬一片 等到慢慢尘土散去 他整个人 已经无力地倒在了擂台之上 胜负 也就很明显了 随着裁判读秒结束 吉隆忠仍无法站立起来 于是 裁判便宣布了这场比赛的结果 胜者 一般 陈末 顿时 全场一阵欢呼声响起 陈末朝着观战席挥了挥手 走到了吉隆忠身旁 将他拉了起来 又以枯木回春 给他简单恢复了一下 等到能够靠自己站立后 吉隆忠朝着陈末 郑重抱拳失了一礼 并非常认真地说道 我服了 心服口服那种 第44章 合击战绩 土木 灵灯斩 等到陈末和吉隆忠 从擂台上下来 三强争夺战的第二场比赛 也将随之打响 交战双方 分别是来自二班的深途红 以及五班的江江 其中 江江是来自宗派界的精英 一接后期觉醒者 掌握谁属性之力 虽然他的体型 长得略显娇小 是个典型的软萌妹子形象 但如果你因此 就小瞧了他 那可是会吃大亏的 江江从新生挑战的第一轮比赛 打到现在 只输过一场 那一场 他遭遇了同样来自宗派界的乌紫月 至于深途红 同样是一阶后期觉醒者 但他掌握的是和赵松松一样的雷霆之力 而且到目前为止 深途红 还一场都没有输过 不过江江和深途红 在此之前 也未曾遭遇过 因此 最终谁胜谁负 目前还尚未可知 此时 两人已经登上了擂台 在全场注视之下 伴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比赛 就此打下 两人一上来 便没有丝毫地保留 江江直接使出他的最强战技 远水惊涛 这是个三阶灵能战技 威力极其强大 而深途红这边 也是没有丝毫的迟疑 三阶灵能战技 及电千鸟果断发动 各自使出最强灵能战技之后 江江和深途红在擂台上 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交战 双方你来我往 战斗逐渐进入白热化 不过从所掌握的力量属性上来说 江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谁属性之力 对抗雷霆之力 绝对是非常吃亏的 江江实力的强大 是毋庸置疑的 但他依旧逃脱不了这一点 所以慢慢地 原本势均力敌的战斗 开始出现偏转 深途红这边 明显看起来更具优势 江江虽有心想要逆转烈势 却发现 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因为深途红的实力 本身并不弱于他 最终 他被深途红抓住了一个破绽 遗憾落败 至此 三强的第二个人选确定 紧接着 第三场开始 由乌紫月 对战赵松松 知道逃不掉 赵松松只得一脸苦细细的登台了 比赛刚开始 赵松松雷神小避身的效果 确实让乌紫月略微吃了一惊 但双方的实力差距 真的太大了 又由于雷神小避身的效果 麻到了乌紫月 于是赵松松喜提无情暴打一顿 最终 眼看自己根本无力反抗 赵松松只得认了输 虽然他是认输的 但全场学生 没人会觉得他怂 甚至对他很是同情 实在是乌紫月的强大 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 而赵松松这个可怜的孩子 居然跟他遭遇了三次 换做是其他人 心态只怕早就崩了吧 随着三强争夺战的 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三强名单 就此确定了 他们分别是一般的陈默和乌紫月 以及二般的申图红 其中 乌紫月的实力最为强大 他取得第一 大概是没有任何意外的 陈默一路走来 虽然表现十分亮眼 可在三人中 他接触特殊领域的时间最短 实力相对来说也是最弱的 而申图红 虽然比不上乌紫月 但压一压陈默 或许还是没有问题 因此 不少人猜测 最终的三强位次排序 很大可能是这样的 乌紫月 当之无愧的第一 申图红 第二 沉默 第三 当然 也不能排除沉默极限发挥 逆转局势 打败申图红的可能 在众说纷红中 一个小时的中场休息结束 三强排位争夺战 正式打响 首先登场的是沉默和申图红 擂台上 申图红看着沉默 心中也是有些感慨 最开始的时候 他并没有给予沉默太多的关注 沉默的第一场比赛 沉图红甚至都没看完就走了 主要当时他认为沉默太猛了 恐有天赋 表现的却像的愣头青一样 这样的人 根本不值得他关注 但让申图红万万没想到的是 沉默不但赢得了那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还赢得极为漂亮 之后 他更是不断过关斩将 接连击败了公孙伯 吉隆中两人强势闯进三强 这可不是靠着侥幸就能做到的 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支撑才行 所以 申图红不得不承认 他当时确实看走了眼 但不管沉默的实力如何 对于眼前的这场比赛 他势必要拿下才行 另一边的沉默 其实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三强排位争夺 每个人需要和另外两人各打一场 两场全胜 稳拿第一 按照沉默以往的习惯 他绝不会去争第一 况且 乌紫月的实力确实强大 到目前为止 人家都没有发挥出过权力 沉默现在就是想争 也没那个实力去争 他也乐得于此 而一输一赢 则是保守第二 也就是说 沉默想要保住万年老二的位置 就必须拿下两场比赛中的一场 因此 他就必须击败深屠红 此刻 都在想着 要击败对方的两人 远远地对视了一眼 空气中 仿佛都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比赛开始 随着裁判 发出比赛开始的信号 战斗 瞬间爆发 深屠红裹鞋 及电千鸟的威势 直扑沉默而来 沉默见状 双手一甩 土元素 迅速聚集成臂甲 将他的两只手 覆盖了起来 再一个叙事 他整个人 便如同炮弹一般击射出 只是转瞬间 沉默和深屠红 便碰撞到了一起 砰砰砰 两人手段进出 战斗的声势极大 围停千军 土航拳 约莫百招过后 交战中的两人相视一笑 沉默 你很不错吗 嘿嘿 深屠红 你也挺不赖的 接着 两人错身而过 下一刻 只听深屠红爆喝道 千军 急电千鸟 深屠红发动的这个战绩 被称之为合击战绩 由两种 或两种以上契合的灵能 战绩组合而成 爆发的威力 将成倍的增加 不过 合击战绩虽然威力更为强大 但对灵气的消耗量 也会随之成倍的增加 以深屠红现在的状态来说 发动一次后 就难以为继了 显然 他是想避其一役 以合击战绩的强大威力 来一举击败沉默 面对深屠红的这道攻击 沉默的脸色 前所未有的凝重 仅靠土铠的精神效果 压根挡不住啊 这个时候 他想到了土形 木形灵能绝名字的共同性 沉默猜测 他们或许也是可以组合使用的 说干就干 沉默同时运转两种灵能绝 并将灵气转化后的两种灵能 柔和在了一起 这个过程竟是意想不到的顺利 只是他体内的灵气 消耗速度 就跟开闸放水一样 哗啦哗啦地飞速流逝 当感觉柔和的两种灵能的量 差不多后 沉默直接释放了出来 土木 灵能斩 顿时 一道土黄色和青木色杂柔的斩机飞出 而深屠红的千钧 极电千鸟也在这个时候杀到 决定两人胜负的关键时刻 来临了 第四十五章 戒壁通道 当千军 极电千鸟与土木 灵能斩相撞的那一刻 蹦 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直接在擂台上响起 两道威力惊人的合击战机 瞬间爆发出了各自的威能 那产生的恐怖伤害 让场中的裁判心中都是一阵乱跳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厉害啊 才一阶而已 就已经具备如此强大的爆发力了 惹不起 惹不起 看着肉眼可见的强大冲击波四散开来 裁判急忙施展了防护手段 擂台四周的防护措施 也在同一时间启动 只见擂台四周 快速升起的能量防护罩 竟微微泛起了一阵阵涟漪 当然 仅凭沉默和深屠红现在的实力 哪怕他们使出的 合击战机威力再强 也是不可能打破 擂台四周的能量 防护罩的 但这样的一幕却依旧让观战席上的一众学生震惊不已 我靠 这就是能打进前三强的实力吗 当真是恐怖如斯啊 而亲眼看到 沉默使出合击战机的云阳子 已是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沉默居然自己摸索出了土形 木形两种灵能战机的合击方法 并且第一次就使用成功了 当真不愧是比妖孽极天才 还要妖孽的存在啊 又一想到沉默拥有的完整五行属性之力 那么待到他日后将五种灵能绝全部掌握 届时五行合一 同阶之中 谁还能与之为敌 甚至说越大街战斗 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啊 哈哈 真不愧是我的好徒儿 此刻 云阳子星中可谓是乐开了花 真实的此意图 此生无憾意啊 在云阳子身旁的赵松松 也是惊讶得合不拢嘴 干 这狗东西已经这么厉害了吗 师父 师父 我也要 赵松松坚决地认为 他也需要这种威力 强大到令人惊叹的战绩 云阳子此刻心情极佳 不禁笑着说道 好好好 待你掌握引雷绝之后 为师也会教导你的 与此同时 擂台上 带到两道合击战绩碰撞 产生的冲击波散镜 身图红到底还是没能站到最后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而沉默则是靠着三次 间歇发动的图铠 摇摇晃晃地硬撑了下来 不过此时 他体内的灵气 也已经消耗殆尽了 两个人 都没了继续战斗的力量 不过由于沉默 还是站着的 所以裁判 来到身图红那边 开始独秒 身图红 想要挣扎着站起来 浑身上下 却是使不上一点力气 很快 独秒结束 裁判宣布了 最终的结果 圣者 一般 沉默 在观战席上 一众学生们的欢呼声中 沉默艰难伸手 比了个叶 然后 他也是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场边早已准备好的医护人员 急忙冲到了擂台上 沉默在被台上担架后 他又艰难地 举起一只手来说道 下一场比赛 我认说 另一边同样被台上担架的身图红 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三强排位争夺战 就这样结束了 乌紫月一场比赛没打 直接拿下第一 当然 他的这个第一没人会质疑 而沉默和身图红的一战 虽然以两败俱伤的局面收场 可他毕竟 在擂台上站到了最后 所以 沉默成功捍卫了 自己万年老二的地位 至于身图红 就只能屈居第三了 虽然他心中略微有些不甘 但说了 就是说了 不过 身图红也告诉沉默 他以后 一定会赢回来的 在三强排位争夺战结束后 后续九个名次的 排位争夺战也相继进行 赵松松击败了江江 却输给了吉隆中 最终排名第五位 至此 T01分校第一届新生挑战赛 正式结束 比赛结束的第三天 沉默这才恢复了自由行动能力 云阳子亲自检查了 一番沉默的状态后 这才放心外 出去办事了 云阳子离开后 沉默又恢复了一天 然后他就带着赵松松 让他履行之前的赌约 赵松松拿来的第五名 得到了不少学分奖励 于是他大手一挥 直接请沉默去餐厅 二楼狠狠地消费了一顿 八个菜 一个汤 足足花了 他65个学分 见赵松松如此大方 晚上的时候 沉默也回请了他一顿 两人吃的那叫一个开心 那叫一个畅快 只是 等两人吃完 再回宿舍的路上 他们个字便收到了一封 校方邮件 关于T01分校 在校学生 培养序列的通知文件 沉默和赵松松的培养序列 是老中他们早就定好了的 都是最高的一级 这意味着 他们在校期间 用学分兑换各种物品的时候 只需要复原学 分价格的五分之一即可 这还不算 两人每天都可以到学校餐厅 二楼免费吃饭 只要不浪费就行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优厚待遇 并且这份文件 从今天开始 就正式生效了 看完邮件的两人 先是明显一愣 然后互相对视了一眼 卧槽 我的六十多个学分啊 与此同时 龙国大京市 中书所在 一场不及会议 正在紧急召开之中 各位 今天共有两个主题要议 第一个主题 情况已经得到确认 小日子国那边 新出现的借币通道 等级高达六级 他们特殊领域界 现在是人心惶惶 希望我国能给予他们一些 强者支援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如果我国不给予支援 他们就不采取 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 若他们真这么做 届时我国临近海域 必将会受到一些波及 所以要商议的是 是否要对他们进行支援 随着发言人说完 一个长相强壮的男人 率先站了起来 他叫龙战生 神龙小组 三大副组长之一 虽然只是副组长 但龙战生的级别 却是正不及 只听他开口说道 我的意思 各家的事情各家干 我们的防守压力 本来就大 哪有那闲工夫 去支援他们 他们的那帮人 守不住自己的国土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如果想以摆烂的方式 来威胁我们 说到这里 龙战生 冷哼了一声 那我的意见是 不如趁着戒壁通到现在 还未被攻破 先带人绞了他们 龙组长 不要这么冲动嘛 听到龙战生的话 有人站起来说道 他叫贺靖生 国土防御战略部部长 诚然 小日子国的做法 确实有问题 可剿灭了 他们特殊领域界的那帮人 原本属于他们的防守区域 谁来守呢 最终还不是要落到我们的身上 龙战生盯着贺靖生问道 贺部长的意思是 抽掉我们本就不多的人手 去支援他们 贺靖生摇了摇头 表示道 当然不是 面对于外来客 各国的防守都非常吃力 我国也抽掉不出多余的战力 去支援他们 我的意思是 不能因为他们摆烂 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而是想办法让他们承担起 他们该负的责任 比如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撑下去 事后我们帮他们修补 戒壁通道的时候 可以减免一部分费用之类的 总之 小日子国的特殊领域界还有存在的必要性 绝不能让他们现在就灭了 否则 我国将要承担的防守压力又会增加不少 贺靖生的话 得到了多数人的赞成 不支援 但他们必须承担起防守的责任 至于怎么和小日子国那边谈 到时候自然会有专门的人负责 第46章 接班人 面对当下这个恶劣的外部环境 龙国自然是要以保护民众 守卫国土为第一任务 小日子国 那当然是哪两块哪呆着去 能够答应 在事后帮他们修补破碎的戒壁通道 就已经是够给脸的了 至于要点辛苦费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至此 第一个主题便商议完毕 全场举手表决通过 接着 发言人便站了起来 一脸沉痛地说道 第二个主题 自9月以来 我国境内共计发生23次 5级以下戒壁通道被攻破事件 其中 5次4级 4次3级 2次2级 12次1级 这23次事件中 有5次是发生闹市区 剩余18次则发生在偏远山区 共计造成民众伤亡6473人 觉醒者伤亡768人 鉴于近来5级以下戒壁通道被攻破的事件 发生得越发的频繁 需要诸位商议的是 我们是否能从一线战场 抽掉部分人手回访 发言人讲完 便坐回了位置上 在场众人 皆是目露沉思之责 对于这个问题 实在是有些难以决断呀 龙国自古以来 就有聚敌于国门之外一说 一线战场 便是这么一个场所 那里是龙国抵御域外来客 不 更为准确的表达是 抵御域外侵略者的重中之重 绝对不容有失 在一线战场 从来就没有不缺人的时候 如果抽掉一部分人手回访的话 就会使得那里本就已经很大的防守压力 又将增加 但国内这边 五级以下戒壁通道 被攻破的事件 越发频繁 总不可能置之不理吧 手心手背都是肉 实在是难呐 但没人 能怎么办呢 觉醒者的培养和成长 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的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王破军站了起来 只见他将愁眉苦脸的众人 还事一周后 开口说道 诸位 我这里倒是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或许可以试试 听到王破军的话 众人齐齐看向了他 我说王部长 你就别卖关子 有什么想法就说吧 没看到大家都急得很吗 龙战生和王破军关系不错 出言催促道 龙国国内的防守力量 便是由他率领的雏龙小组负责的 所以 龙战生身上的压力 不可谓不大 知道龙战生的压力大 王破军也就不逗他了 直接说道 诸位 如今替大已经建成 第一批学员 也已经入校一个月了 这批学员的资料 想必大家也都看过 其中不乏天才 甚至是超级天才般的存在 他们这些人的成长速度 都很不一般呢 我的想法是 让各分校那些成长速度快的学员 组建起一支学员队伍来 由他们这些学员队伍 来承担起一部分国内的防守任务 这样既能减轻雏龙小组的一些防守压力 也能让这些学员们 提前得到锻炼 王破军的话 让在场众人 又是陷入沉思之中 两久之后 有人开口问道 王部长 我们虽然都知道 替大培养的都是觉醒者 但这些学员 也都还只是些还没长大的孩子吧 让他们现在就承担起这样的重任来 是不是太早了些 王破军听完后 也是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 只听他语气沉重地说道 当一个民族 面对存亡危机的时候 总是需要有一部分人先站出来的 99年的时候 是靠着无数先辈们率先站出来 在一线战场拼死血战 才给我们这代人 换来了短暂的发展时间 后来我们这代人接过了班 也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替大 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现在无论是国内 还是一线战场的局势 都是越发的危急 因此我认为 是时候该让新一代的接班人们登场了 说到这里 王破军顿了一下 等众人将他的话消化得差不多后 他又是继续说道 所以我的建议是 国内发生五级以下戒壁通道 被攻破事件的时候 三 四级 由龙组长率领的雏龙小组负责解决 而一 二级 则由替大个分校导师 带领的学员队伍解决 如此一来 既能分担一部分雏龙小组的压力 也能让学员们得到锻炼 各分校的导师队伍 都是从一线战场上退下来的老手 学员们的安全问题 也能有所保障 不知诸位觉得 我这个不成熟的想法如何 还能如何 王破军提出的这个想法 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同时 王破军也说了 除了T01分校以外 各分校学员队伍的组建 至少得等到明年的时候才能逐步完成 毕竟这些学员们才刚入学一个月 战斗力普遍都较弱 而且最开始的阶段 最好是让学员队伍 从一级事件开始处理起 等到他们熟练之后 再逐步接手二级事件 对此 龙战生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于是 经过在场众人一番合计 这件事情通过表决后 就定了下来 随后 就在当天晚上 T大哥分校便接到了教育部秘密下发的 有关组建学员队伍的文件 其中 T01分校最迟应在今年十月底前 完成学员队伍的组建 其余十四所分校 最迟则应该在明年六月底之前完成 T01分校 老钟等人在接到教育部的文件之后 连夜召回了一场会议 在场的众人 都是从一线战场上退下来的 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校长 这是不是太急了点 学生们可都才刚入学一个月啊 一个年长的导师不禁担忧地说道 老钟文言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旁的黄云老太太开口说道 行事逼人 难道真从一线战场上 抽掉人手回来吗 那里的压力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有多大 这时 老钟又接过话说道 其实我倒是认为 组建学生队伍 让他们提前得到锻炼也不错 觉醒者不经历真正的战斗 是很难真正成长起来的 何况不是还有我们的导师带队吗 教育下发了文件 老钟和黄云老太太也表示支持 在场众人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毕竟两人说的都是事实 随后 众人便开始着手商议 起了各种细节 最终决定 先不设总人数上线 让学生们自愿组队 五人一个小队 届时再从这些小队中 挑选出能够外出执行任务的来 等到第二天一早 所有学生便收到了一封邮件 关于T01分校组建若干学生小队的文件通知 第47章 无敌超审小队 大多数学生看完邮件 都是激动的 因为学校对成立的各个小队 会有各种补贴 并且完成一些特别任务后 还会有大量的奖励 因此 一些人当即就联系起了 和自己玩得好的人 问对方 要不要跟他组一个小队 而陈默这边 在看完邮件 却是头疼了起来 因为赵松松这狗东西 又想来拉着他组建土木雷双结组合了 老莫 老莫 你到底想得怎么样了吗 听到赵松松的话 陈默很是头疼地说道 跟你组队可以 但你这个名字能不能改改 学校不是要求 一个小队必须有五个人吗 你这双结怎么合适 赵松松一听 觉得很有道理 也是啊 让我再想想 不消片刻 赵松松便想出了一个新的名字来 老莫 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无敌超神小队 你无敌 我超神 哈哈 见赵松松一脸认真的样子 陈默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随便你 好吧 我都行 那我可当你答应了哈 赵松松一边说着 一边创建了一个小队组建名单 然后他就给陈默发来了邀请 陈默看了一眼 直接就点击了同意 成功将陈默拉入自己的小队 赵松松又笑着说道 咱们只要再找三个人 队伍就齐了 老莫 你有什么好的人选没 陈默想了想 说道 既然是组建一个小队 那肯定得找实力强一点的人 就咱们班上来说 乌紫月当然是首选 队长 你觉得怎么样 虽然听到陈默叫自己队长 让赵松松心里很爽 可找乌紫月组队 那可就太 操弹了 看着陈默一脸坏笑的样子 赵松松就知道 这狗东西再是坏心眼 于是他说道 我倒是无所谓 可人家 也得愿意来才行啊 以乌紫月的实力来说 当个队长都够够的 人家怎么可能会愿意 来他这里当个普通队员呢 老莫 我知道你和乌紫月 有那么一点点交情 不如这样吧 既然你认为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不如就由你去邀请他吧 我这就给你权限 赵松松说着 直接给了陈默邀请人 入队的权限 见这狗东西还真的 陈默不禁看着他问道 我要是真把他邀请来了 那你咋办 赵松松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笑着说道 该咋办就咋办呗 到时候都是一个小队的了 那就是队友来啊 知道这狗东西在装 可陈默懒得去拆穿他 那我可真去了 去吧去吧 陈默倒是没有其他的想法 主要是觉得 乌紫月真的很厉害 和这样的人组队 至少不用担心他拖后腿啊 来到教室 班上的人都是讨论着 组建小队的事情 速度快一些的 甚至人员都已经找齐了 小队名单都已经进入审核流程了 趁着还没上课的功夫 陈默直接找上了乌紫月 见陈默主动找自己 乌紫月笑着问道 陈默同学 这还是你第一次主动来找我呢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陈默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然后直接说明了来意 顿时 班上的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乌紫月的实力 在新生挑战赛中 大家可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 人还长得那么漂亮 其实有不少人 都是想邀请他组队的 可自己的实力摆在那 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啊 现在大家看到陈默 去邀请他组队 自然是非常的关注 得知陈默的来意后 乌紫月认真地看了他一眼 陈默也在看着乌紫月 觉得他的眼睛真的很漂亮 就像是宝石一样 只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乌紫月为什么突然就脸红了 然后 在赵松松惊恶的眼神下 以及很多人的心碎声中 脸蛋微红的乌紫月 对陈默说道 我答应你了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见乌紫月这么爽快的 就答应了 陈默也是笑着说道 什么条件 你说 随即 只见乌紫月 拉起了坐在他身旁的 夏瑶的手 瑶瑶也得跟我一起入队 没问题 夏瑶虽然没能进入十二强 但在第二轮 也是打了好几场比赛的 他的实力 虽然比不上乌紫月 可也不算弱 加入小队 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在征得夏瑶的同意后 陈默直接给两人 发送了入队邀请 两人收到后 当即就点了同意 于是他们的这只小队 就还只差一个人了 又跟两人聊了几句 眼看就要上课了 陈默这才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看了一眼坐在位置上 生无可恋的赵松松 陈默笑着问道 队长 咱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吧 不错个屁 此刻 赵松松想要哭死的心都有了 麻蛋 他怎么也想不通 乌紫月 怎么可能会答应陈默 难道就凭他们两人之前 说过两次话的那一点点交情 事实上 还真就是这样 事已至此 赵松松也没办法再多说什么了 总不能把乌紫月踢出小队吧 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唉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后 只见赵松松挺起胸膛 对陈默说道 老默呀 本队长再交给你一个任务 把咱们小队还差的最后一个人 给找齐了 先说好哈 这个人一定得是男生 陈默闻言笑着说道 是 保证完成任务 本来陈默是打算在班上找人的 毕竟大家也相处了一个月 算是比较熟悉的 结果第一节刚下课 就有人主动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 正是吉隆忠 得知吉隆忠和夏瑶是同门师兄妹后 陈默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给他发送了入队邀请 至此 无敌超神小队的五个成员便齐了 现在就等到学校那边审核通过了 而后五人便趁着中午的时候聚了一次 相互加深了一些了解 等到下午两点左右 学校那边的审核便通过了 随后的几天时间里 先后共计有150多只小队 通过了学校的审核 而正式成立 然后这些小队的成员 就都接收到了一份邮件 10月25日 学校将面向所有学生小队 召开一次说明会议 但各个学生小队是否参加 可自行抉择 若是选择参加的话 小队的所有成员 就必须签署一份 级别高的可怕的保密条例 这个时候 有的小队犹豫了 而无敌超神小队的五人 在碰面商议后 一致决定参加这次的说明会议 第48章 狱外侵略者 但凡有那么一点常识的人 都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保密条例 可不是能随便签的 一旦签了 那就得严格保守秘密 同时 保密条例的级别越高 那代表的事儿便越大 当初通过招生途径 进来的这些学生们 在集训场的时候 就曾签过一份保密条例 可那也不过才第二等的 机密级别而已 但在签了这份保密条例之后 他们随后就了解到了 特殊领域的存在 原来人类居然可以通过 觉醒生命中 从而获得各种不同的超能力 要知道 在大多数普通人的眼中 这样的事情可是 只会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啊 一旦这样的事情传出去 必将会给整个人类社会 带来颠覆性的冲击 这事儿 已经足够大了吧 可现在 学生小队若选择参加说明 会议的话 那么他们的所有成员 需要签署的那份保密条例 居然达到了第三等的绝密级别 这也就意味着 此次说明会议要讲的事儿 很可能是 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啊 而能够进梯大的学生 就没有一个 会是真正的傻子 他们都知道 觉醒者 一旦成长起来 便会拥有恐怖 而又强大的破坏力 这完全就是为战斗而生的 但现在 全世界范围内的局势 都是较为和平的 那么 国家费这么大力气 培养出觉醒者来 总不是为了让他们吃干饭的吧 所以必然有那么一个地方 有敌人存在 需要觉醒者去战斗 至于这个敌人是谁 这就要问到学校的那些 全真实模拟 对战舱中的模拟巨兽 数据是怎么来的了 难道全靠瞎编的不成 而既然是战斗 那就必然伴随有流血和牺牲 大家都隐隐猜到了这些东西 只是都没有明智说出来而已 这就是一些小队 会犹豫的原因所在 毕竟害怕 是人类与生俱来一种的本能 因此学校并未强制要求 所有的学生小队 都必须参加 而沉默他们五个 当然也都知道这些东西 尤其是乌紫月三人 他们可是来自宗派界的 知道的消息更多 于是五人简单商议之后 就一致选择了报名 不是因为他们不会感到害怕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 从成为一名真正的觉醒者开始 战斗就已经是 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既然已经无法避免 那就不如鼓起勇气 勇敢地去面对 如今还有人在前方顶着 局势尚且还算安稳 可若将来这些在前方顶着的人 全都倒下了 那又该怎么办呢 到时候 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想要自保都很难 也就更别提 去保护自己在意的那些人了 而战斗 从来都是提升实力的最佳途径 如今 有这个机会 自然不能错过 很快 时间来到10月24日 截止晚上24点整 报名通道关闭 选择参加说明会议的学生小队 达到了73支之多 看到这个数据 老钟等一众校领导层都很是欣慰 这些孩子都是龙国未来的希望啊 至于那些没有报名的孩子 他们也不会去指责什么 每个人克服恐惧 总是需要一个鼓起勇气的过程 只是他们这些人需要的时间 会比其他人更长一点也 等到新的一天到来 说明会议如期举行 所有报名餐会的小队 齐聚阶梯会议室 整个现场 可谓是异常热闹 什么问你对不对 你说的都对 各种奇葩队名层出不穷 相比之下 赵松松起的无敌超神小队 就显得有些太俗套了点 不过 这个队名倒也算贴切 毕竟他们这支小队的五个成员 其中有四个 都是在新生挑战赛中 打进了12强的 而随着老钟等 一众校领导层到场 现场顿时便安静了下来 简单的开场白之后 会议便直接进入了主题 主讲人 还是一个老熟人 他正是陈默等人 在集训场的时候 给他们上基础知识课的李教授 李教授这个人 从来都不喜欢说废话 他登上讲台后 直接说了一个词汇 借币通道 现场绝大多数的学生听的 都是一联盟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李教授便慢条思理地解释了起来 原来 人类生活的蓝星上 存在着各种等级的借币通道 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空中航道 理论上 只要你能打开它 你就可以通过 借币通道 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以九阶觉醒者为例 他们就拥有 打开一些借币通道的能力 从而实现在两个相距很远的地方之间 快速来往 而现在 就有那么一群 对蓝星之上的所有生灵 都充满敌意的域外侵略者 他们通过 打开不同等级的借币通道 强行闯进蓝星 这些域外侵略者 掌握着和觉醒者一样的强大力量 因此觉醒者 是唯一能抵御 对抗他们的存在 借币通道 共分有九个等级 等级越高 打开的难度便越大 所能容纳通过的 域外侵略者的实力便越强 其中 五级级以上的借币通道 在被强行打开的过程中 会产生一次巨大的动静 这种情况下 人类就可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但五级以下的借币通道 在打开的过程中 却是没有任何动静会产生 如此一来 这些域外侵略者 便能悄无声息地闯进蓝星 虽然龙国 国内有专门处理 这些域外侵略者的除荣小组 但面对五级以下借币通道 被打开的越发的频繁 他们也是 有些忙不过来了 所以 现在需要有一批人 来分担一部分他们的压力 一口气 讲完这些内容后 李教授便把讲台让给了老钟 老钟登上讲台 用极为沉痛的语气说道 孩子们 我知道 你们一时之间 还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可那些域外侵略者 正在不断地闯进了我们的家园 他们对蓝星之上的所有生命 不会有丝毫的仁慈 身为唯一能抵御 对抗他们的觉醒者 我们能置之不理吗 老钟望着寂静无声的学生们 一双拳头握得帮紧 他是真的很担心 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被吓到了呀 也就在这时 坐在学生队伍中的沉默 却是猛地站了起来 赵松松 吴紫月 几隆中 下摇四人也是紧随其后 只见五人用尽全身力气 大声吼道 不能 瞬间 一道道稚嫩 却有铿腔有力的声音 接连响起 不能 绝对不能 看着这一幕 老钟顿时泪流满面 于是他也跟着 吼了起来 两久之后 现场这才平静了下来 只见泪流满面的老钟 笑着说道 好好好 孩子们 你们都是好样的 由于情绪激动得无法自拔 老钟只好下了讲台 由教导主任张云飞 继续宣讲后续事宜 而当时在场的学生们并不知道 他们亲爱的老钟校长 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不过后来他们知道了 因为老钟校长的妻子和一双儿女 全都牺牲在了抵御域外侵略者的一线战场 第49章 考核 说明会议进行的很是顺利 取得的效果也很不错 后续安排 随之就出来了 学校将针对参会的73支学生队伍进行长达一个月的特训 特训结束后考核通过的队伍 就会有导师带着外出执行任务 至于没能通过的 则在学校继续提升实力 直到能够通过考核为止 之所以这么安排 主要也是为了学生们的安全考虑 虽然他们最开始处理的只是一级事件 还有专业的导师带队 但学生自身实力不够的话 难保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毕竟那可是真正的厮杀 域外侵略者不会对他们有丝毫的手下留情 于是会议结束的第二天 特训就开始了 特训的主要内容 便是团队配合作战 毕竟他们要面对的域外侵略者 可不只有一个两个而已 而既然是团队配合作战 每个成员自然就有不同的定位 所以 每支学生队伍 首先要做的 就是完成队内的成员定位 沉默他们五个人 也是为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 我认为 我应该当主公 赵松松认为 他掌握有威力强大的雷霆之力 实力也不算差 所以应该当这个主公 听到赵松松的话 乌紫月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小老爹 你说啥 姐妹听清 只是这一眼 赵松松的气势瞬间就弱了三分 只听他倾壳一声后 对乌紫月说道 咱们队伍里面 论实力还是你最强 那就由你来当主公 对此 乌紫月自然没有意见 他对这个位置 势在必得 安排好了乌紫月的位置后 赵松松又说道 既然乌紫月同学当了主公 那我就敏为其难地当二公吧 听到他的话 吉隆中也倾壳了一声 沉默则是说道 我认为我还是比较适合当二公的 但赵松松却是像没听到 沉默的话一样 考虑到吉隆中的实力 确实很猛 又曾击败过他一次 于是他对吉隆中说道 老吉 二公的位置就交给你了 吉隆中表示 放心地交给他吧 沉默见这狗东西居然无视自己 便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那我呢 现在主公和二公都没了 就还剩下两个侧翼和一个后卫的位置 沉默想着自己怎么着也该当个侧翼吧 但赵松松却是看向夏瑶说道 夏瑶同学 你当右侧翼怎么样 夏瑶当然没意见 右侧翼属于队伍中的第二攻击梯队 承担的攻击任务没那么重 正好适合他 安排好了夏瑶 赵松松继续说道 左侧翼就由我来好了 沉默闻言 没好气地说道 那我呢 只见四人齐齐看着他 用一副理所应当的语气说道 你是咱们队伍里 唯一一个能修炼治疗 恢复型灵能战绩的成员 那当然做后卫了 见这四人竟是如此团结 沉默也只好无奈地 接受了这个位置 只是可惜了他那一身 强大的战力 队伍内成员的定位安排好后 特训也就正式展开了 学校的这些导师 不愧是从一线战场上 退下来的老手 各个都有些极为丰富的 团队作战经验 在他们的指导下 各支学生队伍 配合作战的能力 有了明显的提升 至于沉默他们五个人 配合默契度 则是直线攀升 而他们平日里的练习 除了在全真实模拟 对战舱中开启团队作战模式外 还会有有五个导师 组成的临时队伍 来作为他们的交手对象 当然 目前还没有哪支队伍 能打得过这些导师 组成的临时队伍 就这样 一个月的特训时间 转眼间便过去了 考核日 来临 考核是在全真实模拟 对战舱中进行的 沉默他们五个 全部进入队战舱中后 考核任务便发表了 击杀三阶狂暴巨虫 看到这个任务 队伍中的五个人 都是一脸无语 狂暴巨虫 居然还特么是三阶的 要不要这么拿 不过他们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完成考核 要么就直接放弃 但显然 五人中没有一个人 会选择放弃 于是 随着五人 齐齐点击确认后 眼前画面顿时一变 模拟的战场中 一头三阶狂暴巨虫出现 战斗随之打响 由于配合过一个月 所以五人的阵型 直接按部就班地展开 担当主攻的吴紫月 和担当二攻的吉隆忠 率先杀出 好 面对两人的攻击 三阶狂暴巨虫一声嘶吼 直接进入了狂暴状态 这个时候 左右侧翼的赵松松 和下摇野士 加入了战斗 两人以 吸引狂暴巨兽的注意力为主 为吴紫月和吉隆忠 争取合适的进攻契机 至于沉默 则是围绕着战场游走 以便随时 对四人展开支援 而三阶狂暴巨虫的实力 果然强大 加之有狂暴状态的加持 哪怕是吴紫月四人联手 短时间内 也很难撼动他 不过由于 有沉默这个奶妈在 所以倒不用太过担心 续航不足的问题 于是五人就这么磨了 将近一个小时 最终以沉默开齐土 凯冲当人形肉盾 挡住了 狂暴巨虫的致命一击 吴紫月 巨虫成功击杀 战斗结束 五个人差点泪滩在对战舱中 不过他们也成为了第一支 超额完成考核任务的小队 因为校方安排的这个考核任务 并不是真的要学生队伍 击杀三阶狂暴巨虫 那真的太难了 而是依据他们坚持的 时间长短来判定 能够坚持二十分钟 就算是通过考核了 所以超额完成考核任务的 沉默五人 每人还得到了 一百个学分的奖励 这可把其他的学生队伍 羡慕的不行 但一想到三阶狂暴巨虫的强大 他们就很难 升起夺取这个奖励的信心 考核进行得很快 当天就全部完成了 最终通过考核的学生队伍 一共只有十一支 在这十一支队伍中 除了沉默他们的这支小队 超额完成了考核任务之外 坚持时间最长的 达到了四十一分钟 这支小队的队长 正是在新生挑战赛三强 排位争夺战中 输给了沉默的深屠红 时间 转眼便来到了十二月 距离学生队伍考核 已经过去了十多天 这天 十一点十分 所有学生都还在上课中 就在这时 校园广播却是突然响了起来 请以下学生小队 听到广播后 迅速到学校后勤处集合 无敌超神小队 一起红发小队 第五十章 一级事件 通过考核的十一支小队 全部都被点到名了 各班正在上课的任客导师 听到这个广播后 都是不禁叹了一口气 到底还是来了 随后他们便表示 被点到名的小队成员 赶紧去集合 从教室出来 赵松松神情略带激动地问道 王莫 你说这是来任务了吗 沉默摇了摇头 我怎么知道 而且 你这么激动干嘛 真要有任务的话 那可是实战 赵松松一想 对啊 真要有任务的话 不就是实战吗 那可不像在全真实模拟 对战舱中 受伤或是死亡 只会疼一下而已 想到这里 赵松松也没刚才的激动劲了 四人出了教学楼 就碰到其他小队的成员 吉隆中 也在这个时候 和他们会合了 而后 众人便一起赶往了学校后勤处 后勤处大厅 老钟等人都在场 没有任何废话 只见身穿战斗服的教导主任 张云飞说道 所有人 立刻去着装战斗服 然后出来集合 在一位后勤处导师的带领下 十一只小队的成员 分别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中 房间里面 摆放着一台 跟战斗舱一样的仪器 这时 学校的人工智能 向导小雪的形象出现 各位学员 请一次排队进入 战斗服更换舱 听到小雪的话 赵松松率先走了过去 只见战斗服更换舱打开 他便站了进去 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 舱门便再次打开了 穿上战斗服的赵松松 踢着一把长刀 一脸兴奋地走了出来 只见他嘚瑟地甩了甩手中的长刀 一脸笑意地说道 这战斗服可是高科技啊 你们快去换上 接着 沉默便走了进去 舱门关闭后 系统开始自动扫描 沉默的体型 扫描完毕后 便开始着装 先是数层纳米材料的内衬 喷涂到了沉默的身上 接着是超合金板件 如胸甲 臂甲之类的防护装甲 开始组装 所有板件组装 到位微调完毕 着装便完成了 随即 一个虚拟面板 出现在沉默眼前 请选择武器 看到提示后 沉默浏览了起来 考虑到自身的情况 以及在队伍中的定位 沉默选择了一把复合弓 随之舱门打开 沉默拿着复合弓走了出来 复合弓没什么好说的 搭配有十只弓箭 但战斗服穿着 却非常舒服 不但合身 感觉也没什么重量 难怪赵松松 会说这是高科技呢 沉默之后 巫子月三人 也是迅速完成了着装 其中 巫子月选择的武器 是一套飞梭 骑龙中 选了一把巨剑 至于下摇 则是选了一把粗大的断刃 五人全部着装完成后 便来到大厅中集合 不多时 所有小队 便全部集合完毕 张云飞看了一眼所有人 然后说道 二十分钟前 天眼卫星侦测系统 侦测到了我国东北部 某山区 有异常空间波动 经确认 卫一集结必通道 破碎事件 现接到命令 由我替零一分校学员队伍 处理该次事件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学生齐齐回道 张云飞见状 点了点头 此次任务 将由我和另外十一位导师 带队执行 这虽然是 你们第一次出任务 但除非 你们遭遇生死危机 我和另外十一位导师 才会出手干涉 所以我希望各位 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顺利地完成此次任务 张云飞说完之后 老钟也是简单讲了一番话 叮嘱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随后所有学生队伍 便被带到了竞技场中 不是要出任务吗 来这干嘛 很多人都是觉得奇怪 但张云飞也不解释 就是让学员们安静等待 大概过了十来分钟 一道巨大的轰鸣声 从远处的空中传来 并且声音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近 学员们纷纷朝天上看去 然后就看了一个 庞然大物 正朝着竞技场这边飞来 带到这个庞然大物飞进之后 有人惊呼道 卧槽 那不是我国最新型的 运七十全地形 垂直起降运输机吗 学员中到底还是有识货的人 一眼就认出了 这个庞然大物的身份 紧接着 这个庞然大物 就直直降落到了竞技场中 运输机的尾部舱门打开后 张云飞直接让学员登机 等到所有人完成登机后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运输机便直接起飞了 看着迅速飞远的运输机 老钟紧皱着眉头说道 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吧 运输机机舱中 学员们一个个都是一脸忐忑的模样 原本很是活泼的赵松松 现在也活泼不起来了 只见他戳了戳沉默的肩膀 小声地问道 老末 你紧张吗 沉默瞥过头 看了他一眼 大声问道 你说啥 大点声 赵松松大声地回道 我问你 紧张吗 哦 我不紧张 你呢 我也不紧张 听到两人的对话 张云飞不禁摇了摇头 不紧张 不紧张就怪了 虽然沉默看起来和以往一样的淡定 但这明显淡定过头了吧 而赵松松这小子 你不紧张的话 浑身抖擾个什么劲 至于其他人 情况也都差不多 哪怕是从宗派接来的 乌紫月等人 也没能例外 不过这也没什么值得取笑的 这些年轻人 能够登上运输机 就已经证明他们很有勇气了 运输机大约飞了一个小时左右 机舱中红灯开始闪烁 随之通知声响起 到达预定地点 准备降落 听到这个声音 张云飞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然后他大声地说道 所有人 检查通讯万表 设置区域通讯频道033 开始叫对 听到张云飞的话 学生们迅速动作了起来 叫对完毕 等到所有人都笑 对完毕 张云飞又是说道 根据街道的最新情报显示 此次通过一级借壁通道 闯入蓝星的域外侵略者 正在游北向南 朝着距离最近的一座小镇移动 我们的任务是 将他们全部见面 一个不上 张云飞说完 运输机已经完成了降落 尾部的舱门打开 他率先走了出去 而后11支学生队伍 以及跟随每支队伍的11位导师 便迅速下了飞机 随即运输机起飞离去 他将在10个小时后 到指定地点接他们 而张云飞则是打开全息投影地图 对学生们说道 在我们身后20公里 便是一座常驻人口 达到了2万人的小镇 以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为鉴 你们务必在这群域外侵略者 通过这里之前 将他们全部见面 各小队的行动路线 已经发送到你们的通讯万表中 那么开始行动 第51章 战斗开始 随着张云飞的一声令下 11支学生小队 开始按照各自的规划路线 在山林中全速前进 无敌超神小队被分配的路线 完全就是一条直线 于是赵松松一边赶路 一边问道 你们说 咱们小队是不是相当于主力啊 这直线往前 不就会跟那群域外侵略者正面撞上了吗 听到赵松松的话 吉隆中说道 估计是这样的 我之前看到了一起红发小队的行径路线 跟我们的位置离得不远 我猜测 咱们几支实力较强的小队 充当正面主力 其余的小队 则从两一包夹 只要完成合围 就可以将他们全歼了 吉隆中分析的并没有错 张云飞确实是这样安排的 这是一种最为标准的对敌方案 只要11支学生小队能像往常一样正常发挥 应对这一次的一级事件完全不会有问题 但张云飞最担心的 也正是这个 学生们毕竟是第一次执行任务 又是第一次经历真正的厮杀 能不能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 现在真的很难说 很快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直线突进 沉默他们往前推进了5公里 顺利按时到达 指定地点 然后赵松松便在通讯屏说道 无敌超神小队到达指定地点 收到 一起红发小队到达指定地点 问你对不对 到达指定地点 短短15分钟内 11支小队全部到达各自的指定地点 根据卫星实时监测数据显示 那只闯入蓝星的域外侵略者 还有15分钟便会到达他们这里 虽然只有短短的15分钟 但等待的过程却是极为煎熬 百无聊赖中 赵松松啃着一根能量棒爬上了一棵大树的树梢 在树梢打望的他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前方树宫里外 大地上正有一条极为明显的灰色线条 朝着他们这边滑来 看到这一幕 赵松松急忙大吼了一声 你们快上来看 那是什么 听到赵松松的话 原本在地面休息的沉默四人 也是各自攀上了一棵大树的树梢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树宫里外 原本聪裕的森林 被画上了一条长长的粗大灰色线条 而且这灰色线条正在不断朝前延伸 等到再近些 眼力极好的沉默便清楚地看到 那哪是什么灰色线条啊 而是一大片树木瞬间枯死后 与整片树林形成的颜色反差 与此同时 通讯频道中响起了张云飞的声音 各小队注意 域外侵略者即将抵达 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再重复一遍 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听到张云飞的话 五人迅速回到了地面上 沉默占据后方的一个高位后 将背着的复合弓取下握在了手中 乌紫月和吉隆中 两人一马当先地站在最前方 而赵松松和下摇 则是分站两边 不多时 一阵急促而又怪异的吼叫声 从前方传来 沉默五人都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严阵以待 一分钟 三十秒 来了 赵松松大吼了一声 紧接着 数十头在模拟队战舱中 见识过的一阶古家哨兵 便率先出现在了 他们的视野之中 跟在古家哨兵后面的 是一群分散开来的巨兽群 他们锁过之处 树木就像是 失去生命力了一般 直接哭死 看到这一幕 沉默眼神一鸣 他突然就想起了 在说明会议上 李教授曾说过的一句话 这些域外侵略者 对蓝星之上的所有生灵 都充满了敌意 这特么仅仅是充满敌意吗 是但凡有生命的生灵 一个都不会放管 沉默正想着 最前方的乌紫月和吉隆中 已经接敌 左右侧翼的赵松松和夏瑶 也是加入了战斗 他们需要守住 乌紫月和吉隆中的两翼 避免他们被包架 而沉默握着复合弓 开始了游走协助 他的这个位置 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沉默需要时刻 关注全场的事态 以便第一时间 对赵松松四人展开支援 而在沉默他们这里 爆发战斗的时候 他们左右两边的 四支小队 也跟着爆发了战斗 剩下的六支小队 则是迅速从两侧 开始迂回包抄 无敌超神小队 所在的阻击点 剑气锋芒 充当二宫的吉隆中 率先发动了 他的灵能战绩 三道剑气 以他为中心环绕 不断撕裂着挡路的巨兽 至于乌紫月 那套飞梭 在他手中 就如同收割力气一般 被他斩杀的巨兽 已经不下数十头 赵松松 更是不甘示弱 一套电闪雷鸣 直接带走五头巨兽 但这些巨兽 完全就是小喽啰 他们的等级 就类似于 人类的初始觉醒者 除了体型庞大 和数量多之外 并不具备什么攻击力 真正需要沉默 他们注意的 是已经混进巨兽群中的 一阶骨架哨兵 以及 目前还未现身的 二阶战兵级敌人 二阶战兵级 是能够通过 一级界壁通道 闯入蓝星的最高上线 也就在这时 充当右侧翼的下摇这边 突生现象 一头混迹在巨兽中的 一阶骨架哨兵 朝着他发起了突袭 沉默见状 迅速展开支援 在骨架哨兵的骨手突刺 快要刺中下摇的时候 沉默一个急冲大突进后 涂铠直接发动 挡住了骨手突刺 这时 下摇转过了身来 沉默果断撤开 下摇瞬间 发动龙岩斩 直逼骨架哨兵而去 骨架哨兵想要逃离 却是被沉默的 木形荆棘所阻拦 龙岩斩一击得手 骨架哨兵吃痛地吼叫了一声 三头巨兽直扑下摇而来 想要展开救援 沉默以土形刺覆盖剑间 连射三剑 将这三只巨虫一一解决 下摇这边 则是趁此机会果断补刀 完成手杀 见他消耗不小 沉默一掌拍在他的后背 虽然穿着战斗服 但他的恢复效果 依旧可以给到下摇 得到一定恢复的下摇 对沉默点了点头后 便继续投入了战斗之中 而沉默则是继续在战场中游走 一边击杀巨兽 一边观察着全场的局势 不多时 赵松松发来了 求援信号 老莫 来 虽然很想捶死这祸 但沉默还是立马搭工 治疗恢复型灵能战技 万物复苏发动 万物复苏 二阶治疗恢复型灵能战技 技能效果可凝聚实行 对内灵气 消耗与治疗恢复比5比1 对外3比1 这是沉默在小队特训期间 新学的一个灵能战技 对外恢复效果还不错 更为重要的是 他的技能效果可以凝聚实行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分钟 但这却可以在诸多复杂的环境下使用 只见沉默一键射出 能量光束 直接命中赵松松 万物复苏的恢复效果 就直接给到了赵松松的身上 只听赵松松大吼一声 挥舞着他的长刀 再次大杀特杀 这个时候 眼看巨兽损失不小 藏匿在巨兽 中古家哨兵也是频频出手 同时一只身形娇小的二阶战兵 及邪恶小精灵 正附身在一头巨兽背上 虎视眈眈地盯着巫紫月 第52章 奇怪的感觉 邪恶小精灵编号098 无论等阶高低 他的体型一般只有30公分左右 外形和人类童话故事中的小精灵 很是相像 看起来有种人畜无害的样子 但事实上 若是被他的外貌所欺骗的话 那么你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因为邪恶小精灵最喜欢趁人不备 从后面突然搞偷袭 掏心挖肺 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这也是他代号的由来 巫紫月便是被这样一只 二阶战兵级的邪恶小精灵 给盯上了 由于他的体型和巨兽比起来 简直就跟小狗和大象一般 因此 附身在巨兽背部的邪恶小精灵 在战斗之中很难被发现 此刻 乌紫月正在专心地清理着 朝他涌来的巨兽 看起来丝毫没有察察觉到对方的存在 于是就在下一刻 趁着乌紫月的飞梭打出的一瞬间 邪恶小精灵猛然朝着他窜去 负责支援的沉默剑撞 弯弓搭建的同时并大吼道 乌紫月 小心 听到沉默的声音 乌紫月转身腾膜 正好直面朝他扑来的邪恶小精灵 两者的距离 只有短短15公分 此时乌紫月的飞梭还未飞回来 沉默也来不及救援 乌紫月甩出的灵力边 却是被邪恶小精灵躲闪开了 眼看邪恶小精灵即将得手 千军一发之际 面色丝毫不变的乌紫月右手朝前一滑 一到半米左右的空间裂缝 在他身前瞬间打开 正好拦在了邪恶小精灵的必经之路上 于是 邪恶小精灵直接就落入了空间裂缝之中 空间裂缝随之闭合 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一只二阶战兵及邪恶小精灵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解决了 这还是沉默第一次看到 乌紫月使用自己的灵能战技 这效果着实有些不同反响啊 只是看乌紫月的样子 使用这种灵能战技对灵气的消耗 好像有点大 也难怪他平时很少使用 与此同时 沉默已经赶到了乌紫月身旁 在顶过他位置的同时 又是一掌拍在了他的后背上 于是 乌紫月暂时推到二线 抓紧恢复了起来 而沉默则是将复合弓一倍 双臂一震 土元素汇聚成臂甲 便将他的两只手臂包裹了起来 面对汹涌而来的巨兽 沉默直接火力全开 伴随着他一拳又一拳的轰出 树头巨兽的脑袋直接破碎成渣 残破的肉块 绿色的血将飞溅 沉默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 那大概就是 藏匿在每个人心底的暴灭吧 只是沉默也并没有发现 每当他击杀一头巨兽 就会有一道无形光点进入他的身体 而很快 乌紫月就恢复得差不多了 于是他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 至于沉默 则是继续在战场中游走支援 谁的那里消耗太大 他直接就赶过去顶一下 若是时间上来不及 就一箭射过去 谁那里有了突发的险情 他就开吐凯去抗一下 而沉默的存在 显然也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于是 两只一阶谷家哨兵 齐齐朝着右侧翼的下摇 发起突袭 沉默果然敢去支援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却另有两只谷家哨兵杀出 四只谷家哨兵 其中一只对付下摇 另外三只 则是来对付沉默 看到沉默遭遇险情 赵松松第一时间想要 展开救援 但却有两只一阶谷家哨兵现身 将他给拖住 不仅是赵松松这里 吉隆中和吴紫月 两人也同样被树枝 谷家哨兵给拖住了 而从场中 现身的谷家哨兵数量来看 应该还有 一到两只的二阶战兵 及邪恶小精灵 藏身在巨兽群中 因此沉默 一边对付三只 谷家哨兵的围攻 一边喊道 大家都小心一点 邪恶小精灵 可能会偷袭 只听沉默话音刚落 一道娇小的身影 便从他身后的巨兽群中窜出 直袭他后心口而来 沉默果断施展了一张土航盾 挡在背部 再听到土航盾破碎声响的一瞬间 土铠直接发动 叮 土铠的精神效果 直接挡住了邪恶小精灵的偷袭 眼看偷袭不成 邪恶小精灵也是压压地怪叫了一声 三只谷家哨兵随即展开猛攻 想要掩护他的撤退 沉默自然不会让邪恶小精灵如愿 在他转身的同时 木形荆棘发动 三条烈系的荆棘藤蔓成形 刷的一声 就将邪恶小精灵给困住 接着沉默一把探出 将邪恶小精灵给抓到了手中 没有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 手中直接发力 蹦 吃水飞剑 一只二阶战兵及邪恶小精灵 被沉默一把捏死 当然 沉默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完全是因为 邪恶小精灵本身的防御力就不强 加之他体型又比较娇小 所以才这般轻松 瞬间 又有一道无形光点进入了沉默的身体 不过这一次 沉默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全身的力量 好像得到一丢丢的增长 这也太奇怪了 不过现在 显然不是沉默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捏死了一只邪恶小精灵后 沉默迅猛出击 又迅速解决掉了一只 骨家哨兵 然后那种奇怪的感觉 就又来了 只是没有之前捏死 邪恶小精灵的时候 那般强烈 沉默很困惑 别不是自己的身体 出了什么问题吧 为了搞清楚这一状况 他毫无保留地发挥了起来 两只一阶骨家哨兵 根本不是沉默的一将之和 一边一道土行长 外加木星荆棘穿刺 便直接结果了他们的小命 结果这一次 那种感觉 却是没有出现 难道 要亲手接触 才会出现 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想法 沉默直接杀 到了下摇所在的地方 在下摇的配合之下 沉默以掌画刃 直接给骨家哨兵 来了个透心凉 果然 那种奇怪的感觉 再次出现 干 真出问题了 这是沉默的第一想法 但很快 他又反过来一想 如果只要自己亲手 击杀这些域外侵略者 自身的力量 就能得到一定的增强的话 那么他提升实力的途径 岂不比常人多了一种 并且这种提升力量的途径 简直不要太妙啊 只要沉默不停地战斗 就能不断地直接提升实力 那么他的成长速度 可想而知将会有多么的快了 只是还有两个问题 摆在沉默面前 为什么在他的身上 会出现这种常人 想都不敢想的情况 这种情况 对于他来说 究竟是好还是坏 第53章 任务完成 沉默的两个问题 一时之间 显然难以得到答案 他现在 唯一能做的 就是和队友们一起 完成眼前的这个任务 于是 沉默不再过多地纠结 至少目前来说 这种情况的出现 对于他而言 是一种好事情 这能让他更快地 掌握到强大的力量 在与夏瑶 一起解决了 缠住他的骨架哨兵后 沉默再次赶往了 乌紫月那里 在两人的联手之下 四只骨架哨兵 命丧当场 随即 沉默和乌紫月 分别赶往了 赵松松和吉隆忠那里 四人两两 联手对敌 短短一分钟不到 现场的危局 瞬间逆转 于是 藏身在巨兽群中的 最后一只邪恶小精灵 便盯上了落单的夏瑶 只听他怪叫一声后 以声东击西之侧 吸引夏瑶转身 然后 从另一边 发起了突然袭击 不过 夏瑶早有准备 双手握持的断刃 反手一挡 而沉默这边 也是再次搭弓挽剑 以土行刺附着 一箭射出 邪恶小精灵 被沉默射中落到地上 惨叫了一声 夏瑶剑撞 直接用断刃一插 果断结果了他的性命 至此 无敌超神小队阻击的这只 狱外侵略者队伍中 有等级的生灵 便全部被击杀 没了高阶生灵的指挥 剩下的这些 巨兽顿时做鸟兽散 沉默赶紧又买了一把屋 紫月四人后 五个人火力全力 对剩下的这些 巨兽展开围堵剿杀 结果这个时候 他们却是接到了 张云飞的命令 让五人 火速赶往左边的战场 进行支援 至于那些 四散开来的巨兽 自然会有那六支 从两边包夹的小队负责 接到命令的五人 果断往左边的战场转移 负责在这边阻击的 有两支小队 其中一支 是公孙博带领的 问你对不对 他们这支小队 五个成员的实力 整体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可惜到 真正的战场之上 能够发挥出 自己真实水平的 却只有公孙博 以及另外两个男生 剩下的两个女生 由于是第一次上战场 不但发挥不出自身的实力 反倒还需要 叫公孙博他们三个分心 来保护他们 这也就使得他们 这支小队的情况 可以说是相当不妙 见到沉默他们来源 公孙博也没觉得不好意思 直接大吼一声 先把我这两个队友接走 听到公孙博的话 杀入战场之中的夏瑶 和乌紫月 快速赶了过去 将公孙博的两个女队友 带出中心战圈之后 夏瑶留下 乌紫月再次返回 没了掣肘 憋屈了好一阵的公孙博 终于可以畅快地出手了 加之有陈默四人在 他们很快便将聚受群众的 骨架哨兵和邪恶小精灵击杀 其中 陈默亲手击杀了 两只骨架哨兵 和一只邪恶小精灵 于是他的力量 又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陈默在心中 估摸着算了算 大概再照这样 多来个十几二十次的话 他估计很快就能 进入一阶中气了 可要知道的是 陈默需要同时供应 五颗小牙声掌牙 所需要的灵气 是一般人的五倍 但现在的情况却是 他进入一阶中气的时间 很可能会比一般人更短 这要是传出去 那绝对会进到不少人的 所以陈默也在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自己的这个特殊情况 暂时还是不要说出去的好 省得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而他们在解决了 这里的战斗之后 又是接到命令 往最左边移动 再次经过一番激战 左线的骨架哨兵 和邪恶小精灵 全部被清除 右线的两支队伍 虽然还在继续奋斗 但一直占据着优势 于是张云飞下令 开始收望 经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激战 在十一支小队的通力合作之下 这些闯入蓝星的 域外侵略者被全部歼灭 而经过这样一番长时间的战斗 大多数人都是直接泪瘫了 但沉默的状态 却是非常不错 除了精神有些疲惫之外 他就跟没消耗过一样 不过这个时候 大多数人都没空来关注这些 除了一个人 那就是乌紫月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只是略带好奇地认真看了沉默几眼 众人经过修整一番之后 通讯频道中 再次传来了张云飞的声音 所有人 立即赶往新发送的坐标 我会在那里等着你们 于是众人便再次出发 这一次 所有人只需要顺着域外 侵略者造成的灰色线条 前进就可以了 又是一个多小时的急行军 十一支小队 终于来到了灰色线条的尽头 只见身穿战斗服的张云飞 以及十一位带队导师都在这里 离他们不远处 大地上正竖着一道 撕裂开的戒壁通道 他的样子 和沉默曾经在电影片段中 看到的那个天空中的裂缝很像 只是眼前的这个更小而已 朝着戒壁通道 钟望过去 里面漆黑一片 光线都被扭曲了 见到十一支小队赶来 张云飞开口说道 这就是被打开的一级戒壁通道 他只能容纳 较少量的域外侵略者通过 并且最高实力 不能超过二截 听到张云飞的话 沉默提出了一个问题 张主任 这戒壁通道被打开后 要怎么才能把它关上 张云飞文言解释道 五级以下的戒壁通道 在打开十个小时后 会自动关上 在关上 他的位置随之会转移 但五级及以上的戒壁通道打开后 需要由强者出手 来修补才能将其关上 除此之外 掌握空间之力的觉醒者 也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将他们修补关上之后 位置也会转移 张云飞解释完 特地看了一眼乌紫月 听完张云飞的解释 又有人问道 张主任 有人通过戒壁通道 去到另一头过吗 另一头是什么样子 听到这个问题 张云飞想了想说道 我暂时还没听说过 有人去过戒壁通道的另一头 也就更不知道 另一头长什么样子了 不过我需要提醒大家一句 千万试图 不要进入里面 否则 你可能就回不来了 之后 学生又问了不少问题 张云飞也都是一一做了解答 在这个过程中 天色也是逐渐暗了下来 当时间来到晚上 21点左右 那树立在大地上的 戒壁通道扭曲了一下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看到这一幕 张云飞宣布道 戒壁通道关闭 此次任务 完满完成 第54章 天门城和一线关 听到张云飞的话 不少人紧绷着的心弦 这才真正松了下来 紧接着 张云飞就此次任务 进行了一个点评 此次任务 虽然完成得比较顺利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 还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比如 公孙伯所在的小队 两位女队员 根本发挥不出 自己平时的实力 当然 不仅仅是他们 其他一些小队的个别成员 也存在这种情况 说实话 他们这些人 在学校的时候表现 都是很不错的 之所以 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由于他们 在短时间内 还没能真正克服 自己的心理障碍 因为他们都清楚地 知道一件事情 在战场之上受伤 那就是真的受伤 死亡 也就是真正的死亡 不会像在学校的 全真实模拟 对战舱中练习时一样 还会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 像这种情况 外人是根本帮不了他们的 只有他们自己 想办法去克服才行 除此之外 便是小队成员之间的 配合问题 多数小队的后卫 都过分拘泥于 自身在小队中的定位 往往出现主攻二攻 在前面打得热火朝天 左右侧翼 忙得不可开交 后卫 却在后面 找不到事情做 闲得发慌 须知 后卫要做的 可不仅仅是治疗救援 他还需要承担起 把控全场局势 以便随时支援 其他成员 甚至是顶下 他们位置战斗的重任 说到这里 张云飞着重表扬了 一番沉默 第一次上战场 表现可以说是 可圈可点 而且 也真正发挥出了 身为后卫的作用 见张云飞 把自己说得这么优秀 沉默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只是在做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说完这个问题之后 张云飞又着重 强调了一个问题 真正的战场上 情况都是瞬息万变的 在对敌过程中 千万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甚至是仁慈 否则 那不但会害了你自己 甚至还会连累你的队友 我希望你们所有人 一定要将这句话 牢记在心中 张云飞说完 便不再言语 让各支小队 自己进行队内总结 对于这十一支小队 他还是蛮看好的 虽然今天部分人的表现 不是很好 但至少狭不掩瑜 不多时 远处的天边 便传来了运输机的轰鸣声 张云飞和十一位导师 打开定位灯 挥舞了起来 很快 运输机降落 所有学生有序登机 等到沉默他们 回到学校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 十一点多了 竞技场上 老钟等人都在 在看到十一支小队的成员 全都完好无缺地回来后 他们悬着的心 这才落了下来 接着 张云飞便让学生们 去后勤处归还 战斗符和武器 然后就可以回宿舍休息了 等到学生们走后 他这才向老钟 他们汇报了 此次执行任务的情况 老钟等人听完 点了点头 新兵投回上阵 表现虽然不算完美 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已经算很不错的了 我们不应该苛求他们 做到最完美 而是应该鼓励他们 继续加油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一大早醒来 沉默发现自己 有一份未读的邮件 打开一看 居然是学分到账的通知 足足有2000多分 查看详情之后 原来是昨天 执行任务的奖励 其中 参与完成一级事件 奖励500分 击杀一个一 接于外侵略者 奖励100分 击杀一个二 接于外侵略者 奖励250分 至于那些 没有等级的巨兽 击杀一个只有5分 沉默昨天 大沙特杀一通 笼共加起来 便有了这么2000多个学分 一大早 就有这么一笔学分入账 他自然是高兴的 毕竟他需要用到 学分的地方可不少 比如沉默 昨天执行任务穿的 D级战斗服 学校只是借给他们穿的 武器同样也是学校 借给他们使用的 想要拥有一套 自己的专属战斗服 以及专属武器 需要用学分来定制 比如D级战斗服 需要2万个学分 哪怕沉默 是A级培养序列 减免下来 也需要4000个 而沉默现在的学分 一共也才3000多 虽然对于 绝大多数大一的学生来说 这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可对于沉默来说 显然还远远不够啊 毕竟 他日常对于 灵气修炼式的频繁使用 也是需要一大笔学分 来支撑的 很快 时间来到下午 由于云阳子 外出办事 至今未归 所以沉默和赵松松两人 只能自己练习 赵松松练着练着 突然就问道 老莫 你说师父他老人家 到底去哪了 这都过了多少天了 他为什么还不回来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听到赵松松的话 沉默眉头微皱 正常来讲 像他们师父云阳子 这样的强者 肯定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但保不齐 说不定 他老人家 一下子没注意万一 就被人给阴了呢 毕竟 他也是岁数那么大的人了 而且 就算不是被人阴了 但他出去这么多天没回来 也许是碰上什么事情了 也说不定 想到这里 沉默对赵松松说道 不如咱们去问问钟老 行 可惜的是 老钟也不知道 云阳子去哪了 不过他表示 云阳子的实力很强 肯定不会出事 不然 他一定会知道相关的消息 而沉默两人只需 安心修炼即可 也许再过几天 云阳子就会回来的 两人在修炼过程中 若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可以随时去请教他 老钟都这么说了 沉默两人 也只好回去 安心修炼了 只是一连又过了两天 云阳子仍旧没有归来 沉默和赵松松 也是不禁念叨了起来 师父啊 你到底去哪了呀 与此同时 龙国西北地区 昆仑山脉的中心区域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 此地肯定是今年不见人宗 但事实上 这里却修建有一座雄伟的巨城 巨城名为天门城 天门城依山而建 城中有一个巨大的广场 在广场的中心位置 处理一道高度 仿佛直抵天际 并且被撕裂开的借壁通道 这个借壁通道和沉默 他们执行任务时看到的那个 完全不一样 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景象 里面的空间很是宽阔 并且同样修建有一座巨城 这座巨城的名字 叫做一县关 沉默和赵松松念叨的师父云阳子 此时就在这一县关的城头上 第55章 叫起进来的一人一牛 云阳子说的外出办事 其实就是回一趟师门 找他常年闭关的师父 要另外的三种五行灵能诀 结果回到师门之后 云阳子却发现 他那常年闭关的师父 居然罕见出关外出游历去了 并且连个消息也没留 扑了个空的云阳子 正准备返回替灵妖分校 结果他没走多远 就碰到了何一道姑 何一道姑跟云阳子的关系很微妙 两人之间更是有着不少 陈年的酸臭恩怨纠葛 见到云阳子 何一道姑哪管他 是不是在休息期 直接就抓了他当壮丁 云阳子眼见拗不过何一道姑 只好跟他说自己需要先回去 跟两个徒弟说一声 结果何一道姑一个掩面而泣 说起两人的陈年往事 不费吹灰之力的 就镇住了他 于是云阳子 只好来到了一线关 并答应何一道姑在这里 驻守到年末的交接期结束 一线关 修建在蓝星之上 唯一的九级界壁通道中 九级界壁通道内部空间很大 并且结构稳固 修不起来难度极大 因此 从99年事件爆发开始 这里就成为了龙国 抵御域外侵略者的一线战场 又由于那些域外侵略者 无时不刻都在想着杀进蓝星 所以在一线战场上 经常是两天一小战 五天一大战 几乎没有停歇下来的时候 但人毕竟不是机器 哪怕是一些强者 也不可能一直连轴转 所以 一线天的助手 是轮值制度 实力在三阶到五阶的觉醒者 一个月一轮换 六阶到八阶的觉醒者 三个月一轮换 九阶觉醒者 则是半年一轮换 至于像云阳子这个等级的强者 一般是一年一轮换 因为他们的存在 主要是起震慑作用 一般不会轻易出手 一旦出手 那肯定是爆发了超级大战 云阳子的轮值期已经过了 现在是在休息期 不过因为现在正处于一年的末尾 进入了交接期 这个时候 狱外侵略者最喜欢搞事情 前来交接的何一道姑 把云阳子拉来 一是想起个保险作用 二则是想顺便跟他叙叙旧 一线关城头上 云阳子正跟何一道姑说着话 就在这时 一头水牛走了上来 云阳子两人见状 纷纷行礼道 见过丑牛尊者 没错 这头水牛正是牛大壮 他那日急匆匆和沉默分开之后 就去处理了一起五级事件 五事件结束 已是一个月以后 之后 他又是到处奔走 赶场救火 就连他自己都不经感慨 自己可真是个劳碌命 等好不容易有了空闲 牛大壮正准备去找沉默的时候 结果有一头懒猪 可怜兮兮地 给他发来了求援信 对方一口一个亲爱的牛大哥 让牛大壮实在不忍心拒绝 没办法 他只好赶来了一线关 只是他这一来 那头和域外尊者交战受了伤的懒猪 就彻底摆烂了 头两天还能看到他的猪影 后面连猪影都看不到了 牛大壮对此虽然很是气恼 却没办法离开 十二尊者 必须有一位时刻待在一线关镇守 哪怕离开一小话 域外的尊者及强者就会趁机出手 那到时候给一线关造成的巨大损失 将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好在年关渐进 下一位轮值的尊者即将到来 到时候 牛大壮就可以离开了 而牛大壮和驻守在一线关的这些人类强者 都是比较熟悉的 听到云阳子两人的话 他也是说道 不必多脸 接着 两人一牛就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 他们自然就聊到了云阳子的五个糟心失地 尤其是王破军 牛大壮跟他的交情还不错 而说起王破军 牛大壮自然就想起了沉默 然后他就对云阳子两人 说起了这件事情 说他遇到的那个小子 天赋如何如何了得 真的很不一般 云阳子顿时也来劲了 说起了他新收的两个徒弟 尤其是沉默 资质更是妖孽的不行 将来绝对是领军级人物 牛大壮自然不服气啊 毕竟当时他给沉默灌了那么多灵气 却连半饱的程度都没达到 所以他对沉默的信心很足 于是来劲的一人一牛 当即就决定 等他们回去之后 就让这两个年轻人 来比比谁的天资更高 一旁的何一道姑 看着叫起进来一人一牛 也是不禁摇了摇头 另一边替灵妖分校 虽然云阳子不在 但沉默的修炼 却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毕竟他目前遇到的修炼上的问题 向老钟请教也是可以的 而由于目前沉默的学分较为充足 他也是开始在灵气修炼室中 整夜整夜地待 终于在十二月底 经过多日来的苦修 沉默终于如愿 进入了一阶中期 虽然他比赵松松晚了半天 可是他所需要的灵气 是赵松松的五倍啊 进入一阶中期后 沉默并没有太过声张 只是告诉了少数的几个人 作为知情人之一的赵松松 简直都要哭死了 他好不容易先于沉默一步 进入了一阶中阶 结果这才得瑟了半天而已 沉默这狗东西 就直接追上来了 你大爷的 就不能让我多嘚瑟几天吗 赵松松忧愿地盯着沉默 很是恼怒地说道 沉默能说什么呢 这种事情也不能怪他 感觉来了 那是空都控制不住啊 为此 赵松松生了两天的闷气 直到他终于将引雷绝掌握 这才笑嘻嘻地和沉默说话了 知道这狗东西的性格 沉默也就懒得跟他计较了 时间来到十二月的最后一天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新的任务又来了 校园广播紧急通知之后 十一支小队开始迅速集结 完成战斗服的着装后 张云飞讲解了此次的任务 依旧是一级事件 但由于此次是夜间作战 所以需要格外的小心 大致讲解完任务之后 所有人便来到了竞技场中 不多时 运输机来到了 所有人便登上了运输机 朝着事发地而去 路上 赵松松问了张云飞一个问题 张主任 这些戒壁通道 只会在偏远山区被打开吗 张云飞文言 淡淡地说道 任何地方都有打开的可能 包括我们的学校 听到张云飞的话 不少人顿时一愣 然后就有人急忙问道 那要是在闹市区被打开 咱们敢去还来得及吗 听到这个傻得有点可爱的问题 张云飞解释道 你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若是事件真发生在闹市区 自然会有专门的强者前去解决 第五十六章 引雷诀 在应对戒壁通道被攻破的突发事件上 龙国中枢制定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措施 五级以下事件 全部由雏龙小组负责解决 雏龙小组的总负责人 便是神龙小组三大副组长之一的龙战生 他本人 是八阶觉醒者 在龙战生之下 设有五个实力达到七阶的支队长 每个支队长下面 还设有五个实力达到六阶的大队长 每个大队长 则管理着五个实力达到了五阶的中队长 中队之下各有十支小队 每支小队 五名成员 成员的实力 一般以一到四阶为主 别看这些分支算下来 已经有一千多支小队了 但总人数加起来 也不过才六千多人而已 但他们要处理的 可是所有发生在龙国境内的五级以下的突发事件 而一般情况下 若是事件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偏远地区 根据事件等级的不同 出动的人员配置也会有所不同 在一级事件还未交给T大分担之前 一般是直接出动五到十支小队 二级事件 二十支小队起步 并且至少有两位中队长带队 三级事件 是一百支小队起步 至少出动两位大队长 二十位中队长 至于四级事件 则最少也需要出动一半以上的小队 并且同时出动两位之队长 十位大队长 五十位中队长 而事件发生的地点 若是极其靠近人类生活的城镇 或者干脆就在闹市区 不管是几级事件 雏龙小组都将会直接出动所有大队长 甚至是支队长级别的强者 以求最快将事件解决 有时候碰上几手的四级事件 龙战声都得亲自下场 若是五级及以上的事件爆发 雏龙小组则将会全员出动 参与协防作战 至于主力 则是中枢紧急调动回来的部分 处于休息期的神龙小组成员 当然还有辉格传承家族 以及宗派界势力的强者参与其中 听完张云飞的详细解释 部分人都是稍微松了一口气 而对于沉默来说 心中的紧迫感 却是更加强烈了 因为五级以下事件的爆发 根本没有任何征兆 只能在事发之后 通过检测异常的空间波动才能发现 如果事件发生在距离人类生活的城镇 很近的地方 或是闹市区 哪怕有强者飞速赶去 可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 普通人碰上那些域外侵略者 岂不就只有死路一条 沉默不是圣人 他有自己的私心 他最担心的 还是在外打工的父母 以及在老家的外婆 万般烦恼 接来源于自身实力的不足 沉默再一次意识到 拥有强大的实力 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了 运输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等到所有人下了飞机 张云飞便发送了 对各支小队的作战安排 再次叮嘱所有人 一定要提高警惕之后 只见张云飞 眺望着夜色中的群山说道 出发 夜色对于觉醒者的来说 影响其实并不算大 只是山中 不时会有各种怪叫声 传来不说 甚至还能看到一些 眼睛发着绿光的动物 这样的场面 对于不少学生来说 看着确实有些甚得慌 这对于他们来说 也算得上 是一种别样的考验了 依旧是往前推进了五公里 各小队便到达了指定位置 之后便是调整自身状态 以及等待域外侵略者的到来了 时间过了大约二十分钟 一连串恐怖的怪叫声 从前方传来 整片山林 都变得热闹了起来 张云飞的声音 也是在通讯频道中响起 各小队注意 敌人来袭 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听到张云飞的话 各支小队顿时严阵以待 无敌超神小队所在的阻击点 沉默他们五个人 依旧是之前的阵型 不同的是 沉默站的位置 更为靠前了一些 很快 域外侵略者逼近 大帝开始剧烈阵战 吴紫月一马当仙 率先杀出 只见他双手一握 两道泛着淡银色幽光的灵力鞭 啪的一声 便甩了出去 一瞬间 两头无阶巨兽 顿时血肉飞溅 眼看吴紫月已经出手 吉隆中也是 提着手中 那把泛着金光的巨剑杀了出去 左侧翼的赵松松 直接发动了引雷诀 引雷诀 乃是一种引动天雷加身的 强大灵能战绩 最高可引动99道天雷加身 威力无品 赵松松刚刚掌握引雷诀不久 所以只能引动一道天雷加身 于是只听P的一声 寂静的夜空中 一道天雷突然凭空出现后 直接落下 雷光闪耀中 天雷加身的赵松松 成了全场最亮的仔 啊 只听他抱贺一声后 长刀直接斩出 煞时间雷霆咆哮 杀技弥漫 树头体型庞大的巨兽 被雷霆刀芒扫过 瞬间化作飞灰 见此一幕 赵松松不由地大笑了起来 哈哈 师父他老人家 果然没有骗我 引雷觉得威力 当真是不同凡响啊 紧接着 赵松松便提着他的长刀 在场中大杀四方了起来 而另一边的下摇 更是化身夜色中的火焰女战神 灼热的火焰飞舞中 一头头巨兽 直接命丧当场 相较于这四人的华丽战斗身姿 陈默这边就显得太过低调了些 不过他人虽然低调 可行动却一点都不低调 这一次 陈默选择的武器 虽然依旧是上次用的那把复合弓 但他只会在支援吴子月 他们四人的时候使用 至于在游走的战斗过程中 陈默则是选择亲自动手 因为对于他来说 这样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 只见陈默在场中几个辗转腾挪间 便轻而易举地收割了 树头无阶巨兽的生命 与此同时 藏身在巨兽中一阶谷家哨兵 借着漆黑的夜色开始频频偷袭 陈默一个快速突进 为火焰女战神下摇挡了一刀之后 随即便见他伸手一甩 树跟木刑尖刺闪击而去 那头偷袭的古家哨兵 直接被木刑尖刺击穿 当然 一揭古家哨兵的生命 自然不会如此脆弱 于是 陈默果断上前 给挣扎着的古家哨兵 来了个透心凉 在完成击杀的一瞬间 那种自身力量 得到些许提升的感觉 再次出现 陈默面色不变 心中却是微喜 深吸了一口气 他反手打出一刀 万物复苏的效果光束 给了下摇 看着混乱的战场 他便再次出击了 第57章 二缺盗人 受限于所使用的 两种力量的特性 沉默的战斗方式 没有那么多的华丽技巧 所以 效率怎么高 他就怎么来 木刑荆棘短暂缠住对方后 直接土刑掌压制 然后快速突进进身 便能一举了 劫域外侵略者的小命 看到乌紫月 他们需要支援的时候 便直接上 图凯挡刀 万物复苏加续航 如此模式之下 乌紫月他们四人很满意 而沉默的收益 也很大 可谓是皆大欢喜 当然 对于域外侵略者 这边来说 就非常的不喜了 只是从他们 闯入蓝星的那一刻开始 有些事情 就已经注定了 双方的矛盾 根本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只能是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战斗在进行 杀戮在持续 随着负责阻击的五支小队 逐渐将域外侵略者中的 有等级的存在 清除得差不多的时候 何为 也就开始了 面对剩下那些困兽游斗的 域外侵略者 十一支小队 展开了更激烈的杀法 直到战斗全面结束 时间已经来到了 凌晨五点多 这一战 由于沉默 出击得更加主动 战斗方式 也更加的凌厉 表现可以说是 相当出色 而乌紫月 赵松松四人 表现 也比第一次好了更多 至于其他小队的表现 也都还不错 哪怕是上一次 那些个发挥不出自身实力的人 这一次 也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 尤其是公孙博 所在小队的两个女生 跟上一次比起来 简直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两人在这一战中 简直都快要杀疯了 那疯狂的场面 让身为队长的公孙博 看得多有些心惊 只是等到战斗 全面结束之后 这两个女生 却是抱头哭了起来 其他小队的女生 这会儿 正在安慰他们 直到两个女生的情绪 逐渐平复下来后 张云飞这才发来了新的坐标点 所有小队便再次出发 赶往了此次 打开戒闭通道的地方 在等待戒闭通道关闭的过程中 张云飞依旧是对各小队 今晚的表现 做了一个简单的点评 接着他又提了一些 还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就是经典的答疑环节了 面对学生提的各种问题 张云飞都是一一做了解答 如果是他不清楚的 他就会说自己回去问问 在这个过程中 太阳也是 慢慢从地平线上升起 等到时间来到早上八点多 被打开的戒闭通道 扭曲了一下后就消失了 张云飞站起身来 对所有人说道 辛苦大家了 此次任务圆满完成 同时也祝大家元旦快乐 听到张云飞的话 众人这才想起来 昨天是12月的最后一天 新的一天到来 已经是2044年1月1日 不正是元旦吗 于是众人站起身来 笑着对张云飞说道 张主任 元旦快乐 就这样 11支小队的55位成员 他们在经历了一场掌 达四个多小时的战斗后 迎来了2044年的第一天 新的一年 新的希望 也将是新的开始 在等待运输机的过程中 陈默想到了去年的今天 他因为熬夜耍视频 白天睡过了头 下午 在赶往外婆家的途中 这才碰巧 遇到了牛大爷 正是牛大爷的指引和帮助下 陈默才知道了 特殊领域的存在 可以说 牛大壮士陈默 进入特殊领域的领路牛 陈默一直都记着他的 当时牛大壮离开的匆忙 只留下了短短几句话 陈默出于当时自身情况的考虑 并未直接去找王破军 而牛大爷说好的 空闲了 就会来看他 也一直没来 后来T大成立 进而开始考核招生 陈默通过了 现场体制检测 去到了集训场 本来他是想找王破军问一问 关于牛大爷的情况的 可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后来 进入了T01分校 王破军就出现过一次 而且当时 现场大佬云集 陈默也曾考虑过 问师父云阳子 可当他准备好了要问的时候 云阳子去外出去 办事了 并且他这一去 至今都未归来 在此期间 牛大爷也是一次 都未出现过 陈默有时候就在想 牛大爷 别不是出了什么事吧 在他暗戳戳地 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运输机也来了 十一支小队 便登上了飞机 开始往学校赶去 与此同时 昆仑山脉中心区域 一线关中 新的一年到来 所有驻守此地的强者 便正式完成了交接 在何一道姑 那幽怨眼神的注视下 云阳子跟着牛大壮 以及其他进入休息期的强者 回到了天门城 而后 众人自然是 各回个家了 牛大壮 好不容易有了空闲 就准备去找陈默了 从天门城出来 他感应了一番 陈默的气息所在地后 就直接出发了 牛大壮和云阳子约定 今天晚些的时候 就让两个年轻人碰一碰 而云阳子 则是再次回了一趟师门 他那外出游历的师傅 二缺道人 终于回来了 只不过 对方的形象 改变有点大 原本同样穿着长袍的 二缺道人 居然换上了一身休闲装 并且二缺道人 带回来了一整套电脑套餐 居然还 找人签了网线 云阳子看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玩着 当下最实心的网络游戏 不过 可能是刚开始玩 所以玩得比较菜 正在跟队友对喷呢 看到这一幕的云阳子 简直不敢相信 这真的是他的师傅吗 可气息 绝不会有错啊 是 师傅 直到云阳子 来到二缺道人身旁 大喊了一声之后 听到动静的二缺道人 这才取下了耳脉 回来了 有事 听到二缺道人的话 云阳子又是一愣 干 他师傅以前 可不会这样说话的 这出去游历了一趟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难道 云阳子担忧地问道 师傅 您这是闭关的走火入魔了吗 你可真是我的好徒儿啊 二缺道人 不禁白了云阳子一眼 为师闭关多年 却无寸境 于是破关戳 去俗世走了一遭 短短三十几载 俗世变化之大 真是超乎为师的想象 本着既入世 便随俗的原则 为师也是好好体验了一番 现在这些普通人的乐趣 不得不说 收获很大 二缺道人 一边玩着游戏 一边讲述着自己的感慨 云阳子却是一副 我信你才怪的样子 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 自己要另外三种 五星灵能诀 二缺道人头 也不回地说道 自己拿 得到了许可 云阳子迅速地从二缺道人的宝袋里 翻出了另外三种 五星灵能诀的卷轴 这时 玩着的游戏 二缺道人不禁问道 徒儿 你拿起它们 去干嘛呀 只听云阳子轻咳了一声 然后淡淡地回道 徒儿新收了两个弟子 其中一个弟子 他身具完整的五星属性 听到云阳子的话 二缺道人游戏 也不玩了 整个人蹭得一下就站了起来 只见他神情激动地 看向云阳子问道 徒儿 为师的耳朵 不太好使唤 你再说一遍 刚刚说了啥 第58章 又见牛大爷 听到二缺道人的话 云阳子便将刚才的话 重新复述了一遍 这一次 二缺道人 自然是听得真真的 他的大徒弟云阳子 居然真的给他收了一个 身具完整五星属性之力的徒孙 这一刻 二缺道人那叫一个兴奋啊 苍天有眼 祖师保佑啊 他之所以如此兴奋 自然是有原因的 二缺道人的师门核心传承 乃是一篇叫做 五行归异诀的总纲 据说这是一篇 自宇宙诞生之初 就存在的初始灵能战绩 武行灵能诀 尹雷诀 甚至是九天荡魔神雷等诸多 威能强大的灵能战绩 那都是无数前人 通过这篇总纲感悟 衍生出来的 而通过总纲感悟 衍生灵能战绩的过程 也就相当于在 间接地补充改良它 经过后来人一代 又一代的补充改良 五行归异诀的威力 可以说是越来越强大 但是每一代人 都有一个天大的遗憾 那就是他们无论如何 也发挥不出 五行归异诀的全部力量 因为想要做到 真正的五行归异 就需要具备 完整的五行属性之力 也就是需要生命中 萌发五颗小鸭 并且被赋予 五种五行属性之力 这两个条件 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难 即便是在末法时代 来临之前的宗派界 新盛时期 都没能出现过 一个这样的人 据二缺道人所知 宗派界历史上 最高只出现过一个 萌发了四鸭的前辈 不过他的这四鸭 只有两鸭 是五行属性之力的火和土 另外的两鸭 则是雷合兵 但即便如此 作为那一代 五行归一诀的道统传人 这位前辈以雷 并两种属性之力顶替 最终实现 伪四行归一 于是他发挥出了 五行归一诀 前所未有的威能 纵观那个大时代 谁人不知 这位前辈的威灭 只是在那之后 四鸭变成了传说 能够萌发三鸭 便已是极为难得的精英 二缺道人 之所以叫二缺道人 不是因为他缺心眼什么的 而是因为 他掌握有精 水 或三种五行属性之力 只缺了木合土这两种 作为当代五行归一诀的道统传人 二缺道人 一身实力 自然是强悍无比 但他同样为 不能发挥出 五行归一诀的全部力量 而感到遗憾 而云阳子 便是他认定的 下一代道统传人 只是云阳子 虽然也是三雅 可他只拥有 两种五行属性之力 自认为 无法超越二缺道人的他 始终不愿意 成为下一代的道统传人 这也是二缺道人 最为头疼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另外的五个弟子 资质虽然都很不错 可都只是丹雅 丹雅 甚至连双形合一 都做不到 也就没办法 成为道统传人 但师门的道统传承 绝不能在自己的手中断了 这是二缺道人 最关心的事情之一 可传承传承 总得有人来继承 他才能传下去啊 但想要另找一个 合格的继承人 岂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现在好了 云阳子居然收了一个 身具完整五行属性之力的徒弟 这不就是个 现成的继承人吗 而且 这个继承人 必将是有史以来 最为契合五行 归一绝的道统传人 这可不就是苍天有眼 祖师保佑吗 想到这里 二缺道人急忙 看向云阳子问道 徒儿 那乖徒孙现在在哪 快带为师 去见见他 在二缺道人的强烈要求下 云阳子 只得带上他一起 赶往了涕零妖分校 另一边 牛大壮 从天门城出发之后 便一直感应着 沉默的气息 结果他发现 沉默的气息 居然正在飞速的移动中 于是 牛大壮一路紧赶 直接就追上了 沉默他们乘坐的运输机 感知到运输机中 全都是觉醒者后 牛大壮便没有隐匿身形 可正当他准备 给沉默传音的时候 好巧不巧 赵松松 正好透过闲窗 往外看 牛 牛 看着跟飞机平行 距离并不算远的牛大壮 赵松松像是 受到惊吓一般 一双眼睛瞪得贼大 嘴中 结结巴巴地喊道 听到赵松松的话 不少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往弦窗外看去 卧槽 牛 居然有一头牛在天上飞 顿时 机舱中 响起了一阵阵的惊呼声 张云飞虽然在一线战场上 见过牛大壮 也清楚知道他的跟脚 但牛大壮出现这里 他心中的震惊 并不比其他学生少多少 包括看到牛大壮的沉默 也是惊呆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时隔一年后 双方居然会是 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牛大爷 牛大壮听到了沉默的喊话 不由得笑呵呵地传音道 小子 好久不见呢 紧接着 牛大壮一个闪身 直接进入了机舱之中 看到这熟悉的动作 沉默不禁笑了笑 而机舱中的其他学生 以及张云飞在内 都是被吓了一大跳 见 见过丑牛尊者 张云飞到底还是硬着头皮 走了过来 牛大壮点了点头 对张云飞说道 不必紧张 我只是来找熟人的 听到牛大壮的话 张云飞心中虽然满是疑惑 但还是乖乖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而牛大壮就这么站在机舱中 和沉默聊了起来 再次见到牛大壮 沉默有多么激动是 可想而知的 一人一牛 聊得特别起劲 中途 擅长自来熟的赵松松 也是壮着胆子 加入了进来 然后是吴紫月 以及其他的一些学生 毕竟一头能飞 能说话的牛 那可是很有吸引力的 就这样 机舱中的众人 一路聊到了学校 提前接到张云飞通知的 老中等人 也是赶紧通知了王破军 于是 等到他们下飞机的时候 王破军和老中 他们已经在竞技场中 等候多时了 见到牛大壮 王破军率先笑呵呵地迎了上来 一口一个大壮歌 叫的那叫一个亲切自然 但老中他们可不敢这么乱叫 上前正常见了理 然后他们这才了解到了 沉默和牛大壮之间的渊源 得知这件事情后 老中等人那是心中大喜 因为这意味着 能够护着沉默成长起来的人 除了云阳子之外 又多了一个丑牛尊者 毕竟算起来 牛大壮也算是沉默的引路人 而这位的实力 那可是强悍的可怕 众人一番简单闲聊之后 就把空间留给了沉默和牛大壮 牛大壮看着已经达到了 一阶中期实力的沉默 不由地说道 你小子可真行啊 都不需要去找王破军 那小子走后门 真不愧是本大爷看中的人啊 只是 说到这里 牛大壮不禁叹了一口气 沉默见状 不由地问道 牛大爷 怎么 只听牛大壮无奈地说道 只是你小子 怎么就拜了云阳子为师呢 第59章 不好的预感 听到牛大壮的话 沉默心中微惊 卧槽 师父和牛大爷 不会是仇人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事情可就太难搞了 于是在斟酌了一番用词后 沉默看向牛大壮问道 牛大爷 您和我师父他老人家结过院 牛大壮文言 摇了摇头 他和云阳子之间 自然是没有结过院的 非但没结过院不说 关系还不错 而且 云阳子的师父二却道人 跟他可是老相识了 沉默见状 心中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没结院 那就是没愁了 这就好 这就好 但他不太明白 牛大壮为什么会说那样一句话 于是 沉默直接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牛大壮也就将他和云阳子之间的约定讲了出来 听到牛大壮说 准备在今天晚些的时候 让两个年轻人碰一碰 沉默不禁在想 这是不是让他自己跟自己干一家 也就在这时 一道急促的破空声 从天上传来 紧接着 云阳子带着一身时髦打扮的二缺道人登场了 二缺道人看到 牛大壮在这里 虽然很是好奇 但他现在更关心的 到底还是沉默 只见他一脸激动地走向了沉默 看着眼前这个打扮时髦的老人 沉默不禁看向了一同到来的云阳子 只见云阳子走到沉默身边 介绍道 徒儿 这是为师的师父 你的师祖 啥玩意儿 师祖 眼前这个打扮时髦的老人 居然是自己师父的师父 这 两师徒的形象差距也太大了吧 虽然心中很是惊讶 沉默还是认真见礼道 见过师祖 随后 二缺道人在亲自确认了沉默的全五行属性之力后 顿时嘚瑟地大笑了起来 师门的道统传人 这一下子终于有着落了 而云阳子则是询问了牛大壮 为什么会在这里 在得知牛大壮碰到的那个年轻人 正是沉默之后 他也是愣了愣 不过很快 他就放声大笑了起来 哪怕牛大壮算是沉默的引路人 但沉默现在可是他的弟子 看着这对有些不太靠谱的师徒 牛大壮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的路子 本来就不适合沉默这个人类走 不然的话 早在一年前 他就当场收下沉默了 哪还会轮到云阳子 而二缺道人的到来 到底还是惊动了老钟他们 得到消息的王破军 赶忙跑来见自己的师父 然后 二缺道人就顺理成章地 留在了T01分校 牛大壮难得有空闲时间 他也留了下来 之后 云阳子便将另外的三种五星灵能诀 交给了沉默 沉默只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 便将他们给掌握了 这样的速度 把牛大壮和二缺道人 都给惊到了 一人一牛 为此还亲自检验了沉默的掌握程度 然后 他们便双双陷入了沉默之中 哪怕是以两者的阅历 也从未见识过 像沉默这般恐怖的灵物能力 因为要知道的是 五星灵能诀 虽然是过渡性的灵能战技 没有明确的等阶 但以威力来说 至少也能达到五至六阶 可即便如此 沉默却只用了三个晚上 便掌握了三种 这样的领悟能力 绝对称得上恐怖一词 不过这也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沉默虽然掌握灵能战技的速度 虽然很快 可战斗能力 却是太差了 当然 这里的太差 是相对于他的领悟力 和资质来说的 不过 这也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沉默到现在 也才经历了两场真正的战斗而已 并且这两场战斗 连点像样的压迫感都没有 于是 一人一牛一合计 找到云阳子和老钟他们 密谈了点事情 沉默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只是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很快 时间来到了1月20日 替大开始放寒假 牛大壮 二缺道人 说是有事 提前就带着云阳子走了 而沉默 则是受赵松松的邀请 去了他家一趟 这一趟 沉默见到了赵松松的堂姐赵然然 赵然然和赵松松说的一样 确实是个大美女 只是脾气并不像赵松松所说的那么暴躁 在赵松松家待了一天后 沉默便坐上了飞往大鱼室的飞机 当天下午 他便回到了家 由于父母还没有回来 沉默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 他便带着提前买好的东西 乐呵呵地去了外婆家 看到沉默回来了 外婆很是开心 一老一少坐在一起 说了不少话 又过了几天时间 父母也回来了 家人团圆 喜迎新年 沉默盈盈有一种感觉 从今年开始 他和父母 外婆团聚的机会 可能一年都难得有一次了 依旧是元宵节一过 所有学校便迎来了开学 在万般不舍中 沉默告别了外婆 临行之前 外婆给了沉默一个 银制护身符吊坠 并且告诉他 一定要随身带着 回到学校 一种莫名的紧迫感 逼着沉默 快速地提升着自己的实力 刚到三月份中旬 他便先一步 与赵松松 进入了一间后期 不过沉默依旧保持着 以往的低调 只将这件事情 告诉了少数的几个人 赵松松总是知情人之一 所以他很震惊 震惊之余 他又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在这种危机感的逼迫下 他也是于三月末 进入了一阶后期 而从开学到现在 也就四十来天的时间 沉默他们这十一支小队 已经出动了二十三次了 这也就意味着 平均两天左右 就有一次一级事件爆发 而且在这个期间 雏龙小组客也没有闲着 五级以下的借币通道 被打开得如此频繁 让很多人都感到不对劲 为此 一线关加强了借币力度 很多处于休息期的强者 也是来到了天门城中 以防不备 但一个月过去 却是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 连五级以下事件 都跟着销声匿迹了 整整一个月 愣是一次事件都没有发生 而如此反常的情况 却是更让人心声警惕 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最是让人不安 当时间来到了五月七日 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六 在一些人 还在家中睡着懒觉的时候 一道凭空出现的惊天巨响 陡然在大湖省境内乍响 第六十章 大战起 大湖省境内响起的这道声音 瞬间在拳网引发了热议 因为它造成的动静 实在是太大了 跟前年发生在大云省的那次比起来 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们极尽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 猜测着这道声音的各种由来 而对于龙国中书来说 接下来就有的忙了 当然 由于此类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所以 各个部门并不慌乱 而是开始按照应急事件处理条例 有条不稳地运作着 在事件发生后不久 相关部门便签订了 巨响产生的大概范围 由于附近地区有民众居住 于是龙国灾害应急预警部门 紧接着便发布了一则 紧急灾害预警通告 检测到大湖省武林园区东部一带 近日将发生特大地质灾害 相关地区群众 请尽快转移至安全地区 待到灾害预警通告发出 中书也是给大湖省官方发来的指示 紧接着 大湖省各级部门便开始迅速协调了起来 对此次事件涉及地区的数几十万民众 提前进行转移 与此同时 相关人员在签订的范围内 很快就确定了 即将被打开的借币通道所在的位置 并且完成了借币通道等级的测定 竟然达到了恐怖的七级 可要知道的是 前年发生在大云省的那次事件 也才六级而已 那一次 通过六级借币通道 涌入蓝星的域外侵略者数量 足足有百万之众 虽然这百万之众中 很多都是杂鱼小夏 但领头的 可是两位尊者及强敌 那一战 特殊领域界的各方势力 打得都很辛苦 虽然最后成功将此次事件解决 但战死牺牲人数 超过了一万五千余人 剩下那些还活着人 就没有一个人身上 是不挂彩的 六级事件尚且如此 比他还要高一级的七级 只会更加难打 而迄今为止 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七级事件 也才五例而已 因此 当这个测定数据汇报上去后 龙国中枢当即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不但提高了全国范围内的警戒等级 还增加了原本要协调调动的 特殊领域界人员数量 一时之间 特殊领域界便变得忙碌了起来 众多处于休息期的强者 接到通知后 便陆续赶往了刚成立的 联合作战中心 一线观众的戒备 也是增强了数个等级 而T大这边 各分校的领导层及导师团队 也是纷纷请战 对于这些请战的人员 王破军一个都没有拒绝 因为这个时候 能多一份战力 那就能多一份取胜的机会 T01分校中 11支小队也是接到了通知 他们将作为协防战斗人员 参与此次的大湖省保卫战役 11支小队的成员 在接到通知后 便立即前往了学校后勤处 更换战斗服 而后 除了少数行动不便的导师留校之外 其余的导师包括校领导层 全数出动 加上11支学生队伍 足足有200多号人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战 让不少学生都感到很是紧张 对于陈默来说 他也很紧张 但在紧张之余 他还有激动和亢奋 因为对于陈默来说 这是一个能够快速提升 自身实力的好机会 很快 在两架运输机的运送下 T01分校的200多号人员 来到大湖省联合作战中心 完成了报道 在这里 陈默看到了一个 有些眼熟的身影 那是一个身着黑衣的男人 他身后背着一把大的 有些夸张的巨型斩刀 陈默特意找老钟打听了一下 于是就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百清松 九阶觉醒者 神龙小组三大副组长之一 在陈默他们抵达了这里不久后 其他替大的队伍 也是相继抵达 而后是个传承家族 以及宗派界的人 时间来到晚上八点 人员集结已经初步完成 从一阶觉醒者 到九阶觉醒者 一共有七万余人 紧接着 这七万余人便分为三个梯队 被分配到了不同的位置上 陈默他们这些学生 作为协防战斗人员 被编在了第三梯队 第三梯队的战斗人员 主要由实力在六阶以下的 觉醒者构成 他们将负责阻击 域外侵略者数量最多的地面队伍 而第二梯队的战斗人员 则由实力在六到八阶的 觉醒者构成 他们除了负责阻击敌人的 空中队伍之外 还要负责处理 实力达到了六阶小领主级别 及以上的敌人 第三梯队 则由数量稀少的 九阶觉醒者构成 他们负责阻击 域外侵略者中的亡级敌人 至于更高层次的 尊者及强者之间的战斗 就不在联合作战中心的 分配范围之内了 一切准备就绪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中午 在国家机器的动员下 此次事件涉及地区的民众 已经全部完成了的转移 没了后顾之忧 战斗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当天傍晚 伴随着夜幕的降临 漆黑的夜空中 竟是出现了一团诡异的红光 不多时 在三个战斗梯队 合围的广袤中心区域 也就是那团诡异红光的正下方 竟是开始泛起 阵阵肉眼可见的空间涟漪 随着时间的推移 空间涟漪的起伏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频繁 终于 当时间来到了21时31分 泛起空间涟漪的地方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就如同被强行撕开的一般 就在这道裂缝出现的同一时间 猫 一声响彻天际的牛叫声 陡然响起 紧接着 现场所有的战斗人员 便看到三道光束 如同流星划过一般的 直接冲进了那巨大的裂缝之中 三道光束 便是三位尊者及强者 其中两个陈末还认识 一个是牛大壮 另一个则是二缺道人 至于陈末的师傅云阳子 则是在第一梯队中 牛大壮和二缺道人 他们三个之所以会第一时间出击 就是为了阻击敌方的尊者级 防止对方通过戒壁通道 闯入蓝星 因为尊者级强敌 一旦闯入蓝星 哪怕最终能够将他们击杀 也必将会给龙国 造成极为恐怖的伤亡 而在牛大壮他们 冲入戒壁通道中后 密密麻麻的侵略者 也是从戒壁通道中杀了出来 随即 第一梯队的九阶强者 率先杀出 然后是第二梯队 等到前两个梯队 将六阶小林主 及以上的敌人阻击拖住以后 第三梯队的战斗人员 也是开始出击了 一场大战 就此便拉开了序幕 而在这边的大战开启的同时 一线观中 也是无可避免地爆发了大战 第61章 残酷的大战 冲啊 请客间 大战瞬间爆发 原本还有些害怕的赵松松 突然就变得亢奋了起来 他在发动引雷绝 引来天雷加身之后 一边大叫 一边用手中的长刀砍敌 而吴紫月 吉隆中 下摇三人 也是受到了大战环境的影响 都是变得亢奋了起来 至于陈默也差不多 他以土形地甲加持 以及木形荆棘的辅助 瞬间化身战场收割机 随着陈默不断地收割无阶 一阶 二阶的敌人 他得到的收益 也是在不断地积累中 陈默有一种感觉 他迈入二阶觉醒者的机会 可能就在这一站中了 因此 他也是越发的卖力 但敌人 就如同无穷无尽一般 不断地从戒壁通道中涌出 慢慢地 有人开始受伤 甚至是牺牲 亲眼目睹 一个三阶觉醒者 被一头四肩脉冲 巨兽击杀的一瞬间 陈默眼神盾十一宁 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他眼前 一下子就没了 而且还是尸骨无存的那种 此刻的陈默 全然没了之前的亢奋 亲眼目睹一个人的死亡 这种感觉并不好受 他不禁在想 这个人的父母妻儿知道 他的死讯后 将会有多么的伤心 但这就是战争 必然伴随着死亡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些域外侵略者 如果不是他们 强行闯入蓝星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啊 一声嘀吼 从沉默口中发出 他的眼神瞬间就变了 变得冷酷 毫无感情一样 这个时候的沉默 处于一种情绪极度愤怒 但头脑 却极致冷静的状态 伴随着他心神微动 五种五星灵能 绝齐齐发动后 很快便被沉默 完美柔合在了一起 未能恐怖的五星灵能 就此诞生 只见沉默伸手一指 一道五色能量光束 击射而出 被这道能量 光束命中的一头二阶巨兽 直接隐恨当场 只是这样一来 沉默便得不到收益了 所以他干脆地 将这种灵能 覆盖到了手臂之上 然后以掌作刀 斩杀对敌 因为沉默 需要强大起来 他不想将来的某一天 自己的父母和外婆 也因为他的死亡 而伤心 他需要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为彻底终结这种 会带来死亡的战争 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突进穿梭间 在五星灵能的加持下 沉默已是斩获众多 若是赵松松四人需要补充 沉默则只需要一个念头 木星灵能 便可以单独抽掉出来 发动万物复苏之后 恢复效果 便能以止机的形式 静止落到了他们的身上 这样一来 沉默连复合弓 都不需要使用了 第三梯队这边 战斗打得很是惨烈 而第二 第一梯队 则是更甚 双方强者 可谓是手段进出 只为了能够 更快地杀死对方 至于戒壁通道之中 则是爆发着一场 惊天大战 牛大壮一身金光护体 大展神威 和他交战的 这个域外尊者 是一个类人形生物 不过在他腹部的位置 却有一个贯穿的伤口 他的这个伤口 就是牛大壮给他撞的 由于这个伤口的影响 使得这个域外尊者的发挥 不太给力 牛大壮也是极尽发挥 不断地给对方 施加正面压力 同时他的嘴炮 也是一直没有停下 尽管双方语言不通 可强者之间 那都是 能够通过精神感知 进行交流的 所以这个域外尊者 自然能够理解 牛大壮说的那些话 他也是变得 越发地恼怒了起来 尽管他的另外两个同伴 都在叫他冷静 但面对牛大壮的 这般嘴炮嘲讽 身为尊者及强者 谁能忍受得了 可偏偏他一来 就被牛大壮偷袭成功 若不是躲闪及时 甚至可能会被 穿两个洞 腹部的伤势 使得他发挥不出权力 自然不是牛大壮的对手 同样用嘴炮吧 还嘴炮不过眼前这头牛 这种心类 也就只有他自己才懂 至于二缺道人那边 真正的三行合一 让他在尊者及强者中 也是属于最顶尖的那一类 跟他交战的这个域外尊者 几乎是 被他压着在打 只是二缺道人 想要击杀对方 也并不容易 除非他的实力 能够再往前迈出一步 才有这种可能做到 毕竟对方能够达到尊者级 实力再弱 也弱不到哪里去 只是想要迈出那一步 又岂是那么容易的 否则的话 局势就不至于 如此被动了 而跟牛大壮和二缺道人出击的 另外一位尊者及强者 名字叫做乌星 他是宗派界 五大顶尖势力之一 神行教的老教主 乌星虽然不及 二缺道人强大 但他在宗派界 五大尊者中 排在了第二位 所以他的实力 也是不容小觑的 在何于外尊者的战斗中 他虽然没能占据绝对的优势 但也从未落入过劣势 算是平分秋色吧 因此 乌星和二缺道人都知道 这一战的关键点 就在牛大壮的身上了 只要牛大壮 能够拖住 磨死对方一位尊者 那么这次事件 就能得到解决了 牛大壮自然明白这一点 他也正在做着这件事情 只是 尊者及强者 哪怕受了伤 生命力依旧是无比顽强的 想要拖住 磨死对方 得要足够的时间才行 另一边 借壁通道之外 战斗进行的越发的激烈 整片战场之上 到处都是破碎的尸体残骸 由于外侵略者的 也有人累的 第三梯队所在的战场 很多人都已经累得不行了 灵力和体力的消耗 可以由负责支援的战斗人员 给他们加续航 但精神的疲惫 却是 只有通过休息 才能得到恢复 所以当战斗 进行了五个小时后 一部分人员 在另一部分人员的掩护下 开始按照原定的方案 撤离休整 这些撤离的人员 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一个小时后 他们就需要迅速顶上来 让另外一部分人 撤下去休息 两部人马如此轮换 直到此次大战结束 在这个期间 他们是没有后援的 因为一线战场那边 同样在爆发大战 那边更需要人手 同时还需要预备一部分人 处于随时可以出动的状态 以此来应对其他地方 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沉默五人 作为先去休息的那一部分人员 他们很快就在 另一部分人员的掩护 撤离出了战场 后勤人员迅速为他们 发放了食物 水以及补充灵器的能量棒后 便不再打扰他们 所有人赶紧吃完食物 喝完水后 含着能量棒就抓紧机会 在原地休息了起来 等到一个小时快要到的时候 所有人便迅速起身 再次领取一个能量棒后 他们直接就出发了 毕竟另一部分队友 还在前方等着他们呢 第62章 五行合一 在交替掩护中 另一部分战斗人员 开始脱离战场 苦熬六个多小时后 他们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一个个看起来 都是无比的疲惫 在交替的过程中 沉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们一般的辅导员 周灵 此时的周灵 全然没了在学校时的光鲜亮丽 他战斗服的护甲 已经是破碎不堪 浑身上下 血污一片 红的 绿的 都有 看到沉默他们的时候 周灵用沙哑的声音叮嘱道 一定要活着 是的 周灵 让沉默他们 一定要活着 活着才有希望 他没有说什么 要注意安全之类的话 在战场之上 哪有什么安全可言 简单的一句话说完 周灵便拖着疲惫的身体 快速撤离了下去 他需要尽快 尽可能地恢复 然后再重新回到战场上 看着周灵 以及那些和他一样疲惫的身影 沉默的内心深处 很是震撼 亲身参与到这种大战之中 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前人们的艰辛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罢了 看着仍在源源不断地 从戒壁通道中涌出的域外侵略者大军 沉默直接杀了出去 五行合一 五种灵能地随心而动 只见他双手一探 左右手之上分别出现一道火焰和土球 二者合一 火土 熔岩球 随着沉默将熔岩球甩出 他的体积也是不断变大 所过之处 巨兽死伤一大片 看着这一幕 乌紫月倒是没啥大的反应 但赵松松 吉隆中下摇三人 却都是直接亚麻呆住了 什么鬼 当然 他们不是惊讶于熔岩球的威力 而是惊讶于沉默 到底是如何使用出这一招的 那灼热的火 可不是一个掌握土 木两种属性力量的人可以用出的 看着一脸震惊的三人 沉默倾刻一声后说道 等这次的事件结束 我再给你们解释 就自身属性能否暴露的问题 沉默之前就问过云阳子 云阳子霸气十足地告诉他 按你自己的想法来 藏着 日后可以当底排用 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暴露了 也无所谓 谁要是敢因此来打沉默的主意 他这个当师傅的 会让那些人知道他九天当魔神雷的厉害 后来二缺道人和牛大爷来了 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也是告诉沉默 只管放心大胆地用 谁要是对他有什么歪心思 敢伸手就砍手 敢伸腿就堕腿 在此之前 沉默自然是想要 留着当底排使用的 但现在参与到这样的大战之中 面对近乎杀之不尽的敌人 底排 不就是这种时候使用的吗 只见沉默再次伸手一甩 一道速格锐气包裹的木形间 刺闪击而去 顷刻间 一头二接肩甲战兽的脑袋 直接被冻穿 看到这一幕 吉隆中更是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 掌握着金属性之力的他 对那道速格锐气 自然是十分熟悉的 但这玩意儿 不是只有掌握金属性之力的觉醒者 才能使用的吗 难道说 沉默还掌握有金属性之力不成 可这也太离谱了吧 加上之前的火 以及土 木两种属性之力 那么沉默 就相当于掌握有四种属性之力了 这也就是说 他的生命中 足足萌发了四颗小牙 这可是四牙 哪怕是在宗派界 也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啊 而现在 他亲眼见证到了传说 可吉隆中的震惊 还不止于此 因为他很快就看到 一道水火并济的斩机 被沉默打了出来 这一刻 吉隆中真就感觉 跟见了鬼一样 简直离谱至极 五种属性之力 五牙 同样震惊的 还有赵松松和夏瑶两人 夏瑶只是单纯地 为沉默掌握有 五种属性之力而震惊 但和沉默认识时间 最长的赵松松 就不同了 他在震惊的同时 突然间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他和沉默 同样是顶尖天才自治 但沉默的各方面表现 却都超过了他很多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特么的不超过才怪了呢 赵松松甚至怀疑 沉默的生命中等阶很可能 根本不是七阶 而是更高的八阶 甚至九阶也不是没可能 不然的话 他掌握的力量 怎么可能多到离谱的五种 一想到这里 赵松松心里就酸酸的 干 这狗东西 真是瞒得他好苦啊 其实倒不是沉默 故意要瞒着赵松松 当时他生命中萌芽后 发现是五颗小芽的时候 也是有点猛的 第二天 在李教授那里 了解到了多芽的情况后 这才松了口气 但沉默不太想当 第一个冒头的人 所以他就在等着赵松松 完成萌芽的那一刻 后来赵松松完成萌芽了 沉默也就顺势 将自己萌芽的情况说了出来 结果在检测之后 王破军却改了他的检测结果 还说了一句相当有道理的话 于是沉默就干脆地瞒了下来 不过现在好了 有了牛大爷 师父 师祖给他撑腰 沉默也就不用再瞒下去了 只见又是一个辗转藤魔尖 活吐 熔岩球再次被他打出一刀 被熔岩球命中的巨兽 也是痛苦地嘶吼了起来 紧接着 沉默一个突进上前 直接将巨兽的小命结果 此刻的他是越战越猛 仿佛不知疲惫一般 只是在这样的大战之中 除非实力强大到极点 否则 仅凭个人的力量 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很快 两个小时过去 之前换下去的那部分战斗人员 再次回归到了战场之上 在交替掩护中 沉默他们这些人 再一次得以脱离了战场 匆忙地补充 然后休息 就这样 一直交替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就过去了十多天 整片战场之上 堆积的残骸也是越来越多 可战斗仍旧在继续 打到现在 每个人的身上都挂了彩 陈默甚至都忘了 自己已经受过几次伤了 不过他的收获 也是巨大的 经过这十多天的艰苦战斗 陈默已经成功迈入了二截 他的实力提升得如此之快 着实又将赵松松他们 给惊到了 第六十三章 杰硕 王莫 你到底是啥情况 这是在撤下来休息的时候 赵松松问的最多的问题 只是对于这个问题 连陈默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解答 他只知道 自己每击杀一只狱外侵略者 实力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正所谓积少成多 等灵气积攒足够之后 陈默也就顺利迈入二截了 眼见陈默装傻 赵松松也无可奈何了 杰硕中和夏瑶 则依旧还是处于震惊之中 因为他们刚到梯大的时候 陈默还只是个 接触特殊领域没多久的菜鸟 结果 这才过去一年不到的时间 他们两人都还没能成功迈入二截 但陈默却已经后来居上 率先迈入二截 从而超过了他们 所以 两人都是有些心色 只有吴紫月一个人 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 静静地看着陈默 很快 休息时间结束 陈默他们再次整装待发 开始了进入战场 只是当他们这一次进入战斗之后 没过多久 吼 只听一道巨大的吼声 从戒壁通道之中传了出来 此时的戒壁通道之中 经过多日来的死缠烂打 牛大壮终于得以再次偷袭成功 和他交战的 那个域外尊者 惨遭重创 二却盗人迅速动作 将与吴心对峙的那位域外尊者 拉入自己的领域之中 以一敌二 而脱身的吴心 则是杀到牛大壮所在的战场 一人一牛 直接将那遭受重创于外尊者 当场斩杀 紧接着 牛大壮和吴心 再次杀入二却盗人的领域之中 三打二 优势在我 牛大壮开始 毫无顾忌地发挥 最终 剩下的两个域外尊者 一死一伤 至此 尊者及战场 便落下帷幕 牛大壮和二却盗人留下 镇守戒壁通道 而吴心 则是从戒壁通道之中杀出 至此 这场大战 便迎来了最终的结局 当一位尊者及强者的参与进来 那些从戒壁通道中 冲出的域外侵略者大军 完全就跟纸糊的 一样脆弱 仅仅半个小时不到 百万大军便灰飞烟灭了 亲眼目睹 这一幕的沉默 心中 可谓是极为震撼 这就是超级强者的实力吗 果真是恐怖如斯 而随着这批 域外侵略者大军的彻底消亡 人类这边 也是开始打扫起了战场 虽然胜利了 但每个人的脸上 却根本笑不出来 因为很多的战友 兄弟 都永远地留在了这一战之中 甚至连完整的尸骸 都找不出来 战争的残酷 可见一斑 但活着的人 还得坚强地走下去才行 而在打扫战场的同时 牛大壮 二缺道人 以及乌星 他们三个 则是开始修不起了戒笔通道 又是将近十天的时间 战场已经完全打扫完毕 所有人牺牲战士 能够分辨出来的遗骸 全部都被找了出来 而那些域外侵略者的尸体 则是全部丢进了戒笔通道之中 待到戒笔通道关闭 里面强大的空间之力 会将他们完全消磨掉 至此 此次事件便结束了 来的时候 各方共聚集起了七万余人 但现在走的时候 却只剩下了五万人不到 沉默他们这些学生身上 虽然都挂了彩 可却全都活了下来 因为在战场之上 很多老前辈 都在尽可能地关照着 他们这些新人 而亲身参与了这场大战之后 沉默学到了一个东西 他的名字 叫做责任 身为一个人 作为一名觉醒者的责任 再回学校的路上 很多人的情绪都不太高 因为一起来的一些导师 再也回不去了 剩下的这些人 一个个都是身受重伤 模样最凄惨的 必要数教导主任张云飞了 老张这个人平时虽然很严格 但待人真的很不错 否则学校也就不会让他 在沉默他们 这十一支学生小队 外出执行任务时的待对了 但以后老张可能再也代表对了 他的两条腿 膝盖处以下全都没了 虽然以现在的技术 可以为他安装一个 足以以假乱真的假之 但那到底不是自己的身体 平时的生活倒是没什么 可在战斗之中 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 回到学校 学校有些冷清 因为已经放假了 不过等到暑假结束后 新一届的学生就该入学了 到时候T01分校将会变得更加热闹 而沉默想着 这个暑假该怎么安排的时候 牛大壮 二缺道人 以及云阳子 他们回来了 云阳子问沉默 参加这次大战之后 有什么感想 沉默直接回答道 实力太弱 什么都做不了 同样的问题 云阳子又问了赵松松一遍 赵松松也是同样的回答 于是云阳子直接说道 为师给你们找了个好据处 你们只要能在那里坚持下来 不出一个月 一定能有很大的提升 听到云阳子的话 沉默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 见沉默答应 赵松松自然不会怂 云阳子健壮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他看着赵松松说道 徒儿 那你可得加点劲 凭你现在的实力 可还不够啊 于是 沉默和赵松松 便在学校待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在云阳子不断地敦促下 赵松松终于也是迈入了二届 随后 云阳子便将两人扔到了一线关中 沉默两人出到一线关 还没来得及感慨 这座剧城的凶威 一场小规模的战役便爆发了 然后 两人就这么跟着 其他作战人员一起上了战场 三天一小战 五天一大战的一下关 是真正的血肉战场 在不断的战斗之中 沉默的战斗技巧得到了升华 而他的实力 也跟坐飞机一样的不断攀升着 至于赵松松 他的进度虽然比不上沉默 但跟其他的同代年轻人比起来 却是好了太多 就这样 两人的暑假便在一线关中度过了 随着九月的临近 开学际来临 替大也是再次热闹了起来 十五所替大分校 除了迎来了新一届的新生之外 还同时迎来了第一届的替大精英挑战赛 而这个挑战赛关系到了 今年各分校所能分得的教学资源的倾斜力度 所以各所分校都是一副摩拳擦的样子 都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名次 第六十四章 校内选拔赛 九月 T01分校 2044级的新生已经入学好些天了 只是他们一个个的激动心情 直到现在都还没能完全平复下来 至于2043级的大二老生 则正在摩拳擦掌的 做着T大精英挑战赛的备战 按照赛制规则 每所T大分校将会有五名学生出战 而这五名学生 则是通过校内选拔赛挑选而出 作为T大的最高赛事 自然是很多人都想去入一把脸 因此 校内选拔赛 可想而知会有多么的激烈 尤其是T01分校 学生中 可是有来自传承家族和宗派姐的 比如申图虹 公孙伯 两人在回到家族之后 在暑假期间 他们借助家族的资源 也是奋力冲击了一波 成功冲击到了二届中期 两人都准备在这次的校内 选拔赛上一雪前耻 而吴紫月回了宗派界之后 也不知道是怎么修炼的 居然已经敲眯眯的 迈入了三届 吉隆中和夏瑶两师兄妹 则是顺利迈入了二届 若是放在以往 两人肯定会高兴 好长一段时间 但由于沉默的存在 使得他们压力满满 因为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在进步的同时 沉默肯定也在进步 每每一想到 沉默那恐怖的资质 以及提升实力的速度 这对师兄妹的心里 就生不起想和沉默一 较高下的心思 在他们看来 唯一能和沉默一较高低的 或许就只有乌紫月了 至于深屠红和公孙伯 被沉默的真实情况 一无所知的他们 现在估计 连沉默的车尾灯都看不到了 毕竟沉默在放暑假之前 就已经迈入了二阶 拥有的战力 也是极为恐怖 这两个人 想要一雪前耻 恐怕是没那个机会啊 只是不知道 沉默和赵松松 到底干什么去了 居然直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与此同时 一线关中 被云洋子丢到 这里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沉默和赵松松 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并且 两人在低级战团中 混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尤其是沉默 不但个人实力强悍 还能充当战场奶妈的角色 所以低级战团中的每支队伍 都是非常喜欢她的 这天两人刚跟着队伍 参加完一场小规模的战役后 回到一线关中 便接到了通知 原来是云洋子 来接人了 沉默这才想起来 他和赵松松 是来这里历练的 想到自己在过去 一个多月来的收获 沉默就不禁感慨 战斗真不愧是 提升实力的最佳途径啊 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 再一次次的战斗之中 沉默的实力 有了飞跃性的突破 并且 他最为短缺的战斗技巧 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按照赵松松的话来说就是 沉默简直不当人 就是个妥妥的挂逼 沉默虽然认可这样的话 但他绝不会承认 而赵松松 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以至于这狗东西 喜欢飘的老毛病 又犯了 在两人跟着云洋子 回到学校之后 替大精英挑战赛的校内选拔 也就正式开始了 规则很简单 所有学生两两随机匹配 胜者晋级 败者淘汰 直至角逐出最后的五强 比赛一开始 沉默便一路高歌猛进 五场比赛 五个对手 就没有一个能够在他手底下 撑过十个回合的 而且这还是沉默放了水的缘故 来到第六场比赛 沉默遭遇深屠红 一心想要一血前耻的深屠红 一上来就发起了猛攻 正个擂台之上 竟是弥漫的雷霆 整个场面 看起来极为唬人 让不少观战的大义心声 看得那叫一个惊呼连连 面对深屠红发起的猛攻 沉默很是轻松的 便应对了下来 不过他也得承认一点 相较于两人之前的第一次交手 如今深屠红的实力 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 他沉默可也没有闲着 期间付出的汗水 并不会比深屠红少多少 在大致地摸清了 深屠红如今的实力后 沉默便展开了他的攻势 只见他 迅速拉开和深屠红的距离 然后右手朝着深屠红一握 顿时 场中便汇聚起了大量的土元素 这些土元素 汇聚成一只五米多高的巨大手掌 直接朝着深屠红派去 深屠红当即想要闪躲 身形却是猛然一致 原来沉默在发动土星掌的时候 还悄然发动了木形荆棘藤蔓 荆棘藤蔓 趁着深屠红想要躲闪的瞬间 直接缠绕住了他的腿 虽然深屠红很快就脱离了控制 但到底还是耽搁了一点时间 此时 土星掌已经朝着他拍了下来 只听嘣的一声 深屠红直接被土星掌盖在了擂台上 但他显然不会放弃挣扎 所以沉默又是遥遥一指 浓郁的水元素开始在土星掌覆盖的狭小空间中汇聚 紧接着 在深屠红发动雷霆千军的一刹那 水元素汇聚 可以导电的水流呈现 在土行掌覆盖的狭小空间中 深屠红体会了一把自己雷霆千军所附带的麻痹效果 当然 这点麻痹效果 对于他来说自然算不得什么 但此时的他 已是震惊到无以复加 因为他之前 可是跟沉默交过一次手的 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沉默掌握的力量 只有两种 分别是土和木 可现在这将他淹没的水 是怎么来了 深屠红并不认为 比赛过程中会有其他人来插手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水 是沉默掌握的特殊力量之一 深屠红到底不是笨蛋 很快就想明白了过来 只是这样一来 他心中有多么苦涩 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这意味着 去年两人的那场比赛 并不是所谓的势均力敌 毕竟沉默还有隐藏手段 都还没有使出呢 他现在的糟糕处境 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不过深屠红虽然承认沉默强大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 在家族中 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 不到结果出来的最后一刻 绝不能轻言放弃 于是 深屠红直接发动 自身的最强灵能战技 千军 即电千鸟雷光破 这是三种雷霆属性之力的灵能战技 组成的合击战技 也是深屠红 从入学的第个二学期 就已经开始修炼 准备用来一雪前耻的最大底牌 第六十五章 强大 千军 即电千鸟雷光破 由三种强大的灵能战技组合而成 其威力 比之原本单独的三种灵能战技 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原本深屠红是 打算用他来 和沉默做最终的决战的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沉默一个木形荆棘藤腕 和土行长的配合 就直接困住了他 而后更是使出他掌握的 第三种特殊力量 让深屠红领教了一番 自己雷霆千军的麻痹效果 这虽然没能让深屠红 收到了实际性的伤害 但心灵上遭受的打击 是外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所以 深屠红准备把底牌提前用上 来看看 自己现在 和沉默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只是片刻间 千军 即电千鸟雷光破 便是发动完成 啊 只听深屠红爆喝一声 紧接着一拳轰出 一道由雷霆之力 汇聚出的鸟 呼啸而出 直接撞击在了 土行长的内部上 煞时间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强大的雷霆之力 在弥漫 在咆哮 深屠红使出自身的全部力量 目光死死地盯着 土行长的内壁 也就一个呼吸之间 那里开始出现一道裂缝 并且随之蔓延了开来 看到这样的一幕 深屠红眼前顿时一亮 看来 自己和沉默的差距 并不算大 深屠红心中这样想着的同时 土行长内壁应声而碎 然而 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发现自己仍旧被困在 这个狭小的空间之中 也就是说 深屠红刚刚用尽了全身力量 打破的也只是土行长的 一层内部而已 对于这个结果 他虽然很是难以接受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由不得他不接受啊 而这也就直接体现出了 他和沉默之间的差距 被困住的深屠红 又是一番挣扎无果后 不得不选择了认输 于是 沉默这才将他给放了出来 只见浑身湿透的深屠红走了过来 将沉默认真打量了一番 轻叹了一口气之后 他便走下了擂台 而观战席上的很多大义新生 都不太明白 之前威势那么凶猛的深屠红 怎么就直接认输了呢 于是有人给他们解释道 深屠红被困 他却迟迟无法打破沉默的封锁 若是真正的生死交战 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所以 他只能认输 听完这人的解释 不少新生顿时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 然后他们看向沉默的眼神 不禁变得热切了起来 很快 第六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 无敌超神小队的五个人 除了下摇之外 全部晋级 不过从接下来开始 沉默他们四个人之间 碰上的可能性便更大了 对于赵松松来说 他没有其他的念想 只要不让他跟乌紫月 以及沉默碰上 跟谁比赛都行 吉隆中也是这个意思 乌紫月和沉默的实力 他是真的看不太透了 这两个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恐怖 于是紧接着 第七轮比赛就打响了 赵松松的运气变好了 没跟沉默和乌紫月碰上 但吉隆中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他跟着乌紫月碰上了 而沉默 则是再次遇上了实力大增的公孙伯 相较于刚来替零妖分校的时候 公孙伯变得更沉稳了 并且他也一直在努力地提升着自己的实力 想要一血诸多前耻 只是到目前为止 一次都没能成功 但这并不妨碍 公孙伯想要血耻的雄心越发昂扬 和沉默的比赛一开始 他一上来 直接开了自己的大招 天火神雨季 顿时擂台之上 漫天火与飞舞 源源不断地朝着沉默落下 由于这个灵能战绩的覆盖面极大 所以沉默根本无路可躲 但其实 他也没打算要躲 只见沉默深吸了一口气 心神微动间 火行灵能绝 直接发动 一瞬间 泛着紫妍的火焰将他全身包裹 下一刻 沉默顶着落下的火雨 直袭公孙伯二去 而此时的公孙伯 已经傻眼了 他原本以为沉默会使用土铠 或是凝聚土行臂来抵挡 结果没想到的是 沉默直接用火焰覆盖全身 来了个以火攻火 而且 沉默那覆盖全身的火焰 明显等级高于自己的火雨 如此一来 天火神雨季的攻击 就被轻易化解了 这在掌握火属性之力的 觉醒者之间来说 是一种很常见的对决方式 可是 沉默掌握的特殊力量 不是土和木吗 什么时候多出了个火属性之力来了 这特么的又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干 究竟什么情况 公孙伯心中很震惊 也很是糊涂 而台下的沉涂红 则更是震惊 因为他之前可是领教了 沉默使用的水属性之力 如今再加上这个火 那他掌握的特殊力量 岂不是达到了四种之多 一想到这里 沉涂红的心中 就生起了一种真正的无力之感 以前他总认为 自己乃是不是出的天才 哪怕是各大传承 家族之中 也唯有一个公孙伯 勉强能入他的眼前 结果没想到的是 他沉涂红刚来替零妖分校没多久 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滑铁路 尽管那一次 他输的并不是多么的福气 可经过了之前的那场比赛 他才发现 人家当时根本就没用尽全力呢 原本沉涂红以为 沉默就那样了 结果现在又发现 人家之前仍在留守呢 也就是说 每当他以为自己发现了沉默的真正实力的时候 沉默总是给他带来一个新的惊喜 这对于生徒红来说 简直太折磨人了 与此同时 擂台之上 公孙伯看着一步步朝自己逼近的沉默 到底还是没有继续木讷下去 只见他同样以火焰覆盖全身之后 一招火神掌打出 沉默见状 直接对了上去 两人掌心对机 开始了火焰的比拼 公孙伯的火焰 颜色略显幽蓝 而沉默的火焰 则略显淡紫 两种颜色不同的火焰 可谓是精卫分明 淡紫色火焰明显占据着上风 正不断吞噬着幽蓝色火焰 而这也就意味着 公孙伯比拼中落入了下风 很快 沉默的淡紫色火焰 便顺着公孙伯的手臂 直接覆盖到了他的全身 到了这一步 公孙伯便再也没了反抗的机会 只能认输 这一次 他是彻底服了 因为沉默全程只动用了一种特殊力量 而且这种特殊力量 还是他公孙伯最为擅长的火属性之力 第66章 对战深情 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被沉默击败 这让公孙伯简直难受得要死 只见他失神地走下擂台 呆愣愣地望着沉默离去的身影 他似乎想说点什么 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直到深途红走过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公孙伯这才回过了神来 两个来自传承家族的精英天才对视了眼 此时无声胜有胜 两个人都是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随着第七场比赛的结束 最后一场的名额争夺战也就随之打响 这一场 陈墨依旧是稳定发挥 继而轻松拿下了比赛 赵松松则是大发神威 在引雷绝的加持下 以完整的雷神真身 强势击败对手拿下比赛 吉隆中也不差 同样取得了胜利 至于乌紫月 实力简直强的没话说 根本没有人能是他的对手 就这样 无敌超神小队的五个人 除了下摇之外 全部获得了参赛名额 最后的一个名额 则是被将将获得 不过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比赛已经结束开始离场的时候 乌紫月却是突然提出 想和陈墨打一场 其实他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而且 他也真的很想知道 陈墨目前的真实战力 究竟提升到了什么程度 听到乌紫月的话 赵松松这个狗东西 可谓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直接就开始上蹿下跳的蹿多了起来 老墨 上 别怂啊 让他知道你的厉害 陈墨文言 白了赵松松一眼 你怎么不上 听到陈墨的话 赵松松直摇头 虽然在一线观中磨砺了一个多月 让他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赵松松并不认为 他就有了和乌紫月正面交手的实力 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 最主要还是因为 乌紫月给他留下的阴影 实在是太深刻了 而且 去年他还是一阶初七的时候 乌紫月就已经是二阶了 现在 他都进入二阶了 乌紫月肯定不会在原地等他 所以赵松松宁愿被打死 都不愿意跟乌紫月打 不过 若是换上陈墨和乌紫月打 他就很是期待了 对于赵松松活泛的心理内容 乌紫月很想给他一锤子 不过 鉴于这家伙正在击陈墨 这次就放过他了 陈墨当然不会上赵松松的当 但见乌紫月神色这么正中 陈墨也就答应了下来 择日不如撞日 两人直接提交了对战申请 两人的申请 可以说是秒通过 于是竞技场中的广播随之 就通知了这件事情 不少原本准备离场的大二老生一听 当即便兴奋地坐回了原位上 而那些不知情的大义新生 则是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通过一些老生之口 他们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位 陈墨和乌紫月 两人都是资质天赋超高的那种精英天才 他们一个是特殊领域界的宗派出身 另一个普通人出身 其中 来自宗派界的乌紫月 自小便开始接触特殊领域 出来替灵妖分校之时 他便已是二阶觉醒者 一身实力 可以是说是极为强悍 在整个大一期间 乌紫月绝对算得上是 替大所有学生中 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至于普通人出身的陈墨 接触特殊领域的时间 则很短 他在特训期间 虽然保持着低调 但已经开始展露了头角 拥有着顶尖天才资质 并且生命中觉醒了双牙 进入替灵妖分校之后 陈墨依旧是低调的 但在第一届新生挑战赛上 他却是一鸣惊人 以一手土铠神迹 震撼全场 之后 陈墨更是接连击败了不少 来自宗派界 和传承家族的精英天才 创下了不败神话 加之 两人各自身份的缘故 使得他们的对决 充满了话题性 但可惜的是 在第一届新生挑战赛上 两人虽然有交手的机会 可最终却没能完成交手 这也是让很多人 都为之遗憾的一点 不过现在好了 这两个人居然申请要进行对战 这自然是让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 于是乎 观战席上 很快便重新坐满了人 而在万众期待之下 陈墨和乌子月琪琪 来到了擂台之上 同时 擂台上的裁判 也换成了教导主任张云飞 装上了假知的她 正常行动和常人几乎无意 以她六阶觉醒者的实力来说 主持这场比赛 完全足够了 见到张云飞 陈墨和乌子月琪琪 向她行了一礼 张云飞笑着点了点头 而由于陈墨两人主动申请的对战 所以 除了不准下死守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在张云飞简单讲解完比赛规则之后 便听她说道 比赛开始 随着她的一声令下 乌子月率先出击 只见她双手一甩 两条灵力边瞬间成形 紧接着 只听啪的两声 两条长长的灵力边 便朝着陈墨袭来 陈墨见状 在辗转腾膜闪避的同时 也是发起了攻击 只见她单手一握 一柄灵力巨型的斩刀浮现 提着这柄长刀 陈墨直接朝乌子月劈去 眼看着陈墨就要砍到乌子月 乌子月的身形 却是直接消失了原地 陈墨一刀劈空 身后随之传来了 乌子月的灵力边甩击的声音 这个时候 她想要闪避 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 陈墨直接开启了图凯 暗淡的光芒一闪 光凯将陈墨全身覆盖 与此同时 乌子月的灵力边落了下来 图凯的惊身效果 抵挡了乌子月的第一边 但乌子月使得可是双边 所以陈墨紧接着 又发动了一次图凯 不过就在陈墨轻易 抵挡了乌子月的两道边击之后 双眼中闪烁着 异样光芒的乌子月 却是再次发起了突袭 只见她隔空伸手一划 陈墨顿时浑身一击灵 她根本来不及多想 直接从原地闪挪 也就在陈墨闪挪开的瞬间 她原本站立的地方 空间被划开了一道口子 看到这道口子 陈墨不禁深深地咽了一口口水 若她刚才再迟疑那么一两秒钟 那可就悬了 掌握空间之力的觉醒者 果真很恐怖啊 这攻击方式 真的是防不胜防 不过 掌握空间之力的觉醒者 虽然强大 但也并非是无解的 据陈墨所知 对付他们有两种办法 正所谓 用魔法打败魔法 想要对付掌握空间之力的觉醒者 最好的方法就是 同样掌握空间之力 以空间之力 对付空间之力 不过这个方法的适用性 显然很局限 因为掌握空间之力的觉醒者 数量极为稀少 因此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那就是一力破万法 以绝对的强大实力 进行猛攻 陈墨显然没有掌握空间之力 第一种方法 自然是用不了的 所以它能用的 就只有第二种方法 第67章 失败的一力破万法 一力破万法 简单解读就是 在绝对强大的实力面前 任何技巧 方法 都是不堪一击的 可以说 在每个领域 它都是适用的 尤其是 在特殊领域界 表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拿陈墨来说 它的生命中等级达到了九级 觉醒了 完整的五种五行属性之力 同时 它还有着比之妖 孽极天才 还要恐怖的领悟能力 横向来说 整个特殊领域界 几乎没几个人 能是它的对手 对于这一点 陈墨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但若是纵向比较的话 它就不敢这么说了 虽然在掌握了 五种五行灵能觉之后 让陈墨可以进行 五行合一 从而具备越阶对战的能力 但若是面对上真正的强者 它也只有被一巴掌 拍死的下场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粒破万法 也是陈墨之前一直保持低调的原因 而想要对付掌握空间之力的觉醒者 这一条也是可以适用的 虽然从觉醒者等阶上来说 陈墨目前还领先不了吴子月 但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之后 它还是具备有一些优势的 这也就给陈墨创造了实现一粒破万法的前提 于是在决定了策略之后 陈墨便展开了行动 随着它心神微动 体内的灵气便开始沸腾了起来 紧接着五种五行灵能绝齐齐发动 由于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五行合一了 所以整个过程可谓是行云流水般的顺畅 在完成五行合一之后 陈墨开始不断地朝着吴子月逼近 而此时的吴子月 脸上则是露出了一丝隐晦的笑意 因为她知道 陈墨终于肯动真章了 于是 吴子月也难得地认真了起来 而认真起来的吴子月 是相当地恐怖的 面对陈墨发起的进攻 她总是能轻易地避开 就像是能看透陈墨的想法一样 陈墨也发现了这一点 但她一时间 却找不到问题出在了哪里 所以很显然 她的一力破万法似乎失败了 与此同时 擂台之下 看着明显处于劣势的陈墨 赵松松脸上 都快笑得乐开了花来 尤其是这个 压制陈墨的人 还是吴子月 更是让她乐呵得不行 只是作为在场所有人中 最为了解陈墨 如今实力的人 赵松松却是知道 陈墨的实力 可不只是擂台上所展现出来的这一点而已 因此 别看陈墨现在 正处于劣势之中 但她并不是真拿陈墨没办法了 毕竟在一线关的时候 陈墨可是创下过以二阶觉醒者的实力 斩杀四阶域外 侵略者的强悍战绩 加之经过在一线关中的历练之后 陈墨不但实战能力 得到了提升 她本人的觉醒者等阶 也是以极为恐怖的速度 迈入了三阶前期 是的 一年前还只是一阶前期觉醒者的陈墨 一年后的今天 已经是三阶前期的觉醒者了 加之她的真实战力 也是极为恐怖 所以 乌紫月想要击败如今的陈墨 难度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 就以赵松松对陈墨的了解来说 哪怕陈墨具被击败乌紫月的实力 最终她也一定会输 因为这狗东西 似乎不太喜欢当第一名 若是让赵松松用一句话 来概括陈墨的性格 那必然是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当然 陈墨的低调做人并不是 那种低调道会 让人无视的那种 这一次 早在集训场的时候 赵松松就领教过了 她的高调做事 则是真的很高调 在一线官邸与域外侵略者的战场上 陈墨的凶猛 则是出了名的 所以在高调做事 这一点上 陈墨绝对是不打折扣的 不过对于赵松松来说 不管这一战 最终的结果如何 能够罕见地看到陈墨吃扁 她就已经很满足了 此时擂台之上 面对总是能够提前避开 自己攻击的乌子月 陈墨的攻势 开始逐渐减缓 并且拉开了和乌子月的距离 若是再照这样 继续打下去的话 她的消耗就太大了 面对想要 跟自己拉开距离的陈墨 乌子月则是紧紧地缠了上去 并不识给陈墨来的惊喜 陈墨一边闪避乌子月给的惊喜 一边给予乌子月回敬 由此 两人在擂台上 展开了一场追逐战 不过 别看他们打得轻松 但威势却是极为凶猛的 这样的场面 让观战席的学生 看得那叫一个口感舌燥 尤其是 对于不少大一的新生来说 眼睛里面 都开始冒起星星了 而在观战席顶出的平台上 老中等人 也在这里看热闹 由于他们都已经知道 陈墨已经是三阶觉醒者了 所以他们看中的 并不是两人的胜负 而是整个对决的过程 老中等人都很想知道 经过在一线观中的历练 陈墨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 怎样的程度 虽然此时的擂台上 陈墨暂时是 处于劣势之中的 但对于他的表现 众人却是极为满意的 无论是从进攻策略的选择 还是从进攻节奏上的改变来说 陈墨的处理方式 都是恰到好处的 而他展现出的战力 更是让老中他们非常惊喜 要知道一般的三阶 前期觉醒者 可达不到陈墨 这样的程度 至于乌紫月这边 战力也是极为不俗 表现更是可圈可点 并且 他对空间之力的运用 变得更加熟练了 这样的两个年轻人 进行对决 真就称得上是龙争虎斗了 当然老中他们的目光 并不局限于当下 而是看得更远 等到陈墨和乌紫月 这两颗星星真正崛起 龙国的高端战力 将在天猛将 甚至说不定 两人 还能一探尊者计 如果真要到了那一天 那么龙国所处的 恶劣环境 必将有所改善 至于彻底结束 和域外侵略者的这场战争 老中他们就不敢奢望了 因为那并不是 多一两位尊者 就能够做到的 陈墨并不是知道 老中他们的想法 而且尊者级 对于当前的他来说 真的还很遥远 他现在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尽快想个办法 应对眼前的局势 因为一直这么逃下去 显然不是个办法 第六十八章 乌紫月的秘密 陈墨之前的一例破万法 之所以会失败 不是因为 他的攻击力度不够 而是因为 乌紫月对他的行动 似乎能够提前预知一样 虽然不知道 他是怎么预知的 但这给陈墨带来的影响 却是非常大的 试想 对手总是能够预知 你的攻击路线 那么你的攻击 还能成功打击到对手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 所以 陈墨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便是这一点 只见他回头望了一眼乌紫月 心中顿时有了一些猜想 紧接着 陈墨随手一掐 吐火 熔岩发动 三颗直进一米左右的熔岩球 以不同的方向 朝着乌紫月袭去 乌紫月见状 极为轻松地 就避开了 但与此同时 木形荆棘藤蔓 也是随之杀到 张牙舞爪地 朝着他缠绕而去 可乌紫月脸上的神情 依旧丝毫不乱 只见他脚尖轻点 总是能够在木形荆棘藤蔓 到位之前先一步躲开 不过陈墨的攻势 显然并不止于此 除了荆棘藤蔓之外 他还有一部陷阱 在等着乌紫月 那便是水土 流沙阵 在之前 被乌紫月追击的过程中 陈墨就已经悄然 布下了这一切 直到他现在陡然发动 整个擂台之上 几乎全部被水土 流沙阵覆盖 这样一来 还无法遇空飞行的乌紫月 就没有地方可以落脚了 一旦他被流沙阵拖住 陈墨就有机会了 当然 这些都还只是 陈墨的设想 不过 此时的乌紫月 已经迈出了那一步 眼前他就要踩进水土 流沙阵了 乌紫月的身形 却是直愣愣地停住了 只见他 看向陈墨笑了笑 整个人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弹跳而起 借助陈墨 仍在追击的木形 荆棘藤蔓 乌紫月 直接离开了地面 看到这一幕 陈墨心里 简直了 还能这样玩的吗 此时观战席上 一些大一的女生 简直对于乌紫月 崇拜到了极点 这位学姐 真是厉害啊 这都能避开 而擂台下 赵松松捂着肚子 差点笑出了声来 一旁的下摇让他悠着点 小心待会儿 陈墨从擂台上下来后捶他 赵松松则是表示 捶就捶吧 反正陈墨 也不会真的捶死他 但像现在这样 能够看到陈墨 吃扁的机会 可是极为难得的 赵松松的一番话 引得下摇笑的不行 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样子 吉隆中则是脸黑的不行 自家的小师妹 这是有被拐走的风险啊 与此同时 擂台之上 一番进攻再次失利后 陈墨大概确认了一点 那就是吴紫月掌握的力量 除了空间之力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 而且这种力量 很有可能是 心灵感知类的能力 或者是预知 但陈墨更倾向于前一种 毕竟预知这种力量 听起来真的太扯了 于是陈墨先假定 吴紫月掌握的 另外一种力量 是心灵感知 然后他需要做的 就是自己骗自己 只要陈墨骗过了自己 就一定能够骗过吴紫月 不过 真要做到这一步 确实有点难度 并且这个期间 吴紫月肯定也能感知到 他的心中所想 如此一来 更是将难度再一次增大 但是总该是要试一试的 于是陈墨再次展开了行动 心中想着左 实际却打右 心中想着右 实际也打右 如此一来 就算吴紫月能够感知他的想法 却也无法准确知道他的攻击方式 紧接着 陈墨直接展开了试验 还别说 真的有用 虽然过程中会有失误 但吴紫月的预知却没有之前那么准确了 看到脸色微微有些变化的吴紫月 陈墨笑着朝他挥了挥手 吴紫月白了陈墨一眼 开始化被动为主动 确实 他现在无法准确预知 陈墨的行动了 但是千万别忘了 吴紫月本身也是一位三阶觉醒者 而且 他还掌握着强大空间之力 因此 只听吴紫月娇喝一声 伸手朝前一滑 破空斩 只见一道划破空间的斩机 直逼陈墨而来 陈墨以吐行盾阻拦 却是起不到任何作用 眼见于此 陈墨更是认真了起来 他也是同样伸手朝前一滑 五行灵能斩 这一次 破空斩被阻击下来了 陈墨松了一口气 吴紫月却是十足的惊讶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 有人能够拦下他的破空斩 并且 不是以碾压式的破坏性力量 趁着吴紫月沉思的空袭 陈墨果断再次出击 几个突进间 他便来到了吴紫月的身后 吴紫月没有丝毫惊慌 趁势反手一击 这一次 他结结实实地打在了陈墨的胸膛上 陈墨吃痛地闷哼了一声 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吴紫月健壮 气哼哼地让陈墨赶紧起来 但陈墨躺在地上却是丝毫不动 直到作为裁判的张云飞独秒结束 于是 这场比赛就以这种方式简单地结束了 虽然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但吴紫月却是没有丝毫的喜悦 因为陈墨最后施展的五心灵能斩 完全能够抵挡住他的破空斩 除此之外 他还自己骗自己的方式 来误导吴紫月的心灵改制 如此一来 吴紫月的两个优势就全没了 两人真要继续打下去 最后输的肯定是会打 就在吴紫月心绪繁杂的时候 陈墨也是从地上爬了起来 刚才结结实实地挨了吴紫月的一击 她的胸口真的疼得不行 不过对于她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确认一件事情 只见陈墨看向吴紫月 什么话都不说 她脑中却是在想着这样的一句话 吴紫月同学 你真的能心灵感知 吴紫月神情复杂地看着陈墨 有些心虚地点了点头 得到了吴紫月的确认之后 陈墨却是眼前顿时一亮 厉害了 还真是啊 感知到陈墨的心理活动 吴紫月小声地问道 你不害怕吗 听到吴紫月的话 陈墨不太理解地问道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 吴紫月闻言顿时语色 她有点不太理解 陈墨的脑回路了 拥有心灵感应的人 难道不可怕了 他们可以随时探知你的内心想法 知晓你内心深处的秘密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是极为忌讳的事情 这就是吴紫月隐瞒自己这种能力的原因 也是她最大的秘密之一 并且在此之前 这个秘密只有她的父母 爷爷以及老祖知道 当然 现在就要再加上一个人了 那就是陈墨 第69章 无趣的比赛 由于擂台上并不是个谈话的好地方 于是陈墨和吴紫月变下了擂台 赵松松几人当即就赢了上来 看着赵松松这狗东西一副挤眉弄眼的样子 陈墨就知道他心里没憋好屁 于是不等他开口 陈墨直接说道 松松啊 我比赛打输了你好像很激动啊 要不 咱们也上去切磋切磋 赵松松文言 连忙摆手 开玩笑 他现在虽然有点实力 替大的所有学生也能站到第一梯队 但是跟陈墨这种超级变态比起来 却是有不小的距离的 这一点 赵松松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 所以他早就没了和陈墨一较高低的心思 而且和陈墨做朋友 也确实不错 只是有一点 这狗东西有些时候 极其小心眼 他真要跟陈墨上擂台切磋的话 他肯定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 赵松松不愿意上擂台 陈墨自然不能逼他 倒是吉隆中 很想亲身领教一下 陈墨现在的实力 都是认识了一年多 而且还一起上过战场的朋友 对于吉隆中提出的请求 陈墨自然不会拒绝 两人的对战申请 也很快就得到了通过 紧接着 他们便来到了擂台之上 由于硬吉隆中的要求 陈墨不需要留守 所以这一战 很快就结束了 而且吉隆中 也是彻底服气了 紧接着 众人一起到餐厅设饭 然后陈墨和吴子月 就一起走了 看着相约离去的两人 赵松松和夏瑶两人的眼中 顿时燃起了八卦之火 甚至连吉隆中 也是一副颇感好奇的样子 另一边 陈墨和吴子月 离开学校餐厅之后 找了个僻静之处 吴子月在组织好语言之后 便开始诉说了起来 比如 她的生命种等阶 其实达到了八阶 并且 她的生命种萌发的小牙 其实是两颗 其中一颗 赋予了她空间之力 而另外一颗 则赋予了她心灵感应的能力 这两种力量的组合 可以说是极其强大的 吴子月的老祖乌星得知之后 考虑她的天赋太过强大了 所以 直接对吴子月的信息 进行了一些修改 八阶妖孽天才资质 被改为了七阶的顶尖天才资质 同时 双崖也被改为了丹崖 只保留了空间之力 而心灵感应这种力量 虽然被隐瞒了下来 但她的存在 却是给吴子月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因为 她能够感知到 自己所面对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中 最真实的想法 在听完吴子月的诉说之后 沉默想了想说道 我会牢牢地守住你的这个秘密的 听到沉默的话 吴子月点了点头 同时她也告诉沉默 心灵感应虽然强大 但却也有局限性 比如 同时只能感应一个人的想法 而且只能感应对方当时的心中所想 并不能探寻 他人内心深处的秘密 说完这些话之后 吴子月心中松了一口气 长久以来心中的压抑 终于得到了释放 而且她也能感知到 沉默对她的态度 并没有什么变化 这一点对于她来说 真的很重要 紧接着 两人又是简单交谈了一番 临到分别之后 吴子月对沉默说道 谢谢你 沉默倒不觉得 这有啥好谢的 微微点了点头 等到沉默回到宿舍 听到开门声响的赵松松 当即就冲了出来 只见她搂在沉默的肩膀 一脸笑意地问道 老沫 你可以啊 听到赵松松的话 沉默没好气地问道 我怎么了 你可不要瞎想 也不要瞎传 对我倒是没啥影响 但对吴子月 可就不一样了 而且 她要是知道了 你的下场堪忧啊 听到沉默的话 赵松松愣愣地问道 你们 就知道这狗东西 一天天地近在瞎想 所以 沉默直接告诉她 没有那些事情 见沉默说得认真 赵松松显得很是失望 沉默见状 直接一脚把她给踹了出去 随着校内 选拔赛结束 第二届新生挑战赛也是 随之打响 经过数天的激战 新生挑战赛 便落下了帷幕 紧接着 第一届T大精英挑战赛 即将开始 15所T大分校 选拔出的队伍 将在T01分校 展开激烈争夺 相较于另外14所分校校长 T01分校校长 老中的心态 很是放松 因为第一届的T大精英挑战赛 第一名的位置 只会是T01分校的 毕竟 T01分校的队伍中 可是有两位实力达到了 三阶觉醒者的队员 另外的三位 也都是达到了 二阶觉醒者的 这样强悍的阵容 是其他分校绝对拿不出来的 所以 老中在见到其他分校校长的时候 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不管他们说什么 老中都不与他们争辩 于是很快 T大精英挑战赛 就正式打响了 T02到T15分校 带来了各自分校的精英 队伍的组成 全约二阶觉醒者 当然 二阶觉醒者 也是有些强弱之分的 在他们的这些队伍中 绝大多数都是二阶前期 只有少数几个人 达到了二阶中期 至于后期 却是一个都没有 所以当T01分校的 五名成员登场 现场播报他们的 等阶的时候 另外十四所分校的校长 皆是奇奇错愕地 看向了老中 这什么鬼 赵松松 吉隆中 江江 这三个二阶后期 还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可陈默和乌子月 这两个三阶前期 是不是太离谱了现 这特么的 还怎么打 可是没办法 总不能因为对手强大 就直接认输吧 十四位校长 强忍拙 想要暴揍 老中的冲动 重新布置了比赛策略 紧接着 比赛正式打响 替大精英挑战赛的赛制 为积分制 十五所分校的队伍 都将一一进行一场比赛 比赛方式 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 赢得团体赛 可获得五个积分 个人赛每个队员都会上场 每赢一场 获得一个积分 等到所有比赛结束 以最终的积分进行排名 而由于T01分校的阵容 尤为强大 还有陈默和乌紫月 两个三阶觉醒者存在 这也就使得第一名的归属 几乎没有悬念 所以其他分校 只好把目标 放到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位置 为此 他们采取一种极为取巧 有无奈的战略 每只和T01分校碰上的队伍 上去简单交手一番后 就直接选择认输 以此保存实力 与其他队伍争夺 不过这也就使得 陈默五人的比赛体验 便得尤为无趣了 第70章二级事件 整体实力上的差距 使得T01分校的五人 在第一届 替大精英挑战赛上 就跟来走过场一样 不出意外 也没有任何的意外 陈默他们以12场比赛全胜 以最高积分 稳稳地拿下了第一名的位置 而T03和T07分校的队伍 经过一番激烈争夺后 分别拿下了第二名 和第三名的位置 至于剩余的12所分校 则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因为排名越是靠前 所能获得的资源倾斜 便是越多 反之 则会越少 也从今年开始 各分校的差距 就将会进一步地被拉开了 排名靠后的分校 想要追赶上来 那难度真不是一般的大 而随着精英挑战赛的结束 各所分校的队伍 便陆续离开了 T01分校 再次恢复到了以往的模样 作为参赛队员 为T01分校 夺得第一名的陈默五人 则是获得了极高的奖励 陈默留下了 一部分学分用以日常使用之后 用十万个学分 兑换了一件专属的 D级战斗服 他这豪气的操作 被赵松松称之为 严重的败家行为 毕竟对于他们 这些学员来说 D级战斗服 就已经足够在战斗中使用了 为此 赵松松也是 花费了两万个学分 兑换了一件专属的 D级战斗服 但陈默却并不这样认为 一套更好的战斗服 能够在战斗中 给予他更强的助力和保护 D级战斗虽然足够使用 但只是对于一般的学员而言 对于陈默来说 战斗越多 实力提升便越快 所以他对战斗服的日常使用强度 远不是一般学员可以比你的 因此 D级战斗服是远远不够的 而C级战斗服 虽然足够陈默现在使用 但随着陈默实力的逐步提升 也会跟不上他的脚步 所以 陈默趁着这一次 自己的学分破了十万大关 在向云阳子请教之后 直接就大手一挥选择了B级战斗服 随着陈默的申请 D交了上去 很快 学校就将他的B级战斗服 给配送到位了 和D C级战斗服不同的是 B级战斗服的着装 并不需要配装仓 陈默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差点以为自己被骗了 因为B级战斗服普通状态下 就跟一件普通的防弹背心一样 但是在觉醒者穿戴上之后 一旦激活战斗形态 液体记忆超合金 便会从背心中涌出 然后将觉醒者全身覆盖 但别看他的防护装甲 只有薄薄的一层 可防护力比之C级战斗服 强了十倍不止 同时他还有一个D C级战斗服都没有的功能 那就是聚能放大 简单理解来说 这件战斗服 就跟一个放大器一样 可以提升使用者 打出攻击的伤害威能 在看完详细的使用教程之后 陈默觉得这十万学分花的 是真的值 一旁看得都快流口水的赵松松 此刻也不觉得陈默败家了 他也恨不得来一套 但赵松松的学分 本来就没陈默多 如今又花了两万 定制了一套D级战斗服 所以他就只能在一旁 眼巴巴地看着了 同时由于T01分校的 组建的十五支学员队员 全员实力 均已经提升到了二级 王破军在与龙战胜商议后决定 让这十五支学员队员 跟着雏龙小组的成员 开始接手处理二级事件 而别看二级事件 只比一级事件高了一级 但通过戒壁通道 闯进蓝星的域外侵略者数量 却是将会成倍的增加 毕竟能够容纳通过的最高等阶 也从二阶提升到了四阶 因此 哪怕是雏龙小组 进行处理二级事件的时候 最少也会出动到二十支小队 并且 还将有两位主实力 达到了五阶的中队长代队 不过考虑到十五支学员队伍 是第一次处理此类事件 所以 在最开始的阶段 雏龙小组那边 将会派出十五支小队协同作战 等到T大这边的学员队伍数量 补充上来之后 再逐步撤出 而很快 收到了B级战斗服的陈默 就迎来了第一场考验 龙国大川省东北部某山区 检测到二级事件发生 十五支学员队员全部集结之后 迅速更换上了作战服 紧接着 运输机到来 在年级主任李云辉的带领下 陈默他们迅速登上了运输机 运输机上 李云辉讲解了此次任务的内容 他们这些人 将在预定地点 与十五支雏龙小组会合 随后 双方共同处理此次发生的二级事件 同时 李云辉又提醒了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 二级事件 可能出现的敌人种类有哪些 实力最高 会达到几届 当听到会出现 四级的域外侵略者的时候 机舱中的不少人 都是吓了一跳 因为要知道的是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 可都还只是二级啊 碰上四级的域外侵略者 那肯定是死路一条的 知道学生们在担心什么 李云辉解释道 你们不用担心 二级阶必通道 虽然能够容纳通过的最高 等阶为四阶 但能够容纳通过的数量 最多不会超过三十头 而且四阶的域外侵略者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去解决 我们要做的 是尽数抵挡三阶机以下的敌人 运输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 终于抵达了预定地点 沉默他们到达的时候 雏龙小组的十五支小队 已经先一步于他们到达 雏龙小组的成员 有着极为丰富的处理经验 早已到达此地的他们 已经完成了对现场的勘探 并且还制定好了 作战方案和备用计划 双方人员已经会合 没有过多的废话 只见雏龙小组的带队中队长白灵 打开了全息地图 随即 他直接开始了作战计划的布置 十五支雏龙小队 以一带一的方式 带领十五支学员小队进行作战 作战方式 依旧是经典围堵 不过由于二级事件 闯入蓝星的域外侵略者 数量更多 所以这个围堵的范围 将会很大 因此 这就需要所有作战小队 必须紧密配合 不漏掉任何一个域外侵略者 在讲解完作战计划之后 白灵看着他的腕表说道 设置 作战通讯 对评0211 紧接着 所有人员迅速对评完成 随着白灵的一声令下 三十支小队 便在山间开始了急行军 沉默所在无敌超神小队 依旧是负责在前面拦截的一部分 而带领他们的那支雏龙小队 队长何军 是四阶觉醒者 四个队员 则是全员三界 两支队伍在到达指定位置之后 便开始短暂地等待 第71章 斩杀四阶强敌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 何军在了解了沉默他们五人的实力之后 也是对于两支队伍的人员 进行了简单的分配 其中 实力达到了三阶的沉默 和吴紫月被提到了前段作战序列 而赵松松 吉隆中 下摇三人 则和雏龙小组的三名成员 充当后端作战序列 前段作战序列 主要以优先斩杀高阶强敌为主 后端作战序列 则是进行正常的围堵战斗 在人员作战序列分配完之后没多久 公共通讯频道便响起了白铃的声音 所有作战小队注意 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听到的白铃的通知 三十支小队全都严阵以待 不多时 一阵阵的怪叫声从前方传来 所有人都能明显感觉到 大地都在开始震战 沉默所在阻击位置 和军举着他的长刀吼道 准备 紧接着 他便率先杀了出去 沉默作为前段作战序列的人员 也是紧跟着和军杀了出去 大战 顷刻间便全遍爆发 时隔一个月再次进入战场 让沉默有了一种颇为怀恋的感觉 在一线关的那一个多月 让他已经逐渐习惯了战斗的节奏 突然休息一个月 反倒有些不太适应 如今在上战场 自然是想要好好地舒展一下筋骨 沉默这一次虽然没有携带合金武器 但他的一招一式 却是颇为强悍 在B级战斗服的聚能加持下 面对三阶域外侵略者 火力全开的沉默 就跟打二阶一样的轻松 在他的无情铁拳之下 一头接一头的三阶域外侵略者 相继丧命 而亲手完成斩杀的沉默 获得的收益很大 实力也在同步提升着 所以 他整个人是越战越猛 这样的一幕 让酒精沙场的河军 都是有些吃惊了 他虽然并未轻视他们这些 来自替大的精英学员 但毕竟替大蛮打蛮算 也才成立一年多的时间 这么一点时间 实力能够提升到三阶 就已是极为不凡 但作战经验这个东西 和只需要不停修炼 就可以提升的实力 可是截然不同 那是需要到真正的战场上 经过不断的魔力 才能够得到的 因此 在看到沉默的表现之后 和军才会如此的惊讶 并且不单单的是沉默 同样被和军提到 前段作战序列的乌子月 表现也是极为不俗 这两个年轻人 着实给沉默和军 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和军在前段激战的同时 作为这两支小队的 总负责人的他 也是时刻关注着 在后端作战的几人的情况 三个雏龙小组成员的表现 倒是不用多说 毕竟在和军手底下干了这么久 战斗力十足 表现重规重矩 而赵松松三人 毕竟还只是二阶觉醒者 所以 和军最担心的 还是他们三个 但事实却证明 他的担心有点多余 赵松松虽然只是二阶觉醒者 但一身实力 确实颇为强悍 也就是 下摇稍弱了那么一点 但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至于赵松松和吉隆忠 两人的表现 并不比一般的雏龙小组成员弱 和军实在难以相信 这样一支在雏龙小组中 实力都算不弱的小队 居然是来自T大的学员队伍 不过这样一来 倒是让和军省心了不少 毕竟在战场之上 最怕碰到的事情的 并不是实力强悍的敌人 而是一群会拖后腿的队友 随着激战正憨 在域外侵略者大军中的 四阶强敌 也是频频现身 和军以一人之力 独挡两头四阶黄金龙区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头从左卫阻击点杀来的 四阶魔幻巨师 却是直接加入了他们的战斗之中 面对三个四阶强敌的围攻 和军显然有些难以为己 只是这个时候 左右两边的队伍 短时间却是没办法抽出人手来支援 就在负责押阵的白灵 跟李云辉准备下场的时候 陈默却是提出了出战请求 李云辉作为负责人之一 在白灵不解的目光同意了下来 随后 得到出战许可的陈默 开始朝着和军突进展开支援 见到是陈默前来支援 和军有些恼火 陈默实力虽强 表现也极为不俗 斩杀三阶域外侵略者 就跟土狗一样的轻松 但三阶和四阶 可是有着一道分水岭的 一旦跨过这道分水岭 实力那可是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将负责押阵的白灵和李云辉排除之后 在无人可以前来支援的情况下 陈默主动前来支援是需要勇气的 但这也是极为不治的 但眼看着陈默已经杀了过来 和军也只能认了 他只能希望陈默能够多撑一会儿 等到他或是其他队伍的队长腾出手来 随着陈默主动加入战场 他将一头四阶黄金龙区的压力分担了过来 压力稍减的和军开始全力爆发 而面对四阶黄金龙区的陈默 则是丝毫不慌 毕竟四阶的域外侵略者 他又不是没有亲手杀过 于是陈默和四阶黄金龙区的战斗正式打响 身穿B级战斗服的陈默 面对黄金龙区的进攻可谓是丝毫不处 他就像是人形战斗器一样 运用五行合一的力量对黄金龙区展开强攻 五行合一的力量 可是连空间之力都能抗衡的 对于一头黄金龙区 简直不要太过轻松 陈默的每一击都能给黄金龙区造成极大的伤害 但任凭黄金龙区如何挣扎 却是始终无法摆脱陈默的进攻 而若是有其他四阶以下的域外侵略者前来 巫子月和雏龙小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则负责全力阻击 在双方的通力配合之下 陈默先一步于何军 完成对四阶黄金龙区的斩杀 而在他成功斩杀黄金龙区之后 白灵 何军 以及雏龙小组的五个成员 真就是惊呆了 但他们的素养还是极高的 瞬间就回过了神来 只是心中的震撼 却是丝毫不减 随着陈默将一头黄金龙区斩杀 何军主动引导着黄金龙区和幻魔巨师向他靠拢 虽然有点难为情 但眼下的情况 可不是待他矫情的时候 而陈默也是乐得于此 再次主动分担了黄金龙区 随后 何军率先斩杀幻魔巨师 在他的配合下 陈默再次斩杀了一头黄金龙区 斩杀两头四阶强敌带来的收益 让陈默可谓是非常的满意 只是这样的机会 只怕很难再碰上了 毕竟陈默还需要在当前的阻击点 完成阻击任务直到结束 第72章 血色天空的出现 陈默以三阶觉醒者实力 连续斩杀两头四阶黄金龙区 这样的表现 哪怕是在雏龙小组中也不多见 毕竟三阶和四阶的实力差距 始终是摆在那里的 想要跨远 没点强悍的实力 根本做不到 这也就让一直关注着 全场局势的白灵来的兴趣 只见他看向一旁的李云辉问道 李师兄 这孩子什么来头啊 李云辉曾是雏龙小组的成员 白灵就是通过他的举荐 进入雏龙小组的 不过后来 李云辉进入了天龙小组 前往一线关 再后来 他身受重伤退了下来 用了两年时间 李云辉的身体 勉强调养过来了 他本想重回一线关作战 但申请却没能通过 主要是他的身体 已经难以承受一线关 那里的高强度作战任务 恰好这个时候 王破军组建 替大需要人手 于是 李云辉就重新给交了申请 然后就被分配到了T01分校 听到白灵的话 李云辉自然知道 他想干什么 只见他笑着说道 这孩子什么来头 你不知道吗 我们T01分校的呀 师兄 白灵狠狠地白了李云辉一眼 这时 李云辉继续说道 小白 你是不是在想着 等到任务结束 跟他谈谈 看能不能把他吸收进雏龙小组 白灵文言 点了点头 他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尽管雏龙小组 是在龙国国内作战 但在一场场战斗中 对战斗人员损耗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 雏龙小组 也是需要新鲜血液注入的 而T大的学员 就是来源之一 这一点 在T大成立之初 就是确定了的 如今难得碰到一个 这么好的苗子 身为雏龙小组中 拥有举荐权的中队长 白灵自然不想错过 这也算是 雏龙小组的一个传统 见白灵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李云辉不由地说道 这个孩子呀 是普通人出身 不过 你就不要打他主意了 他可是中校长的心头肉 你想要把他吸收进雏龙小组 不但中校长不会同意 就连王部长那里 他也不会答应的 听到李云辉的话 白灵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毕竟雏龙小组的 总负责人龙战胜 那可是和王破军 一个级别的 而且雏龙小组之上 还有天龙和神龙小组撑腰 若他真说动了沉默 哪怕是王破军 也不能阻拦 李云辉看得出来 白灵没把他的话听进去 毕竟换作是他的话 在看到陈默这样的好苗子之后 也一定会想方设法地 把他吸收进雏龙小组 只是 陈默虽然是普通人出身 但站在他身后的力量 可并不普通啊 首先 是曾担任一线官作战部队 第七战团团长的中尉 那可是把他是做心头肉的 虽然如今 中尉不在一线官担任团长了 但他的那些雇旧关系仍在啊 加之 还有龙国教育部部长王破军 当然 这两位身份地位虽然有了 但实力可能还不够硬 所以也就不得不提 陈默的师父云阳子了 这位的实力 那可是极其强悍的 在整个特殊领域界 绝对是响当当的存在 而云阳子的师父 二雀道人 那可是站在龙国特殊领域界 顶峰的强大存在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丑牛尊者 这股力量 放在整个特殊领域界 那都是顶尖的存在 而他们之所以会聚集在一起 就是因为陈默 他们都在陈默的身上 寄予了很大的期盼 因此 雏龙小组这个小池子 肯定是容不下陈默的 倒不是说陈默的牌面有多大 而是他附加在他肩上的责任 已经注定了他的不平凡 这一点从陈默 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从一个出入特殊领域的新人 成长为具备强悍战力的 三阶觉醒者 就可以看出 因此 李云辉也是提醒了一下白灵 至于他听没听进去 那就不知道了 与此同时 随着15只雏龙小组的队长 将这些域外侵略者中 实力达到四阶的存在 尽数斩杀之后 能够对于30只小队 造成较大威胁的存在 就没有了 于是接下来 最后的倾脚行动就开始了 30只小队 在完成合围之后 开始逐步靠拢 整个场面 血腥无比 在这个最后的阶段 处于前段作战序列的陈默 开始疯狂收割 一头又一头的域外巨兽 惨死在他的手底下 随之换来的 是沉默的实力 开始不断地提升 这种感觉 真就跟打怪升级一样 让人越发地沉浸其中 而在30只小队的 共同配合之下 闯入蓝星的域外巨兽 被斩杀殆尽 随后30只队伍 来到了借币通道 被打开的地方 一直守到借币通道 关闭的那一刻 此次的任务 也就算圆满完成了 而白灵 最终也没有来找沉默谈话 显然他是把李云辉的话 听进去了 任务圆满结束之后不久 两架运输机 也是相继飞到了现场 两方人员互相告别之后 分别登上了不同的运输机 回到学校 陈默将自己的战斗服 送到后勤处清洗了一遍 实在是上面沾染的血液干了之后 味道难闻得要死 而成功完成一次二级事件 使得陈默收获了大量的血分 他准备再攒攒 然后去兑换一件 衬手的超合金武器 至于零能战绩 他现在几乎需要兑换了 按照云阳子的原话来说就是 陈默只管好好地修炼 零能战绩的事情 不需要他来操心 之后的日子 陈默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 自身的知识底蕴不断增加 同时在不断参加处理一 二级事件的过程中 他的实力也是飞速地提升着 直到六月底即将放暑假的时候 陈默已经达到了三阶后期 而吴紫月 这个时候才三阶中期 这也就意味着 陈默从等阶上 反超了吴紫月 他也一举成为 替大学生中的第一人 不过对于这样的名头 陈默压根就不在意 所以他只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少数的几个人 很快 暑假开始 陈默先是回了一趟老家 在外婆家住了几天 随后他就回到了学校 同时回来的 还有赵松松 他们几个人 吴迪超神小队的五个人齐聚 在暑假期间 接手一次次事件的处理 在这个过程中 陈默心中的担忧 也是越来强 因为四级以下事件的出现 变得越发频繁了 单是七月 陈默他们参加处理的 一 二级事件 就多达十七起 这还不包括 他们没有参与的三 四级事件 除此之外 曾出现过黑云遮天事件的 大智省小凝市 又发生血色天空事件 那一天的傍晚 上百万人亲眼目睹 天空一片血红 第七十三章 画被动为主动 血色 从来都是 被视为不祥的征兆 小凝市此次出现的 血色天空事件 在网络上引发了极大的热议 连带几年前的黑云遮天事件 也被人给重新抬了出来 面对民众的热议 官方的解答 是正在调查之中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枢 以及特殊领域件 则是炸开了锅 因为小凝市出现的血色天空事件 在九九事件发生之前 曾在昆仑山脉出现过一次 只是因为昆仑山脉地区 地广人稀 加之那个时候 网络并不发达 所以 了解这件事情的人很少 那一次血云出现之后 目前蓝星之上唯一一个的九级界 避通道被打开 龙国由此展开了 充满血雨类的 抗击域外侵略者的艰苦战斗 而仅仅是一个九级界避通道 就让龙国投入了特殊领域界 70%以上的战力 如果再来一个 哪还能扛得住啊 并且 此次出现血云的地点 还是常住人口将近1000万的小凝市 如此之多的人口撤离 绝对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 小凝市周边的几个趋势 也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 这次的事件对于龙国来说 绝对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若是扛不过去的话 结果将可想而知 如何应对此次事件 将是决定龙国命运的关键所在 龙国中枢 除了派出诸多强者 检测小凝市各地空间波动的同时 又邀请来了特殊领域界的各方强者 所有人齐聚一堂 探讨可行的对策 经过两天一夜的商讨 最终拿出了两个可行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 撤离小凝市及周边地区的上千万民众 抽调各方人手 前往小凝市 全力迎战 第二个方案 组织一帮尊者及强者 让他们联手定位 此次戒壁通道出现的地点 然后抢先一步打开 抽调各方人手 组织一支大军 提前杀进戒壁通道之中 化被动为主动 总之 此次的九级戒壁通道 已经被对方发现 被打开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现在无非就是爆发时间早晚的问题 从处理方式上来说 第一个方案极为稳妥 属于被动防守 不过那就意味着 将来整个小凝市 都将会化作抵御域外侵略者的战场 而且 一旦被对方占据优势地位 等到戒壁通道完全稳固下来 想要将他修补关闭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届时 后期就需要在这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理 什么时候是个头都不知道 而第二个方案 则非常的冒险 属于主动进攻 龙国率先打开戒壁通道 杀入其中 一旦占据到主动地位 将对方一步步地赶出戒壁通道 这样 就可以趁着戒壁通道 还会彻底稳固下来 将他修补关闭上 从后期的投入上来说 这个方案更为理想 不过想要占据主动地位 那么所需要投入的人力物理 会有多大将可想而知 并且 一旦行动失败 那就是全盘皆输的下场 而且 留给龙国考虑的时间 也不多了 在中书决定 采用哪个方案的时候 各方人员的调动 则在同步展开 所有休假人员 全部召回 替大的高层 老师团队全部返校 同时一些学生 也是接到了返校的通知 除此之外 宗派界和传承家族 也在动员了起来 正所谓 清朝之下 岂有完卵 这一战 可谓称得上 是决定龙国命运的一战 所以 不管各方往日有什么恩怨 这个时候只能放下 团结起来 只是 哪怕能够调动的人员 全部都调动了起来 参战的人员数量 仍旧严重不足 毕竟一线关那边 也是需要大量的人员进行防守的 这个时候 蓝星上的一些国家 主动派出了一些人员前来支援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一旦龙国完蛋 各国的防守压力都会抖增 不管是为了龙国 还是为了他们自己 这一战 他们无法逃避 再加上各国的支援战力之后 龙国最终东拼西凑出了一支 人数达到20万之多的征战大军 这支大军 最低战力为三戒 同时配备有108个九阶强者 10个尊者及强者 由于此战关系重大 所以 这一次龙国仅有的17个尊者及强者 全部现身 其中10位在小宁市战场 剩余的7位全部进驻一线关 而经过最终的决策 以及参考了17位尊者的意见之后 龙国中枢最终决定 采用第二个方案 紧接着 大战前准备便开始了 小宁市被轮区实行全区封锁 所有民众全部撤离 已经集结完毕的大军 分批次进入 大军全部进驻之后 由十位尊者及强者联手 施展海市蜃楼 屏蔽整个贝伦区 一切准备就绪 十位尊者开始联手定位 九级戒壁通道的位置 只用一个小时不到 位置便被确定了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 就是强力打开戒壁通道了 与此同时 二十万军严阵一带 戒壁通道被打开的那一刻 就将是大战爆发的开始 而十位尊者的联手一击 爆发的力量 是极其恐怖的 仅仅是两击 九级戒壁通道的入口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 第五击过后 入口处的戒壁屏障 已经破碎了 随着他们最后一击的打出 伴随着一声震天巨响响起 九级戒壁通道 自此被打开了来 在他被打开的第一时间 十位尊者率先联手杀了进去 那一刻 戒壁屏障另一端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是猛逼的 面对十位尊者及强者的联手攻势 域外侵略者大军惨遭严重打击 不过对方的尊者及强者 也不是吃单饭的 在感应到了人类尊者出现的时候 他们也是随之出动了 而这个时候 蓝星上以108位 九阶强者为首的二十万大军 也是随之杀进了戒壁通道之中 一场无比惨烈的血肉大战 顷刻间便爆发了开来 龙国这边第一次主动出击 一个措手不及 大战爆发的最初阶段 大军可谓是一路横推过去的 但随着域外侵略者大军反应过来之后 注定将极为艰苦的战斗过程 也就开始了 作为三阶觉醒者中的佼佼者 陈墨和乌紫月也在这支征战大军之中 至于赵松松 吉隆中下摇三人 则是和其他血缘小队 前往了一线关参与防守作战 可以说 这一战龙国几乎是倾尽所有 龙国输不得 也绝对不能输 第74章 神秘老人 随着小宁市被打开的 九级戒壁通道中的 惨烈大战爆发的同时 昆仑山脉一线关中 域外侵略者大军 也是随之有预谋地 对人类发起了猛攻 显然 他们原本是打算双管齐下 从而一举攻入蓝星的 但龙国这一次选择化 被动为主动的策略 率先对他们发起攻势 直接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只是对于数量占据着 绝对优势的域外侵略者来说 只要尊者及战力没有损失 就算不得什么 而且 此次两个大战场同时开战 人类必然需要奋兵 因此不管怎样 对于域外侵略者们 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只要此次一举打垮人类的 尊者及战力 那么拿下蓝星 就指日可待了 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 借壁通道存在通过限制 他们能够进入其中的 尊者及强者数量 无法对人类形成碾压之势 不过 若是尊者们配合得当的话 打车轮战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这样一来 就存在一个弊端 域外侵略者大军 虽然看似是一个整体 但其中山头林立 每个尊者及强者之间 都存在着竞争关系 所以 他们的每一个尊者 心中都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上一次 牛大壮他们能够斩杀域外尊者 里面就有着这样的复杂因素 因此 此番一线关中 虽然爆发了大战 但负责此处战场的几个域外尊者 却是磨磨蹭蹭地 不愿出大力气 此次 人类一方镇守一线关的尊者 达到了十位 其中七位出自龙国 另外的三位 则来自蓝星的其他国家 域外尊者们各自算计 对于他们来说 倒也是一件好事 只是尊者级之下的战斗 则是一点水分也没有 域外侵略者大军中 等级森严 尊者级强者 可以在战场之上 堂而皇之地摸鱼 但尊者以下的胆敢摸鱼 那就是找死 所以 他们不要命地 朝着一线关发起冲击 而一线关的龙国守军 也是不要命地抵挡 整个战场 如同血肉末盘一般 与此同时 为了能够削弱人类 在两处九级戒壁通道中 投入的有声战力 域外侵略者大军 还强行调集了众多的队伍 不断探索 通往蓝星的各级戒壁通道 只要发现一个 那就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击 尽管四级以上的戒壁通道 很难被发现 但四级级以下的戒壁通道 一旦被打开 那些闯入蓝星的域外侵略者 对于普通人类来说 也是极具威胁性的 因此 蓝星各国也是相继监测到 四级级以下的戒壁通道 被打开后 产生的空间异常波动 如此一来 就需要派遣大量的人手 前去解决 一时之间 蓝星各国 都是被调动了起来 同时 这也让他们认识到 两处九级戒壁通道战场 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随后 各国咬紧牙关 再次增派了前往龙国 支援的强者数量 小宁市 窃壁通道之中 随着龙国征战大军 不断往前推进 战斗也是变得 越发的艰难了起来 源源不断的域外侵略者大军 不断朝着征战大军 发起冲击 现在每往前推进一米 都需要付出 极大的牺牲才行 战斗对于沉默来说 是提升实力的最佳途径 但在这样的血肉战场之中 他却是没有感受到 丝毫实力得到提升后的快乐 因为身处 征战大军之中的陈默 不断亲眼目睹了身边的队友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而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跟着队伍 不断地往前冲击 自己的实力 还是不够啊 这是陈默内心深处 最真实的写照 而和陈默一起来到 征战大军中的乌子月 神情也不再像以往那般轻松了 他和陈默的配合极为默契 两人不断地完成着收割 哪怕是五阶域外侵略者 两人具备一战之力 至于五阶以下 对于他们来说就跟宰菜瓜一样 只是他们杀完一片之后 又会有新的域外侵略者补充上来 敌人的数量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但龙国的二十多万征战大军 却是在不断地消磨中 尽管后续还有增援人员补充上来 但整个蓝星之上 人类能够调集的强者数量 已经不多了 同一时间 龙国大川省 小安市临城县 下辖某乡镇山区 一个叫做龙洞口的地方 一个身穿长服 面色慈祥的老人 来到了龙洞口大沟下的一块巨石上 只见他伸手朝前一点 一道连通着巨石内部的空间漩涡便出现了 随即老人直接投身进漩涡里面 进入巨石内部的老人 在一座银制塑像前 磕了三个头之后 他便将塑像前的一件银制护甲 穿戴在了身上 紧接着 老人从巨石内部走了出来 他朝着东方摇摇地望了一眼 仿佛能够看到小宁市的大战一般 只听他轻叹了一口气后 双手结印一掐 一阵剧烈的强光涌现 将老人全身包裹了进去 而后他右脚轻点 一道空间空间漩涡再次出现 将他吞没了进去 等到老人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竟是已经来到了 小宁市的九级戒壁通道之中 突然出在战场之中的他 让交战双方的尊者 都是促起了眉头来 因为来人的实力 他们居然根本看不透 并且 之前也从未见过 不过 就在人类这边的二缺道人 准备问话的时候 老人却是悍然出手 他的目标是 此番进入戒壁通道的 御外尊者中 实力最强的那位 而这样的阴幕 让现场所有人都没能预料到 老人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便是致命杀招 在恐怖的空间之力泛动之间 他已是来到了出手目标的身后 只见他伸手朝前一指 无可阻挡的威能爆发 那个被老人 选择目标的御外尊者 自然是奋力阻挡 但他的防御 就跟没有一样 老人被强光覆盖的手指 静止落到了他的心口处 发可缩了 不可能 只是轻松一击 这位闯入戒壁通道中的 最强御外尊者便允命当场 连带他的尸体 都被磨灭成了飞灰 这样的震撼场面 直接震慑住了 剩下的御外尊者 二缺道人他们这些尊者 心中也是充满了震惊 不过他们的身形 却是并未受到影响 抓住对方损失一位尊者的机会 直接发起了猛攻 而老人在一击斩杀 一位御外尊者之后 那覆盖在他全身的强光 也是暗淡了下来 紧接着 他的视线朝着地面的 征战大军扫视了一眼 在看到了熟悉的稚嫩面孔后 老人不禁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并未前去相认 而是跟随着二缺道人 他们为伍 趁着对方补充上来的 御外尊者 还未赶到这里之前 尽可能地扩大战果 第75章 青人战果 从老人出现在戒壁通道之中 到他单杀 一位御外尊者 整个过程 发生在很快的时间内 但是征战大军中 还活着的人 却是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这对于他们来说 无异于直接注入了 一针强心技一般 士气得到了鼓舞 随之带来的是 整体战力上的提升 一时间 大军开始迅速地向前横推 而沉默在亲眼看到了 尊者级的强悍表现之后 心中也是颇感震撼 尤其是那突然出现在 战场上的神秘尊者 其实力更是强大到令人惊叹 如果人类能够再多拥有一些 实力这般强大的尊者 那么整体局势 必然能够得到改善 甚至说 彻底终结这场战争 也不是没可能 而虽说如今的沉默 距离尊者级还很遥远 但并不妨碍 他对尊者级的向往 并且 他对自己将来 迈入尊者级 也是充满了信心 于是乎 沉默杀得越发疯狂了起来 由于之前的身后积累 使得他竟是 在战场之上完成了进阶 整个进阶过程 可谓是水到渠成 也就从这一刻开始 沉默便是一位 货真价实的四阶觉醒者了 完成了进阶的沉默 各方面的力量 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他的举手投足间 所能爆发出的力量 甚至远超一些 实力达到了四阶中期的老人 也因此 沉默所具备战力 简直强悍的 让人难以置信 一般的四阶域外侵略者 压根就无法对他 形成丝毫的威胁了 哪怕是五阶 沉默也能独自应战 当然 他也知道 现在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 配合杀敌 才是战场之上的最佳方式 而沉默干脆利落的进阶 着实是把乌紫月给惊到了 他虽然知道 沉默能够快速进阶的原因所在 可是这块得也太离谱了些吧 乌紫月自身的资质 达到了妖孽级别 所以 他的进阶速度 远比一般人要快了很多 只是跟沉默一比 就显得逊色了太多 这也让乌紫月的心中 产生了一种紧迫感 要知道在以前 这玩意儿从来都是他给敌人带来的 现在亲身体会了之后 他终于知道了 这种感觉有多么的难受了 不过乌紫月倒也不气馁 毕竟他的底子摆在那里 不至于会被沉默甩开到 连车尾灯都看不到的地步 当然 将来的事情 谁也说不定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是将此次的危机应对过去 与此同时 在那位域外尊者陨落后的五分钟 敌方新的尊者 再次补充了上来 随之一同到来的 还有这位尊者统一的大军 于是乎 龙国征战大军快速推进的脚步 再次被阻挡了下来 而这位新补充上来的域外尊者 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通往蓝星的戒壁通道 由于宇宙法则存在 使得不同等级的戒壁通道 所能容纳通过的尊者及强者数量 是有限制的 以九级戒壁通道为例 最多只能容纳通过二十位尊者及强者 再多一个的话 戒壁通道就会崩塌 从而产生逆乱空间流 而哪怕是尊者及强者 被卷入溺乱空间流后也将是九死一生的下场 但现在 包括他在内 双方在场上的尊者及战力 却是达到了二十一位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此时这道还未彻底稳固的戒壁通道 应该直接开始崩塌了才对 但事实却是 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 而宇宙法则是极其公平的 不会因为种族的不同产生偏向 所以唯一的答案便是 人类一方新出现的这个尊者 并不是真正的尊者 他只是用了某种特殊方法 让自己具备了尊者及战力而已 借来的力量 终究是长久不了的 所以他必然会出现力竭的时候 因此 只需要扛过这段时间 双方被短暂地打破平衡 又将恢复得原样 于是只听这个域外尊者爆喝一声 另外的九个域外尊者 稍显持一之后 开始转换策略 不再与人类一方的尊者正面交手 这虽然 给了人类尊者这边 插手下级战场的机会 使得征战大军 朝前推进的速度加快了不少 只是被对方如此持续消耗下去 对于尊者们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偏偏哪怕知道这是对方的计策 尊者们也只能硬上 全身覆盖着强光的老人 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也确实不是真正的尊者 所以支撑不了太长的时间 于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他开始暗中向二缺道人传音 二缺道人收到他的传音之后 果断地答应了下来 在智慧了另外九个尊者后 他果断爆发了 同时 另外的九个尊者也是齐齐爆发 一时间 空间浮现出一尊尊的巨影 有牛 有龙 有蛇 人类的十位尊者齐齐全力爆发 直接将十位域外尊者的脚步 全部给拖住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只听老人轻贺了一声 他左手掐印 右手则是在穿着的银制护甲上一点 顷刻间笼罩着他的强光 瞬间耀眼了数倍不止 紧接着 他以顺雷不及掩耳之时的速度杀出 十位被拖住脚步的域外尊者 感知到他的力量之后 皆是目落恐惧之色 他们无不是想方设法的 想要逃离此地 但这个时候 老人已经杀到 他接连出手四次 而老人每出手一次 便会有一位域外尊者允命当场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不到 四位域外尊者丧命 如此恐怖的场面 让剩下的六个域外尊者惊恐不已 最终有两个域外尊者 以卖队友的方式 成功逃离 但那被他们卖掉的四个队友 则是被二缺道人 他们将其永远地留了下来 一战斩杀八个域外尊者 这是自99年事件爆发以来 人类取得的最大的一次战果 借着斩杀域外尊者的余威 二缺道人他们接连出手 下级战场的征战大军 迅速朝前推进 而消耗极大的老人身上笼罩的强光 此时已经暗淡到了极点 随后 他通过看起来 就不怎么稳固的空间漩涡 直接离开了战场 等到老人回到来时的地方 强光散尽之后 他整个人的样子已是苍老到了极点 同时穿戴在老人身上的银制护甲 也再无半点光泽可言 当老人将他脱下之后 这件银制护甲 直接碎成残渣散落一地 老人看着碎掉的护甲 浑浊的眼珠中 不禁流露出一丝追忆之色 另一边 小宁市九级戒壁通道之中 在十位尊者的带领下 征战大军用了五个多小时 一路横扫至距离戒壁通道 另一端出口不足千米的位置 这一战也就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了 第76章 与时间赛跑 龙国通过这些年来 对九级戒壁通道的不断研究 也是找出了将它修补关闭的最佳时间 那就是在戒壁通道打开之后的168个小时 戒壁通道尚未完全稳固 在这段时间里 只要方式得当 就可以将其完美地修补关闭 不过一旦过了这个时间 想要将九级戒壁通道修补关闭 就将变得非常困难 而以龙国如今各阶段的战斗人员数量来说 显然无法长时间地支撑两个大型战场 所以出现在小宁市的这个九级戒壁通道 必须关闭上才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龙国必须冒险才行 首先第一步 在小宁市出现的九级戒壁通道中 占据优势地位 原本这一步的实现 龙国中枢已经做好了征战大军 将会有损失惨重的准备 但是因为一位神秘人士的出现 让征战大军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第一步的行动目标 而当他们在这个戒壁通道中 占据优势地位之后 行动计划的第二步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就开始了 借助于宇宙法则的限制 戒壁通道中能够容纳的尊者数量 有限这一铁律 因此龙国决定将蓝星其他国家 支援来的三位尊者 将他们从一线观协调到这边来 如此一来 人类在这个戒壁通道中的尊者数量达到了13位 也就占据到更大的优势地位 这对于后续的戒壁修补工作来说 更利于展开 当然 这边的工作好展开了 但一线观那边 人类一方负责镇守此地的尊者 就只剩下龙国的七位了 而于外尊者的数量 将增加到13位 一旦他们对一线观发起猛攻 必然又将会是一场惨烈的大战 但是 为了能够将新出现的九级戒壁通道关闭 再大的牺牲也必须付出 因此 当征战大军推进到戒壁通道的 另一端出口附近之后 一线观中 早已得到行动计划安排的 三位外国尊者 便直接悄然启程了 由于这片战场中的域外尊者 从一开始就在摸鱼 所以他们一时间根本没有发现 尊者及赶路 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三位悄然启程的尊者 全速赶路之下 只用了半个小时 不到就来到了小宁市 此时 由于有多达八位尊者陨落 域外侵略者一方 竟是迟迟没有新的尊者站出来 这也就给了 人类一方更多的机会 赶到小宁市的三位尊者 直接进入戒壁通道之中 尊者数量占据了优势之后 地面的征战大军 则是开始修筑攻势 刚出战时的一百零八位 九阶强者 如今只剩下了九十七位 他们在稍事恢复之后 便开始联手 修不起了戒壁通道 此时距离龙国 主动打开使戒壁通道开战 才过去了十个小时不到 还剩一百五十多个小时 从时间上来说 已经完全足够了 但前提是 他们能够抵挡的注意外 同时 一线关那里 也必须撑到最后才行 否则哪怕将这里的戒壁通道关闭了 但一线关 却被域外侵略者给攻破了 那么对于龙国来说 将会是极其得不偿失的结果 所以这对于龙国来说 几乎算得上是 决定命运的一战 趁着域外侵略者们 还在争论的时间 十三位尊者也是 加入了修补戒壁通道的工作中 有了十三位尊者的加入 修补工作快了很多 若是按照这样的速度进行下去 也许只要48小时就能将戒壁通道修补完成 只是很显然 域外侵略者一方 肯定不会给人类这么多的时间 也就在修补工作展开三个小时后 域外侵略者大军再次卷土重来 同时新战出来的 十个域外侵略者也发现 他们在进入戒壁通道的过程中 恐怖的溺乱空间流居然出现了 域外侵略者都不是傻子 知道这是人类耍的把戏 于是当即有三位域外侵略者退了出去 随即赶往了另外一处戒壁通道 而随着这三位域外侵略者 赶到一线关所在的戒壁通道 原本消极待战的十位域外侵略者 纷纷露出了獠牙 一线关战场 大战随之爆发 与此同时 小宁是戒壁通道战场 新进入戒壁通道中的七位域外侵略者 遭到了人类一方十位尊者的联手打击 而为了避免对方实施车轮战 所以人类一方的十位尊者 对七个域外侵略者只打不杀 同时 也不允许他们离开戒壁通道 至于人类一方剩下的三个尊者 两个负责继续修补戒壁通道 剩下的一个则插手下级战场 虽然有尊者插手下级战场 但征战大军的任务依旧不轻松 因为尊者只负责解决九阶强敌 九阶以下 还是需要征战大军负责 因此惨烈的大战继续展开 已经是四阶觉醒者的沉默 所处的战斗序列再次往前调动了一些 这也就意味着他需要面对的敌人 实力比之前的那些变得更为难缠了 不过这对于沉默来说 确实算不得什么大问题 在进阶到四阶之后 五行合一的力量变得更为恐怖了 只是唯一的问题是 和沉默配合极为默契的乌紫月 因为自身等级的限制 还留在之前的序列战斗 虽然身边依旧有其他的队友配合 但他们哪里比得上 拥有心灵感应的乌紫月呢 这一点 着实让沉默颇感无奈 而沉默的强悍表现 自然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来自各方 包含着各种异味的目光 每天都在他身上回来扫视 沉默虽然不在乎 但心中却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他虽然年纪小 可并不是傻子 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恶 为了避免有人趁着大战对他下黑手 他必须时刻做好防备才行 毕竟史书记录的这种例子 可不是少数 另一边 一线观 由于尊者及强者的数量处于劣势地位 这也就使得整个战场中 人类一方都是处于劣势地位的 下级战场的战斗人员 除了要与域外侵略者大军战斗之外 还要时刻担心 敌方的尊者冷不丁地插手 下级战场 这无异于增加了所有战斗人员的心理负担 将直接影响到 他们在战斗中的实力发挥 第77章 改变 赵松松并不是第一次来到一线观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够适应 但随着大战的不断进行 以至于事态升级之后 他开始有点不适应了 因为每一天 都有很多人死去 跟他一起来的一些学员队伍 虽然处于战场的最下端 但依旧有了损失 看着一个个年纪 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人 上了战场之后再也没能回来 原本心态 乐观的赵松松 就再也乐观不起来了 他整个人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 吊锒铛的模样了 吉隆中 下摇两人 变得更加的沉默了 来自宗派界的他们不是 不知道这场战争的残酷 但是在清历之后 两人才明白 他比想象之中的 还要让人难熬 同样有改变的 还有深屠红 公孙伯等人 来自传承家族的他们 从小就听说过 家族的荣耀过往 所以他们是骄傲的 也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的 只是在清历了 残酷的战争之后 他们原本这才知道 家族荣耀过往来得势 有多么的艰难 但是 哪怕现在的情况 恶劣到了极点 他们这些在大众眼中 还只是孩子的新人 却没有一个选择逃跑 哪怕残酷的现实 让他们留下血和泪 但却始终没能 压垮掉他们的脊 随着新的进攻号角吹响 他们所有人擦拭 干眼泪之后 挺起胸膛 和身边的队友们一起 朝敌人发起了冲击 这样的阴幕 无时无刻都在上演 而除了两大战场之外 龙国国境内 四级及以下的事件 每天都在爆发 少量留守负责处理 此类事件的人员 每天都在奔波忙碌着 他们几乎就没有 能够闲暇下来的时候 同时 两大战场的后勤物资攻击 也调动着千千万万的人 总之这一次 很多人都在各自的岗位 为这一战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小宁市 九级戒壁战场之中 虽然上级战场 人类一方占据着优势地位 但下级战场 十几万征战联军 确实要面对敌人的千万大军 哪怕是排除掉 被尊者牵制的 九级强敌之后 域外侵略者大军的力量 依旧是强于人类一方的 而且这个时候 人类一方能够增援上来的战力 已经少得可怜了 这里多来一个人 就意味着 其他战线的防御力量 将会少一个人 所以 现场负责指挥的人员 几乎是将一个人 当作两人在使用 同时 大战几乎没有停歇下来的时候 但人类不是机器 在经过长时间的战斗之后 也是需要休整的 所以如何进行人员的休整 将是整个征战大军 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 并且这个问题 若是处理不好的话 很可能将会导致 整个下级战场的崩盘 届时哪怕有 13位尊者在 恐怕也难以挽回 任务失败的局面 因此 在经过认真决策之后 同样战斗在一线的指挥层 对于三分之一的战斗人员 下达了向后 撤离休整的命令 剩下那三分之二的战斗人员 则继续战斗 每个批次的人员 会有一个小时的休整时间 如此轮换下去 既能保证所有战斗人员 能够得到休整 也能在最小程度上 留下勉强足以抵御 敌人进攻的战斗力量 在千万敌军面前 想要实现这一规划 确实有些难度 不过 到底还是完成了 沉默并未在第一批 休整的人员中 所以他需要负责掩护 身边的人员进行撤离 火力全开的他 俨然成为了这一小片区域中 最猛的人 而在掩护撤离人员离开之后 沉默所需要面对的压力 也是增加了不少 源源不断的巨兽 朝着他奔涌而来 但沉默却是悍然坚守着防线 不放过任何一头巨兽 这模样 大有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之势 只是沉默一个人虽强 但其他的人 可没有他这样的实力 所以 在三分之一的战斗人员 撤离下去之后的最开始阶段 整条防线 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崩塌 不过好在 经过一番激战之后 最终还是修补了回来 之后 人类一方和域外侵略者大军 围绕这条防线 开始来回拉扯 在这一来一回的拉扯之中 时间也是缓慢地流逝着 在这期间 外界也是对于 小宁市贝伦区的 封锁众说纷纭 因为整个贝伦区 虽然被封锁了 但每天都有大量的运输队伍 进进出出 据有心人的统计 这些运输对运输的物资 换成钱的话 将以异为单位 虽然从外面看 贝伦区一片相和 但如此之多的物资运输进去 里面必然发生了 很重要的事情 于是 有不少人冒险 通过各种途径 试图摸进贝伦区 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成功 随着四天时间过去 两大战场之上 人类一方已是损失惨重 尤其是一线关的队伍 几乎全部被打残 有生战斗力量 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 如此清醒之下 中枢下达了撤离命令 所有下级战场的战斗人员 全部撤回到一线关中 依托一线关 与敌人展开最后的较量 与此同时 小宁市九级戒壁通道之中 在97位九阶强者 以及两位尊者的 通力协作之下 戒壁通道的修补工作 也是来到了最后的关头 成败 也就在此一举了 到了这一步 七个被死死拖住的 域外尊者新知 已经无力回天 但他们仍旧 对下级战场的大军 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以自杀式的攻击方式 对剩下不足十万的 征战大军发起冲击 他们打算以这种方式 逼迫人类一方的尊者 不得不再分出更多的力量 插手下级战场 如此一来 他们就可以趁机逃离这里 否则 若是苦撑到最后的话 人类尊者 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于是乎 面对域外侵略者大军 自杀式的冲击 人类一方的尊者 不得不强行进行干预 也就在这个空隙 一个域外尊者抓住机会 以卖队友的方式 突出重围 在他逃离出戒壁通道之后 人类一方的尊者联手 成功斩杀了三个域外尊者 而剩下的三个 则是被他们趁机跑掉了 趁着对方新的尊者 还未赶来之际 腾出手来的尊者 加入到修补戒壁通道的队伍中 最终 他们完成了 对戒壁通道的修补 随着宽阔的戒壁通道入口 开始缓缓闭合 13位尊者 以及97位九阶强者 加入战斗 没有丝毫波澜 已经崩散的域外侵略者大军 被轻松解决 随后 大撤军开始 根本来不及收敛 牺牲战友的尸身 所有还活着的人员 开始撤离 短短15分钟 在13位尊者的协助之下 所有人员 全部撤离出了戒壁通道 而后 被修不好的戒壁通道入口 开始泛起连衣 然后完成了闭合 又是一闪之后 便完全消失不见了 至此 任务顺利完成 第78章 复出 活着 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这是每一个 在经历了戒壁通道中的 连日血战之后 还能喘着气归来的 战斗人员的心声 只是在庆幸自己 还能活着之后 他们心中又不免 充满了无限的悲伤 要知道 这一战刚开始的时候 整个征战大军的人数 超过了20余万人 再加上后期 从各地挤牙膏时的调集 增援上来的战斗人员 龙国在这一战投入的总人数 超过了26万 但仅仅只是过了4天 这个人数就锐减到了 不足10万人 并且 这剩下的不到10万的 战斗人员中 身体还算健全的人员 不足三分之一 可以说 这一战让龙国特殊领域界 真正的伤筋动骨了 想要恢复元气 没点时间 显然难以办到 不过 索性 在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之后 龙国成功完成了 修补关闭九级戒壁通道的任务 否则一旦等到 他彻底稳固之后 那么龙国所要付出的牺牲将会更多 同时 这一战的战果 是极其丰硕的 超过10位域外尊者被斩杀 覆灭的域外侵略者大军 超过百万之数 总之 这一战对于龙国来说 意义十分重大 小宁市 被轮去的码头上 所有撤离回来的人员 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之下 登上了开往全国各地疗养院的大坝 整个过程 一直持续了7个多小时 随后 负责清理现场痕迹的工作人员登场 整个贝伦区的码头 便恢复到了往日的模样 紧接着 贝伦区的封锁便解除了 直到事件结束 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依旧不知道 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更不知道 有超过数十万英魂 被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而在小宁市这里的九级界 避通道被关闭之后 一线关战场之中 13位域外尊者 见九攻不下 便直接下达了撤离任务 因为随着人类一方 被另一处战场拖住的 13位尊者腾出手来 人类尊者也可以在一线关这里 进行尊者级的车轮战了 但那对于域外尊者们来说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哪怕他们各自手底下的大军 在攻城的过程中损失惨重 但只要他们这些尊者还在 百万大军抬手间 便可重新聚集起来 而随着这些域外尊者们的撤离 一线关战场 终于得以消停了下来 这一次 一线关战场的损失 无比巨大 雄伟的一线关聚成 都被打塌了两个脚 双方的战斗人员围绕着两个脚 展开了来回争夺 如果不是因为小宁市战场 龙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的话 只怕一线关的陷落 是必然的事情 但凡事没有如果 究其根底 这一次大战龙国能够挺过来 完全是一个个的英雄们 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随着大战的结束 一线关也是在进行着伤员救治 经历了这一战 T01分校来到这里的学员 全都变得成熟了起来 只是他们虽然跟着队伍 坚守到了最后 但他们的队友 却是回不来了 公孙伯的队友前妃和嘉玲 和他从小一起玩到大 几人的友情 可以说是相当的深厚 可在最后的一战中 公孙伯却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两个 被域外巨兽 撕得支离破碎 那一刻 公孙伯无比痛恨自己的 无能为力 神徒红这边 李忠为救他 也是牺牲了自己 赵松松也为了救夏瑶 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刀 至今都还在昏迷之中 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 而这似乎也印证了那句老话 心力路程的成长 往往都会伴随着刻骨铭心的痛 战后清点 一线关原本防守战斗人员 有十一万 等到大战全面结束之后 只剩下了五万不到 牺牲极其惨重啊 随后 受伤人员被送出的一线关 所有还能动弹人员 继续留在一线关中防守 直到接手防卫任务的人员到来 沉默跟着疗养队伍 离开贝伦区码头之后 在小宁市的一家疗养院待了三天 他在战斗中 虽然并未受到致命伤 但浑身上下 却是遍布累累伤痕 在疗养院待了三天后 沉默和同样未受到重大伤势的乌子月 接到了新的任务 前往一线关 参与防守 两人接到任务的当天 便直接出发了 来到一线关 沉默见到了吉隆中和夏瑶 然后他得知了赵松松受伤昏迷 至今都还未醒过来的消息 在一线关完成报道之后 沉默来到了天门城中 在天门城的医护区 他看到了躺在病床的赵松松 在病床边 沉默呆呆地坐了一个多小时 说实话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赵松松这狗东西 如此老实的样子 只是 怎么看怎么不习惯呢 狗东西 赶紧起来啊 我又领先你一步了 我欠你一顿饭呢 你不要了吗 在看望了赵松松之后 沉默带着沉重的心情 回到了一线关 医生说赵松松的伤势 伤及到了心脏 想要恢复过来 或许只有以尊者们的力量 才能办到 只是一般的人 拿请的动尊者出手啊 如今一线关中留守的那位尊者 沉默根本不认识 别说请他救治赵松松了 想见到他都很难 而牛大爷在小宁市战役结束之后 就和师父 师祖等人原地消失 压根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所以 沉默只能等着了 实在是恼火啊 若自己有着尊者及实力的话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一线关的防守任务 其实简单 日常的巡逻 以及参加一些的局部小战即可 这对于有着四阶觉醒者 实力的沉默来说 简直轻轻松松 同时也因为这样 他被提为了中队长 手底下有着十支小队 对于已经是四阶觉醒者沉默 几龙中他们 简直就跟见了鬼一样 实在是沉默提升实力的速度 快得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毕竟在这次大战爆发之前 也就是刚要暑假的时候 沉默才三阶觉醒者而已 而今距离大战结束 才过去了半个月不到 结果半个月不到的时间 沉默就又提升了一阶 而他们这些人 在经历了大战之后 虽然实力略微有些提升 但是沉默这种 做火箭一样的提升速度比起来 简直不要太慢 我低个神呐 劈死这个狗东西吧 真的太特么欺负人了 这大概是吉隆中 他们得知了沉默如今的等阶之后 每一人心中最真实的想法 第79章 六阶觉醒者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只是转眼间 距离大战结束 就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此时 一线关城墙上塌陷的两个脚 已经被修补完好了 原本整片战场之上 堆积如山的尸骸 经过DNA技术分辨之后 也处理好了 能够收敛回来的阴烈尸骨 全部被送回了国内 而那些域外巨兽的尸骸 则是就地焚烧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沉默带领着手底下的十支小队 不断地经历着各种小型局部战役 在一次次的战斗中 十支小队的成员 对沉默的看法 有了极大的改观 从最开始的时候 认为他通过关系 来杜金的鄙视 在后面 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敬服 而这一切的改变 都来源于沉默的强悍表现 刚接手着十支小队的时候 他便以四阶觉醒者的实力 连挑十位 同样是四阶觉醒者小队中 之后更是在一次次战斗中 沉默以强悍的力量 和灵活的指挥策略 带领十支小队的成员 全部活着回到一线关 这就直接导致沉默的威信力暴增 使得成员对他越发的心越诚服 在此期间 沉默只要有空 就会去看望赵松松 虽然在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下 让赵松松的情况 并未得到恶化 但是他一天没有苏醒过来 便意味着他一天没有脱离危险 心中想着赵松松的事情 让沉默对于力量 变得越发的渴望 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短短一个月 经历一次次的激战之后 沉默再次完成了一次 生命层级的进化 进阶成为了一名五阶觉醒者 而同一时间 乌紫月也是进阶 到了四阶觉醒者 两人在一线关中 被誉为龙国新一代双节 之后的日子 每天都是巡逻 激战 一成不变的日子 对于人来说 是很大的考验 好在以沉默的性格来说 倒是很适应这样的生活 在沉默之中 沉默默默强大着自身 很快 又是一个月过去 T大这边 即将迎来开学 沉默他们这些T大学员 接到了撤离的命令 也就在同一天 牛大爷他们 来到了一线关中 在师祖二缺道人的出手之下 赵松松受损的心脏 被恢复了过来 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的他 终于苏醒了过来 随后 众人一起回到了学校 回到学校之后 沉默还未安定下来 师父云阳子 以及王破军 就找他谈了一次话 由于之前的那场大战 使得整个龙国的特殊领域界 损失惨重 所以 中书派出专人 前往了宗派界 洽谈合作事宜 整个过程很顺利 只是最后产生了一点分歧 中书的意思 扩大T大的招生规模 宗派界各个宗派界 派遣人员进入T大执教 对于这个方案 宗派界的一些人 自然是不太愿意的 他们的意见是 彻底放开 对宗派界招收弟子的限制 两方人员围绕这个问题 展开了多次商讨 可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但这个问题 是拖不得的 龙国特殊领域界 急需新的力量补充进来 所以 最后在宗派界五位尊者 以及丑牛尊者为首的五大尊者 共同见证之下 双方决定采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决定最终的方案 那就是打一架 老一辈的人实力强 真要打出了火器 很难劝架 所以决定 让年轻一辈的人来打 哪怕打出了火器 到时候也好解决 各家各派 派出年轻一代 实力最强之人 只要年龄不超过25岁 就符合条件 谁家的年轻一代 站到了最后 那就听谁的 听完王破军的话后 沉默眉头微皱道 这是准备让我去吗 王破军文言 点了点头 没错 纵观整个T大的所有学生 无论是资质天赋 还是实力 你都是最强 所以T大这边的出战人员 非你莫属 鉴于以往王破军 不太靠谱的表现 沉默着实不太相信他 于是他看向了师父云阳子 云阳子见沉默 向自己寻求意见 微微一笑道 为师认为 可以一世 宗派界传承已久 殷豪辈出 徒儿你若是与他们 年轻一代的顶尖人物交手 必然能有所收获 不过 你师祖他老人家也放话了 你若不愿意去 谁也不能强求 说着 云阳子瞪了王破军一眼 他这个当师父 都还没放话呢 你个不靠谱的师叔 在这儿瞎起什么哄啊 被云阳子瞪了一眼 王破军的气势 顿时就弱了几分 看着王破军 委屈巴巴的样子 沉默强忍着 没笑出声来 不过听云阳子话里的意思 是建议沉默去试试的 而且 沉默也确实想见识一下 宗派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于是 他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见沉默答应了 王破军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下子 大概率是稳了 在沉默接下这件事情之后 云阳子开始给沉默开启了小灶 毕竟是自己的弟子 哪怕这一次 是站在宗派界的队里面的 那也不能输了呀 于是乎 在云阳子的小灶加持之下 等劫虽然提升上来了 但底蕴却没有得到太多增长的沉默 开始了充实自己的过程 里面涵盖的东西 包括灵灯战绩的多种运用方式 灵灯的活用等等 总之 在超强领悟力的加持之下 沉默的底蕴 得到了飞速增长 加之学校对沉默开放了以前 只有校领导层 才能承受使用的 顶级灵气修炼士 沉默的实力 也有了飞速的进展 于是 在近二十年以来 龙国特殊领域界的第一个 年龄不到二十岁的 六阶觉醒者诞生了 而实力达到了六阶 便可以称之为 强者之列 同时还具备 有可以遇空飞行的能力 从这一刻开始 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等待着沉默 云阳子作为沉默的师父 心中自然是无比的欣慰 接受了沉默的认真拜理之后 云阳子将二缺道人 早已交给他的五行龟一诀 郑重地传授给了沉默 也从那一刻开始 五行龟一诀 新一代的道统传人 便落定了 得到了五行龟一诀之后 沉默直接在 顶级灵气修炼士中 尝试修炼了起来 当他整篇灵能诀看完 按照自己的理解 开始第一次尝试的时候 沉默的生命重上 那在五颗小牙萌发之后 未被发现的牙包 在这一刻 竟是有了动静 第八十章 一牙 在刚开始的时候 正投入地修炼着 五行龟一诀的沉默 并未察觉到 自己生命中的异动 但随着他不断地 将五行龟一诀 一点点地往前运转之后 生命中产生的异动 终于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可是当沉默停下 五行龟一诀的运转 仔细感受生命中的时候 那种异动 却又是莫名地消失了 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再一次开始 运转起了五行龟一诀 于是后 那种异动 果然再次出现 抓住这个机会 沉默开始感知 异动产生的源头 最终 他定位到了生命重上 那很不起眼的 细小凸起之上 这个细小的凸起 看起来就跟一个牙包似的 可是 沉默的生命中 明明已经完成了萌芽 怎么可能 还会有没萌芽的牙包呢 看着这个牙包 沉默的心中 有了很多猜测 同时他又想到 自己是因为运转 五行龟一诀的时候 才使得这个牙包产生异动 那么想要知道 这个牙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许只有等到 他将五行龟一诀 完整运行一周天之后才行 为了尽快弄清楚 这件事情的缘由 沉默也是说干就干 于是他不再理会 牙包产生的异动 认真的尝试了起来 而沉默的领悟能力 不愧是变态级别的 短短两天时间 他便成功将五行龟一诀 完整运行一周天 这也就意味着 他入门了 随着沉默将五行龟一诀 成功入门 他也是急忙感知到了 生命重上的牙包 这一感知 沉默很是失望 因为那牙包 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变化 难道是我猜错了 沉默不禁暗自想到 可是牙包之所以会产生异动 确实是因为 他运转五行龟一诀 而引起的 那么问题 到底出在了哪里 沉默思来想去 也想不清楚个由头来 最终 他放弃思考了 实在是这个问题 想得他头疼 等到沉默从顶级灵器修炼室出来 云阳子忙问道 徒儿 修炼得如何了 虽然知道答案 但云阳子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听到云阳子的话 沉默笑着回道 搞定了 得到了沉默的确认 云阳子也是跟着笑了起来 这下子 他们这一脉的道统传人 终于是定下来了 看得出来 云阳子很高兴 于是沉默问道 师父 我有个问题 云阳子闻言 是以沉默 但讲无妨 只见沉默斟酌了一番用词之后 直接问道 生命中在完成萌芽之后 会不会还存在 有没有萌芽的芽包啊 听到沉默的问题 云阳子想了想 解释道 正常情况来说 是不会存在的 生命中萌芽的条件 首先需要完成灵气的积累 一旦灵气积攒足够 不管你有几颗小芽 它们都将会同时萌发出来 云阳子说着 看了沉默一眼 沉默见状 点了点头 确实 他的五颗小芽 当时就是一起萌发出来的 紧接着 云阳子又说道 而你说的这种特殊情况 也不是不存在 据传在很久以前 就有人的生命 种在完成萌芽之后 又在特殊情况下 萌发了一颗小芽出来 这类芽 被称之为一芽 一芽萌发需要的不是灵气 而是某些特殊的能量 说到这里 云阳子不禁问沉默说道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于是 沉默自己碰到的情况 说了出来 什么 云阳子听完后 可谓是一脸震惊 已经拥有五颗芽的沉默 生命重上 居然还有一颗 尚未萌发的一芽 这种情况 实在是前所未见啊 如果沉默能够将这颗一芽 也萌发出来的话 那么他所掌握的力量 岂不是将会达到六种 一个人掌握六种不同的力量 在整个宗派界的历史上 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啊 同时 云阳子更是抓住了沉默话里的重点 沉默之所以会感知到一芽的存在 是他在尝试运转五行归一绝的时候 虽然最后 当沉默完整运行五行归一绝之后 一芽并未产生变化 但是这两者之间 必然是有关联的 云阳子到底是老江湖 脑中很快进行了一番细细的琢磨 或许 沉默的一芽 之所以会产生异动 五行归一绝 而是因为 他在运转五行归一绝的时候 产生的些许特殊能量 如此一来 或许才能解释得通 听到云阳子的话 沉默可谓是毛色顿开 是啊 他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既然是生命中上的牙包 那么想要他萌芽 必然就需要足够的能量才行 于是 沉默对着云阳子拍了一通马屁 被拍得心里暖洋洋的云阳子 连忙让沉默赶紧去尝试一下 毕竟 哪怕是在宗派界 异牙也是超级罕见的 所以他很想知道 沉默的这颗异牙 到底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力量 而且 加上这颗异牙之后 沉默掌握的力量 就达到了六种 那么 一旦等他真正成长起来 他掌握的力量 将会有多么强大 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云阳子的催促之下 沉默重新回到了 顶级灵器修炼室中 只见他盘坐在坐垫上 深吸了一口气后 便开始运转起了五行归一绝 而随着五行归一绝的运转 五行归一的能量开始呈现 在细细感知之下 沉默发现这些能量 竟是全都被生命中给吸收了 在这个过程中 那颗牙包又开始产生了异动 感知到这种情况后 沉默心中大喜 师父说的果然没错 只是 想要让这颗牙包萌牙 那他所需的能量 必然不会少 所以 短时间内想要看到他萌牙 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 沉默又持续运转了一个小时 在发现牙包的异动越发的强烈之后 他也是果断地停了下来 不是沉默 不想尽早完成他的萌牙 而是云阳子 还在外面等他的消息呢 退出状态之后 沉默走出去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云阳子 云阳子听完 点了点头 并说道 那就慢慢来吧 为师也正好回宗派界一趟 再去查查有关一牙的资料 等你去到宗派界的时候 为师再与你会合 云阳子说完 就急匆匆地走了 毕竟他所知道的 有关一牙的情况 仅限于曾有人拥有过 其他的情况 他是一概不知 带到云阳子走后 沉默也是难得地 走出了修炼区的大楼 得知他出关的赵松松 急急忙忙地找了过来 一见面 赵松松就笑嘻嘻地说道 老莫啊 咱也是三阶觉醒者了 第81章 前往宗派界 看到赵松松这么高兴的样子 沉默实在是不好意思出言打击他 于是他直接说道 恭喜你啊 见沉默一副假的不行的样子 赵松松也不在意 毕竟沉默现在可是五阶觉醒者 足够领先了他两个大阶的实力 他这个三阶觉醒者 确实不太够看 只是不知道 沉默这个狗东西 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二十岁不到 就已经五阶了 如今和下遥关系亲密的他 可是知道了不少 有关宗派界的事情 哪怕是在天交辈出的宗派界 也极少有人能在沉默这样的年龄 拥有他现在这样的实力 而有这样一个朋友在 那说出去 可伯儿有面子的 随即 沉默跟着赵松松 来到了学校餐厅 见到两人到来 下遥率先迎了上来 看到赵松松和下遥的亲密举动 沉默哪还不明白 这两个人已经走到一起了呢 笑呵呵地看了一眼下遥后 沉默竖起大拇指 对赵松松说道 厉害啊 赵松松文言 一脸得意地说道 那可不 也不看我赵松松是谁 赵松松的老毛病 果然又犯了 不过现在 有治他的人了 只见下遥的手 悄悄放在他的腰间 然后微微一用力 赵松松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沉默见状 也是强忍笑意 等到三人坐下之后 乌紫月莫名地看了沉默一眼 沉默知道 自己进阶的消息 果然又被他知道了 不过 两人都没有声张 在一起用过餐后 吉隆中看向沉默说道 沉默 你现在在宗派界 可是名人了 沉默不太明白 吉隆中的意思 于是 吉隆中将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沉默听完后 只觉得脑阔疼 原来是王破军说的那件事情 在沉默答应出战之后 名单就被报了上去 然后宗派界那边 也就知道了 他这个人 这一次 虽说是各家都会派出一个人来应战 但从各自的归属问题上来说 沉默代表的是T大 而各派的人手 代表的则是宗派界 也就说沉默将独挑整个宗派界年轻一代的最强精英 一代人 那覆盖的可是30年 虽然这一次将年龄上限定在了25岁 但这对于年龄还未满20岁的沉默来说 无疑是非常吃亏的 不过 既然王破军选择让沉默代表T大出战 那么必然就有他的考虑 所以宗派界那边 都在想方设法地打探有关沉默的消息 而宗派界的年轻一代 也都在热议着这件事情 可以说 沉默虽然从未去过宗派界 但他现在在宗派界的名气 比至乌紫月都还要大 据吉隆中和夏瑶所说 两人在宗派界的一些好友都联系过他们 至于目的吗 无外乎就是为了打探有关沉默的各种消息 而这也是沉默觉得脑阔痛的原因所在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赵松松 则是拍着沉默的肩膀说道 老莫 不要怂 直接上就完了 以你的实力来说 用得着怕他们吗 听到赵松松的话 沉默很是无语 吉隆中则是面色凝重地说道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在宗派界 还是真正的妖孽及精英存在的 通过吉隆中之口 沉默知道了 如今宗派界年轻一代中的五大天骄 五大天骄都是妖孽及资质 从小便开始接受最高规格的培养序列 他们如今的实力 全都是五阶后期 距离六阶 仅有一步之遥 而且 他们五人中 年龄最大的 也不过才27岁 同时 五大天骄中年龄 没有超过25岁的 有三个 也就是说 这三个人 必然会和沉默展开较量 听完吉隆中的情报后 沉默心中算是有了一个底 那能够出战的三大天骄 能够在25岁之前 就达到五阶后期的实力 确实不凡 加之他们都接受着各自门派最好的培养 一身战力必然不俗 只是 他们一天没有迈入六阶 在面对上沉默的时候 如果没有什么惊人本领 那么 他们就只有挨打的范儿 毕竟六阶强者 可不是白叫的 哪怕沉默只是一个出入六阶的新人而已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沉默还是决定 要好好巩固一下自身实力的 阴沟帆船这种事情 绝不允许发生 趁着前往宗派界之前的时间 沉默开始了新一轮的苦修 转眼间 便是七天时间过去 在前往宗派界的前一天晚上 沉默走出了灵气修炼室 这一次苦修 沉默的实力虽然有所提升 但并未提断 主要是因为他将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在了熟练五行归一绝之上 沉默现在已经熟练掌握了 五行归一绝的运行 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了 重上的那颗牙包萌牙的时间将大大提前 同时 在熟练掌握了五行归一绝之后 沉默的真实战力有了质的飞跃 毕竟和五行归一绝比起来 五行灵能绝 只能算是过度使用的精简版本 两者所能给沉默带来的力量提升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今沉默的真实战力 至少在原来的基础上 翻了数倍不止 哪怕是对上六阶后期 甚至七阶初期的强者 他也具备了与之一战的能力 时间来到第二天 沉默早早地起了床 然而 赵松松起得比他还要早 因为这一次前往宗派界的人 除了沉默之外 十五所替大分校 都将会派出数支队伍 去进行交流 赵松松就在T01分校派出的队伍中 而除了他之外 加上带队的导师 以及其他的学生 足足有一百多号人 在等到人员都集合完毕之后 队伍便出发了 很久以前 宗派界的定义很广 但随着末法时代的来临 使得宗派界不断地收缩着力量 这就使得如今的宗派界 仅仅是指宗派界所处的伏地 龙国的伏地 共有72个 每个伏地所处的位置虽然不同 但内部广袤的空间 却是连接在一起的 如今 龙国几乎所有的宗派 都是立足于此片空间之中 而T01队伍 就将从距离大京市 最近的一个伏地入口 进入宗派界 整个行程 也就三个小时左右 在宗派界人士的带领下 陈墨他们集体通过了伏地的入口 而所谓的入口 就是一个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的山洞而已 进入山洞朝前走不了多久 视野便顿时豁然开朗了起来 同行带队的宗派界人士 也是不禁说道 各位 欢迎来到宗派界 第82章 生命远金 虽然在来之前 陈墨已经通过乌子月了解到 宗派界和外界的联系 其实从未断过 他们的发展 和外界并无太大差异 只是在真正进入宗派界之后 他难免还是有些失望 那种穿着古老服饰的宗派界人士 一个都没看到 至于什么背刀跨剑 更是压根就没有 前来迎接陈墨他们的人 一身穿着打扮 和外界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双方人员一番和睦地洽谈 紧接着队伍便步行出发了 在翻过一个山口之后 一座巨城便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据戴队人介绍 这座城叫做百卫城 它的作用 类似于一个中转站 在每一个伏地入口 都有一座这样的城 随即 众人便进入了百卫城 城中人很多 来来往往 好不热闹 街道两边的商贩很多 氛围就跟陈墨小时候 在老家镇上赶场的时候一样 而交易使用的货币 可以用外界的钱兑换 紧接着 在领队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了 位于百卫城城中心的 公共交通中心 登记了身份之后 由领队付了钱 众人便一起登上了一艘飞艇 据领队介绍 飞艇和飞机差不多 只是飞机要靠油才能飞 而飞艇则靠铃鲸才能飞 当然 从速度上来说 肯定是飞艇更快一些 由于陈墨他们一行人比较多 所以领队 是直接包了一艘飞艇 等到他们所有人 都在位置上坐好之后 飞艇便直接起飞了 果然 飞艇和飞机 确实不一样 没有发动机启动时的 震耳轰鸣 也没有升空时的颠簸 同时飞艇上 还配备有和空姐一样的服务人员 酒水饮料 饭食小吃 应有尽有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东西 味道都非常不错 并且全都是免费的 哪怕是不太贪吃的陈墨 也是吃了不少 就这样 飞艇一路往前 经过数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陈墨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 宗派界五大势力之一 神行教的所在地 陈墨他们一行人刚下飞艇 便有一群人迎了上来 为首之人 乃是神行教少主乌展飞 同时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乌紫月的父亲 乌展飞与T零妖分校 此次带队的黄云老太太 一番寒暄之后 便领着众人 来到了休息的地方 接着 黄云老太太等一众带队的人 便跟着乌展飞不知去了哪里 直接将现场留给了年轻人们 而来到神行教 作为东道主的乌紫月 自然不会闲着 几龙中 夏瑶等人 也是充当起了领队 在他们的带领下 陈墨他们 参观了神行教的不少地方 连宫法阁这种地方 因为有乌紫月在 众人都可以进去参观一番 当然 仅限于第一层 等到稍晚些的时候 众人回到了住处 吃过晚饭之后 黄云老太太他们 这才回来了 陈墨他们 也这才知道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行程安排 从今天开始的三天时间 所有人都可以放松 感受一下宗派界的人文地理 三天过后 各方人马到齐 首先是个派 以及替大个分校带来的年轻人 进行切磋交流赛 虽然是简单的切磋交流 但也是有踩头的 凡是参加切磋交流赛的年轻人 只要能进前50名 就有奖励 而且据说奖励是丰厚的 毕竟这些奖励的物资 是由宗派界五大势力 以及替大背后的龙国中书 拿出来的 不过想要拿到这份奖励 没点真本事 可是办不到的 当然 切磋交流赛 只是开胃菜 真正的重头戏 还在后面 也就是各派的精英 和陈墨的对决 因为这次对决事关重大 所以到时候 会有很多巅峰强者到场 等到这个对决结束之后 众人也就可以回学校了 之后的两天 黄云老太太 他们这些领队 都是在各处访友 不过陈墨却是知道 他们除了访友之外 都是带着任务 比如挖个人什么的 同行来的不少同学 跟着宗派界的同学 到处游玩 赵松松跟着夏瑶 去了一趟他的家 两人回来的时候 显得很是开心 夏瑶的父母 并不反对两人在一起 所以 两人变得更腻歪了 吉隆中 陪他女朋友去了 陈墨也这才知道 三人里面合着 现在就他一个人是单身狗 不过陈墨并不在意这种事情 正所谓 心中无女人 拔刀自然神 他现在要做的 是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说起来 陈墨参加过的大规模战役 也是有两次了 每一次 他都会因为自身实力不够 而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之感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他强迫自己 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修炼之中 这也是陈墨能够如此之快 就迈入强者之列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大多数人 都外出去参观游玩的时候 陈墨一个人留在了住处 因为这里有专门的修炼室 虽然灵气浓度 不如替大的顶级灵气修炼室 但和中等灵气修炼室比起来 却是差不多的 而当陈墨在修炼室中苦修的时候 回到神星教的吴紫月 也是在他母亲身边 被劳到了两天 两天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宗派界各方势力的队伍 已经齐聚神行教 替大十五所分校的学员 也全都到位了 紧接着 切磋交流赛就正式打响了 切磋交流赛为淘汰赛赛制 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仅限一阶觉醒者参与 第二个层次 仅限二阶 第三个层次 仅限三阶 第四个层次 仅限四阶 至于第五个层次 则是只要四阶以下 就都可以参与 层次越高 打进前五时候 获得的奖励便越多 赵松松气势汹汹地 报了第三 第五层次的比赛 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 广撒网才能捞到大鱼 对于赵松松的话 吉隆中便是非常认可 而吴紫月是四阶觉醒者 本身实力又很强悍 因此 自然是报了第四 第五层次的比赛 不过其他人 则只是报了和自己 等阶相对应的层次 至于沉默 公开的信息显示 他已经是五阶觉醒者实力 所以他自然和这次的切磋交流赛 无缘了 与此同时 先行回到宗派界的云阳子 也是找到了沉默 他这一次回师门 并未找到多少有关一牙的资料 但是他却给沉默 带来了一个好东西 那就是 只有实力达到尊者级的强者 才能提炼的生命元经 这玩意儿 哪怕是对于尊者来说 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第八十三章 真正的浩劫 看着手中这块 只有指甲盖大小 呈无色透明状的晶体 并不知晓 生命元经重要性的沉默 不禁疑惑地看向了云阳子 师父 这个东西是什么 云阳子让沉默好生拿好后 解释道 它叫生命元经 在解释生命元经之前 云阳子首先告诉了沉默一件事情 生灵的生命层次进化 九阶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顶点了 这个时候的生灵 虽然各方面的素质 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但从本质上来说 依旧是属于肉体繁胎 所以 生灵在抵达九阶之后 下一步需要做的 就是让自己超凡脱俗 只有实现超凡脱俗之后 才能真正意义上地 改变自己的生命层次 这类生灵 被冠以尊者之名 只是对于绝大多数生灵来说 想要迈出这一步 却是极其艰难 之所以会这样 则是因为 生命种等阶的限制 只有等阶达到七阶的生命种 才有底蕴支撑生灵 完成这一蜕变的可能 等阶越高 完成蜕变的可能性便越大 这也是为什么 当云阳子他们得知 沉默的生命种等阶达到了九阶的时候 那么激动的原因 因为这意味着 沉默将来抵达九阶之后 完成那一步 蜕变的可能性将会非常的大 在听完云阳子的话 沉默顿时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待到沉默将这些讯息吸收了之后 云阳子继续说道 而生命种等阶 并不是无法改变的 通过吸收生命元经 就可以在后天来实现生命种等阶的提升 不过 生命元经的提炼 只有尊者才能办到 听到这话 沉默的眼睛瞪得贼大 他连忙看了一眼手中的生命元经 确认还在手中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乖乖 这小玩意儿 居然能够提升生命种等阶 而生命种等阶的高低 关系到生灵将来能否成为尊者 更为关键的是 还只能是尊者才能提炼 这样一来 这小玩意儿的价值 可想而知有多高了 要是能拿去卖的话 估计能卖不少钱吧 当然 沉默也就是这样想想 在得知了生命元经的珍贵性后 沉默连忙看向云阳子说道 师父 这东西 还是您老留着自己用吧 等师父将来成了尊者 好给徒儿撑腰啊 而且 徒儿的生命种等阶 已经是九阶了 再用这东西 那不是纯纯浪费吗 听到沉默的话 云阳子笑道 为师的情况 为师自己知道 何况这么一小块生命元经 对为师来说 起到的作用也不大 对此 沉默才不相信呢 一小块虽然起到的作用不大 但日积月累下来呢 见沉默还要坚持 云阳子则是说道 为师自有为师的打算 你现在不用太过操心 而且是谁告诉你 九阶生命种 无法再往上提升了 沉默闻言 顿时一乐 这不是 他刚进入特殊领域界的时候 学到的常识性问题吗 生命种 共分九个等阶 等等 突然 沉默眉头一皱 他记得 当时学到的常识性知识里面 有关生灵的生命层次进化 也是分为九个等阶的 但是后来沉默却了解到 九阶觉醒者之上 还有实力更为强大的存在 那么同理而言 九阶生命种之上 难道也有更高的等阶存在 细细一想 似乎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沉默急忙看向云阳子 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云阳子健壮 开口说道 没错 世间的所有生灵 与生俱来的生命种等阶 最高只有九阶 但据传 其实还有更高的十阶存在 生灵想要在尊者级实现突破 就需要生命种达到十阶才行 沉默听人说话 从来都是会抓重点的 与生俱来 更高的十阶 尊者实现突破 这三句话 很是关键 抓住了重点 理解起来就很简单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沉默却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只见他急忙看向云阳子问道 师父 您知道生命元经是怎么提炼的吗 听到沉默的话 云阳子点了点头 和聪明人说话 就是简单 随即 只听云阳子说道 想要提炼生命元经 就需要大量的生命元气 但生命元气 只有生命种之中才有 生灵死亡之后 生命种便会跟着死亡 其中的少量生命元气 就将随之散移到了天地之间 云阳子的话 让沉默为之一正 这看似纯净无瑕的生命元经 背后竟是一条条生命 见沉默在发愣 云阳子则是说道 不过 哪怕是蓝星之上的所有生命 全都灭绝 所积攒起来的生命元气 也不足以支撑一个 九阶生命种达到十阶 听到这话 沉默脑子有些乱了 而云阳子 在布置了一道屏障之后 则是一脸认真的说道 所以 这就是域外侵略者 想要闯入蓝星的原因 他们想要积攒足够的生命元气 来实现生命种的境界 沉默文言 不解地说道 可您不是说 哪怕整个蓝星的所有生命都灭绝 也积攒不够吗 听到沉默这略显傻气的话 云阳子不禁说道 你这孩子 怎么这个时候犯起糊涂来了 宇宙何其之大 除了我们蓝星有生命存在之外 其他星球 难道就没有生命存在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这些域外侵略者 又是怎么来的 你说一个蓝星不够 可十个 百个 千个呢 听到这里 沉默终于理通了思路 前后总结概括 简单来说就是 有一些尊者级的生灵 想要迈出尊者级的稚骨 但是受到世间 生灵与生俱来的生命种等级限制 为了打破这一限制 他们需要足够多的生命元气 但生命元气这玩意儿 哪怕是收拾光他们 整个星球上的生灵都不够 所以 他们干脆将目光 放到了宇宙中 其他的生命星球上 而蓝星狠不走运 成了被挑中的目标之一 简而言之 这是一场宇宙中所有生灵 都在面临的浩劫 第84章 一牙的萌发 在知晓了这些隐秘之后 沉默的心中顿时 只觉得沉甸甸的 原来人类所要面临的真实情况 远比他原本设想的还要凶险 正所谓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 除非人类彻底将发动 这场浩劫的 域外侵略者们全部击败 否则他们要灭亡人类的心思 是绝不会打消的 然而 从九九事件爆发 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 人类仅仅是抵御 域外侵略者们的入侵 就已经很是艰难了 想要彻底击败对方 那难度简直了 难 实在是太难了 云阳子见沉默 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不由地宽慰他道 徒儿 你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就算天塌下来了 还有你师祖 他们这些尊者顶着呢 但以沉默性格 从来都是走一步看百步 若是如今天塌下来了 确实是有师祖 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尊者顶着 可到了将来呢 尊者及强者 虽然本质上 已经超凡脱俗了 但是以沉默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他们也并不是打不死的 毕竟仅仅是 小宁世界壁通道中的那一战 域外尊者一方 就被弄死了两手之术 所以 哪怕是尊者及强者 也并不是无敌的 哪怕实力再强 也会有陨落的风险 同理 人类一方也是这样的 如果将来师祖 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尊者出了意外 全都没了 那么到时候 又该由谁来顶这片天呢 若是到时候有那个实力 沉默其实并不介意站出来 首先他需要自保 其次 他也有想要保护的人 可正所谓独目难知 仅仅只靠沉默一个人 肯定是不够的 想到这个关键问题 沉默不禁看了一眼云阳子 师父他老人家 也不知道有没有指望 见沉默看着自己 云阳子不禁问道 你看着为师干嘛 沉默想了想 小声地问道 师父 弟子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 问吧 云阳子直接说道 那个 师父您老人家的实力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距离尊者 还有多远 其实 这是沉默一直都想问的问题 因为 从战力上来说 哪怕是九阶后期的觉醒者 都不一定有云阳子强大 这一点 从他在特殊领域界的地位 就可以看出 但是从等阶上来说 云阳子却依旧是属于九阶觉醒者 并未达到尊者的层次 听到沉默的问题 云阳子想了想 随即 只听他说道 这个问题 为师倒是可以告诉你 为师如今的实力 处于九阶觉醒者 跨越到尊者的中间位置 所以 哪怕是九阶后期的觉醒者 实力也不及为师强大 至于为师距离尊者有多远 简单来说 就是为师的一只酒 已经踏入尊者级的领域 但是另外的一只酒 却还未能踏入 听到这里 沉默顿时眼前一亮 乖乖 以云阳子如今的情况来说 称他为半部尊者 都不为过了 原来师父他老人家 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了 如此一来 倒是有的指望了 于是 沉默乐呵呵地 看向云阳子说道 那师父您成为尊者 岂不是抬抬脚脚的事情 云阳子文言 无奈一笑 你呀 说得倒是轻巧 你可知 你口中的抬抬脚脚的事情 已经拦住为师四十多年了 若是尊者级的领域 真要那么好进去的话 如今 我们的尊者级强者 岂不是早就烂打街了 沉默听出了云阳子话中的无奈 更听出来他的心酸 于是他连声安慰起了老人家来 云阳子的心境 很快就平复了过来 只见他看向沉默说道 为师的事情 为师心中自由考量 这块生命原经 是你师祖他老人家赠给你使用的 他虽然不能让你的生命种实现进阶 却可以促进 你那颗一牙的萌牙 还有就是你师祖他老人家特地交代了 你拥有一牙的事情 千万不要暴露出去 见云阳子说得正中 沉默点头答应了下来 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也不好再推辞 紧接着 在云阳子的指导下 沉默开始吸收手中的生命原经 整个过程并没有什么难度 其实就跟吞吐吸收灵气一样 只是和吸收灵气不同的是 生命种在吸收到生命原气之后 产生了一种躁动感 再配合上沉默同时运转的五行归一绝 生命种上的那颗一牙牙包 竟是明显变大了一些 看到生命原经 对牙包的萌发促进效果这么好 沉默直接加快了吸收速度 于是 在外面的切磋交流赛 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沉默在云阳子的庇护上 展开了对一牙牙包的攻略 而别看云阳子带来的这块生命原经 只有指甲带大小 但其中蕴含的生命原气的量却是极多 在沉默火气全开的情况下 足足吸收了两天一夜 这块生命原经 体积也仅仅只是小了一圈 而沉默的那颗一牙牙包 却是已经到了即将萌牙的关键时刻 于是 沉默乘胜追击 在第二个晚上继续苦战 当时间来到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盘坐在修炼室中的沉默 整个人直接一顿 在他的感知中 体内的生命种躁动加剧 而那颗茁壮的一牙牙包 也是缓缓萌牙了 萌牙过程和之前一样 只需要静静地等待即可 沉默也不着急 通过内视 全程关注一牙的萌牙 整整三十分钟过去 萌牙过程便结束了 一颗崭新的牙 矗立在沉默的生命种之上 和沉默之前萌发的五颗小牙不同的是 这颗一牙已经萌发出来 体型就很是粗壮 并且比支撑长过一段时间的五颗五星牙 长势都还要好 但毕竟云阳子也过说 这种牙叫一牙 所以有点特殊表现并不奇怪 而他也将赋予沉默一种全新的力量 如此一来 他掌握的力量将达到六种之多 光是想想 沉默就觉得很是激动了 他接下来要的 就是看看这一牙 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特殊力量 如果是雷霆的话 貌似就很不错 毕竟沉默也是很眼馋 赵松松用的雷霆真神的 而如果是空间 那就更好了 带着开芒和一般的激动心情 沉默开始催动 这颗刚萌发出来的一牙 伴随着他的催动 一牙紧跟着便给予了反馈 一股全新的特殊力量 在沉默的引动之下 缓缓涌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 同时他的脑海中 也自然浮现出了 关于这团力量的描述 然后 沉默整个人就直接愣住了 因为他刚获得的这种力量 貌似并不在他所知道的 特殊力量体系之中 第85章 混沌之力 干 什么鬼 这是沉默的第一想法 龙国特殊领域界的发展历史 可是极为悠久的 在这个过程中 所发现的特殊力量 全都被记录了下来 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特殊力量 足有上千种之多 因而组成了一个体系 沉默在进入T大之后 因好奇曾详细了解该体系 所以他非常的确信 自己刚获得的这种 被称之为混沌之力的特殊力量 绝对不在记录的力量体系之中的 刚开始 沉默确实有了一种见鬼的感觉 但随着他将脑海中得到的讯息消化完之后 他整个人顿时就喜笑颜开了起来 主要是因为这混沌之力 简直猛背一批啊 关于混沌之力的描述 概括起来就一句话 初始力量 万物之始 如果这种太过书本化的语言 让人很难理解的话 那么简单解释就是 混沌之力是宇宙间的初始力量 宇宙还没诞生的时候就存在了 世间万物 都是经由它演化而来的 因此沉默获得的混沌之力 可以演化出其他力量来 这样一来 混沌之力就很逆天了 只要沉默愿意 它可以演化出任何一种力量出来 这不就相当于沉默 可以使用特殊力量体系中的所有力量一样吗 当然 更为关键的是 混沌之力本身所拥有的力量 更是无比的强大 一旦沉默将它熟练掌握 其战力将再次得到值得飞跃 可以说 这一波沉默真的要笑妈了 这不纯纯原地起飞吗 当今世上 同代之人中 还有谁能是它的对手 不过 沉默显然不会那么高调 毕竟云阳子也说过 他拥有一牙的事情 不能暴露出去 尤其是这一牙给沉默带来的 居然还是如此逆天的力量 但等到将来 沉默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之后 就不用担心这些了 至于当前嘛 还是稳一点的好 在调整好心绪之后 沉默理顺了自己躁动的气息 只见他右手一握 手中的混沌之力就散去了 紧接着 他从修炼室中走了出来 一直默默地在外面 为沉默护法的云阳子 也是陡然睁开了眼睛 如何 沉默闻言 笑着说道 稳稳的 对此 云阳子并不觉得意外 于是他又问道 这颗一牙赋予了你什么样的力量 听到云阳子的话 沉默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师父 您猜猜 云阳子见状 将沉默上下打量了一番 他看得出 沉默心情极佳 那么这一牙所赋予他的力量 必然不会差 而云阳子也知道 沉默一直都挺羡慕 拥有雷霆之力的赵松松 所以 料来不差的话 有很大 可能是雷霆之力 雷霆之力 再配合上五星皈依之力 那沉默所拥有的战力 简直强得没话说 然而 当云阳子说出自己的猜测之后 沉默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不对 师父您再猜猜 全猜错了 云阳子很是诧异 不过他直接就来了兴趣 因为 如果不是雷霆之力的话 而又能让沉默如此高兴 那么 他就只能是第一梯队的 另外四种力量之一了 时间和空间 光明与黑暗 这四种力量 无论是哪一种 都是笔之雷霆之力 还要强大的存在 沉默这是真走运了 云阳子急于确认 于是将这四种力量 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然而沉默 却依旧是摇头表示不对 这下子 云阳子疑惑了 都不对 难道不在第一梯队之中 你小子 就别跟为师卖关子了 快说 到底是什么 沉默见状 也就不再卖关子了 只见他黑黑一笑 直接伸出了右手来 在云阳子的注视之下 一团雷霆之力 涌现在了他的手中 云阳子见状 美好气地看着沉默说道 你这倒霉孩子 这不是雷霆之力是什么 沉默闻言 笑着说道 师父 您老别急啊 我这还没完呢 说着 沉默又伸出了左手来 只见左手的掌心之中 竟是凝聚出了一团黑雾 对于力量感知极为敏锐的云阳子 当即就辨认出了 这团黑雾的真貌 那不正是黑暗之力吗 你这 见沉默右手雷霆之力 左手黑暗之力 云阳子这下 真的惊到了 难道沉默萌发出的一牙 不是一颗 而是两颗 但这怎么可能啊 一个人的生命中 拥有七牙 这怕不是见鬼了吧 然而沉默的表演 还未结束 只见他将两掌心中 的力量散去之后 再次凝聚出了新的力量来 这一次 右手上是光明之力 左手上则是空间之力 紧接着 两手一拍 无比罕见的时间之力 竟是涌现在沉默的手中 本就惊到的云阳子 此刻更是极度震撼 因为他能够感知得出来 沉默所展示的这三种力量 并不是模拟出来的 而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但这实在是太吓人了 因此 这前前后后 沉默一共展现了五种力量 加上沉默原本就掌握的 五种五行之力 特殊力量体系中 排在第一梯队的十种力量 就全部到齐了 这简直 哪怕以云阳子的见识 也是被惊呆了 沉默见状 也不好再玩下去了 他将手中的力量散去之后 展示出了混沌力量的本源 师父 师父 在沉默呼唤声中 云阳子这才从震惊中回过了神来 紧接着 沉默也是给他解释了一遍原委 省得他老人家 真以为他又蒙发了五颗牙 当云阳子听完沉默的解释之后 再次被惊呆了 混沌之力吗 沉默获得的 居然是一种全新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 简直强大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猛然意识到 这件事情重要性的云阳子 也是当即对沉默说道 徒儿 这件事情你千万要咽在肚子 不到关键时刻 绝对绝对不要在其他人面前 使用这种力量 再三叮嘱了沉默一遍之后 云阳子还是觉得不放心 他现在只觉得 全世界的人 都想要来谋害他的这个徒弟 于是 云阳子干脆带着沉默 连夜赶去了二缺道人那里 同时 他还通过传音密法 将牛大壮给喊过来 让他一同护法 第八十六章 四蛇尊者 牛大壮刚到的时候 明显是骂骂咧咧的 大家虽然关系好 可你也不能这么整啊 这深更半夜的 老牛也是 要休息得好吧 不过 当云阳子将有关沉默的事情 简单一说之后 牛大壮立马就不计较这些事情了 只见他看向沉默 带着一种颇为好奇的语气说道 沉小子 快表现一下 让牛大爷看看 沉默见状 当着牛大壮 和二缺道人的面 将自己新获得的混沌之力 重新展示了一遍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让沉默演化了 多种不同的力量出来 然后 这两个尊者大佬 也是被震撼到了 不仅是因为 混沌之力 可以演化其他的特殊力量 还因为混沌之力 自身的力量 比他们见识过的任何一种力量 都还要强大 这就意味着 现如今的特殊力量体系 将会被改写 第一梯队之上 将迎来一种最为强大的力量 那就是混沌之力 而拥有混沌之力的沉默 配上他自身拥有的天赋资质 那么他的成长潜力 将会有多么的强大 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虽然未来的事情 如今根本无法窥探 但可以预见的是 有他们的护航和支持 只要沉默不算太过百烂 那么他未来 迈入尊者及领域之中 必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到了那个时候 身具六牙和九届生命中 还掌握有混沌之力 以及五行皈依之力的沉默 实力或许将会强大到 极为变态的程度 届时 尊者之中 能有多少人会是他的对手 甚至是人类所面临的危局 或许也将迎刃而解 也说不定 也难怪云阳子会连夜 带着沉默来找他们呢 因为如今的沉默 已经具备了 足以让尊者及强者 都无法轻视的分量 于是 两人一牛一通合计之后 由牛大壮和二缺道人出手 他们分别在沉默身上 施加了一道特殊的印记 这印记 不会对沉默产生任何影响 但在关键时刻 却是可以经由沉默调动之后 让他打出尊者一击 两道印记 便是两道尊者一击 同时 一旦印记被动用 牛大壮和二缺道人 就能够感知到 只要沉默还在蓝星之上 他们便可以最短的时间内 赶到救场 这就相当于给沉默师 加了两个护身符一般 除此之外 二缺道人又给了沉默一些防身用 以及增加战力的好东西 而牛大壮 则是让沉默再等等 说过几天 他会给沉默 弄来一个好东西的 而经过这么一通折腾之后 天色也逐渐亮了起来 两人一牛 这才带着沉默 一起赶往了神行郊 回到住处 沉默继续保持着神秘状态 很少外出 而牛大壮 则是贼兮兮地 去弄他说的那个好东西去了 二缺道人 亲自坐镇神行郊 接待T大队伍的住处 小小之辈 根本不敢往这里窥探 至于云阳子 则是去关心他的另一个弟子去了 赵松松虽然进入三阶的时间不算长 但掌握有雷神真身 以及引雷爵等一众强大灵能战技的他 真实战力 却是极为不俗 在切磋交流赛的第三层次的比赛中 赵松松一路过关斩将 哪怕是一些来自宗派界的三阶后期觉醒者 也依旧不是他的对手 只是随着比赛来到尾声 能够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简单 于是一直关注着赵松松情况的云阳子 便果断给赵松松开起了小灶 而另一边 牛大壮离开T大队伍的住处之后 直接出了宗派界所在的福地 他一路往东 静止来到了龙国神龙架地区 进入群山中之后 牛大壮身形一顿直接消失不见了 等到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牛大壮已是来到了一座雄伟的大殿之中 随即 只见他朝着大殿深处喊道 蛇妹子 你牛大哥来看你了 牛大壮喊了一声以后 大殿深处却是久久不见动静 于是牛大壮继续喊道 妹子 不在家吗 牛大哥来看你了 牛大壮一直喊 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不多时 大殿深处竟是传来一道极其不耐烦的清脆女声 好了 知道了 不要再喊了 随着声音的传来 一条只有半米左右 浑身清脆色的小蛇 从大殿深处飞了出来 这条小蛇 便是四蛇尊者 当然 他真正的体型可不是这么小 之所以维持这般状态 主要是为了节省灵气 见到四蛇 牛大壮笑呵呵地说道 妹子 原来你在家呀 四蛇恨恨地瞪了牛大壮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小妹可比不了牛大哥 一身灵气充盈无比 可以每天都在外界晃耀 听到四蛇的话 牛大壮依旧是笑呵呵地说道 哎 妹子呀 你真的是误会大哥了 什么晃耀呀 大哥就是一条劳碌命 整天被人指使来指使去的 累呀 牛大壮的情况 四蛇自然是清楚的 但谁让牛大壮是十二圣尊中 唯一一个根基稳固 没有受损的存在呢 其他圣尊在没有重大危机事件的时候 只能待在圣殿中修养根基 而牛大壮 却是可以到处逛 这个时候碰到什么事情 不找牛大壮又找谁呢 四蛇也不在这个问题上深究 而是直接问道 牛大哥来小妹的圣殿 应该是有事情吧 牛大壮又是呵呵一笑 一颗牛脑袋 晃晃悠悠地说道 瞧你说的 牛大哥真的是来看你的 说着 一块无色精纯的生命圆巾 从牛大壮的牛角中抛了出来 虽然这块生命圆巾 只有黄豆般大小 但对于四蛇来说 依旧充满了吸引力 只见他一口将生命圆巾 吞进了嘴里 也是笑呵呵地 看向牛大壮说道 大哥你来就来 还带什么礼物呀 不过小妹 也就不跟大哥你客气了 嘿嘿 见四蛇将生命圆巾吞下 牛大壮说道 你我同为十二圣尊 乃是修妻与共的关系 这有啥好客气的 对于牛大壮的话 四蛇还是非常认同的 于是一牛一蛇 恰谈得很是和谐 紧接着 牛大壮图穷比线了 小妹啊 其实牛大壮 今日前来 是有一事相求 四蛇并不意外 于是说道 大哥弹讲无妨 你我十二圣尊 修妻与共 只要小妹 能帮得上 就一定会帮 牛大壮文言 连忙说道 帮得上 肯定帮得上 小妹你不是没百年 就会有一次蛇退吗 反正那退下的蛇衣 你留着也没啥大用 不如就给大哥一件如何 第87章 重头戏 四蛇一早就知道 牛大壮 必然是有事情来找他 但看在他是带着 生命援金 这种重礼而来 也就想着 能帮的话就帮了 但四蛇万万没想到 牛大壮 居然是在打他蛇退的主意 甚至还说出什么 反正他留着 也没啥大用的话来 真要没啥大用的话 牛大壮会来要他吗 而且 蛇退对于四蛇来说 关系重大 岂能随便送出去 这混蛋 真拿他当糊涂蛋呢 只见四蛇 恨恨地看了牛大壮一眼 然后把身体盘了起来 牛大壮健壮 不由地说道 妹子 有话好好说 你可别冲动啊 没有理会牛大壮的话 四蛇的小脑袋一缩 随即 那块被他吞下的生命援金 就被他吐了出来 当然 这块生命援金 并不是真的 被四蛇吞下了 而是被他存在了体内的宝袋中 就跟牛大壮的牛角一样 将生命援金取出之后 四蛇对牛大壮说道 牛大哥 好走不送 有空长来 说着 他就准备回大殿深处去了 牛大壮健壮 则是急忙说道 妹子 你别急着回去啊 有事好商量吗 是大哥不对 大哥不该忽悠你 但这块生命援金 真是大哥给你准备的 听到牛大壮的话 四蛇冷冷地说道 牛大哥的东西 小妹实在是无福消瘦 你还是回去吧 牛大壮文言 再次开口说道 妹子 你看这样如何 这块生命援金呢 你就安心收下 大哥再另出一块 来换你的蛇腿行不行 不行 蛇腿对于小妹来说 关系太过重大 虽然生命援金 对于四蛇的吸引力极大 但他还是言辞拒绝了 牛大壮的提议 牛大壮健壮 再次开出条件 两块如何 四蛇依旧不为所动 只是他原本 准备回大殿深处的 现在却是不急着回了 牛大壮健有戏 咬了咬牙再次说道 三块 四蛇依旧不见动静 这显然是不见兔子 不撒鹰啊 此刻 牛大壮心都在滴血 这些生命援金 可是他平日里 四处救火的时候 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 现在一下就大出血了 但没办法 他已经在沉默那里 夸下海口了 更为关键的是 二缺道人 当时还在场 他这要是带回去的东西 不够档刺 以后可还怎么混 于是 牛大壮开出最后的条件 四块 真的不能再多了 妹子你给个痛快话 行不行 不行的话 大哥转身就走 牛大壮话音刚落 四蛇转身 就将刚才吐出的 那块生命援金 再次吞进了嘴里 这块可是大哥送小妹的 不能算在四块里面哈 紧接着 四蛇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片刻后 他带着一件蛇腿回来了 于是 牛大壮用四块生命援金 换下了四蛇的这件蛇腿 双方交易达成之后 四蛇喜滋滋地 看向牛大壮说道 牛大哥真是豪气啊 嘿嘿 小妹这里 还有几件贤知的蛇腿 大哥还要不要啊 看着前后 态度转变如此之大的四蛇 牛大壮没好气地说道 大哥家里也没有余粮了 成功拿到四蛇的蛇腿之后 牛大壮便原路返回了 当云阳子和二雀道人看到他带回的蛇腿的时候 皆是直呼好东西 这东西 可以用来炼制出四蛇宝衣 而四蛇宝衣 不仅具有强大的防护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 它可以遮掩或是改变穿戴者的气息样貌 对于尊者及强者来说 四蛇宝衣的作用并不大 但尊者以下 却是帮助极大 哪怕是云阳子这个级别的强者 也能用到 因此 牛大壮给陈末准备的这个东西 分量可谓是极重啊 而后 这件由牛大壮花大代价弄回来的四蛇蛇退 便交给了二雀道人 接下来将由二雀道人 亲自出手 练制出四蛇宝衣 之后的几天 切磋交流赛打得越发的激烈 最终 也是迎来了尾声 在云阳子亲自开小灶的帮助下 赵松松的表现极为不俗 在宗派界精英的围追堵截下 他强势挺进了前十 要知道的是 这个前十的分量可是极重的 毕竟参加这次的切磋交流赛的 可是有不少实力强大的宗派界精英 只是进入前十之后 赵松松就打得有些艰难了 主要是底蕴这种东西 他和宗派界的精英相差了太多 最终 他只能遗憾止步于此 不过对于这个结果 赵松松却是极为满意的 因为只要进前五十名 就能有奖励 名次越靠前 奖励便越高 他好歹也是进了前十的 那奖励自然是极为丰厚的 而在第五层次的比赛中 赵松松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他在第四场的时候 遭遇了一位来自宗派界的四阶觉醒者 对方的实力颇为强大 打法也极为凶猛 赵松松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对手 最终败下了阵来 伴随着切磋交流赛 落下了帷幕 真正的重头戏 也就开场了 在宗派界 但凡有点名头的宗派势力 以及一些家族势力 都是派出了各自的最强精英 五大势力中 除了二缺道人所在的阵界山 因为门人弟子太少 没有人出战之外 其余的四大势力中 实力最为强大的神行教 有两人出战 这两人 都是位列宗派界年轻一代 五大天骄之列 惠陵门出战的人 同样是五大天骄之一 而苍龙山和斩风谷 则是比较吃亏 他们各自的天骄 因为年龄超过了25岁 无法出战 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其他人出战 但他们派出的人 虽然不在天骄之列 但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而替大这边 则是沉默一人出战 替大虽然属于新势力 但背后却是龙国中枢 同时从师从上来说 沉默其实还代表着镇界山 而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 各方都是重点关注着 有关沉默的情报 但可惜的是 沉默来到宗派界之后 便一直保持着低调 甚至都很少会有离开住处的时候 有关于他出手的记录 只能追寻到小宁世界 必通道一战后 他在一线关参与防守期间 担任中队长的时候 而那个时候 沉默已经是五阶觉醒者了 第88章 精英交流会 根据宗派界各方势力的调查 如今的沉默才20岁而已 20岁就达到五阶觉醒者的天骄 宗派界并不是没有出现过 但是进展像沉默这般神速的 却是一个都没有 因为要知道的是 如今距离沉默进入特殊领域界 也才过去两年多的时间而已 在两年多前 那个时候的沉默 还只是一个对特殊领域 一无所知的普通高中生 然而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过去 他就从一个出入特殊领域的普通高中生 成长到了五阶觉醒者的地步 更为关键的是 实力提升速度如此之快的沉默 同时还兼备有极为强悍的战斗力 这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觉醒者等皆 只要在充足的修炼支撑下 加上苦修就可以得到 但战斗力这个东西 唯有经过大量的实战才能得到 而实战这种东西 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 沉默进入特殊领域界两年多 显然不可能天天都在战斗 所以他的情况 实在是太反常了 这哪怕是有名师教导 也是很难办到的 加之这一次 他将作为龙国替大唯一的出战选手 因此 各方都来想掂量一下 他的真正水准到底如何 这不 战斗还未真正打响 替大队伍住的地方 就来了很多人 这些人大多都是宗派界年轻一代的精英 打着交流的旗号来 虽然知道这些年轻人的真实目的 是为了来打探沉默的实力 但黄云老太太 他们这些老一辈的人 实在不好出面感人 既然是年轻人之间的事情 那就让年轻人自己来解决好了 反正 以沉默的实力来说 很难会吃亏 于是沉默就被推了出来 只是对于接待人这方面的事情 沉默着实不太擅长 好在这个时候 还有赵松松和其他同学在 于是一场年轻人之间 自己举办的交流会 就这么开始了 同时关于这场交流会的风声 也是迅速传播了出来 加之 有人在暗中的推波助澜 使得这场简单的交流会 直接变成了龙国特殊领域 顶尖精英交流会 这下还得了 顶着顶尖精英交流会的名头 是个年轻人都想来凑个热闹 因此 除了宗派界五大天交 以及少数一些实力极为强悍的 顶尖精英没来之外 各方势力 但凡有点实力的精英 都赶来参加了 于是 替大队伍的住处 很快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而各方势力的那些老家伙们 则是躲在暗中 悄悄地看着热闹 交流会刚开始 气氛一片相合 毕竟大多数的年轻人 都是颇为在意脸面的 沉默给他们的第一感觉 是非常好的相处 他说的话 让人听得很是顺耳 加之跟在沉默一旁的赵松松 压根不吝啬 自己的敬仰 一口一个张哥 李哥 你真厉害 你真牛批 因此 大家都不太好提起 要跟沉默切磋的事情 毕竟人家 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你再搞事情 岂不是很不给人家面子 但是 有那么一小部分年轻人 是带着任务来的 为了就是打探清楚 沉默如今的实力 结果 现场这么和谐 根本没人提要切磋的事情 这可怎么行呢 任务完 不成就回去 这指定是要挨打的呀 于是 靠外围站的几个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后 其中一个人突然开口道 诸位 都说这是龙国 特殊领域 顶尖精英交流会 我才特意赶来参加的 结果 却是一群人 在这里吃吃喝 连个互相切磋的机会 都没有 我想问一句话 这还能叫交流会吗 这人话刚说完 当即便有人附和道 是啊 干脆改名叫 吃喝会算了 要早知道这么没劲的话 我们就不来了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寂静一片 全场所有人都是看向沉默 想看看 他如何解决 毕竟大家起初的目的 就是奔着沉默来的 而此时的沉默 显得很是无奈 虽然他也知道 这一关自己躲不了 在赵松松这个聊机 准备给沉默解围的时候 沉默率先站了出来 开口说道 刚刚这几位朋友说得很对 既然是交流会 怎么能缺得了 互相切磋呢 这样吧 沉默亲自上阵打三场 来给大家出处信 也算是给大家赔个不是 有哪些朋友愿意 来交流交流的 事先说好 以武会友 点到为止 沉默的话 让人群一阵骚动 大家都是聪明人 知道打三场 是沉默的底线 这个数字 可谓是不多不少 再多 那就成了表演的猴子 再少 哪怕全赢了 也没有说服力 而且沉默已经答应 上场切磋了 给足了众人面子 这个时候 谁要是再提什么要求 那就是来挑事的了 只是这三场 到底该由谁来呢 沉默也将这个难题 抛给了众人 现场众人 你忘忘我 我忘忘你 都是很想出手试试 沉默也不催促他们 只是静静地 打量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不过很快 出战的三个人 就选出来了 毕竟今天来的这些人 都是在宗派界 小有名气的精英 他们之间 肯定是较为了解的 而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实力更强的人 才有资格出手 所以也不难选出 出战的三人 选出之后 一众人气泱泱地 来到了比武场 沉默静直来 到比武台上 与其平淡地 对三人说道 三位朋友 你们哪位先来 显然这三个人 已经商量好了 出战顺序 于是第一个人 直接就走到了场中 只见他抱拳失礼 看向沉默说道 在夏凌峰 来自临时山庄 沉默见状 也是抱拳回了一里说道 沉默 来自龙国替大 双方通明之后 沉默和凌峰分战 比武台两边 紧接着 赵松松 站在场边大吼一声道 开始 随着赵松松的一声令下 凌峰率先动作了起来 凌峰现年27岁 武阶初期实力 掌握着风属性之力 虽然不及武大天骄 以及那些顶尖精英强大 但他在宗派界 年轻一代中 也算是颇有名气的 凌峰休息的风延绝 乃是灵氏山庄独有的 强大灵能战绩 在其成名之战 他靠着风延绝 以四阶后期实力跨境 击败了五阶初期之人 第89章 一招败敌 四阶后期和五阶初期 虽然看着 只是差了一个小境界而已 但这里面 差别却是非常大的 觉醒者 从二阶开始 可以运用灵力塑星 一直到四阶 都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 从四阶跨入五阶之后 可以灵力化纲 在刚七的加持下 觉醒者的实力 将会有志的飞跃 而凌峰 能以四阶后期的实力 击败五阶初期之人 这足以说明 其实力之强 他的精英之名 绝非是凭空得来的 如今 他更是已经迈入了五阶 已经会运用灵力化纲了 那么凌峰的实力 必然是更为强大了 所以他能被挑选出来 自然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此时的比武台上 在凌峰展开动作之后 陈默却是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台下的众人见状 皆是皱起了眉头来 虽然知道 你实力强悍 但也没必要 如此拖大吧 而凌峰见陈默 没有丝毫动作 心中也是大为不解 但他却没有丝毫 要收手的意思 只是提醒陈默说道 小心了 紧接着 凌峰试探性地 展出一道风能展 在全场注视之下 风能展眼看着 就要落到陈默的身上了 见陈默都没有阻拦 或是躲闪的意思 众人都跟见了鬼似的 这什么玩意儿啊 难道是被吓傻了吗 此时 大概只有台下的赵松松 以及来自T01分校的人 才猜到了陈默想要干什么 与此同时 风能展进 直落到陈默身上 但就在那一瞬间 陈默全身上下 却是被一道淡淡的 土黄色光楷覆盖 没错 陈默使用的正是 他在T01分校的成名战绩 土楷 风能展的威能 直接被土楷的精神效果 给挡下了 见陈默如此轻松地 就挡下了自己的风能展 凌峰心中自然是警惕大作 而台下不少猛逼的人 则是一些人故 做不经意的提醒之下 知道了 陈默使用的是土楷 积累土楷的名头 在宗派界 可是人尽皆知的 在得知陈默 还在一阶觉醒者的时候 就已经掌握了 土楷这件事情之后 不少对陈默天赋的强大 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同时他们也就更为期待 陈默和凌峰的这一战了 而陈默在使用 土楷挡下风能展之后 依旧没有丝毫的动作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随即他再次出击 只是渐渐的 在陈默那变态一般的 防守能力面前 凌峰打的心态有些崩了 面对他的远程攻击 陈默已土楷抵挡 若是凌峰想要近身 他则是运用土星壁垒 进行阻拦 远攻不行 进攻也不行 也怪不得凌峰心态会崩 而陈默剑打得也差不多了 于是同样提醒凌峰道 小心了 听到这话 凌峰心中顿时警铃大作 你终于要出手了吗 此时台下的众人 也都是摒弃凝视 紧紧地盯着陈默 生怕错过 他用的每一个招式 于是在全场注视之下 陈默抬起了一只手来 然后 只见他隔空 朝着凌峰轻轻一握 同时 陈默口中吐出四个字 土星球龙 一瞬间 恐怖量的土元素 在比武台上汇聚 这些汇聚起来的土元素 化作一道密不透风的球龙 直接将凌峰困在了里面 台下的众人 还能听到凌峰在土星球龙里面 反击产生的动作 只是凌峰在里面折腾了半天 圆球一般的土星球龙 却是没有丝毫破碎的痕迹 若是陈默想要结果凌峰的话 也只是在他的一念之间 所以 这场切磋的胜负 也就没有任何争议了 将凌峰足足困了三分钟后 陈默这才将土星球龙散去 凌峰倒也坦然 直接认了输 实在是没法打下去啊 他在台上折腾了半天 没能对陈默 造成丝毫有效的打击 反观陈默 只是用了一招 就将他轻松制服 两人的实力差距 是显而易见的 凌峰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 而且陈默明显已经留守了 对他是知困不达 这份情 他得领 郑重抱拳失利后 凌峰便进直下了擂台 轻松拿下第一场 陈默的脸色 依旧没有丝毫的变化 他看向剩下的两人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此时这两人 对陈默的实力 也是颇为忌惮 但剑在弦上 岂有步伐之力 紧接着 第二个人便走上了比武台 在下张龙 来自神星礁 张龙便是此次 带着任务而来的人之一 他受一位天礁之名 前来掂量一下沉默的实力 能够担此重任 张龙的实力 自然是不容小觑的 在神航礁 他位于核心弟子之列 培养序列 仅次于最高等级的清传弟子 年仅25岁的张龙 同样有着五阶初阶的实力 但是从实际战斗力上来说 他却是要比凌峰强上不少 所以他才会在凌峰之后出手 张龙来到台上之后 也是对陈默失了一礼 陈默回敬之后 两人走到了比武台的两边 又是伴随着赵松松的一声令下 战斗请客间便打响了 和上一场不同的是 陈默这一场并未采取防守 而是选择了主动出击 张龙原本还在烦恼 该如何才能逼得陈默真正出手 结果没想到陈默自己送上门来了 同时也出击的他 看着直奔自己而来的陈默 口中不尽喃喃道 就让我来掂量一下你吧 不算太宽的比武台上 陈默和张龙只是向前突进片刻后 便展开了交手 张龙不愧是神行骄的核心弟子 一身实力极为强悍 其所修炼的灵能战技 也属于威能强大的那种 处于战斗状态中的张龙 整个人可谓是锋芒毕露 充满了进攻性 与之相比较 陈默的表现得就有些温和了 面对张龙的进攻 他始终是剑招拆招 表现得从容不迫 这也就足以说明 哪怕以张龙的实力来说 也无法对陈默造成任何威胁 这就很恐怖了 因为张龙曾以绝对优势 击败过数位五阶中期的对手 连他都无法对陈默造成威胁 那么陈默如今的实力 将可想而知有多强 就在台下众人小声议论着的时候 比武台上 张龙的心态也和之前的凌峰一样 不出意外地崩了 可哪怕他已经使出了自己的最强手段 却仍旧无法改变当前的处境 当张龙处于一种暴躁的状态中后 陈默抓住机会果断一击 一瞬间 张龙只觉得自己全身的力量消失殆尽 随即他整个人 直接瘫软地倒在了比武台上 见此一幕 台下一片哗然 卧槽 那可是神行骄的张龙啊 传言他曾与一位五阶后期的高手交战 最终以平局收场 现在陈默居然又只是用了一周 居然就把他给击败了 第九十章 卧人 张龙的实力 在如今宗派界的年轻一代中 虽然不是最顶尖的那一批 但在以万为单位技术的年轻一代中 那也是排的上号的存在 要知道 这可是需要实打实的战绩才能得来的 可就是这样的他 居然会如此轻易地 就被陈默给击败了 甚至连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这就很令人震惊了 而如果说第一场 陈默和凌峰切磋的时候 陈默所展现的 是让人无可奈何的变态防守 和控场能力的话 那么他和张龙的切磋 展现就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底蕴了 两人交手的整个过程 张龙看似全程都在主动发起进攻 但是他的进攻 却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也就是说 发起主动进攻的张龙 并未占据到主动权 反倒是一直见招拆招的陈默 将主动权牢牢地把控在手中 最后 他抓住了张龙的一个小破绽 只是用了简单的一击 就成功将张龙击败 这种对于实际的精准把控能力 简直让人恐惧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 这需要足够的实力来支撑才行 否则面对张龙强有力的进攻 陈默早就败下阵来了 而张龙的倒下 也就意味着第二场切磋结束了 可直到此刻 全场所有人都是看出了陈默的强大 但他强大到什么程度 却是没有一点头绪 因为上场的两个人 都没能将陈默的极限给逼出来 所有众人也都是将希望 寄托在了最后一个人身上 比武台上 陈默则是将张龙给扶了起来 张龙压根就没想到 自己会输得这么狼狈 他看着扶起自己的陈默 不禁问道 你是怎么修炼的呀 这个问题 大概是每一个输给陈默的人 都想问的问题 同时也是今天来参加这场 精英交流会的人 都想问的一个问题 听到张龙的话 陈默想了想 随即他附在张龙耳边 用仅有张龙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你来替大 我就告诉你答案 陈默说完 饱含深意地 拍了拍张龙的肩膀 对于陈默如此明目张胆的挖人 张龙的一双眼睛瞪得贼大 搞什么啊 我张龙生是神星教的人 死是神星教的死人 你这么挖我 不怕我师父来捶你吗 和张龙说完之后 陈默转身来到了比武台中心 其实挖人这件事情 是黄云老太太特地交代的 因为替大的导师团队 人手本来就不足 又在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检员之后 连日常的教学 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虽然像陈默这样领悟力极强的学生 已经几乎没再上替大的基础课程了 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学生 不需要上呀 所以 此次来到宗派界 黄云老太太他们就是来挖人的 只是他们忙活了一圈下来 挖洞的人却很少 于是他们就将目标 放到了宗派界年轻一代的身上 毕竟这些人 从小就在接受有关特殊领域的教育 实力也都还可以 挖回去 就算不能立马担任授课导师 但只要人留了下来 那就是壮大了替大的实力 等相处久了之后 有了感情 到时候 说不定就会有人主动留校 加入导师团队中了 当初黄云老太太他们这批人 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所以 趁着这一次各方势力 想要打探陈默实力的机会 黄云老太太 特地交代了这个任务 否则的话 陈默才不会表现得这么显摆呢 另一边 脑子还有点猛的张龙 也是回到了台下 当即 一大群人就围了上来 张龙 陈默跟你说了啥 对啊 快说说 众人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 吵得张龙脑子痛得不行 只听他没好气地说道 想知道的话 你们自己去问陈默啊 张龙说完 独自来到场边坐下 看着比武台上始终镇定自若的陈默 他脑中则在沉默沉默说的那句话 与此同时 最后一个人 也是登上了比武台 最后一个出手的人 从来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白云飞 也确实担当得起这个名号 身为宗派界一流实力白云山的少主 年仅24岁的他 已经拥有了五届中期的实力 同时 白云飞也是今天宗派界各方势力年轻一代中 前来参加这场精英交流会的人中 实力最强的 如果说之前的张龙 在年轻一代中 是能够排得上号的存在 那么白云飞就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实力仅次于宗派界年轻一代 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 同时 和张龙不同的是 白云飞之所以会来参加这场交流会 完全就是冲着交友而来的 对于切磋打斗什么的 他向来就不太喜欢 白云飞之所以会第三个出场 完全是因为他的实力够强 而被现场众人给选了出来 不过 既然被选了出来 白云飞就不会敷衍了事 而且 以沉默前两场的表现来说 也必须让他认真对待 毕竟对对手的尊重 那就是对自己的尊重 白云飞来到台上之后 先是和沉默闲聊了几句 随即 两人这才分战到了比武台的两边 等到赵松松喊了开始之后 台上的两人却是不见动静 就在众人感到疑惑的时候 白云飞远远地对沉默说道 陈兄 你先请 听到白云飞的话 沉默笑着说道 既然白兄都这么说了 那沉默就不跟你客气了 说吧 沉默整个人的气势一下就变了 如果说之前的沉默 表现得有些随意的话 那么此刻的他 就跟进入了战斗状态中一样 感受到沉默的变化 白云飞心中顿时陡然一惊 兄弟 你倒是跟我客气一下 此时的白云飞心中 有了一种不太妙的预感 而台下的众人 看着气势终于有了变化的沉默 皆是全神贯注地 盯着沉默的一举一动 能否知道沉默的实力底细 就看着最后一战了 在比武场场边坐着的张龙 此时也是站了起来 他曾和白云飞交过手 知道白云飞的实力有多强 如此一来 就能通过这场切磋 大致看出沉默的实力深浅了 不过张龙猜测 沉默至少也是五阶中期的实力 至于五阶后期 压根就没这种可能 因为沉默是与小宁世界逼大战结束之后 在一线关防守期间进入五阶的 如今 也才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而已 而觉醒者到了五阶 实力提升难度 是非常之大的 困在五阶初期多年的人 有大把大把的存在 沉默出入五阶 能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将实力提升一个小阶 就已经很非常恐怖了 若是提升两个小阶 那张龙已经找不到什么词 可以用来形容它了 张龙的想法 确实没有错 可那只是针对一般人而言 若是他知道 沉默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跨了一个大街的话 也不知道 他又会有怎样的心情 第九十一章 明目张胆的蛙人 张龙的想法 沉默自然是无从得知的 此时在全场众人的注视之下 气势大变的他 率先对白云飞发起了攻势 白云飞自然不会站在原地 干等着沉默的进攻到来 只见他双手合十 然后一转 一流势力白云山的顶级灵能战技之一 白云环破绝便被他施展了出来 白云环破绝乃是以防守剑长 同时还兼备着强大攻击力的一种灵能战技 他在整个宗派界 那都是极为有名的 白云飞的成名之战 便是在五阶初七之时 战胜了一位惠灵门五阶后期的核心弟子 他所依仗的 便是这白云环破绝 此番对阵沉默 白云飞之所以一上来 就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本能 因为气势产生变化后的沉默 让他产生了一种浑身战力的感觉 那种感觉 就像是在面对一位极为恐怖的顶级强者一般 所以白云飞必须全力以赴地应对 在白云飞使出白云环破绝之后 沉默的攻势也是随之袭来 台下的众人没有直面此时的沉默 根本感受不到此刻沉默所果邪而来的威势 但在台上直面沉默的白云飞 却是清晰直观地感知到了 在沉默那凶悍至极的强大攻势面前 他所依仗的白云环破绝根本不堪一击 那一刻 白云飞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无力之感 自己的最强手段 竟是没有对沉默起到丝毫的阻拦作用 此刻 白云飞的脑海中竟是浮现了他的人生回放 我这是 要死了吗 白云飞自然是不会死的 沉默此番来到宗派界 可不是来跟人结仇的 在以纯粹的攻伐力量 将白云飞的防御击溃之后 沉默将那充满爆炸性的力量 硬生生地给收了回来 他的这一操作 也只有懂行的人才明白有多难 在将力量收敛之后 沉默的气势再次恢复到了最开始的状态 然后他看向呆住的白云飞说道 白兄 醒醒 听到沉默的声音 白云飞猛然回过了神来 看着近在咫尺的沉默 想到自己刚刚居然窃战走神了 这要是在生死交战 他的这条小命只怕是已经交代了 知道是沉默留了手 白云飞不由地对他抱拳失礼道 多谢沉默手下留情 沉默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之前我们便已经说好 切磋乃是以武会友 点到为止 所以白兄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沉默越是这样说 白云飞便是越在意这件事情 不过他也不是那种扭捏的人 也是笑着对沉默说道 沉默是个有趣的人 你这个朋友 我白云飞交定了 随即 两人走下了擂台 此刻 现场众人看向沉默的眼神 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变化 因为这三场切磋 让他们看到了沉默的强大 并且这种强大 是全方位的 从觉醒者等级来说 沉默能够如此轻易地击败白云飞 那么他至少也是五阶中期的实力 同时 沉默的防守能力和控场能力 堪称变态 能够图属性之力 玩到这种程度 沉默绝对是掌握 有图属性之力的觉醒者中的翘楚 除此之外 他的个人底蕴 也是极为深厚 这一点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毕竟他接触特殊领域的时间 似乎才短短三年不到的 就算领悟能力再强 也显得太离谱了些吧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当然 论及攻击力和爆发力 沉默的表现 也无疑是达到了变态级别的 大名鼎鼎的白云环破绝 竟是被他一击给攻破 而且使用白云环破绝的人 还是白云山的少主白云飞 你就说正不正宗吧 所以 哪怕白云飞也没能逼出沉默的实力极限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 他真不是替大用大量的修炼资源 强行堆砌出来的吉祥物 而是一个实打实的 拥有着爆表战力的强悍五阶觉醒者 如此一来 宗派借各方势力和替大的交战 就有得看了 很多人都是开始期待了起来 而随着三场切磋的结束 众人再次回到了室内 沉默所表现出的强悍战力 使得再也没有人提起 要跟他切磋的话来了 于是现场 可谓是其乐融融一片 有人借着这个氛围 再次问出了 大家都想问的一个问题 沉默 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沉默文言 端着手中的果汁杯想了想 紧接着 他看向现场的所有人说道 来替大 我就告诉你们答案 说完 沉默便不再言语 他这简单的一句话 却是让在场众人的心中 产生了各种联想 难道说 替大 已经掌握了某种上古秘境 可以让觉醒者 迅速提升实力的同时 还能兼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张龙看着议论纷纷的众人 不禁有些无语 什么狗屁上古秘境 他就是想挖人去替大 虽然张龙对沉默修炼速度 如此之快的秘密 也是非常的好奇 但对于这一点 他还是非常肯定的 只是张龙能看到这一点 并不代表其他人能看到 而且 一些人就算看到了 也不会点破 毕竟沉默抛出的诱饵 确实挺诱人的 加之白云飞这个叛徒 当众表示 等到此番事了 就会去替大走一走 于是 现场不少年轻人 都是异动了起来 七十二伏地内部的空间 是非常广袤的 不少人到目前 都还没出去过 因此 对于外面的世界 他们本就有一种 想要去看看的冲动 如今沉默在意窜多 这还得了 在白云飞之后 当即就有不少人表示 想要跟沉默去看看 替大 当然 顺便再看看外面的世界 沉默 当然都是一一表示欢迎 不过 沉默这里热闹异常 那些在暗中悄悄观察的 宗派界老家伙们 却是有些上火了 这小子 这是在明目张胆的挖人啊 虽然参加交流会的人 没有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 但在他们这些人 将来必然会有一些人 会成长为宗派界的中流砥柱 这要是被踢大挖过去了 人还回得来吗 老家伙们可都还记得 两年多前 王破军那个不要脸的魂球 在各家 各派死皮赖脸的 要了43个人去踢大 如今这43个人中 大多数那是一点回宗派界的心思 都没有了呀 疑问 回答无外乎就一个忠心 在踢大 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大家共同努力 共同进步 第92章 老家伙们的盘算 老家伙们看着沉默 如此明目张胆的挖人 确实没有办法 因为 在沉默身后站着的 乃是宗派界第一强者 二缺道人 而二缺道人向来都是支持宗派界的年轻人走出去的 所以 他们也只能在暗中眼睁睁地看着了 沉默这边 精英交流会顺利地结束了 白云飞等人和他约好 等到这次的事情结束 就跟T大的队伍一起走 而后 大家自然都是各回个家了 离开T大队伍的住处后 张龙静止来到了神行教后山 在一座山崖旁 一个身穿白服的年轻人正在那里等着他 来了 打探得如何 看着白服年轻人 张龙回道 没能逼出沉默的实力极限 只能知道个大概 但据我猜测 他至少也是五届中期的实力 听到张龙的话 白服年轻人眉头微皱 两久之后 只听他说道 你将详细情况给我讲讲 于是 张龙将今天在交流会上的事情 详细地讲了一遍 白服年轻人听完后 不禁说道 面对你的攻势 他能够如此游刃有余地应对 五届中期 自然是跑不掉的 而白云飞虽然平日里浪荡了些 但实力还是有的 他的白云环破绝 一旦施展开来 哪怕是我也需要动用一些底牌 才能攻破 可据你所说 沉默只是简单的蓄力一击 就被白云飞攻破了 这就足以说明 他的实力 可不只是五届中期那么简单 所以我猜测 他或许已经 出入五届后期了 三个月的时间 提升两个小剑 这个沉默 有些不得了啊 听到白富年轻人的话 张龙却是眉头微皱 觉醒者到了五届 可不比前面四个阶段 三个月提升两个小街 这怎么可能 见张龙一副不太幸福的样子 白富年轻人说道 宗派界都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 白云飞在五届初期之时 击败了惠灵门 一位五届后期的核心弟子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核心弟子到底是谁 正好我就知道 他就是惠灵门的黄金龙 而且我还知道 黄金龙当初 是被白云飞正面击败的 这下你听懂了吧 听到这里 张龙正住了 黄金龙 那可是惠灵门核心弟子中 最强之人 如今刚三十出头的他 已经是真正的六阶强者了 想不到 竟然是他败给了白云飞 那按照这样说来 白云飞的真正实力 可就有些强悍了 这小子 藏得够深的呀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一招就败给了陈末 那么陈末的实力 或许真就是不只是五阶中七而已了 真是不得了啊 心中暗自感叹的同时 张龙也在思考陈末告诉他的那句话 你来替打 我就告诉你答案 自己要不要去替大试试呢 毕竟神行叫去替大的人 还是有好些个的 在张龙思考着这个问题的时候 白富年轻人 则是在想着即将开始的战斗 这一战的结果 对于宗派界来说 可谓是关系重大 所以 他必须取胜 哪怕陈末隐藏的实力 已经到了五阶后期又如何 败在他张青阳手底下的五阶后期觉醒者 又不止一个两个 而且 隐藏实力的 又不止陈末一个人 另一边 白云飞回到白云山的队伍住所之后 他老爹白斩汤 就把他逮过去问话了 臭小子 怎么回事 这真正的仗都还没开始打 你就人一招给收拾掉了 这不是给你爹丢人吗 白云飞闻言 大大咧咧地 找了把椅子坐下 然后 他没好气地说道 爸 你说这事 能怪我得了我 你是不知道 那陈兄弟的战斗力有多强 那在台上他气势一遍 我就知道 这次算是栽沟里了 实力不如人 我能怎么办 听到白云飞的话 白斩汤骂骂咧咧地说道 就算是书 也不能输得这么丢份啊 你小子是不是偷偷放水了 白云飞顿势无语至极 他倒是想放水 可没这个机会啊 随即 白云飞对白斩汤说道 爸 我已经想清楚了 反正我在这宗派界 也没啥发展的盘头 所以 我已经跟陈兄弟说好了 等这次的事情一结束 就跟他去替大 听到白云飞的话 白斩汤一冷 啥玩意儿 什么就没发展的盘头了 我这偌大的白云山 好歹也是一流势力 将来交班 那肯定是给你的 这叫没盘头 不过白斩汤 倒也没否决白云飞的决定 今天在暗中 偷看到了自家儿子 和陈末的交手之后 他也不得不承认 年纪轻轻的陈末 已经展现出了一些 别样的特质了 自家儿子去跟着他混 总比在这宗派界 花天酒地的好 只是 白斩汤也没急着 答应这件事情 一切 还得看最后的结果才行 陈末若是胜了 就随儿子去 他若是败了 也就没啥好谈了 同样的事情 在不同的地方都在上演 走一步看百步这种事情 可不只是陈末一个人会做 宗派界的这些老江湖们 也都不是糊涂蛋 宗派界的发展 历来都是 在跟着时代的发展进程在走的 这一点 始终都不曾变化过 在万千期待之中 经过数日的准备 已经各方势力的洽谈之后 真正的好谢 终于开场了 此番 宗派界参加这场对决的势力 多达一百多个 他们都是 派出了自家年轻一代中 在25岁以下的最强之人 虽然有年龄限制 但实力都是五阶中期起步 实力达到五阶后期的 也不在少数 其中 三大天交的实力 据说已经在接触到了六阶的门槛了 他们这些人 便组成了如今宗派界年轻一代中 实力最强的小群体 而此次陈末要做的 就是在他们这些人的围追堵截下 杀出重围 在很多人看来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因为陈末要面对的这些对手 真的太强大了 但对于陈末来说 他压根就无所畏惧 这次的这些对手 实力确实很强劲 但他相信 自己的实力比他们更强劲 第93章 王有福 对决开始的这天 各方势力到来 齐聚一堂 整个对决现场 可谓是人声鼎沸一片 宗派界难得碰上一回这样的大事 所以 哪怕一些小势力 没有出战人员参加对决 但他们还是自家的年轻人 来见一见世面 同时 针对这一次的对决 有人开了盘 沉默的赔率 简直高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也就是说明 看好他的人并不多 哪怕是 他在精英交流会上 分别只用了一招 就击败了林峰 张龙 白云飞三人 这样的战绩虽然有些看头 却也不算太过惊人 首先来自林氏山庄的林峰 在年轻一代中 只是小有名气 五届初期的实力 根本算不得什么 而张龙 虽然是神行教的核心弟子 但在神行教的核心弟子中 他却算不得最强之人 最后 白云飞来头和实力 虽然勉强够了 可还是不足以达到 最顶尖的 那一小撮人的程度 所以他的赔率这么高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呢 也不是没有人买陈莫营 只是人非常的少 而且都是一些熟悉他的人 比如赵松松这狗东西 这些年来 由于他在替大的表现比较好 给家里挣了不少面子 所以他爷爷 奶奶这些长辈 给了他不少奖励 他得的这些奖励 可不是一般家庭的千百来块钱 而是动辄一栋楼 或是以一起步的零花钱 因此 别看赵松松平日里有些不着调 但他却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土豪 这些天来 在听说有人开了盘之后 赵松松便将他的所有积蓄 全都换成了宗派界的通应货 然后 全部压到了陈莫的身上 他可就指望着这一次 大大的捞一波 除此之外 黄云老太太等人 也都是在陈莫身上压了宝 吉隆中他们这些 从宗派界去到替大的 也没有落下 他们的身家 虽然是比不了赵松松这样的土豪 但若是最后陈莫赢了的话 那他们同样能赚上不少 而除了他们这些人外 陈莫的师父云阳子 也是压了一波大宝 二缺道人 他们这个层次的强者 看不上这些小钱 因此他们的盘 开得更大 当然 想要参与进去 需要的本钱大的惊人 总之 这一次的绝对 可谓是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同时 来到神星教后没几天 就被他妈喊回去的乌紫月 也是终于现身了 他跟着神星教的队伍 到了现场之后 就来到了替大的队伍里面 这会儿 夏瑶正在跟他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 不多时 开幕式开始 整个过程 很是隆重 作为见证人的宗派界五大尊者 以及五圣尊 全都当场现身 不过他们 再露了一个面之后 就消失了 但这也足以让全场大多数人 都亢奋了起来 毕竟那可是尊者呀 而且一来就是十位 而在隆重的开幕式结束之后 郑菜也就端上来了 此次参加对决的百多个势力 总共派出了将近三百号人参加 而T大这边则是沉默孤零零的一个人 加之还是客场作战 所以对于沉默来说 不利因素还是比较多的 但既然决定参加 沉默就已经考虑到过这种情况了 因此 他并未受到什么负面影响 反倒是现场的情况 让他倍感战役昂扬 而此次对决的方式 与T大常规的比赛完全不同 所有人参加对决的人 会被投放到一个限定区域的场所之中 然后他们所有人 在这个限定的区域中展开争夺 被人击败 则淘汰出局 直至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那剩下的最后一个人 就是最终的赢家 这种比赛方式 显然对于沉默这个外人来说 极为不友好 因为翔也知道 来自宗派借一方的选手 必然会选择联手 先将他淘汰掉 这样一来 无论是谁站到了最后 那赢家 也是宗派借一方 所以说 这场比赛是极为不公平的 但这世上 哪有绝对公平的事情 这次的对决 宗派借的大多数势力 本就不太心甘情愿 毕竟最后若是沉默赢了 受损失可是他们 紧接着 所有人参加对决的选手 来到了场中心的台上 将近300号人 看起来也是乌泱泱的一大片 随即 在十位尊者的联手之下 所有选手直接消失不见了 场中心取而代之的 是一块宛如镜面一般的巨大屏幕 现场的所有人 都可以通过这块屏幕 观看到所有选手的动态 此时 他们就可以看到 所有选手被随机投放到了 这块限定区域的不同地点 有人落单 有人成双 代表T大出战的陈墨 就和宗派借的一个选手 落到了一起 没有丝毫意外 陈墨直接迎来了 他的第一场战斗 而他的对手 是来自宗派借一流势力 康龙山的王有福 看到陈墨和王有福落到了一起 会场中的不少人 都是觉得他运气真是太差了 因为王有福 可不是一般的精英 他是康龙山山主王群英的独子 自小便开始被当作接班人培养 如今年仅25的他 实力已经达到了五阶后期 在宗派借年轻一代中 他的地位仅次于五大天交之后 属于最顶尖的那一小撮存在 陈墨击败过的 白云飞在他面前 压根就不够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都认为 陈墨运气太差的原因 因为这很可能会是陈墨的第一战 也是最后一战啊 和陈墨落到一起的王有福 此刻也是这样的想法 同时他还认为自己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在对决开始前 他们这一小撮人是聚了一次的 他们最终形成了一个攻守同盟 决定先将陈墨踢出局之后 再展开内部竞争 而谁能将陈墨踢出局 就能得到一笔奖励 相较于王有福的身份来说 这笔奖励本身其实并不算多 但重要的是 奖励所代表的意义 原本王有福还很惆怅 认为这笔奖励和他肯定没啥缘分 可结果却是 对决才刚刚开始 惊喜就从天而降了 看着丝毫不在意自己 正打量着周遭环境的沉默 王有福喜自知地感叹道 嘿嘿 爸说得真没错 我生来就是个有福的人啊 第94章 交战 王有福确实是个有福的人 身为康龙山山主王群英的儿子 他打小就衣食无忧 不缺修炼资源 而被王群英当作继承人培养的王有福 品性方面还是很不错的 唯一的问题 大概就是有些时候自恋了些 王有福继承了他爸妈的优良基因 所以长得还不错 他也自认为是年轻一代中 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里面 长得最帅的人 不过这说起来 也确实也算不上啥大的缺点 而王有福向来是不屑于偷袭的 看着背对着自己的沉默 他直接开口大声说道 自我介绍一下 康龙山 王有福 刚将周遭环境看完的沉默听到这话 不由地转身过了身来 将王有福上下打量了一番后 沉默也是回到 T大 沉默 王有福点了点头 在沉默打量着他的时候 他也在认真地打量着沉默 虽然之前就看过沉默的照片了 但现在见到了真人 他确实不得不承认 这个来自T大的沉默 长相倒是和他有得一拼 而且给人的感觉 也没小团队中某些人说得那么讨厌 只是 现在宗派界各方势力 毕竟是站在一起的 虽然很想和沉默结识一番 共同探讨男人的率直争议 但为了宗派界 他也只能先将个人的喜好 抛到一边了 于是 王有福直接向沉默 发起腰战请求 其实 他本可以直接发起攻击的 因为这次对决 本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哪怕是多人 围攻一个人 也是没有问题的 沉默本来不想理会王有福 但一想到自己后面 可能会被一大群人围殴 所以这个时候 消灭对方的有声力量 就显得很有必要了的 加之王有福如此正式腰战 自己避而不战的话 岂不是弱了T大的名头 因此 沉默直接答应了下来 眼看沉默答应了 王有福直接摆开了进攻的架势 沉默 站吧 只听王有福抱贺了一声 就跟发起对决的信号一般 随即 他整个人如同下山猛虎一样 裹挟着骇人的威势 直扑沉默而来 沉默见状 眉头微皱 从王有福爆发的力度来看 应该已经是五阶后期的实力了 能在如此年龄 就达到五阶后期 这王有福的天赋资质 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既然如此 就让他来领教一下吧 心中这样想着的同时 沉默双拳紧握 随即 他整个人也是直接杀了出去 两人交战的第一个回合 皆是没有借助任何辅助 直接是拳拳倒肉的对积 不过在对积的过程中 两人的心中 却是有不同的想法 王有福这边 无疑是震惊的 因为沉默展现出的威势 看起来似乎并不弱于他 这就足以说明 小团体中一些人的猜测 或许是真的 沉默真的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 就从五阶初期的实力 提升到了五阶后期 这逆天的修炼速度 简直是闻所未闻 并且交手之后 王有福还发现 沉默的拳头中 迸发出的力量 更是略微地强于他 这就说明 人家提升的 不仅仅是等阶 还有实打实的战力 这特么的 也太恐怖了吧 不过好在 自己还未爆发出 更强的力量 虽然确实被沉默的实力 给震撼到了 但这一战 也并不是 没有赢的可能 王有福如是想到 但现在的他 还不知道 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而对于沉默来说 他心中 也是微微有些惊讶 宗派界年轻一代 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 还是有点实力的 不过 也仅限于此 此刻的沉默 连三分力量 都还未使出 也不知道 若是王有福 知道这件事情后 他会做何感想 而就在两人 展开交战的同时 离这里不远处的 一个年轻人 便听到了 他们那边传来的动静 由于宗派界 小团体之前 就曾跟各方势力的 选手传过话 必须在将沉默 踢出局之后 他们之间 才可以展开交手 谁要是乱搞事情 那就是 他们共同的敌人 此人想来 应该没多少人敢乱来 所以这动静 有很大的概率 是和沉默有关 但就算不是 他现在赶去 也能知道 是谁在搞事情 于是 此人迅速朝着 动静传来的方向赶去 并奋力朝天 发出一道炎龙机 这道炎龙机 就跟发出的信号一般 被该片区域的 其他人看到了 然后这些人 便齐齐地朝着信号 发射地赶去 一场针对沉默的围堵 就此展开 正在和王有福交战的沉默 自然也是看到了 那突然出现在 空中的火焰龙头 猜到可能是 对手们的把戏 所以他决定迅速 解决掉这里的战斗 王有福自然是知道 那火焰龙头 所代表的意思 他更是知道 打出这道 火焰龙头的人是谁 虽然不太认可 这种方式 但整个小团体 做出的决定 他也没办法改变 于是王有福决定 靠自己击败沉默 紧接着 他便毫无保留地爆发了 面对突然间 实力陡增的王有福 沉默来了一点兴趣 在他心神微动间 土形臂甲便 迅速覆盖了 他的双臂之上 紧接着 五种五星灵能诀 尽数发动 当前这种情况下 沉默认为 还不至于使用五星归一诀 在五种五星灵能诀 发动之后 小五星合一 很自然地就完成了 五星合一的力量 让沉默整个人的状态 强大了数倍不止 然后他双腿一蹬 整个人如同一颗炮弹般射出 下一刻 两人展开了第二回合的交战 和第一回合不同的是 这一次 王有福没有丝毫地保留 而沉默这边 在调动五星合一的力量后 大概使出了六分的力量 对于王有福这样的对手 还是有必要用足够的实力 来遵折他的 然后 两人碰撞到了一起 那一瞬间 王有福整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卧槽 嘴中艰难地蹦出了这两个字后 他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直到撞上一块巨石之后 王有福的身体 这才停了下来 扑 不要前世的鲜血 从他口中不停地吐出 这一次 王有福遭受了自己 自修炼以来的第一次重创 此刻 他整个人的身体 都在不住地颤抖 沉默爆发出的狂暴性力量 让王有福 有了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同时他也预感到 此次宗派界想要赢 恐怕是难了 主要是这个和他一样帅的沉默 实力强悍得太过变态了 第95章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王有福差点被打爆的场面 在对决限定区域中的选手们 自然是不知道的 但观战现场的人们 却是将整个过程 完完整整地看完了 直到王有福被轰飞 撞到巨石上后 狂吐鲜血的那一刻 现场的不少人 都是一脸猛逼的 你妈 什么鬼 有着五阶后期实力 更有着光辉战绩的王有福 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弱了 他居然被沉默给一拳轰飞了 光是看他被轰飞后的样子 就知道他有多凄惨了 只是 这件事情 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 那些没在王有福身上压宝的人 倒还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因为王有福 不可能拿他家康龙山的名头 来打假赛 不然的话 他霸王群英 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他 这就是说 沉默的实力明显比王有福强了很多 至少也是快要摸到六阶门槛的程度 那么这样一来 这场对决就有得看了 不过那些在分场上 压了王有福的人 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但王有福的惨败 此刻已成定局 只是在对决开始之前 谁能想到这一幕呢 王有福的实力 着实不算弱 但他却是第一个 被淘汰出局的选手 这你妈 简直有毒啊 高级观战区 康隆山队伍的包间中 王群英看着自己儿子 被打成那凄惨模样 要说不心疼 那肯定是假的 但他显然不可能 去找沉默的麻烦 也没办法去找 毕竟这可是正式对决 沉默是堂堂正正的 击败了王有福 他要是去找沉默麻烦的话 那他整个康隆山都别想要了 毕竟光是沉默的师父云阳子 哪怕是他们 夫妻二人联手 都不一定能打过 更不要说云阳子的背后 还有二缺道人 这个宗派界第一人在 二缺道人所在的镇界山 虽然是宗派界顶尖的 五大势力之一 但门人弟子 向来都是贵金不贵多 如此有潜力的沉默 要是出了问题 二缺道人不发飙才怪了 同时通过沉默 王群英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外界的灵气 确实已经复苏到了一定程度 否则的话 不可能会出现沉默 这种超级妖孽来 年轻人眼力尽不够 看不出沉默的一些底细来 但身为九阶强者 王群英自然是可以的 从沉默刚才爆发的力量来看 他肯定已经正式摸到了六阶的门槛 到了这种程度 五阶后期压根就没得比 这也就是说 沉默这小子 从头到尾都没有暴露出自己的真正实力 亏得还有不少人还认为 他还只是五阶中气的实力呢 正式摸到六阶门槛和五阶中气 这特么的差了不是一丁半点啊 连对手的真实底细都没摸清楚 宗派界的这些年轻人 这一次不应勾翻船 那就真怪了 而像沉默这样的超级妖孽 虽然很少 但他们这样的人出现 也就代表着一个崭新的大时代要来临了 康龙山如果跟不上这一次的发展 那么必然会被淹没在时代的潮流之中 对于这个问题 王群英在认真地思考的 与此同时 进行对决的限定区域中 王友福被沉默一拳轰飞 已经无力再战的他便被淘汰了 而在淘汰掉王友福之后 沉默却并未急着离开 对方的集结信号已经发出 附近的选手势必会聚集过来 他们这些人打的主意 无外乎就是群起攻之 或是以车轮战的方式 耗死沉默 但对于沉默来说 这又何尝不是一次 剪灭对方羽翼的机会呢 对于这一次宗派界各方势力派出的选手 沉默认真地了解过 他们的实力构成 一半多的人 是只有五阶中期的实力 剩下的那些人中 都是五阶后期 不过同为五阶后期 也是有实力强弱之分的 根据吉隆中的说法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梯队 第一梯队的人数最少 只有五大天骄 他们这五个人 几乎都是摸到了六阶门槛的存在 不过 此次参加对决的天骄 只有三位 而第二梯队 便是顶尖精英 他们处于快要摸到六阶门槛的存在 比如 王有福便是其中之一 第三梯队 属于超级精英 他们进入五阶后期 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比这第二梯队的顶尖精英 又稍差了些 第四梯队 属于精英 他们进入五阶后期的时间最短 其中 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成员 组成了最顶尖的一小撮团体 对于一般的五阶觉醒者来说 这样的团体确实可怕 但对于和王有福交过战之后 对第二梯队成员的实力 有了些许了解的沉默来说 稍微能引起他重视的 估计也就第一梯队的三个天骄了 主要是沉默的真实实力 已经是真正的六阶强者了 对于一般的五阶后期 实在是不要太简单 也就是三大天骄 他们毕竟是来自宗派界五大势力 他们这几个人 或许掌握着某些 类似五行龟一角 这样的强大灵能战绩 加之他们能被称之为天骄 那么资质天赋必然不俗 所以他们的真实战力 或许不止五阶后期那么简单 对于这种具备一定威胁性的对手 沉默必须足够重视才行 哪怕对方的实力 或许没那么强 但在双方尚未交手之前 怎么慎重都不为过 所以 趁着对手们都还没到来之前 沉默直接来到了王有福的身旁 王有福倒不用担心沉默会害他 毕竟外面那么多人看着呢 沉默自然也没有这种想法 还是那句话 他到宗派界不是来劫仇啊 只见沉默蹲在王有福的身旁 伸出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然后目属性之力发动 帮王有福简单救治了一下 王有福不解地看着沉默 他虽然已经被淘汰了 但现在双方毕竟还是对手 沉默给他治疗 这不是浪费自己的灵气吗 对于王有福的不解 沉默解释道 虽然我们现在是对手 但将来上了真正的战场 不就是队友了吗 听到沉默的话 王有福的内心深感震动 他奶奶的腿 不愧是长得和他一样 帅得沉默啊 连说出来的话 都是这么的有深度 王有福这正感慨着呢 沉默紧接着说道 而且 我并不是在浪费灵气 你虽然已经被淘汰了 但对我来说 还有大用吗 瓦特 听到沉默的话 王有福可谓是一脸猛逼 第九十六章 钓鱼 沉默 你 你要干什么 王有福看着沉默 心中不禁有些忐忑地问道 他都是 已经被淘汰掉的人了 真的想不出来 还能有什么样的作用 对于王有福的问话 沉默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将他的伤势 恢复到一定程度后 沉默这才开口说道 待会儿 可能要委屈你一下了 希望你不要介意 王有福文言 眼睛顿时瞪得贼大 委屈 什么鬼 我很介意的好吗 沉默 你可不要乱来 我爸妈可在外面看着呢 王有福话刚说完 沉默一记手刀 精准地劈在了 他的后颈上 沉默对于力量的把控 还是非常精准的 这只会让王有福 瞬间晕过去 而不会伤害到他的颈椎 在将王有福打晕之后 沉默便将他扶起来 背靠巨石坐下 做好了诱饵的准备 他换了个位置 只见沉默又脚往地上一躲 随即他整个人 便直接陷入了地下 这是土行灵能觉的新用法 可以让沉默整个人 藏身在地下 从地面上看 根本看不出丝毫的痕迹 并且很难被察觉到 沉默的这一做法 让不少观战的人 很是疑惑 先把王有福打晕 然后藏身在现场 他这是想干什么 要知道 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 可是能够看到附近 其他选手的动态 此刻 至少有十多号人 正朝着沉默所在的地方赶来 这十多号人 可能单打独斗 不是沉默的对手 但连起手来的话 那可是一股 极为不弱的力量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而且 这已经不是四手了 沉默他就一个人 不赶紧趁着 还没被这些人包围的时候 离开这里 藏身在现场 搞什么呢 万一被发现了的话 还走得了吗 因为就是算是 这十多号人 联手起来 仍旧不是沉默的对手 可他们拖延一会儿时间 那总是可以的吧 到时候聚集过来的人 可就越来越多了 甚至说 三大天骄也赶到了的话 那么 沉默就必败无疑了 到底还是年轻了些 真是太冲动了 这大概是不少人 对沉默的看法 但替大所在的队伍中 赵松松可不这样认为 相当了解沉默的他 可是知道 这狗东西 从来都不会去做一些 没把握的事情 他既然敢留在现场 还用网友符来做诱饵 那就说明 他有能力解决 接下来的局面 而且 抛开这些不说 赵松松并不认为 这些所谓宗派界精英 能有沉默的实力强劲 就算他们进行车轮战 估计也并不会好使 因为 沉默觉醒的可是武牙 他正常进阶所需的灵气 乃是普通人的五倍 话而言之 他的灵气储备量 也是常人的五倍 跟沉默打车轮战 除非你的人数 具备绝对的优势 或者是具备 绝对碾压沉默的实力 显然 宗派界的这些精英们 并不具备这两点 所以他们想要 以此来拖垮沉默 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赵松松看好沉默 是因为和沉默相处 已久来对他的了解 而乌紫月看好沉默 则是因为 他知道一些 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沉默还未来到宗派界之前 就已经是六阶觉醒者了 六阶对五阶 哪怕是一大堆五阶 那也是具备 绝对的统治力的 所以 这场对决的结果 从一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 哪怕他们神星骄 天骄之一的张青阳 同样隐藏着 自己六阶的实力 但张青阳的六阶 仅仅是六阶而已 沉默的六阶 却是同阶 几乎没有敌手的六阶 两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两阶 而即便沉默的实力 已经强大了同阶 几乎无敌手的地步 他在这场对决开始之前 也并没有闲着 而是找来了 张青阳等人的资料 对他们作者 详细地了解 反观张青阳 他们这些人 从始至终都没把沉默这个 对方放在眼里 除了通过一场交流会 大致了解了 一下沉默的实力之后 就再无其他动作 这种自负轻敌的做法 必将导致他们 迎来一场惨败 而败在沉默的手里 总比将来 死在战场上要好吧 与此同时 对决限定区域中 在沉默藏身地下后不久 第一个人赶到了现场 他名叫黄青山 五阶后七十里 神形叫何欣弟子 之前空中那道火焰龙头 就是他打出的 黄青山来到现场 第一眼就看到了 套在巨石上 昏迷过去的王有福 又观察了一遍 现场的打斗痕迹之后 他的眉头 顿时就皱了起来 王有福已经败了吗 王有福虽然平日里自恋了些 自虚小团体中最帅的男人 但他的实力 却还是很强悍的 可从黄青山 察觉到打斗声响 发出聚集信号后 赶到这里来 前后也不过 两三分钟的时间 而在中途的时间 打斗声音就已经停止 这岂不是说明 王有福只在对方的手下 撑了不到 一分钟就败下了阵来吗 那他这个对手的实力 只怕是有天骄级的实力 但很显然 张青阳他们这三位参加对决的天骄 绝不对轻易地对王有福动手 毕竟那个先将沉默踢出局的提议 就是他们提出的 他们若是这么做的话 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排除掉他们三个之后 其余的人又不可能如此之快 就将王有福击败 那么王有福遭遇的人 就只剩下沉默了 黄青山当即就意识到 他们所有人都小看了沉默 什么最多才五阶中期的实力 狗屁 五阶中期能这么快 就击败五阶后期的王有福吗 就算是 那他这个五阶中期 岂不是更恐怖 坏了 必须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 黄青山刚这么想 一道急促的破空声 陡然从他后方传来 是谁 黄青山抱贺一声 直接展开手势 随即转过身来的他 也就看清了来人的样貌 沉默 他们这些人 就没有不认识沉默的 因此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结合到沉默的突然出现 黄青山意识到 这就是沉默布置的陷阱 虽然很简陋 但却颇具欺骗性 毕竟他们这些人都不认为 沉默敢和他们正面抗衡 所以 谁又能想到 他居然在将王有福击败之后 把他打晕 布置这个陷阱等他们人来呢 此刻 展开手势的黄青山 只能寄希望于附近的其他人 能够尽快赶到现场 因为他的实力 比之王有福来说 还稍有不如 现在独自面对上 实力如此强悍的沉默 只怕是凶多吉少啊 早知道会是这样的话 自己就不该赶得这么快了 第97章 好多好多好多鱼 如果可以的话 黄青山绝不会冲得这么快 哪怕是等到一两个人之后 再一起来也是可以的 只可惜 这世上 从来没有后悔药可以买 看着以极快的速度 冲击而来的沉默 黄青山开始全力运转体内的灵气 这个时候 跑肯定是跑不掉了 他估计自己刚来到这里 就已经被沉默给锁定了 所以 唯一的办法 就是撑过去 同时 对于沉默采取背后 偷袭的这种做法 黄青山的心中 更是满满的苦涩 要不要这么整啊 你的实力 都已经这么强悍了 还犯得着 用这种方法吗 不过 黄青山必须得承认 这种方法 确实简单可靠 别看他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 展开了手势 但在看到了 被击败的王有福之后 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压力 加之沉默来 这么一个突然袭击 心理上的压力 更是陡增 如此之下 在战斗的过程中 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 因为他已经受到了影响 而也就在下一刻 黄青山 迎来了沉默的攻击 那如同天山压顶一般的 强大压迫力 让他有种喘不上气的感觉 紧接着 沉默挥出的一拳中 那爆炸性的力量 顿时倾泻而出 采取正面抵御的黄青山 脸色瞬间苍白了下来 因为那股力量 直接摧毁了他的手势 他的最强防御型灵能战技 直接被沉默 打了个稀巴烂 同时黄青山架起 用以格挡的双臂 正在止不住地颤抖 大颗大颗的汗珠 不断地从他脑袋上涌出 虽然早已预料到了沉默的强大 但在真正接触之后才知道 他强大到了何种境地 这绝对不是五阶觉醒者 可以抵御的 黄青山意识到 这回是真的踢到铁板了 而且 是他们这些人 无论如何都踢不破的铁板 双手不住颤抖的黄青山 此时都没办法握紧双手 他甚至都还没沉默展开 真正的交手 就已经败了 真是丢人哪 自己连看家本领 都还没来得及使出 但败局已定 黄青山什么都做不了 显然沉默并不放心他 直接用木形荆棘 将他束缚了起来 按照规则 被淘汰的人 其实是可以选择离开这里的 留下第一个遇到的王有福 是他还能起到诱饵的作用 这第二个吗 留来就没什么用处了 于是沉默看向黄青山说道 认识一下如何 T大 沉默 黄青山自然知道 沉默是来自T大的 不过 沉默都已经自我介绍了 他也只好抬起 一脸垂丧的头来 身无可恋地说道 神行教 黄青山 原来是黄兄 久仰久仰 听到沉默的话 黄青山末不作答 在此之前 你连我名字都不知道 还久仰的锤子呀 沉默也不过多地刺激黄青山 而是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黄兄 既然你已经败了 不如就先回去歇着吧 黄青山文言 知道沉默 这是在赶他走 毕竟一个王有福 做诱饵 可以引来其他人 若再加上他黄青山的话 那可能引不来人 反倒是可能会把 靠近这里的人给吓走 所以让他离开 自然是最好的方法 黄青山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多留 既然沉默主动提起 他就痛快地离去了 在将一块符纸撕开后 黄青山整个人瞬间 就消失在了原地 沉默知道 那是大佬们将他给捞走了 现在黄青山走了 沉默就将现场的环境恢复了一下 然后他来到了王有福的身旁 确认他没有醒来后 便再次藏了起来 不多时 便有两个人组队来到了现场 沉默通过暗中观察确认 这两个人不是三打天交 那事情就好办了 趁着他们在查看王有福情况的时候 沉默瞬间破土而出 不出意外 也没有意外 尽管这两人一个人在负责警惕 另一人在查看王有福的情况 但面对实力足以碾压他们的沉默 两人只有被淘汰的下场 在率先解决负责警戒的那一个人的同时 沉默展开了土刑壁垒 将另一个人也困住了 双管齐下 一次性便将这两个人 只有这五阶中期的对手得解决了 轻易将两人击败之后 沉默简单地走了一下流程 而后 这两人也是离开了这里 沉默的骚操作 就跟钓鱼一样 让对决现场观战的人 直呼牛屁 同时 负责维护对决限定区域的一众九阶强者 也是对沉默来了兴趣 道兄 你这弟子真是厉害啊 听到这话 云阳子心里乐开了花 但嘴上却是说道 也就马马虎虎吧 知道云阳子 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 还卖官 但众人却无话可说 谁叫人家这个当师父的本事 了得说 沉默这个当弟子 也不算差 而他们这些人的实力 虽然也不差 但他们的弟子 跟沉默比起来 不免就差了太多 这一比较之下 实在是心塞啊 沉默用网友服当诱饵 确实钓到了不少鱼 但可惜的是 全都是些小鱼 像三大天骄这样的大鱼 一条都没有来 而随着他钓到的鱼越来越多 后面来的人 明显变得警惕了起来 因为他们看到信号之后 都在往这边赶 但在赶到这里之后 却是没有看到 其他的人 这种情况 显然是不正常的 一些人 在察觉到不对劲后 极为干脆地选择了 撤离这里 哪怕是他们已经看到了 靠着巨石 处于昏迷之中的 王友福 对于这些选择撤离的目标 沉默并未选择追击 他同时意识到 剩下的这些鱼 明显不太好钓了 于是沉默果断改变策略 趁着没人的空隙 他将王友福唤醒了过来 醒过来的王友福 看着沉默 一脸警惕地说道 你对我做了什么 沉默闻言 没好气地说道 我能对你做什么 王友福默不作语 沉默见状 直接说道 你的作用 已经达到了 所以 回去歇着吧 知道沉默 是在赶自己走 王友福倒也没有逗留 但在离开之前 他还是想知道 在自己昏迷的期间 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听到王友福的话 沉默故作神秘地说道 你回去后 就知道了 说着 沉默直接点破了 王友福手中握着的符纸 搜的一声后 王友福就消失在了原地 在王友福离开之后 沉默看了一下方向 然后 他便朝着之前 那些选择撤离的人群 所离去的方向 突击而去 既然钓不到鱼了 那他就只好亲自下场捉 第98章 凄惨的王友福 我 对绝观战场中 被沉默点破了 接引符纸的王友福 话都还没说完 就直接被大佬们 给捞了回来 此刻 他心中那叫一个 怨念十足啊 王友福非常肯定 在自己昏迷的期间 一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所以 沉默在他醒来之后 才会急着催他离开 可昏迷的自己 到底能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这是王友福 最关心的事情 就在他准备 找个人问问的时候 黄青山带着几个被沉默钓鱼淘汰的精英走了过来 见到黄青山 王友福略带诧异地说道 青山 你也被淘汰了 王友福不提还好 一提黄青山就来气 还不是你个狗日的害的 虽然这件事情 和王友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不管是谁 第一个和沉默碰上 或许都将会沦为他钓鱼的诱饵 但这次毕竟是因为王友福 大家才被淘汰的 沉默那边 他们谁都打不过 只好把气都撒到王友福身上了 只听黄青山无奈地说道 哎 运气不好 不说这个了 友福啊 大家都在那边等你呢 走 听到黄青山的话 王友福不宜有他 他又是问道 还有谁被淘汰了 黄青山皮笑若不笑地回道 很多 你去了就知道了 这么惨的吗 这沉默有两把刷子呀 此刻 王友福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黄青山几人将王友福架在中间 来到了一处房间中 待进入房间中以后 王友福突然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因为在他进入房间中的时候 房间中的众人皆是奇奇地看向了他 若是以往 王友福会认为是因为自己的帅气脸庞 但这房间中的气氛明显不对劲呀 当即 王友福转身就要走 结果黄青山却是一把搭在他的肩膀上说道 友福啊 来都来了 还想走吗 与此同时 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人 也是一把将房门给关上了 王友福见状 不禁说道 哥几个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王友福可没得罪过你们 如果只是黄青山他们几个人 王友福倒不至于认怂 可这房间里面坐着的 站着的 那可有几十号人啊 加之他之前被沉默一拳重伤 虽然沉默也给他恢复了一下 但到底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啊 这个时候跟他们弄 那肯定是弄不过的呀 眼看根本没得谈 逃也没办法逃 王友福只好说道 你们总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听到王友福的话 为首的黄青山开口说道 等你挨完这顿打 我们就告诉你 兄弟们 上 说着 一群人便冲了上来 众人倒是没有来真的 只是使着拳脚功夫 但一通围殴下来 王友福还是落了个鼻青脸肿的模样 打挨完了 王友福终于如愿 得知了他为什么挨打了 同时他也明白了自己昏迷期间起到的作用 干 陈墨 我王友福跟你没完 王友福一声怒吼 他在宗派界年轻一代中 好歹也是有头有脸人的人物 结果 却是被陈墨打晕了 用来当做钓鱼的诱饵 这简直丢人丢到家了呀 这个梁子 哪怕是陈墨 长得和他一样帅 也没办法轻易了结的 但对王友福比较了解的黄青山 却是给王友福泼了一盆凉水 只见他拍了拍王友福的肩膀 用一脸认真语气地说道 友福兄 省省吧 跟他没完又能怎么样 你打得过人家吗 王友福顿时雨色 还真特么的打不过啊 至于这个梁子 得 也甭结了 不是他王友福怕了陈墨 而是 总之不是怕他就对了 紧接着 鼻青脸肿的王友福 便跟着黄青山等人 回到了观战现场 他们想看看 将王友福这个诱饵丢掉之后 陈墨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而且 在三大天骄都还在的情况下 对于接下来的局面 他又该怎么应对 陈墨 在将王友福弄走之后 便开始主动下场捉鱼 他之所以主动 一是鱼不太好调了 二则是因为 他对宗派界 这些精英们的实力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 相较替大绝大多数的学生们来说 他们真的强大了太多太多 但是 在陈墨面前 就显得太弱了些 同时 陈墨这么做 也是为了避免三大天骄 将剩下的这些人 全部聚容起来 虽然这些人 无法对陈墨 造成太大的威胁 但给陈墨带来一些影响 还是能办到的 所以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主动出击 就很有必要了 因此 陈墨朝着之前 来到钓鱼现场后 却撤离的那些人离去的方向 追赶而去 虽然没有爆发 出六阶的实力 但陈墨赶路的速度 却是比他们 这些人快了太多 所以当网友佛挨完奏 跟着黄青山 他们回到观战现场的时候 陈墨正好追赶上了一拨人 这一拨人 足足有七个之多 显然是在中途的时候 完成了聚集 他们看到 追赶上的陈墨 第一时间 皆是大喜不已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正常反应 毕竟他们一方 可是有七个人在 这七个人的首脑 是一个女生 他在看到陈墨之后 并未轻举妄动 而是先自我介绍了一番 女生名叫赵玲珑 神行交核心弟子 得知赵玲珑来自神行交 陈墨也不禁感慨 自己和神行交 真是有缘分哪 之前被他淘汰的人中 除了黄青山之外 还有十多个人 也都是来自神行交的 赵玲珑一番主动介绍之后 陈墨也是做了回应 至于对方另外六个人 悄悄将他包围的小动作 他完全当作没看见 眼看何为完成了 赵玲珑虽然疑惑沉默 为何没有动作 但现在 显然不是问这些的时候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同一时间观战场中的黄青山 已是焦急万分 师姐啊 你不赶紧跑 在那干嘛呢 黄青山和赵玲珑的师父 乃是同一个人 因此在何欣的弟子中 关系最为要好 此刻看到自己师姐 居然想靠着人多 何为沉默 黄青山自然着急的不行 因为很显然 他们是打不过的 但赵玲珑显然并不知道这一点 见那六人已经全部到位 他便率先动手了 只听赵玲珑叫喝一声 随即直接朝着沉默杀来 而另外的六个人 也是齐齐朝着沉默冲击而来 第九十九章 实力为尊 一亿敌多的战斗 沉默并不是没有打过 在真正的战场之上 他曾面对过 何为自己的敌人 何止才七个 现在的这种小场面 对于他来说 实在是没什么压迫力 而且 以赵玲珑为首的七人中 只有赵玲珑一个人的实力 还勉强看得过去 剩下的六个人 实在是不堪一击 可能他们这些人 平日里的关系比较好 所以相互之间的配合作战 显得极为默契 但实力太弱 配合再好 也没有用 和这七个人过了两招之后 沉默便开始主动出击了 所谓擎贼先擎王 第一个 就先拿实力 最强的赵玲珑开刀吧 沉默并不会因为他是女生 就因此而网开一面的 只见他抓住机会 一记汗的冲击 大地剧烈的震动感 直接让赵玲珑 他们的队形散开了来 随即 沉默以超强的爆发力 直接朝着赵玲珑突劲去 其余六人见状 皆是想要前来增援 但沉默只是反手一挥 树到土形壁垒 直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同时 密密麻麻的木形荆棘 也足够他们头疼的了 没了那六个人在后面的影响 沉默两三个突进间 便杀到了赵玲珑身旁 赵玲珑见状 倒是并未显得太多慌乱 他直接火力全开 打算和沉默正面一战 掌握着金属性之力的赵玲珑 一朝一世间急剧攻伐之气 笔直沉默之前 碰到的不少觉醒者 都还要强不少 想来这赵玲珑 必然也是 处于五阶觉醒者中第二梯队的 和王有福 属于同一个层次 这样的实力 确实也不弱了 他今天碰上了沉默 对于同样掌握着 金属性之力的沉默来说 他自然知道 该如何化解金属性之力 自带的功法之气 所以在面对沉默的时候 赵玲珑使用的 灵能战技的威力 自然就减弱了至少三分 如此一来 实力本就不如沉默的他 想要战胜沉默 难度何其之大 而赵玲珑在和沉默交手之后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现在显然已经迟 沉默直接以土形臂甲覆盖双臂 应接下赵玲珑的遗迹杀招 紧接着 他一个闪身来到赵玲珑身后 一道熟悉的手刀 直接劈在了赵玲珑的后颈处 赵玲珑吃痛一声吼 极为不甘地倒在了地上 解决了赵玲珑 沉默开始回过头来 对付剩下的六个人 这六个人 在亲眼目睹了实力 最强的赵玲珑被击败后 都是心生退役 但沉默怎么可能 会放他们离开呢 在土形壁垒 和木形荆棘的阻碍下 他们想离开都很难 加之沉默已经腾出来手来 他们也就更难离开了 紧接着 便是一场 毫无营养的单方面吊打 六个人 沉默只出手了六招 于是 这六个人 在各自惊骇的眼神中 全部被沉默击败 在此之前 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会想到 他们六个人 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将六个人全部击败淘汰后 沉默让其中一个女生 将赵玲珑的接引符纸 找了出来 然后 在沉默的注视下 他们将接引 符纸撕开 负责主持现场的大佬们 将赵玲珑七人捞走之后 沉默开始大肆捉鱼 于是 越来越多人 被淘汰出局 观战场 康龙山的包间中 王群英看着沉默 强势淘汰一众宗派界的精英 不由得感慨地说道 这小子 真是厉害啊 坐在一旁的和情 也就是王群英的老婆 则是没好气地说道 这小子 把你儿子 打得口吐鲜血不止 又被他害得让人 给打得鼻青脸肿的 你这个当爹的 居然夸他厉害 王群英文言 却是笑着说道 人家 可是留了手的 真要是下狠手 那可就不只是 口吐鲜血那么简单了 夫人你这些年来 一直在宗派界 这边主持康龙山的运作 不知道 这小子的厉害 听到王群英的话 和情顿时来了兴趣 他还是很少见自己 男人这么夸一个年轻人 而且这个年轻人 还把他亲儿子 打得那么凄惨 见和情问起 王群英说道 自打知道是这小子 代表替大出战 我便去调查了一下 他的资料 多的东西没查出 但却有一样 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就是这小子 名下的功勋点 比一些酒精沙场的 七阶觉醒者还要高 听到这话 和情也是有些惊讶 功勋点 那可是 只有在抵御 意外侵略者的战场之上 靠斩杀敌人 才能获得的 这个东西 根本做不了价 因为一旦被发现 做假的话 那其他人 拼死立下的功勋 岂不成了一个笑话 所以 这东西的核队 是非常严苛的 但沉默一个 五阶觉醒者 功勋点 居然比一些 酒精沙场的 七阶觉醒者还要高 那他在战场之上 是杀得有多猛啊 没有足够的实力 和强悍的灵能 战绩支撑的话 恐怕是做不到的 如此说来 这小子 在对付王友福他们的时候 还真是留了手的 和情 能够留在 宗派界主持 康龙山的日常运作 脑子自然不笨 他很快 就想通了这一点 虽然 还是有些心疼儿子 可他还真不好说什么 如今的宗派界 虽然比古师和险 但实力为尊 仍旧是不变的宗旨 自家儿子 打不过沉默 那就只能认了 何况人家已经手下留情了 若是老一辈的想提小辈出头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前提是 人家的老一辈 肯定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想通了这些事情后 和情也就不去多想了 况且自家儿子吃个亏 也是好的 省得这小子一天 拽得跟个二百五似的 随即 何情又是 看向王群英问道 难道咱们宗派界 就没一个年轻人 能是这小子的对手 王群英文言 无奈地摇了摇头 如果没有二十五岁的限制 或许还有人 但加上这个限制 显然是没有人的 何情见状 不由地说道 难道张青阳 他们三个人都不行 不可能吧 这三个人 被誉为天骄 可是靠着正经的实力得来的 整个宗派界 一共可就五个 王群英见何情一副 不服气的样子 指的说道 夫人啊 你还是没看明白 这次的对决 完全是偏向于 咱们宗派界的 因为想也知道 咱们这边的年轻人 肯定是会先将 替大那边的年轻人 先踢出局之后 在内部竞争 但替大那边的 谈判代表之一 也就是 王破军这个魂球 他这一次 一点意见都没有 你也是和他打过交道的 可曾见过这魂球 有这么好说话的时候 和秦文言 一想还真是这样 于是 王群英便接着说道 所以啊 人家心里有底呗 哪怕宗派界 派出三大天骄 又如何 人家只用一个沉默出战 那就足够了 为啥 说到底 还是一个实力未尊呢 第100章 天骄 未伤 听完王群英的话 和秦很是不解 既然自家男人 看出了这一点 那其他势力的当家人 难道没看出来 实在是不可能啊 就算是他们没看出来 他们各自背后的老家伙们 一个个精明得很 不可能看不出来的啊 既然明知道会输 举办这场对决的意义在哪 似乎看出了和秦的疑惑 王群英再次解释道 其实大家都看出来了 外界的灵气早已开始复苏 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即将来临 宗派界各方势力 若是跟不上脚步的话 迟早会被淘汰的 宗派界走出伏地 是早晚的事情 上一次小宁世界毕大战 龙国特殊领域界损失惨重 这就为宗派界走出伏地 创造了一个契机 恰好外界也需要宗派界的力量 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听到这里 和秦仍是有些不解 既然双方都有需求 甚至都已经到了一拍即合的地步 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只听王群英继续说道 老家伙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是因为他们知道一些事情 但大多数年轻一代 包括那些在宗派界过惯了 安逸日子的一些老人 他们看不清这一点 在他们这些人的心中 宗派界所处的伏地 依旧是优越于外界的 为了打醒他们 所以才有了这一战场对决 何秦听完 顿时明白了过来 想到这里 他又是问道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陈默这小子 最终没能取胜 那该怎么办呢 王群英文言 笑着说道 如果他没能取胜的话 那就说明大时代的序幕 还没展开 宗派界 就不用急着 走出伏地了 在王群英夫妇 交谈的同时 对决限定区域中 沉默独自一人 可谓是大杀四方 他所到之处 宗派界的这些年轻精英 只有被淘汰的下场 因此 在很短的时间里 宗派界各方势力 原本将近三百号人的队伍 如今便只剩下一半不到了 如此之快的减员速度 让关战场中 不少宗派界的老人 都是脸黑不已 这些被淘汰的年轻人 平日里 可都是宗派界的骄傲 如今 竟是被人家一个人 给独挑了 更为关键的是 这个人进入特殊领域界 修炼的时间 只有三年不到 不过还好 参加对决的三大天骄 至今都还在 剩下的那些精英们 也分别以三大天骄为首 纷纷聚集了起来 三支队伍 人数最少的 也达到了三十几号人 虽然这有点 以多气少的嫌疑 但是关宗派界千百年来的生育 现在哪管得了这么多啊 当然 人数聚集起来 只是起到一个保险作用 只要三大天骄中的任何一个人 正面击败了沉默 也能挽救宗派界的生育 总之 老家伙们的心思 只有一个 那就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宗派界的生育受损 与此同时 以三大天骄为首的三支队伍 在顺利完成会面之后 开始搜寻起了沉默 沉默见洛丹的鱼 实在难寻之后 就知道他们是聚集起来了 不过他倒没有因为对方 聚集起来的人数众多 就藏着躲着 他是先歇了邪 恢复了一下自身的力量之后 紧接着 沉默 直接来到一处地势较高的山头 然后爆发了一下自己的力量 他的这一爆发 就跟在黑夜中亮起的火光似的 正在搜寻他踪迹的三支队伍 非常迅速地 就摸索了过来 深知沉默实力可怕的三队人马 并未轻易地对沉默发起攻势 他们所有人分散开来 将整座山头给围了起来 同时 他们开始发讯号 伴随着三道颜色各异的讯号升空后不久 三个年轻人 便相继赶到了现场 第一个赶到是 来自惠灵门的青传弟子 宗派界年轻一代五大天骄之一的前锋 前锋整个人看起来极为精壮 性格也十分的大气 他赶到现场之后 本是想先和沉默打一场的 但被沉默给拒绝了 前锋对此也不是多么的在意 反正两人的一战是逃不了的 于是 他和沉默愉快地交谈了起来 而继前锋之后 第二个赶到现场的 是神行较青传弟子 宗派界年轻一代五大天骄之一的卫商 卫商见前锋先一步于他赶到 于是来到之后便问道 打完了 前锋闻言 摇了摇头 他非要等你们两个 到了才愿意出手 听到前锋的话 卫商这才看向了沉默 这就是巫师妹口中 常提起的沉默吗 将沉默上下打量了一番 卫商也是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不多时 最后一人也到了 他便是神行较青 传弟子 宗派界年轻一代五大天骄之一的张青阳 随着张青阳的到来 对决限定区域中的所有选手 便全部到齐了 现场的气氛 顿时变得紧张了起来 只见最后 赶到的张青阳 用略带挑衅的语气 看向沉默说道 我给你公平一战的机会 我 前锋 卫商 随你选 听到张青阳的话 沉默一脸平静地站起了身来 自己貌似 没得罪过这家伙吧 但不知道为啥 他居然对自己有敌意 而且 这家伙的态度 着实有些让人不爽啊 牛皮红红地不说 还一副像是施舍自己的态度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沉默回敬张青阳道 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 你们所有人 一起上吧 沉默的话 让张青阳顿时脸色一黑 这世上 居然还有比他还要傲气的人 但傲气 是需要足够的实力来支撑的 看着脸色始终 没有丝毫变化的沉默 张青阳对卫商说道 卫师店 你先上 卫商早已按捺不住 想要和沉默交手 所以他也就没在意 张青阳那跟下命令一般的语气 而同样想要 和沉默交手的前锋 则很是不爽 先来后到的道理 懂不懂啊 但既然张青阳让卫商先出手 那就先让卫商去探一探沉默的实力吧 如果卫商胜了 就说明沉默的实力一般 根本不值得他前锋出手 若是卫商败了 就说明沉默的实力 确实有点水平 那他和沉默的交战 也就更值得期待了 第101章 卫商之败 在宗派界年轻一代的五大天骄中 卫商的年龄 无疑是最小的 这也就导致他的战绩 和另外的四位 天骄比起来 显得不太那么耀眼 但是 这并不代表他的实力就弱了 五大天骄 大致实力 是不愤不重的 当然 这也和他们没有进行过 正式的较量有关 但不管怎么说 能够跻身 五大天骄之列 卫商可不是那种空有实力 而无战力的水火 这一点 从他浑身上下气势上的改变 就可以看出来 只有经历过一次次的实战 才能历练出 这种效果来 因此在沉默眼中 卫商无疑是一个天赋 和实力都相当了得的对手 整个T大的学生队伍里面 除了沉默之外 很难找出能够击败卫商的人来 卫表重视 沉默决定拿出 自身五阶觉醒者的全部力量 让卫商就算是败 也败得心服口服 当然 卫商现在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要是知道的话 指定会破口大骂的 什么玩意儿 还让我败得心服口服 你这要牛批 咋不上天呢 随即 在万众瞩目之下 身为宗派解天骄之一的卫商 与替大学生第一人的沉默之间的较量 便展开了 正如沉默所说 他会给予 卫商足够的重视 因此他一上来 打法便不同以往 压根就没有什么试探性进攻 直接火力全开 强势压境 卫商根本没想到 沉默一上来就采取 如此凶猛的打法 这也就使得他原本的计划 被完全打乱了 不过 卫商到底当的 上天骄之名 他也是很快就根据实际情况 迅速制定了新的对敌策略 只可惜 面对火力全开的沉默 卫商 重新制定的策略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由于知道沉默之前 使用过目属性之力 和土属性之力 所以掌握有火属性之力的卫商 认为自己 可以依仗属性之力相克 被沉默进行压制 但现实情况是 面对沉默的土木组合 他的火属性之力 根本没有什么优势 更为离谱的是 沉默还罕见使用了 水属性之力 其实 沉默掌握有 五种属性之力的消息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但在T大那边 早就定下沉默 这个初战人选之后 张青阳他们并未过于重视 以至于 对沉默的最基本了解 都不曾去做 而各家的老家伙们 也都是保持着沉默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一个道理 人叫人 百言无用 是叫人 一次入信 只有让这些自负的小家伙们 吃过大亏之后 他们才会明白 这个道理 所以 在面对沉默 突然使用出的 水属性之力时 卫商直接被打了一个 措手不及 你 你怎么可能掌握 有水属性之力 通过和沉默的交手 卫商已经大致了解到了 沉默的实力 如果这个家伙 也出身在宗派界的话 天骄之中 必然有他的位置 也就是说 沉默至少 也是触摸到 六阶门槛的存在 加之 他居然掌握着 三种特殊力量 如此一来 只掌握有一种 特殊力量的卫商 自然落入了下风 面对沉默 越发凶猛的进攻 卫商感觉自己 有些吃不消了 但哪怕是在和张青阳 进行极限切磋的时候 也没有过这种感觉 这无疑表明 沉默的实力 真的太可怕了 当心里开始主动示弱之后 卫商的表现 就开始打折扣了 沉默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抓住他的弱点 给予强力打击 蹦 一声惊天巨响过后 卫商整个人 被沉默一拳 轰欠进了山壁之中 他的气息 也是瞬间萎靡了下来 而这也就意味着 卫商败了 唉 卫商的败 让观战场中 不少人都是止不住的直叹气 他可是天骄啊 整个宗派界 一共就五个呀 怎么就败了呢 怎么就败了呢 还败得如此之惨 相较于这些人的哀声叹气 替大的队伍 就显得轻快了许多 尤其是 在沉默身上 压了重金的赵松松 心中那叫一个开心 如果不是因为 现在正身畜踪派界 他只怕要笑出声来了 因为 沉默战胜的人数越多 他最终赢得的奖金 便越多 若是沉默战到了最后 那他直接就发财了 按照当前的情况来看 反正是稳了 而沉默在击败卫商之后 也是将目光看向了前锋 前兄 你不是想和我一战吗 来吧 前锋闻言 尽管他战意十足 但他还是问道 要不要恢复一下 沉默摇了摇头 表示他刚刚只是热了一下身而已 好家伙 前锋不是没见过狂人 他平日里 就挺狂的 但是像沉默这般狂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 击败身 为天骄的卫商 仅仅是让他热了一下身而已 不过 对决这种事情 向来讲究一个赢家通斥 卫商败给了 沉默是事实 所以 不管他怎么说 旁人都很难辩驳 唯一的办法 就是击败他 于是火 前锋直接杀了出来 身为天骄 前锋的实力相当强大 并且 他和其他四人不同 掌握着两种特殊力量 其中一种 是威猎第一梯队中的金属性之力 另外一种 则是属于超能力之一的力量强化 金属性之力 具备强大功伐之气 而力量强化 则能给前锋 带来极大的增幅 在这两种力量的加持之下 前锋至今未曾败过一次 而今天 他也同样不会失败 在引动体内的灵气之后 前锋直接开启了力量强化 一瞬间 他整个人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幅度膨胀了一倍 一股骇人的强大威慑力 从他体内散发而出 单论这份威慑力 此时的前锋 已经堪比一般的六阶觉醒者了 强大 无匹 开启力量强化之后的前锋 又直接发动了 金刚万人 身加持己身 随即他一拳 朝着陈墨轰击而来 陈墨见状 闪身避开 前锋的一击 直接落到了山头上 顿时 整个山头都震战了一下 感受到这一幕 陈墨不禁看向前锋说道 这力量 真是够恐怖的 前锋闻言 大笑道 那是当然 说完 他再次朝着陈墨袭来 陈墨也不再闪避 同样大笑着冲击而出 五行合一的力量 瞬间充满全身 紧接着 五行臂甲 又覆盖在了 他的双臂上 这还是陈墨第一次 在战斗中 使用五行臂甲 以前没用 是没那个必要 现在吗 还是那句话 他这一次要让这些个天骄们 输得心服口服 第102章 无限接近于六阶的力量 五行臂甲 给陈墨提供的防御力 比之土行臂甲 高了十倍不止 同时 他还具备增幅力量的作用 于是就在下一刻 同时 平日弹尸而起的陈墨与前锋 两人开始疯狂对拳 蹦蹦蹦 对拳产生的巨大震爆声 不断响起 让围攻这座山头的 一众宗派界精英 看得那叫一个目瞪口呆 我的天哪 这就是天骄之间的对决吗 这爆发出的力量 也太强大了吧 而同样在现场的张青阳 看着交战中的陈墨和前锋 他的心中 也是微微有些惊讶 前锋现在所展现出的实力 比之以往明显强了很多 在跨入六阶的道路上 他显然又迈出了一步 这样的前锋 无疑是非常强大的 但陈墨却是能够和他正面交锋 并且不落于下锋 这几乎可以说明 陈墨也差不多 也走到了和前锋差不多的地步 他的资质天赋 真的很可怕呀 只用了短短数个月的时间 就从初入五阶走到如今的这一步 其所具备的战力 甚至丝毫不弱于前锋 所以 完全可以预想到的是 如果再给陈墨一些时间 他进入六阶 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那到时候 哪怕是有他张青阳在 宗派界 想要赢下这场对决的最终胜利 也很难 因为张青阳心里很清楚 也必须承认 他和陈墨比较起来 具备的优势 无非就是年龄更大 以及接触特殊领域的时间 更长而已 真要比天赋资质 他必然是弱于陈墨的 所以 两人若是同进对战 他很大概率是会输的 这是张青阳极为不甘心的一点 也是他无可奈何的一点 不过好在 世上没有如果 哪怕陈墨的实力 能够击败 几乎站到了五阶觉醒者顶点的前锋 但在面对上他张青阳的时候 也只有失败的下场 因为他张青阳 早已不是五阶觉醒者 而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六阶强者 这个消息 除了张青阳本人之外 目前为止 只有他的师父知道 并且 他的师父 为了更好地隐瞒这件事情 还给了张青阳一件可以防止他人窥视自身的护身宝贝 除了尊者可以无视这件宝贝的效果之外 哪怕是九阶觉醒者 也看不透张青阳的实力 而尊者极 乃会来关心张青阳这样的一个小小辈啊 所以 张青阳成为六阶觉醒者的消息 一直藏到了现在 他原本是想找一个机会 一举扬名的 结果正好碰上了这次的对决 对于张青阳来说 这就是一个极佳的扬名机会 但偏偏这个时候 有人说 沉默怎么怎么样 对于名誉极为看重的张青阳 怎么能够容忍 有人来分摊 本该属于他的关注度呢 而这也就是他敌视沉默的原因 因为在张青阳看来 这一次的对决 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舞台 哪怕是同为天交的卫商和前锋 也只能沦为当配角的下场 至于沉默 一个半道出家的新人 凭什么和他争 又拿什么来跟他争 张青阳并不认为 沉默能够跨进六阶 否则的话 他不至于和五阶的前锋缠斗这么久 所以 最终的胜利 一定是属于他的 另一边 沉默和前锋 进行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对轰 两人打得十分过瘾 不过 这终究 是在进行着对决 一定是要有胜负的 所以 前锋也是对沉默说道 你真的很强 也颇对我胃口 若是换个地方 我一定要好好跟你谈谈 但现在 肯定是没办法的 听到前锋的话 沉默笑着回道 日后有的是机会吗 是啊 前锋大笑不已 紧接着 他却是语气一变 不过照我们这样打下去的话 是分不出胜负的 难道算平局 沉默闻言 摇了摇头 当然不可能算平局 对于他来说 平局就算是认输了 这怎么行呢 前锋健壮 也是头大 以他现在的实力来说 显然是 无法击败沉默的 但他也不可能就这么认输 毕竟 这又不是私下里的切磋 他现在代表的 可不仅是自己 还有身后会灵门的脸面 那么平局 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可沉默却不答应 前锋自然是指导原因的 所以他头疼啊 前锋头疼 沉默却不头疼 单纯以肉身搏击力量来说 仅仅使用五阶 决心者力量的他 如今确实只能和全力爆发的 前锋打成平局 可沉默掌握的力量 可不仅是这一点而已 酣畅淋漓的近身交战 虽然让人热血澎湃 灵能战绩的使用 也是觉醒者的必修课啊 这个方面 前锋已经发挥出了自己的极限 而沉默 可还仅仅只是 使用了五星臂甲而已呢 随即 只见沉默看向前锋说道 你确实挺强的 但这场对决 我一定要赢 所以 只好委屈你了 听到沉默的话 前锋没好气地回道 沉默 你说这种大话 就不怕闪着舌头 哈哈 沉默健壮 也不做过多的辩解 下一刻 他直接杀朱 前锋见沉默依旧不死心 自然是决定奉陪到底 但很快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和之前比起来 沉默所展现出的爆发力 变得更强了 怎么回事 面对跟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沉默 前锋心中可谓是震惊不已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能够抵挡一下 但随着沉默的攻势越发凶猛 前锋逐渐有些顶不住了 实在是沉默现在展现出的力量 已经超过了他太多太多 那是无限接近于六阶的强大力量 卧槽 你特么的也太狗了吧 此刻 前锋知道了 沉默之前在隐藏实力 这对于他来说 无异于一种心灵上的重击 本以为我们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没想到 你居然隐藏了实力 狗东西 真不要脸 心中这样想着的同时 前锋逐渐开始显露出败相 面对沉默的凶猛攻势 他实在是有些招架不住了 最终 当沉默引动五行合一的力量 打出定顶一击 苦苦支撑多时的前锋 最终只能败下了阵来 落败后的前锋 眼神悠悠地盯着沉默 那样子 简直就跟一个小怨妇似的 而他的失败 也意味着宗派界参加对决的三大天交 便只剩下一个张青阳了 那么最后的对决时刻 便来临了 第103章 六阶的张青阳 另一边 观战场中 前锋的落败 让不少人都感到一阵晚叹 从表现上来说 他自然是要比卫伤好了很多 卫伤被沉默只用一招 便轻松击败 而前锋 好歹也是和沉默过了那么多招的 两人的对决过程 绝对撑得上精彩 在五阶觉醒者阶段 就能爆发出如此战斗力 两人也不愧是这一代人中的天交 但是很明显 沉默显然更胜一筹 前锋用尽自身实力 证明了他的天交之名 沉默则是用更强的力量 强势击败了前锋 尽管有些人 不希望看到沉默能赢 但沉默的强大 已经得到了他们中的少部分人的认可 因为不管如何 沉默是龙国的一份子 人类的一份子 而宗派界的人 也是龙国的一份子 人类的一份子 这一点 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 当然 有人认可了沉默 自然也有人不认可沉默 沉默赢得越多 那对于宗派界声誉的打击便越大 同时 这些人不会看到 前锋和沉默的激烈斗争 他们只会认为 落败于沉默之手的前锋 当不上一个天骄之名 他给整个宗派界 丢了颜面 不过索性的是 还有张青阳在 五大天骄 虽然没有为此之分 但大多数人都知道 出身自神行教的张青阳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天骄第一人 哪怕是那两个年龄 比他大的天骄 从实力上来说 也是比不上他的 在卫商和前锋都落败的情况下 挽救宗派界声誉的这一重任 便落到了张青阳的身上 这些人也坚信 身为天骄第一人的张青阳 一定能够做到 和这些人一样 张青阳的想法也是如此 挽救宗派界声誉的重任 终究只能落到他的身上 无论是卫商师弟 还是前锋 亦或是另外两个 都没能参加这场对决的天骄 他们这四个人 都是靠不住的 唯一能够靠得住的 只有他张青阳一人而已 这种事情 也只有他才能做到 他才是当时唯一的主角 尽管之前沉默的突然爆发 力量已经无限接近于六阶了 但无限接近 终究还是没能接近 说破了天 那也只是五阶 而他张青阳 则早就真正立身于 六阶的领域之中了 五阶和六阶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其中的差距 绝不是靠天赋 就能弥补得了的 所以沉默的天赋再强 那又能如何 终究还是要败在他的手上 特殊领域的世界 终究还是讲究一个实力为尊 在沉默击败了前锋之后 他也是将目光看向了张青阳 见沉默看向了自己 张青阳十分装逼地拍了拍手 万万没想到 仅仅只修炼了两年多的你 在实战中的爆发力 竟是如此之强 为师弟和前锋会 败在你的手中 倒也不算可惜 听到张青阳的话 沉默眉头一皱 这哥们故作姿态 像是高人点评一般的点评他 这是想干嘛 仍旧嵌在山壁中的味伤 此时仍旧在昏迷之中 至于前锋 则是一脸无语地看着张青阳 你说 你平日在其他人面前 装装就算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还隔着装呢 而且 什么叫做 我败在了沉默手中 不算可惜 你瞧瞧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前锋的心理活动 张青阳自然是不知道的 他就算是知道 估计也不会在意 在他的眼中 前锋已经是一个失败者 根本不配 和他同列天骄之中 张青阳没有理会 沉默那极为不爽的眼神 竟是漫步 走到了他的身前 紧接着 只见他看向沉默说道 我可以给你一个认输的机会 哈 沉默整个人顿时都梦了 这什么鬼 前锋也是一脸无语 我尼玛 沉默的实力 他可是有直观感受的 现在张青阳居然说 给人家一个认输的机会 这可能吗 于是 前锋看向张青阳说道 张青阳 你哥这说什么屁话呢 能不能打啊 没有理会前锋的话 张青阳仍旧在等待着沉默的答案 沉默见状 也很是无奈 只见他 看向张青阳说道 同样的话 我也送给你 要认输 就趁早 张青阳闻言 不怒反笑道 好吧 那就打吧 说完 和沉默隔着三个半身位的张青阳 直接爆发出了自己的力量 这股力量 丝毫不弱于之前的前锋 然而 这还不算完 只见张青阳看向沉默说道 你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达到现在的程度 不得不说 你真的很厉害 但是 我也可以 话必 张青阳爆发出的力量 再次强大了数分 此时 他所爆发出的力量 已经无限接近于六阶了 看着脸色仍旧没有太大变化的沉默 张青阳笑着说道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不 还没有 随着张青阳 话音刚末 一股更为恐怖的威势 从他体内爆发开来 这一刻 赶到这股力量的前锋 直接从坐着的地上 一下就蹦了起来 我尼玛 六阶 是的 张青阳直接打出了自己的底牌 六阶实力 不单单是前锋 现场除了昏迷的卫伤 以及脸色始终没有变化的沉默之外 其余所有人 都是一脸震撼之色 六阶啊 那可是有着强者支撑的六阶 和五阶有着天差地别的六阶 此时 爆发出六阶实力的张青阳 直接玉空而起 这也是自六阶开始 强者所拥有的特征之一 看着玉空而起的张青阳 观战场中的很多人 都是欢呼了起来 五大天交中 有人率先迈入了六阶 这个人 叫做张青阳 而六阶打五阶 简直不要太轻松 这场对决的最终胜利 终究还是属于宗派界的 看着周围欢呼起来的人群 T大的队伍却是沉默一片 因为众人都知道 五阶根本不是六阶的对手 黄云老太太等人 此时的脸色不是多么的好看 相较于学生们 他们更清楚 五阶和六阶的差距 这场对决 到底还是说了 明明沉默的表现 那么的耀眼啊 唉 在一众人很是悲观的情况下 赵松松却是无脑坚信 沉默一定能赢 他和沉默相处这么久以来 得了一个结论 除非是面对 无可逆转的生命危机的时候 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底牌终究有多少 也就是说 沉默的实力 肯定不只是现在 所表现出的这些 对于赵松松的话 众人只能当作是安慰 毕竟以沉默爆发出的力量来说 在网上 那就只能是六阶了 可他进入五阶才多久啊 能达到现在这种程度 已经是惊为天人了 再想提升到六阶 这恐怕是痴人说梦了吧 听到这话 一直沉默不语的乌紫月 却是突然开口说道 万一呢 第104章 六阶 谁不是呢 万一 听到乌紫月的话 众人皆是齐齐看向了他 这个曾经的 替大学生中的第一人 难道知道些什么 坐在乌紫月身旁的下摇 出言问道 小月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见众人一个个 都用充满期待的眼神 看向了自己 乌紫月轻轻地点了点头 赵松松见状 顿时就不乐意了 什么 他身为沉默的第一好机友 居然会有乌紫月知道 而他却不知道的 有关沉默的事情 赵松松当即走到乌紫月身前 问道 他真的六阶 这个问题 也是替大所有人都关心的事情 听到赵松松的话 乌紫月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 他只是告诉众人 一定要相信沉默 乌紫月的这番话 说了等于没说 原本还以为 他知道什么秘密呢 结果就这 哪怕是无脑相信沉默的赵松松 这下子 也是有点慌了 因为他实在想不出 沉默除了拿出六阶这个底牌之外 还能拿出什么样的底牌 来击败六阶的张青阳 六阶觉醒者的强者之称 可不是闹着玩的 光是玉空飞行 就是六阶以下的 觉醒者的一个致命短板 人家飞在天上 你在地上 这还怎么打 一时之间 替大的队伍中 皆是哀愁胜一片 与之相对应的是 宗派界不少势力的队伍 都是欢呼了起来 宗派界的声誉 终究是被挽回来了 尽管沉默和张青阳 还未展开交战 但在他们这些人看来 结局已经注定了 不过呢 也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 比如王有福的父亲 王群英 在看到张青阳 爆发出六阶觉醒者实力的时候 他的第一想法是 这小子藏得还挺深的 居然悄眯眯地 完成了五阶到六阶的跨越 那一刻 王群英也几乎认为 张青阳赢定了 可很快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面对爆发出六阶实力的张青阳 沉默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不会是想以五阶的实力 来打六阶的张青阳吧 以沉默的表现来说 他或许能够力敌抵抗 但想要彻底击败六阶的张青阳 却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这一点 谁都清楚 沉默身为云阳子的弟子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 那么 能让这小子如此淡定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是郑界山一脉的强大道统传承 还是他无比的自信 亦或是他所隐藏的实力 虽然三年不到的时间 就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 迈入六阶 是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 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迈入五阶后期 就不离谱了吗 何况 王群英还知道一些事情 比如 沉默还是一阶觉醒者的时候 他就将所有掌握 图属性之力的觉醒者 视为鸡肋的 图凯成功掌握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 沉默的领悟能力 真的强大到了极点 而且 想要掌握图凯 光靠领悟能力 还远远不够 那需要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 如此 才能更好地把控 图凯的发动时机 本来一般的觉醒者 要到了六阶的时候 才能做到这一点 而沉默却是一阶的时候 就做到了 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 他与生俱来的精神力量 就已经可以比你 一般的六阶觉醒者了呢 五阶跨越到六阶的 最大门槛 不就是这一点吗 面对这个最大的门槛 绝大多数的觉醒者 需要慢慢地 提升自己的精神力量 而沉默 根本不需要这个过程 他只需要积攒 足够的灵气之后 就可以直接迈出那一步 从而实现 第六层次的生命进化 想到了这一点之后 王群英也是不禁感叹 这可真是个超级妖孽啊 和他一比较起来 宗派界的这些天骄精英 简直太垃圾了 与此同时 对决限定区域中 面对整个人欲空而起 态度高高在上的张青阳 沉默淡淡地说道 你真的就认为 自己赢定了吗 张青阳闻言 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可以来试试 听到他的话 沉默笑了笑 好吧 试试就试试 说吧 沉默的眼神 顿时变得犀利了起来 整个人一瞬间 锋芒毕露 强大的气息 不断地从他体内喷涌出 前锋见状 直接躲得远远的 这哥们 不会是想五阶打六阶吧 至于沉默是六阶 前锋压根就没往那方面想过 主要是他自己 就卡在五阶后期 这个门槛这么久了 知道想要跨越过去的难度有多大 而张青阳 则仍旧是一副不屑的眼神 尽管沉默爆发出的力量 比之前对战前锋的时候 还要强 可从层次上来说 始终不曾跨过六阶的门槛 不如六阶 终究只是五阶 想要翻起风浪来 简直是痴人说梦 不过很快 张青阳那不屑的眼神 就转变为了惊恶 什么 在他的注视下 沉默整个人 也是缓缓欲空而起 虽然觉醒者 可以借助一些特殊的灵能战技 实现短时间里的飞行 但那个六阶的欲空飞行 却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而现在所做的 就是真正的欲空飞行 那是实力达到了六阶的强者 才能拥有的特权 这怎么可能 张青阳的惊恶 是显而易见的 包括前锋 此时也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我尼玛 要不要这么的惊悚啊 张青阳率先迈入六阶 虽然让他备受打击 但这伙一直都喜欢藏着掖着 而且修炼极为刻苦 所以 前锋倒也能接受 可沉默也迈入了六阶 这就太令人难以接受了 正所谓 怕兄弟吃苦 又怕兄弟开路虎 张青阳嚣张的嘴脸 确实让人很不爽 前锋巴不得沉默 能够好好的 把他收拾一顿 但也只是想想 可真当沉默展现出 这样的实力之后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怎么能是六阶呢 怎么可以是六阶呢 在前锋无比心痛的时候 观战场中 此刻 却是鸦雀无声 面对同样展现出六阶实力的沉默 宗派界的一众人 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同时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也是瞬间涌上了他们的心头 这一波 宗派界的声誉 大概率 是挽救不了了 第105章 元素战体 眼看着沉默 爆发出了六阶觉醒者的力量 张青阳简直都快要癫狂了 为了这一天 他一直隐藏着自己的实力 除了自己的师父之外 没告诉任何人 张青阳本想借此机会 一举扬威 结果没想到 他才刚刚将所有人的关注 收拢到了自己身上 这个该死的沉默 居然又来抢他的风头了 六阶 他居然也是六阶 哪怕是不愿意相信 眼前发生的一切 但事实就是事实 强烈的极度 让张青阳都快疯磨了 他才是当时唯一的主角 沉默凭什么和他争 于是 也就在下一刻 六阶觉醒者的力量 再次爆发而出后 张青阳率先朝着沉默 发起了攻势 他要彻底击败沉默 面对张青阳突然发起的攻势 沉默果断展开了反击 五行皈翼之力 瞬间引动 一股笔之五行合一 还要强大的力量 在沉默体内涌现 紧接着 裹挟着皈翼之力 面对来势汹汹的张青阳 沉默强势轰出一拳 蹦 两个六阶觉醒者的奋力一击相碰撞 声势可谓是极大 那外泄的力量 更是让待在山头上的前锋 看得心惊胆战 这要是被误伤到了 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于是 前锋果断将牵在山壁中的 卫伤拉出来之后 急急忙忙地下了山头 同时 那些围绕在山头四周 准备围攻沉默的选手 也被他喊走了 本来有少部分人 是不愿意走的 毕竟张青阳可还没发话呢 对此 前锋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想死的话 就留下来吧 说完 他便带着其他人头 也不会地离开了 剩下的那一小部分 看着打得惊天动地的沉默两人 犹豫了一番之后 也是果断撤离了 毕竟还是自己的小面 才更重要啊 随着这些闲杂人等撤离之后 沉默和张青阳 更是毫无顾忌地发挥了起来 觉醒者达到六阶之后 除了具备玉空飞行这一特权之外 还会有一个更为重要 并且能够极大的增强自身战力的特权 那就是元素战体 具体的实施过程是 引动自身所掌握的元素之力覆盖己身 从而实现战力的增强 持得指出的是 虽然元素战体和防护性灵能战技一样 也有着给觉醒者增强防护能力的作用 但这两者之间 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打个简单的比喻 觉醒者施展的防护性灵能战技 就跟在身上穿上了一层护甲一板 而元素战体 则是给自己换上了一套 全身覆盖的外骨骼战甲一样 前者 一般只能提供防护能力 而后者 在前者的基础上 还增加了力量增幅 元素聚集等多种能力 总之 元素战体是六阶强者的另一明显标志之一 此刻 没了任何顾忌的陈默和张青阳 他们皆是释放出了自己的元素战体 张青阳掌握着两种特殊力量 一种金属性之力 另一种是雷霆之力 此刻 他率先释放出的 便是具备攻伐之气的金质元素战体 只见在他整个人的身体表面 有着一层淡淡的金色流光在闪耀着 这便是元素战体 而陈默这边 则是同样施展出了金质元素战体 双金之战 一触即发 施展元素战体之后 张青阳轻而易举地 便聚集起了大量的金元素 待到这些金元素聚集之后 他一掌轰出 陈默没有丝毫畏惧 使出了同样的手段 两人的攻击再次碰撞到了一起 所产生的巨大威力 直接将下方的山头 诈矮了一截 见此一幕 远远观战的前锋 松了一口气 还好溜得早 至于那少部分犹豫过的选手 则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 若不是听了前锋的话 他们只怕是凶多吉少啊 这就是六阶强者的力量吗 当真是恐怖如斯啊 而张青阳 见依靠金质元素战体 迟迟无法拿下沉默 于是他果断拉开 和沉默的距离后 脸色一变 下一刻 天地变色 黑鱼弥漫 巨量的雷霆之力 开始聚集 紧接着 张青阳直接切换了自己的元素战体 雷霆元素战体 覆盖他身体的瞬间 恐怖的雷声在咆哮 此刻的张青阳 就跟雷神现世一般 只见他随手一擒 一道硕大的雷霆 顷刻间便聚集成形 随即 他直接朝着沉默抛来 沉默甚至都来不及躲闪 只是不到眨眼间的功夫 这道雷霆便落到了他的身上 虽然正面挨了张青阳的一道雷 但却没有对沉默造成什么影响 因为沉默在他制出雷霆的瞬间 也是完成了元素战体的切换 土之元素战体 防护堪称众多元素战体的佼佼者 加之沉默雄浑的灵气支撑 这种程度的雷霆根本奈何不了他 与此同时 沉默也是展开了反击 巨量的土元素聚集之后 随着他右手一挥 一道巨大的土元素掌 朝着张青阳拍了下去 张青阳想要躲闪 沉默的左手也没有闲着 在张青阳闪避的方向 另一只巨大的土元素掌袭来 只见沉默面无表情 手上做着双掌扣合的动作 那两只巨大的土元素掌 也是随之扣合了起来 蹦 伴随着一声闷响 张青阳也是被夹在了 两只土元素掌中间 但张青阳显然不会就此罢休 只听被困在两只土元素聚掌中间的 他爆喝一声 雷神震爆 以张青阳身体为中心 一道极为耀眼的雷光开始闪耀 外界的黑云之中 慢慢雷霆如同受到了引导一般 其实变得异常活跃了起来 他们齐齐披向困住张青阳的巨掌 紧接着 一道巨大的震爆声响起 张青阳欲破风而出 感受到两只土元素巨掌中间的躁动 沉默脸色依旧平静如初 只见他伸出右手 摇摇一握 更多的土元素 开始不断增强 两只土元素巨掌的厚度 与此同时 沉默切换自身的元素战体 火制元素战体一登场 他整个人便如同化身了火神一般 只见沉默朝着土元素巨掌摇摇一指 漫天的火元素 开始往两只土元素掌中间聚集 当火元素的量达到了一个峰值后 啪的一声 随着沉默轻轻地一个响指 聚集在土元素巨掌中间的火元素 开始沸腾 而后 一道惊天爆炸声响起 火光冲天中 张青阳仍旧屹立在半空之中 只是他的身形 看起来明显不太稳 沉默没有婆妈 直接给了张青阳最后一截 伴随着沉默的补刀结束 一脸不甘的张青阳 整个人直直地坠落到了地上 他的落败 也就意味着宗派界三大天骄 全军覆没 此时 场中虽然还剩有不少选手 可面对六阶的沉默 他们根本没有与之一战的实力 不愿意直接认输的他们 迎来了沉默的打击 虽然仍有不少人在奋力抵抗 但结局已经注定 在将最后一个宗派界的选手击败后 此次对决便正式结束 沉默以一人之力 完成对宗派界所有参赛选手的横扫 他 也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第106章 楚青天 在沉默拿下了最终的胜利后 云阳子便亲自出手 乐呵呵地将他给捞了出来 沉默只觉得眼前一黑 紧接着便来到了云阳子身旁 看到云阳子 沉默不禁问道 师父 您怎么来了 云阳子闻言 笑着说道 为师一直都在呢 小莫啊 你这一次的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啊 哈哈 没有其他的外人在 云阳子笑得可谓是极为开心 这一次 沉默虽然是代表 替大出战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他云阳子是沉默的师父 此番沉默一人单挑 如此之多的宗派界精英 最后更是强势击败了实力 达到了六阶的天骄张青阳 如此争气的沉默 怎能不让云阳子感到高兴呢 放在以往 宗派界若是有什么盛事 没有弟子的云阳子 只能看着别的老家伙们乐呵 现如今 终于是轮到他乐呵了 更为关键的是 往年乐呵的那些老家伙们 今年都是一脸黑色 关键是能不脸黑吗 他们的门人弟子 被自家徒弟收拾成那个惨样 而这种场面 可是极难看到的 这也就让云阳子更乐呵了 在云阳子将沉默捞走之后 剩下的大佬们 也是将其余的选手 全部捞了出来 只剩下张青阳一个人 不是大佬们不捞他 而是人家的师父在场 用不着他们代劳 此时 被沉默击败的张青阳 仰躺在地上 他呆愣愣地望着天空 有种失神的感觉 下一刻 一个中年男子 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之中 他便是张青阳的师父 神行教教主乌行天二弟子 神行教十二长老之一的楚清云 看到他 张青阳撇过头闭上了眼睛 张青阳的小动作 自然逃不过楚清天的眼睛 只见楚清天看向张青阳说道 张青阳 你给我站起来 张青装作一副听不见的样子 整个人纹丝不动 楚清天见状 冷声说道 一次挫折 就彻底把你给打垮了吗 楚清天叙叙叨叨地说了很多 似乎被话语刺激到了 只听张青阳有气无力地说道 师父 我败了 听到张青阳的话 楚清天叹了一口气 自家徒弟资质过人 有年少得志 以前从未尝过败迹的他 今天终于体验了一回 落败于他人之手的感觉 显然 劲过猛了 但这几乎是所有觉醒者 都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谁人能言 永远不败 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尊者及强者们 也不敢这么说吧 看着自家徒弟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楚清天没有在安慰他 而是说道 败了也好 为师早已为你准备好了 进入宗门秘境中修炼的资格 只待你此番对决结束 就可以进去了 听到自家师父的话 张青阳问道 师父早已猜到 弟子这次会败 楚清天摇了摇头 五大天交中 你是第一个进入六阶的人 你可知 为师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有多么的高兴 张青阳当然知道 自家师父当时有多么高兴 但是现在说 这些又有什么用吗 五大天交中 第一个进入六阶的人又如何 最终还不是败了 这时 楚清天也是继续说道 但是 为师心里也很担忧 觉醒者 从六阶开始 将更为注重精神力量的提升 也就是心境的培养 而你自败入为师门下 一路高歌猛进 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 这是不行的 你必须体会一次失败的感觉 否则 等到你进入七阶 八阶之后 若是遭遇大败 那么你此生 或将无望九阶 可是如何才能让你 尝到失败的滋味 为师真的非常头疼 最终 在你师祖他老人家的建议下 为师准备 等你这次的对决结束之后 就让你提前进入 宗门秘境之中 说到这里 楚清天看了一眼张青阳 为师本以为你 凭借你六阶的实力 拿下这次的对决 根本没有问题 如此一来 再次得胜的你 进入宗门秘境之中 必将品尝到失败的滋味 大胜之后的大败 那将是 极为刻骨铭心的 哪怕是为此 浪费了一个 进入宗门秘境的名额 这也是值得的 听到师父的话 张青阳愣了愣 神行教的宗门秘境 每次开启 都是需要大量资源的 所以每一个名额 都是极为珍贵的 自家师父 就为了让他尝到一次 失败的滋味 就不惜浪费掉一个名额 这 此时的张青阳 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自家师父 为什么要这样做 楚青天也不解释 只见他继续说道 只是令为师 没有想到的事 六阶的你 居然败了 但是 为师却很高兴 真的 因为你终于可以 尝到失败的滋味了 呵呵 一定很不好受吧 张青阳闻言 莫不作声 这种感觉 确实不好受 这是他以前 从未体会过的 见张青阳不说话 楚青天遥望着远方 感慨地说道 失败 确实不好受 可是 他能令人警醒 让人可以填补 自身的不足 从而令人 变得更加的强大 这里回去之后 你就好好准备一下 然后就可以进 棕门秘境了 你必须在里面待满一年 方才可以出来 楚青天说完 老上张青阳便走 而另一边 回到观战现场的沉默 受到了替大队伍的热烈欢迎 众人 将他围在中间 场面很是热闹 同时 白云飞等 参加过精英交流会的人 也是来凑热闹了 虽然他们 是宗派界的人 但并不影响他们 为沉默感到高兴啊 而且 白云飞等人 靠着押宝沉默 这一次 可是狠狠地赚了一笔 加之他们之前 就说好了 等到这次对决结束 就跟着 一起去替大 所以这个时候 自然是要来庆贺一下的 相较于他们这边的热闹气氛 宗派界各方势力 则是死气沉沉一片 当然 上面的老家伙们 可不这样 毕竟他们早就 安排了一切 云洋子将沉默送回现场之后 就开始去得死了 以前 但凡是掩弃过他的人 他这次一个都不打算放过 与此同时 在对决结果出来之后 后续事宜的商议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毕竟宗派界这么多势力 各家出的人 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 如何合理地安排这些人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107章 帮了个小忙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黄云老太太他们 都是在抓紧机会挖人 毕竟只要双方一谈妥 T大的队伍就要回去了 在他们忙碌着的时候 陈默等一众学生也没有闲着 来自宗派界各方的年轻人 陆陆续续地赶来拜访他 当然 拜访陈默 只是其一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想要 向第一批去到T大的人 取一下金 对此 吉隆中他们 自然是热情解答 而陈默 则是一直都待在住所之中 极少外出 期间 前锋来找过他一次 两人相谈许久 带到前锋回到惠灵门的住所 和他的师父 一番合计之后 这货就直接搬进了T大的住所中 等到陈默他们回T大的时候 他也会跟着一起回去 不过 前锋去T大可不是当学生 而是去当储备导师 从实力上来说 他也确实足够了 前锋的加入 就如同一个信号一般 一些原本还在观望的事例 都是知道 最终的结果 差不多要出来了 于是 他们也都开始行动了起来 一时之间 陈默他们的住所中 可谓是热闹非凡 也就在这个时候 乌紫月却是悄悄找上了陈默 见他一副 不太好开口的样子 陈默问道 怎么了 乌紫月犹豫了一番 然后说道 陈默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和乌紫月相识 也将近三年了 两人在战场之上 配合的可谓是极为默契 就凭这关系 帮个忙自然是 没啥问题的 于是陈默便说道 只要我能帮得上 一定帮 乌紫月闻言 不禁松了一口气 你肯定能帮上的 就在两人在房间中 说着事情的时候 赵松松这狗东西 却是悄悄地在门外偷听 下摇见状 贼嘻嘻地走过来 小声问道 松松 你趴在陈默的房间 门外干嘛呢 赵松松做了一个 近声的手势 小声说道 乌紫月 在里面 听到赵松松的话 下摇顿时眼前一亮 他们五个人中 自己和赵松松好上了 师兄吉隆中 早就有对象了 如今 可就只剩下陈默 和乌紫月单着了 正好他们一男一女 又同样 是天骄级别的精英 不如就自己内部 消化好了 省得肥水流了外人田 而以前乌紫月找陈默 可不会关门 结果今天 居然把门给关上了 这里面 肯定有事情 只见下摇眼中 燃起熊熊八卦之火 一脸激动地看向 赵松松问道 你听清他们说的话了吗 赵松松刚要说 结果门 却是打开了 乌紫月看到门外的赵松松 和下摇 眼神一鸣 顿时 她的脸色 就变得有些微红了起来 和两人随口 打了一声招呼之后 她便急匆匆地走了 看到乌紫月 快速离去的身影 赵松松看向陈默问道 老默 她这是怎么了 I don't know 我怎么知道 陈默又没有心灵感应 怎么可能知道 乌紫月心里的想法呢 不过 看到赵松松和下摇 陈默则是问道 你们两个 在这里干嘛 下摇心虚地不说话 赵松松 则是直接问道 这不是看到 乌紫月同学来找你 想看看他找你干嘛 见这狗东西 姨父 我是关心你的样子 陈默没好气地说道 所以 你就在门外偷听是吧 被陈默一句话拆穿 赵松松黑黑一笑道 先说明一点啊 我可啥都没听见 不过 你要是愿意告诉我 我也是勉强可以听一听的 我去你的吧 见这狗东西 一副不要脸的样子 陈默真的很想给他一锤子 没好气地将赵松松 和下摇赶走之后 陈默便回到了房间里面 乌紫月找他帮的忙 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 就是去他家吃个饭 动动嘴就能办完的事情 确实没啥难度 所以 陈默也就答应了下来 很快 天色渐暗 乌紫月再次回到了这里 早已准备好的陈默 带上准备好的礼物 就跟着他出发了 而同样等待 多时的赵松松和下摇 也是默契地从暗处走了出来 看到两人离开了住所 他们顿时相视一笑 就知道 这两人有事情 陈默跟着乌紫月出了住所之后 便朝着一处依山而建 占地面积极为庞大的建筑群走去 通过乌紫月之口 陈默得知这处建筑群 是神行交的所有门人弟子 及家属们的住处 乌紫月一家 就住在山腰上 登山的路 很宽 路上来来往往的人 也很多 不少人看到乌紫月 都是会跟他说说话 然后 他们都会一脸好奇地打量 跟在乌紫月身旁的陈默 两人一路上走走停停 不多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乌紫月的家 或者说是乌家大宅 大宅门口 没有所谓的门房 但陈默经过的时候 却是感受到了一种 被人浑身上下 扫尸了一遍的感觉 不过 没有恶意 所以陈默就当作没察觉到 进入大宅之中 乌紫月带着陈默进 直来到了东边的一处宅院 两人刚进宅院 一个美妇人便笑着迎了上来 美妇人名叫姬如月 乌紫月的亲娘 妈 听到乌紫月的话 陈默顿时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伯母好 听到陈默的话 姬如月笑着说道 陈默 我家紫月可是常提起你 来来来 不要这么客气 快进屋 进到屋里 陈默顿时感到气氛有些微妙 虽然里面就一个人 但那可是 乌紫月的亲爹 神行娇绍主屋斩飞 哪怕陈默在迟顿 这个时候 也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了 这哪里是 吃顿饭这么简单呢 感受到陈默的心理活动 乌紫月给了她 一个哀求的眼神 陈默见状 顿时只觉得脑人疼 你这可把我坑惨了 墙顶着乌展飞 那如同针扎一般的目光 陈默 硬着头皮喊道 伯父好 听到陈默的话 乌展飞说道 来了 坐吧 陈默恭恭敬敬地坐下 心中可谓是十分的忐忑 接下来 陈默和乌展飞 进行了一番干巴巴的对话 两人都显得客气的过分了 很快 姬如月亲自做好的饭菜 便端了上来 在她的招呼下 众人动起了碗筷 这一顿饭 绝对是陈默 有生以来吃的最为煎熬的一顿饭 而煎熬的时光 又总是会显得无比的漫长 第108章 是必 好不容易吃完饭 陈默正准备帮着收拾碗筷 姬如月却是笑着说道 不用不用 阿姨自己来 说着 她便和乌子月忙活了起来 陈默坐在原位上 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实在是这种场面 真的太尴尬了 并且更为关键的是 她和乌子月并不是那种关系 而此时乌展飞的心理状态 其实和陈默也差不多 别看她平日里在神星教管着不少大事 但牵涉到自家女儿后 乌展飞的心理 也是有些乱 这可是乌子月第一次 带同龄异性 回他们这个小家吃饭 其中意义 肯定是非同寻常的 所以 不管陈默和乌子月是什么关系 她这个当父亲的 总有一种 自家养了多年的小白菜 被猪拱了的感觉 所以她那还有什么话说 不过很快 忙活完的乌子月就回来了 她的到来 也就打破了现场的尴尬 加之姬如月这个话题 制造机的加入 现场的气氛 这才稍显活跃了些 面对姬如月的家里长短 陈默在乌子月的配合下 倒是应对得游刃有余 期间 乌展飞偶尔会插个话 只是 她就跟话题终结者一般 一旦插话 场面就又会冷半天 为此 引来了姬如月不少白眼 老娘辛辛苦苦 弄起来的热闹场面 你却一次次地给我终结掉 要不是 看你是老娘男人 老娘非垂死你不可 而眼看天色渐晚 陈默也是准备回去了 姬如月很想让陈默留下 毕竟他们住的这座宅院 又不是没有空房 不过好在有乌子月出马 姬如月这才没有强留 紧接着 姬如月两口子 亲自送着陈默两人 来到了大宅门口 只听姬如月说道 小陈啊 一定要再来啊 伯母可是还有好多拿手菜没做呢 好 除了回答好 陈默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同时 他也是看向姬如月 和乌展飞说道 伯父 伯母 我就先回去了 乌家大宅门口 看着离去的两人 姬如月眼嘴轻笑道 这孩子还挺害羞的 不过 我倒是挺满意的 紧接着 他又是看向乌展飞说道 女儿好不容易带朋友来一次 你老板这个臭脸干什么呀 乌展飞闻言 不禁说道 哪有 姬如月呵呵了一声 随即笑着说道 女儿已经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想法 老乌啊 我劝你还是看看一点吧 反正是迟早要经历的事情 说完 姬如月乐呵呵地回自己宅院去了 独留下乌展飞一个人 惆怅地望着夜空 真是女大不由爹啊 另一边 直到走过转角 再也看不到乌家大宅门口 沉默这才有了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而乌紫月这时 也是看向他说道 沉默 谢谢你 沉默闻言 点了点头 两人对视了一眼 却又很快错开 随即 只听乌紫月自顾自地说道 我爸希望这次之后 我能留在宗派界 因为 我去替大的作用 已经起到了 如果我想留在宗派界 哪怕是王部长 也不能说什么 听到这话 沉默眉头微皱 然而不等他开口 乌紫月便解答起了他的疑问 可我不想留在宗派界 在这里 我只是神星教 未来的接班人 而在T大 我才是自己 学生乌紫月 沉默没有乌紫月的这种烦恼 所以很难体会他的这种心情 不过他还是说道 不想留就不留呗 等部长他们事情谈完 咱们 就一起回T大 听到沉默的话 乌紫月笑了笑 其实他还有话 没有告诉沉默 在乌展飞面前 乌紫月还说了一个 不想留在宗派界的理由 因为 他在T大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而这样的人 整个宗派界找不出一个 乌展飞当时听完之后 心里顿时一凉 作为过来人 他如何不明白女儿的意思 这是要被拐跑的节奏啊 而纪如月倒没有在意那么多 他的女儿 他最明白 于是 他让乌紫月 把这个有趣的人 带回家 让他们看看 这才有了今天的这些事情 不过 乌紫月目前对于沉默的感觉 仅限于有好感而已 并未上升到 乌展飞认为的那种程度 当然 能让他有这种好感的同龄异性 目前似乎就只有沉默一个 而沉默对于乌紫月 也是同样如此 一个有趣 很适合得来的朋友 至于两人 将来会走到何种程度 大概只有天知道了 等到沉默和乌紫月 回到住所之后 赵松松当即就跳了出来 老莫啊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看着一脸浪荡笑意的赵松松 沉默实在懒得跟他解释 因为不管他怎么解释 这狗东西 一定会想歪的 见沉默不说 赵松松看向乌紫月 乌紫月直接瞪了他一眼 赵松松顿时就不敢再问下去了 只是他眼中的八卦之火 显然是不会消散的 时间来到第二天 王破军等人 和宗派界各方势力之间 已经把各项事宜谈妥了 此次双方合作 以替大为承载体 除了原有的15所替大分校之外 今年还将扩建35所 替大的数量 将增加到50所 宗派界各方势力处的人手 将会被分配到了 这50所分校中 如此一来 学校有了 负责教学的导师也有了 扩大招生规模 也就势在必行了 从今年开始 宗派界这边 每年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 前往替大就读 而普通高中这边 由于整合宗派界这边的资源后 修炼资源相较于以往 会更显充裕 因此 每所高中 将增设一门灵气吸纳教程课 这门课程 届时将在专门的 封闭式教室中进行 全程将会有 较低浓度的灵气供应 每周两节课 所有高中生都必须参加 配合上原有的广播体操 以此来提高 完成生命中 初始觉醒的人数 不过 替大原有的招生模式 并不会随之而改变 拧缺无烂 宗派界各方势力在外界招收弟子的限制 将进一步解除 各势力可以以无管等多种形式 进行弟子的招收 为了规范这些无管的行为 特殊领域人才管理中心 将随之成立 所有无管招收的弟子 以及替大的毕业生 都将会在这里进行登记 发生入侵事件的时候 管理中心将会在第一时间 进行任务发布 凡是登记过的特殊领域人士 都可以前往领取任务 完成任务可以获得功勋点 而功勋点 则可以兑换到自己所需的修炼资源 及其他物品 第109章 将来 合作事宜谈妥之后 沉默他们就可以回去了 来的时候 15所T大的队伍 各自也就百十来号人 回去的时候 却是乌泱泱一大批 第二批前往T大就读的宗派界弟子 将跟随T大的队伍一同出发 由于T01分校有沉默在 所以吸引来了很多新人 但也因为它的存在 让一些人选择了其他分校 总之这一次 每所分校都收到了不少 来自宗派界的好苗子 等陈默他们回到学校之后 自然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 教育部甚至给陈默颁了奖 在切磋交流赛上 表现优异的赵松松 乌子月等人 也都是收到了一份表彰 然后 日子便回归了平静之中 而在他们前往宗派界的这段时间 域外侵略者 似乎眼气息鼓了一般 四级以下的事件 一共就发生了两次 四级以上的事件 一次都没有发生 一线观中 战事也是稍缓 虽然不清楚 域外侵略者 为何减缓了对蓝星的攻势 但这难得的平静时光 却是让不少人 都得以喘了口气 不过 各方都没有放松警惕 毕竟那些域外侵略者 随时都有可能发动 对蓝星的突袭 因此 一线观中的助手人员 非一旦没有减少 反而在原有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些 不过这些 目前都和陈默没有关系 回到学校的她 也是回归到了学生的身份 说起来 她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上过课了 虽然以陈默 目前六阶的实力来说 已经远远超过了毕业标准 只要她自己愿意 完全可以提前毕业 但是老中他们认为 陈默还是不要提前毕业为好 这么好的招生招牌 可不能轻易地丢了 对此 陈默倒不觉得 有什么问题 她认为 四年的大学时光 还是要完整过完才行的 于是 陈默的校园生活 也是变得规律了起来 每天除了上课之外 就是修炼 碰到不懂的地方 就找云阳子问 问完之后 继续修炼 在此之间 久不露面的牛大爷 和师祖二缺道人 也是来到了学校 一见面 二缺道人 就交给了陈默一个东西 那是一件看起来 微微有些透明 不知道用什么材质 做的衣服 经过二缺道人的解释 陈默这才知道了 这件衣服的名字 四舍宝衣 光听名字 可能没什么概念 但在知道它的作用之后 陈默顿时就惊讶了起来 四舍宝衣可以改变 穿戴者的面容气息 同时 还具备极强的防御能力 有了它 陈默的那颗一牙 也就有了发挥的空间了 穿上四舍宝衣 就跟开小号一样 面容气息一变 谁能知道 它是陈默啊 那到时候 一牙所具备的能力 陈默不就是想咋用就咋用了吗 这简直不要太妙啊 不过二缺道人也是叮嘱陈默 有了四舍宝衣 也不要太浪 接下来 他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可能长 可能短 时间不定 而牛大壮这边 翻过年 就该轮到 他去镇守一线关了 届时 他基本没有脱身 离开一线关的机会 所以 在他们两人都不在的情况下 陈默一定要多多注意才行 防人之心 随时都要有的 对于二缺道人 和牛大爷的叮嘱 陈默表示 自己会牢记在心上 不过这个时候 云阳子则是表示道 你们不在 我还在的呀 难道我还护不住我的徒弟 对此 二缺道人和牛大壮 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给了云阳子 一个大大的白眼 你什么实力 我们什么实力 难道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云阳子健壮 顿时气得不行 他好歹 也算得上是半不尊者 尊者之下 几乎没有对手 难道就这么没有排面的吗 真是好气啊 不过自己也打不过 这一人一牛 云阳子只好在心里 渊渊念了一番 而二缺道人 在叮嘱完沉默之后 又是说了另一个 关于沉默的问题 也就是他的将来 如今的沉默 已经是六阶觉醒者了 在整个生命 层次进化的体系中 他已经算得上是 一位强者 所以他必须在这个时候 开始考虑自己的将来 这也是二缺道人和牛大壮 最关心事情 猛然间听到这个话题 沉默有些猛 将来 还未带来的事情 他怎么考虑啊 好在有云阳子 这个贴心的师父在 沉默这才知道了 二缺道人提起 这个话题原因 其实 沉默需要面对的问题 和张青阳是一样的 甚至比起张青阳来说 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青阳再强 还能碰到一个 可以击败他的沉默 可沉默 又该碰上谁来击败他呢 难道找一个老一辈的人出手 这样虽然也有一点作用 但效果肯定不会多么的好 这也是云阳子他们 一直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羡慕沉默的天赋之高 但他们不知道 有些时候天赋太高 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比如 就像沉默这样 沉默在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之后 显得有些沉默 这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觉醒者 还得拜一次才行 这什么破规矩啊 倒不是沉默自打 而这个规矩 着实离谱了些 师父 就没其他办法吗 听到沉默的话 云阳子一脸为难 这个过程 是每个觉醒者都会经历的 与其说是品尝失败的滋味 倒不如 说是心境的重新塑造 以及自我缺陷的弥补 沉默不败 就走不了这个过程 见云阳子一脸为难 沉默只好看向了二缺道人 和牛大爷 二缺道人 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 不过牛大壮 却是在沉默了一会之后 开口说道 倒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不败就不败呗 大不了走不败王者之路好了 你小子有这个牵连 听到牛大壮的话 云阳子一脸疑惑 不败王者之路 他怎么没听说过 二缺道人似乎听说过 不过他却是一脸凝重地说道 这条路也不是不可以走 但前途艰险 困难重重啊 一个不慎 那就将会是前功尽弃的下场啊 第110章 不败王者之路 不败王者之路 名字听起来倒是挺牛批的 只是按照二缺道人的说法 这条路走起来似乎很艰难啊 正当沉默还在思考 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道路的时候 牛大壮却是哼哼着说道 小子 你别听他的 哪有这糟老头说的那么严重啊 不败王者之路 乃是一条真正的强者之道 以你的天赋来说 不走这条道路 就太可惜了 你若能够坚持走下去 将来必然能够立于强者之巅 哪怕是在尊者之中 也将无人能敌 这一次 你听牛带的 准没错 牛大壮这些的话 听起来着实挺诱人的 立于强者之巅 尊者之中 也将无人能敌 沉默进入特殊领域后 实力提升速度如此之快 除了他的强大天赋和特殊之处外 不就是因为他渴望得到强大的力量吗 如今就有这样的一条路 摆在他的面前 他当然 想要试一试了 而且 牛大壮也没有坑他的必要 否则的话 沉默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见沉默颇为异动 二缺道人则是连忙说道 小莫啊 你可得好好考虑清楚 你一旦走上这条路 可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听到二缺道人的话 沉默则是看了一眼云阳子 希望他能给出一些建议 云阳子见状 想了想说道 徒儿 你先别急着做决定 说完 他又是看向二缺道人和牛大壮问道 师父 尊者 这不败王者之路 到底是一条怎样的路 二位也没有说清楚 而且 为何我从未听说过 听到云阳子的话 二缺道人解释道 我们都知道 觉醒者之所以要有失败的经历 主要是为了心境的塑造 用现在的直白话来说 就是提高觉醒者 内心 承受打击的能力 唯有如此 才能保持一颗平常之心 哪怕是在遭遇惨败之后 也不至于丧失不断进取的信心 这种不断进取的信心 对于觉醒者突破至九阶的时候 尤为重要 你是经历过的 应该知道这一点 云阳子当然知道这一点 觉醒者从六阶开始 便算是步入强者之列 在整个特殊领域界 以觉醒者的总基数来计算 六 七 八阶的强者数量分布 虽然在逐阶减少 但从整体来说 这个减少趋势 是有相对稳定的比例的 不过当到了九阶 却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跌落趋势 用几组简单的数据来说 一百个六阶强者中 只要中途不陨落 不出意外 大概会有超过二分之一的人 能够顺利迈入七阶 而一百个七阶强者 中途不陨落 不出意外 那么至少 会有三分之一的人 能够顺利迈入八阶 可是一百个八阶强者中 不出意外 能够迈入九阶的人 也不足十分之一 甚至是更少 之所以会这样 就是因为 很多人内心承受打击的能力不行 他们在从八阶跨越到九阶的时候 无法战胜自己的内心 从而导致进阶失败 第一次失败后 第二次想要进阶 将更加艰难 至于第三次 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 这就是九阶强者数量稀少的原因 别看上一次小宁市借壁之战 龙国聚集起了上百位九阶强者 但这些强者 那可是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 慢慢积累起来的 平均谈下来 一年能有一个出现 就很不错了 云阳子经历过进阶过程 所以深有体会 意志不坚定 心理承受打击能力不够的觉醒者 是绝对没有办法度过那一道难关的 见云阳子回忆的很是感慨 二缺道人则是继续说道 这种方法 在特殊领域界最为常见 我们很多人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不过在很久以前 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种方法 那便是不败王者之路 所谓的不败王者之路 重点便是不败二字 只要一次都不曾败过 就不会存在所谓的打击 这便是王者不败 这样一来 觉醒者便能够拥有 更为强大的进取信心 在从八阶迈入九阶的时候 将会无比的顺利 走不败王者之路的觉醒者 在任何阶段 都将会比其他觉醒者更为强大 不过这条路 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所谓王者不败 一旦败了 便称不上王者 如此一来 也就将前功尽弃了 宗派界很多势力 都曾培养过 走不败王者之路的天骄 只可惜 没有一个人 能够走到最后 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人 能够做到真正的不败 所以这种方法 渐渐地就被舍弃了 哪怕是我们阵界山 只有支言片语的记载 听完二缺道人的话 云阳子眉头一皱 乍一听之下 这条路 显然非常适合陈墨走 因为他所具备的天赋 在整个宗派界的历史上 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阶生命中 六牙 只是 一旦陈墨走上这条路 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正如自家师父所说 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做到真正的不败 所以 云阳子一时之间 也给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来 不过 不管陈墨 做出怎样的决定 他这个当师父 都必须支持 而陈墨在了解到了 不败王者之路的利弊之后 他也是 看向二缺道人问道 走这条路 真的能让我变得 利于强者之巅吗 二缺道人还会说话 牛大壮抢先说道 只要你能够坚持走下去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对于牛大壮的话 二缺道人很是认同 陈墨见状 也是陷入了陈墨之中 显然 他再次走到了人生的 一个重要十字路口 下一步该如何走 必须慎重考虑才行 见陈墨在认真的考虑 二缺道人 他们倒也不急 毕竟这关系 到了陈墨自己的将来 他们几个都算是陈墨的长辈 可以给他提各种不同的建议 但最终的决定 却只能由陈墨自己来抉择 第111章 学 面临重大抉择的陈墨 并未显得多么的婆妈 不管他选择哪条路 他都要朝着生命层次进化的顶点走去 既然都要走 那何不选择一条 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道路呢 虽然这条道路艰险了一些 可与之并存的 却还有同样的机遇 因此 这道选择题 其实并不难选 心中做好了决定 陈墨也是看向云阳自己人说道 师父 师祖 牛大爷 我想好了 我要走这条不败王者之路 陈墨的语气 显得异常的坚定 牛大壮听到后 笑呵呵地说道 不愧是牛大爷看中的人 就知道 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二缺道人之前详细地讲解 不败王者之路 其实也是希望陈墨能走这条路 他原本还担心 陈墨会因为这条路太过艰难 而选择另一条路 但很显然 他想多了 至于云阳子 则是喜悠参半吧 两人一牛中 他是陈墨的师父 对自家徒弟 当然是最了解的 以陈墨的性子来说 他必然会选择 不败王者之路 不知道还好 一旦知道了 那就只会是这个结果 对于陈墨的选择 云阳子并不意外 他喜的 便是这一点 面对困难 陈墨不会选择逃避 而是迎难而上 虽然有些无脑往前冲的感觉 但年轻人嘛 没有冲进怎么行 正如那句名言所说 为人可以平淡 但人生不能平淡 这也是云阳子 最喜欢陈墨的一点 不过 作为陈墨的师父 陈墨做出这个选择 他无疑也是 有些担忧的 这条所谓的不败王者之路 虽然有前人走过 可是按照自家师父的说法 根本没有人走通过 否则不至于连个详细的记载 都没有啊 在几乎没有先例 可以借鉴的情况下 陈墨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选择走这条路的他 可以说前路极为坎坷 也不为过 疼爱的徒弟前途不明 云阳子这个当师父的 能不忧吗 但既然是陈墨自己的选择 他只能 也必须支持 在陈墨做下了决定之后 只见牛大壮脑袋一甩 一小落逐至古籍 便落到了陈墨的身前 只听牛大壮笑着说道 小子 这是牛大爷走了很多地方 才给你逃来的东西 你好好看看 相信对你来说 会有所帮助的 陈墨拿起最上面的 一份看了一眼 整个人顿时就梦了 这字儿 他压根就不认识 不过好在还有云阳子在 他接过打开看了看 然后对陈墨说道 这是一个名叫玄的宗派界前人 在临终前记录的随笔 他在六阶的时候 开始走上不败王者之路 听到云阳子的话 陈墨心中一喜 好家伙 牛大爷 这是给找来了真实的学习案例啊 连声向牛大壮道谢之后 陈墨又是看向云阳子说道 后面还得麻烦师傅 帮自己解读一下了 云阳子闻言 笑着说道 没问题 为师也颇为好奇 这位玄前辈 到底将不败王者之路 走到了哪一步 在将古籍交给陈墨后 牛大壮便离去了 如今距离年关 并没有多长的时间 他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去忙 二缺道人在叮嘱了陈墨 和云阳子一番之后 也是回阵界山去闭关了 而后 云阳子便开始给陈墨解读 牛大壮带来的这些古籍 这一小落逐制古籍 共有二十三卷 作者都是这个叫做 玄的宗派界前人 他所处的年代 已经无从考究 但从这些古籍上众记录的 之言片语可以看出 玄所处的那个时代 特殊领域界还处于成长阶段 还未彻底兴盛起来 而玄 本人则是一位出身极高的天骄 按照现在的划分标准 他的生命种达到了八阶 并且萌发了五牙 有着惊人天赋的玄 自小便受到了家族的重点培养 他实力提升的速度极快 十七岁不到 便立于六阶强者之列 战力上 更是堪称同阶无敌 于是玄在六阶抉择道路的时候 选择了不败王者之路 走上这条道路的他 四处挑战强人名宿 他的不败之路 就此展开 玄在古籍中记载 不败之路 讲解一个一往无前的无敌之事 敌弱我强 敌强 我更强 而玄的强大 不仅仅是同阶 哪怕是越大阶对敌 他也没有一次败即 他更是曾以七阶后期的实力 斩杀了一位 刚入九阶初期的强敌 虽然是刚入九阶 但这已经不是 越一个大阶了 而是越了两个大阶 这份强大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在此之后 玄在不败王者之路上 越走越远 在不断磨练自身的同时 他的实力 也是越发的强大 终于 在玄三十岁的那一年 他以一往无前的无敌之事 顺利跨过八阶 通往九阶的门槛 三十岁的九阶强者 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同阶对敌 哪怕是一些九阶后期的老怪物 也不是玄的一将之和 在那个时代 玄实在是太过耀眼了 他那强悍的实力 引来了很多人的忌惮 最终这些人联合了起来 对玄所在的家族 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那一战 玄以九阶后期的实力 强势斩杀了一位尊者击来敌 在族中 强者的拼死掩护下 玄最终虽然得以脱身 但他的家族 却也在这一战 彻底灰飞烟灭了 这对于玄来说 无异于一种更大的打击 他没有败在尊者的手下 但在那一战之后 他的心却是败了 空有一身强大的实力 却是连自己的族人都保护不了 玄那一往无前的无敌之势 被摧毁掉了 他的不败亡者之路 也断了 尊者领域 对于他来说 已然无望 后来 玄不断报复那些 毁灭他家族的仇家 但他也因此身负重伤 在人生最后的阶段 玄记录下了这些东西 听完云阳子对全篇古籍的解读 沉默有些触动 玄本可以走上强者之巅 但最终却功亏一篑了 对他 沉默有敬佩 更有一些惋惜 玄的生平是非 沉默不做任何的评价 但他留下这份记录 对于沉默来说 很有参考的意义 不过 沉默虽然同样要走不败亡者之路 但他绝不会成为第二个玄 第112章 赵松松的另一面 在确认了自己 今后要走的方向之后 沉默接下来需要做的 就是坚定不移地 朝着前方走去 按照玄的说法 他需要去不断地挑战强敌 从而在一次次的战斗中 不断地挑战自我 完善自我 突破自我 唯有如此 才能做到了 真正的亡者不败 在玄所处的那个时代 这样的做法 势必将会树敌众波 这或许也是 玄后期悲惨命运的缘由 不过这一点在沉默这里 很大概率是不会出现的 不单是因为他背后 有两位尊者及强者支持 更是因为 这个时代 有欲外侵略者的到来 他们 将是沉默磨练己身的最好目标 毕竟 人类和欲外侵略者 本就是不死不休的对立关系 所以 不需要担心树敌什么的 当然 沐秀与凌峰必摧之的这个道理 沉默也是知道的 这也是他为人低调的原因 只是有些时候 他想低调 也低调不起来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 二雀道人和牛大壮 才给他搞了一件四蛇宝衣 有了四蛇宝衣 沉默就可以用开小号的方式 出现在其他人的面前 因此 在解读完了玄留下的笔录之后 云阳子便开始指导沉默 如何使用四蛇宝衣 第一步 将四蛇宝衣贴身穿戴 第二步 引动少量的灵气 注入四蛇宝衣之中 待到四蛇宝衣被灵气激活 他便具备了改变穿戴者容貌气息的功能 在云阳子的指导下 沉默尝试了一下 依旧是只需要注入少量的灵气 四蛇宝衣便会随即改变穿戴者的容貌气息 只要灵气供应足够 这种改变便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于是 沉默找来镜子看了一下 镜子中的他 看起来完全就是另一个人 这种感觉 真的很奇妙 沉默的容貌气息改变后 连云阳子都便辨识不出来 如果不是他曾在沉默身上 留下过强者印记 他都会认为这是换了个人 由此可见 四蛇宝衣的强大 除此之外 四蛇宝衣具备的强大防护能力 只需要不断地灵气 即可激活 见到到了四蛇宝衣的强大之后 沉默决定去逗一逗赵松松 何云阳子说了一声 他便走出了修炼区 此时的赵松松 应该再陪着下摇上课才对 沉默来到教学楼外 随便找了个台阶坐下 为了避免赵松松的发现端倪 他又是把自己的腕表给关机了 就这样 下课时间到了 沉默来到一般所在的教室门外 探头探脑地朝里面望 有人看到后便问道 同学 你找谁 问话的这人沉默认识 名字叫李星星 见李星星没认出自己 沉默笑着说道 我 我找赵松松 李星星闻言 回过头就喊道 赵松松 有人找你 赵松松此时正陪着下摇 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的位置 听到李星星的话 他直接来到了门口 看到赵松松 沉默开口说道 你好 赵学长 你好 赵松松说着 也是皱眉将改变了容貌气息的沉默 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是 虽然已经很努力地在想了 可是他实在是想不起来 自己什么时候见过眼前的这个人 见赵松松一脸疑惑 沉默极为郑重地说道 赵学长你好 我叫陈世金 新生 陈世金 这名字有够怪的 赵松松心中想着的同时 则是问道 陈学弟是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只听沉默说道 我听说 学长是咱们T01分校的学生里面 掌握雷霆之力的最强觉醒者 所以想来见见你 听到陈默的话 赵松松顿时眼前一亮 T01分校 最强觉醒者 这帽子 虽然给他戴得有些高了 但怎么听 怎么舒服啊 难不成 这是我赵松松的谜地不成 赵松松正这样想着 陈默则是继续说道 不瞒赵学长说 我掌握的特殊力量 也是和你一样的雷霆之力 说着 陈默伸出了右手来 只见他的掌心之中 一道细小的雷霆 直接闪耀了起来 展示了雷霆之力后 陈默又说道 所以 我想着赵学长这么厉害 能不能指导一下我啊 赵松松文言 拍了拍陈默的肩膀 学弟 这件事情 学长答应你了 陈默顿时表现一副欣喜的模样 激动地说道 谢谢学长 看着陈默激动的样子 赵松松很是欣慰 随即只听他说道 学弟 你先回去上课吧 今天晚上 你到北区竞技场来找我 学长亲自指导你一下 说完 赵松松潇洒转身进了教室 看着这狗东西 都快要飘起来的样子 陈默不禁暗笑了一声 而回到教室的赵松松 也是极为得意地 向夏瑶炫耀了这件事情 夏瑶听完后 一副不太相信的样子 赵松松当即表示 夏瑶晚上的时候 可以跟他一起去 北区竞技场一验真假 另一边 化身陈世金的陈默 在校园里面晃荡了一圈 期间 他见到了不少熟人 只是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 很快 时间来到晚上 北区竞技场 陈默早早地 就来到了这里开始等待 没过多久 赵松松便带着夏瑶一起来了 见到两人到来 陈默当即便迎了上去 学长 你来了 在陈默热情地打着招呼的同时 赵松松则是黑黑一笑 挑眉看向了一旁的夏瑶 夏瑶见状 顿时小脸一红 不理你了 捶了一拳赵松松后 他便害羞地逃走了 发生了什么 这大概是陈默现在唯一的想法 这时 赵松松则是看向陈默说道 薛爹 不用管他 来 先让我看看 你的基础如何 当即 陈默便释放出了雷霆之力 同时 他又使了一招 下午刚学会的一阶灵能战技 看完陈默的表现后 赵松松略带惊喜地说道 薛爹 你的基础很不错吗 只是有些地方 有问题 赵松松到底是跟着云阳子苦学过的 他的悟性和取得的进展 或许比不上陈默 但在雷霆之力这一块上 他却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虽然这些见解还不算成熟 但已经很厉害了 赵松松一直指导了陈默两个多小时 整个过程耐心十足 这还是陈默第一次看到 平日总是嘻嘻哈哈的赵松松的另一面 怎么形容呢 两个字 靠谱 第113章 突发事件 在指导结束之后 赵松松也是对陈默说道 学弟 学长今天还有事 就先这样了 你回去后 好好练 以后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尽管来找我 说完 他便急不可耐地跑了 那风风火火的模样 就跟家里着火了一板 赵松松走后 陈默又是练习了一会儿 不得不说 虽然赵松松有些时候 表现得很不靠谱 但在知道陈默的过程中 却是非常的靠谱 和师父云阳子这样的大佬不同 赵松松的指导 虽然显得稚嫩 却更为精细一些 正是在有了这一发现之后 陈默原本的想法 也是随之改变了 他一开始 只是想试试四舍宝衣的效果 顺便再逗一逗张松松 现在嘛 陈默打算用四舍宝衣 多开一些小号 去向不同的人请教 这些人的实力 可能不如他 但毕竟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对力量的认知 自然也不同 他们能够想到的某些方面 或许正是陈默所欠缺的 集思广义之下 或许会有糟粕 但必定也会有精华 当陈默将这个想法 告知了云阳子后 云阳子很是支持 因为哪怕是他 也不敢说 自己对力量的见解是全面的 有了云阳子的支持 陈默只要有空 就会开小号去找不同的人 前锋 白云飞 吉隆忠 申图红 公孙伯 江江 不管掌握的是什么力量 陈默都会向他们请教一番 仅仅一周下来 他便有了很多的收获 虽然其中有不少东西 是不能用的 但剩下的那些 对于陈默来说 却是有极大的弊意的 加之云阳子的指点 陈默的实力 开始突飞猛进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 眼气息鼓已久的 域外侵略者 似乎缓过了气来 他们再次发起了 对蓝星的冲击 这天 正值周末 上午十点整 陈默正准备开小号 去找赵松松 可就在这个时候 校园广播却是突然响起 通知 请接收到集结指令的 小队成员及导师 迅速到学校 后勤处集结 在这道校园广播 响起的同时 陈默的腕表 也是随之响了一声 不出意外 无敌超神小队 在集结队伍之中 于是 陈默赶紧赶往了 学校后勤处 当他赶到的时候 一大批导师早已到位 见集结起来的导师 如此之多 陈默意识到 这次事件 或许非常严重 果不其然 此次突发的事件 检测鉴定为四级事件 如果只是这种等级 还不至于要出动到 替大的队伍 主要是因为 这一次发生的 乃是双四级事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同一个地方 被打开的四级戒壁通道 有两个 同一个地方 出现两个四级戒壁通道 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 但一旦发生 就会产生戒壁通道 共振效应 两个四级戒壁通道 会合而为一 容纳更多 更强的域外侵略者通过 更为关键的是 此次打开戒壁通道的地点 极为靠近闹市区 雏龙小组六阶级以上的强者 已经第一时间出发了 余下的各级小队 也在赶往事发地点的路上 但这一次 光靠雏龙小组 显然是不够的 因为敌人的数量和强度 已经超过了五级事件 但由于双四级事件 没有五级事件发生之前 产生的巨像 所以这一次 龙国真就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可不管如何 事情发生了 就得面对 事态的升级 就需要更多人手 因此 T大的队伍 也在此次的调集范围之内 在简单讲解了事情的紧急之后 六阶以上的学校高层和导师 便直接育空出发了 至于陈默的师傅云阳子 这个时候 估计已经到了现场 而陈默虽然也是六阶 但学校高层一致认为 他现在还是学生 所以他只好留下来 跟着学生队伍一起出发 在第一批强者队伍 育空出发后不久 所有学生小队 便集合完毕了 现场一共来了103只小队 全部都是大三年级的 留下带队的导师们 直接带着所有小队 来到了竞技场中 在等待运输机到来的过程中 带队导师也是讲解了 此次任务的要点 不多时 多架运输机相继来到 100多只学生小队和带队导师 陆续被送到了事发地附近 而这样的降落点 还有11个 共计12个降落点 将整个事发地包围在了中心 所有战斗人员一经落地 便会以大队规模 直接开进战场 沉默他们这支大队 所在的位置 位于整个战场的西面 从这方向 可以直接看到远处的城市 此时城市的上空 正有人类六阶以上的强者 在与域外侵略者展开交战 这也就是说 在沉默他们赶往这里的途中 域外侵略者大军 已经闯入了人类生活的城市 那么 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类 下场将可想而知 沉默虽然很想去城市中救人 可他现在另有任务 那就是阻击所有外散的域外侵略者 防止他们逃窜出包围圈 去祸害其他人 而很快 沉默他们 就与一支域外侵略者大军正面遭遇 没有任何废话 双方直接开战 身为这支大队中 为数不多的六阶觉醒者 沉默一马当先地杀了出去 吴紫月 赵松松等人紧随其后 其余的小队和战斗人员 也是杀了出去 战斗爆发 沉默直接发动五行归一绝 当前的情况 绝不是一个藏桌的好时候 全力爆发的他 一出手便直接捏爆一头五阶大统领 场面直接震撼 让不少人都为之惊叹 率先取得战果的沉默 持续不断地输出 五阶外敌在他面前 就跟小鸡仔一样 一把捏爆一个 同一支大队中的六阶强者健壮 都是不禁感叹 沉默的实力之强悍 同为六阶强者 他们可做不到沉默的这种程度 而在面对混在 域外侵略者大军中的六阶小领主的时候 沉默的表现同样惊人 在他那充满爆炸性的力量面前 没有任何一个小领主 能够阻挡他 然而 就当沉默大杀四方的时候 一个黑影却是突然朝着他袭来 速度之快 让其他的六阶强者 根本来不及反应 同时 这道黑影所爆发出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六阶的极限 显然 这是一个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混在这只散乱域外侵略者大军中的 七阶大领主 第114章 七阶大领主 沉默 小心 他的针身在你的左边 眼看着黑影从沉默的右侧袭来 跟在沉默身后不远处战斗的乌紫月 这个时候 却是突然大声提醒了一句 听到乌紫月的话 沉默没有丝毫地迟疑 两人在战场之上配合依旧 这点默契还是有的 只是这个时候 他想躲开 显然根本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 只听沉默抱贺了一声 他直接将全身的力量激发 尽数汇聚在右臂之上 随即 他朝着自己的左边 一拳轰出 蹦 拳头与空气摩擦产生的声音 如同巨大的震爆一般 同时也就在下一刻 明明左边看起来空无一物 但沉默轰出的这一拳 却是碰撞上了什么东西 一压 顿时 一道刺耳的怪叫声传来 沉默打中的那个东西 这时也是 直接献出了真身 定睛一看 那竟是一头邪恶小精灵 邪恶小精灵的可怕之处 就在于他喜欢偷袭 沉默在第一次出任务 就曾遭遇过他们 不过那个时候 他碰上只是低阶的战兵 及邪恶小精灵 而如今碰上的 则是实力达到了 七阶大领主级别的 邪恶小精灵 别看两者之间体型相差不大 但危害性 却是成倍的增加 就如拿刚才来说 如果不是吴子月的提醒 沉默根本不会发现 这只大领主级别的 邪恶小精灵的真身 竟然是在左边 当然 外穿B级战斗服 内穿一件四蛇宝衣的沉默 根本不用担心 他会偷袭成功 但如果换一个六阶觉醒者呢 或者是更低级别的觉醒者 那他们的下场 将可想而知 此时 这只大领主级别的 邪恶小精灵 眼看偷袭沉默不成 也是果断地选择了撤离 只是 沉默绝不可能会放他离开 只是一瞬间 沉默轰出的右手画拳为掌 海量的土元素 顷刻之间便汇聚了起来 这些土元素 直接凝结成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紧接着 沉默的右手一握 土元素巨掌 也是握拢了起来 那只七阶大领主级别的 邪恶小精灵 便被困在里面 不过由于他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七阶 虽然不善于正面战斗 但逃顿能力 却是一流的 所以 在邪恶小精灵困住之后 沉默一边斩杀那些 试图前来解救大领主的巨兽 一边向离他最近的 来自雏龙小组的六阶大队长周辉喊道 周队长 请助我 周辉听到沉默的话 果断地杀了过来 看着困住七阶邪恶小精灵的土元素巨掌 他一边斩杀不断扑来的巨兽 一边问道 怎么弄 沉默说道 帮我在外面守住 我进去宰了他 周辉闻言 眉头微皱 对于沉默 来自雏龙小组的他 也是略有耳闻 来自T大的最强者学生 年纪轻轻 便已经是六阶强者 在战场之上 打法极为凶猛 被不少和他搭档战斗过的人 誉为彪悍大学生 这可不是贬义 而是对沉默的一种认可 在之前的战斗中 周辉也亲眼目睹了沉默的打法 他非常认可这一点 只是沉默 想要以六阶的实力 去对付七阶的强敌 这是不是太冲动了 虽然那只是一头 不善于战斗的邪恶小精灵 但再不擅长战斗 是货真价实的七阶呀 周辉的第一想法是 要不再叫几个大队长 过来一起上 不过以现场的情况来看 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在这只散乱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中 还藏着不少六阶小领主 其他的大队长 正忙着对付他们 他还是因为和沉默离得近 所以才方便过来 既然没办法找其他人 周辉只好说道 要不我们一起 沉默闻言 一拳轰碎一头 朝他扑来的五阶骨架哨兵 一边说道 不行啊 周队长 中间根本不够 我们两个施展 你放心 我有把握的 你帮我把外面看好 沉默说完 直接闪身转进 卧拢的土元素巨长之中 在他进入后的一瞬间 土元素巨长 便再次闭合了起来 周辉健壮 无奈地摇了摇头 现在的年轻人 真不是一般的冲动啊 不过 既然沉默都已经杀进去了 他也只好按照沉默说的来办了 在沉默进入土元素巨长中后 那邪恶小精灵 依旧不死心想来偷袭 但在这个密闭 且由自己掌握的空间之中 沉默怎么可能会让他偷袭成功呢 在邪恶小精灵袭来的一瞬间 树道土墙便挡在了他的身前 同时 沉默身躯一阵 五行元素战体发动 元素战体发动的一瞬间 沉默浑身上下的力量暴增数倍之多 这一刻的他 有了一种无敌的感觉 随即 沉默直接杀向邪恶小精灵 面对此刻的他 邪恶小精灵根本不是对手 被沉默不断拿捏的他 口中也是发出了一阵阵的怪叫声 土元素巨掌之外 听到这些声音的巨兽 开始潜伏后期的扑来 周辉健壮 顿时头大不已 原本以为只是打个辅助而已 没想到 这是要当主力啊 不过 来就来吧 周辉也是火力全开 巨兽们越是着急 便意味着邪恶小精灵的情况 越是危急 那么 在里面的沉默 就必然是占据了上风的 嘿 想不到 这彪悍大学生 还真挺厉害的 另一边 此次被域外侵略者大军 涌入的城市中 都市繁华的样子 已经消失不见 此刻 遍地都是肆虐的巨兽 猛虫 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类 大多都已经不幸遇难了 普通人面对上这些域外侵略者 根本没有抗击的能力 不过 也有少数人是幸运的 在那些巨兽发现他们之前 第一批救援力量 就已经赶来了 此刻 这些幸存者 被聚集在这座城市 西北方向的中心体育馆中 虽然暂时得救了 但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脸上 仍旧充满了深深的恐惧 对于能否活下去 他们似乎并不抱太多的希望 因为体育馆的外面 已经围满了密密麻麻的巨兽 虽然有跟超人一样的人类 在抵御他们 可双方的数量差距 实在是过于悬殊 第115章 斩杀击剑 当人处于绝境之中 更是意识到 可能求生无望的时候 他们往往就会崩溃 这个时候 有的人就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来 一般来说 他们会试图让所有人 一起走向毁灭 此时 被收拢在体育馆的幸存者中 就出现了这样的人 他们以其他幸存者的性命为要挟 让负责防守这所体育馆的觉醒者 带他们离开这里 尽管带队的人员 已经向他们解释过 无法离开的原因 但他们这些人 却是死活不相信 我不管 你们必须带我们离开这里 我们不想再待在这个鬼地方 其中一个人声嘶力竭地喊道 站在他的对面 是雏龙小组大队长之一的王峰 王峰作为首批赶到这里的救援人员 很清楚 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的遭遇 他也理解 这些幸存者们 现在心中的恐惧 只是 哪怕他们以其他幸存者的性命相要挟 他也没办法带他们离开这里 不是他不愿意 而是根本办不到 此次乃是双四级事件 事态级别远超五级 从戒壁通道中 闯入蓝星的域外侵略者大军 数量极多 而在检测空间异常波动的第一时间 他们这第一批救援人员 当即就直接出发了 那是一场合时间的赛跑 只是他们赶到的时候 城市之中 已经四处都是肆虐的巨兽 但在数位九阶强者的带领下 他们还是杀进了这座城市之中 冲进城市之后 王峰他们便在第一时间 展开了对幸存者的搜寻 并以这座体育馆 为临时的助手点 不过在这个期间 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域外侵略者大军 从戒壁通道中涌出 整座城市 已经完全被他们占领 这个时候 想要带着普通人杀出去 显然是没办法办到的 哪怕能够办到 也需要付出极大的牺牲才行 并且 还要舍弃绝大多数的幸存者 而他们一旦离开 这座体育馆 就会被外面的那些巨兽碾 剩下的那些幸存者 就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 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巨守这座体育馆 等待更多救援力量的到来 届时 危机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 不管王峰解射多少次 这些人就是不相信 现在更是以 其他幸存者的性命相要挟 王峰很同情他们 但绝不会纵容他们 再次解射一遍之后 见对方还是不愿意相信 王峰只得动用强力手段了 只见他和另外一个大队长 对视了一眼 随即 两人直接消失在了 现场众人的面前 紧接着 那持刀挟持其他幸存者的人 便吃痛地吼叫了一声 只是片刻间 他们便被制服了 为了所有人的安全 王峰将这些人全部打晕 并绑了起来 做完这些之后 他也是看向其他的幸存者说道 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 更多的救援力量 正在不断地赶来 我们唯有聚守这座体育馆 才能够坚持到最后 希望大家理解配合 王峰并不是在忽悠人 此时各路救援力量 正在不断地朝着 这座城市聚集 实力达到七阶以上的强者 以及部分六阶强者 都是杀进了城市里面 至于剩下各路大部队 则是清理着散乱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 与此同时 沉默所在的战场 经过接连不断地强力打击 那七阶的邪恶小精灵 已经要癫狂了 他无论如何 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实力 只有六阶的人类 真实战力却如此之强 连他这个大领主 都远不是其对手 更为可悲的是 他甚至连逃都逃不掉 这种悲愤的感觉 怎能不让邪恶小精灵癫狂 只是他再癫狂 也没有任何作用 当沉默将他的底细 摸得差不多了之后 最后的打击 便随之来临了 只见沉默 以超越邪恶小精灵的速度 直接将他给擒住 紧接着 在五行元素战体的加持之下 沉默用力一握 伴随着一道凄惨的叫声响起 这只七阶大领主机的 邪恶小精灵 竟是被沉默 一把捏得血肉飞溅 而整个过程 只用了三分钟不到 速度之快 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当土元素巨长自动溃散 沉默出现的时候 不用猜也知道 沉默肯定是赢了 但那可是七阶啊 一直在阻击巨兽 对邪恶小精灵展开救援的周辉 此时不禁扎舌道 这小子是真的猛啊 不过沉默越猛 周辉越是高兴 和这种人搭档 无疑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解决了邪恶小精灵后 沉默再次投入了战斗之中 而他斩杀七阶大领主的消息 也振奋了不少人 于是整支大队 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一个小时不到 这只散乱逃离城市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 便被彻底歼灭 大队的所有人员 经过简单休整之后 便再次出发 一路上 他们不断遭遇 规模大小不一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 同时 也和其他大队会合了起来 随着各路队伍不断往前推进 他们距离事发城市 也是越来越近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连续战斗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 各路队伍 全部抵达预定地点 此时 从城市中散乱逃离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 全部被清理 剩下要解决的 便是盘踞在城市之中的那些巨兽 毫无疑问 这必将又是一场艰苦的大战 根据前方传回的消息 此时戒闭通道之中 仍旧域外侵略者在涌出 依照事态等级的划定 这次的事件 已经达到六级的规模了 不过好在 事态的蔓延趋势 已经得到了初步遏制 此时的临时指挥中心 正在加紧制定进攻策略 需要考虑到的是 在城市之中 还有一批幸存者存在 所以 西北方向的队伍 首要考虑的 就是要保证这批幸存者的安全问题 而东南方向的队伍 任务更加繁重 因为此次被打开的双戒闭通道 就在这个方向 届时总攻发起 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数量 将会是最多的 至于其他方向的队伍 就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权力兼敌 不漏方任何一个 初步定下 发起总攻的时间 为第二天的早上八点整 基本方案形成之后 具体细节开始布置 人员的调动 也是同步进行中 沉默所在的大队 位于城市的西面 距离幸存者聚集的体育馆最近 因此 他们任务便是与另外两个大队配合 救援所有幸存者 第116章 残警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队伍赶到了现场 此时现场各战线的战斗人员数量 均是陡增到了一个很大的数字 原本数量上的劣势 终于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而在期间 被围困在城市中的域外侵略者大军 也是多次试图往外突破 只是他们发起的一次次进攻 最终都是无功而返 无论是为了这座城市中那些遇难的人员 还是为了周边城市的安全 连军都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域外侵略者 突破出封锁圈 同时 为了确保城市中那批幸存者的安全 临时指挥部又是派出了四位九阶强者 强行突破进入城市中中 前去首位幸存者们聚集的体育馆 如此一来 便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4日 早上6点整 所有人员经过数个小时的休整之后 都是开始在为即将爆发的大战做起了准备 沉默所在的大队 与另外两个大队进行了合并 150只小队 共计750位战斗人员 他们将在一位支队长的带领下 与体育馆中的防守人员会合 将其中的幸存者全部救出 这是他们的唯一任务 为了确保救援任务的顺利进行 周边的其他队伍也将会进行牵制配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当来到八点整的那一刻 各个方向的六阶及以上的强者 皆是同时遇空而起 随即 他们率先朝着城市杀了进去 不过在他们杀出的同时 盘踞在城市中的域外侵略者大军中的 小领主及以上的强敌 也是纷纷杀出 双方强者 在城市上空展开了激烈交战 紧接着 各县队伍朝着城市冲击而去 盘踞在城市中的域外侵略者大军 也是直接倾巢而出 惨烈的大战 瞬间爆发 城市西面 率先杀出的联军 犹如一把利刃一般 他们以视如破竹之势 直接穿插到了城市边缘 这个时候 负责救援幸存者的队伍 便沿着在友军开辟的道路 直接进入了城市之中 一进入城市 他们便迅速地朝着体育馆所在的位置 突进而去 不只是 虽然此时大多数域外侵略者 都是涌向了战场之中 但在城市之中街道上 仍有不少巨兽在徘徊 这些巨兽 看到救援队伍后 便前赴后继地扑了上来 为了避免队伍被巨兽拖住脚步 带队的支队长当即决定 强推前进 由他以及三位大队长充当先锋 15位中队长 以及50位小队充当左右一户位 至于同样有着六阶实力的沉默 则是在队伍最后面充当后卫 迅速布置行动方案之后 整支队伍便展开锥形攻势 开始往前推进 沿途上 不断有巨兽突袭而来 但是 面对一位七阶的支队长 以及三位六阶中队长的联手 这些徘徊在街头的低阶巨兽 根本不是对手 以至于充当后卫的沉默 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 一路上走来 沉默也是在暗自 观察着被域外侵略者大军 肆虐过后的城市 他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惨和寒 惨 是指原本的城市现在 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 根本看不出 他原本繁华的样子 寒 则是指沉默心中发寒 一路走来 只能看到 少量遇难者的残破遗骸 但问题是 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口 可是有不少的 他们遇难之后 你还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 其实不用想也知道 但他们原本可都是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 此时 沉默变得很是沉默 他的心中 正压抑着一股无名怒火 急需释放 也就在这个时候 救援队伍 在城市中不断地突进 产生的动静 终于还是引来了一些 六七阶的强敌 队伍前进受阻 沉默终于有了 释放心中无名怒火的机会 眼看着大量的巨兽 从各个街道口不断涌来 此时距离体育馆的位置 已经没有多远的距离了 于是带队的支队长决定 全员以体育馆为目标 展开全力冲刺 当初击指令 发出的第一时间 所有人开始迅速动作了起来 面对阻拦在前的巨兽 支队长 以强大的实力 直接横推 而充当后卫的沉默 则是全力出手 解决那些准备咬住 队伍尾巴的巨兽 加上乌紫月他们配合 行动进行得很是顺利 进驻体育馆 他们知道救援计划 因此 当救援队来到距离体育馆 百米开外的时候 便有两位九阶强者 从体育馆中 杀出前来接应 在两位九阶强者的接应之下 救援队全员 顺利进入体育馆中 但由于他们的到来 也引来了更多的巨兽 围在了体育馆外面 不过 能够顺利突进到体育馆中 救援任务 就已经成功了 三分之一了 救援队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带领着这些幸存者 离开这里 先期的幸存者 统计结果 沉默其实早就知道 但在现场确认之后 他仍有是有些难以置信 整座城市几十万人 现在居然就只剩下了 体育馆中的这数百人而已 这一刻 不单单是沉默心绪难平 救援队的每一个人 都有着同样的感觉 只是现在 不是他们伤感的时候 他们必须尽快 将这些幸存者带出城市 以便后续决战地展开 于是 带队的支队长 和聚首体育馆的战斗人员 磋商之后 结合实际情况 他们对原本的救援计划 做了适当的改动 另一边 由救援队带进的食物和水源 也是分发到了 每个幸存者的手中 原本都快要绝望了的幸存者们 在看到大队的救援到来的时候 心中终于是燃起了求生的欲望 每个人尽快地补充着体力 又穿上了 救援队带进来的防护服 紧接着 由专业的人员 开始为他们讲解后续的安排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撤离行动 也是即将展开 由于幸存者的数量 有五百多个 所以 基本方案为 一对一的贴身保护 及各个小队的队员 每人带一个幸存者 小队长 中队长 大队长 支队长 以及原本聚首体育馆的 六阶战斗人员 则充当外围保护 四位九阶强者 分四个方位战队 将整支队伍 保护在中心位置 最后下一步 行动开始 第117章 救援完成 四位九阶强者 率先冲出了体育馆 在没有域外 九阶王级强敌的情况下 他们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当他们将出口的位置 迅速清理出了一条通道之后 已知队长带头 众多六阶强者 围辅的队伍前锋 也是杀了出去 紧接着 小队成员一对一 带领着幸存者 紧随其后 负责尾部的断后人员 也是紧紧跟上 而这支人数上千的队伍 无疑是一个非常显眼的目标 因此 当队伍冲出体育馆后 原本包围在体育馆 其他方向的巨兽群 也是蜂拥而至 同时 这里的巨大动静也是 引起了高阶强敌的注意力 尽管各线队伍的强者 都是在尽力地拖住敌人 但到底还是有少数的 域外强敌 强行脱离的战场 进入了城市之中 于是 负责守卫救援队的 四位九阶强者 军事先后投入了战斗之中 有他们在 倒不用担心吧 九阶强敌 但七阶的强敌 却是需要注意 毕竟救援队之中 七阶强者的数量并不多 而很快 他们就都被七阶强敌 给拖住了 没了七阶强者的带领 队伍的突进速度 明显降低了不少 这个时候 同样在突进位置的周辉 响起了 彪悍大学生陈默 于是乎 陈默的战斗位置 便从后卫 调整到了最前面的突进位 一些不熟悉陈默的六阶强者 不太明白 周辉的做法 毕竟陈默在妖孽 那也只是 和他们一样的六阶而已 靠他 难道能起到七阶强者的作用 对此 周辉只是轻蔑一笑 他也不做过多的解释 是实会证明 陈默的六阶 和他们的六阶 还真就不一样 陈默明白 周辉将他调到突进位的原因 所以 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他直接果断爆发 最具攻伐性性的金元素战体 直接施展开来 同时他的体内 五行归翼之力 也是紧跟着发动 下一刻 陈默杀出 活力全力 加之心中 压抑的无名目火 使得此刻的陈默 如同开了狂暴一般 但凡是阻挡 在他前面的巨兽 无论五阶 还是六阶 通通一击毙命 没有任何例外 陈默这彪悍无比的战力 让突进位的不少 六阶强者们 都是看待了 我尼玛 这真的只是一个 六阶觉醒者吗 毫无疑问 陈默确确实实 只是个六阶觉醒者 但在各方面因素的加持之下 使得他具备了远超 一般六阶觉醒者的战斗力 由于不断击杀六阶强敌 陈默获得的收益 是极为庞大的 加之之前的积累 使得他竟又一次 在战斗中完成了突破 如此一来 陈默的实力 也就达到了六阶中气 虽然这样的进阶速度 比起来六阶之前 来说慢了很多 但是 跟一般的觉醒者比起来 却是快得吓死人 因为现在 距离陈默出入六阶 也才过去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突破到六阶中期 陈默的战斗力 也是得到了不小的增幅 于是 在其他六阶强者的眼中 陈默突然间 就变得更加勇猛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 这大概是他们 每一个人心中的想法 在陈默狂暴的带领下 整支队伍也是 飞速往前突进着 一路突进下来 幸存者们 都是相安无事 而眼看着他们救药 和前来接应的队伍会合 但由于 此时已经极其靠近 城市外的战场 因此 救援队的出现 竟是直接引来了战场中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的反冲击 面对数量 多于几方数倍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 陈默当机立断 看向周辉说道 周队长 队伍绝不能停在这里 周辉自然明白这一点 如果队伍 被拦在这里 停下来的话 他们这些六阶强者 最终或许能够活下来 只是那些幸存者 可就难了 但他们 可是这座城市 最后幸存的人员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都必须 将他们完整地救出去 随即周辉果断下令 必须强行突进 只要能够和接应队伍会合 他们的危机 将迎刃而解 于是 面对汹涌而来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 队伍中的所有战斗人员 全力爆发 他们将所有人幸存者 围在了中心位置 就这样 救援队开始一步步地 艰难前行 这一次 身处突进位的沉默 也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因为需要掩护身后的队伍 所以让他发挥的空间 极为有限 在这种掣肘之下 沉默很难发挥出 自己的全部战斗力 虽然打得很憋屈 也很无奈 但这就是身为一名觉醒者 需要肩负的责任 而另一边 接应救援队的队伍 也在不断地往前突进 为了阻止人类的两支队伍会合 域外侵略者大军 不断地投入战力 除了打开 借壁通道的东南方向战线之外 此时整个西线战场 犹如主战场一般 双方其余各线的力量 都是开始 往这两条战线靠 战场局势的变化 已经不在指挥部的预定计划之中了 既然已经乱套了 那就只能照这样 打下去了 指挥部一刀命令 最后的预备队伍 便全部投了上去 随着更多的战斗人员 加入战场 西线战场 终于是打开了一个缺口 血战到 近乎癫狂状态的沉默 和队伍中的其他强者 终于是带领着救援队 和接应队伍会合了 随行医护人员 第一时间 将所有幸存者 全部接了过去 他们将通过 大部队开辟的安全通道 直抵战场后方 这也就意味着 救援队的任务 圆满完成 没了掣肘 杀红眼的沉默 终于放开手脚了 其他的队员 也都是同样的感觉 哪怕不少人的身上 此时都已经挂了彩 但他们心中的怒火 以及憋屈 势必要全部都释放出来 于是救援队 直接原地参战 以两支队伍 打通的安全通道为起点 直接将西线战场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 分割成了两部分 同时 随着全部幸存者 被救出 一直在城市上空 牵制敌人的强者们 也是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全力一战了 于是火 决战的号角 正式吹响了 他们势必要将 这些域外侵略者 全部歼灭在这片战场之上 以此来祭奠那些 在这次事件之中 遇难的所有人员 第118章 临时大队长 决战一开始 各条战线上的联军 相互配合默契 他们对域外侵略者大军 实施切割包围 将他们分割成一个个的小块 再进行彻底歼灭 被誉为彪悍大学生的沉默 在之前的救援过程 表现极佳 为此 指挥部将他提拔 为了临时大队长 并将五个中队的战斗人员 划归到了他的手底下 当然 主要都是T大的学生队伍 如今 被拉上战场的T大学生队伍 可并不仅仅只有T01分校 其余分校的学生队伍 经过数年的发展 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这些人 大多都是当初沉默他们那一届 通过招生选拔进来的 对于沉默 他们并不陌生 年轻人之间沟通起来 也没什么代沟 因此整个大队50只小队 虽然是刚被划分到一起 但相处起来 还是非常和谐的 而对于沉默来说 当不当队长什么的 他并不在意 不过 既然让他站到了这个位置 他就要对手底下的所有队员负责 趁着在对于域外侵略者大军 进行分割包围的时候 沉默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下 手底下所有队员的实力 怎么说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由于当初在高中进行选拔的时候 这些人就已经算是佼佼者了 而后又是从集训考核脱颖而出 进入T大之后 各分校对他们的培养 自然是不遗余力的 虽然比不上沉默这样的变态 但如今三年多的时间过去 这些人全都是达到了三阶战力的 虽然有不少人 还只是三阶出七而已 不过具备的战斗力 还是相当强悍的 沉默看了一下 像他这样的T大学生大队 还有数个之多 显然这一次 各分校都是掏出了家底的 只不过 目前只有他一个人 以T大学生的身份 当上了大队长 并且 他这个大队的综合战力 还是所有替大学生大队中 最强的一支 既然是最强的 那自然要拿出态度了 沉默守 先做的第一事情 就是安排了五个中队长 其中 乌紫月 已经是五阶十列 拿下第一个中队长的位置 自然是实质名贵 但除了他之外 就没有五阶的存在了 哪怕是赵松松 这个狗东西 一直在紧紧地 追赶着沉默的脚步 但他目前 也才到了四阶中期而已 吉隆中则稍差他一些 四阶初期 例如像申图红 公孙伯 江江这些人 也都是四阶初期 除此之外 像贺无忧这些 来自其他分校的人员 实力也是四阶初期 四阶初期的人数 还不少 足有三十多个 鉴于赵松松 是四阶中期 于是第二个中队长的位置 就给了他 这样一来 中队长的位置 就只剩下三个了 而且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显然没有时间 留给其他人 来分个高低 于是陈末 干脆让他们 所有人抓究决定 这样 谁都没啥闲话说了 于是 陈末带领的这支大队 很快就准备完毕了 与此同时 西县联军 对这片区域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 已经完成初步的分割 作战 开始 根据指挥部制定的分割 歼灭策略 每个分割出来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方块 将由三个大队 负责歼灭 和陈末打配合的 两个大队长 其中一个 还是熟人周辉 至于另外一个 也是来自雏龙小组的 虽然不太熟悉 但也是打过碰面的 双方都熟悉 配合起来 也就简单了很多 打法 也极为简单粗暴 直接三面包架 一举歼灭 战斗开始 三个大队长 率先从三个方向 杀进敌军 他们的作用 有两个 一个是起到 带头冲锋的作用 大队长杀得越猛 下面的队员 受到感染后 战斗力将会直线飙升 至于另一个作用 则是清理 浑在域外侵略者 大军中的六阶强敌 以此来保证 队员们 在战斗过程中的安全性 而当陈默他们 这三个大队 掌杀进敌群的第一时间 三支大队的成员 也在15位中队长的带领下 对于敌群发起了冲锋 下一刻 激烈的战斗爆发 身处敌群中心 陈默再一次展现出了 彪悍大学生的恐怖之处 已经元素 战体为基础 五行归翼之力 已配合 他的一招一式 无不充满了爆炸性的破坏力 面对潜藏着敌群中的 六阶小领主 陈默只要逮着一个 就直接捶死一个 场面之粗暴 速度之迅猛 让对陈默 有一定了解的周辉 都是看呆了 他从未见过任何一个 六阶觉醒者 能够具备 陈默这样的战斗力 同阶对敌 只怕已经能够做到 真正的无敌了吧 此时 陈默三人在敌群 进行中心开花 而三支大队 在发起冲锋之后 也是迅速剿灭着敌人的 有生力量 战况十分激烈 也十分的顺利 等到大队成员 与陈默他们 这三位大队长会合的时候 这支被分割包夹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 便被尽数歼灭了 随即 他们没有任何停留 直接开往了下一处战场 分割 包夹 歼灭 一遍遍地重复之下 敌人的数量 在迅速地减少 与此同时 空中的高阶战场 也逐步奋出了胜负 此次事件 虽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 但他所能容纳 通过的高阶战力 数量 依旧是十分有限的 所以当 龙国动员起来之后 这批闯入蓝星的 域外侵略者 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很快 高阶战场的战斗 便完全结束 腾出手来的联军高阶战力 也是加入了下级战场 他们联手 从城市中心开始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尖敌 当搜索尖灭结束 整个城市便清理干净了 接下来 剩下那些 还在负于顽抗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的末日 就来临了 面对高阶战力的降维打击 他们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 仅仅用了两个小时不到 战斗便全面结束了 巨兽的尸骸 堆得和小山一般高 而联军这边 虽然也有伤亡 但却并不多 胜利 是值得庆贺的 只是这个时候 没有一个人能高兴得起来 因为眼前的这座城市 已经在战斗之中 彻底化为了废墟 那些遇难的人 也不会因为 域外侵略者的 尽数歼灭 而重新归来 伤感 营绕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第119章 突然卷起来的T大 战斗已然全面结束了 但联军的任务 却还没有完全结束 此次被打开的双戒臂通道 此时还未闭合 同时 现场堆积如山的尸骸 也需要解决 于是 一部分联军 开往了戒臂通道 所在的位置驻守 剩下的人 则是开始了战场的善后工作 首先需要做的 就是将这些 堆积如山的尸骸处理掉 方法就是将它们 丢进戒臂通道之中 其实 龙国不是 没有想过 将这些巨兽的尸骸 利用起来 只可惜 一直没有大的突破 因为这些巨兽的身体 是有毒的 少量的掩埋 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像这种大型战役 数量就太多了 如果随意地埋在蓝星 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将它们 丢进戒臂通道中 也是唯一的办法 当然 这样做也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这些巨兽的尸骸 被丢进戒臂通道中后 闭合后的戒臂通道 将会把它们 磨灭成飞灰 而它们体内 蕴含的灵气 却是会汇入 蓝星的灵气循环之中 也就直接增加了 蓝星的灵气浓度 这一点对于全人类来说 都是有益处的 只不过这个浓度增加的幅度 很小而已 但确实是在增加中的 所有人加班加点 迅速将所有的巨兽尸骸 完成了转移 最后终于是在 戒壁通道闭合之前 完成了对战场的打扫 到这一刻 事件这才算真正结束了 不过 之后要处理的事情 还有很多 比如 原本一座几十万人的城市 为何会化为废 那几十万人口 如今为何 只剩下千人不到 那些消失的人 又去了哪里 当然 这些事情轮不到沉默来处理 战斗结束之后 他的心情并未好起来 看着远处的城市废墟 沉默的脸上无论如何 也露不出丝毫的笑意 哪怕 他因为这一战 提升了一个小街的实力 赵松松看出了 沉默心情不好 如果是在其他地方 他可以走过去 将沉默斗笑 可现在的这种场景 显然不适合开玩笑 那他能够起到的作用 肯定就不如另外一个人了 只见赵松松看向一旁的 乌紫月说道 第一中队长 该你登场了 听到赵松松的话 乌紫月淡笑 看了他一眼 赵松松健壮 顿时浑身一个冷战 连忙躲到了下摇的身后 不是他怕了乌紫月 而是真的打不过呀 没有再理会赵松松 乌紫月静止 走到了沉默身旁 随即 只听他开口说道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 见着我父亲了 他说 老祖他们曾来过现场 看了这次 被打开的双借币通道 他们发现 这次的两个借币通道碰到一起 并不是巧合 而是受到了外力的影响 说到这里 乌紫月停了下来 沉默看了一眼乌紫月 静待他的后续 只听乌紫月继续说道 虽然只是老祖他们的猜测 但是他们认为 今后双借币通道事件 或许将会发生得更频繁 域外侵略者之前 消停的那段时间 并不是因为他们 遭受了过大的损失 而是在找其他 进入蓝星的方法 显然 他们应该是找到了 虽然乌紫月的话 让赵松松有种 极为惊悚的感觉 但他心中仍是 忍不住吐槽 乌大姐 有你这么安慰人的吗 乌紫月猛然回头 狠狠瞪了赵松松一眼 这一眼 让赵松松心里直发毛 但紧接着乌紫月 脸色一变 换上温柔的模样 看向沉默说道 你现在要做的 不应该是 站在这里伤感 而是要振作起来 将你的潜力 尽数发挥出来 我明白 你心中的担忧 可你更应该明白 你现在的担忧 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事件 若是再次发生的话 以你现在的实力 也起不到任何大的作用 只要预外侵略者 一天没有放弃 对蓝星的觊觎 这种事情 就一天不会结束 沉默 你明白我的话吗 乌紫月说完 静静地站立在 沉默身旁 她的脸上 带着微微的笑意 沉默的答案 她已经知道了 躲在下摇身后的赵松松 看着并肩站立的沉默 和乌紫月 不太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当她要开口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下摇却是拉住了她 然后小声地说道 你就别去打扰他们两个了 小心他们两个人 双排你一个人 到时候 我可不敢帮你 事件结束 各方队伍也是 准备各回个家了 沉默的临时大队 长直贤 非但没有被撸掉 反倒给转正了 这倒是个意外之血 这代表着 沉默能够领到的资源 更多了 同时接触的平台 也更大了 只不过 她目前 是个光感大队长而已 手底下 没有一个兵 虽然是光感 但好歹 也是个正式的直贤啊 整个T大的学生里面 沉默这可是独一份 这可把赵松松 他们给羡慕坏了 因为他们的临时中队长直贤 并未被保留下来 尤其是身图红他们这些 在抓揪的时候 连个临时中队长 都没能当上的人 这些人的心中 都是憋着一股气的 当然 这股气 不是针对沉默的 而是对他们自己的 他们这些人 本来就属于精英 潜力并不输给赵松松 但偏偏如今 实力比不上人家 所以连各种队长 都争不到 实力不如人 也怨不得别人 但所谓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 和沉默这种 随时开挂的变态比不了 可输给赵松松 实在是心不甘啊 关键是这狗东西 每天还要抽时间陪女朋友 这样实力 都能赶超他们 这尼玛 对人的打击 实在不要太大了 所以 深屠红他们都是想着 要加紧提升自己的实力 把赵松松这狗东西 给比下去 回到学校后 所有人按部就班地 恢复了往日的节奏 只不过经历了 这次大战之后 很多人都是紧张了起来 于是 一些人开始悄悄地卷了起来 这股风潮 很快便在整个T01分校 扩散开来 连带着新生 及导师团队 都是波及了进来 随后 更是以人传人的方式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扩散到了其他分校 第120章 直贤授予 当T大的各个分校 都是开始卷起来之后 很多人都是苦不堪言 但为了不让自己的实力 落后别人太多 这些人 也只能加入其中 大家一起卷着卷着 慢慢地 就适应了下来 然后 一些人 就会惊喜地发现 嘿 卷起来真特么地快乐 因为卷起来之后 实力将会逐步变得强大起来 如此一来 获取学分奖励的途径 就更多了 获取到了更多的学分之后 就可以去 灵气浓度更高的修炼室 实力提升的速度 将会更快 同时 还能兑换威力 更强的灵能战技 进一步增强 自身的实力 在此之后 接着卷 其中的快乐 真的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各分校的领导层 对各自所在的学校的情况 是非常清楚的 对于这股突然兴起的 卷之浪潮 他们没有制止 反倒是添了把火 以至于这股卷的浪潮 再次提升了一个高度 但这都不算什么 更为重要的是 教育部面 向个分校下发一份文件 文件中表示 所有替大学生的实力 满足一定条件之后 可自主申请觉醒者等级检测 凡检测通过者 将会被授予与之实力 相对应的直弦 其中 四阶觉醒者 将会被授予 小队长直弦 五阶觉醒者 将会被授予 中队长直弦 六阶觉醒者 将会被授予 大队长直弦 同时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直弦 并非是教育部 新设立的虚直弦 而是中书 认可的实直弦 战时 拥有直弦范围 那条人的权利 并且当积累的 功勋点达标后 将会自动晋升 直弦相对应的军弦 其中 小队长直弦 对应下等位官 中队长直弦 对应中等位官 大队长直弦 对应上等位官 教育部的这份文件 将替大阁分校 学生们的修炼 热情瞬间引爆 当各分校 将文件下 发到学生手上的时候 当即就有不少人 申请了 觉醒者等级的检测 随后 教育部立即派出专人 前往各分校 进行现场检测 于是乎 第一批被授予 小队长直弦的 替大学生诞生了 这些人通过检测后 现场只是登记了 一些资料 但过了几天之后 就又有一批专人 来到了各分校 直弦授予仪式 是当着各个分校 所有师生的面进行的 那隆重的场面 可把台下的不少学生 都是给羡慕坏了 替林一分校 通过检测 获得小队长直弦的人不少 共有73个 并且他们这73个人 积累的功勋点 都是达标了的 所以他们还一同获得了 下等未观的军险 这可让赵松松 给牛坏了 逢人便将他的小本本拿出来 当面炫耀一下 不过在陈末这里 他目前 还是炫不起来 陈末并没有申请觉醒者等 接检测 但他身上有一个 大队长的直弦 因此 他也是被捕了一个 直弦授予的仪式 也算是给他的 大队长的身份证明了 当时其他人被授予的 都是小队长直弦 而他却是大队长 乌紫月则是中队长 两人如同鹤立鸡群一般 同时 由于陈末积攒的功勋点 已经达到了一个 极为恐怖的数字 所以他这一次 还获得了上等未观的军险 赵松松的下等未观 在他面前 自然是不够看的 所以 这货在陈末面前 不太喜欢提这件事情 不过陈末 对于这些事情 并不太在意 从双四级事件结束 回到学校之后 他就跟在云阳子身边 进行着苦修 之前乌紫月跟他说过的那些话 已经得到了 牛大爷他们的证实 域外侵略者一方 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已经成功找到了 打开双界闭通道的方法 也就是说 以后还将会发生 双界闭通道被打开的事件 如果再次发生在 靠近人类生活的城市附近 那么之前的那种 灾难性事件 又将会再次上演 同时 如果打开的是 五级以上的双界闭通道的话 那么打开的地点 无论是不是 靠近人类生活的城市 对于龙国 对于全人类来说 都将是一场浩劫 得到这个被证实的消息后 沉默心中一阵惊悚 那种末日般的场面 简直无法想象 虽然云阳子安慰他说 这种双界闭通道 打开并不容易 但域外侵略者 已经成功过一次了 那么 就必然还会有第二次 若是第二次 双界闭通道事件发生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又能做什么呢 待人在战场之中拼杀 可是那解决不了 根本性的问题 还是自身的实力不够啊 一种莫名的紧迫感 让沉默不愿 停下手中的修炼 他要拥有 更为强大的实力 鉴于埋头苦修 很难 让如今的沉默 有大的进步 在云阳子的建议之下 沉默决定去一线观 不过 沉默如今的目标太大了 所以他会开个小号去 对外 则是说 他在学校闭关苦修 临行前 沉默找来赵松松他们拒了拒 此时 赵松松他们并不知道 沉默要离开学校的决定 倒是乌子月 看出了他的心思 不过 他并没有点破 聚会散了后 沉默和乌子月一起走了走 乌子月告诉他 等他离开学校后 他也会走 沉默不太明白 乌子月的意思 不禁问道 你准备去哪 乌子月挽起 遮住眼角的秀法 看向沉默说道 回神行教 我现在已经落后你太多了 非但帮不了你 还可能会拖你的后腿 所以 我要回去 补一补进度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成功 沉默没有问 乌子月回神 行教怎么补进度 只是看着他说道 我相信 你一定能行的 那就见你急言了 第二天早上 天还未明 激发了四手宝衣 改变了样貌气息的沉默 便独自上路了 他这一次 没有让云阳子松 新的身份信息 走往破军的路子 至于他现在新的名字 则是叫做陈世金 沉默走后 乌子月心里空落落的 虽然两人平日里 也没说多少话 但见不到对方 总感觉不得进 于是 在沉默走后的第二天 乌子月便踏上了 返回宗派界的行程 此番他回去 便是要提前进入 神行教的秘境之中 只要能够顺利通过 秘境的考验 乌子月将会得到 难以想象的提升 当然 由于他是提前进入秘境 因此通过的难度 将会比其他人大很多很多 第121章 新兵种 变色龙 由于对外的消息是 陈默在深度闭关修炼 加之乌子月 也回宗派界了 赵松松认为 自己不能落后 他们两人太多 因此 他也是修炼 更加刻苦了起来 在云阳子的指导下 赵松松的实力 再次提升了一个小段 来到了四阶后期 吉隆中等人 皆是不甘示弱 也是相继突破到四阶中气 就连夏瑶 也在赵松松的鼓励下 顺利迈入了四阶中气 在此期间 除了一线关 不时会发生大战之外 整个龙国 乃至全世界范围内 界壁通道破碎事件 就跟销声匿迹了一般 但特殊领域界的 所有人都知道 更大的危机 正在酝酿之中 指不定哪一天 就会爆发出来 所以 特殊领域界的很多人 都是处于时刻备战的状态 而随着年关渐进 年味也是越来越浓 虽然现在的新年 已经不像以前那般热闹了 但到底还是家人难得的 团聚时光 化名陈世金的陈默 在一线关表现极为优异 从零开始的他 又是晋升到了 大队长的职贤 功勋点 同样是积攒了不少 在新年到来之前 陈默也是打了 回家团聚的申请 他本来以为没有希望 但到了大年三十这天 最后一批名单公布的时候 陈默发现 陈世金的名字就在其中 虽然这一批人 是要等到大年初三的时候 才能离开一线关 但只要能够回家一趟 陈默也满足了 大年三十这天晚上 万家团员 共赢新年的时候 身处一线关的陈默 则是在战场上 拼杀了整整一个晚上 直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战时稍缓 他和他带领的大队成员 这才得到了撤回来休整的机会 经过数个小时的休整后 陈默便带着人继续上 这场大战 一直持续到了大年初二这天 才停了下来 连日的大战 让陈默的身心很是疲惫 可以想到明天就能回家了 他只觉得 一切都是值得的 时间来到第二天 陈默和队友交接之后 来到了天门关 拿到手机之后 陈默打电话 跟父母拜了年 同时 又跟外婆讲了话话 他们本以为陈默今年没办法回家 也就续到了一会儿陈默 等到电话挂断 陈默便欲空而行 直奔老家而去 一路上 他没有丝毫地停歇 由于知道父母正在外婆家 所以陈默直接来到了当初 第一次见到牛大爷的地方 眼看四周没有人 他便直接落到了地面上 随即 陈默一路狂奔 此时 陈默的父母 外婆正准备吃午饭 这个时候 他们却是听到了 外面传来了陈默的声音 陈默的母亲连忙走出屋外 朝着路口望去 妈 陈默远远地喊了一声 看到陈默 陈默眼睛顿时顺润了起来 等到陈默走近 她一把抓住陈默 将其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 与此同时 陈父和外婆也是走了出来 看到陈默回来了 两人很是惊喜 随即一家人进了屋 就开饭了 饭后 父母问了陈默很多问题 陈默依旧是该说的该说 不该说的就不说 两久之后 陈默不禁感叹了一句 儿子长大了 由于假期只有三天 所以陈默很珍惜在家的时间 期间 她也是检查了一番 父母和外婆的身体状况 父母倒还好 正值壮年 身体还算健康 但外婆的情况 却是有些不对劲 虽然从外表来看 她的样子 比一般的老人都好 但内里 却是像是被严重透支过一般 这让陈默很是焦急 可不管她怎么问 外婆都是让她不要担心 说自己只是累着了 可真要是累着了 怎么会损耗人的生命力啊 陈默已经不是几年前的那个愣头青了 她明白 外婆肯定是有自己的秘密 陈默也不去追问 而是找了个机会 将自己一直贴身携带的生命圆巾取了下来 虽然这块生命圆巾 已经被消耗的没剩多少了 陈默将她装进了一个买来的平安福袋里 然后给了外婆 外婆 这是平安福袋 你一定要随时带着啊 保平安的 听到陈默的话 外婆笑着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一定随身带着 一旁的父母则是笑着问道 我们的呢 陈默笑了笑 又从自己口袋里 取了两个平安福袋出来 只不过 这两个平安福袋里 没有装生命圆巾 三天的时间 一话过 尽管很是不舍 但陈默该回一线关了 临行前 父母让陈默好好做自己的事情 他们以及外婆都很安全 不会有问题的 陈默很疑惑 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父母只是笑了笑 说有人找他们 谈过不少事情 陈默心中顿时一惊 感情父母 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 至于外婆 陈默则是再次叮嘱陈默 之前给他的那个银制护身符吊坠 一定不要丢了 陈默将挂在身上的吊坠取出 给外婆看了看 见陈默一直带着 他也就放心了 随后 在三人的送行之下 沿着熟悉的小路 陈默迈向了新一年的征程 再次回到一线关 陈默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在六月底之前 迈入七阶觉醒者之列 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 给众人一个大大的惊喜 不过 陈默如今 依旧是六阶中期的实力 虽然距离六阶后期 没有多远的距离了 但六阶迈入七阶 可又是一道坎 如今距离六月底 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 提升一个小阶 再迈过一个大阶 一般人 根本想都不敢想 但陈默不同 他对自己 有着十足的信心 对于他来说 战斗是提升实力的最佳途径 而在一线关 最不缺的就是战斗 这步 陈默回到一线关的当天晚上 一场中等规模的战斗 再次爆发了 陈默没有客气 直接带人上阵 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 这场在一线关 看似稀松平常的战斗 竟是足足持续了一个多元 原因就在于 在战斗之中 域外侵略者大军中 竟是出现了以前 从未出现过的新兵种 这个新兵种 比之以往的任何一个兵种 都要强大 其代号为变色龙 第122章 对付变色龙的方法 变色龙 编号1053 她的强大 不仅仅表现在战斗力上 更为关键的是 她的潜伏能力一流 身体能够像蓝星上的变色龙一样 跟随周围的环境 而产生变化 这种变化 甚至能够将她原本的气息 都完全遮掩 战斗之时 变色龙可能会潜伏在任何地方 然后趁人不备之时 发起偷袭 由于其战斗极为强悍 所以 她的偷袭 几乎都是致命性的 哪怕没能偷袭成功 她也能够迅速地逃离 从偷袭的邪恶小精灵来说 变色龙的危险性显然更大 因为当她潜伏起来的时候 真的很难被察觉到 加之战场之上形势复杂 更是让她的危险性陡增了不少 变色龙刚出现在战场上时 给驻守一线官的各支队伍 都是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沉默带领的大队 一场战斗下来 就有数十个成员 因为变色龙的偷袭而牺牲 受伤的人员 更是达到了三十多个 这还是因为 沉默不断出手干预的原因 加之她掌握有目属性之力 可以随时对队员实施救治 但其他大队的大队长 可没有沉默这样的条件 所以这些大队的伤亡人员很多 变色龙的出现 已经严重威胁到 一线官的防守问题了 期间 众人也是想了不少办法 包括使用红外检测仪之类的 科技手段 但可惜的是 根本没有用 而由于沉默能够救治伤员 所以她没事的时候 就会去其他大队的驻地逛逛 顺便制止那些伤员什么的 这天 沉默又是轮休 她正准备去隔壁大队驻地闲逛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 却是陡然在她耳边响起 小子 来一线官城楼上 听到这个声音 沉默无奈地摇了摇头 果然 牛大爷是知道自己 在这里的 于是 他静止来到了一线官城楼上 牛大壮正在那里等着他 见到沉默 牛大壮开门见山地说道 小子 动动你那聪明的脑袋瓜 帮牛大爷想想 该怎么对付那些新出现的杂碎 听到牛大壮的话 沉默一脸无语 合着你叫我来 就是为了这个 可是连你们这些大佬 都想不出一个有效的方法来 我一个小小的大队长 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啊 不过吐槽归吐槽 牛大壮都发话了 沉默总不能装没听见吧 只是 这个问题有难度啊 站在一线官城楼上 沉默眺望着远方 他突然发现 没有战事时的借币通道 紧致还是挺不错的 让他有一种 想要记录下来的冲动 沉默当即抬起左手来 用腕表拍了一张照片 牛大壮不太明白 让你小子想对付 变色龙的办法 你搁这拍照干嘛 与此同时 沉默看着刚刚拍下的照片 他在欣赏着自己 高超拍照水准的同时 脑海中也是陡然灵光一现 有了 我有办法了 看着神情激动的沉默 牛大壮急忙问道 小子 快说 你想出了什么办法 沉默神秘一笑 也不说话 把自己拍的照片 给了牛大壮看了一眼 看着沉默拍的照片 牛大壮牛脸疑惑 你小子 别卖关子了 快说 到底想出了个什么办法来 见牛大壮如此着急 沉默也就不卖关子了 于是只听他说道 牛大爷 我想的这个办法非常简单 你看 我这照片拍出来的色彩 是不是很鲜艳 又提你这照片 牛大壮恨不得给沉默一牛蹄子 你小子 我是文盲牛 你就别跟我绕弯子了 呃 见牛大爷 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沉默只好停下了自己的显摆 而是直截了当地说道 这些变色龙之所以难缠 是因为他们能够改变身体的颜色 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所以 他们并不是消失不见了 而是藏起来了 只是我们的感官 无法感知到他们 那么 如果我们给他们打上一个标记 让他们即便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也能被感知到 这变色龙最大的危险性 岂不就排除了 听到沉默的话 牛大壮眼前一亮 随即他没好气地说道 你小子别停啊 继续说 怎么给他们标记 沉默文言 笑了笑 又是指了指自己的照片 还特别提醒了一句 照片的颜色很鲜艳 牛大壮可不是真的文盲 学识水平其实是很高的 现在经由沉默这么一提醒 他顿时就反应了过来 牛大壮不禁有些傲恼 这么简单的办法 他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不但他没想到 其他那些大佬们 也都没有想到 看着一脸得意洋洋的沉默 牛大壮不禁笑着说道 你小子 可以啊 说完 他一个闪身 便消失在了原地 牛大壮作为今天镇守 一线官的圣尊 也就相当于 一线官的最高领导 这段时间 因为变色龙的事情 可把他给愁的 每天看着汇报上来的 伤亡人数 牛大壮就头疼不已 不过现在好了 终于有了对付 变色龙的方法 而且如此简单 当然 能否还得尝试之后 才能知道 不过牛大壮 对陈默很有信心 连带着对这个方法 也非常的有信心 牛大壮走了 陈默站在城楼上 又是眺望了一眼远方 然后 他便迅速返回了 自己大队所在的驻地 现在方法有了 就需要去尝试 试验性作战成功 在试验性作战开始之前 所有出战名单上的大队长 都是被叫去开了个会 会议的内容很简单 主要讲了一下 试验性作战要注意的事项 会议结束 所有人都回去准备了起来 两个小时后 此次出战的十支大队 全部集结完毕 带上后勤部门 调制过的特殊颜料 他们便出发了 十支大队离开一线关后 便慢慢分散开来 呈擅状队形前进 对于人类一方的动向 域外侵略者一方 时刻都在关注着 当沉默他们这十支大队 出发后不久 域外侵略者大军 前线大本营便得知了这个消息 随即 他们便调派了 数支域外侵略者大军 前往阻击 由于迟迟无法攻陷蓝星 由于近段时间来 新兵种变色龙 给人类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因此 域外侵略者大军 现在每次出动 调动的变色龙数量 也是越来越多 另一边 沉默他们这十支大队 按照预定方案 前行了两个多小时后 便到达了 此次试验性作战的指定区域 到了这里 他们便不再继续前进了 毕竟 这只是一次试验性的作战 若是太过深入 会有团灭的风险的 而且 不用想也知道 域外侵略者大军一方 必然会派出部队 赶到这里来 果不其然 沉默他们 到达指定区域 休整了没多长时间 布置出去的侦察哨兵 便传回了消息来 发现数支 域外侵略者大军 得到侦察哨兵 传回的消息后 所有人开始严阵以待 验证颜料大作战 是否可行的时候到了 众人 等待了没多长时间 便看到了 数支域外侵略者大军 正朝着他们这边杀来 临近交战 很多人的心里 都是忐忑的 若是颜料大作战 不成功的话 那他们这一战 可又要损失不少战力了 眼看着双方 即将进入交战临界线 沉默直接举起一个 装着特殊颜料的塑料桶 然后 他用力一抛 这个装着数百斤 特殊颜料的塑料桶 便被他丢向了半空中 紧接着 沉默右手一甩 一道木盒锥 便射向了空中的颜料桶 颜料桶被木盒锥射中 嘣的一声 直接炸裂开来 被装在里面的特殊颜料 直接来了个天女散花 这些落下的颜料 直接落到了 域外侵略者大军的身上 由于颜料并没有杀伤力 所以域外侵略者大军 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与此同时 十支大队一同带来的 几十个颜料桶 全都被抛了出去 嘣 嘣 嘣 塑料桶炸裂的声音 接连响起 等到其中的颜料 全都落下之后 场中绝大多数的 域外侵略者大军 都是被颜料给标记上了 下一刻 一个大队长爆喝了一声 兄弟们 上 随即 十个大队长率先杀出 其余的队员 都是在后面紧紧地跟着 激烈的战斗 瞬间爆发 域外侵略者大军中 跟随的变色龙 开始像以往一样 将自己的身体 融入周围的环境 然后趁着人类不备 直接发起致命偷袭 这样作战方法 在之前是无往不利的 现在 他们仍旧是这样做的 只是这一次 他们失算了 当变色龙进入拟胎之后 身体会跟随周遭的环境而变化 但他们 无论怎么拟胎 身体上被沾染的特殊颜料 却是不会发生变化 这也就使得沉默 他们能够非常清楚地 观察到他们的位置 根本不需要靠近 直接使用灵能战机轰击就是了 拟胎失去了原本的作用 变色龙的危险性 就大打折扣了 陈默他们这边 众人见颜料大作战壕时 都是卯足了劲 开始斩杀敌人 而此时的陈默 也是开始尽情地发挥了起来 化名陈世金的时候 他登记了两种能力 分别是火属性之力 和木属性之力 此刻 杀入敌群之中的他 直接展开了火元素战体 紧接着 一记炎能爆裂术施展开来 嘣的一声巨响 朝着陈默扑来的巨兽 全部化作飞灰 这就是火属性之力的爆发力 自打他化名陈世金 来到一线关后 参加每场大战的时候 都会来上这么一发炎能爆裂术 当作开场 然后 他这才开始对敌人展开收割 在火元素战体的加持之下 以及木望火的特性 陈默整个人看起来极具攻击性 他每一次出手过后 都会有数据巨兽尸骸 化作焦炭或是飞灰 人送外号 焦炭 飞灰 大队长 事实证明 炎料大作战确实是可行的 因此 陈默他们在这一战中 斩杀了不少变色龙 并且这些变色龙 直到被斩杀的时候 都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 没了变色龙的威胁 队员们便不需要在时刻分心 去防备他们的偷袭 全身心地投入战斗之中 他们便能发挥出自身的全部力量 在敌我数量 悬殊的情况之下 十支大队 以不大的伤亡 斩尽了数倍于他们的敌人 这一战 不但成功验证了炎料大作战的可行性 还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战果 现场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变色龙 终于有克星了 迅速打扫完战场之后 十支大队回到了一线关 他们胜利归来的消息 很快就在一线关中传开了 不少大队长甚至亲自找来 询问这一战是如何打的 自此之后 每一场大战爆发之时 所有队伍出发之前 都会戴上一些装有特殊颜料的塑料桶 原本在战场上大发雄威的变色龙 已是难以再造成像之前那样的伤亡了 如此一来 一线关的助手力量 与域外侵略者大军 再次回到了以往势均力敌的状态 三天一小战 五天一大战 双方都是 打着尽可能多地消磨对方的 有生力量的主意 而沉默 经过一场场战斗的磨练 战斗力可谓是直线飙升 过完年回到一线关后 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迈入了顺利迈入了六阶后期 之后 他每场大战都会参加 加之牛大壮 不时会在暗中指点沉默 这也就使得 他在之后的四个月时间里 一座火箭一般的速度 顺利跨过了六阶到七阶的门槛 自此 沉默便迈入了七阶觉醒者之列 据牛大壮所讲 他这样的进阶速度 已经是前无古人 更可能是后无来者的 第124章 吴紫月的危机 在历来讲究实力为尊的特殊领域界 六阶觉醒者 便已经属于强者之列 至于七阶觉醒者 则已经算得上是一方宗师了 放在宗派界的新盛时期 他们几乎都是可以开宗立派的存在了 不过七阶虽强 但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迈入的 很多觉醒者可能穷尽一生 都没办法达到七阶 但沉默 从第一阶处特殊领域开始算起 满打满算下来 也才用了短短五年不到的时间而已 那个时候 沉默还只是一个高中都还没毕业的学生 到了今天 他却是成长 为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七阶强者 他这样的进阶速度 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按照牛大壮的话来说 更可能是后无来者的 作为沉默迈入特殊领域界的领路人 牛大壮的心里 别提有多高兴了 若不是今年需要镇守一线官 不能轻易离开 他早就跑到某条老泥丘那里 去炫耀一番了 瞧瞧 反老牛 这看人的水准有多高 另一边 顺利迈入七阶觉醒者之列的沉默 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得意 不是他在故意的装身沉 而是沉默的心中非常清楚 面对域外侵略者 给人类带来的危机 七阶觉醒者能够起到的作用 也仅仅只是 比六阶觉醒者多了一点而已 那就是 能够杀更多的敌人 仅此而已 决定性的作用 仍旧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对于沉默来说 七阶也仅仅只是七阶而已 当然 在顺利迈入七阶之后 沉默的执嫌 也是得到了晋升 从大队长 升为了支队长 要知道 一位支队长的手下 那可是有支五支大队的 所以 这个时候的沉默 在一线关 已经算是真正的中层精英了 只可惜的是 他也到了该离开一线 关回学校的时候了 陈世金这个小号 即将下线 不过好在离开之前 沉默还是过了一把支队长的瘾 他带领着手下的五支大队 与一支域外侵略者大军 好好干了仪仗 这一战结束后 陈世金的调令也就下来了 拿到调令的沉默 很快便完成了交界 在和牛大爷 以及队友们告别后 他便离开了一线关 随后 陈默便直接回了学校 在云阳子的接应下 陈默悄无声息地 完成了身份的转换 随后 他便正式出关了 得到消息的赵松松 第一时间便赶来了 老默 我可想死你了 两人刚一见面 赵松松便给了陈默 一个大大的拥抱 虽然许久未见 但两人的情意 却是丝毫未见 只见赵松松勾搭着陈默的肩膀 没好气地说道 你个狗东西 避个关怎么避这么久啊 要不是师父他老人家说你没事 我都快认为 你是不是已经隔屁了 听到赵松松的话 陈默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怎么说话呢 你才隔屁了呢 两人叙旧一番之后 赵松松给陈默讲了 他闭关之后 学校发生的事情 在他闭关后 乌子月回了神行教 这一点 陈默是早就知道的 除此之外 赵松松本人 已经顺利迈入了五阶 同时 他还通过了相应的 觉醒者等阶考核 如今已经是一个 货真价实的中队长了 其他的人也都不差 都是在飞速地进步着 并且 一些人已经做好了 毕业之后的打算了 吉隆中准备留校任教 如今已经在实习了 他的女朋友 也来到T大 不过不是在T01分校 而是在新开设的一所分校 深途红他们这些人 则是通过了 雏龙小组的考核 只在毕业之后 他们就会直接加入雏龙小组 还有一些人 则是打算去一线观奋斗 新开设的特殊领域人 才管理中心 也在招人 总之 就像当初T大成立时 宣布的那样 每个T大毕业的学生 都会有工作岗位安排 听到这里 陈默不禁看向赵松松问道 你呢 准备去哪 赵松松文言 笑着说道 还没想好 这不是在等你呢吗 我和夏瑶商量了一下 都准备跟着你混 听到赵松松的话 陈默笑了笑 望着蔚蓝的天空 他心中也是颇为感慨 这就要毕业了吗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至于毕业后要干什么 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他一时之间还真没想好 而郑赵松松 还准备和陈默说些什么的时候 几隆中 前锋等人 也是先后赶来 他只好将嘴里的话吞了进去 随后 众人一起用了菜 只是 陈默发现 乌紫月居然不在 期间 夏瑶也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夏瑶的样子 陈默自然是看在了眼中 等到其他人散去 只剩下曾经的无敌超神小队的四人后 陈默直接看向夏瑶问道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夏瑶自然知道 陈默口中的他 指的是乌紫月 他还未开口 一旁的赵松松 则是率先开口 老默 乌紫月同学 他确实出事了 听到赵松松的话 陈默口中吐出了一口浊气 然后他异常平静地问道 他怎么了 随即 赵松松简单解释了一番 乌紫月回到神星教之后 便提前进入了神星教的修炼秘境 当时的他 只有五阶的实力 想要通过 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乌紫月毕竟是乌紫月 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 最后硬是闯到了秘境的最后一个关卡 只是他过于急于求成 导致在最紧要的出了岔子 现在的情况是 乌紫月被自己的灵能战绩无限空间 困在了修炼秘境之后 他想要出来 需要外力的协助才行 神星教那边 自然是在想方设法的救人 但这个修炼秘境 最高只能容纳七阶觉醒者进入 只是一般的七阶觉醒者 根本闯不过乌紫月的无限空间隔绝 也就导致乌紫月没救成 还搭进去了一些人 当然 尊者及强者 其实是可以通过强行干涉的手段 进入修炼秘境之中 但那样一来的话 这个秘境直接就废掉了 所以 赵松松后面的话 虽然没说出来 可沉默又不笨 当然听得懂他的意思 第125章 再往宗派见 神行教的做法 沉默不与置凭 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但乌紫月 不仅是他的朋友 更是同在战场 可以依托的战友 关乎他的安危 沉默显然无法做事 并非是沉默自大 而是他有这个自信 沉默几乎可以断言 那些进入修炼秘境中 救乌紫月的人 之所以闯不过 无限空间的隔绝 原因无外乎 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们不是 掌控空间之力的觉醒者 可沉默不同 他能够让自己的混沌之力 演化出空间之力来 而且 如今的他 已经是七阶觉醒者了 进入修炼秘境中 救乌紫月 或许是最合适的人选 坐在座位上 沉思了一会后 沉默心中 已是有了盘算 如今 距离他们的毕业典礼 还有三天的时间 来往宗派借一趟 应该已经足够了 见沉默打算去救乌紫月 赵松松几人 开始出谋划策 什么找师父撑腰啊 再去求师祖他老人架出山 强行干预啊 这些主意 沉默一个都没有采纳 他是去救乌紫月 而不是和神行交结仇 见沉默准备自己亲自上阵 赵松松 作为好哥们 自然是提醒了他一句 老默 你可得想清楚 我想得很清楚 沉默知道 赵松松的意思 但他却是必须去 之前不知道 没办法 但既然知道了 就没办法坐视不管 如果是赵松松他们这些人 也陷入这样的危机 沉默同样不会犹豫的 见沉默心意已决 赵松松便知道已经劝不了他了 于是他表示 和他一起去 人多力量大嘛 这句话 确实有道理 但这个时候 显然不适用 不过 赵松松既然愿意一起去 沉默也不会拒绝 夏瑶表示 他也要去 吉隆中一直都是沉默的 不过这个时候 他则是开口说道 我有车 随时可以走 沉默闻言 顿时笑了 在出发之前 沉默还是和师父云阳子 说了一声 云阳子也没问沉默打算怎么做 只是告诉他 师父随时给他撑腰 他的力量若是不够 就去把沉默的师祖 从闭关地挖出来撑 师父这边报备完 沉默他们便准备出发了 不过 吉隆中的车 显然是用不上了 已经是七阶觉醒者的沉默 带着他们三个人一起 玉空飞行 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看着都换上了 战斗服的赵松松三人 沉默开口问道 准备好了吗 赵松松三人 都是一脸疑惑 什么意思 下一刻 沉默大手一挥 赵松松松三人 直接原地起飞 紧接着 他本人也是玉空而起 在他的带领下 赵松松松三人 体验了一把空中 急速飞行 由于之前 去过一次宗派界 于是沉默 直接赶往了上一次 去过的那个福地入口 仅仅二十分钟不到 他们便到地方了 体验了一把空中 急速飞行的赵松松人 落地之后 都有一种恍惚的感觉 这个时候 他们也没那个心思 来关注沉默的实力变化 因为有之前 办过的身份证明 入口的检查 很轻松地便通过了 进入福地后 沉默没有进城 而是笑盈盈地看向 赵松松问道 准备好了吗 赵松松三人闻言 顿时脸色一变 大哥 还飞啊 话音刚落 伴随着下摇的一声尖叫 三人再次原地起飞 这一次赶往神行教的路途 就有些远了 不过好在沉默的灵气储备量 不是一般的多 所以倒也没有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后 沉默他们最终 也是有惊无险地 抵达了神行教所在地 由于下摇和吉隆中 都是有着神行教弟子的身份 他们有不少熟悉的人 在神行教 通过这些人的禀报 乌展飞得知了沉默 来到神行教的消息 由于某些原因 他对沉默虽然不是很爽 但前来禀报的人 已经带了话 沉默表示 自己是来帮忙的 帮什么忙 不用说也知道 这小子还行 虽然不确定 沉默能不能真的帮上忙 但乌展飞还是亲自出面 接待了沉默一行人 不过考虑到沉默的特殊身份 乌展飞还是将话 摆开了来说 云阳子前辈知道 你要来吗 沉默闻言 回道 师父他当然知道 听到这话 乌展飞点了点头 既然云阳子知道 那就是同意他来 接着 乌展飞又是问道 那你有几分把握 对于这个问题 沉默直言 自己有十分的把握 乌展飞自然是不相信的 但沉默这么有自信 说明 他确实有很大的把握 而且 云阳子会同意他来 也足以说明问题 既然这样 乌展飞不由得地说道 贤侄啊 那就拜托你了 对于沉默称呼的改变 可以看出 乌展飞对于乌紫月 被困这件事情 心中是有多么的急切了 不过急归急 乌展飞倒是 没有让沉默现在就上 而是 先安排他们住了下来 休息一晚 对于乌展飞的安排 沉默倒没啥意见 休息一晚 自己也能得到更好的恢复 巅峰状态再出击 把握自然是更大 另一边 沉默再次来到 神行交的消息 也是传了出去 同时他们也是知道了 沉默是来救乌紫月的 所以当第二天 沉默他们跟着乌展飞 前往神行交后山的时候 后面 也是跟了不少人 其中一些人 是想近距离地看看 曾独挑宗派界 将近三百个精英 更是将神行交亲传弟子 宗派界五大天交之一的 张青阳击败的沉默 到底长啥样 而更多的人 则是想知道 沉默到底能不能救出乌紫月 很快 大队人马就来到了 神行交后山 在沉默和乌展 非商议着事情的时候 看热闹的人群 都是找了个视野好的位置 在这些人里面 不乏神行交的护法 长老之流的存在 这些人咋这么闲啊 沉默不禁 和乌展非吐槽了一句 乌展非文言 摇了摇头 示意沉默 不要在意他们 这些人表面 是来看沉默的热闹 其实不就是在看他 乌展非的热闹吗 这里面 已经牵扯到了 神行交内部的派系之争 乌展非自然不会 将沉默牵扯进来 在等到沉默 和乌展非 对了一遍修炼秘境中的情况后 他便是直接出发了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却是出了幺蛾子 一个七阶护法 走不出来 晚不出来 竟是在沉默 准备进修炼秘地的时候 跳出来拦住沉默说道 你不是我神行交的弟子 没有资格进入 我神行交的修炼秘地 第126章 论如何站在道德制高点 看着眼前这个 突然从现场吃瓜群众中 跳出来拦住自己的护法 沉默着实很是无语 他很想问问对方 你要不要好好听听 自己说的什么话 据沉默了解到的情况 在乌紫月被困 修炼秘境中后 神行交找来救他的人里面 就有两个 不是神行交的门人弟子 这两位散修出身的兄弟 至今可还都被困在 乌紫月的无限空间中 所以 这位护法提出的狗屁理由 着实牵强了些 而且 乌紫月好歹是也是神行交的人 这些人搞派系之争 居然已经搞到这种程度了 真是令人头疼 不过 沉默也不多说什么 而是转身 看向了乌展飞 他的态度 很重要 剑尘默看向自己 乌展飞静止走上了前来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位护法 乌展飞到底是神行交少主 加之一身实力 也是极为强悍 这个护法 在面对上他的时候 顿时便露出了惬意 随即 只听乌展飞淡淡地说道 你 站到一边去 听到乌展飞的话 这位护法顶不住他的压力 就要让开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吃瓜群众中 却是再次有人开口 我说展飞啊 前护法拦人 那是为了你着想 听到此人的话 乌展飞嘴角露出一丝嘲讽之色 老狐狸 还以为 你能忍多久呢 哦 大长老说的这话 展飞听得不太明白 只见大长老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一副痛惜样子的 看着乌展飞说道 紫月那小丫头 被困修炼秘境之中 老夫也很痛心 但为了救她 已经搭上了不少人 如今 若是再让这沉默进去 要是她也搭上了 我神行骄该如何向云阳子交代 又如何向阵 借山的二缺前辈交代 你呀 难道没想过吗 大长老的话 让乌展飞 无法反驳 因为哪怕是沉默 自愿前往的 但她若是 也被困在了修炼秘境之中 那神行骄 确实没办法 向云阳子和二缺 道人交代 看着大长老一 赋为你好的恶心模样 乌展飞略微埋头 眼中可谓是寒芒毕露 但当她抬起头来之后 眼中的寒芒 也是消失不见 只听她淡淡地说道 若是沉默 在修炼秘境中出了事 责任自由 我乌展飞一人承担 今日在场的所有人 皆为见证 大长老 不知这样可行 乌展飞的话放出去了 也就意味着 沉默若是 真的出了事情的话 那么 就有她的责任 大长老也知道 在这件事情上 是拦不住 乌展飞的 不过 确实可以恶心她一下 如今目的已经达到 她脸上也是 露出了一副 满意的模样 可行 然而大长老话音刚落下 紧接着 却又是一个转折 不过 想要救紫月那丫头 没点实力 可是办不到的 毕竟连张氏兄弟 可都是哲 在修炼秘境里面 见大长老还想恶心自己 乌展飞刚要回击 一直保持着沉默的沉默 却是开口道 这位前辈 是认为小子的实力不够 听到沉默的话 大长老笑咪咪地看着她 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 什么也不说 这确实是一只 老奸俱华的老狐狸啊 沉默见状 明白了她的意思 只见她走道场中 将周围的吃瓜群众 环视一周后开口道 小子沉默 爱是自愿进入 神行教修炼秘境中 救乌紫月 只是这位前辈认为 我的实力不够 为了我好 不让我进去 可我与乌紫月 不但是同班同学 更是在战场上 可以依托背后的战友 她如今被困 我实在无法做事 所以我必须进去 而我听说这修炼秘境 最高 只能允许七阶觉醒者进入 那么我就在这里 摆下擂台 但凡是七阶的 都可以下来和我比划比划 不过 我急着进去找乌紫月 所以只比划三场 沉默说完 也很看向了大长老 前辈 这样 你可满意 听到沉默的话 大长老也是笑不出来了 沉默做法 简直是在打她这个神行教大长老的脸呀 首先 乌紫月 乃是神行教的人 但她被困神行教的 修炼秘境之中 神行教的人 却是救不了她 沉默 一个外人 她是自愿 进入修炼秘境中救乌紫月的 结果 身为神行教大长老的她 却是质疑沉默的实力 不允许她进去 从这两点上来说 沉默已经站在了 道德的制高点 同时 沉默还严明 她和乌紫月不但是同班同学 更是在战场上 可以依托背后的战友 神行教中的不少人 都是上过 抵御域外侵略者的战场的 这种可以依托背后的战友关系 每一个人 都是无比真实的 引起现场群众共鸣后 沉默又一次站在 道德高位上 并言 即因为真实这种关系 所以表示 乌紫月被困她无论如何 也无法做事 阻拦她进入修炼秘境的大长老 再次被她站在道德高点上 鞭挞了一遍 除此之外 既然大长老质疑沉默的实力 她便当众百下擂台 只要是七阶的觉醒者 都可以下场和她比划比划 但要知道的是 沉默在特殊领域界 可只是一个后辈新人 她的这个身份 很是特殊 现场的七阶觉 行者若是下场 就算是打赢了 她也没啥好名赏 但若是败了 那就是丢脸丢到家了 所以下场的人 只能是大长老一系的人 沉默要是赢了 大长老的脸 又会被她狠狠地扇一巴掌 最后 沉默再次点提 她是来救屋紫月的 急着进去找人 所以 只愿意比划三场 这种滴水不漏的说法 让大长老根本没法挑刺 现在沉默 已经摆开了架势 大长老 已是骑虎南下 她神行教大长老的身份 对于沉默来说 没有任何作用 同时她也不敢 已是强压沉默 毕竟沉默的师父云阳子 那可不是吃白饭的 更何况 还有一个二缺道人在 骑虎南下的大长老 脸色极为难看 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 心中暗骂一句后 她给了前护法一个眼神 作为大长老的马前卒 领会到她意思的前护法 便再次跳了出来 第127章 打脸 在神行教 唯有达到六阶觉醒者实力 才能成为护法 而依照护法的实力高低 共分为天地人三级 前护法 乃是七阶后七的实力 属于地级护法 由于她一直充当着 大长老的马前卒 所以大长老也是给了她不少好处 在地级护法中 她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劲的 此刻她再次跳出来 表示要和陈墨比划比划 陈墨自然是答应了下来 在比划开始前 乌展飞暗中传音 告知了陈墨 关于前护法的一些讯息 比如她掌握的力量类型 以及修炼过的一些灵能战技什么的 知道乌展飞是好意 陈墨对着她 微微点了点头 但其实 即便乌展飞不告知她这些 陈墨也不具前护法 区区七阶后七 没什么大不了 陈墨走的 可是不败王者之路 连同阶无敌都做不到 谈什么不败王者 而且还在一线关 开着陈世金小号的时候 陈墨在参加最后一次的大战中 便是以七阶初七的实力 越大阶斩杀过八阶强敌 所以对于她来说 越大阶对敌 都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只是比她高了两个小阶的前护法 着实看不出 能有什么危险 此时陈墨站在场中 直接看向前护法说道 直接出手吧 不要浪费时间了 听到陈墨的话 前护法心中自是大为恼怒 她好歹也是老牌的七阶觉醒者 竟是被陈墨这样的 矛头小子给轻视了 真是很不爽啊 不就是天才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老子马上就会让你知道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天才连狗屁都不如 前护法之所以如此自信 一是 源于自身的实力 二则是源于陈墨太过年轻 去年的时候 陈墨以六阶初七的实力 击败同样是六阶实力的张青阳 着实让不少人吃了一大惊 但那个时候 陈墨还只是六阶初七实力而已 如今距离当时 才过去了一年的时间而已 所以 哪怕是打死前护法 她都不相信 陈墨能够在一年的时间里 从六阶初七 跨越到七阶 而且 哪怕陈墨真的做到了这一步 但七阶初七和七阶后七之间 可还有两个小节的差距 如果她这样 都能败给陈墨 那她这些 岂不是修炼到狗身上去了 所以对于这一战 前护法对自己有着极大的自信 而乌展飞这边 此时则是有些担忧 因为她根本看不透 陈墨的实力到底如何 问这小子 她又不肯说 至于赵松松他们三个 也是和陈墨串通好了的 每个人都是一问三不知 对此 乌展飞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过这一点 她倒是误会赵松松他们了 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 陈墨现在的实力到底如何 不过有一点 他们三人可以确定 那就是 前护法肯定不是陈墨的对手 紧接着 在吃瓜群众们的议论声中 前护法实在是忍受不了 陈墨的侵蚀 便率先出手了 小子 接招 前护法一上来 便直接展开了自己的土元素战体 在元素战体的加持之下 只见她信手一挥 陈墨站立的地面 瞬间她陷了下去 同时 树到土形尖壁 直接朝着陈墨覆盖而去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前护法的这一手连贯操作 可谓是极为老道 眼看着陈墨被土形尖壁覆盖 现场不少神行教的年轻弟子 都是一声惊呼 而前护法的脸上 则是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 小子 赶在老子面前摆谱 你还能了点 然而很快 前护法脸上的笑意便凝固了 她困住陈墨的土形尖壁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碎裂开来 可任凭她如何施加力量 都无法将其阻止 于是 前护法果断施展 更为强大的灵能战技 但这个时候 陈墨已经彻底破开了 土形尖壁的限制 面对前护法接踵而至的攻势 陈墨眼神一宁 土元素战体 直接施展开来 同时 她伸出一只手来 轻轻一挥 土形尖壁吗 我也会 陈墨以前在学校 跟着云阳子苦修的时候 学习过不少各种类型的灵能战技 充实自己 这土形尖壁 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极少使用 但并不代表她不会用 而随着陈墨的手一挥 同样的土形尖壁 也是直扑前护法而去 前护法本以为 自己可以击碎陈墨的土形尖壁 但也只是她以为 面对陈墨的土形尖壁 她根本无法撼动 不过前护法深知土形尖壁的薄弱之处 所以也是抓住机会准备逃离 想逃 可能吗 陈墨当然不会如前护法所愿 只见她伸出的那只手 隔空向下一拍 浓郁的土元素汇聚成一道锯掌 静止朝着前护法拍下 蹦 一声巨响过后 现场顿时烟尘滚滚 带到烟尘散去 原本生龙活虎的前护法 已是一身凄惨的躺倒在一片废墟之中 前护法之所以这么凄惨 主要是陈墨动了真正的火气 不过她倒是没有下死手 毕竟前护法到底是神行教的护法 收拾她一顿打的是大长老的脸 但若是杀了她 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度 陈墨自然是要把握着的 前护法如此之快 便落败于陈墨之手 让现场不少吃瓜群众 都是惊呆了 他们中的一些人 虽然不爽前护法的做法 但人家到底实打实的 七阶后期觉醒者 实力摆在那里的 败得这么快 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而能够击败她的陈墨 从她刚才短暂爆发出的气势来看 她肯定是也迈入了七阶的 我尼玛 不少人的第一想法是 这特别也太疯狂了吧 陈墨居然一年提升一个大阶 而且还是在六阶之后的大阶 更为离谱的是 她还能具备如此之强的战斗力 竟然连七阶后期的前护法 都不是七的对手 这种提升实力的速度 怕不是开挂了吧 吃瓜群众们再惊叹 再一轮 乌展飞和赵松松他们 自然是一脸喜色 至于大长老妈 脸色则是完全黑了下来 她堂堂神行教大长老 居然被一个年轻后辈 给啪啪打脸 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神行 教门人弟子的面 多年来的养尊处优 让大长老 如何能够咽得下这口气 她甚至产生了 亲自对陈墨出手的冲动 但陈墨早就 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她根本没有出手 教训陈墨的理由 她若是敢强行出手 云阳子就有理由来弄她 想到云阳子的残暴 大长老瞬间就冷静了下来 大长老年轻的时候 也曾是天骄般的人物 五岁败入神行教 然后一步步展露出 自己的天骄风采 神行教处千秋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多少家人 为之轻目不已 可直到有一天 镇介山一脉出身的云阳子 出世事件 自此 大长老的噩梦便开始了 他和云阳子交锋过很多次 但却未能取得过一次胜利 不是大长老实力太弱 而是云阳子的实力强得太过变态了 并且不仅仅是大长老 他们那一代的精英天骄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幸免 全都是遭到了云阳子的无情碾压 由于和云阳子打过不少交道 因此 大长老对云阳子的性格 也是知晓得非常清楚 从很早以前开始 云阳子就是一个 只要你不招惹他 他对你绝对是和和气气的人 甚至说当你遇到事情 求上门去的时候 他还会酌情伸手帮你一把 正因为如此 云阳子在宗派界 也是结交甚广 不过 你要是真正招惹到了云阳子 那么下场就只会有一个 他一定会将你错骨扬灰 死得连渣都不胜的那种 为什么现在宗派界会一致认为 云阳子是个老好人呢 主要就是因为那些 真正招惹过他的人 无一例外都被他弄死的 当然 这些人都是把云阳子得罪死了的人 他们不死 云阳子就得死的那种关系 正因为知道云阳子的性格 所以大长老现在很是冷静 沉默可是云阳子 熬到了八百多岁的时候 他好不容易收到的一个堪比妖孽级别的弟子 大长老他要是敢依仗身份 无故对沉默出手 那么 云阳子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哪怕他是神行教的大长老 也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 心头刚冒出 想对沉默出手的想法之后 现实就直接给大长老浇了一盆冷水 毕竟相比起今日丢掉的颜面 自己的老命显然更为重要啊 颜面没了 还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回来 但命要是没了 那可就啥都没了 对于这一点 哪怕大长老心中对沉默再是不爽 他也是能够分得清楚的 而现在 既然连七阶后期的前护法 都远不是沉默的对手 那么想要在七阶中找出一个 能够和沉默斗上一斗的人 只怕是非常困难了 也不知道 阵界山一脉 是怎么回事 竟特么出些变态 大长老心中极为不爽地暗骂了一声后 也是头疼了起来 沉默摆下阵来 提出的是笔划三场 如今这才笔划了一场 还剩下两场没笔划 那到底还打不打呢 打 没人是他对手 肯定会输 劲儿丢他的脸 可不打 那就是丢神行教的颜面 偌大的神行教 竟是找不出一个出战的人来 而且 现场还有这么多神行教的人都在看着 这要是丢了神行教的颜面 哪怕是他这个大长老 也会成为众矢之地 毕竟此事皆因他而起 此时的大长老 无疑是被架在了火上口 他的心中别提有多难受了 更为难受的是 竟还是被一个年轻后辈 给逼到了这个地步 但不管大长老心中如何难受 他都必须尽快做出决断 最终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大长老 只能自己独自咽下这份苦果 在他的事意下 又是有两个他 这一派系的七阶护法 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其中一人 和前护法实力相当 另外一人 甚至连前护法都不如 所以 接下来这两场比划的结果 已经显而易见了 陈默极为干脆地将他们击败 结束了这场闹剧 大长老被陈默啪啪打了脸 却还要一脸笑意地 夸他年少有为 尽管知道对方是假意的 但既然没撕破脸 伸手不打笑脸人的这个道理 陈默非常明白的 何况来到宗派界之后 陈默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 还有他的师父云阳子 以及身后的阵解山 在没有和大长老真正撕破脸之前 教养地体现出来 所以他也是笑呵呵地 像得憨厚的小辈一样 回应了一番 做得滴水不漏 随即 大长老又是表达了一番 对乌子月的关切 以及对陈默实力的质疑 是为了他考虑后 他便带着前护法三人离去了 大长老走了 吃瓜群众中 也就没人跳出来了 陈默和乌展飞几人说了一声 然后便带着乌展飞 交给他的通行秘池 迈步走进了修炼秘境之中 等到陈默进入修炼秘境中后 吃瓜群众们仍旧没有散去 他们都想知道 陈默到底能不能就出乌子月来 而吃瓜群众中 曾被陈默祭拜过的张青阳也在 去年他拜给陈默后 便在他师父楚青天的安排下 进入了修炼秘境之中 从修炼秘境出来后的他 有了极大的进步 只是如今 陈默已经迈入了七阶 但他却才刚迈入六阶后期不久 看到陈默在神行教行时 居然敢如此张扬 张青阳心中那叫一个气 只是 两人同在六阶的时候 他不是陈默的对手 如今已经七阶的陈默 他显然更是打不过了 就在张青阳心中很是气愤的时候 站在他身旁的楚青天 却是突然传音道 怎么 很气愤吗 听到自家师父的传音 张青阳重重地点了点头 楚青天见状 心中则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人哪 就怕比较 云阳子苦熬到八百多岁 苦尽甘来 终于收到了一个 天赋心性都极佳的陈默 而他楚青天 很早之前就开始收弟子 好不容易派来张青阳这个 在他所收弟子中的佼佼者 结果心性却是不太行 以前感觉还没这么强烈 可今日在看到陈默的表现之后 楚青天很难不把陈默和张青阳 进行比较一番 结果这一比较 唉 一言难尽呢 和年纪稍小一些 做事滴水不漏的陈默比起来 年纪稍大一些的张青阳 显得更像是个身处温室之中 还没长大的孩子 他只看到了 陈默在神行教处世张扬 却没想过陈默为什么敢这么做 为什么在场这么多 神行教的门人弟子 都没有表现出 失门被辱的愤慨样子 难道是他们对神行教 没有归属感 当然不是这样 这一点 楚青天还是有自信的 而是因为这些人都认为 陈默做的是对的 并且他们并不认为 陈默有羞辱神行教的行为 自始至终 陈默的矛头 都是在对着大长老的 而大长老之所以会被陈默打脸 也完全是咎由自取 第129章 旧人 楚青天身为神行教十二长老之一 很清楚其中的缘由 乌紫月被修炼秘境之中 为什么迟迟就不出来 神行教 好歹也是宗派界五大势力之一 传承何止上千年 不可能连这点底蕴都没有啊 究其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因为大长老的暗中阻挠 由于教主乌行天闭关 老祖乌行又不太爱管神行教的这些琐碎小事 所以 神行教的诸多事宜 一般都是长老们和乌展飞在一起共同打理 而大长老作为神行教十二长老之首 手中的权力非常之大 他并不是要将乌紫月困死在修炼秘境之中 那样的话 他必将不容于神行教 大长老只是在借这个机会彰显自己的权威 并暗中打压一击 乌展飞虽然是神行教少主 神行教未来的接班人 但他一天没有坐到那个位置上 神行教就轮不到 他来当家做主 因此 在大长老的暗中阻挠下 他也是有力难施 并且这个时候 但凡是神行教的人 都是难以破局的 所以 乌展飞一直都在寻找合适的机会 以及合适的人出现 恰好这个时候 沉默来了 沉默的主动到来 也就成了破局的关键 首先 他不是神行教的人 大长老的权威影响不到他 其次 沉默的身份摆在那里 有云杨子撑腰 使得大长老 根本不敢对他应来 而沉默虽然年轻 但做起事情 却是滴水不漏 他直接言明 之所以来就乌子月是 自己自愿的 并且 里面没有掺杂利益关系 而是纯粹的同学 占有情意 大长老质疑的他实力 他直接当场摆下道来 对战前护法三人 也只是击伤 而没有下狠手 如此一来 大长老被打了脸 也没办法说什么 这不就只能灰溜溜地走了吗 相较于沉默的表现 张青阳就差了太多了 他和乌子月年纪相差不大 小时候都是一起玩过来的 再不见 两人之间也有着同门情意 乌子月被困 张青阳不施以援手 可以用自己实力不够为由 可他甚至都没过问一下 楚青天的其他弟子 期间好歹也曾悄悄地 找他这个师父打探过情况 如今沉默来救人 他却是因为沉默的张扬行事 而感到气愤 这 老实说 楚青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个原本自己最看好的弟子了 觉醒者也是人 是人 那就一定会有感情 在张青阳身上 楚青天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这是他最为失望的地方 但正所谓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徒弟没做好 他这个当师父的 也有责任 他只教给了张青阳如何修炼 却没教给 他如何处事为人 想到这里 楚青天再次对张青阳传音道 青阳 你不是一直都想去一县关吗 为师准了 突然听到自家师父说起这件事情 张青阳心中顿时一喜 早在很久以前 他就想去一县关一展雄威了 只是师父一直不允许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既然提起这件事情 还答应了 张青阳不问为什么 只顾着高兴去了 而楚青天则是继续传音道 不过 我一师要给你提一个要求 你去了一县关之后 要找到一种东西 找不到的话 就不要回来见为师 听到这里 张青阳猛然一惊 与此同时 楚青天的话音继续传来 这个东西 叫做可以依托身后的战友情 传音完后 楚青天便转身离开了吃瓜人群 他可以断定 沉默必然能够出乌子月 既然知道结局 所以也就没什么看头了 见师父离去 张青阳急忙追了上去 只是他不太明白 师父好端端 为什么会突然会发火 还让他去一县关 找那个所谓的 可以依托身后的战友情 与此同时 神行教修炼秘境中 沉默靠着通行秘池 进入这里面之后 就按照乌展飞所说的方法 开始闯关 对于如今的沉默来说 这些关卡的难度 确实不咋低 他一路破关斩江 以视如破竹之势 不断往前冲击 最终 他很轻松地 便来到了最后的关卡 也就是乌子月所在的地方 同时 沉默还看到了 前来就乌子月不成 反被困在无限空间中的人 不过 沉默虽然能够看到他们 但却接触不到他们 因为无限空间的存在 使得他和这些人之间 看似伸手就能够到 但其中的距离 却是远得无法想象 而沉默的到来 包括乌子月在内 所有被困无限空间的人 都看到了 他们中的一些人 都在争先恐后地说着什么 只可惜 沉默什么都听不到 至于乌子月 则是笑盈盈地看着沉默 沉默则是对他伸手比了个耶 然后便自顾自地 观察起了现场的情况 不久之后 沉默便有了一个大概的思路 他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先把这些 被困在无限空间中的外人弄出来 方法也简单 就是以空间之力 对抗空间之力 沉默说干就干 只见他一个深呼吸后 空间之力便被演化了出来 虽然对空间之力的掌握程度 沉默还比不上乌子月 但从力量层次上来说 他远超了乌子月太多 因此 他只需要靠着空间之力 一层层地破开 他和那些被困之人的空间阻隔 找到他们所在的空间层次之后 将他们拉出来就可以了 沉默先是站在外围尝试了一番 伴随着空间连衣不断泛起 一层层空间阻隔被他破开 眼看自己的思路可行 沉默也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 他便开始实际操作了起来 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 沉默便找到了 第一个被困之人所在的空间层次 一把将他拉出来后 不等对方沿线 沉默再次操作了起来 不多时 又有一个人被他给拉了出来 于是 沉默对这两个人说道 二位能否先出去报个信 也好让外面的那些人放心 两人被困无限空间之中已有多日 早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如今是沉默救了他们 沉默的话 他们自然愿意听 于是 两人对沉默郑重行了一礼后 便朝着修炼秘境的出口走去 带着两人离去之后 沉默则是继续操作了起来 另一边 修炼秘境出口 眼看沉默进入多时 却迟迟没有人出来 不少年轻人不禁开始担忧 是不是沉默也没办法搞定这件事情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 修炼秘境的入口处 却是泛起了一阵涟漪 一直默默关注着入口情况的赵松松 直接高声喊道 大家快看 有情况 第130章 人出来了 但又没出来 赵松松话音刚落 现场的所有人便是齐齐看向了修炼秘境入口处 下一刻 一个中年男人一脸平静地走了出来 但从他那轻快的步伐可以看出 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此人名叫何庆 神行教内门弟子 七杰出七十例 在神行教的内门弟子中 只能算是中等存在 一年前 现年39岁的何庆 靠着自己多年的积累 总算是有惊无险地 跨过了六阶到七阶的门槛 但他不想 此生就此止不于七阶 而何庆很清楚明白 自己的年纪已经摆在了这里 他想要迈入八阶的唯一的机会 只有进入修炼秘境中后 才能得到 但何庆不是核心弟子 想要获得这个资格 唯有通过贡献值来换取才行 于是 何庆又用了七个月的时间 不间断地做任务 赚取贡献值 加上他以前的一些积累 何庆最终攒够了 兑换进入修炼秘境资格所需的贡献值 五个月前 何庆用贡献值兑换获得资格之后 便迫不及待地 进入了修炼秘境之中 经过五个月的磨练 他终于闯过了 修炼秘境的所有关卡 为了他将来迈入八阶 打下了一个基础 所以 别看何庆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 但他的内心 已是欢呼雀跃一片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其他人了 结果何庆刚走出修炼秘境 便看到了现场 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人 而且这些人 好像都是在看着他的 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 何庆愣哪经历过这种场面啊 他整个人 直接就呆立在原地 而乌展飞 在看清来人的样子后 眉头则是微微皱起 那些进入修炼秘境中 就乌紫月的人 每一个都是他亲自送进去的 所以对于这些人的长相 他记得非常清楚 显然眼前这个 刚走出修炼秘境的人 并不在其中 同时也就在这个时候 吃瓜群众中 有人认出了何庆 顿时 吃瓜群众中 便响起一阵唏嘘声 且 还以为是沉默救的人 出来报信了呢 见众人的眼光 从自己身上挪开了 何庆也是如灵大社一般的 汇入了吃瓜群众之中 一番了解后 他终于是知道了原因 而众人也没问何庆 在里面有没有见到沉默 因为修炼秘境里面 空间是非常大的 每个门人弟子进入 会被传送到 不同的地方进行试炼 至于沉默他们这些 进去救巫子月的人 则是因为 随身携带着巫展飞给的 特殊通行秘池 所以 他们会被精准地传送到 巫子月接受试炼的地方 这也足以证明 神行教并非是 就不出巫子月 只是因为 有人在暗中设法阻挠 而此时 距离沉默进入修炼秘境 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沉默所展现的实力来看 修炼秘境中 关卡不可能难得住他 如果他能够救出人的话 怎么这也该让人出来报个信吧 但直到现在 修炼秘境中 也就出来了一个 毫不相关的和情 难道是沉默 也被困在了无限空间之中 一时之间 吃瓜群众们 都是议论纷纷了起来 这要是沉默 也被困在了无限空间之中 那情况可就不妙了 相较于热议的吃瓜群众们 乌展飞此时 则是非常的冷静 他决定再等等 如果还是没有人出来的话 就动用特殊手段 看看修炼秘境里面的情况 至于赵松松他们几个人 则是依旧坚信 沉默肯定能够救出乌子月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人开始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乌展飞的眉头 皱得也是越来越深 但就在这个时候 修炼秘境的入口 却是再次泛起了一阵涟漪 显然 这时又有人要出来了 不过相较于第一次入口处 泛起涟漪的时候 这一次 不少吃瓜群众 明显没之前那么期待了 保不齐这次出来的人 又是神行教进入秘境中 修炼的门人弟子 紧接着 就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的 从修炼秘境中走了出来 在看到这两个人后 乌展飞第一时间便迎了上去 没错 他们便是沉默 让出来报信的那两个人 他们之所以出来的这么晚 是因为在里面耽搁了一下 沉默当时只是将他们 从无限空间中拉了出来 但他们这些人 当时所处的位置 仍旧是在最后一个关卡之中 所以破关耽搁了一些时间 听完这两个人的解释后 乌展飞紧皱的眉头 终于是舒展了开来 既然这两个人能被救出来 那么剩下的人 肯定是也没问题 事情也正如乌展飞所想的这样 在这两个人之后 之前进入秘境之中 就乌紫月的人 也是相继出来了 最后走出来的 是张氏兄弟 看到张氏兄弟也出来了 乌展飞彻底放下了心来 张氏兄弟 虽然只是七阶觉醒者 但实力却是极强 尤其是他们兄弟两人 掌握着双人合机战绩 两人配合之下 甚至有着与八阶觉醒者 一较高低的实力 所以乌展飞找到了他们 开出高架 让他们去救乌紫月 而张氏兄弟 也确实挺厉害了 靠着强悍实力 他们硬是在无限空间中 穿行了很长的距离 只可惜最后 最终还是被困在了里面 不过相较于之前的其他人 张氏兄弟 距离乌紫月最近 这也是他们最后 才出来的原因 现在 之前那些进去救乌紫月的人 便全部出来了 如今就只剩下陈墨 以及乌紫月没有出来了 与此同时 修炼秘境之中 陈墨将所有 被困在无限空间中的外人拉出来 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 不过好在 他成功了 现在 所有外人都已经被他拉了出来 陈墨就该开始着实考虑 如何救乌紫月了 由于无限空间 是乌紫月施展出来的 但因为乌紫月 在紧要关头出了岔子的缘故 使得他 失去了对他的控制 所以 陈墨没办法 直接将乌紫月救出来 摆在他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那就是以外力强行打破 无限空间的限制 只是这样 虽然能够救出乌紫月 但他本人 必然会遭受重创 至于第二个选择 就是陈墨自身 进入无限空间之中 再找到了 乌紫月所处的空间层次 协助他重新掌握 无限空间 这样一来 乌紫月本人 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只是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 可能会很短 也可能会很漫长 第131章 默契配合 对于如何救乌紫月 陈墨并未太过纠结 他最终决定 去问问乌紫月自己的想法 虽然因为无限空间的阻隔 使得他无法和乌紫月 进行正常的交流 但是 他可以进入无限空间之中 找到乌紫月所处的空间层次啊 这样一来 两人就可以当面进行沟通了 说干就干 只见陈墨对乌紫月 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后 他便开始一层层地划开空间阻隔 寻找起了乌紫月来 一层又一层 一开始 陈墨还有心情 一边画一边数 到了后面 他干脆不数了 主要是这空间阻隔的层数 实在是太多了 在这个过程中 陈墨和乌紫月的距离 也是越来越近 这个时候 陈墨已经完全不记得 自己到底划开过多少层空间阻隔 不过 他也是终于找到了 乌紫月所在的空间层次 时隔一年 两人也是终于再次见面了 陈墨还未开口 乌紫月便知道了他的想法 只见他眨巴着双眼 笑盈盈地看着陈墨说道 你人都进来 还问我怎么选啊 听到乌紫月的话 陈墨认真地说道 这是当然的 我得尊重你的选择呀 乌紫月文言 顿时欲色 虽然事是这么个事 但你这么干 是不是太费事了点 难道我选第一个方案的话 你会直接出去 显然 陈墨就是这样想的 乌紫月能够读到陈墨的想法 整个人都是愣了愣 没想到向来聪明的陈墨 也会有这种犯傻的时候 同时 对于陈墨主动来到宗派界帮他 乌紫月的心里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只可惜 陈墨没有心灵感应的能力 自然没办法知道 乌紫月此刻的想法 而乌紫月 也不愿意去折腾陈墨 也是直接说道 我就选第二个方案好了 得到了乌紫月的确认 陈墨开始调整起了自身的状态 这个时候 乌紫月对他说道 陈墨 谢谢你 陈墨文言 对乌紫月笑了笑 随后 带到陈墨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之后 他便开始协助乌紫月 展开了对无限空间的重新掌控 这个过程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难点 只需要以陈墨的空间之力为影 创造出一个突破点 乌紫月抓住时机 通过这个突破点便能重新掌控无限空间 不过理论虽然简单 但真正实施起来 也是有些许难度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 陈墨虽然能够演化出空间之力 但他平日里对空间之力的运用 并不算多 这也就使得他 目前对于空间之力的掌握 只有强度 而没有深度 想要创造出乌紫月所需的突破点 是有些困难的 不过这个问题 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乌紫月对于空间之力的掌握 深度显然是足够的 而陈墨则具备着 足够强大的领悟能力 所以当陈墨第一次尝试失败后 乌紫月直接表示 他可以交交陈墨 陈墨也不矫情 所谓打者为师嘛 于是在乌紫月的认真指导下 陈墨对空间之力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他对于空间之力的掌握 深度再一点点地增加着 时间慢慢划过 距离陈墨进入修炼秘境 已经过去了十多个小时 入口处的吃瓜群众们 都等得不耐烦了 所以大多数人都是散去了 而乌展飞他们几人 则仍旧等待着入口处 期间 处理完事物的姬如月 也是来到了现场 只是他们左等右等 却是迟迟不见陈墨和乌紫月出来 可明明张氏兄弟他们这些人 都被陈墨给救了出来 没道理就不出乌紫月啊 除非他们碰上了什么事情 乌展飞越想越觉得 有这种可能 他打算动用特殊手段看看了 姬如月却是直接制止了他 对于自家女儿的心思 姬如月最是明白 同时他也相信 两人肯定不会有事 两个孩子难得的独处时间 你这个当爹的去偷看了啥 另一边修炼秘境之中 经过乌紫月的认真教导 陈墨对空间之力的掌握 有了新的突破 虽然还不上乌紫月 但应对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了 于是 陈墨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比较可惜的是 他又失败了 乌紫月也不着急 在一旁鼓励着他 陈墨在调整自身状态的同时 也在总结着第二次失败的经验 不久后 他便开始了第三次的尝试 这一次 陈墨成功了 他以自身的空间之力为影 在无限空间之中 创造出了一个突破点 早已准备好的乌紫月 也是抓住机会 以自身的空间之力 传插进突破点之中 到了这一幕 陈墨便做完了自己所能做的事情 剩下的 就该看乌紫月自己的了 乌紫月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 非常的给力 他通过陈墨创造的突破点后 开始强行掌控失控的无限空间 而乌紫月对空间之力的掌握程度 显然超过了陈墨原本的预期 只用了两个小时不到 他便夺回了主动权 随后便是一步步的蚕食直至完全掌控了 终于乌紫月成功 无限空间瞬间完成了解除 乌紫月能够成功 陈墨并不意外 如今事情已经完成 也就该离开这里了 至于最后的关卡 自然是难不倒他们两个人的 当陈墨和乌紫月走出修炼秘境的时候 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 现场的吃瓜群众虽然大部分都走了 但还是有少数的人留了下来 通过这些人之口 陈墨成功就出乌紫月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神行教 大长老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 楚清天子并不觉得意外 其余的长老反应也都差不多 经此一事 姬如月对陈墨那是越发的满意 他表示 无论如何也要好好地招待一下陈墨 正好天色已晚 不如就今天就留下来吧 陈墨本想直接赶回学校 但赵松松三人却表示 伯母这么热情就留下来住一晚吧 加之乌紫月也表示 明天再走也不迟 于是 陈墨只好留了下来 在姬如月的张罗下 一桌丰盛的饭菜 很快就被做了出来 众人围坐在一起 场面好不热闹 饭后 姬如月让陈墨和乌紫月去散散步 两人走出乌家大宅 漫步在道路上 陈墨什么话都不用说 只管回忆自己这一年来的经历 乌紫月则是静静地感应着 再然后 就由她讲述起自己这一年来的经历 互相分享完后 两人顿时相视一笑 千言万语 尽在其中 第132章 毕业 很快 时间便来到了第二天 在吃过姬如月特地准备的早餐后 陈墨带着乌紫月 以及赵松松三人 和乌展飞 两人告别之后便回学校去了 目送着五人离去的身影 姬如月笑得很是开心 女儿乌紫月自从生命中萌芽 拥有心灵感应的能力后 就再也没有交到过 真正之心的朋友了 尤其是异性朋友 一个都没有 作为母亲 姬如月对这件事情 一直都很是担忧 不过 现在好了 自家女儿 不但找到了一个真正之心的朋友 甚至还有将对方发展为对象的可能 虽然两个年轻人 如今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但姬如月可是过来人 作为旁观者的她 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 她能不开心吗 但姬如月开心了 乌展飞却是非常的不开心 从昨天晚上 陈墨将乌紫月从修炼秘境中救出后 自家女儿和夫人 就都围着她一个人 再转 她乌展飞 好歹也是神行教少主 更是这个小家的一家之主 结果 却是完全失去了存在感 当然 存在感失去就失去吧 反正陈墨 又不会一直待在宗派界 所以这也算不得什么 可是当今天看到自家女儿 跟着陈墨回替大的时候 乌展飞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那就是经历了这一次的事情之后 自家女儿 这是要被彻底拐跑的节奏啊 对于一个当父亲的来说 心中那叫一个痛啊 另一边 陈墨带着乌紫月他们四人出发后 便直接赶往了近来时的福地入口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对空间之力的掌握 有了一定的深度 宗派界所在的福地 竟是给了她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只是具体奇怪在哪里 陈墨却又说不上来 但本能却告诉她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而可惜的是 直到抵达福地入口处 陈墨都没能找到 那种奇怪的感觉 到底出自哪里 乌紫月虽然能够感应到 她的心中所想 但对于这个问题 她也提供不了太多的帮助 于是 陈墨只好先将这件事情压在心头 等回到学校之后 问问老师 陈墨一行五人 从福地入口出来之后 便直接赶回了学校 由于第一届替大学生即将毕业 所以 学校里面也是非常的热闹 那些已经去到岗位上 实习了一段时间的学生们 此时也都是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各自讲述起了 自己实习期间碰到的有趣事情 临近毕业 每个学生需要处理的事情 还是蛮多的 学校方面找到了陈墨 希望他能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 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对于这件事情 陈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他也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除此之外 学校方面还询问了陈墨 有关毕业后的安排 主要是在他闭关期间 各方都是抛来了橄榄枝 其中包括雏龙小组 特殊领域人才管理中心 以及一线官驻军各部 甚至连传说中的神龙小组 都是向陈墨发来的邀请函 陈墨在向老师云阳子 以及老中等一众资深人士请教之后 他最终决定 接受神龙小组的邀请函 主要是因为 神龙小组 有一项特殊的制度 只要是其正式成员 就可以自行招纳成员 组建一支特别行动分队 该特别行动分队 属于神龙小组的下级分支机构 只需要完成定期的助手任务即可 至于平时 自由度则非常高 在神龙小组中 很多正式成员 都组建有这样的特别行动分队 如今的雏龙小组 就是这样的一支 特别行动分队发展来的 不过 神龙小组 只是给陈墨发来了邀请函 他想要成为神龙小组的正式成员 还得通过考核之后才行 对于这一点 陈墨当然没有任何的意见 陈墨这边刚接受了邀请函之后 神龙小组那边 当即便发来了考核时间及地点 时间 两天后的中午12点 地点 龙国特殊领域人才培育大学 01分校 北区竞技场 看着这个考核地点 陈墨不禁眉头微皱 这 这考核地点也太随意了吧 不过这样也好 在T01分校接受考核的话 也算是主场作战了 不至于向到其他的地方 还需要花一点时间 对作战环境进行适应 这边的事情确定好后 陈墨又去到了学校后勤处 由于学分只能在T大使用 所有学生在校期间积攒的学分 在毕业的时候 将会被同等比例兑换为功勋点 而功勋点 则可以在各个部门通用的 陈墨的学分很多 兑换后又是一大笔功勋点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手续的确认 一通忙活完后 陈墨这才有了歇口气的机会 晚上的时候 同班的所有同学都是 难得的聚了一次 等到毕业之后 大家再想要聚齐 可就难了 虽然都是在特殊领域界发展 但所处的位置 都是各不相同的 席间 不少人都是向陈墨打听他的去向 对此 陈墨只能表示 还没确定下来 陈墨也没骗人 毕竟他现在还没有通过 神龙小组的考核 所以 还算不上正式加入了神龙小组 聚会结束后 有班上的女生 悄悄向陈墨表白 陈墨直接拒绝了他的表白 被拒绝的女生很是伤心 直接哭着走了 躲在暗处偷看的赵松松 笑呵呵地走了出来 说陈墨太没有人情味了 就算你要拒绝人家 也不要这么直接啊 对于这狗东西的说法 陈墨实在懒得理会 确实 他这种直接拒绝人的方式 很伤人 但是总比那种 吊着人弄得不清不楚的暧昧 要好得多吧 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也是对那个女生的不负责 转眼间 时间便来到了第二天 上午九点整 2043届毕业典礼准时在礼堂召开 所有43届的毕业生 齐聚一堂 陈墨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 上台发了言 整个过程 持续了两个小时 直到最后的校长致辞结束 毕业典礼 也就正式结束了 这也同时 也宣道着他们校园生活的结束 有人哭着在笑 有人笑着在哭 而也从这一刻开始 2043届的所有学生 将正式走出校园 迎接他们的是更为宽广 更为壮阔危险的特殊领域届大舞台 第133章 神龙小组的考核 毕业典礼结束的当天 很多学生办理了最后的一道手续 通讯万表的全线注销 而后 他们便带着浓浓的不舍离开了学校 从此 他们将各奔一方 忙碌在自己的岗位上 当然 也有人留了下来 吉隆中作为留校任教的代表之一 也是与学校签订了正式的合同 等到新学期开始 他就会以正式导师的身份 开始带学生了 对于自己掉队的这件事情 吉隆中向陈默表达了歉意 陈默倒不觉得 这有什么值得道歉的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吉隆中选择留校任教 并且还通过校方的考核 这说明 他确实有做导师的能力 而且 留校任教 也不是选择了安逸 替大的导师 也是需要带着学生 一起上战场的 比如陈默所在一般的导师周灵 还有教导主任张云飞这些人 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 在抵御域外侵略者的战场上 也付出了血液泪 类似的人 还有很多 他们都是值得陈默尊重的 因此 对于吉隆中的选择 陈默表示尊重 并且真诚地祝福他 而陈默之所以还没有离校 则是因为在等神龙小组的考核 吴紫月 赵松松 以及夏瑶三人 则是等他 对于毕业后的安排 几人已经商议过了 等到陈默通过了神龙小组的考核 成为正式成员后 便立即组建自己的特别行动分队 将吴紫月三人招纳进来 然后便赶往一线关 完成今年为期三个月的驻守任务 等到驻守任务结束 便回到龙国 接着 一边发展壮大队伍 一边强大自身 赵松松甚至还喊出了口号 要将小队的规模 发展成第二个雏龙小组 对于赵松松提出的这个远大规划 夏瑶很是激动 吴紫月也深表赞同 至于陈默 则是保持着不知可否的态度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他目前都还没有成为 神龙小组的正式成员呢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考核 陈默也在做着准备 他现在虽然毕业了 但仍旧可以消耗功勋点 来使用学校的灵气修炼室 虽然没有了各种培养序列的优惠 但现在的陈默 称之为财大气粗也不为过 哪怕是使用顶级灵气修炼室 所消耗的功勋点 对他来说也根本算不得什么 就这样 陈默在修炼室中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陈默向云阳子 请教了一个自己碰上的问题 经过云阳子的点拨后 他有了一种 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同时 陈默也是询问了一下 云阳子日后的安排 云阳子表示 他已经和老中他们商量过了 自己日常就留在T01分校 偶尔指点一下学生什么的 轮到助手一线关的时候 就去助手一线关 对于陈默 云阳子的建议是 走好自己的路就行了 他这个当师傅的 也不能干涉太多 当然 陈默若是碰到什么不懂的问题 随时都可以回来向他请教 至于赵松松那边 他也是同样的态度 云阳子又叫来了赵松松 叮嘱了两人一番 身为他的弟子 在外行事物必要时刻惊醒自身 不求两人 做即使救命的大英雄 但万万不要做伤天害理之人 否则 他这个当师傅 就该出来清理门户了 同时 人不犯我 我不算人 人若犯我 错骨扬灰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更为重要的是 若是有哪个老家伙 不守规矩的话 他这个当师傅 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云阳子一番话说完 陈默和赵松松 很是伤感 看到两个徒弟 一副伤感的模样 云阳子笑着说着说道 不必如此 这又不是生离死别 只是到了你们该出师亮剑的时候了 时间来到十一点半 陈默便来到了北区竞技场 同时到来的 还有一大波的观战人员 其中有云阳子 老钟等一众校领导层 还有吴紫月 赵松松 以及一些学生 眼看着时间已是十一点五时 陈默便走上了场中心最大的擂台上 但直到此刻 包括老钟他们都不知道 神龙小组的考核人员到底来了没有 陈默也就更不知道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却是迟迟不见神龙小组的人到来 陈默站在擂台上 总有一种自己被忽悠了的感觉 这可马上就要到中午十二点了呀 眼看着时间已经来到了十一点五十九分 距离十二点 也就一分钟的时间了 作为现场实力最强之人 坐在观战席上的云阳子 猛然抬头看向了远处 在那个方向 有人来了 随后 陈默和老钟他们也是 发现了对方的存在 想来 应该是神龙小组的人吧 不然的话 敢这么高调的玉空进入T大 学校高层把他们宰了都没问题 果不其然 对方一行人果然是神龙小组的人 当时间刚刚来到十二点的时候 他们五个人准时落在了擂台之上 这五个人的右肩上 都有着一个神龙小组的肩杖 他们落地之后 为首之人直接看向陈默说道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陈默刚回完话 其中一个人便直席他而来 这个人有着七阶后期的实力 一身战力更是极为不凡 不过陈默应对起来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与此同时 那为首之人也是说道 击败他 你将成为神龙小组的边外成员之一 日后表现优异的话 有转为正式成员的机会 仅仅是边外成员 陈默要做的 可是正式成员 似乎知道陈默的想法 只听那个人继续说道 想要一来就成为神龙小组的正式成员 得有足够的功勋点才行 我挺意外的 年纪轻轻的你 居然已经满足了这一点 不过 你还得击败我们五个人才行 说着 此人直接爆发出了自己的力量 他竟然是一位八阶觉醒者 而站在他们身后三个人 则全都是七阶觉醒者 并且他们所爆发出的力量强度 和陈默正在交战的这个人 比起来也是丝毫不弱 也就是说 陈默想要成为神龙小组的正式成员的话 就得击败一个八阶觉醒者 以及四个七阶后期觉醒者才行 这样的规矩 虽然有些奇怪 不过还是有那么一点挑战性的 因此 陈默决定挑战一下 第134章 一条五 陈默成为七阶觉醒者之后 虽然曾在一线关 斩杀过八阶欲外强敌 但那毕竟只能算是陈世金的战绩 严格算起来 其实和陈默本人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真正属于陈默的战绩 只有他几天前 结束闭关之后 前往宗派界 就巫子月的时候 击败了神行教的三位地级护法 这三位地级护法 都是七阶后期的实力 本身的战斗力 其实也都是极为不俗的 但是三位地级护法 跟眼下正在与陈默交战的 这位神龙小组的考核人员比起来 却是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也正因为如此 陈默觉得 这场考核 还是挺有趣的 因为他已经很久都没碰到过 像眼前这位考核人员一样 有实力的对手了 当然 这里的有实力 仅仅指的是 和其他期间后期觉醒者 相比较而言 真要跟陈默比起来 对方还是差了太多 这并非是陈默 已经自大到目空一切了 而是他的实力 是由众多底蕴堆积起来的 陈默在特殊领域界 虽然起步较晚 但本身的天赋 却是高得惊人 在进入替大之后 又是拜了云阳子为师 云阳子虽然不是尊者及强者 但在尊者之下 他绝对是站在第一梯队的 在他的指导之下 陈默几乎就没有碰到过 所谓的修炼困境 而替大对陈默的培养力度 也是非常之强的 老中等人的心头肉 这句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同时更为关键的是 在具备了如此之多的 外部有利因素之后 陈默自身 还因为心中的强烈危机感 在修炼过程中 又是极为刻苦勤奋 如此种种 方才铸就了如今的陈默 这些条件 一般的觉醒者 可拥有不了 这样的陈默 要是都不强 那他可就太废材了先 因此 当陈默听到 神龙小组的考核标准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产生了 非常浓厚的兴趣 一个打五个 并且 其中一个人 还是八阶觉醒者 同时要知道的是 这可是神龙小组的入队考核 作为龙国最神秘 也是最强大的一支觉醒者队伍 他的入队考核 对方显然不会有放水的可能性 如此一来 自己岂不是就能和八阶觉醒者 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了 对方可是神龙小组的八阶 想来必然是有些水准的 这一点 从正在交手的这位七阶后七 就可以看出 一想到这里 陈默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只见他应接对手的一记掌机的同时 又反手推出一掌 将这位率先出手的考核人员击退之后 陈默看向他带队的八阶觉醒者说道 我想挑战一下 你们一起上吧 但是很明显 陈默理解错了对方的意思 神龙小组发出邀请函的对象 一般都是七阶初七 并且年龄在32周岁以下的人 这些人接受神龙小组的邀请函后 在进行入队考核的时候 想要直接成为正式成员 除了需要功勋点达标以外 也确实是需要击败到来的五位考核人员才行 五位考核人员 一位八阶初七 四位七阶后七 想要击败他们 难度真不是一般的小 同时这里的击败 可并不是让五位考核人员一起上 而是进行一对一的交战 并且 每一场战斗结束之后 是会给参与考核的人员一定的恢复时间的 一般来说 正常人都会这样想 就算不这么想 也是会问一问的 但陈默一心想着 和八阶觉醒者交手 哪还会考虑这么多啊 而他的这种行为 几乎等同于腰战 让前来考核他的五个人 都是直接给愣住了 啥玩意儿 我没听错吧 就你 要一打五 五个考核人员这些年来 也是主持过不少新人的入队考核 所以他们见过不少天资过人 实力强大 并且很狂的新人 而不少新人 也曾像陈默这样 他们一来就想要成为神龙小组的正式成员 从而接下来了这个最难的考核 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失败了 但也有少数一些 堪比妖孽级别的天才 成功通过了考核 可是这些天才哪怕再狂 那也都是规规矩矩的一场一场来打的 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摆在那里 而像现在陈默这样 直接准备一条五的 着实是头一回 要知道 他们五人能够担任考核人员 实力肯定是不弱的 并且都有着极为丰富的作战经验 哪怕是一般的八阶中后期觉醒者 也不敢说能够击败他们五人的联手 现在 陈默一个七阶初七的新人 居然提出要一条五 他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狂了 而是狂的没编辑了 不过 既然是陈默主动提出的 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毕竟给新人们上第一堂课 也是他们这些考核人员需要做的事情 但在此之前 还是再确认一下 你确认 是要我们五个人一起上 听到对方的问话 陈默肯定地点了点头 五个考核人员见状 皆是对视了一眼 行吧 带队的八阶觉醒者笑了笑 然后走到擂台边联络了上级 将这里的情况 做了一个详细的报备之后 他转过身来 看着陈默说道 那就开始吧 随着八阶觉醒者 话音刚落 那四位七阶后期的觉醒者 便立即分散了开来 四人分四个方向 直逼陈默而来 同时 带队的八阶觉醒者 也并没有闲着 他一个闪身 最先对陈默发起了进攻 此人也不愧是神龙小组的成员 力量十分强悍不说 招式更是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此刻如果是一个一般的七阶初期面对他 只怕是直接就要败下阵来 但陈默可不是一般的七阶初期 面对一位八阶觉醒者进攻 他竟是直接选择了正面硬刚 在对方毫不保留的轰击之下 陈默也是以同样的手段予以回应 蹦蹦蹦 高手过招 可谓是招招致命 两人爆发出的力量碰撞 产生了一阵阵震耳的音爆声 让现场所有观战的学生们 看得那叫一个目瞪口呆 不过相较于学生们的震撼 此刻和陈默交手的八阶觉醒者的心中 同样是震撼的 虽然现在只是简单的力量碰撞 他也只使用了五分的实力 但要知道的是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八阶觉醒者啊 比起陈默 那可是高了整整一个大阶啊 可即便如此 七阶初期的陈默 竟是能够和他打得不相上下 第135章 圣 这小子确实有些实力啊 难怪会这么狂 虽然现在的交手 还只是初步的试探而已 但这个八阶觉醒者 却是已经发现了 陈默和以前那些新人的不同 以前的那些新人很狂 很有实力 但是 从具备的真实战斗力上来说 仍在一定的限度范围之内 可眼前的陈默 却是完全不同 他同样也很狂 并且很有实力 但其具备的真实战斗力 已经远超七阶觉醒者 所具备的限度 也就是说 他能够对八阶觉醒者 造成真正的威胁 要知道 能够击败八阶觉醒者 和能够对八阶造成真正的威胁 可不是同一种东西 前者 只是在限定的条件范围内 进行的切磋式考核 虽然考核人员不会放水 但始终是受到条件限制的 但后者 那可是真正生死相搏的情况下 当然 并不是说 这个八阶觉醒者 真的就怕了陈默了 而是他发现 陈默确实有狂的资本 如此一来 他倒是要小心一些应对了 能够发现一位妖孽级天才 这自然是件好事 但这一次 可是他们五个人同时出手啊 五个老人 打一个新人 这种情况下 若是输了 那可就太丢粉了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这个八阶觉醒者 在试探到的陈默大致实力后 便开始拉开了和陈默的距离 同时 四个期间后期的觉醒者 开始对陈默展开攻发 这四个人的配合 可以说是相当的默契 联手爆发之下 具备的战力 几乎可以与一般的八阶觉醒者一战 不过陈默的目标 压根就不是他们四个人 他只想和八阶觉醒者交战 但这四个人 显然是来牵制他的 所以 陈默首先需要做的 就是先解决掉他们四个 没了他们的掣肘 他才好全力迎战 那位八阶觉醒者 只见陈默以迅雷之势 直接闪身 接近了其中一个人 这个人见陈默朝自己袭来 却是没有丝毫的惊慌 他直接展开元素战体 主动朝陈默发起了进攻 与此同时 另外的三人 也是跟着逼近了过来 至于那位八阶觉醒者 则是场边寻找着 适当的出手时机 不过他若是知道 只是因为自己短暂的袖手旁观 便使得自己的四个队友 迅速给陈默提出局的话 他发誓 自己一定不会这么干的 此刻 趁着那位八阶觉醒者 对自己的忌惮 陈默抓住时机 果断爆发 那首先展开元素战体的考核人员 被他以青天巨掌 直接给拿捏住了 任凭对方如何挣扎 也没有丝毫的作用 紧接着 陈默迅速对剩下的 三个七阶后期出手 三人面对强势至极的陈默 根本没有招架的能力 陈默赶在八阶觉醒者出手之前 完成了对他们的镇压 至此 四个七阶后期的觉醒者 全部被陈默消灭掉了 整个过程 可以用转眼之间来形容 速度之快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四个被陈默灭掉的考核人员 已是一脸呆滞地站在擂台下 作为神龙小组考核新人的专业人员 他们也不是没在考核的过程中 败给新人过 但是像今天这样的情况 绝对是头一遭 并且直到此刻 他们四人都还是想不明白 四个七阶后期联手 旁边还有一位八阶出气压阵 怎么就败得这么快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吧 与此同时 擂台之上 在将闲杂人等清除之后 台上就只剩下陈默 和那位八阶觉醒者了 陈默也终于可以 好好地跟一位八阶觉醒者较量一番了 为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陈默决定 全力一战 不给自己留遗憾 于是 他果断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 蹦 全力爆发之下的陈默 残影宛如一道黑色的光束一般 面对陈默主动发起的进攻 八阶觉醒者自然是全力应对 此刻他已是了解到了陈默的强大 所以 神色也是越发的凝重 但是当陈默袭来之后 双方再次交手的时候 这个八阶觉醒者震惊地发现 陈默的力量 比之之前试探性交手时候 强述被布置 原来当时布置他留守了 其实陈默也在留守 而且 留得似乎更多 两人目的 都是为了试探对方 可是很显然 陈默摸到了八阶觉醒者的一些底 而八阶觉醒者这边 却是摸了个寂寞 面对强悍到变态的陈默 自迈入八阶以来 他第一产生了一种 深深的无力之感 因为他的进攻 根本无法对陈默造成威胁 陈默以五行归翼之力塑造的防护 可以轻易地挡下对方的攻击 而陈默的进攻 则超越了七阶觉醒者所在的量级 达到比寻常八阶还要强的程度 所以 哪怕是这个八阶觉醒者 已经将自身进行元素化了 仍旧快要招架不住了 这么的 谁能来救救我呀 这是这位八阶觉醒者此刻的心声 谁又能想到 一位货真价实的八阶觉醒者 竟是会被一个七阶觉醒者 逼到如此地步呢 面对陈默那惨无人道 且越发强大的攻势 这个八阶觉醒者 真的招架不住了 不过 身为神龙小组的成员 他不可能认输 只能一边无力地赋于顽抗 一边等待着最终的尘埃落定 终于 当陈默以强大的力量 彻底击溃对方的元素化后 这场考核 也就落下了帷幕 由于全程在尽情地发挥 所以这一战陈默打得也是比较开心的 对方不愧是神龙小组的正式成员 竟硬是在他手下 扛了这么长的时间 要知道 陈默之前在一线关的时候 斩杀八阶域外强敌 可要不了这么久 陈默心中很是感慨 而身为领队的这个八阶觉醒者 则是郁闷得要死 不过对于陈默 他也没了刚来时的那种轻视 但特殊领域界 就是这样 实力足够强大 那就能赢得足够多的尊重 经过陈默的新人反向教育之后 五个考核人员的态度都是好了很多 他们在陆路上传了陈默的最新资料之后 陈默很快就收到了 神龙小组发来的集结地点和时间 随后 五个考核人员便告辞了 因为 还有其他的新人 正在等待着他们 而通过新人最难考核的陈默 神龙小组正视成员的身份 也几乎确定了下来 只要等到他去了神龙小组总部 完成成员身份确定以后 那他就可以开始着手组建 自己的特别行动分队了 第136章 赵松松的豪切 由于前往神龙小组总部的时间 在两天以后 因此 陈默还可以在学校多赖两天 不过在此期间 他需要做的事情 还是蛮多的 首先 他得给自己找个住处 已经毕业的他 肯定是要搬出学校的 现在多赖几天 自然没什么问题 但若是赖得太久 那就不太好了 当然 这件事情 其实是最好解决的 因为大京市 就有特殊领域人才管理中心 凭借陈默这些年来 积攒的功勋点 是可以兑换到大量现金的 有了钱 找住处就非常方便了 只是陈默刚提了一句 赵松松就一脸忧怨地盯着他 住处 他就有啊 用得着陈默自己去找吗 老默 你是不是没拿我当朋友啊 赵松松很是生气 他和陈默早在集训场的时候 就互相认识了 在进入T01分校之后 又是被分到一个班 还组了一个小队 拜了同一个师傅 之后 更是一起上过战场 这一连串的关系 两人称之为铁哥们也不为过 这好不容易 自己有能够帮得上陈默的地方 结果陈默却不找他 你说 赵松松能不生气吗 其实陈默 倒是没想这么多 他只是不太喜欢麻烦别人 找个住处 虽然只是件小事 但关系越好 这种小细节 便越是要注意才行 不过 既然赵松松都已经表示 这件事情包在他身上了 陈默只好答应了下来 见陈默答应 赵松松也是问他 有什么要求 由于这个住处 陈默是准备用来当作 特别行动分队的集结点 所以他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要空间够大 因为他准备赤巨资 建一个属于自己的 顶级灵器修炼室 虽然花费是大了些 但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以后招纳人手的时候 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亮点 了解了陈默的需求之后 赵松松便带着下摇 一起去大京市 找合适的地方去了 这件事情 他显得尤为重视 吴紫月也是跟着一起去了 因为陈默答应 找到住处后 有一间房间是属于他的 吴紫月三人走后 陈默便找到了师傅云阳子 他将自己之前 前往宗派界的时候 感受到异样感觉的事情 说出来 由于他并未掌握空间之力 所以很难清晰地感受到 空间的异样波动 可陈默不同 他能够演化出空间之力来 加以掌握之后 便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空间的异样波动 只是由于 他掌握的程度还不够深 所以找不到异样感 到底出自哪里 但这件事情 既然会被陈默专门提起 那就说明 他给陈默带来了一种 不太好的感觉 这是来源于 觉醒者自身 对于危机的一种本能警示 云阳子认为 有必要重视起来 因为正是这种本能警示 曾救过他不少次 只是仅凭陈默的一个感觉 云阳子也无从下手 再三思考之后 他决定回一趟阵界山 去找找阵界山存储的古籍资料 详细地看看 有关七十二伏地的由来 那样或许能够找出一些原因 云阳子做事 从来都不喜欢拖沓 临行之前 他也是叮嘱陈默说道 徒儿 实力才是根本 出了替大之后 你万不可懈怠下来啊 陈默闻言 点头道 师父 徒儿明白的 嗯 对于陈默 云阳子还是非常放心的 说完 他便急匆匆地走了 云阳子走后 陈默去了一趟后勤处 将自己放在后勤处保养的 B级战斗服取回 下午的时候 又是应老钟之请 在礼堂给学弟学妹们 讲了几堂课 由于在上午 陈默接受神龙小组考核的时候 不少人都是亲眼观看了陈默 以一条舞的全过程 所以这几堂课 学弟学妹们尤其热情 几堂课讲完 已是傍晚时分了 和老钟他们一起吃了饭 又听了一下他们的人生指导 一番听下来 陈默可谓是获益匪浅 郑重地向老钟 他们道谢后 陈默直接来到了灵器修炼室 一整个晚上 他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时间来到第二天 陈默本来准备还赖在学校的 但去找住处的赵松松 却是给他发来到了消息 说住处已经找到了 让他赶紧去看看 于是 陈默改变了自己的行程 和老钟等人告别之后 便赶往了市区 根据赵松松发送的定位 陈默很快就找到了他们三人 赵松松找的这个住处 位于一个商业园区之中 这个园区环境很好 位置也非常不错 离这不远 就是大京市特殊领域人才管理中心 任后接取任务 也方便 但是有一个问题 租金有些小贵了 陈默现在虽然也算有钱人 但他毕竟 还要建灵器修炼室 每一分钱 都是要花在刀刃上的 不过陈默的这个问题 显然不是什么大问题 赵松松豪气地表示 这个园区是他爷爷送给他的产业之一 也就是说 这里完全是他说了算 而赵松松很是豪气 他昨天在选好地方之后 就直接将选中的那栋楼的所有权 转到了陈默的名下 陈默只需要在产权转移协议上 签个字就行了 对于赵松松的豪气 陈默有种香巴老进城的感觉 这可是位于大京市市中心的一栋楼啊 这狗东西 说送就送 不过 陈默所接受的教养告诉他 这栋楼 自己绝不能收 如果赵松松给他免一两年租金什么的 他会很乐意接受下来 这不是一两间房 而是一整栋楼 实在是太贵重了些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产业都是赵松松家里长辈送给他的 本质上来说 还是属于赵家的东西 而赵松松的东西和赵家东西 对于陈默来说 是完全不同的 陈默若是收下了这栋楼 显然不太好 因为他和赵松松做朋友 做哥们 并不是奔着他家的钱去的 所以 不管赵松松怎么说 陈默都不愿意接受他的这番好意 赵松松知道自己拗不过陈默 也只好做吧 他直接让人拿来一份租赁合同 然后自顾自地填写了起来 写完之后 赵松松没好气 将租赁合同递给了陈默 这栋楼租给你 这下总想了吧 然而 等陈默看完这份租赁合同后 随即又是一脸无语地看向赵松松 免一百年的房租 水电也都全免了 你个狗东西 今天非跟我过不去了是吧 第137章 前往神龙小组报到 看着陈默的眼神 赵松松心中其实很慌 但他已经打定主意 绝不做修改 只可惜 赵松松还是拗不过陈默 更为关键的是 他也打不过陈默 在陈默的一顿爆锤下 赵松松最终将免租时间改为了十年 外加水电全免 到了这一步 赵松松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改了 陈默见状 也没办法了 只好签了租赁合同 签好租赁合同后 赵松松一脸笑意 虽然自己的小心思 没能得逞 但陈默却是通过暴力行为告诉他 狗东西 省省吧 咱俩之间的关系 不需要靠这些东西来维持 签订好了租赁合同后 陈默也是进入大楼中看了看 啊 怎么说了 好像太大了些 这栋楼的单层面积 就已经超过了一千平方米 总层数 更是达到了六十八层 这还不包括地下停车场 就算陈默拿一整层出来 建一个超大型的顶级灵器修炼室 那也还剩下足足六十七层啊 而目前他所能召集来的人手 加上他本人一共也就才四个人 所以这个住所 简直宽敞到了极点 不过宽敞一些 也是有好处的 经过几人的一番商议 大楼的装修方案便制定出来了 地下停车场不要了 用来修建灵器修炼室 第一到二十层 作为日后特别行动分队的办公场所 二十一到六十七层 作为成员住所 吴紫月 赵松松 夏瑶三人 都是毫不客气地分了一层 最顶层 则归陈默 装修方案出来之后 最先开始动工的 便是四人挑选的住所层 由赵松松负责找专业的团队来施工 至于灵器修炼室 则需要等到陈默成为神龙小组的 正式成员之后才行 日后的住所问题搞定之后 陈默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大楼的装修 显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距离搬进去住 更是需要时间 所以他现在要解决的 就是当前的住所问题 赵松松的意思是 去他那里住几天 他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小别墅 这一次 陈默倒没拒绝 随即一行四个人 在大京市逛了逛 逛得差不多了 就去了赵松松的小别墅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陈默难得放松了一些 豪气的赵松松 带着他们品尝不少柜 但味道却不太咋样的美食 当然 也可能是陈默吃不来这些东西 两天的休闲时间 转眼便过去了 第三天一到 陈默便赶往了 神龙小组总部所在地 而赵松松三人 也没有闲着 他们去了大京市 特殊领域人 才管理中心 由于现在几人 已经出了学校 所以 灵气修炼室并不好找 而特殊领域人 才管理中心 就修建有灵气修炼室 只需要消耗功勋点 就可以使用 赵松松他们 准备趁着陈默 前往神龙小组 总部的这段时间 好好调整 移下自己的状态 按照几人之前 制定好的规划 等到陈默成为 神龙小组的正式成员之后 就召集赵松松三人 组建特别行动分队 特别行动分队组建好后 立即开赴一线官 完成今年的驻守任务 驻守任务完成 他们就可以回来 然后一步步的发展 就行 神龙小组的总部 仍旧是位于大京市的 只是这个位置 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些 神龙小组 好歹也是龙国官方最强大的一支 觉醒者队伍 他的总部 居然在一个看起来 有些萧色的小胡同里面 陈默根据神龙小组发来的讯息 一路走到了这里 站在胡同口 他有种是不是自己走错地方了的感觉 看了一眼胡同口的位置信息 陈默确定自己没走错 于是 他走了进去 进入胡同后 陈默一路往前 最终停在了胡同最深处的一个门口面前 陈默走上前去 敲了敲门 紧接着 一个大爷从里面走了出来 虽然这个大爷的装扮 太过朴素了些 不过 陈默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对方体内蕴含的那股强大力量 显然 这个其貌不扬的大爷 是个真正的强者 大爷见到陈默 上下打量了一番 新人 陈默点了点头 大爷见状 也没说要确定陈默身份什么的 直接就让他进去了 陈默进入门内 这才发现 里面竟是别有天地 见陈默呆住了一样 大爷指着一个建筑说道 新人报到在那里 听到大爷的话 陈默先是表示了谢意 然后朝着那座建筑走去 看着走远陈默的背影 大爷喃喃自语道 今年倒是来了个不错的苗子 陈默来到大爷指的那座建筑后 正好看到一个人走了出来 他便上前询问了一番 对方见陈默是新人 跟他说 直接进去就可以 新年来报到的新人 都在里面了 于是 陈默直接走了进去 而他刚走进去 大厅里面的一众人都是 看向了他 陈默看了看 发现这些人都是和他一样的新人 因为神龙小组的老人 都是佩戴有弊章的 于是 陈默找了个靠边的位置 静静地站在了那里 见陈默不是神龙小组的工作人员 大厅中的众人 再次小声议论了起来 你们说 咱们这些新人里面 能有几个人 一来就是正式成员的 这可说不好 不过按照往年来看 很可能一个都没有 啊 不会吧 哥们骗你干嘛 我二叔可是神龙小组的正式成员 这可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还有能假 唉 其实想想也是这样 光是以七阶初七的实力 击败七阶后七的考核官 这就已经很难了 想要成为正式成员 还得击败八阶初七的考核官才行 是啊 能够一来就成为三级边外成员 那就已经很逆天了 我敢打赌 咱们这些人里面 这样的人肯定不会超过五个 五个 你想多了 能有三个就很不错了 嘿嘿 不过哥们正好是其中一个 此人的炫耀之意 虽然没有丝毫的掩饰 但这话一出 现场不少人 皆是羡慕地看向了他 站在靠边位置的沉默 始终都是静静地听着众人的议论 成为边外成员 和正式成员的规则 他倒是知道的 可这个三级边外成员 是怎么回事啊 难不成边外成员 还要分个等级的吗 第138章 边外成员的等级之分 其实正如沉默所想的那样 神龙小组的边外成员 确实是有不同的等级之分的 因为不同等级的边外成员 所能享受的待遇 和拥有的权限 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从低到高 共被分为了四个等级 最低级别的 便是基础边外成员 只需要击败一位 期间后期的考核官即可 不过 别看这个条件 对于沉默来说 非常之简单 但对于其他的觉醒者来说 那也是 具有一定难度的 一般来说 通过率只有50%左右 在基础边外成员之后 便是一级边外成员 享受的待遇进一步提高 权限也增加了不少 不过这需要击败 两位期间后期的考核官才行 因此 通过的难度将进一步提升 通过率大概在25%左右 然后是二级边外成员 需要击败三位 期间后期的考核官才行 相较于一级边外成员 待遇和权限再次增加不少 不过此时的难度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通过率 一般只有10%左右 最后便是三级边外成员了 作为最高等级的边外成员 三级边外成员 所享受的待遇 以及拥有的权限极高 不过 想要成为三级边外成员 就需要击败 四位期间后期的考核官才行 这个难度 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 一般唯有天交级别的人物 才有做到这一步的可能 这样的人物 每年最多 也就能够出那么两三个而已 在正式成员好几年 都不一定能出现一个的情况下 三级边外成员 几乎是加入神龙小组的新人们 所能达到的最高点 这也为什么 现场不少人听到那人说 自己是三级边外成员后 都投去羡慕眼神的原因 因为现场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基础边外成员 当然 他们已经算得上是 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了 因为还有更多的人 在接受考核的阶段 就被已经淘汰了 这些人 甚至连成为基础边外成员的资格都没有 而陈默之所以不知道 边外成员有等级之分 则是和他的考核过程有关系 考核官的任务 除了对新人进行考核之外 还有对新人进行教育的责任 毕竟能够接收到神龙小组邀请函的新人 大多都是真正的精英人物 精英嘛 一般都是有点狂的 所以 考核官有义务教育他们 让他们知道 狂是需要有强大的实力 支撑才行的 很多新人 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他们拜下阵来之后 考核官这才会告诉他们 边外成员的等级之分 至于那些少数能够打通官 直接成为正式成员的新人 他们就没有这个过程 正好陈默就是这样的新人之一 一来就直接成为正式成员的他 也就没必要去了解边外成员的等级之分了 所以 这就导致陈默听到这些名词的时候 有些疑惑的原因 不过他也不是那种傻乎乎的人 其实只要深入地想想 就能够想通其中的道德了 因此 陈默也就没去问其他人 仍旧是静静地站在靠边的位置 观察着场中的所有人 此时 由于之前那个人的高调行为 有人明显看不惯了 玲珑 你不觉得自己太吵了吗 一个三级边外成员而已 看把你嘚死的 听到这话 正享受着这难得的万众瞩目 时刻的玲珑不爽了 只见他 看向说话之人 冷声道 原来是袁灵哪 你这爱管闲事的毛病 还没改掉啊 我吵不吵 关你什么事 是 我这三级边外成员的身份 确实没什么好炫耀的 不过 和某些人的二级比起来 总是要好一些的 你说是不是 玲珑的话 就跟刀子一样 直接扎进了袁灵的心窝子 他们原本就很不对付 相互之间 也斗了很多年 只是两人实力 总是不相上下 一直没能分出个胜负来 但就在这一次 他们接受神龙小组 入队考核的时候 玲珑成功击败了 第四位 期间后期的考核官 拿到了三级边外成员的身份 而袁灵 则是败在了 第四位考核官的手下 最终 只取得了二级边外成员的机会 所以 但凡袁灵在场的地方 玲珑总是要当着 他的面炫耀一番的 若是袁灵不理睬 玲珑便会变本加厉 但若是一旦接话 就会是现在的这个场面 其实 若不是所有新人 都必须在今天前来报到的话 袁灵是根本不想来这里的 见袁灵被自己呛得说不出话 玲珑更是得意不已 正当他准备进一步 对袁灵进行嘲讽的时候 另一个人开口了 玲珑 该适可而止了 开口之人名叫深屠岩 他的堂弟 便是陈末的同级校友 深屠红 不过陈末现在并不知道这一点 看到是深屠岩开口 玲珑不禁冷哼了一声 不过他也没再继续嘲讽袁灵了 主要是深屠岩 也是取得了三级编外成员身份的人之一 同时 玲珑的实力和深屠岩比起来说差了不少 打不过 那就只好乖乖地闭嘴 见深屠岩为自己说话 袁灵对深屠岩 投去了一个感谢的眼神 深屠岩见状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其实 深屠岩并不想插手袁灵和玲珑之间的恩怨 但是 由于陈末在场 他就不得不插手一下 是的 从陈末进来的那一刻开始 深屠岩就认出了他 不只是他 人群中还有不少人都是认出了陈末来 并且他们都知道 陈末乃是今年唯一的正式成员 这个消息算是一个秘密 但又算不上太大的秘密 关注过陈末的人 如今都是知道的 没关注的人 比如玲珑这些人自然就不知道 正因为如此 所以在陈末进来之后 深屠岩这些原本在低声交谈的人 都是沉默了下来 因为在陈末这个唯一的正式成员面前 哪怕是三级编外成员的身份 那也没什么好显摆的 何况人家正式成员都这么低调 你一个三级编外成员而已 也不知道在那里炫耀个什么劲 第139章 新人中唯一的正式成员 此时的沉默 还不知道 深屠岩已经认出了他 不过就算是知道了 对他来说 也没啥 而随着玲珑不再闹腾了 整个现场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不多时 几个神龙小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 为首的那人见众人 站得乱七八糟的 直接吼道 所有人 呈四路纵对集合 随着他的话音刚落 新人们开始动作了起来 很快 所有人整队集合完毕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所有人来到了竞技场中 此时 竞技场中已经到了不少人 这些人都是神龙小组的正式成员 其中不乏尤为资深的存在 其中 神龙小组三大副组长之一的龙战生也在 他们这些人 便是今天新人们入队一室的见证者 所有新人到场之后 带队的人员整队完成之后 便退到了场边 随即 龙战生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讲话 紧接着 新人们等待已久的入队一室 便开始了 入队一室其实很简单 就是给新人们授臂章 工作人员没点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便从队伍里面走出来 游龙战生亲自给他佩戴上臂章 不过 边外成员和正式成员的臂章 是有区别的 正式成员的臂章 上面 是一条威严的黄金神龙 而边外成员的臂章 根据等级的不同图案 也会有所不同 其中 基础边外成员是蛟龙 一级边外成员是蛇龙 二级边外成员是囚龙 三级边外成员则是映龙 仪式开始 最先点到名的便是申图炎 龙战生给他佩戴上了映龙图案的臂章 佩戴上臂章后 申图炎朝着龙战生行了一礼 申图炎之后 是一个叫做江云的女性 他佩戴的 也是映龙臂章 江云之后 便是玲瓏了 玲瓏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三级边外成员 所以他显得尤为得意 三级边外成员之后 便是二级 一共有五个 一级则有十二个 一级之后 便是基础边外成员了 随着点到名字的人越来越多 场中剩下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由于沉默在集合的时候 站在了靠后的位置 所以 此刻他的身影看起来稍显孤单了些 佩戴上三级边外成员的臂章后 玲瓏又忍不住嘚瑟了起来 他这一次 倒是没在找玄灵的麻烦 而是看着场中剩下的人 忍不住指点起了江山来 不过玲瓏还未得意多久 当龙战身为最后一个基础边外成员 佩戴上臂章后 现场悠扬的跃声 顿时变得激昂了起来 同时 道场的神龙小组正式成员 也都是齐齐站起了身来 看到这一幕 不知情的新人都很是诧异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深徒言他们 这些人却是清楚地知道 这是正式成员的入队仪式 紧接着 在全场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只见一个工作人员捧着一个托盘 跟随着龙战身 走到了陈末的身前 看着面孔 还稍显稚嫩的陈末 龙战身神色肃穆地说道 陈末 欢迎你加入神龙小组 听到龙战身的话 陈末当即行了一礼 这是我的荣幸 龙战身文言 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随即 他从托盘上 取过黄金神龙臂章 佩戴在了陈末的肩膀上 敬礼 随着龙战身的一声令下 现场所有的正式成员 皆是朝着 陈末进了一礼 因为想要成为正式成员 是需要足够的功勋点了 功勋点 则是需要到战场上 与敌人厮杀 才能换来 而这样的一幕 把现场不少新人 都给震撼到了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正式成员 才能佩戴的黄金神龙臂章 他们每个人 可是认识的 这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 就低调的不行的陈末 他居然是今年 不 更为准确的说 他是近十年来 唯一一个 刚加入神龙小组 就成为正式成员的人 这泥马 要逆天啊 而刚才还在指点江山的玲珑 此时就跟哑巴了一样 他之前当着陈末的面脉 弄得有多么厉害 现在就有多么的尴尬 不过陈末 显然是不会在意玲珑的 毕竟双方并没有恩怨 玲珑在卖弄 那和陈末无关 只要他不来招惹 自己就行了 入队仪式结束 新人们 在老人的带领下 开始参观起了 神龙小组的总部 至于陈末 则是由龙战生 亲自带着去了其他地方 这着实是把申徒严等人 羡慕得不行 毕竟龙战生 可是神龙小组的三大副 组长之一 更是还执掌着 雏龙小组这支队伍 这样的大佬 竟然亲自带领着 陈末参观神龙小组总部 这份重视程度 他们这些人 压根就末得比啊 龙战生对陈末 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毕竟陈末 可是自神龙小组成立以来 唯一一个以一条五 直接撂翻五个考核官的新人 更为重要的是 龙战生和王破军关系很好 所以 替大和雏龙小组 一开始就处于了一种 紧密合作的关系中 从陈末和雏龙小组的人 共同出任务的时候 龙战生就开始关注他了 白灵提交的那份报告 至今都还在龙战生的邮箱中 一开始的时候 龙战生是想将陈末吸收 进雏龙小组的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陈末的成长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雏龙小组的舞台实在太小 只会限制到他 但神龙小组就不一样了 舞台宽广 正好是和他这样妖孽级别的天才 而妖孽 不愧是妖孽 直接就给了龙战生 一个大大的惊喜 以七阶初七的实力 竟是可以玩虐八阶初七的觉醒者 当时 去考核陈末的那位 八阶觉醒者 虽然心中很是郁闷 但他回来后 还是详细地向龙战生 汇报了当时的情况 龙战生听完后 那叫一个惊喜 他当时便恨不得 直接将陈末给 接到神龙小组来 不过后来他想了想 自己还是要矜持一下的 而如今陈末来到了神龙小组 龙战生便不再矜持了 在龙战生的带领下 陈末将整个神龙小组的总部 逛了个遍 其中不乏一些 需要较高权限的机密场所 在这个过程中 他认识了不少 而陈末也很快就回过了未来 走到无人之处的时候 他再次向龙战生 郑重到了血 龙战生健壮 不禁笑了笑 真是个聪明的小子 心中感叹了一句之后 龙战生也是对陈末说道 好好加油 现在自己的作用已经完成 龙战生也就走了 毕竟作为神龙小组 三大副组长中 唯一留守总部的人 他是真的很忙 目送龙战生走后 陈末根据路牌指引 来到了后勤处 和T大一样 神龙小组的后勤处 负责处理的事物非常之多 陈末要组建 特别行动分队 就需要到这里来申请 来到后勤处 陈末找了一个空闲的办事窗口 根据需求 他翻到了 特别行动分队的申请页面 经过一番详细的了解之后 陈末直接点击了申请 他本以为审批过程 会要一段时间 结果 让陈末没想到的是 只是片刻后 他就收到了自己的申请 被审批通过的邮件通知 不过 按照神龙小组 正式成员组建 特别行动分队的条例规定 特别行动分队 被分为了四个等级 从高到低 依次为 一级特别行动分队 万人规模 二级特别行动分队 千人规模 三级特别行动分队 百人规模 四级特别行动分队 十人规模 龙战生执掌的雏龙小组 就是万人规模的一级 特别行动分队 同时 不管是什么人 其初次组建的 特别行动分队 只能是级别最低的 四级特别行动分队 也就是说 陈末的这支特别行动分队 现在最多只能 对外招纳 吸收九个成员 因为他自己也会 占取一个名额 不过 九个名额也够了 毕竟加上陈末自己 他们现在 也才四个人 特别行动分队 申请通过后 陈末又去了解了一下 个人灵气修炼室的 修建规则 结果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修建灵气修炼室 所需的费用 简直高的离谱 以修建一个标准规模的 初等灵气修炼室为例 所有建材 以及人工费 一并算下来 居然需要五百万功勋点 而斩杀一个九阶 王级的域外强敌 也才五十万功勋点 也就是说 修建一个 初等灵气修炼室的费用 需要斩杀十个九阶 王级的域外强敌才够 这还不包括 后期使用过程中的维护 以及购买灵精的费用 这特么简直离谱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初等灵气修炼室 对于陈末来说作用 激进于无 对陈末有作用的 只有顶级灵气修炼室 但是修建他所需的功勋点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足足要一个亿啊 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那就是陈末需要 足足斩杀两百个 九阶王级的域外强敌才够 可要知道的是 九阶王级的域外强敌 那可不是街边的大白菜 想要斩杀两百个 哪有那么容易办到 并且陈末目前 所积攒下的功勋点 笼共也才一百多万 即便是 将小号陈世金 所积攒的那部分功勋点 一并加上 也才两百多万而已 两百多万的功勋点 对于一般的七阶觉醒者来说 简直想都不敢想 但对于陈末来说 却是太少了点 就这些功勋点 别说修建顶级灵气修炼室了 就是修建一个 初等灵气修炼室 也还远远不够啊 因此 陈末只好暂时 打消了修建个人灵气修炼室的想法 当前嘛 就先将特殊领域人 才管理中心的修炼室 凑合着用几天 待到江吴紫月 他们入队的程序走完之后 他们四个人 就该去一线关了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那就是三个多月后的事情了 如今 在神龙小组的报道已经完成 特别行动分队 也申请通过了 陈末也就没啥要办的事情了 便离开了总部 从胡同口走出来后 陈末正准备离开 这时 身后却有人喊他的名字 陈末转身一看 发现原来是深屠颜 只是 自己和他貌似并不熟吧 正当陈末疑惑对方 为什么叫住自己的时候 深屠颜主动说出了 他和深屠红的关系 一听对方原来是深屠红的堂哥 陈末的态度 就变得热切了一些 毕竟深屠红这个家伙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深屠颜叫住陈末 只是想跟他认识一下 陈末没什么架子可摆 就跟他聊了起来 如今已经三十岁的深屠颜 人很是健谈 各方面的事情 他都能说上几句 陈末觉得这个人 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跟他互换了联系方式 随后 陈末这才来到了 大京市特殊领域人 才管理中心 和赵松松三人碰面之后 他便将三人的资料 上传到了神龙小组的 内部审核系统之中 接下来 他们需要 做的就是等待了 只要赵松松三人的资料 审核通过 他们就是陈末组建的 特别行动 分对的成员了 同时 陈末还告知了三人 想要修建顶级灵器修炼室 所需的功勋点 当听到说要一个亿的时候 哪怕是向来淡定的乌紫月 也不禁有些动容了 这么多的功勋点 他们什么时候 才能长够啊 不过 三人也没有丧气 大家都还年轻 有的是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 陈末他们 并没有清闲下来 各自有各自的任务 乌紫月之前 回宗派界 在修炼秘境中 被困了将近一年的事情 在这些时间里 他将自身所学的东西 完整地梳理了一遍 早已是五阶后期实力的他 距离六阶 只有一步只有 所以 他现在的任务 就是迈过那最后的一步 同时 夏瑶如今 才四阶十里 虽然在同龄人中 四阶十里 已经算非常不错的了 但是 在他们这个四人小团队中 却是落后了太多 因此 夏瑶现在的任务 就是尽快迈入五阶 赵松松 迈入五阶后期 虽然有一段时间了 但自身的修为打磨的还不够 他距离六阶 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赵松松 在找好装修大楼的专业团队后 他也是住进了 特殊领域人 才管理中心的修炼室中 至于沉默 现在则是本着 能省就省的原则 他每天都会来到 神龙小组总部 蹭这里的免费灵器 修炼试用 第141章 飞速的进步 沉默这一蹭 就足足蹭了一个多月 在这个期间 乌紫月他们几人的资料 都被审核通过了 这也就意味着 三人正式加入了 沉默组建的特别行动分队 本来他们这个时候 就该出发前往一线关的 不过由于乌紫月 到了突破的关键时期 所以这才拖了这么久 乌紫月用了一个多的时间 成功跨过了五阶到六阶的门槛 迈入六阶强者之列的他 战力将会有极大的提升 这对于他们 这支四人小分队来说 显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乌紫月成功迈入了六阶 下摇那边 却是没能迈入五阶 本质上来说 出身神星教的他 无论是底子 还是潜力 都是有的 但为什么就是没能成功呢 究其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外部条件 给下摇带来的压力还不够 如今正处于一个临界点的他 急需一些压力 来促使他迈过那最后的一步 因此 陈默当即决定 小分队立即动身 前往一线关 于是 神龙小组总部 接取驻守任务之后 他们一行四人 便直接出发了 陈默他们四人 都不是第一次前往一线关了 在通过天门城的身份和验后 便直接进驻到了一线关中 由于这一次 陈默试用的自己原来的身份 所以 陈世金的支队长身份 肯定是没有了 不过 以陈默七阶决心者的实力来说 想要重新当上支队长 还是非常容易的 但这一次 陈默却并不打算当支队长 他要发展自己的小分队 在一线关中 类似陈默带领的这种小分队 还有很多 和集群作战的大部队相同 他们这些小分队 也是可以直接上战场作战的 并且作战方式 更为灵活 包括不限于大规模作战 情报收集 斩首 而陈默的到来 牛大壮很是欣喜 陈默之前给他想的 颜料大作战方案 至今都还在使用 如今狱外侵略者一方的 变色龙兵种 跟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比起来就跟废了一样 因此 这可是大功一件啊 牛大壮直接问陈默 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没有 陈默想了想 什么都没有 牛大壮为陈默 做了不少事情 光是一件 四舍宝衣的原材料 就价值不菲 但陈默却什么都回报不了他 尽管牛大壮 并没有要求陈默回报他 但陈默却是将这些事情 都是记在心上的 如今终于有了一个 回报牛大壮的机会 陈默自然不会需要什么东西 见陈默表示自己不要东西 牛大壮暗自笑了笑 但他又是说道 你小子 跟牛大爷还这么客奸 何况 你想出的这个办法 确确实实地 为我们的人减少了伤亡 你这功劳这么大 不给你点东西 牛大爷心里过意不去 见牛大壮这么说 陈默不禁挠了挠头 不要东西还不行了 这算什么事 而牛大壮也不跟陈默废话 直接拍板定了下来 他决定奖励陈默500万的功勋点 这可不是牛大壮 在以权谋私 他和陈默的关系虽然好 但如今担任的 毕竟是一线官的最高长官 赏罚的分明 陈默想出了办法 减少了一线官作战人员的伤亡 那就是大功 奖赏 是必须要有的 这无关他和陈默之间私下的关系 并且这个奖赏 走的是官方渠道 其中代表的意义 可是完全不同的 在将这个决定通知了陈默后 牛大壮一个闪身就走了 也就在当天下午 陈默便收到了 功勋点到账的邮件通知 这刚一来就到手500万功勋点 让陈默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了 他不禁猜想 难道牛大爷也知道 自己现在正缺功勋点吗 牛大壮当然是不知道的 而且就算是知道 陈默要是没有之前的那份功劳 他也给不了陈默 哪怕一个功勋点 来到一县关 安逸的生活就将远离而去 三天一小战 五天一大战 陈默带领着乌子月三人 每天都活跃在战场之上 经过了两次大战的洗脸 处于临界点的夏瑶 终于成功迈入了五阶 这可把他给高兴坏了 不过夏瑶也明白 自己哪怕迈入了五阶 如今在整个团队中 仍旧是脱油瓶一般的存在 所以 他也是越发地努力了起来 夏瑶和赵松松两人相互鼓励 在经历了一次次战斗后 可谓是进展飞速 迈入六阶的乌子月 可谓是后机勃发 每次战斗之后 都会有所提升 至于陈默 则是在挂逼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当然 这是赵松松这个狗东西的说法 而他之所以这样说 则是因为陈默的进阶速度 简直快地吓人 四人来到一县关 才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陈默的实力 便直接提升了一个小阶 要知道 这可是七阶的一个小阶啊 他这样的提升速度 简直不要太离谱 不过对于陈默本人来说 若不是因为需要打磨自身 稳固境界的话 他实力提升的速度 还可以更快 但光快没用啊 境界虚浮 战斗力会跟不上的 否则凭陈默这一个月 斩杀域外强敌获得的收益 迈入七阶后期都足够了 正是因为陈默在不断压制自身的实力 这才使得 他仅仅只是迈入了七阶中期而已 而很快又是一个月过去 后机勃发的乌紫月 成功迈入了六阶中期 其真实战力 已经足以和七阶域外强敌 一较高低了 下摇也不负众望 将实力提升到了五阶中期 虽然在四人团队中还是吊车尾 但在同龄人中 他已经站在了靠前的位置 而下摇的飞速进展 给了赵松松很大的压力 如今队伍中的每个人 都有着明显的进步 而他却是在原地踏步 迟迟无法迈入六阶 于是 赵松松趁着休息的时候 不通知沉默他们 就跟着其他队伍去了战场 混战之中 这狗东西竟然打算 以五阶后期的实力 独自一人去迎战 六阶后期的强敌 经过一场生死血战后 他最终还是败下了阵来 若不是乌紫月 提前探知了赵松松的心思 沉默尾随在暗中压阵的话 这狗东西 怕是会死得扎都不上 也正是这场生死血战 让赵松松有了很大的收获 他竟是在重伤的情况下 一举成功迈入了六阶强者之列 事后 这狗东西 居然还装出一副 奄奄一息的可怜样子 让沉默帮他隐瞒这件事情 说是什么 不想让下摇担心 第142章 上当 我去你大爷的 这个时候 知道怕下摇担心了 你早干嘛去了 看着赵松松 一副惨兮兮的模样 沉默却是一点都不同情他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狗东西 居然都不知道跟他商量一下 一个人悄悄地 跟着其他队伍上战场就算了 居然还敢以五阶后期的实力 去迎战六阶后期的域外强敌 他的这种行为 和做死 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得亏吴紫月 提前探知到了这狗东西的心思 沉默这才在暗中一路跟随 不然的话 现在躺在沉默面前的 那就只能是赵松松的尸体了 到了那个时候 沉默该如何向他的家里人交代 又该如何向师父他老人家交代 这狗东西 做这件事情之前 显然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 现在好了 居然还敢舔着脸 让沉默帮他隐瞒这件事情 我隐瞒你大眼 看沉默黑着一张脸 赵松松就知道 他是真的动火了 这次的事情 他也知道 确实是自己做的不对 可若是不经历这样的生死血战 他赵松松想要迈入六阶的话 至少还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并且 这还都不一定能够成功 可到了那个时候 他和沉默之间的差距 将会更大 其实赵松松并不是 要和沉默比什么 这个心思他早就没了 只是他认为 自己作为沉默的好兄弟 铁哥们 不说一定要能够帮得上他的忙 但也不至于拖他的后腿啊 但如今的沉默 已经是七阶中期的宗师级强者了 其真实的战斗力 更是已经不弱于八阶大宗师 一般的八阶域外强敌在他面前 那就跟街边的大白菜一样 随意拿捏 而他赵松松呢 本身资质并不算差 甚至算得上不错的 并且和沉默 还都是同一个师父教导 结果呢 他到现在都还只是 五阶后期的实力而已 这样的实力 在大多数同龄人中 绝对算得上是拔尖的存在了 可是在战场之上 和沉默身处 同一个团队之中 五阶后期的实力 却是跟脱油瓶一样的存在 虽然沉默从没说过什么 可赵松松心里倍感煎熬啊 他不想做脱油瓶 更是不想被沉默甩得太远 他也知道 这件事情 若是和沉默商量的话 聪明的他 一定能够给 自己想出一个很不错的办法来 但是 赵松松也有着自己的骄傲啊 他不想什么都靠沉默 若是什么都要靠沉默的话 那他跟一个累赘 有什么区别 正是因为如此 赵松松才行了这么一招险棄 而在和六阶后期的 域外强敌交战的过程中 他真的都快认为自己 肯定死定了 结果没想到 沉默却是关键时刻 现身了 那一刻 赵松松真的想哭 他努力的不想成为沉默的累赘 结果却是 又一次需要沉默来 给他擦屁股 他更是知道 沉默动火 完全是因为担心自己的缘故 所以 赵松松也不辩解什么了 只是看着脸黑的沉默 语气艰难地说道 老莫 我错了 我不该瞒着你们的 听到赵松松的话 沉默神情淡漠地冷哼了一声 只见他环视一周 整个人气势瞬间爆开 强大的震慑力 直接让周围窥视着赵松松的 域外侵略者 全都逃命去了 若不是因为担心 赵松松这狗东西 真的隔屁了的话 沉默肯定是不会放过 这些域外侵略者的 现在周遭环境稍微安全了一些 他这才蹲下来身来 开始给赵松松治疗 龙玉的目鼠性之力 汇聚成源流 不断地涌入赵松松的身体 原本显得奄奄一息的赵松松 情况也是好转了不少 加之他在经历了生死血战之后 顺利地迈入了六阶觉醒者之列 这也就使得他恢复的速度 会快上不少 总的来说 赵松松此次收获巨大 毕竟六阶觉醒者 已经是位于强者之列中了 情况好转些了的赵松松 也顺甘往上爬 要求陈墨一定不要 将这件事情告诉下摇 不然的话 下摇肯定会担心的 而且更不会轻易地饶过他 陈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 最终也是答应了下来 这件事情赵松松做得很不对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索性最坏的结果并未出现 现在将事情告诉下摇的话 确实是只会徒增他的担忧 所以最好的处理结果 就是帮着赵松松 将这件事情瞒下来 不过 陈墨虽然答应 帮赵松松瞒下这件事情 但并不代表 他这一次会轻易地饶过赵松松 不然这狗东西不长记性 以后又搞出这样的一处事情来 万一到时候 没人就得了他 这狗东西 可就真的割屁了 因此 陈墨也直接对赵松松说道 帮你瞒下这件事情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老墨 你真不会是我的好兄弟 什么条件 你尽管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事情 一定答应 陈墨阴沉着说道 你肯定能做到的 看着陈墨的神情 赵松松顿时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不过 只要陈墨能够帮他瞒下这件事情 不管什么事情 他都认了 见赵松松答应了下来 陈墨继续给赵松松聊着伤 等他恢复了有个两三分 可以行动后 这才停了下来 随即 陈墨便带着赵松松往一线关赶去 在快要进入一线关的时候 陈墨突然开口 对赵松松说道 有件事情 我可得跟你说好 我是答应了帮你瞒下这事情 但乌紫月会不会将这件事情告诉下摇 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若是下摇从他那里得知了这件事情 可跟我没关系 而你答应我的事情 也得照办才行 不然的话 你懂的 听着陈墨略带威胁意味的话 赵松松的一双眼睛瞪得贼大 他顿时有一种上了大当的感觉 凭陈墨和乌紫月的关系 他若是想让乌紫月替自己瞒下这件事情 那么乌紫月肯定是会听完陈墨的理由 然后犹豫一下的 但陈墨现在直接表示 他不会去乌紫月那里给自己求情 结果就会很显然 乌紫月肯定是不会带一点点犹豫的 第143章 意外出现的险情 赵松松到底还是不笨的 很快就想明白了其中的道道 原来从始至终 陈墨都没打算轻饶了他 之所以答应帮他瞒下这件事情 也确实是真的 这份自信 赵松松还是有的 但关键的是 陈墨在这里给他挖了个坑啊 借着帮自己瞒下这件事情为由 让自己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 可陈墨答应帮他瞒 并不代表乌紫月会答应啊 所以 夏瑶最终肯定是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同时 由于陈墨在暗中一路跟随 那么自己的安全 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夏瑶也就不至于太过担忧了 但是 这并不代表着夏瑶会轻饶了自己 如此一来 算上答应陈墨的事情 自己这一次 就算是不死 也得脱层皮了 想到这里 赵松松就不想进一线关了 但陈墨却是牢牢地把持着他 让他根本动弹不得嘶吼 很快 两人便通过了身份和验 直接进入了一线关中 进了一线关 赵松松也不挣扎了 因为他知道 就算挣扎也没啥用了 紧接着 陈墨便带着赵松松 回到了自己小分队分配到的驻地 乌紫月和夏瑶 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 见陈墨平安带着赵松松归来 两人都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 当夏瑶看到赵松松那凄惨模样的时候 眼睛瞬间就红了 可是一想到乌紫月说过的话 夏瑶硬是没有哭出来 他先是向陈墨道了线 然后便将赵松松 扶进了房间中 陈墨和乌紫月 也是紧跟着走了进去 不多时 夏瑶提前预约的医护人员赶来了 他们在给赵松松做了一个检测之后 表示赵松松虽然伤势严重 但并未伤及根本 只需要好好地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听到这里 夏瑶彻底松了一口气 等到医护人员走后 陈墨也跟着走了 尽管赵松松再不断地挽留他 多待一会儿 可自己不走的话 夏瑶也不好出手啊 眼看着陈墨走了出去 乌紫月则是给了夏瑶一个眼神示意 夏瑶见状 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等到乌紫月也走出房间之后没多久 房间之中 便依稀地传来了赵松松的求饶声 眼看赵松松的求饶声越来越大 陈墨看向乌紫月说道 去走走 陈墨和乌紫月来到一线观城楼上 沿着城楼漫步多时 等两人回到住地的时候 赵松松的求饶声已经消停了下来 敲门得到回应后 陈墨走进了房间里面 此时的赵松松 正哭丧着一张脸 躺在床上 陈墨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却是怎么都没看出 夏瑶是怎么收拾他的 不然的话 赵松松叫得那么惨 不可能一点伤势都没有啊 难道夏瑶舍不得下手 这怎么行呢 哎 老松 怎么回事啊 夏瑶没收拾你 见陈墨这狗东西 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赵松松美好气地说道 你觉得呢 陈墨闻言又是将赵松松细细地打量了一番 他确实看出来 赵松松到底遭受了怎样的折磨 见陈墨好奇的景 赵松松美好气地将自己的袖子撩起 陈墨一看 不禁吓了一跳 我去 张松松的手臂上 竟然有着一拍拍的牙印 觉醒者的体质虽然强大 但痛觉依旧是存在的 何况夏瑶自己也是觉醒者 咬起人来那可是很疼的 难怪赵松松之前叫得那么凄惨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不过夏瑶的这种方式 显然是不会让赵松松长激性的 所以 陈墨拍了拍赵松松的肩膀 笑着对他说道 没忘了之前答应我的条件吧 赵松松文言 脸色顿时一垮 惨了 自己太得意了 不过 赵松松虽然知道自己 是被陈墨给坑了 但他还是认下了这件事情 陈墨见状 满意地点了点头 没忘就好 你不是喜欢越街对敌吗 我来满足你 你再恢复两天 咱们就上场来对练一下 啊 听到陈墨的话 赵松松整个人都傻了 他什么时候 喜欢越街对敌了 这绝对没有的事情啊 诽谤 我告你诽谤啊 何况 他现在虽然成功迈入了六阶 但陈墨那可是真实战力堪比八阶的七阶啊 尽管他嘴上说的是对练 可这狗东西 早就摆明了一副 要好好收拾一顿自己的样子 如此一来 他哪还敢上场啊 但一想到不上场的后果 赵松松顿时就粘了 看着粘了八阶的赵松松 陈墨再次说道 别说兄弟不照顾你啊 这里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要么跟我对练 要么跟吴子月对练 陈墨话刚说完 赵松松直接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老墨 我还是跟你对练吧 跟陈墨对练 顶多是被收拾一顿 可跟吴子月对练 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其中的差别 赵松松还是知道的 将这件事情通知了赵松松后 陈墨便走了 接下来的两天 赵松松也是逐渐恢复了过来 然后 就到了 他上场和陈墨对练的时候了 为了让赵松松真正长记性 陈墨给他好好地上了一课 当然 陈墨并不只是为了收拾赵松松 同时也在纠正梳理他的问题 总之 赵松松是痛病快乐着的 在收拾完赵松松后 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而赵松松 也因为迈入了六阶强者之列 顺利拿到了大队长直线 这狗东西 又是飘了起来 不过陈墨显然已经习惯了 自然是见惯不怪的 之后的日子 依旧像往常一样 三天一小战 五天一大战 陈墨四人 始终是活跃在战场之上的 在这个期间 陈墨可谓是斩获颇风 不过他也因为没办法 再继续压制自身的实力 从而一举迈入七阶后期 在之后 他们这支小分队 接到了一个任务 一线关西北方向的K地区 有一支执行战略勘察的队伍 被困在了那里 陈墨他们将和另外的 14支小分队 共同前往该地区捞人 本来这是一个 很常见的救援任务 陈墨他们来到一线关之后 就曾接过两三次这样的任务 并且每一次都顺利完成了 但是这一次 却是出现了意外 在沉没他们这15支小分队 摸牌进入K地区之后 他们也是一路有惊无险 顺利地找到了 那支被困的队伍 可就在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 险轻突胜 前来围堵他们的一支 域外侵略者大队 队伍中竟然有一个 九阶王级的强大存在 第144章 圈套 这个九阶域外强敌的突兀出现 直接打了所有人 一个措手不及 人类和域外侵略者 已经对峙了这么多年 对他们的族群习性和组成 侵略者中的上位者 是最为讲究排场的 尤其九阶 已算得上是 域外侵略者中的王者 这样的存在 那都是有着自己的领地 和族群队伍的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九阶王级的域外强敌 是绝不会混迹在 这样区区一支大队中的 因为这不符合 王者的身份和地位 但是现在 这种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却是被沉没他们给碰上了 并且更为要命的事情是 此次的救援任务 等级并不高 所以 揭取到这个任务的15支救援队中 实力最强者也才8阶而已 而且仅仅只有两位 但本来这样的人员配置 执行这样的救援任务 规格是 已经足够了的 可是世事无常 谁又能想到 他们这些人 居然走了这么个大运 在碰到的这支域外侵略者大军中 居然混迹有一个 九阶王级的强大存在 不过在场的众人 到底都是 经历过大风浪的 虽然对于这个 九阶王者的出现很意外 但众人却并未慌乱到乱了阵脚 众人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用特殊手段 向一线官求援 紧接着 实力最强的两位八阶大宗师 当即便站了出来 现在唯有他们两个人联手 或许才能够短暂抵挡住 九阶域外强敌的攻势 至于剩下的其他人 则需要联手阻拦 那支域外侵略者大队的进攻 现场的局势 可谓是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 不过 只要沉默他们能够 坚持到一线官的强者来源 这次的危机就将迎刃而解 只是 他们现在所处的K地区 距离一线官有一定的距离 哪怕是九阶强者全速赶过来 也是需要将近十分钟的时间 至于圣尊牛大壮 显然是不会轻易动弹的 因为一旦他动了 域外侵略者中的尊者及强者 也会有所动作 所以对于沉默他们这些人来说 需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撑过这段时间 等到几方的九阶强者赶到 对于很多人来说 十分钟是非常短暂的 可对于现在的沉默等人来说 却是显得无比的漫长 但想要撑过去 难度何其之大 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九阶王级的域外强敌 两位八阶大宗师联手 虽然能够暂时抵御住他的进攻 但沉默能够看得出来 两位大宗师抵御得很是勉强 又或者说 是这个九阶王级 根本还没有使出权力 就像是在戏耍两位大宗师一样 除此之外 K地区处于双方的交战区域 但平日游荡在这个区域的 多是域外侵略者的队伍为主 这里爆发战斗产生的动静 必然会吸引来更多的 域外侵略者队伍 届时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下 沉默他们想要活着突围出去 那可就难了 但哪怕是 现在想要突围出去 难度也是极大 这些低阶的域外侵略者 似乎是受到了 那个九阶王级的指示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拦下沉默他们 因此 哪怕以沉默那强悍的战斗力 这些低阶巨兽就跟完全不要命了一样 源源不断地朝着他涌来 这个时候 沉默也是敏锐地 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 那个九阶王级的域外强敌 完全可以直接解决 两位人类的八阶大宗师 但是他偏偏就不 同时 他还下令让这些巨兽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拦下沉默他们 那么 他这么做 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仅仅只是 为了戏耍沉默他们这些人 当然 并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 是他摸清了一线关中的救援制度 由于一线关处于戒闭通道之中 常规的无线通讯手段是无效的 所以当一些队伍和个人遇险 需要求援的时候 只用动用特殊手段 发出求援信号 这个求援信号 所能传递的信息极为有限 因此 为了不耽误救援 所以一线关中 制定有一套极为完善的救援制度 这套制度 称之为二级救援制度 简单来说 当任何一支队伍或是个人遇险 通过特殊手段发出求援信息之后 一线关中的值班人员 便会迅速调遣一支 或是数支队伍前往救援 救援对人员实力配置 和求援人员执行的任务等级 以及所处的地区 而有所不同 但为了安全起见 一般都是高规格配置 这便是第一级的救援响应 可若是这些调遣出去的救援队 也发来了求援信号 那么第二级的救援响应 便会直接启动 这个时候将会直接出动一位 甚至是多位九阶强者 前往该地区进行救援 所以结合现场的情况 沉默有了一种猜测 这次的救援任务 或许从头到尾 都是域外侵略者们 不下的一个圈套 以一直执行战略勘察的队伍 做诱饵 引诱其他的队伍前来救援 最终 直至引来人类的九阶强者 以前域外侵略者对付人类 都是直接采用强攻的手段 但是在人类手里 吃了数次大亏之后 他们似乎学聪明了 现在居然知道用计策了 这虽然听起来有一些离谱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其实只需要细细一想 还真有这种可能 最重要的证据 就是沉默他们碰到的 这个九阶王级的域外强敌 他居然会尾声混迹 在一只底层的域外侵略者 大对之中 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句话 套用在这里 是非常适合的 这些原本只知道杀戮 和吞噬的域外侵略者们 也开始学会用计策来对付人类了 这对于人类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 一想到这里 沉默对未来就很是担忧 而更让他担忧的 则是当前的情况 沉默只希望 赶来救援的九阶强者 能够多来几位 不然的话 那可就糟了 无数事实都在证明 人越是怕什么 往往就越是会发生什么 在度过了极为煎熬的九分多钟后 两位人类的九阶强者 从一线观方向赶来 沉默他们这些人 都已经能够远远地 看到他们的身影了 这对于那两位 艰难抵御九阶王级强敌的 八阶大宗师 以及现场的不少人来说 都是一个极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他们的救援 终于赶来了 只是 相较于兴奋的众人 此时的沉默 却并不怎么乐观 第145章 混沌之力的爆发 沉默之所以不乐观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要知道 此时人类九阶强者已经赶来 因为处于K地区的原因 所以一次就来了两位 按道理来说 域外侵略者一方 只有一个九阶王级 他这个时候不赶紧跑路 难道是打算留下来 一打二不成 这不是找死吗 但他偏偏就是不跑 甚至还有心思 在那里细刷两位人类大宗师 除此之外 在两位九阶强者 从一线观赶来的期间 这中间 可是有着差不多将近十分钟的时间 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 沉默他们 在这里爆发战斗产生的巨大动静 竟是没有引来一个 实力达到了八阶的强敌 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如果在此之前 沉默还只是猜测的话 那么此刻 他就确认无疑了 这次的救援任务 完全就是一个 针对人类九阶强者 所布下的圈套 而他们这十六支队伍的成员 那就是诱饵 虽然被当作诱饵 让沉默很不爽 但对于他来说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给到来的两位 九阶强者示警 于是 沉默直接抽身后撤 而吴紫月则是很默契地 顶在了他的位置上 紧接着 沉默直接隔空喊道 小心 有诈 从一线观赶来的两位九阶强者 自然是听到了沉默的喊话 由于救援地点 位于危险重重的K地区 他们本来就很是警惕的 现在有了沉默的示警 两人就更是小心了起来 而正是因为沉默的突然示警 那个一直在细耍两个大宗师的 九阶王级顿时脸色一变 只听他恼羞成怒地咆哮了一声 沉默可早就在防着他了 五行归一之力凝聚 一道晴天冲击波 直接打向了他 沉默不求能够伤到他 只希望能够影响一下他 从而给两个八阶大宗师 创造一点逃生的机会 而这个两个大宗师 在听到沉默示警的时候 已是准备撤离的 但九阶王级的域外强敌 也在第一时间发难了 不过由于沉默的打扰 使得他受到了一点影响 但即便如此 两个苦苦支撑多时的大宗师 也是直接被他打成重伤 落到了地上 也就在同一时间 早已埋伏在暗中的 三个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直接现身 由于沉默的事情 他们想要从暗中发起偷袭 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只不过这样一来 现场的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就足足有四位之多了 而沉默他们这边 却是只有两位九阶强者 就这 沉默就已经觉得 很是幸运的了 二打四 或许还能有点机会 若是只来了一位九阶强者 届时便是一打四 那才真叫人绝望 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局势依旧危急啊 虽然两位九阶强者 在接收到沉默示警的时候 就已经使用了特殊联络手段 但他们 可是需要二打四啊 更为关键的是 在那三个埋伏在暗中的 九阶王级现身之后 现场域外侵略者大军数量 直接陡增了数倍之多 之前一直不曾现身的八阶强敌 此刻更是纷纷现身 而沉默他们这边 经过之前的苦战 不少人的灵器储备 都是消耗巨大 难以迅速地补充回来 两位重伤的八阶大宗师 此时更是发挥不出 丝毫的战斗力 如此种种 可见形势之危急 但为了能够活着 回到一线关 形势再是危急 他们也必须和敌人战斗到底 战斗 没有丝毫意外就爆发了 虽然恼怒于沉默 这个小杂鱼 坏了自己的事情 但那个九阶王级强敌 到底还是将目标 放在了到来的人类 九阶强者身上 只要将这两个人类的九阶成功斩杀 那么就不枉费他费了 诸多功夫布下的这个圈套 至于那个坏了自己事情的小杂鱼 等到事后 他将要起碎尸万段 随即 四个九阶王级强敌 直接对两个人类的九阶强者 发起零力攻势 下级战场 八阶域外强敌 更是开始肆虐了起来 由于队伍中不少人都还只是五六阶 甚至是四阶的存在 面对八阶强敌 他们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唯有少数的七阶强者 才能够勉强抵御一番 但几方人数本来就不占优势 这个时候 还需要越阶对敌 也就使得十六支队伍的情况 越发危急 这个时候 陈默自然是不会保持陈默的 他直接站了出来 面对八阶强敌 他再次展现出了自己的强悍之处 在五行归翼之力 以及五行元素战体的双重加持之下 陈默所爆发出的战斗力 简直强得惊人 一般的八阶域外强敌 在他手底下 根本没有逃生的余地 加之斩杀八阶强敌后 获得的收益 使得陈默更是越战越凶猛 此刻的他 犹如一头绝世凶兽一般 任何挡在他面前的敌人 全都将被他撕碎 但陈默一个人再猛 他也无法顾及到现场的所有人 伤亡 终究是无可避免地出现了 看着一个又一个 同行出任务的队友倒下 此刻的陈默 却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救下他们 虽然在历次的大战中 陈默已经经历过不少这样的场面 但不知为何 今天这一次 对他造成的触动最大 啊 眼看着又是一个队友倒下 更多的人开始负伤 陈默的口中 爆发出了一声幕后 情绪的剧烈躁动 使得他体内的五行皈依之力 变得异常狂暴了起来 那颗很少被陈默使用的异牙 竟是主动开始汲取 这股狂暴的力量 于是 混沌之力 开始全面取代五行皈依之力 这股崭新的力量 也是第一次向世人展现出了他的强大 蹦 在陈默体内的力量 全部转换完成的瞬间 以他身体为中心 一股狂暴 而又恐怖的威压 瞬间释放开来 无论是人类 还是域外侵略者 全都是产生了一种 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 等级太低的一些域外巨兽 甚至是恐惧到 身体直接炸裂了开来 下一刻 陈默直接横扫而出 域外侵略者大军中的 诸多八阶精英领主 成为了首批体验 混沌之力恐怖之处的幸运 第146章 心灵冲击 混沌之力的恐怖之处 就在于他的无物不容 只要是被他沾染上 无论是探机生命体 还是各种属性的力量 都会被直接消融掉 加之他本身 还能够给予陈默超高力量的增幅 两者相加之下 陈默所拥有的力量强大的极致 仅凭眼前的这些八阶精英大领主 他们根本拦不住此时的陈默 不过 混沌之力虽然恐怖 但也并非是没有缺点的 由于他是生命重上蒙发的一牙 所赋予陈默的一种力量 这也就使得 发动他所需要的力量之源 和常规的那些属性之力 有所区别 一般的常规属性之力 只需要灵气即可催动 但混沌之力 却是需要真正的五行归一之力来驱动 并且所需的量 大的惊人 而五行归一之力 则是需要催动五行属性之力的五牙 如此一来 哪怕是以陈默在战场之上 所具备的超强续航能力 若是长时间使用混沌之力的话 也是会有些吃不消的 所以 在感受到混沌之力的巨大消耗之后 陈默就明白了一件事情 他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趁着自身的力量 还较为充裕之前 尽快破局 等待一线官救援什么的 大概是来不及了 但只是斩杀这些八阶精英大领主 显然是 无法完成破局的 现在唯一能够达成破局的条件 就是影响上级战场的走向 但那可是九阶强者之间的战斗啊 别看陈默的师父云阳子 可以随意吊打一般的九阶觉醒者 但是九阶觉醒者的强大 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否则他们的整体数量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少了 并且如今的陈默 还只是七阶后七的实力 这可是足足有两个大阶的察觉 他想要掺和进去 并达成破局的条件 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 但这个时候 必须要有人站出来 去做这件事情 否则 今天在场的很多人 可能都回不了一线官 这里面 也包括赵松松和夏瑶 而现在唯一有能力 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就只有陈默一个 因此他必须站出来 陈默也知道 完成这件事情的难度很大 不过他可不是去送死 要知道 陈默的体内 可是有师父云阳子 牛大爷 以及师祖二缺道人 留下的印记 在他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 能够打出他们各自的权力一击 除此之外 陈默身上 还穿有四舌宝衣 这个防御之物 安全问题 还是有些需保障的 可到底是去掺和 九阶强者的战斗 所以 危险性还是相当大的 不过在做好决定之后 陈默就不再犹豫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陈默一旦脱离了下级战场 没了他的撤肘 在场的其他人 就需要来面对 这些八阶精英大领主了 这个时候 和陈默配合默契的 乌紫月 再一次挺身而出 他让陈默放心地去 这里就交给他了 看着乌紫月 那坚毅的眼神 陈默没有太多婆妈 将身上的B级战斗服 脱下交给乌紫月后 他便迅速朝外突围而去 乌紫月接过陈默的 B级战斗服 直接套在了身上 紧接着 他眼神一变 整个人的气质 变得冷冽 而又极其危险了起来 下一刻 乌紫月直接欲空而去 面对数个朝他袭击而来的 八阶精英大领主 他竟是选择了无视 赵松松和下摇健壮 皆是肝胆剧烈 但被域外强敌缠住的两人 根本无力展开救援 其他的人 也都是分身乏术 但就在这个时候 只听乌紫月嘴中轻声难得道 心灵 冲击 一瞬间 一道无形冲击波 便以乌紫月为中心 朝着四周散移开来 在这道无形冲击波面前 强如八阶精英大领主 也根本无法抵御 他们就跟下饺子一样 一个个竟是直接掉落到了地上 同时 下级战场中 以16支队伍剩余的成员为中心 围绕在他们四周的敌人 开始不断地倒下 此刻的惊人场面 可谓是让人倍感震撼 而乌紫月强悍表现 达到了暂时清场的效果 让众人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另一边 正在从下级战场中突围的沉默 并未打算 直接参与进上级战场之中 沉默很清楚 自己的精良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来说 想和九阶王级硬碰硬 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他唯一能够破局的机会 就是利用混沌之力 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此时沉默一边突围 一边以灵气 激发四舍宝一 四舍宝一在被激活之后 便开始转变沉默的样貌和气息 沉默在趁机制造了一个大动静 引得现场沉土漫天 在沉土的掩护之下 他成功完成了 从人类到域外侵略者的转变 失去沉默这个目标的域外侵略者们 全都是一副疑惑的神情 而这个时候 沉默则是悄然混迹 进了域外侵略者的队伍之中 紧接着 他便开始实施起了自己的计划 沉默一边朝着上级战场所在的位置摸去 一边悄然酝酿着自己的最强一击 到达预定的位置 沉默随手劈死两头 前来催他返回战场的小领主后 便折服了起来 看着空中以二打四 落入下风的两位九阶强者 沉默却并未急着有动作 他的机会只有一次 所以必须把握住 时机才行 而与此同时 乌紫月虽然以心灵冲击 完成了暂时的清场 在一些大街精英大领主的催促之下 那些低阶的域外侵略者 也是再次围拢了上来 可此时 沉默还处于折服之中 并未归来 乌紫月再一次站了出来 但他使用心灵冲击 对自身的消耗是一方面 同时 还会伤及到他自身 因为这个时候的乌紫月 还并未达到 能够使用心灵冲击 这一堪称神级灵灯战技的条件 因此 强行使用心灵冲击的他 在对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 自身也在承受着 心灵冲击的反噬伤害 在使用完第一次心灵冲击之后 看起来没有丝毫异常的他 其实就已经是在强撑了 而现在情况危急 大量的敌人再次席卷而来 他必须要再使用一次心灵冲击才行 第147章 混沌 轮回 很显然 乌紫月不是不知道 连续强行使用心灵冲击 会给他带来怎样的伤害 但此刻的他 有着必须这么做的理由 这不单单是因为 他答应了沉默 更是因为 现场这些还在拼死血战的队友 因为心灵感应的原因 所以乌紫月能够探知到 在场所有人的此刻的心声 身处如此危惧之中 很多人都是心生绝望的 可尽管如此 为了能够活下去 他们每一个人 却都是没有放弃 那么 作为他们中的一员 乌紫月自然是要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域外侵略者 已经围拢了上来 他便毫不犹豫地 发动了第二次的心灵冲击 另一边 在乌紫月第二次发动心灵冲击的同时 折服起来的沉默 也是终于找到了出手的机会 由于四个九阶王级 担心一线关有更多的强者来源 所以 他们也是不断压迫着 那两位人类的九阶强者 正是在他们的不断压迫下 两位人类的九阶强者 处境越发危急 但正所谓 兔子急了 还要咬人呢 眼看救援迟迟未来 几方的处境更是岌岌可危 两个九阶强者 直接抱着必死的决心 打算拖对方的一个九阶王级下水 二拖翼虽然是吃亏的 可在这种情况之下 总比白死了要好 正是因为两位九阶强者 抱着这种必死的心态 直接让对方的四个九阶王级的配合 出现了问题 因为他们谁都不想成为 被拖下水的对象 面对两个人类九阶强者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 他们也是躲躲闪闪了起来 如此一来 沉默可就有机会了 他找准了时机 打算对实力最弱的 那一个九阶王级出手 紧接着 早已酝酿好 攻势的沉默 直接出手了 只见他单手一挥 心中默念叨 混沌 轮回 一瞬间 一道充满着恐怖气息的 黑色圆轮 在沉默身后浮现 同时 五道默黑的光束 顺着沉默手指的方向 积涉而去 这五道光束 速度简直快到了极点 不过九阶王级对危机的感知 也并不差 在沉默出手的同一时间 被他选定为目标的 这个九阶王级 身体下意识地 就展开了防御屏障 正常情况下 他展开的防御屏障 显然有用的 但可惜的是 他这一次碰到的是沉默 沉默发动的混沌 轮回 原本的名字叫做五行 轮回 它是五行归异诀中 记载的一种 神级灵能战技 正所谓 五行圆轮一出 众生接入轮回 这个灵能战技的威力之强大 强如神之一技 在沉默成为五行归异诀的 当代道统传人之后 得到五行归异诀总纲的他 便钻研了其中记载的 大量灵能战技 虽然这些灵能战技之中 有不少在沉默看来 已经过时了 不过这里面 也有类似五行 轮回这种 被历代道统传人 不断改进完善的 强大灵能战技 而身具五种五行属性之力的沉默 修炼五行 轮回显然最为契合 因此 沉默便选定了五行 轮回 作为自己主修的 压箱底灵能战技之一 不过 沉默虽然成功将五行 轮回给掌握了 但几乎就没在战场之上 使用过它 为什么呢 一句话 杀鸡焉用牛刀 因为仅凭五行归异之力 以及五行元素战体的加持 沉默就已经能够做到 同阶无敌 甚至越一个大阶杀敌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自然是懒得去动用五行 轮回这个灵能战技了 而现在 沉默要出手的对象 乃是九阶王级的域外强敌 并且出手的机会只有一次 这个时候 自然就到了压箱底的五行 轮回出场的时机了 同时 沉默充分考虑到了 九阶王级的强大 临时发挥性的决定 试一试 能否将五行属性之力 换成轮回之力 结果他这一事 发现还真就可行 于是乎 五行 轮回就被沉默替换为了混沌 轮回 而混沌之力的恐怖 那些死去的八阶精英大领主 显然早有体会 不过沉默出手的这个九阶王级 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否则他要做的 就不是展开防御屏障 而是赶紧跑路了 只是当这个九阶王级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五道墨黑光束 直接侵蚀透过他展开的防御屏障后 其中三道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身上 好 那一刻 这个被打中的九阶王级 顿时爆发出了一阵惊人的狂躁叫声 因为凭他的实力 竟是无法压制 刚刚被三道黑色光束打中后 造成的伤势 更为要命的是 伤口处附着的这股难缠的力量 还在不断地侵蚀着他的身体和力量 趁他病 要他命 人类的两个九阶强者 直接果断出击 蹦 一到今天巨响过后 这个九阶王级 竟是丧命当场 这一巨变 显然超出了另外三个九阶王级的意料之外 沉默要的破局效果 显然已经达成 下级战场之中 因为九阶王级的陨落 域外侵略者大军顿时乱作一团 仍在强撑的吴紫月 和众人开始朝着一线关的方向开始突围 而沉默这边 则是迎来对方的报复性打击 之前戏耍两位八阶大宗师的九阶王级 直接对他出手了 尽管两个人类的九阶强者 想要出手阻拦 但却是被另外的两个九阶王级给拦下了 眼看根本来不及逃亡 沉默暴喝一声 混沌 轮回再次发动 这一次 他可以说是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啊 在沉默的暴喝声中 他身后的混沌圆轮开始飞速旋转 沉默体内储备的所有灵器 此刻全部被转换为了五行归异之力 这些五行归异之力 又被转化为了混沌之力 混沌圆轮吸取着所有的混沌之力 然后激射出一道硕大的黑色光柱 那直袭沉默而来的九阶王级见状 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最强手段 一道巨大的幽绿色光柱 斩击而出 下一刻 黑色光柱与幽绿色光柱相碰撞 让现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那幽绿色光柱 竟是被黑色光柱从一分两断 紧接着 黑色光柱直接命中那九阶王级 而被一分两断的幽绿色光柱的其中一部分 也是直袭沉默而来 第148章 激活的守护印记 沉默刚才使用混沌 轮回的时候 不但体内的灵气几乎被抽之一空 原本还算充沛的体力 也是跟着被榨干的差不多了 此刻 他整个人正处于一种浑身脱力的状态之中 看着那半截 直袭自己而来的幽绿色光柱 最好的应对方案 自然是进行闪避 可那道幽绿色光柱 虽然只有原本的一半不到 但其所造成的伤害范围 仍旧是非常大的 以沉默现在的状态来说 想要离开这个 伤害范围显然是做不到的 因此 有给沉默的办法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选择硬扛 只见沉默用尽全身的力量 将体内紧剩的一丝丝灵气 全部抽取 注入了四蛇宝衣之中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希望四蛇宝衣的防护效果 能够更给力一点 不然的话 那他可就完蛋了 下一刻 那小半截幽绿色光柱来写 蹦 漫天弥漫的尘土中 沉默的身影 直接被遮盖了进去 同一时间 混沌圆轮击射出的硕大黑色光柱 也是准确命中了 那个九阶王级的身体 这个九阶王级的脸上 原本挂满了不屑的神情 因为在沉默出手的时候 他就已经感知到了 沉默的实力水平 区区一个七阶大领主实力的蝼蚁 居然妄想以同样的手段 伤害到皇族出身的他 在黑色光柱袭来的那一刻 这个九阶王级 只是伸出了一只手来格挡 他对自身的力量 充满了无比的自信 然而现在 这个九阶王级的脸上 却是已经变为了一副 不可思议的震惊神情 因为他那远超一般 九阶王级的强悍体魄 竟是被黑色光柱 直接贯穿出了一个大洞 高贵如他 竟是被一个 根本不入眼的蝼蚁给伤到了 这简直是他的奇耻大乳 好 在感知到地面上 沉默仍旧存在 生命波动的时候 这个九阶王级 根本不去管自己身体上 无法恢复的伤势 他直接俯冲而下 是要洗刷自己的耻辱 此时 靠着四蛇宝一的 强大防护效果 沉默到底还是撑了下来 不过爆炸所产生的震动 还是让他受了极重的伤势 体内的五脏六腑 几乎全都移位了 躺在爆炸所产生的 大坑中的他 只觉得呼吸都有些艰难 这也是沉默 自成为觉醒者以来 第一次承受 如此之重的伤势 不过他并不后悔 因为他 已经达成了破局的条件 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摆在沉默的面前 他虽然完成了破局 使得己方的危机局势 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但是他自己 却是因此陷入了 更大的危机之中 沉默能够感受得到 那正俯冲而下 直习他而来的 九阶王级的强大气息 虽然在他的感知中 对方的气息有些紊乱 可也很显然 混沌 轮回并未给对方 造成致命伤害 对于这一点 沉默也是颇为无奈 主要是他和九阶王级的实力 相差得太过悬殊了 此刻 直面生死危机的沉默 不打算放弃 他艰难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能够站起身来 幸运的是 他做到的 而此时沉默的体内 灵气也是在一丝一毫地恢复着 尽管量很小 但总比没有的好 与此同时 本想直接格杀沉默的九阶王级 在看到造成如此之重的伤势后 沉默居然还能够顽强地站起来 于是 他改变了原本的主意 静止落到地面上的他 将沉默上下打量了一番 此时 四舍宝一的伪装效果 早已失效 沉默的气息和样貌 已经恢复成了他原本的样子 看着沉默稚嫩的面孔 以及伤痕累累的身体 这个九阶王级嘴中难的一声后 竟是说出了人类的语言 人类 你的坚强行为赢得了我的尊重 只要你愿意向我臣服 我便可饶了你 沉默在战场之上 也算是纵横多年的老将了 可他从未听说过 域外侵略者们 能够说人类的语言 并且据师父所说 哪怕是域外尊者也是这样 他们的语言 人类根本没办法和他们进行交流 但现在 沉默居然听到一个 九阶王级的域外强敌 如此流利地说出了龙国的语言 这着实是有些离谱呀 见沉默没有动静 这个九阶王级也不见有动静 只是静静地盯着沉默 在他看来 眼前这个人类 根本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而沉默 当然不可能向一个 域外侵略者臣服 开玩笑 你来侵略我的家园 居然还打算用我的命来 逼我向你臣服 去你压的吧 真当老子拿捏不了你了是吧 沉默直接抬起还能够动弹的右手 朝着这个九阶王级 竖起了一根中指 这个九阶王级 能够学会人类的语言 自然是知道竖中指的意思 见沉默如此不识抬举 他也是怒了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直接出手了 他探出的一只利爪 直吸沉默的心口而来 见这个九阶王级出手 沉默呲牙一笑 你个傻逼 上当了吧 当这个九阶王级的利爪 刺破没有激活的四蛇宝衣 以及他血肉的一瞬间 云阳子曾留在沉默体内的印记 直接被激活 下一刻 九阶巅峰级别强者的权力一击 直接爆发而出 感受到这股强大的力量 此时这个皇族出身的九阶王级 也是面色一沉 该死 想不到眼前这个蝼蚁的体内 居然会有半不尊者级别的强者 留下的守护印记 而他的力量 显然无法抗衡一个半不尊者级别的 强者的权力一击 加之他和沉默离得很近 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 一瞬间 云阳子留下的守护印记 直接横扫而出 这个被直接命中的九阶王级 口中也是发出了一道痛苦的吼叫声 看着这一幕 沉默笑得极为放肆 还是自己运气好呀 有师傅留下的守护印记 不然自己的小命 今天肯定是要交代在这里了 不过沉默 还没开心一两秒 整个人就傻眼了 对面这个九阶王级 虽然被自家师傅的守护印记 打成了死狗一般的几惨模样 但这竟是直接导致 对方体内曾有更强者 留下的守护印记 也被激活了 第149章 守护印记 我还有 我尼玛 此刻的沉默 有了一种见鬼的感觉 感受到在对方体内 酝酿出的强大力量波动 他是真的有些慌神 因为这股力量 一旦袭来 沉默肯定是承受不住的 届时 自己的小命铁定就交代在这里了 干 这怎么能行呢 沉默那灵光的脑子 飞速运转 紧接着一个很妙的主意 就被他想了出来 要知道 在沉默的体内 可不仅仅有云阳子 留下的守护印记 当时二驱道人和牛大壮 都是留下过一道 所以 拼强者的守护印记 沉默还真不怕对方 不过他不能等对方的攻击到来后 让守护印记被动激活 因为等到那个时候 沉默可承受不了两股强大力量碰撞 产生的恐怖伤害 因此 沉默想出的办法 就是自己主动激活 方法非常简单 只剑迅速抬起右手来 用手指朝着之前 那被九阶王级 在自己心口位置 弄出的伤口上 狠狠一叉 啊 死 剧烈的疼痛赶袭来 让沉默 差点当场晕死过去 好在他还是撑住了 而他主动制造的 生命威胁面前 牛大壮给他的守护印记 直接被激活了 梦 一声响彻天际的 牛叫声响起 紧接着 一道金牛身影 从沉默体内窜出 牛大壮 给沉默留下的这道守护印记 明显比自家师傅 留下的更为高级一些 他居然带有一丝自我意识 他先是杜出一些灵气 给重伤的沉默后 这才直接 朝着那九阶王级体内 击射出的守护印记杀去 对方的这道印记 显然只有和自己师傅 一样的程度 面对牛大壮 这道真正的尊者及强者 留下的守护印记 他的这道印记 都还没能爆发出 该有的威力来 就被牛大壮的印记 直接撕裂了开来 看到这一幕 沉默再次呲牙一笑 你妈 这下子该老实了吧 紧接着 牛大壮的印记 直接扑向了那个 已是死狗一般的九阶王级 显然他认为 对方还能够对沉默 造成威胁 蹦 场中再次响起一道 惊天爆炸声 只是沉默欲想的场面 并未出现 牛大壮的守护印记 虽然再次给那个 九阶王级 造成了致命伤害 但在那关键时刻 对方的体内 竟是再次击射 出了一道守护印记 并且 这道印记的强度 已经达到了尊者级别 看到这一幕 沉默忍不住 抱了一个粗口 这特么没完没了了是吧 眼看着牛大壮的印记 被对方的印记 消磨得越发暗淡了 沉默果断 朝着自己的心口 再次狠狠来了一下 卧槽 痛死我了 在沉默那充满了 痛苦的吼叫声中 二缺道人的声音 紧接着便响了起来 谁人敢欺负我徒孙 二缺道人留下的守护印记 依然很高级 他在被激活出来之后 在对全场的局势 做了判断之后 直接朝着地方的 那道守护印记出手了 双方都是尊者级别的强者 留下的印记 又是二打一 很快 对方的那道印记 便被彻底消磨掉了 不过此时 牛大爷的印记 也是暗淡到了极点 只见他直接溃开来 化成一道道光点后 便汇入了沉默的体内 一瞬间 沉默整个人 就精神了不少 而此时 二缺道人的印记 仍旧还在 正当他准备 对那跟死狗一般的 九阶王级出手的时候 沉默飞速赶到 制止了他 于是 二缺道人的印记 便投入了上级战场之中 尽管此时双方 都因为尊者级印记的出现 而停手 二缺道人一出手 那留下来看热闹的两个九阶王级 直接被打爆 随即 二缺道人的守护印记 也是溃散了开来 化作光点 汇入了沉默的体内 看到这一幕 沉默觉得很是可惜 不过 得到了极大补充的他 状态也是 恢复了更多 而且 好在这一战 他并不是没有收获 看着眼前这个 跟死狗一般的九阶王级 沉默笑了笑 虽然整个过程 实在是波折了一些 但最终的赢家 终归是他 沉默直接出手 结果了这个九阶王级 这一次 对方再也没有 强者的守护印记 被激活了 亲手击杀对方之后 沉默获得了 极为庞大的收益 紧接着 他便朝着 乌紫月他们那里赶去 此时 强行使用了两次 心灵冲击的乌紫月 完全是靠着自身的 顽强意志力再强撑 可是当他看到沉默归来的时候 就再也撑不住了 乌紫月的倒下 让跟在他身旁的下摇 顿时一惊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沉默则已经闪身到来 他稳稳地 将倒下的乌紫月 给接住了 于是 沉默搂着乌紫月 带领着剩下的队友 快速前进着 不多时 那两个九阶强者 也是赶来 与他们会合了 两人看到沉默后 神情极为复杂 他们非常清楚 自己现在 能够活着站在这里 完全是因为 沉默的原因 这个实力 只有七阶后期的年轻人 在之前的上级战场中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在他的帮助下 两人才成功斩杀了 敌方四个九阶王级中 最弱的那一个 虽然那是最弱的 可那毕竟是 真正的九阶王级啊 沉默仅靠自身的力量 居然能够伤到对方 这意味着什么 两个九阶强者 实在是太清楚了 更为重要的是 沉默身后 还有三个强者站台 光是云阳子一个人 就不是他们二人 能够对付得了的 何况 还有丑牛尊者 和二缺道人 总之 在两个九阶强者看来 沉默无论是成长潜力 还是后台 那都是强的一批 这样的年轻人 那不得赶紧交好了 于是 两个九阶强者的态度 放得那叫一个低 人家态度主动放低 沉默绝不会端着 毕竟人家 也是九阶强者 更是为龙国出了力的 所以 该有的敬意 自然不能少 沉默的态度 让两个九阶强者 很是受用 自然而然 他们对沉默的好感 也就更多了 而在双方会合后 新赶来的救援强者 也是姗姗来迟 紧接着 牛大壮 亲自赶到了现场 狱外侵略者 一方的一位尊者及强者 也同时出动了 当然 他本不是 为牛大壮而来 而是为被沉默 亲手击杀的那个 九阶王级而来 第150章 尊者之战 可能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一个原本很是 普通的救援任务 事态竟会一步步的恶化 最终演变 为了两个尊者及强者之间 展开的对峙 只见牛大壮 和那赶来的 狱外尊者隔空相望 大有一言不合 就开打之势 现场的局势 可谓是肃杀到了极点 但双方都是没有率先 对对方出手 似乎都在忌惮着什么 不过这个时候 陈默可没有心思 停在这里 观看事态的后续发展 抱着吴紫月的他 连忙招呼着众人 赶紧趁还没打起来的手跑路 不然 真要是等两个尊者及强者 打起来了的话 光是双方战斗 所造成的余波 就远不是他们这些小虾米 可以承受得起的 而就在陈默他们跑路的同时 狱外侵略者 一方再次赶来了一位尊者 两个狱外尊者 相互对视了一眼 就在下一刻 他们以迅猛之势 直接对牛大壮 发起了围攻 尊者急大战 顷刻间便爆发了开来 听到身后传来的巨大动静 陈默很是担心 牛大壮的安危 只是这个时候 他根本不敢回头 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显然还不够安全 他们这一行人现在 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有多远 便赶紧跑多远 不要让牛大壮在战斗中分心 那就是在帮他的忙了 牛大壮 也无愧十二圣尊的大名 在这种 以一敌二的情况下 他竟是没有落入 丝毫的下风 他那一双 锐利无比的牛角 让与之交战的两位 与外尊者 颇为忌惮 他们其实本不想 和牛大壮开战的 因为 哪怕是尊者强者 也是会有陨落的危机的 尤其是蓝星上的这些族群 更是一块 极为难啃的硬骨头 他们自开辟这片戒壁战场以来 已经有太多的尊者 折损在这里了 因此在没有绝对的把握 攻陷蓝星之前 每一个尊者的心里 其实都是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不到必要的时刻 他们绝不轻易地 开启尊者之战 这也是为什么近段时间来 虽然依旧是大战 小战步不断 可尊者之战 却是第一次发生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这两个域外尊者 已经到了不开启尊者之战 不行的地步了 在他们这个构成极为复杂的 征战大族群中 有着一套 极为严苛的血脉等阶划分 其中血脉等阶最为尊贵的 那一只族群 被称之为皇族 皇族乃是这片宇宙的蠢 他们一出生 便拥有着极高的起点 正是这只皇族的带领之下 他们这个征战大族群 才能在宇宙间如此横行 不过皇族 也因为血脉等阶太高的缘故 导致血脉传承极难 因此 皇族的族群数量 一直都少得可怜 而如今 一位纯正皇族血统 出身的九阶王者 竟是死在了 这两个尊者负责的 这片战场之上 如果他们不好好 表现一下的话 只怕是 没那么容易浑过去 尽管这件事情 其实和他们 并无太大的关系 那死去的皇族 九阶王者 自来到这片战场之后 就没听过他们的安排 如今 他自己实力不够 死在了 人类手中不说 还害得两个尊者手下的 四个王者 也跟着一块磨了 害得这两个尊者 真的是找人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但不管如何 这个九阶王者 死在他们 负责的战场 是一个事实 皇族必然不会轻饶了他们 而那些和他们 不对付的尊者 也必然会借此机会 来搞垮他们 毕竟在征战大族群中 各种族群之间的竞争 也是异常激烈的 所以 摆在这两个尊者面前的路 就只有开战这一条了 他们不但要开启尊者之战 还启动一场全面的战役 用这样的一场全面战役 来赌皇族和其他那些尊者的嘴 若是过程中 能够取得不错的战果 说不定还能向皇族 讨要一些好处 在双方的尊者爆发大战之后 一线关中的龙国联军 也是处于一级警戒状态 同时 感知到留在沉默体内的 守护印记 被激活的云阳子和二缺道人 相继来到了一线关 两人来到一线关后 二缺道人 直接去支援牛大壮了 云阳子 则是开始搜寻沉默的踪迹 最终 他也是找到沉默一行人 和云阳子会合 队伍终于有了 停下来休整的机会 而云阳子 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 在为沉默 取得如此硕大战果 而感到欣慰的同时 心中也是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 你一个期间后期的觉醒者 居然就敢 对域外侵略者的九阶王级出手 这胆子 可真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好在沉默 虽然伤势极重 但到底 还是活了下来 并且还成功破了当时 那几乎是必死的局 带着不少队友 活着回来了 这份胆破和心智 很是不一般 嘿嘿 真不愧是他云阳子的好徒弟啊 在和云阳子会合之后 安全自然是 有了一定的保障 沉默连忙请师傅 查看了一下 乌紫月的情况 得知乌紫月 是精神力量 损耗过大 加之强行使用 超高阶的灵能战技 受到了反噬 像她的这种情况 需要用到生命元金 来补充才行 听到需要生命元金 沉默愣住了 她之前确实有一块 不过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 就悄悄留给了外婆 但这玩意儿 只有尊者及强者 才能提炼 她这一时之间 上哪找去啊 无奈 沉默只能寄希望于云阳子 见沉默 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 云阳子也是傻眼了 你小子 不是有一块的吗 就算你吸收得再猛 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用完了呀 不过以云阳子 对沉默的了解 也知道沉默的那一块 生命元金 若是还在她手上的话 她肯定是会拿出来救人的 现在拿不出来 不用想也知道 必然是送人了 这败家子儿哟 那可是生命元金啊 云阳子没空追问 沉默将她的那块 生命元金送给了谁 见沉默一 富可怜兮兮的模样 她确实很不下心来不给 于是 云阳子只好忍痛 拿出了一小小块 自己的收藏 这一小小块有多小呢 比一颗绿豆 都还小 但就是这么一小块 就已经让一旁的几个九阶 强者眼馋的不行了 一般的觉醒者 可能不识货 但他们 肯定是知道的呀 生命元金 那可是真正的好东西啊 只可惜 他们这些人 再眼馋也没用 这可是云阳子的东西 谁敢乱动啊 第151章 全面战役的爆发 云阳子极为肉疼地 取出这一小小块 生命元金后 便让陈末将他 放在乌子月的掌心之中 陈末亲自使用过生命元金 知道了这玩意儿的效果 别看着这一小块 只有绿豆般大小 救人已经是完全足够了的 陈末在生命元金 放在乌子月的掌心后 云阳子又是亲自 给他治疗了一番 待到乌子月的情况 稍微稳定之后 他又是大手一挥 一道大型覆盖式的 恢复型灵能战技 便被他施展了出来 现场众人的伤势 直接好转了不少 这个时候赵松松走到了云阳子身旁 师父 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云阳子见状 笑着点了点头 这才两个月多月不见 赵松松便已经迈入了 六阶强者之列 足以见得 他从T大毕业之后 并没有懈怠下来 而是下了很功夫的 而这样一来 云阳子就终于可以将 自己的成名绝技之一的 九天荡魔神雷 传授给赵松松了 他的这门绝学 总算是有了一个 优秀的传承者 云阳子先是表扬了一番赵松松 又表示 等到回到一线关后 就会将他期待已久的 九天荡魔神雷传授给他 终于能够修炼 九天荡魔神雷了 赵松松那叫一个兴奋 这一刻 他可是苦等了 将近四年的时间啊 如今 终于是等到了 不过赵松松在兴奋的同时 也是嘟囔着嘴说道 师父 我也要那个好东西 赵松松说着 折指乌子月的手 云阳子一看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虽然很是肉疼 但架不住赵松松 用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看着他 到底是自己的徒弟 实在是不忍心呢 于是 云阳子便哆嗦着 又掏了一小小块出来 给了赵松松 赵松松结果一看 笑得别提有多开心了 那几个九级强者 更是缠得不行了 赵松松现在虽然不知道 生命元经的真正价值 但是从几个九级强者的 眼缠样子就可以看出 这肯定是真正的好东西 不过他拿到这块 生命元经后 却并没有给自己留下 而是交给夏瑶 让夏瑶放在了 乌紫月的另一只手心中 云阳子健壮 那叫一个心疼 他之前给的那一小小块 已经完全足够 乌紫月这妮子恢复的 不过赵松松的举动 却又让他很是欣慰 将一切看在眼中的沉默 也很看向了赵松松 赵松松则是对他笑了笑 对于赵松松来说 他之所以云阳子 要那块生命元经 只是纯粹地觉得 多一块的话 乌紫月恢复得便更快一些 毕竟两人可是队友 而且乌紫月之所以 会伤得昏迷过去 也是因为之前太拼的缘故 但若是他当时不拼 赵松松他们 这些人可就悬了 这可相当于救命之恩呢 同时他自己脱单已久 可沉默始终是担着的 而沉默和乌紫月的关系 显然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 为了兄弟的终身大事 赵松松自然不能做事 能让乌紫月早日醒来 自然是最好 和云阳子会合后 安全虽然有了保障 但毕竟现在大战已经爆发 自然是只有回到一线关 才更安全 于是队伍在经过 短时间的休整之后 便再次启程了 全速赶路之下 他们很快便回到了一线关 此时 一线关中的所有助手人员 已经全部集结了起来 云阳子身为高端战力之一 在叮嘱了沉默和赵松松 要注意安全后 也是忙去了 由于沉默他们刚出完任务回来 所以会有一定的休整时间 也因此 他们暂时不用去参与集结 回到小分队的驻地后 沉默便将乌紫月 放到了他自己的床上 然后他便用目鼠性的恢复力量 帮助乌紫月恢复了起来 夏瑶和赵松松 也在加紧恢复之中 两人都能感受到 一线关中的紧张气氛 吃到全面大战 很可能随时都会爆发 另一边 K地区 二缺道人的及时来源 让牛大壮 自然是狂喜不已 老缺 你不是闭关去了吗 听到牛大壮的话 二缺道人没好气地说道 别提了 我都还没进入顿悟状态 就感知到自己留下的守护印记 被激活了 这不立马就赶来了 牛大壮文言 哈哈大笑道 来得好 今天咱俩联手 宰了这两个狗杂种 牛大壮说着 他的进攻 也是变得越发犀利了起来 二缺道人见状 顿时也是火力全开 显然他误认为 是这两个御外尊者出手的缘故 这才激活了沉默体内的守护印记 在牛大壮和二缺道人的联手打击之下 两个御外尊者 可谓是苦不堪言 这就是他们 为什么不愿意轻易启动尊者之战的原因 蓝星之上 这些族群的尊者及强者 虽然数量稀少 但一个个的实力 却是极为强大 并且很劲儿十足 一对一 甚至哪怕是二对一的情况下 他们也逃不了好 加之征战大族群 在整个宇宙中所开辟的战场 可不止蓝星这一处 加之还有那些抵抗征战大族群的 这些原因综合起来 这才使得他们迟迟无法攻陷蓝星 同时 这一次启动尊者之战 并非他们是原本的想法 不过现在都已经开启了 自然是没有反悔的机会 眼下看着几方不敌人类的两个尊者联手 这两个御外尊者 当即便下令启动了全面战役 他们通过特殊的传讯手段 直接通知到了位于前线的大本营 于是乎 铺天盖地的御外侵略者大军 直接倾巢而出 漫无边际的御外侵略者大军 一路浩浩荡荡地直逼一线官来 人类这边 牛大壮也是通过特殊通讯手段 向一线官的全体驻守人员 发布了作战指令 同一时间 龙国境内的尊者及强者 纷纷开始动作了起来 他们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抢战戒壁通道中的名额 一线官爆发的战士 自然是迁移发而动全身 除了尊者及强者 迅速展开了动作之外 龙国中枢 也是迅速动员了起来 神龙小组 雏龙小组 替大 以及各传承家族 作战人员都是开始击戒 位于伏地中的宗派界 各方势力的召集令 也是同步发出 所有人 都在为即将爆发的大战 做着准备 第152章 迎来爆发期的赵松松 全面战争的到来 使得整个龙国的特殊领域界 都是迅速动员了起来 各路队伍 都在迅速地朝着一线官赶来 此时的一线官 随着双方的尊者及强者 在戒壁通道中 抢夺名额的结束 一场尊者及强者之间展开的惊天大战 便随之爆发了 此次 双方抢夺到的名额数量 是相当的 都是十个 如此一来 就到了比拼个体战斗力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 域外侵略者大军 迅速直逼一线官而来 这个时候 若是站在一线官的城楼上 往外看去 便能看到敌人的数量 密密麻麻一连片 几乎将整个战场都遮盖了进去 为了避免一线官沦陷 一线官的驻守队伍 也是陆续开始出击了 以云阳子等人为首的九阶强者 率先从一线官的城楼上杀出 他们裹挟着杀伐之势 直接给予了敌人的先头部队 以极为沉痛的打击 一时之间 敌人冲击一线官的凶猛势头 竟是被暂时遏制住了 不过 伴随着敌人的九阶王级强者 出现在战场之上 云阳子等人 便是被他们牵制住了 这个时候 就到了双方拼中低端战力的时候了 六阶到八阶实力的强者 纷纷果断出击 地面战场 也是同步展开 惨烈的血肉大战 就此拉开了畜牧 由于沉默还有休整期 所以 此时的他并未参战 但从战场之上传来的厮杀声 待在小分队驻地中的他 也能听见 虽说沉默体内的伤势 还未完全恢复过来 可他已经按捺不住 想要前去参战的心思 不是沉默 喜欢看到战争爆发 而是这种规模的大战 近段时间来 实在是少见 同时 经过了之前 和九阶王级强敌的对峙后 沉默再次深刻认识到了 自身实力的不足 他需要获得 更加强大的实力才行 这场大战 就是他提升 自身实力的绝佳途径 但考虑到乌紫月 现在还在昏迷之中 沉默只得按下了这个心思 毕竟夏瑶和赵松松两人 都不会治疗类的灵能战绩 就这样 沉默一边关心着战场的局势 一边给乌紫月提供着治疗 两天时间 便转眼过 在这个期间 各路队伍已经是齐聚一线官 沉默见到了不少老熟人 诸如老钟 黄云老太太 这些老一辈 还有吉隆忠 前锋 申图红等这些年轻一辈的人 这些人在完成报道之后 便是来看望了一下沉默他们 不过由于此时 正值战士正憨之时 他们也是很快就离去了 同时 乌紫月的父亲乌展飞 这一次也是来到了一线官 他在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后 只是无奈地一探 叮嘱沉默要好好照看自家女儿后 乌展飞留下了一块鸽子蛋般大小的生命圆巾 便走了 不是他不想在这里多留一会儿 而是此番 他是代表着神行劲来的 他自身又是一位九阶强者 身上肩负的蛋子 无疑是非常重的 乌展飞走后 沉默将他留下的生命圆巾 直接塞进了乌紫月的掌心中 然后继续使用恢复型灵能战剂 给他治疗恢复着 或许是因为乌展飞留的那块生命圆巾特别大的缘故 时间来到第三天的时候 乌紫月便顺利苏醒了过来 虽然他整个人看起来略显憔悴 但沉默在握着他的手感知了一番后 发现他确实没啥大碍了 这样一来 沉默心中的石头总算是平稳落地了 而乌紫月看到沉默如此自然地握住自己的手 小脸也是不惊一红 沉默却是全然不绝 连忙招呼了夏瑶和赵松松 赵松松和夏瑶进到房间后 两人看到乌紫月醒过来了 自然是欣喜的 不过就在这时 赵松松却是极为鸡贼地看到了 沉默正握着乌紫月的手 有喝 老莫这是开窍了啊 赵松松顿时猥琐一笑 拉着夏瑶就准备出去 不明所以的夏瑶起初还很抗拒 她还想和乌紫月说说话呢 不过在赵松松的眼神试一下 她也是看到了 沉默正握着乌紫月的手 夏瑶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好吧 这个时候就不打扰他们两个 于是 夏瑶便和赵松松麻溜地走出了房间 看着两人这般模样 沉默可谓是一脸疑惑 这两个人在搞什么鬼啊 乌紫月能够探知到赵松松和夏瑶的心思 自然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于是她红着小脸 小声提醒沉默道 手 听到乌紫月的话 沉默着发现自己居然一直在握着乌紫月的手 她连忙将手松开后 为自己的行为手忙脚乱地解释了起来 不过这个时候的解释 往往只会是 越解释越理不清 乌紫月醒来后 沉默心中的石头落地 同时她的伤势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鉴于目前战事胶着 于是沉默和乌紫月三人商议之后 她和赵松松两个人 前去参与集结 两人一个是六阶初期实力 一个是七阶后期实力 虽然她们现在并不能对整体战局的改变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斩杀一些敌人 为队友分担一些压力 还是可以做到的 至于乌紫月和夏瑶 则继续留在驻地休整 按照规定 她们还可以休息四天的时间 对此 乌紫月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她这一次强行使用两次心灵冲击 确实是伤到了元气 想要完全恢复过来 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行 至于夏瑶 在之前的战斗也是受了不轻的伤 所以便一并流流下来养伤 商议完之后 陈默便和赵松松直接前去参与集结了 不久后 伴随着新一轮的攻势发起 两人便跟着大部队 直接杀出了一线官 赵松松在迈入六阶之后 所能发挥出的战斗力 其实是有了新的质变 她很早就开始修炼的雷神真身 现在差不多已经可以发出她的真正威力了 加之引雷绝 以及雷霆元素战体的加持 在之前的战斗中 她便斩杀了诸多六阶强敌 不过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 面对数量远超几方太多的敌人 赵松松身后有牵绊 并没能很好的发挥出自身的实力 但现在的情况却是不同了 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发挥了 在引雷绝的加持之下 赵松松发动了雷神真身 紧接着 再棒以雷霆元素战体的加持 此刻的赵松松 俨然成为了这一小范围战场上最亮的仔 第153章 战九阶王级 狂雷惊天 战场之上 伴随着赵松松的一声怒吼 一道笔成人都还粗大的雷霆 被她一击打出 和赵松松交战一个的六阶小领主 直接被打得皮开肉战 紧接着 赵松松一个突进 以手做刀 手起刀落间 一个六阶小领主便被她解决掉了 如此干脆利落地解决掉一个六阶小领主 让赵松松赢得不少人的贺彩 这些年来 赵松松虽然成长了不少 但她喜欢飘的老毛病 却是始终没能改掉 这不 在众人的贺彩声中 她又是飘起来了 竟是去找上了一个七阶大领主干架 而赵松松的实力着实不差 其实她也算是有飘起来的资本 哪怕是和一个七阶大领主干架 她也能与之打得有来有回 足以见得 赵松松还是有些真本事的 只不过 她想要越大街击杀对方 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面对来自实力上的差距 赵松松好在是及时清醒了过来 她并没有因为好面子 而继续和七阶大领主缠斗下去 而是果断选择了撤出战斗 在赵松松撤出战斗的同时 一直关注着赵松松情况的陈墨 及时杀到 区区七阶大领主 根本不是她的一将之和 只见陈墨一拳轰出 一个七阶大领主 直接炸裂开来 为赵松松解围后 陈墨来不及多说什么 再次返回了先前的战场之中 赵松松则是擦了一把脸上的血肉末 盯着陈墨的身影 暗骂了一声挂逼 随即 赵松松便再次投入了战斗之中 而回到先前战场的陈墨 则是继续大杀四方 只是七阶后期实力的她 斩杀一般的八阶精英大领主强敌 就跟土狗一般的轻松 唯有那种八阶后期的大领主 才能给她造成一些阻碍 但也仅仅只是造成一些阻碍而已 他们最终仍旧难逃 被陈墨斩杀的下场 陈墨的强大 俨然已经超出了自身等级的限制 只是这个时候的她 却还没有使出自身的全部力量 不过知道这一点的人 却是很少很少 而在中低端战场 打得极为胶着的时候 高端战场 更是惨烈 此次 域外侵略者一方的九阶王级 几乎是倾巢而出 以云阳子等人为首的九阶强者 在几方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依旧死死地顶在前面 在以几方牺牲23人的情况下 斩杀了域外侵略者 73个九阶王级强敌 虽然战果很大 但这可是牺牲了 整整23个九阶强者才换来的 因此 云阳子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是没有丝毫的笑意 而在损失了73个九阶王级后 域外侵略者大军 却是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样子 战斗 仍旧在继续着 或许唯有等到尊者及战场出了结果之后 才会有停下来的可能 打到现在 20位尊者 已经连续打了三天三夜 期间 双方都是对数次对对手发起偷袭 可谓是各有得失 牛大壮凭借着一双的锐利牛角 在其他尊者的配合之下 虽然重创了三个域外尊者 但每一次都是因为对方的及时救援 导致他并未能够将这三个域外尊者 一举击杀 同时 联军尊者这边 也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有人掩护牛大壮的过程中 被对方偷袭成功 从而负了伤 总之 双方的受损情况 都是相差不大 整体上 始终是势均力敌的状态 这些尊者之间 想要奋出个真正的胜负来 显然还要不少的时间 由于尊者们 始终没能奋出真正胜负来 因此 一线官始终是处于战事状态之中 大量的物资和战斗人员 不断经由天门官送进来 巫紫月和夏瑶 在伤势恢复得差不多后 也是相继回归了战场 而沉默 由于不断地斩杀八阶精英大领主 这使得他获得的收益 大得难以想象 距离迈入八阶的时间 已经不远了 为了能够将这个时间 进一步地缩短 沉默拿出了更大的拼劲 他在不断获取收益的同时 又是趁着换房的休整时间 向老中这些老牌八阶大宗师请教 在这样的积累之中 沉默终于触摸到了突破的契机 当他再一次回归到战场之上时 沉默爆发出了 更为凶猛的战斗力来 在与师傅云阳子取得联系之后 他果断杀入了高端战场 对于沉默的举动 不少九阶强者都是眉头一皱 沉默的表现虽然一直都很亮眼 但九阶王极和八阶精英大领主 这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 可不是一般的大 沉默想以七阶的实力 对战九阶王极强敌 这不是闹闹吗 不过 既然连云阳子这个当师傅 都没有说什么 众人自然也不好插嘴说什么 想来云阳子有着自己的打算 众人一边对付着自己的对手 也在暗自观察着沉默的战斗 和沉默交战的那个九阶王极强敌 实力并不算特别的强大 但等阶上超过了沉默两个大阶的他 始终是处于优势地位的 而沉默在和九阶王极真正交战之后 这才真正感受到了 这个等阶强敌的厉害之处 他们无论是战斗经验 还是真实的战斗力 都远超了八阶后期 精英大领主一大减 所以这一战对于沉默来说 绝对是极为艰难的一战 不过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沉默也唯有这种艰难的战斗 才能给他带来足够大的压力 沉默也唯有顶着这种巨大压力 战胜眼前这个强敌之后 他才能跨出自己迈向八阶的最后一步 因此这一战 沉默无法躲避 虽然可能很多人都不看好他 但沉默走的是自己的路 和需要这些人的看好 在逐渐适应了九阶王极的进攻方式之后 沉默果断展开了自己的攻势 他要一步步地把节奏 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五行归翼之力发动之后 五行元素战体也紧跟着被施展了出来 爆发出更为惊人的战斗力的沉默 竟是直接和九阶王极打得有来有回 更为重要的是 他还逐渐开始将节奏掌控了起来 第154章 八阶大宗师 在战斗之中 掌控节奏的主动权 这对于任何一个阶段的觉醒者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沉默以七阶后期的实力 独自迎战九阶王极域外强敌 虽然双方的实力差距确实有些大 但他在适应了对方的进攻方式之后 也是逐渐掌控了节奏 并且 由于沉默的战斗力 本身其实已经超越了七阶的限制 达到了八阶的程度 所以综合下来 他便进一步地拉近了 和九阶王极之间的差距 更为重要的是 此时的沉默 还有更为强大的底牌没有使出 因此 眼前的这个九阶王极 虽然能够给沉默 带来足够大的压力 但是 他想要真正击败沉默 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这一点端倪 随着战斗的深入 这个九阶王极 很快便发现了 此时他的心中 就跟见了鬼似的 明明眼前这个人类 只具备着七阶大领主的实力 这样的弱小存在 原本在他的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属于一巴掌就能拍死透的那种 但是不曾想到 在真正与之接触之后 这个九阶王极才发现 真就见鬼了 区区大领主实力的弱小人类 居然能够抵挡得住他的进攻 更为关键的是 对方的力量 居然能够对他造成伤害 这要放在以前 那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可如今 却是真的发生了 这特别也太离谱了吧 就在这个九阶王极 心中纳闷吐槽的时候 一线关联军这边 原本那些并不看好 沉默的九阶强者 此时皆是颇为震撼 他们本以为 沉默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届时 云阳子必然会出手救援 但不曾想 事情根本就没有按照 他们设想的方向发展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沉默是处于劣势之中的 可却是始终不曾败落 一阶七阶后期的觉醒者 独自迎战九阶王极 域外强敌 能够做到这一步 可以说是非常强悍了 这样的人 整个特殊领域界 可能都找不出几个来 而他们本以为 沉默也就能够 做到这种程度的 就这已经很厉害了 却是不曾想 沉默非但没有落败不说 随着战斗的进行 他更是一步步地 占据了主动 把控住了战斗的节奏 这你妈 简直不要太离谱 那可是九阶王极的强敌啊 站在了生命进化 层次顶端的强大存在 这样的强大存在 整个龙国特殊领域界 龙共也就数百人而已 可是现在 沉默仅仅凭借 七阶后期的实力 他竟是能够和九阶王极强敌 有着一较高低的实力 这岂不是侧面说明 仅凭自身的实力 沉默已经能够 和他们这些人相抗衡了吗 他才多大呀 就这么厉害了 亲眼目睹沉默和 九阶王极强敌战斗的人 心中的震撼 将是可想而知的 而对于云阳子来说 他的心中 则是非常的欣慰 沉默表现如此优秀 他这个当师傅的脸上 也有光 更为关键的是 以沉默如今的实力来说 他也算是 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 那么他再也不用 将自己的能力 藏着掖着了 当然 如果沉默 想要留一个底牌的话 就得另说 但不管如何 沉默的崛起 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 云阳子并不认为 区区一个九阶王极 能够对沉默造成阻碍 事实正如云阳子 所想的这样 沉默在掌控了 把控节奏的主动权后 开始将对方 一步步地拉进 自己的进攻节奏之中 然后 众人便看到了 这样的一幕 一个九阶王极的 域外强敌 竟是被沉默徒手暴打 现场的画面 简直不要太魔幻了 面对沉默的暴打 这个九阶王极 竟是无力抵抗 哪怕他的王者领域 已经展开 也根本没有起到 应有的作用 魔幻 真的不要太魔幻 九阶王极的尊严 可谓是碎得满地都是 其实沉默也很疑惑 领域作为九阶强者的 独有标志 这也是他们能够 和八阶大宗师 拉开实力差距的原因 按道理来说 领域的威力 是非常强大的 不但能够给使用者 提供各种增幅 还能对处于领域之中的敌人 施以压制效果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这个九阶王极 域外强敌展开的领域 竟是对自己没有丝毫的作用 难道是他太弱了 由于语言不通 加之现在 也不是一个去了解 事情原委的好时候 沉默只好按捺住心中的疑惑 继续出手 在他的接连打击之下 这个本就跟见了鬼一样的九阶王极 最终竟是被沉默活活打爆 好歹也是一位王者级别的存在 下场竟是如此凄惨 这可能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而沉默在正面 击败了这位九阶王极强敌后 瞬间便收获 到了非常大的收益 就这样 裹挟着无敌之势的他 直接原地晋升 他一举成功地迈过了七阶到八阶的门槛 成为了一名八阶觉醒者 觉醒者到了八阶之后 便可称之为大宗师 他们距离登上生命层次进化的顶端 便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迈入八阶之后 沉默能够极为清楚地感知到 自身的力量有了更大的提升 他对天地间灵气和元素的感知 更是变得极为清晰了起来 同时 沉默和其他觉醒者不同 大多数的觉醒者在成功进阶之后 都会用一段时间来巩固自身的实力 但沉默却是不需要 此刻的他 体内仿佛有着挥霍不尽的力量 而随着沉默迈入八阶 原本的元素战体 也跟着进阶为了元素化战体 这两者之间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差别 但给觉醒者带来的增幅效果 却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说元素战体 能够给觉醒者带来两倍的力量增幅 那么元素化战体 所能带来的增幅则达到了四倍 同时 觉醒者在实战元素化战体之后 对天地元素的感召将会更加强大 堪称随心所致的地步 这就是八阶觉醒者的强大 此刻 沉默直接展开了自己的五行元素化战体 然后便冲着距离他最近的一个 九阶王级域外强敌杀具 第155章 沉默的目标 蹦 狂暴的力量宣泄而出 从而引发了剧烈的爆炸 漫天火光中 一个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身体不受控制地 静止坠落到了地面上 紧接着 一个年轻的身影紧追而去 在这个九阶王级强敌 还未重新升空的时候 年轻人暴力地一拳轰出 只见九阶王级躲闪不及 选择了开启护盾抵挡 但只听咔嚓一声 这倒由于为九阶王级全力展开的护盾 直接被干得吸碎 与此同时 年轻人再次补上一拳 那刚刚被强行击碎到了护盾的九阶王级 在受到反噬的同时 又硬挨了年轻人的一拳 顿时 绿色的鲜血便不要前世地从他口中喷出 他的身体 也是再一次不受控制地 向后倒飞而出 可这还不算完 只见年轻人微微一个叙事 随即他右脚一蹬 下一刻 他整个人便如同一颗炮弹一般 击视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追赶上对方之后 年轻人双手合拳 狠狠砸了下去 一瞬间 九阶王级如遭重击 再次重重地落回到了地面上 年轻人则是顺势一击 直接将其结果了 整个过程 仅仅持续了五分钟不到 在这短短五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那个九阶王级遇外强敌 除了一开始的时候 反击了一番之后 到后面 直至被年轻人斩杀 甚至连一次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的场面 着实让人倍感震撼 同时 更是让人心惊 如果仅仅只是 击杀九阶王级遇外强敌的话 在场的九阶强者中 有不少人都能够轻易做到 甚至能够 做得比年轻人还好 但问题是 这个如此轻易 就击杀了九阶王级遇外强敌的年轻人 名字叫做陈默 他才刚刚步入八阶大宗师之列 凭心而论 在场几乎所有的九阶强者 他们在八阶的时候 自认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而现在 陈默不但做到了 而且做得还很轻松 这又如何不让人心惊呢 更为重要的是 陈默的强大 不仅仅体现在战斗力上 他的持续作战能力 也是强大的令人惊叹 哪怕是一般的九阶觉醒者 可能都比不上他 这样的陈默 简直就是为战斗而生的 一旦等到他迈入九阶巅峰强者之列 在尊者不出的情况下 他恐怕是无人能敌啊 但可惜的是 陈默现在已经真正崛起了 想要投资他 只怕是没那个机会了 一些人也是感到可惜 在现场一众九阶强者 心事繁杂的时候 陈默则是再次选中了一位对手 自经过上一次的练手之后 他对自身的实力 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 那就是他依旧具备越大阶作战的能力 加之对方的领域效果 对陈默起不到作用 因此 哪怕是对方是那种实力比较强大的那种九阶王级 仍旧逃脱不了被陈默压制的下场 如此一来 陈默的心思也就跟着活泛了起来 他原本想修建顶级灵器修炼室 却因为功勋点不够 而暂时搁置了这个想法 不过现在好了 陈默在迈入八阶之后 他猛然发现 九阶王级强敌的实力 也就那么回事 击杀起来虽然不算轻松 但也不需要费太多的事 算上之前的战果 陈默已经成功击杀了三个九阶王级 距离凑够一亿功勋点所需的两百个目标 还差一百九十七个 这个数字虽然看起来很大 一般的觉醒者 甚至可能会认为 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但是对于现在的陈默来说 一切皆有可能 并且 他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而陈默 从来都是行动派 有了目标 他就要开始朝着目标前进了 现在能多杀一个九阶王级强敌 那么他距离自己的目标 就更进了一步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 陈默开始了自己的专场秀 九阶王级强敌 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个个具有活动能力的功勋点而已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这场全面爆发的战役 打得越发的胶着 不管是一线关联军 还是域外侵略者大军 双方都有着巨大的伤亡 不过相较于 以前爆发的这种规模的大战 在这一次的战斗之中 高阶战场出现了沉默这个搅局者 他硬是八阶初七的实力 强势斩杀了一众九阶域外强敌 这给联军一方的九阶强者 减少了不小的损失 而下级战场 年轻一代也是展现出了他们的风采 乌紫月一手对于空间之力的超凡运用 对敌人一杀就是一大片 赵松松凭借自己的雷霆之力 更是秀翻全场 诸如此类的 还有前锋 深涂红这些人 之前被自家师傅赶到一线关的张青阳 更是表现不俗 他自来到一线关后 表现便很突出 可惜的是 他始终没能找到了他师傅 让他找的那种可以依托深厚的战友情 只不过 张青阳的身边也是聚起了一众队友 或许并不是张青阳没有找到 只是傲娇的他 不愿意承认而已 三个战场之中 年轻一代在两个战场中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唯一没有他们身影的 便只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尊者级战场 经过连日来的持续大战 双方各自的十位尊者皆是负了伤 不过不同于以往 域外侵略者大军的尊者喜欢打车轮战 这一次 他们的十位尊者始终立于战场之中 并没有和新的尊者进行轮换 哪怕是其中一位尊者 被二缺道人打得都快炸开了 他仍旧没有撤离 这样的情况自然是被二缺道人他们看到了眼中 因此 他们十个人一番商议之后 便陪着对方多耗了一些时间 耗到今天 他们终于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 域外侵略者大军中的尊者及强者 如今只剩下这戒壁通道中的十个 其余的尊者 应该被调到其他战场去了 这些被调走的尊者 或许还会回来 但现在对于人类来说 却是一个歼灭对方尊者的好机会 在确认了这一点后 二缺道人 他们便展开了行动 长时间来的隐忍 此刻直接爆发 尊者及战场 终于要迎来分出胜负的时候了 第156章 陈龙尊者 在场的十位尊者 皆是相互对视了一眼 下一刻 伴随着mode一声响起 巨大的金色牛影在空中浮现 向来喜欢冲杀在前的牛大壮 率先对敌方的一位尊者 发起了进攻 牛大壮的迅猛出击 自然引来了域外尊者们的阻拦 原本平静了片刻的尊者及战场 再次变得热闹了起来 这个时候 二缺道人等一众尊者 也是跟着出手了 只见为首的二缺道人 一声爆喝 三行皈依的力量 在他的体内 瞬间爆发开来 狂暴的力量 以及奔涌而出的生命原能 让二缺道人 直接被一团光雾笼罩 片刻后 光雾散尽 原本看起来像个垂垂老者的他 整个人直接就变得年轻了起来 随即 二缺道人直接朝前一掌轰出 海量的元素之力汇聚 直接凝聚成了一道三色掌印 蹦 这道三色掌印 直接阻击在了一位 御外尊者的面前 强悍至极的威力 使得这个御外尊者 只能止步不前 在二缺道人出手的同时 其他八位尊者 也是纷纷出手 一时之间 五光十色的狂暴能量 在尊者及战场上 不断上演 由于二缺道人等人的阻击 使得围攻牛大壮的 御外尊者 纷纷被阻 这个时候 牛大壮也是顺利突进到了 他所选定的目标面前 这个目标 便是十位御外尊者中 伤势最为严重的那一个 意识到 对手这一次是来真的了 这个御外尊者 直接转身就逃 对于他来说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过牛大壮可不会让他得逞 好不容易碰上一个 可以大肆歼灭 御外尊者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会放过对方呢 为了避免意外情况的出现 也为了尽快地解决这里的战斗 从而扩大战果 牛大壮不惜开始动用自身的抵御 伴随着他意念一动 他的身体表面 竟是燃烧起了一层金色火焰 只是一瞬间 牛大壮的气息便强大了数分 锁定眼前这个逃亡尊者的气息之后 他直接隔空一体踏出 这一刻 天地为之变色 一只巨大的牛蹄 静止从空中踏下 这只牛蹄所造成的压迫力 使得全场尊者 都是未知侧目 实在是牛大壮所爆发出的这股力量 太震撼人心了 哪怕是一众尊者之中 都已经算得上是 名列前茅的存在了 看到这一幕的二雀道人 则是暗自感慨 想不到这头老牛 居然已经暗戳戳地 走到这种程度了 与此同时 从空中踏下的牛蹄 准确无误地落到了 那个逃亡尊者的身上 由于他本身就伤势极重 加之牛大壮的这一击 威力极为强大 因此 这威力恐怖的一击 直接给他带来了致命性的伤害 蹦 又是一道震天的爆炸声响起 和二雀道人阻击敌人 所引发的那次不同 牛大壮引发的这一次 直接带走了一个域外尊者 尊者陨落的声势 整个战场之上都能看见 一时之间 域外侵略者大军的汹汹气焰 直接湮灭 一线关联军这边 则是气势暴增 牛大壮在迅速确认 这个尊者死的渣都不剩了之后 便迅速返回到了主战场之中 此时 伴随着域外侵略者 一方的一个尊者陨命 双方在尊者级战场的战斗力 开始出现了差距 如今 有了明显优势 那么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将这个优势扩大 伴随着一道特殊联络讯号 从一线关中的发出 天门关中 一道低沉的龙银声响彻云霄 下一刻 早已在天门关中等待已久的 陈龙尊者 便迫不及待地 冲进了戒壁通道之中 陈龙尊者 在进入戒壁通道中后 笑得尤为张狂 他的速度极快 直接越过一线关奔赴到了战场之上 狗日的狱外孙子们 你们的龙爷爷又回来了 哈哈 龙还未到 声音便是率先传来 战场之上 不少人听到这个声音后 齐齐抬头望去 然后他们便看到一条体型庞大的神龙 从空中呼啸而过 其所过之处 强大的龙威弥漫 侵略者大军中等皆较低的存在 全都是趴伏地上 瑟瑟发抖了起来 这倒是给一线关联军的地面部队 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伴随着陈龙尊者的到来 双方尊者及战力的差距越发大了起来 因为真正论起战斗力来说的话 陈龙尊者才是十二圣尊中最为强大的一个 牛大壮在他的面前 唯一的优势就是皮后奈胆而已 但由于陈龙尊者的根基有损伤 所以 当前阶段第一圣尊的这个名头 是由十二圣尊中 唯一一个根基完好的牛大壮顶着的 不过 虽然根基有损 这些负了伤的域外尊者 对于陈龙尊者来说 完全就是跟小趴菜一样的存在 只见他刚加入战场 直接一道龙溪喷出 被他打中的那个域外尊者 全身剧烈颤抖 行动跟着变得迟缓了起来 紧接着 陈龙尊者一个近身 一记神龙探找 精准无误的命中 被击中的域外尊者如遭重击 一口鲜血喷出 与此同时 原本正在和这个域外尊者交战的 会空道人抓住十击 一记会灵震天机打出 蹦 一声巨响过后 第二个域外尊者允命当场 会空道人向陈龙尊者道谢之后 腾出身来的他 转身便加入了另一个战场 而陈龙尊者 则是继续发挥着他的作用 他的龙溪加上神龙探找 简直就是克制域外尊者的法宝 在陈龙尊者的协助下 尊者及战场迅速落下了帷幕 十个域外尊者 无一例外 全部被当场斩杀 域外侵略者大军 瞬间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溃败 便毫无意外地开始出现了 二缺道人 他们十一位尊者及强者 直接对高端战场的 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展开了降维打击 面对他们的出手 这些九阶王级 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 只是片刻间 他们便死得干干净净的了 歼灭完九阶王级之后 十一位尊者 直接赶赴了敌方的大本营 而联军的九阶强者 则是全部奔赴下级战场作战 胜利的天秤 自此便彻底地倒向了联军一方 第157章 乌展飞的联想 从牛大壮率先发起进攻 一提踏报第一个域外尊者 到陈龙尊者进入战场 尊者级战场便迅速结束了战斗 再到尊者们介入下级战场 使得域外侵略者大军的 九阶王级强敌全军覆没 整个过程 速度快地让人无法想象 陈墨也是再次见识到了 这些尊者们实力的强大 而他从迈入八阶之后 前后一共也才斩杀了 六个九阶王级强敌 这个数字 距离陈墨的目标 显然还差得很远 但是对于一般的九阶强者来说 却是极难半导的 陈墨能够以八阶初七的实力 做到这个程度 强得着实有些逆天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陈墨也是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九阶王级毕竟是九阶王级 陈墨和他们之间 到底是存在着真正的差距的 而这些九阶王级展开的领域 虽然无法对他形成压制效果 但领域对于他们自身来说 带来的增幅效果却是存在的 同时 陈墨还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不同的九阶王级强敌之间 实力差距非常之大 举个例子 陈墨在七阶初七的时候 哪怕是对上八阶后期的精英大领主 斩杀他们也是毫无压力的 然而换到现在 陈墨却是没办法再做到横扫通吃 若是实力稍弱一些的九阶王级 陈墨斩杀他们自然是毫无压力的 若是实力稍强一些的九阶王级 那他就需要爆发出更多的力量才行 但若是实力在墙上一些的存在 那么陈墨也会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了 并且在此之上 还存在有实力更为强大的九阶王级 这也是他为什么 一共才斩杀了六个九阶王级的原因 因为九阶的小阶划分 似乎和前面八个层次完全不一样 若不是因为现在正处于大战之中 陈墨一定会去问一问自家师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对于他来说 当前最要紧的事情 还是斩杀敌人获取功勋点 一个八阶精英大领主 便是五万功勋点 虽然和九阶王级的五十万功勋点 比起来差了太多 但是斩杀难度 却是小了不少 而且还可以积少成多吗 于是 陈墨直接火力全开 在战场之上 不断地搜寻着八阶精英大领主的身影 只可惜 经过连日来的大战 八阶精英大领主的数量 已经减少了很多 直到整个终端战场全面结束 陈墨也才一共斩杀了 十一个八阶精英大领主 紧接着 便是对地面战场的 低阶域外侵略者 展开清扫行动了 整个清扫过程 持续了半个小时 面对高阶强者毁灭性的力量 这些低阶域外侵略者大军 完全就是炮灰 半个小时后 战斗便全面结束了 除了一些人 留下打扫战场之外 负伤的人员 便开始返回一线关了 这一战 虽然联军取得了胜利 并且获取的战果非常之大 但是联军方面 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 除了尊者级战场 没有人员陨落之外 其余的两个战场 尤其是地面战场 损失最为巨大 而那一连串数字的背后 可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由此可见战争的残酷性 沉默由于并未负伤 所以也是跟着留下来打扫战场 赵松松由于绣骚操作 绣过了头 直接翻了车 使得他身上挂了彩 不得不回一线关去了 巫子月出手 从来都是极为谨慎的 加之他有着心灵感应存在 所以 他几乎不会有失误的时候 他在和沉默会合后 正和沉默一起打扫着战场 巫展飞作为此次神行教的带队人员 在高端战场表现极为不俗 加之他在一众九阶强者中 其实是属于很年轻的那种 所以他本来也是 想在一众前辈们的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的 只是巫展飞根本不曾想到 沉默竟然搞出了这么个妖蛾子来 他竟是以七阶后期的实力 直接杀进九阶战场 随后更是把所有风头都给占去了 有了沉默的亮眼表现 谁还会去关注他 这可把巫展飞郁闷得不行 而这也就算了 现在战斗结束 他正准备找自家女儿 好好说说话 毕竟他之前来得及 当时巫子月又正处于昏迷之中 后来巫子月醒了过来 战事又很是胶着 妇女俩虽然短暂地见过几次 但都没来得及细细说说 巫展飞这一走 心中更是郁闷了 战斗结束 自家女儿没有来找他这个当爹的 反而是找陈默去了 远远地看着巫展飞和陈默 搭档着清扫战场 那种狼情惬意的画面 对于巫展飞这个当爹的来说 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啊 更为重要的是 陈默这小子 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 他靠着郑界山一脉 和丑牛尊者的名头 让不少人对他颇为忌惮 可说到底 这些人忌惮的不是陈默这个人 而是他背后的云阳子 二雀道人 以及丑牛尊者 但是现在 经过了陈默在高端战场上 越街斩杀九街 王吉的那桶骚操作后 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具备击杀九街王吉 域外强敌实力的陈默 可就真正令人忌惮了起来 再加上他身后的那两人 一牛的存在 只怕放眼整个特殊领域界 也没几个人敢打他的主意了 更为重要的是 在一众九街强者中 还算年轻人的乌展飞 在不动狠手的情况下 很可能是拿不下陈默的 这对于乌展飞来说 才是最要命的一点 这将意味着 他将来若是坐实了 陈默老丈人的身份后 根本没办法拿捏陈默 若是自家女儿受了欺负 他这个当爹的 也只能干瞪眼看着 因为根本不用才也知道 陈默的实力 只会越来越强 而自家女儿 又是一个软性子 说不定被陈默欺负了 都只会在心里藏着掖着不说出来 想到这种可能 乌展飞心中 竟是重新燃起了九维的斗志 为了自家女儿 更为了身为老丈人的尊严 他要刻苦 他要奋斗 陈默和乌子月并不知道 两人只是在一起清扫个战场 竟是让乌展飞 产生了如此之多的联想 他们更是不知道的是 乌展飞将来能够迈入尊者之列 也是因为 今天发生的这件小事情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第158章 扁牛犊子和老尼丘的相爱相杀 在陈默还在清扫着战场的时候 牛大壮等十一位尊者 则直接杀进了 域外侵略者的前线大本营中 由于十位尊者及战力 已经全部被斩杀 面对牛大壮他们这些尊者 这些留守大本营的防守部队 根本无力抵抗 只是片刻间 他们便是化作了飞灰 将域外侵略者前线大本营的队伍 全部斩杀殆尽后 牛大壮 他们在敌人的大本营中 搜集到了巨量的灵精 以及少量的生命猿精 灵精对于尊者及强者来说 几乎没啥大的作用 所以他们根本没动 至于那少量的生命猿精 则是被他们直接瓜分了 而后 牛大壮通过特殊的传讯手段 通知了一线官 紧接着一线官中 便迅速组织起了一支队伍 直奔敌人的大本营而去 这些人的任务 就是负责将那些巨量的灵精 搬运回一线官 而整个搬运过程 足足持续了两天时间 能够收获到如此巨量的灵精 让所有人都很激动 因为这意味着 大伙的修炼资源将更为充裕 在灵精被搬运完之后 牛大壮他们也并未撤离 而是在敌人的大本营 提炼生命猿精 怎么提炼的 沉默不知道 不过他知道的是 一众尊者是笑着回到一线官的 并且牛大壮还悄悄地给了他一小块 足有残豆般大小 尊者们回到一线官后 除了牛大壮需要继续镇守这里之外 其余的尊者 便是从哪来的就回哪去了 不过二缺道人在临走之前 找过沉默一次 同来的还有牛大壮 以及化身只有一米长的沉龙尊者 其中 二缺道人和牛大壮找沉默 只是想了解一下 他们留下的守护印记 被激活的原因 至于尘龙尊者 则完全是被牛大壮给拖来的 很早之前 牛大壮就想要在尘龙尊者面前炫耀一下 他的看人水准了 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这次刚好碰上了 牛大壮自然不愿意错过了 见尸祖和牛大爷问起这件事情 沉默便将事情的经过 详细讲解了一遍 当听到沉默说 敌人的九阶王吉居然会说话 并且体内也有尊者及强者留下的守护印记后 二缺道人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 真的不开玩笑 他和域外侵略者打交道 也这么多年了 但确实还从未见过 能和人类沟通的存在 可很显然 沉默不会拿这种事情 来跟他们开玩笑 那么毫无疑问 确实存在 有能够和人类沟通的域外侵略者 而通过沉默所说 对方体内居然还被 留有两道守护印记 再联系到这一场突然爆发的全面大战 完全可以证明 那个被沉默击杀了的九阶王吉域外强敌 他的身份必然很不简单 只是他已经被沉默击杀 现在显然是没办法去探究他的身份了 但不管他的身份如何 双方是敌人 沉默将他击杀并没有错 在了解完了事情的经过后 二缺道人再次给沉默补上了一道守护印记 牛大壮健壮也是有样学样 给沉默补上了一道守护印记 不过他也是叮嘱沉默 虽然有守护印记在身 但也不要太浪了些 这玩意儿补充起来 可是需要动用底蕴的 每给沉默补充一次都是需要花上不少时间才能恢复过来的 沉默文言 郑重地点了点头 不过 他其实并不想让的 这一次 实在是事发太过突然 到了不动用不行的时候了 牛大壮给沉默补充完守护印记后 便是看向了沉龙尊者 沉龙尊者 本就是被牛大壮给强行拖来的 在看到沉默之后 他也不得不承认 牛大壮这一次确实捡到了个宝 至少他以前剪过的那些 和沉默根本比不了 但问题是 他充其量 就是个来看热闹的存在 结果牛大壮 在给沉默补充完守护印记后 又看向了他是个 什么意思 合着 他也得给沉默来上一道守护印记 凭什么啊 对此 沉龙尊者心中很是不愤 你个死牛犊子 故意来演气我 也就算了 居然还想打我的主意 门都没有 沉龙尊者 完全不理会牛大壮的眼神示意 牛大壮健壮 不断地轻声咳嗽了起来 他就差把牛鼻子 凑到沉龙尊者的耳边了 二缺道人健壮 只顾着在一旁看热闹 沉龙尊者 确实被牛大壮烦得不行了 行了行了 别渴 小心把你的牛肺给咳出来了 沉龙尊者说着 一道金色鳞片 从他身上自动剥离了下来 这道鳞片 静止落到沉默的眉心处后 便紧紧地贴在了那里 沉默能够感受到 这道鳞片的存在 但是从外表上来看 却是根本看不到鳞片的存在 见沉龙尊者 竟然给了沉默一道龙鳞 牛大壮连声说道 还是龙哥大气 说着 他又是看向了沉默 你小子 还不赶紧向龙大叔道谢 沉默文言 话刚要说出口 沉龙尊者一记尾边 直接拍在了牛大壮的屁股上 你个扁牛犊子 敢占你龙哥的便宜 这小子叫你大眼 你让叫你龙哥大说 沉龙尊者的这一尾边 打得可不轻 疼得牛大壮 摸的一声就叫了出来 好你个老尼丘 下手竟然这么狠 老牛今天跟你没玩 说着 牛大壮直接朝着 沉龙尊者的尾巴咬去 沉龙尊者自然不会让他得逞 直接腾空而起 嗖的一声后 就已经出了戒壁通道 牛大壮见状 有心想要去追 可毕竟 他还要镇守一线关 只好骂骂咧咧地嘀咕了一句 闹剧结束 二缺道人 随之便离开了一线关 牛大壮还有事情要处理 也是忙去了 沉默花了两天时间 简单巩固了一下自身的实力 又是向自家师傅 请教了一些问题 对于沉默的这些问题 云阳子一一做出了解答 沉默听完后 可谓是获益匪浅 同时 如今的沉默 已经八阶初七的觉醒者了 以他进阶的速度来算 若是不出意外的话 迈入九阶估计也是不远的事情了 云阳子也是打算 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给沉默讲解了一下 有关九阶觉醒者的事情 第159章 第煞镜 云阳子要讲的东西 其实正好也是沉默 要问的东西 如今的赵松松 虽然距离九阶觉醒者 还很遥远 但提前听一听 也没什么坏处 于是 沉默再将他也喊来后 云阳子的讲课便开始了 在正式步入话题之前 云阳子首先问了沉默 两人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 九阶觉醒者 会有几个小见 对于这个问题 赵松松率先回答道 师父 难道不是三个小见吗 沉默因为和九阶王级交过手 所以他知道 不同的九阶王级之间 实力相差极为悬殊 虽然不清楚 九阶具体有几个小见 但在他看来 至少不会少于三个 听到两个徒弟的回答 云阳子不禁摇了摇头 随即 只听他慢悠悠地说道 为师要告诉你们的是 九阶觉醒者 其实是没有小阶之分的 啊 对于云阳子的这个回答 沉默和赵松松 都显得很是诧异 怎么会没有小阶之分呢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为什么不同的九阶强者的实力 会有那么明显的强弱之分呢 比如像云阳子这样的 同样也是属于九阶强者之列 但是一般的九阶强者 在他的面前 哪怕是多来几个 也压根就不够看 知道两人会有这般表现 于是云阳子继续说道 别急嘛 九阶觉醒者 虽然没有小阶之分 但是 他却是有大阶之分的 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九阶觉醒者 实力相差如此之大的原因 听到云阳子的话 沉默和赵松松 显得更是困惑了 九阶觉醒者 有大阶之分 这 两人实在是不知道 本身就是大阶的九阶 该怎么分成大阶 这不闹呢吗 不过在云阳子给他们解释之后 两人这才弄明白了过来 原本 九阶还有一个名字 那便是叫做地煞境 地煞境 共有六个层次 不同的层次 会给觉醒者 带来不同程度的力量增幅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不同的九阶觉醒者 实力相差会非常大的原因 也因此 九阶觉醒者 共有六个大阶之分 出入九阶的觉醒者 实力便相当于地煞一境的程度 地煞一境 觉醒者可以得到了 两倍的力量增幅 同时 也会对身处自身领域之中的敌人 形成两倍的力量压制 地煞二境 觉醒者得到的力量增幅 和对敌人形成的力量压制 则达到了四倍 地煞三境 则是八倍 地煞四境 十六倍 地煞五境 三十二倍 地煞六境 则高达六十四倍 如今的云阳子 便处于地煞六境之中 自身领域 给他带来的力量增幅 达到了惊人的六十四倍 所以一般的九阶觉醒者 在他面前 怎么可能够看吗 真要动起手来 他甚至都不需要亲自出手 只需要展开领域 就可以轻易地碾碎对方 不过力量增幅越高 展开领域的消耗 便会越大 因此一般情况下 云阳子很少展开领域 来对敌 除了考虑到消耗的原因外 还因为根本没那个必要 在尊者及强者 不对他出手的情况下 域外侵略者中 很少出现像他这样的强悍存在 至于其他的小趴菜 根本就不够他一盘涮的 听到这里 陈默和赵松松 当即一通马屁 直接就拍了上去 此时两人的心中 那叫一个乐呵啊 以前只知道自家师傅厉害 却是不清楚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好了 弄清楚 九阶之中 最最顶尖的存在 听着两个徒弟的马屁 云阳子心里也很乐呵 不过课还没讲完 他也是压了压手 示意两人先停下来 听他讲完 师傅都发话了 陈默两人 只好停了下来 随即 云阳子便继续给陈默 和赵松松 讲了不少东西 其中就包括一些 他的修炼心得 等到云阳子讲完后 陈默两人 又是一通马屁拍了上去 云阳子被拍的 也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又给两人指点了一番 陈默这边倒还好 一般都是一点就通 而刚拿到九天 当魔神雷总刚的赵松松 弄不懂的东西就太多了 云阳子也不嫌烦 耐心地指点他 就这样 数天时间过去 各方的队伍 都是在开始陆续撤离了 眼看 替大队伍准备回去了 云阳子也是准备 跟着老中他们一起走 主要是他老人家认为 镇界山门人弟子太少 太过冷清了些 所以还是替大热闹 他没事的时候 还可以给学生们讲讲课 在临走之前 云阳子想起了一件事情来 他之前回镇界山 是回去调查 关于宗派界所在福地的来历 只是镇界山中 留存的古籍资料 实在是太多了 直到陈默激活他留下的守护印记的时候 他都没能完全整理出来 因此他还需要一些时间 等完全整理出来之后 他会告诉陈默结果了 云阳子和陈默说完后 便跟着老中他们一起走了 乌展飞在拉着乌子月好一通交代之后 这才带着神行教的队伍 回了宗派界 这次回去后 他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不踏入地煞四镜 绝不出关 被他好一通交代的乌子月 小脸则是红了一整天 陈默问乌子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结果他却是怎么都不肯说 而到了现在 陈默创立的 这支特别行动分队 三个月的驻守任务 便算是完成了 也就是说 他们可以回去了 虽然此行依旧没能撞够 建造顶级灵器修炼室 所需的功勋点 但是总的来说 几人都有着很大的收获 于是在提交申请并被通过后 陈默和牛大爷做了告别 随后一行四人 当天便来到了天门关 在天门关领取到自己的随身物品后 几人原本准备在外面逛一圈 再回大京市 结果赵松松手机刚开机 便看到了一连串的未接电话和短信 在看完最新的一份短信后 他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陈默见状 直接问道 发生了什么 赵松松脸色难看地说道 老默 我家里出事了 听到赵松松的话 陈默直接说道 走 咱们马上回大京市 第160章 赵家的危机 陈默没有过多的废话 提议立马就走 赵松松心里本就着急 自然没有意见 乌紫月和夏瑶 也都是表示赞同 于是一行四人 便在沉默的带领下 迅速离开了天门关 与此同时 大京市市郊 一座私人庄园内 几个年轻人 正心情愉快地交谈着 刘哥就是厉害 只是一句话 就切断了那赵氏集团的 全部供应链 让那赵氏集团 每天要承受 十个多亿的损失 这一下子 我倒看看那赵家人 能怎么办 听到此人的话 旁边的一个年轻人 帮腔道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跪着上门 挨求刘哥了 不然的话 他们就等着破产吧 此人的话 引得众人极为认同 坐在守卫之上 被一众年轻人 捧着称为刘哥的年轻人 此时也是得意至极 他名叫刘靖 大京是传承家族刘家的人 不过刘靖虽然传承家族出身 但修炼天赋并不算好 所以他没能走上特殊领域的路子 而是在读完大学后 便开始创业 背靠身后家族的关系网 加之自身眼光不错 年纪轻轻的刘靖 很快便在商场 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 一举成为了普通人眼中 白手起家的年轻企业家 不过 刘靖虽然没能走上 特殊领域的路子 但到底是传承家族出身 所以也是知道 一些特殊领域界的事情的 在大京市特殊领域 人才管理中心正式建成后 他便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 于是 刘靖便开始在大京市特殊领域 人才管理中心周围物色土地 准备大展身手 经过一段时间的物色摸牌后 他盯上了赵松松名下的那个商业园区 刘靖之所以盯上这里 原因有三 首先 这个商业园区 距离大京市特殊领域人才管理中心够近 其次 面积足够大 最后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这个商业园区所属的赵家 最好欺负 于是 刘靖直接派人去了赵家 提出要收购这个商业园区 可不管刘靖的话语里怎么暗示威胁 赵家的人都不愿意答应 于是 刘靖就开始动用特殊手段 来对付赵家 他先是给赵氏集团的所有供应商放话 谁要敢继续给赵氏集团供货 那就是和他过不去 和他过不去 那就是和刘家过不去 刘家在特殊领域界 虽然算不上是顶尖的存在 但他们家在商业版图上的发展 却是非常了得 各方面的实力 都是异常雄厚 为了避免得罪刘家 这些供货商就只好得罪赵家了 因为供应链出了问题 赵氏集团的订单出不了货 自然就造成了违约 如此一来 赵家就相当于每天都在遭受损失 刘靖就是要以这种方式 来逼得赵家服软 他现在不但要那个商业园区 同时还盯上了赵家的产业 谁让赵家的人不识抬举的 而刘靖并不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手段 所以他非但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甚至还认为这一次必然也是手道青睐 毕竟赵家的关系网 他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了 赵家很早以前就发了家 也一直都在向传承家族靠拢 但特殊领域这条路子 可不是你有钱别人就会带你的 后来国家开办了替大 赵家的第三代子弟赵松松 顺利考入了替大 算是正式进入了特殊领域界 但刘靖并不认为 一个进入替大读了学了四年的赵松松 能有什么危险 因此 刘靖现在就只等着赵家完蛋 然后轻而易举的 将那个商业园区 以及赵家的产业 全部拿过来 但考虑到赵松松 毕竟是进了特殊领域界的人 为了分摊风险 刘靖为此还找来了几个同盟 也就是捧着他的这几个年轻人 这几个年轻人 同样都是传承家族出身 不过也都和他一样 没啥修炼天赋 但背靠家族 混得也都还不错 刘靖主动找他们 他们自然是乐和的不行 毕竟 只要不是个傻子 都能看到那个商业园区的价值 更何况 还有赵家的产业呢 至于赵松松 一个特殊领域界的新人 他在厉害 难道还能干得过 他们这几个传承家族不成 另一边 在沉默的全速赶路之下 他们一行四人 只用了两个小时不到 便赶到了赵松松的家里 在看到家里人 只是略显憔悴 并未出事后 赵松松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他简直不敢想象 若是家里人真的出了事的话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疯狂事情来 万幸 在了解完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赵松松不禁眉头紧锁 自家集团的供应链 被全部断了之后 家里的人 也不是没想过办法去解决 只是眼看着钱送出去了不手 但这事情 却始终没能得到解决 那么很显然 对方的这一手操作 摆明了是要彻底搞垮赵家 也就是说 现在 哪怕赵家的人亲自求上门去 答应同意 出售那个商业园区 想来对方必然也不会罢手 更何况 他们赵家 凭什么要这么卑微 难道就因为对方 是传承家族出身的人 赵松松心中很是不愤 可这就是现实 单单以赵家的体量来说 显然是没办法和对方打擂台的 人家一句话 就能断了赵家的全部供应链 而他本人的进展 在同龄人中 虽然也算得上是神速 但他区区一个六阶觉醒者 在这样的传承家族面前 显然是不够看的 除非 动用自家师父的关系 可是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赵松松实在不想这么做 自家师父 可是九阶强者中 最为强大的存在 为了这种事情 去让一个传承家族卖面子 实在是丢范 所以 赵松松不打算麻烦自家师父 就在他烦恼不已的时候 陈墨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来试试 赵松松文言 眼前顿时一亮 对啊 他怎么把陈墨给忘了 他自己的分量不够 但并不代表 陈墨也不够呀 只是这样一来 就得麻烦陈墨了 陈墨看出了赵松松的想法 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你我之间 就不要谈这些了 再说了 你可是我的房东 要是房东的房子 都没了 那我住哪 第161章 申图刚 其实陈墨的想法很简单 对方不是以传承家族的背景 来强压那些供应商 断了赵家的货吗 那他就找关系 直接强压 对方不就行了 而正好 陈墨就能找到这样的关系 正所谓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就看谁压得过谁了 赵松松见陈墨 还有心思跟自己开玩笑 他沉重的心情 也是放松了不少 随即 陈墨便走出屋外联系人去了 而赵松松 则是宽慰着自家的家里人 让他们不要担心了 只可惜 赵松松的宽慰 现在并不能起到丝毫的作用 倒不是他们不领陈墨的情 而是他们之前 已经找过不少关系了 但真正起到作用的 却是一个都没有 陈墨和赵松松一样 都是替打出身 甚至从家庭背景上来说 他还不如赵松松 他真的能够找人解决这件事情 可目前 赵家能找的关系 几乎都已经找了个遍 现在 似乎也只有寄希望于陈墨了 不然的话 几代人辛苦打下的家业 可就全没了 陈墨来到屋外 翻看着自己的联系人目录 他在考虑 找谁才能更快地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人选还是挺多的 比如像老钟他们这些人 他们出面的话 这件事情肯定是能够解决的 不过考虑到他们的身份 陈墨就将他们排除了 剩下的人中 就是一些年轻人了 最终 陈墨选定了深途红 之前一线关爆发大战的时候 深途红也去了 期间两人还见过面 聊了一会儿 找他帮忙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的 于是 陈墨直接拨打了深途红的号码 深途红接到电话的时候 正在被他爸深途刚训话 铃声响起 他本想直接挂断 可在看到屏幕上陈墨的名字后 他顿时眼前一亮 深途红连忙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直接当着深途刚的面 就接通了电话 深途刚健壮 脸色顿时一黑 但他却是忍住 并未发作 能让自家儿子如此重视的电话 想来打来的人 必然不简单 在外人面前 这个面子 还是得给的 在深途红接通电话后 陈墨先是和他寒暄了一番 随即 这才步入了正体 等到深途红听完沉默 拜托他的事情后 他想都没想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主要是这事吧 实在是太简单了点 一个传承家族出身 却没有修炼天赋的人 靠着家族背景好取强夺 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问题是 这家伙这会儿 算踢到铁板了 虽然赵家确实只是一个 普通的有钱人家 但出身赵家的赵松松 可并不只是一个 普通的踢大学生 他的天赋 丝毫不弱于传承家族的核心子弟 关键的是 赵松松有一个师父 他的名字叫做云阳子 这是所有传承家族的老祖宗 都不敢招惹的强悍存在 同时 赵松松 还有一个关系非常铁的哥马 他的名字叫陈默 这是一个年仅二十多岁 但却是已经能够击杀九阶 王级域外强敌的彪悍存在 对方连这些讯息都不知道 只能说 他在传承家族中 根本没有什么地位 所以 这件事情 对于深屠红来说 简直不要太简单 而通过这件事情 却是能够加深他和陈默 以及赵松松的友谊 这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深屠红自然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见深屠红答应得如此干脆 陈默倒是 有些不放心了 不过深屠红却是再三保证 他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 漂漂亮亮的办好 陈默也只好选择相信他了 等到深屠红的电话挂断 深屠刚直接发作了 他直接将深屠红按住 狠狠地暴揍了一顿 这小子真是三天不打 赶上房接瓦了 深屠红虽有心反抗 却是实力不够 在将深屠红暴揍了一顿后 深屠刚也是问道 刚刚是谁找你 什么事情 你就敢跟人打包票 深屠红文言 揉着自己的屁股嘟囔地说道 我的一个校友 想请我帮他办一件事情 想到自己跟陈默说的 要将这件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 于是 深屠红把主意打到了他爸的身上 爸 正好你在这里 你的面子大 这事儿 你爸儿子出出力呗 听到还要他这个当老子的出面 深屠刚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他直接表示 绝对不可能 毕竟他一出面 那代表的 可就是深屠家了 深屠红也知道他爸的脾气 迅速地将事情解释了一遍 深屠刚听完后 皱起的眉头 顿时就舒展了开来 他好歹也是深屠家的二当家 沉默的名字 他当然知道 不仅如此 他还知道沉默的不少事情 普通人出身 通过招生途径 进入T大 T01分校高层中围等人的心头肉 师从宗派界五大势力之一 镇界山一脉的云阳子老前辈 更为重要的是 此子崛起速度异常迅猛 在T大的短短四年时间里 愣是从一个出入特殊领域界的新人 强势崛起 迈入了七阶宗师之列 随后 他以七阶后期的实力 通过了神龙小组的考核 成为了近十多年来 唯一一个刚进入神龙小组 便是正式成员的存在 而在刚结束没几天的一线关大战中 他更是借助九阶王级域外强敌磨练自身 成功从七阶后期 迈入了八阶大宗师之列 在迈入八阶大宗师后 他又是独自击杀六个九阶 王级域外强敌 一举扬威 震撼到了在场的一众九阶强者 说实话 若不是深屠刚也参加了那场大战 更是亲眼目睹了那个场面 就是打死他 他也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八阶斩杀九阶王级强敌 简直强得不可思议 等他将来迈入了九阶 那会有多强 不过 此子平时实在是太过低调了 而且很少与外人打交道 这也是另一众传承家族 颇为遗憾的事情 但是现在 就有这么一个机会 摆在深屠刚的面前 深屠刚是个聪明人 迅速就做出了决断 并且这件事情 一定要办得漂亮才行 因为赵松松的表现 虽然不及沉默 但同样是云阳子徒弟的他 如今也已经位列六阶强者之列 这份天赋 在年轻一代中 也是非常强大的 这个时候不赶紧交好 难道等着过年吗 于是 深屠刚看向深屠红说道 去将你大伯请来 说我有事找他商量 第162章 深屠红 深屠红的大伯 名叫深屠熊 乃是深屠家的大当家 深屠家未来的家主接班人 在如今老家主很少理事的情况下 深屠家的很多重大决议 都是深屠熊在做主 现在 自家老爸让去把大伯深屠熊 找来商量事 深屠红就知道 沉默这次拜托他的事情 肯定是会被办得漂漂亮亮的 于是 深屠红迅速去将深屠熊请来了 通过深屠红之口 深屠熊迅速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随即 只见他沉思了片刻后 看向深屠刚说道 眼儿曾与我说过 他与辞子当面交谈过 他认为 万不可与辞子为敌 甚至若是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和辞子交好才行 这一次 辞子为了朋友挺身而出 说明他重情重义 确实值得深交 如今 因为红二的关系 让我们深屠家 有了这个机会 那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说到这里 深屠熊又是看向了深屠红 红二 你与这沉默私交关系如何 深屠红闻言 也是将两人第一交手 再到后来 逐步相识 成为朋友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深屠熊听完后 笑着说道 少年英雄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你和他虽然不是同一个班的同学 但也曾一起出过任务 上过战场 这样的关系 值得继续加深培养 而且他这一次会来找你帮忙 说明也是认可和信任你这个朋友的 听到深屠熊的话 深屠红黑黑一笑 不禁挠了挠头 而深屠熊 则是看向深屠刚继续说道 那么如此一来 此事不办则已 既然要办 那就必须一步到位 听到深屠熊的话 深屠纲点头道 大哥说得极是 我们不妨这样做 听完深屠纲的方案 深屠熊点头道 就照二弟说的这么办 当深屠家的两位当家的拍了板 方案便是制定了下来 随即只需要下面的人去实施即可 为了让事情更快 更高效地完成 深屠纲甚至还让深屠红也参与了进来 于是乎 在刘静还在等待着赵家破产的时候 深屠家便开始反击了 首先是深屠家旗下的相关供应商企业 主动联系上了赵氏集团 他们打算以市场价格和赵氏集团签订供应关系协议 赵父赵母在接到公司那边传来的消息的时候 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他们再三确认后 这才确认了事情是真的 因为对方来的人里面 有一个是在国际商圈中极为有名的超大型集团的负责人之一 这可做不了价 在这个超大型集团的业务中 就有赵氏集团所需要的产品供应业务 可惜的是 这个超大型集团的产品供应业务是有量级标准的 而以赵氏集团的那点订单需求 根本达不到人家的标准 可是现在 这个超大型集团的负责人之一 居然在赵氏集团生死未亡的关键时刻 主动找上门要与赵氏集团签订供应关系协议 这不就跟在做梦一样吗 不过 赵父赵母到底还是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的人 他们让自己迅速冷静了下来 经过两人初步判断 这件事情必然和陈墨出去打的那个电话有关 不然的话 这也太巧合了先 而如果真是因为陈墨的话 那他这个影响力 是真的大 要知道 现在距离陈墨走出房间打完电话回来 一共也才过去了三十多分钟而已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对方的负责人不但找上了门来不说 甚至连相关的协议都已经准备好了 也就是说 现在只需要他们夫妇俩前往公司 将这份协议签订完成 那么被断了供应链的赵氏集团 就可以迅速重新恢复生产了 如此一来 后续的订单就可以及时出货 虽然在停工的这段时间里 赵氏集团损失极大 但现在能够及时止损 赵夫赵母就已经很高兴了 两人看着陈墨 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陈墨则是给了赵松松一个眼神 赵松松得到他的眼神示意 也是对自己父母说道 爸妈 你们快去公司吧 别让人家等太久了 老墨这里 由我来招待 陈墨也是接过话说道 是啊 叔叔阿姨 你们就快去吧 赵夫赵母走后 赵家全体上下也都是忙碌了起来 赵松松这个赵家的唯一闲人 则是带着陈墨三人去了那个商业园区 看看那栋大楼的装修情况 而另一边 深途家的做法 可不只是让家族产业和赵氏集团 签订供应关系协议 毕竟深途家的大当家 深途熊也说了 这件事情既然要办 那就要一步到位才行 因此 在派出负责人前往赵氏集团 签订供应关系协议的同时 深途家的大网 也是撒了出去 让赵氏集团及时止损 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他们之前损失的那些 也得找刘靖补回来才行 然后再施以同样的手段 让刘靖也尝尝那种 供应链 资金链 一并被切断的感觉 于是 在深途家的大网撒出去之后 和深途家有关系的相关家族 企业 都是迅速得到了封赏 而此时还在市郊庄园中的刘靖 却还毫不知情 他和几个年轻人 花天酒地了一整天 眼看天色渐暗 他们也是 开始商议着 晚上去哪嗨品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人的手机响了 有点醉醺醺的他 拿起一看 竟是自家老子打来 一瞬间 他的酒就醒了一大半 随即 年轻人接通了电话 喂 爸 我在外面忙着呢 电话那头的人 没有理会年轻人的套路话 而是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一个小时后 我要在家里见到你的人 否则 你就永远不要回这个家了 还有 听说你最近和刘家的一个小子 走得蛮近的 当爸的 现在只告诉你一句话 不管你和他走得有多近 马上把关系断了 话刚说完 电话就挂断了 同时 这年轻人的酒 也就全醒了 第163章 注定失败的逃亡 和他一样 其他的几个年轻人 也都相继接到了家里人打来的电话 传递的核心思想 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赶紧回家 并且不管他们和刘静的关系如何 马上和他断了 几个年轻人 在传承家族中 虽然不算太成绩 但混得还不错 说明并不算太笨 他们现在虽然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但也都能够大概猜到 这件事情 必然和刘静有关系 想到家里人的严肃口吻 几人可不敢做过多的耽搁 所以他们都是连忙告辞 不顾刘静的挽留 直接就走了 而这几个人 前后相差极大的态度 让之前还被他们捧得高高的刘静 很是生气 不过他到底 是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 此时的刘静 已然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离开的几个人 和他也算是相识已久的老友 这一次 更都是指望着他 带着他们一起吃肉 这也是几个年轻人 之前捧着自己的原因 刘静非常清楚这一点 可原本一切都是 好好的 但这几个人在接了一通电话之后 就刘静的态度就出现了转变 从他们不顾刘静的挽留 也执意要离开这一点来看 很明显 几人在急着和自己撇清关系 这就是说明 他们通过这一通电话 得知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可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他们宁愿和刘静翻脸也要走 对于这一点 刘静实在是想不明白 此时他并不认为 赵家会有这样的能量 能够做到这一步 否则 何至于被他逼到那种程度 刘静猜想了诸多可能 最终得出了一个可能性极大的结果 难不成是我刘家出了事情 虽然这个可能性实在小得可怜 但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再庞大的传承家族 也会一夜之间变轻浮的危机 或许也唯有如此 才能解释得通 为什么那几个同样是传承家族出身的人 执意要离开的原因 一想到这里 刘静心里产生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慌望 虽然普通人的面前 他是一个年轻有为 白手起家的青年企业家 但刘静心中很清楚 他的一切 全都是背靠家族才得来的 没有了刘家的庇护 他什么也不是 那些曾经被他欺压过的人 更是绝不会放过他 想到自己会失去自己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刘静已是慌乱到了极点 他当即拿出手机 准备联系家里人问问情况 如果真是刘家出了事情的话 他必须早做准备才行 龙国肯定是待不了了 他得想办法溜出去才行 事实证明 刘静的脑子确实很灵光 他猜的并没有错 刘家确实是出事了 虽然没到一夜之间轻浮的程度 但事却很大 与刘家旗下集团合作的诸多企业 直接发文来要中断合约 同时 以身途家为首的一众传承家族 也切断了和刘家的业务往来 这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 影响可是非常严重的 别看刘家在商业板块上 做得很大 但在一众传承家族中 却并不算多么的出彩 族中的子弟 天赋出众者越来越少 可对于传承家族来说 新旧血液的正常交替 乃是家族生存的根本所在 刘家一旦失去这个根本 将来必然会调出传承家族之列 现在的刘家 就是靠着老一辈打下的关系网 还能再撑些时间 如今这么多传承家族 和刘家断了业务往来 对于刘家来说 无异于一次的致命打击 这虽然不至于让刘家一夜之间轻浮倒下 但家道败落 却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届时 他们在商业版图上打下的基业 肯定是守不住的 所以刘家上下 在得知这两个消息的时候 可谓是乱作异团 也幸好还有老一辈的关系 有人悄悄给刘家人 透露了其中的原因 在得知此事 皆因为族中子弟刘靖 看中了肇事集团的一个商业园区 想要抢买抢卖引发后 刘家的不少人 顿时就怒了 又是这个刘靖 刘靖虽然修炼天赋不行 但人家有一个好大伯 刘靖的大伯刘涛 乃是如今刘家为数不多的八阶大宗师之一 正是靠着刘涛在刘家的地位 刘靖可没少干这样的事情 事后 刘家上下碍于刘涛的颜面 也只好给他擦屁股 只是这一次 怕是以刘涛的颜面也没用了 虽然肇事集团对于刘家来说 并不算什么 但问题是 肇事集团 能够让申徒家为他站台 这就让刘家不得不谨慎对待了 而结合申徒家做出的一系列举动来看 已经可以确定 刘靖这一次踢上的 无疑是一块超级大钢板 他这一次 肯定是要倒霉了 哪怕是他大伯刘涛 也保不住他 虽然看到刘靖倒霉 刘家上下不少人很是高兴 但现在 他牵连到了刘家 这就很是让人头疼了 刘家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赶紧正面解决这件事情 实在是他们拖不起啊 而首先要做的 就是赶紧将刘靖这个罪魁祸首弄回来 于是在刘靖准备打电话 给家里人询问情况的时候 刘家的人 已经派人去庄园找他了 刘靖他妈 爱子心切 竟是悄悄给他通风报了信 刘靖听说是因为自己 导致了这一次刘家的危机后 他整个人一个不闻 直接跌坐到了地上 他就是打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区区一个赵家 是如何请动 生徒家这样的传承家族 为他们站台的 但很显然 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刘靖知道 自己要是被带回刘家的话 下场一定会很惨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逃 至于因为他而被牵扯的刘家 以及他的父母 大伯什么的 此时都被他通通抛到了脑后 强行稳定心神后 刘靖匆忙地跑回了自己的卧室 将保险箱里的金条 现金 全部装进背包后 他丢掉了所有的电子设备 随即 慌不择路地开始了逃亡 只可惜 刘靖根本逃不了 前来带他回刘家的人里面 有着一位巴结大宗师 刘家出动这样的大宗师 既是为了防止刘靖跑掉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 毕竟刘靖若是在这个时候 不明不白地死了 那这件事情 可就彻底理不清了 而在一位大宗师面前 刘靖的逃亡 显然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还没逃出多远的他 就被这个大宗师 直接给擒获了 第164章 高棚夜半不登门 刘靖被擒获后 那位大宗师 便将他直接带回了刘家 当刘家上下得知 这混账东西 居然打算抛下刘家跑路 不少人恨不得将他生吞活泼 要知道 因为刘靖大伯刘涛的关系 刘靖以前惹出事后 都是刘家在强忍着恶心 给他擦屁股 可是这混账东西 每一次都是没有丝毫的悔改和收敛 如今他闯下大祸 惹到了惹不起的人 给刘家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身为罪魁祸首的他 居然第一时间 就准备抛下整个刘家跑路 对于这种白眼狼 这些人只想将他生吞活泼 然后一刀宰了来解气 哪怕是刘涛的面子 现在也压制不住他们的火气 不过 刘家想要解决眼前的这个大麻烦 刘靖这个人 还用得着 所以 众人也是强压着火气 共同商议着 该如何解决这件事情 刘靖心里很清楚 自己这回大概是要完蛋 可他不想这样 自己还有大把的青春没有挥霍啊 他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的求饶 却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理会他 这时 他看到了自己那站在人群中的母亲 只见刘靖恶狠狠地盯着他 立声斥责道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给我打电话 这样的话 说不定我还能逃得了 都怪你 都怪你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 刘靖如同癫狂了一般 他的母亲 看着跟变了个人似的刘靖 不禁四肋横流 是我害了你 我若是不对你太过浇惯 你也不至于沦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看着哭泣的母亲 刘靖没有丝毫的反应 反而是更加大声地狠力斥责道 你还在这里假惺惺地哭什么 还不赶紧去通知我大伯回来 以前刘靖只要闯了祸 他大伯每次能救他 他坚信 这一次一定也是一样的 刘靖的母亲听到儿子的话 心中更是伤心不已 刘涛那里 他早就联系过来 刘涛得知这件事情后 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但刘母并不认为 这一次的事情 是刘涛能够解决得了的 因为这一次 刘靖招惹到的人 背后站台的是 同为传承家族的生徒家 以及生徒家 那一众联姻家族 但就是一个生徒家 就远不是刘家能够对付得了的 再加上生徒家的那些联姻家族 这份量 岂是刘涛一个人 能够撼动得了的 在刘家上下连夜商议着事情的时候 刘涛也急忙回到了刘家 他刚开始听说 侄儿刘靖出事的时候 心中无疑是非常焦急的 刘靖的父亲 是他的亲弟弟 在刘靖还只有七岁的时候 为帮刘涛挡刀 身受重伤而亡 这也是为什么 刘涛会如此宠溺刘靖的原因 刘涛平时很忙 加之刘靖在面前 从来都是非常乖巧懂事的 所以 哪怕是刘靖闯了很多祸 刘涛也依然相信 他会悔改 出于他的面子 刘家也只能认了 刘涛本以为 这次的事情 依旧可以像以前一样解决 可当他赶回刘家 得知了事情的全貌后 他整个人直接骂了 刘靖这一次 闯的是天大般的祸呀 对方有生徒家 以及一众生徒家的 联姻家族站台 这岂是他一个八阶觉醒者 可以撼动得了的 但看着巴拉着自己的腿 不停哭诉表示自己 知道错了的刘靖 刘涛实在没办法做事 这可是 他亲弟弟的唯一血脉啊 于是 刘涛看向坐在主位之上的人 家主 这件事情 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的环转余地吗 听到刘靖的话 主位之上的人并未说话 而是刘家的另一位八阶大宗师开口 简单叙述了一件事情 生徒家和他的联姻家族 一共有23个 也就是说 这次和我刘家断了业务往来的 有23个传承家族 同时因为这件事情 其他和我们刘家 有业务往来的传承家族 也处于一种观望状态 如果刘家不能迅速地 将这件事情解决 这些传承家族 也会与我刘家断了业务往来 到了那个时候 我刘家上下 辛苦建立起来的商业版图 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商业版图的败落 倒是其次 更为重要的是 刘家 没了和这些传承家族的关系 随时可能会调出传承家族之列 刘涛 你也是我刘家之人 我想问你 这个责任 你担当得起吗 听到这个大宗师的话 刘涛陷入了沉默之中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任何一个结果的出现 他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正在痛哭的刘静 抬头看到自己大伯也沉默了 心中很是慌乱 他连声说道 大伯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一定要救救我啊 大伯 听到刘静的话 刘涛叹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 他还是想试试 只见他看向主位之上的人说道 希望族中能给我一点时间 若明天早上七点之前 我没能解决这件事情 刘静 就任由族中处理 见刘涛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主位之上的人 微微点了点头 刘家的九阶觉醒者 如今只剩下一个了 整个家族 还需要靠刘涛这样的八阶觉醒者来支撑 所以不太好 驳斥他的面子 见家主同意了自己的提议 刘涛撇下刘静 静止走出了刘家 已经知道了事情原委的他 自然是知道 这件事情因何而起 正所谓 解灵海虚细灵人 想要解决刘家的这个危机 救自己的侄儿 自然是要去找赵家才行 此时的刘静 心中是夹杂着一些火气的 既有对侄儿不争气的气氛 也有对自己 被逼到这种地步的愤怒 以至于 他似乎获略了一件事情 高鹏夜半不登门 夜半登门之人 必是恶客 这一次 若不是身徒家出来站台的话 区区赵家 刘涛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他想要解决这件事情是真 但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去赵家 其中难免带有一丝威胁的意味在里面 第165章 夜半登门 必是恶客 在刘涛赶往赵家的时候 沉默他们已经看完了大楼的装修情况 只能说 狠气 因为刘涛这个龟儿子 看上了这个商业园区 为了逼迫赵家 将这个园区卖给他 他可没少使应招 以至于大楼的装修进度 都是给停了下来 赵松松找到的那个装修团队 宁愿赔付违约金 也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 合约的解除 是经由赵母亲自确认的 当时赵家的供应链 全部被切断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赵母也只能选择这么做 既然大楼没装修好 自然也就没什么好看的 赵松松便带着陈墨他们 找了一个正宗的川菜馆吃饭 一顿饭饱酒足后 几人又是去商业街 在琳琅满目的商品诱惑下 夏瑶和吴子月 爆发出了极大的热情 两人在不同的店铺中穿梭 选购着自己喜欢的东西 至于费用 他们也不需要陈墨和赵松松掏 毕竟他们两个人都是觉醒者 每次出任务之后 都是有补助的 用以自己的购物使用 完全足够了 至于陈墨和赵松松 两人则是充当起了货架的作用 两人各自拎着吴子月 他们选购的商品 只觉得累得不行 逛了三多个小时后 吴子月和夏瑶 都是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们的购物行为 这才停了下来 随即 一行人四人 便是准备去赵松松的 那个独立小别墅休息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通电话 却是打到了赵松松这脸 电话刚一接通 那头就传来了赵松松堂姐 赵冉冉慌乱的声音 通过赵冉冉之口 赵松松得知 家里有人来闹事 如今家里的大人 都在公司忙碌 因为前段时间太过劳累 留在家里休息地 他没了单 赵冉冉说不认识对方 对方也没说自己的来历 他只是告诉赵松松 对方和他是一样的人 听到这里 赵松松顿时眉头一皱 和他一样的人 那就只能是觉醒者了 现在这都快晚上十二点了 一个陌生的觉醒者 闯到他的家里 这怎么看 都像是不怀好意的 在得知堂姐赵冉冉 暂时并无大碍后 赵松松表示 马上就赶回去 电话挂断 不等赵松松开口 沉默带着几人 来到人少的阴暗处 嗖的一声后 一行人四人 便消失在了原地 沉默和赵冉冉曾接触过 对方给他的印象还不错 所以担心 那闯到赵家的人 对他不利 沉默直接展开了蜷缩 很快 他们便赶回了赵家 进入大厅 赵冉冉见到几人回来 连忙迎了上来 顺着他的手一指 几人便看到 一个面孔陌生的男人 正大摇大摆地 坐在守卫之上 这个男人 正是刘涛 因为赵家的人很多 都在公司忙碌 所以他此行 算是扑了个空 一个赵冉冉 显然做不了任何决定 于是他便让赵冉冉 将赵家之人喊回来 赵冉冉心中 虽然十分恐惧 但头脑还是清醒的 在发现对方 并不是普通人后 他没有选择通知赵家的人 而是选择了通知赵松松 不是赵冉冉要害赵松松 而是他知道 沉默和赵松松在一起 赵家此次遭遇的危机 就是因为沉默 而得以解决了大半 所以赵冉冉相信 他也一定能够对付得了 这个闯入赵家的不速之客 此时 刘涛看着匆忙赶回来的 沉默一行人 眉头顿时一皱 不过他显然 没把几个年轻人放在眼中 而是看向赵冉冉说道 看来 你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我让你通知的是 能够在赵家做主的人 听到刘涛的话 赵松松站了出来 我就是 能够在赵家做主的人 只是不知道 阁下深更半夜闯进我赵家 是想干什么 见赵松松谈吐也算不凡 刘涛直接表明了来意 得知对方来自刘家 还是此次导致赵家 差点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 流进的大伯的时候 赵松松面色一冷 问道 若是我赵家不同意和解 阁下打算如何 听到这话 刘涛半代威胁地冷声道 年轻人 虽然不知道你赵家 此次是如何 请动深途家 为你们站台的 但正所谓 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刘家再是败落 想要对付你们赵家 还是很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 难道深途家 能永远庇护 你们赵家 赵家现在已经值了损 我也可以代表刘家 答应事后 给你们一笔补偿 所以还是 见好就收吧 只要赵家同意和解 你们就能收获我 刘家的友谊 这可是一笔 很划算的买卖 刘涛显然在刘家 高高在上惯了 加之他根本就没把 区区赵家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他开出的这些条件 赵家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 听到刘涛的话 赵松松可谓是怒从心中起 他还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因为刘静 赵家差点家破人亡 结果刘涛非但一字不提 还夜半登门 虽明未来解决问题 但实则却是威胁赵家 更不要脸的是 他居然说让赵家 见好就收 只要赵家同意和解 就能收获刘家的友谊 我他妈配 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赵松松恨不得一脚踹死刘涛 但令他感到憋屈的是 他似乎只能接受刘涛的建议 因为刘家 想要对付赵家的话 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而生徒家 也不可能一直庇护赵家 说到底 打铁还须自身硬啊 赵松松不可能永远都指望 沉默来帮自己解决麻烦 那样会消耗他和沉默之间的情分的 赵松松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 父母从未在他面前提及过的心酸 看着赵松松内心挣扎的模样 刘涛更是一副吃定了赵家的恶心样子 但他似乎并不知道 请动生徒家为赵家站台的 并不是赵家的人 而是沉默 同时 生徒家之所以愿意出来站台 仅仅只是为了获取 仅凭八阶初七的实力 就能斩杀九阶 王级域外强敌的沉默的友谊 而且 赵松松也不差啊 刘涛也不愧是刘静的大伯 两人的性子简直像极了 刚刚的情报都不做好 就敢胡乱硬闯 沉默看着内心挣扎的赵松松 明白他的忧虑 但这种时候 人是不能退缩的 赵家一旦退了 将来还可能会被刘家欺压第二次 什么收获刘家的友谊 全都是特么的屁话 哪有夜半登门 用威胁送来的友谊 第166章 赵松松的抉择 刘涛的算盘 打得不可畏不惊 用赵松松的家人 作为筹码威胁 从而使赵家主动退步 而这一次 一旦赵家主动退步了 这事也就算过去了 届时 就算是申涂家 也没办法说什么 但若是日后 赵家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哪怕是有沉默的关系在 申涂家也不一定会愿意再站出来了 因为这一次为赵家站台 申涂家及其一众联姻家族 可是相当于牺牲了不小的利益的 这么做 就是为了逼迫刘家做出退步 正面来解决这件事情 结果事情的结果都还没出来 作为当事人的赵家 却是主动退步了 这特么算怎么回事 你让申涂家的人怎么想 虽然因为沉默的关系 申涂家可能并不会因此 来找赵家的麻烦 但事后 双方后续的合作 肯定是不可能再继续了 至于刘家这边 刘涂口中那所谓的友谊 很大概率是指望不上的 因此 赵家一旦在这个关口退步 那就真变成 里外不是人的局面了 沉默不确定 赵松松是否想到了这一点 但这个时候 他必须站出来了 不得不说 刘涂这个人 着实很阴险 他竟然在悄悄地 对赵松松施以精神威压 只见沉默向前两步迈出 直接挡在了赵松松的面前 一瞬间 刘涂施家在赵松松身上的精神威压 全部消失不见 得到解脱的赵松松 浑身大汗淋漓 不禁大口大口地传起了气来 他确定 若不是沉默出手 为他挡住了刘涂的精神威压 他真的就快要忍不住 向刘涂屈服了 刘涂见自己的精神威压被抵消 眼神顿时一凝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知道 沉默他们这四个年轻人 是觉醒者 不过由于沉默不显山不漏水 一身实力尽数收敛 正因为如此 刘涂根本没把几人放在眼中 所以他才敢堂而皇之地 对赵松松施以精神威压 意图逼迫他屈服 只是让刘涂没想到的是 赵松松居然能够短暂地 扛住他的精神威压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四个年轻人中 居然有一个人 能够抵消他的精神威压 你是什么人 刘涂看向沉默 冷声贺问道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刘涂的自大 他真的在刘家无法无天惯了 而且 他很可能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去过一线关 以及战场了 否则 身为一位八阶觉醒者 他不可能连沉默都不认识 这倒不是说 每一个八阶觉醒者 都必须要认识沉默 而是在刚结束不久的 一线关全面大战中 沉默的震撼 太震撼人心了 八阶初七的实力 击杀了六位九阶 王级御外强敌 口口相传之下 在一线关和天门关 就没有不知道 他这个战绩的人 顺便 再了解到沉默这个人 刘涂但凡关心一下 一线关的战士 就可以获悉到这件事情 但是 他显然根本不曾去关心过 这也就能够解释 他为什么不认识沉默了 对于刘涂的问话 沉默根本没有理会 他只是转过身来 看向赵松松问道 你怎么选 听到沉默的话 赵松松的拳头 松了又紧 紧了又松 但最终 他的拳头又是紧了起来 还能怎么选 刘涂的所作所为 已经证明了 他的话根本不值得信任 赵家真要是跟刘家 就这么和解了 日后就等着倒霉吧 家人确实是赵松松的弱点 刘涂也准确地 拿捏住了这一弱点 但是 赵松松本身并不是一个 性格懦弱的人 刘涂如此威胁他 非旦没能让赵松松退缩 反倒是坚定了他的决心 那就是变强 唯有自身强大 才能不受欺负 做下决定之后 赵松松看了一眼 唐姐赵然然 赵然然很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接给了赵松松 一个坚定的眼神示意 于是 赵松松给出了他的答案 绝不这么和解 听到赵松松的答案 沉默转身看向了刘涛 听到了吗 刘涛闻言 眼神更是冷冽了下来 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如此 赵家就等着吧 由于拿捏不准沉默的底细 刘涛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他准备直接离去了 长夜漫漫 他还可以想起他的办法 赵家的人 可是还有很多的 见刘涛准备溜 沉默看向他说道 你半夜灯门 言语威胁人不成 就打算这么一走了之 刘涛闻言 轻蔑一笑道 难不成 你们还打算留下我不成 伴随着刘涛话音一落 大厅中的气氛 顿时速杀了起来 感知到沉默心理活动的巫子月 直接带着赵冉冉和夏瑶 离开了这里 至于赵松松 他没有走 他只是看向沉默说道 王莫 你尽管放手发挥吧 说完 他将大门一关 随着两扇大门闭合 蹦 一道破风声响起 沉默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 朝着刘涛击射而去 刘涛见状 宁笑道 小子 挺狂的嘛 敢对你刘大爷出手 刘涛乃是一位 有着巴结后期实力的觉醒者 在刘家的数十位巴结大宗师中 属于前三的存在 这也是刘家数次看在他面子上 为刘静擦屁股的原因 不过 刘涛已经很多年都没上过战场了 在刘家吃老本的他 根本不了解 这些年来特殊领域界的发展 他更是不了解 一个崭新的大时代 即将来临 无数天骄 将在这个大时代 竞相登台 沉默 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实力可不一般 这一点 他马上就能领教道了 沉默迅速突进靠近刘涛后 直接一拳轰出 他的这一拳 使用的只是纯粹的肉身力量 刘涛及其自大 竟是同样挥出一拳 打算教年轻人做人 下一刻 两只拳头碰撞到了一起 伴随着一声惊怒的痛苦吼叫声响起 刘涛挥拳的这只手臂 直接炸裂开来 雪花四溅的同时 刘涛惊了 他意识到 自己惹错人了 但事情可还不算完 一拳轰爆刘涛手臂的沉默 再次出手 京剧的刘涛 哪敢硬扛 打算逃命 但这个时候 沉默的精神威压 直接碾压来 本就心神惊惧的他 根本受不住 刚刚腾空而起的他 静止衰落 到了地面上 第167章 赵松松的决心 在刘涛落地的同时 沉默已经闪身而至 接下来 就是一场单方面的暴打了 在沉默的手底下 有着八阶后期实力的刘涛 就跟个小鸡仔似的 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 不过 沉默虽然下手极重 但却并没有真的要杀了 刘涛的想法 倒不是 他怕刘家的报复 而是这一次赵家的事情 还需要用到刘涛这个人 这种免费送上门的助攻 可不能白白浪费了 在刘涛在沉默的打击中 整个人已是心凉了一大劫 他在决定夜闯赵家的时候 心里就非常清楚 他的行为将会给刘家 带来多大的麻烦 如果是成了 那倒还好说 可现在事儿非但没成 他人也没能跑掉 那这可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 到了这个时候 刘涛终于知道认怂了 不过他的认怂 并不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而是迫于当前的形势 面对他的求饶 沉默根本不理会 至于赵松松 恨不得弄死刘涛 自然不可能让沉默停下来 因为这一场 若不是赵家的人都在公司忙碌的话 若不是因为沉默在的话 那他们赵家上下的老老少少 可就危险了 一想到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 赵松松对刘涛的恨意 也是越发的强烈 经过了沉默的一顿暴打 之前还高高在上的刘涛 现在就跟一条死狗一般的 躺在碎渣之中 现在就是给他机会跑 他都没那个能力跑了 沉默结束了暴打 赵松松连忙递了一条 干净的毛巾过来 将手上的血迹擦干净后 沉默看了一眼地上的刘涛 随即对赵松松的说道 给叔叔阿姨打个电话 让他们回来一趟 咱们好好商量一下 明天去了刘家后 该要些什么补偿 听到沉默的话 赵松松当即就给他父母 打去了电话 赵父赵母得知家里发生的事情后 可谓是担心得不行 两人通知了赵家的一众人后 便急匆匆地往家里赶来 与此同时 听到屋内的动静停下来了 乌紫月也是带着赵冉冉和夏瑶走了进来 乌紫月和夏瑶 好歹也是上过战场的 眼前的画面 对于两人来说 就是个小场面 但赵冉冉这样的普通人 哪见过这样的血腥场面啊 他明显有被吓到 不过看到夜闯赵家 意图威胁赵家屈服的刘涛被打得跟条死狗一样后 赵冉冉的心中 又很是畅快 而很快 心急如焚的赵父赵母就赶回来了 当他们看到了大厅中的场面后 也是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紧接着而来的 是心中生起的一阵后怕之意 这人大晚上的闯进赵家 显然意图不轨啊 这要是没人能够治得住他 那他们可就危险了 可以说 是沉默救了他们一家人 想到这一点 两人看向沉默的眼神 充满了感激之色 自家儿子 真是交一个相当不错的朋友 而现在赵家 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都回来了 一场临时的家庭会议 也就开始了 沉默作为外人 和吴紫月 以及夏瑶 参与了旁听 很快 赵家人就围绕该要多少补偿 展开了辩论 有一些老人认为 刘家到底是大 赵家此次 因为有人相助 所以这才能够讨回这个公道 但下一次呢 所以 对刘家不能逼迫太甚 只需要刘家 补偿赵家近段时间 来损失的资金即可 这话一出 赵松松当即第一个 跳出来反对 二叔公 孙儿不同意你的看法 听到赵松松的话 二叔公也不生气 只是示意赵松松 说出他不同意的原因 之间赵松松 从位置上站起来 走到大厅中间 他环视一周 看向二叔公说道 二叔公 孙儿认为 这件事情 本就是刘家人的不对 他害得我们 赵家损失惨重 若不是因为我朋友 失意援手 我们赵家差点就家破人亡了 而就在刚才 你们还在公司忙碌的时候 刘涛悍然闯进了我们赵家 二叔公可知道 他和我是一样的人 孙儿很惭愧 我现在根本打不过他 也就是说 如果当时我们赵家人 全都在家里的话 我的朋友不在的话 我们赵家若是不妥协 全家人的性命 就在掌握着刘涛的手上了 刘家 对我们赵家逼迫如此之深 难道我们 就这么认了吗 哪怕我们退步 哪怕我们只是 要回自己应得的补偿 刘家 就会记赵家的好吗 不对 他们绝对不会 所以 赵家和刘家 本就没有缓和的余地了 也就不存在 要给他们留面子这种事情 赵家的资金损失 他们得补偿 赵家人的精神损失 他们也得补偿 赵松松的这些话 二叔公如何会不知道 他只是 看着赵松松问道 松儿 二叔公只问你两个问题 你的朋友 能帮你一辈子吗 赵家 将刘家得罪死了 生徒家会永远为赵家站台吗 二叔公的这两个问题 也是赵家在场的所有人都担心的问题 面对刘家 赵家 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没有外力相助 赵家 根本扛不住 刘家的压迫 听到这两个问题 赵松松深吸了一口气 他当然知道赵家的问题所在 但这并不代表着 赵家需要向刘家妥协 如今的刘家 甚至是生徒家这些传承家族 以前同样是由小家族发展来的 既然如此 赵家同样可以走这条路 他赵松松 将带领着赵家壮大起来 他有信心 有决心 赵松松用一段很简单的话 表述了自己的决心 沉默当然不可能帮得了他一辈子 生徒家 也不可能一直为赵家站台 但是赵家 虽然现在不行 并不代表以后 也不行 听完赵松松的话 二叔公沉默了 其余的人也都沉默了 一众人都是看向了 坐在守卫上的那个老人 他是赵家的方向决策人 也就是赵松松的爷爷 只见他看向赵松松说道 好 不愧是我赵家的孩子 爷爷相信你 一定能够带领赵家强大起来 不就是彻底得罪刘家吗 咱们赵家不怕 第168章 前往刘家 赵老爷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孙子赵松松 说的那番慷慨激昂的话 将来 那就是 还没有到来 这里面 实在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作为赵家的掌舵人 他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但在经过一番 慎重权衡之后 赵老爷子最终还是做下了这个决定 正如赵松松所说 赵家和刘家 已经没有了缓和的余地 赵家 即便退让妥协 刘家 也不可能会领他们的情 既然如此 那就不存在什么彻底得罪医术了 反正 已经得罪过了 同时 赵老爷子更加明白 如果赵家退让妥协了 那就是在 打身涂家的脸 这种得不偿失的做法 实在不可取 而正所谓 求人不如求己 只要赵家 能够强大起来 那自然不用再去留假 自家孙子的那番话 便让赵老爷子 下定了决心 当赵老爷子拍板 做下最终的决定之后 赵家上下 便再无反对的声音了 此事一定 场中的众人 开始陆续散去 赵父赵母看着赵松松 心中可谓是 欣慰至极 他们的儿子 有担当了 赵老爷子 对赵松松 更是不吝赞辞 对于沉默 更是少年英雄 这些词都用上了 现在大的问题决定了 还剩一个小问题 需要解决 那就是像条死狗一样的流涛 虽然八级觉醒者的生命力 却是异常顽强 但是经过沉默的一顿暴打之后 他已是违离到了极点 为了避免他真在赵家隔屁了 陈默让人去拿来了床单和被子 然后将刘涛裹了进去 又在亲自检查了刘涛的状况后 陈默徒手搬来一张沙发 就这么坐了下来 为以防意外情况的发生 他决定 亲自守着刘涛 陈默的举动 让赵老爷子心中大喜不已 自家孙子 能交到这种朋友 真是走了大运 于是赵老爷子连忙招呼赵家人 给陈默弄来了不少吃的喝的 而见陈默决定守着刘涛 赵松松作为赵家的一份子 自然不能干看着 于是他也徒手搬了一张沙发过来 巫子月和夏瑶 对两人微微一笑 便静止坐到了这两张沙发上 得 陈默和赵松松 只好再搬来了两张沙发 四张沙发 分四个方向将刘涛给围了起来 这让还吊着一口气的刘涛顿时 面如死灰 这意味着他哪怕 悄悄恢复了体力 也逃不了了 至于刘涛那边 就算有人来救他 想要在陈默面前成功救走他 大概只有老祖宗一起来才行 只是那样一来 老祖宗出手的同时 必然会惊动大惊式的 其他九阶强者 到了那个时候 刘涛的麻烦可就更大了 想到这里 刘涛是真的后悔了 他就不该贸然来召架的 很快 一夜过去 整个夜晚 风平浪静 刘涛的状态 虽然恢复过来了一些 但他完全放弃了挣扎 刘涛 也并没有人来救他 一大早 赵母亲自做了早餐 为了陈默他们送来 吃过早餐之后 眼看着时间来到了九点 陈默便给申涛红 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他将昨晚刘涛夜 闯赵家的事情 简单地叙述了一遍 申涛红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 连忙向他爸汇报了这件事情 如今的刘涛 虽然呈现出了败露的迹象 但是族中的 几个八阶大宗师 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 比如这刘涛 哪怕在一众 传承家族的八阶觉醒者中 他都能算得上是 比较厉害的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 刘涛性格 可谓是极为怪账 得知他做出 夜闯赵家这样的事情来 申涛红并不意外 不过 赵家那边 有着实力 更为强大的陈默在 刘涛显然是 翻不起风浪来的 陈默轻易将刘涛制服的消息 更是让申涛红认为 申涛家此次 为赵家站台的这个操作 是非常正确的 而现在 刘涛落到了陈默的手中 那么 赵家就可以 以此为契机 去找刘家 要一个交代了 申涛家这边 申涛刚会让申涛红 亲自前往 去刘家的人 不用太多 只需要 有威慑性就行了 申涛红接到这个任务后 显得很是兴奋 他自打从T大毕业 回到家族后 每天除了修炼 就是修炼 一点乐趣都没有 加之自身实力 也不够强 在大战中起到的作用 极为有限 所以 申涛红只觉得 人生毫无乐趣 现在好了 自家老爸 居然给自己指派了 这么一个有趣的任务 去找传承家族 刘家的麻烦 若是到时候 刘家不愿意退让 甚至请出老祖宗的话 那到时候 或许还能看到 沉默调打九阶强者的画面 一想到这里 申涛红就兴奋的不行 看到申涛红激动的样子 申涛刚提醒他道 这一次 可不是让你去玩的 你可不能落了 我申涛家的颜面 申涛红文言 连声保证道 明白 随即 申涛红便溜了 他开上车 直奔赵家而去 申涛红赶到的时候 沉默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凄惨的刘涛 本已经恢复了一些力量 但他不太老实 又是被沉默 给抱走了一顿 再次失去行动能力的他 正坐在轮椅上 而赵家 去刘家的人员名单 也出不定了下来 一共就两个人 赵松松 赵然然 这一次 赵老爷子 将这件事情的处理权 全权交给了赵松松 和赵然然做决定 而之所以 只有他们两个人 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万一刘家当场翻脸的话 赵家的人区多了 反倒会成为沉默的侧肘 当然 随行的还有 乌紫月和下摇 很快 深屠红便来到了赵家 当他看到 坐在轮椅上的刘涛的时候 也是大吃了一惊 之前沉默 只是在电话里告诉他 已经将刘涛给制服了 结果 这哪是简单的制服啊 这几乎是将刘涛 给废了呀 不过 刘涛做出这样的事情 哪怕真被废了 那也是活该 赵家若 是执意将这件事情 闹大的话 只怕是刘家 会更不好过 赵松松 将深屠红介绍 给家里人认识后 几人便在深屠红的带领下 带着刘涛 赶往了刘家 为了给自己一心人 壮壮声势 深屠红还喊来了不少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 都是深屠家的 殷亲家族出身 陈默虽然不认识他们 但他们 却是非常的熟悉陈默 实在是陈默的名头 已经在各大传承家族中传开了 不少人 居然正跟自己偶像 准备去干一件大事 这些人立马就赶来了 就这样 原本只有五个人的队伍 迅速庞大了起来 第169章 刘青山 各大传承家族的年轻人 除非是关系不好的那种 不然的话 彼此之间都是联系方式的 于是 陈默他们一行人 将要前往刘家闹事的事情 便在这些年轻人中开始疯传 一些原本不太关注这件事情的 传承家族 也是关注了进来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陈默掺和在了里面 这个以八阶初七的实力 就能够击杀九阶 王级域外强敌的年轻大宗师 也是直到此刻 刘家这才得知了 身途家卫 赵家站台的原因 像陈默这样的年轻大宗师 自然是要以交好为主 感慨自家 为什么就出不了这种人才的同时 刘家上下也是慌得不行 刘涛夜闯赵家 被陈默给留下了 这件事情的性质 可就不再只是简单的欺压而已了 一时之间 刘家上下对于刘涛这对子侄 恨意十足 若不是因为他们 刘家何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 未经之际 只有请出老祖宗才行了 另一边 沉默他们一行人 浩浩荡荡地杀到刘家 队伍规模之大 大京市所有传承家族的年轻一代 都有人在里面 虽然这些人 都还只是年轻人 但刘家显然不敢轻视 因为他们的背后 可都是一个个传承家族 于是 刘家派出了一位极为有分量的大宗师 出面接待 再来的路上 赵松松就与沉默商议好了两不一直的细节 不进刘家 不客套 直奔主题 反正已经得罪刘家了 所以在意那么多干嘛 沉默他们不进刘家 队伍中的年轻人自然也不会进 刘家出面招待的 这位大宗师 尴尬得不行 可是 他不敢发火 因为比他实力还要强上一分的刘涛 此时正凄惨地坐在轮椅上 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呢 面对直奔主题的赵松松 刘家的这位大宗师也是问道 你赵家到底想要如何 赵松松笑了笑 对方居然问 他赵家到底想要如何 真是宝笑 不过赵松松并未回答 斗嘴这个环节 还真不是他的强项 只见赵松松看向赵冉冉说道 姐 该你上场了 赵冉冉言 看了一眼沉默 随即他鼓起勇气站了出来 赵冉冉先是自我介绍了一番后 便开始回答对方的问题 不是我们赵家想要如何 而是你们刘家想要如何 这件事情 本就是因为你们刘家的流劲气 他一句话 就害得我们赵家 差点家破人亡 而后 又是你们刘家的刘涛夜闯 我们赵家 言语之中尽是威胁 是 我们赵家小门小户 比不得你们刘家 但是我们赵家 绝不会向你们刘家退让妥协 这就是我们赵家的答案 赵冉冉的话 对刘家的这位大宗师 哑口无言 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他 他实在没办法诡辩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行人从刘家大宅中走了出来 在看到为首的老人的时候 这位大宗师不禁彻底松了一口气 闭关中的老祖宗被请出了山 那事情就好解决了 看到这位老人 身图红不禁有些紧张了起来 对方毕竟是一位真正的九阶强者 面对这种的强者 要说没有压力 自然是不可能的 陈默身边的他 也是不禁小声地提醒到 他就是刘家仅剩的一位九阶强者 刘青山老前辈 听到身图红的话 陈默点了点头 刘青山还在刘家大宅中的时候 他就已经感知到了对方的存在 大概是处于地煞三境的程度 不得不说 作为刘家仅剩的一位老祖宗 刘青山还是有点实力的 但想要对陈默造成危险 地煞三境还是差了点 所以陈默并无聚色 刘青山到来之后 先是将现场的一众年轻人 打量了一番 他的心中很是感慨 传承家族最重要的 就是新鲜血液 可是他刘家 却是一代不如一代 唉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刘青山的视线 最终落到了陈默的身上 他能够感知得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 很有实力 面对他这个老牌的九阶觉醒者 对方甚至没有丝毫的聚色 于是只听刘青山看向陈默说道 年轻人陪老头过上几招如何 陈默闻言直接走了出来 随即刘青山和陈默便一前一后地消失在了原地 看着消失的两人 在场众人可谓是议论纷纷 只是可惜的是 他们看不到这场清老对决 而对决的时间短得可怜 也就几分钟后 消失的两人便回来了 仅从表面上来看 众人根本看不出两人的胜负 不过这时刘青山率先开口了 此次错在我刘家 对于赵家遭受所有的损失 我刘家十倍赔偿 罪魁祸首刘靖 永远逐出刘家 刘涛 移送官方惩处 不知对于这个结果 赵家可还满意 刘青山虽然是在问赵家可还满意 但人却是看着陈默在说话的 赵松松和赵然然很清楚这一点 便向陈默点了点头 陈默看了一眼深涂红 深涂红认为这样的赔偿确实足够了 给了陈默一个眼神示意 既然赵家和生徒家多满意了 陈默也是看向刘青山说道 前辈大意 而后 在刘家坐在轮椅上的刘涛后 一众年轻人便散去了 刘家上下不少人对于这个结果 很是难以置信 他们实在想不明白 老祖宗为何要向一个年轻人示弱 刘家议事大堂之中 刘青山坐在守卫上 看着一些不太服气的刘家族人 他痛心疾首地说道 你们有什么不服气的 刘家沦落至此 你们这些人的责任最大 醒醒吧 不要再沉浸在刘家过去的辉煌之中了 听到刘青山的话 不少人辩解道 老祖宗 我们没有 我们也想振兴刘家 此次事件 虽然是我们刘家有错在先 可他召架什么东西 仗着有那沉默和生徒家 对我刘家逼迫如此之甚 让我们在一众传承家族面前丢了颜面 这口恶气 我们实在难以咽下 第170章 雷霆手段 听到这些人的话 刘青山好悬一口气 差点没上得来 你们这些人 就是这么振兴刘家的 还什么 虽然刘家有错在先 错了 那就是错了 什么赵家逼迫太甚 若是刘家的家教 执行得和以前一样 没做出这些事情来 赵家会硬着头皮 来逼迫刘家吗 还什么丢了你们的颜面 恶气难以咽下 老夫都不在乎这些颜面 你们这些人 有什么颜面值得在乎的 若不是 看在这些人里面 一些老人以前也是为刘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否则的话 刘青山真想一掌 将他们送进轮回 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什么赵家仗着那陈墨和生徒家 赵家即便没有陈墨和生徒家支持 崛起也是指日可待 刘青山看着手中的资料 心中很是气愤 赵家的赵松松 如今才二十出头 便已经迈入六阶强者之列 这样的天资和实力 哪怕是一众传承家族中 都是极为难得的 若是这个麻烦今日不解决 待到日后赵松松崛起 那就是刘家彻底倒霉的时候了 更为关键的是 整个刘家年轻一代 拿得出能够与他匹敌的存在吗 刘青山一声贺问 一众人都是沉默了 刘家当然拿不出来 整个刘家和赵松松同龄的人 实力最强的也才五阶觉醒者而已 这虽然看似只差了一阶 作为传承家族出身的他们 每一个人都很是清楚 其中的差距有多大 但有人认为 赵松松天资再好 他现在也还没有真正崛起 赵家想要靠他这根毒苗崛起 怕是有些痴心妄想 听到这样的话 刘青山顿时恶狠狠地瞪了过去 一个家族壮大之中 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如果这些不同的声音 确实是为了家族着想 那刘青山会很高兴 但现在的这个声音 却是在带领着刘家走向深渊之中 刘青山看着说话的那人 冷声道 从今以后 你就永远地待在刘家 不许出刘家大宅半步 若是有违反 老父亲自击毙你 刘青山的话 让一些人都还不太明白 发生了什么 但他现在实在懒得解释 如今的刘家 上上下下都烂透了 唯有动用雷霆手段 才能让刘家重获新生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或伴随着有阵痛 但和刘家将来彻底走向深渊比起来 这点阵痛真算不得什么 于是 刘青山看向当代家主刘辉说道 从今日起 你便不再是刘家家主 刘辉闻言 浑身一正 刘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身为家主 确实有责任 可他也没有办法 他本身 虽然也是巴结觉醒者 但在刘家的一众巴结觉醒者中 却是吊车尾的存在 实力不够 家主的威严自然不够 加之一些老人 仗着昔日的功劳 左右钳制于他 平时处理一些事情 总是难以执行到位 刘家 烂到这个地步 不是没有原因的 而老祖宗想要立威 自然就首先拿他 这个家主来开刀 刘辉虽然想要为自己辩解一番 但却是无话可说 家主被率先拿下 意味着刘青山 确实是动真格了 随后 他更是直接宣布 族中的数位老人 全部进入祖地之中 闭关修炼 不突破九戒 不允许出来 听到这个决定 这些个被点到名的老人 直接闹腾了起来 他们年岁已大 自身的底蕴 已经被消耗一空了 想要靠着闭关突破九阶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刘青山让他们闭关 就是在变相地圈敬他们 这让他们如何受得了 他们可是为刘家立下过 汉马功劳的 刘青山不能这么对他们 看着这些闹腾的老人 刘青山脸色一寒 他只是淡淡地说道 你们若是不想体面的话 老夫可以帮你们体面 听到这话 现场再次陷入了死寂之中 见这些老人不再闹腾了 刘青山继续宣布了几项决定 这些决定 主要都是人员位置的调动 他一通安排下来 不少原本在刘家有着话语权的人 全都实施了 但面对刘青山 他们根本不敢提出反对 最后 刘青山看像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的刘慧说道 你便作为代家主 重新执掌刘家 障碍 老夫已经为你扫除 给你一年的时间 老夫要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刘家 刘慧 你可愿接下这个任务 刘青山的话 让刘慧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原来 老祖宗还是看到了他的付出的 刘慧哽咽着 接下了这个任务 现在祖宗之事已经安排好后 刘青山再次开口说道 将刘靖和刘涛带进来 紧接着 神色微米的刘靖 以及更微米的刘涛便被带了进来 刘青山直接当众宣布了 对他们的处罚 刘靖 逐出刘家 任何刘家之人 不得对其进行接近 刘涛 送到神龙小组进行惩处 随着刘青山的话说出 刘靖和刘涛的命运 便被这样决定了 到了这里 刘青山也是再次着重强调道 打铁还需自身硬 刘家要崛起 要走光明正大之道 老夫不管你们心中 有着什么样的奇思妙想 统统给我藏在心里 谁要是敢使出来 老夫就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你 赵家之事 依照老夫所言 进行十倍赔偿 如何刘家 不得对赵家进行打击报复 更不准去打那赵松松的主意 至于原因为何 老夫只提醒你们一句 赵松松的师父 叫做云阳子 他若动起怒来 整个刘家包括老夫在内 都得玩玩 在刘青山动用雷霆手段 处理着刘家之事的时候 沉默他们一行人 则是应生涂红的邀请 去了生涂家 人家刚出了大脸 这个面子不太好驳斥 于是 乌泱泱一大群人 直奔生涂家而去 来到生涂家后 生涂纲亲自现身接待 这份重视程度 可见一半 当然 生涂纲并未做过多的停留 以长辈的身份 与沉默四人简单寒暄后 他便主动退去了 留下了生涂红 以及一众生涂家的年轻人 来招待这些 来到生涂家的年轻人 第171章 回家 生涂家的宴会 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才结束 经由生涂红的介绍 沉默对已认识了 不少传承家族的年轻一代 这些人中 有人对沉默很是客气 有人对沉默很是热情 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不过他们都非常关心一个问题 那就是 沉默和刘青山去切磋的时候 结果到底如何 对于这个问题 沉默并不做解答 只是说 刘青山老前辈很厉害 沉默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让一众人都很无奈 可沉默不愿意说 他们也无可奈何 等到宴会结束后 沉默他们告别了生涂红 回到了赵家 此时的赵家 早已得知了结果 全家上下 已经有人 在开始和刘家做交接了 刘家那边的人 一开始还在找各种理由推托 但没过多久 他们的态度全都变了 交接起来 那叫一个配合 到了现在 这件事情 也就算过去了 为了感谢沉默 对赵家伸出的援手 赵老爷子决定 将那个商业园区送给沉默 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 沉默当场就拒绝了 他这一次帮赵家 并不是图赵家的东西 完全是因为赵松松的原因 赵家想要表示感谢 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送一个商业园区 实在是太贵重了些 沉默实在无法接受 见沉默拒绝得如此坚决 赵老爷子也不觉得尴尬 大笑着和沉默碰了一杯 同时再次对沉默说道 园区你可以不要 但那栋楼 你总该收下吧 在赵老爷子的一再坚持之下 沉默的名下 便多了一栋大楼 而后下摇和吴紫月 也是被好好感谢的一些 赵家也是送出了 价值不菲的礼物 至于生徒家那边 赵老爷子也已经备好了礼物 到时候他将亲自送上门去 这些事情 沉默自然不用再担心 在参加完赵家的晚宴后 四人便来到了赵松松的 独立小别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沉默准备保持以往的低调 同时他准备去替大看看师父 以及老钟他们 然后就回趟老家 差不多要等到过完年后 他才会回大京市 对于沉默的决定 赵松松自然不会反对 他强烈要求一起去 说是沉默还欠他一顿饭 沉默当然还记得这件事情 两人之间定下的君子之交吗 赵松松要去 下摇自然要跟着去 然后就剩下吴紫月了 他其实也想去 但沉默没有邀请他 他可不会紧赶着往前凑 毕竟 这可是去沉默的老家 沉默当然不会漏掉吴紫月 只见他 看向吴紫月说道 一起去吧 吴紫月文言 微微点了点头 行程制定好了 但沉默他们 还有不少事情要忙 大楼的装修 还需要继续进行 那是将来沉默组建的 这支特别行动分队的助地 很是重要 同时 还需要跟着赵家的人 一起去一趟生徒家 进行正式的拜访 神龙小组那边 也需要沉默再去一趟 总之 还是有的忙的 而沉默这一忙 就足足忙了半个多月 若不是有吴紫月 赵松松他们几人帮忙 需要的时间还会更多 不过好在 总算是忙完了 临行之前 就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情 买上了一些礼物后 沉默四人便直奔替灵妖分校而去 如今 他们虽然毕业了 但因为有着神龙小组的权限 因此 能够通过前往T01分校的岗哨 在沉默他们通过了 T01分校的门岗之后 老中他们便得知了 四人到来的消息 至于云阳子 早就已经感知到了沉默的气息 沉默通过气息的感知 找到云阳子的师父 他正在接梯教室 给学生们讲课 看得出来 云阳子很享受这种教书育人的感觉 沉默没有打断他 而是和赵松松 他们三人 一起来到后排坐下 云阳子见状 也对着沉默他们点了点头 重新回到课堂上 沉默非常感慨 等到云阳子的讲课结束 师徒三人这才说上了话 沉默他们在一线观的世界 云阳子都知道 说实话 这两个徒弟确实很争切 这是云阳子最高兴的一点 如今 他们又回来看自己 更是使得云阳子心里暖暖的 师徒三人一番叙旧之后 沉默又去一一拜访了老中等人 直到天色渐晚 几人这才回到了大京市市区 等到时间来到第二天 沉默便带着赵松松他们三人 玉空直奔大川省而去 没用多少时间 他们便进入了大川省地界 进入小安市临城县地界后 沉默便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落地了 而后 四人直奔沉默的老家 沉默的父母 已经知道了 自家儿子上的不是一般的大学 为了让沉默担心 他们选择回到了老家 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商店 虽然挣得不多 但用以日常的生活 却是足够了 还能照顾年迈的外婆 要问老两口现在最担心什么 那自然是自家儿子沉默的安危 虽然他们不知道 如今相对和平的蓝星上 到底哪里在爆发战争 但既然是战争 那必然就会有伤亡 老两口很害怕 未来的某一天 就会接到沉默牺牲的消息 虽然沉默 偶尔也在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但这种事情 他们怎么可能放得下心来吗 这不 沉默又在唠叨着沉妇 让她给儿子打电话 问问近况 沉妇不是不想打 可问题是 自家儿子做的事情 秘密级别不是一般的高 随便打电话过去 这不是给儿子找麻烦吗 沉母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可她就是担心呀 你个很心肠的 你不给儿子打 我自己来打 说着 沉母拿着手机走出了小店 结果她刚出来 就看到两男两女四个年轻人 正在看着她 其中一个 她怎么看 怎么觉得眼熟 可自家儿子上次来电话的时候 说她正在出任务呀 正在沉母还在纳闷 这个年轻人 为啥长得那么像自家儿子的时候 年轻人却是走到了她的跟前来 笑着喊道 妈 我回来了 第172章 父母 儿 儿子 看着站在自己身前 一脸笑盈盈的沉默 沉母捂着自己的嘴巴 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不过很快 她就确定了 这真的是沉默 她的儿子回来了 当即 沉母一把搂住沉默 有些气不成声地问道 你这个孩子 回来 也不给妈打个电话 沉默闻言 轻搂着母亲说道 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 沉母确实很惊喜 自从了解到自家儿子 在从事 极为机密的事情之后 每当沉默的手机 联系不上的那段时间 身为母亲 她的每一天 都是在担心中度过的 不过现在好了 沉默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亲眼看到沉默 作用比她打电话 回来抱一百个平安墙了 不知多少呗 这时沉默也是想起 儿子还带了朋友回家 想到自己的囧态 她急忙抽出身来 用手抹了一把眼角后 她连声朝着小店里喊道 老沉 你快出来看看 这是谁回来了 听到媳妇的话 沉默连忙走了出来 沉默看到父亲 也是喊道 爸 看到居然是自家儿子回来了 沉默心中的激动 并不比沉默少多少 但她还是稳住了 走到沉默身前来 点了点头说道 回来了就好 随后 两口子便把小店关了 沉默带着沉默 以及赵松松三人 回家去了 而沉妇 则是连忙买菜去了 刚到家 外婆得知 沉默回来了 便立马来到了门口 再看到 确实是沉默回来了 老人家显得很是高兴 一众人进了屋里 沉默也是将赵松松三人 介绍了一番 同时 又把家里人介绍给了 赵松松他们三人 对于赵松松三人的到来 沉默和外婆 很是欢迎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两人对乌紫月显得格外的热情 而后 一群人便坐在一起 闲谈了起来 沉默得知 外婆现在每天闲得无事 就在家里种种花草什么的 二楼的阳台上 全都是他老人家 种的一些花花草草 沉默看得出来 外婆的心情很好 他的状态 也明显比之前好了很多 这样一来 他也就放心了 至于父母 倒不至于太过担心 两人的身体状况 还很不错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们总是担心沉默 可是沉默 在踏上了觉醒者 这条道路后 是没办法停下来的 不知不觉中 沉默身上肩负的东西 多了太多 他现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 还要为了师父 以及那些 关切爱护过自己的亲朋好友 所以 沉默没办法停下来 除非 域外侵略者彻底被打败 可直到目前为止 这一天 距离沉默还很遥远 尽管之前的一战 刘大爷他们杀穿了 域外侵略者 在戒壁通道中的大本营 但事后 从沉默了解到的情况 他知道 当时域外侵略者 在蓝星这边的尊者 已经被调走了很多 否则的话 这一战 就不会赢得这么轻松了 而那些离去的域外侵略 早晚都会回来 因此 人类的危机 并未解除 也就是现在 有了难得的短暂和平时间 所以 沉默才有空 回家来看看 只是这些东西 沉默没办法 和父母细说 不然的话 他们会更担心的 在众人说话的空隙 去买菜的臣妇 也回来了 沉默连忙迎了上去 接过父亲 买回来的菜 而后 家里就忙活了起来 在沉默的家里 做菜最好吃的 还得是父亲 母亲的手艺 着实不怎么样 她也就能给父亲 打打下手什么的 比如包包蒜 泽泽菜之类的 夏瑶和吴紫月 也是准备参与进去 但哪有让客人做事的呀 沉默连声喊来沉默 让她带两人去看看 外婆种的那些花花草草 听到沉默提起 自己种的那些花花草草 外婆 直接在前面引路 一行人 来到二楼阳台 顿时就被惊到了 因为这些花花草草 生长得 实在是太旺盛了一些 其中掺杂的一些 小型果树上 挂的果子 大的惊人 平日里 外婆将这些果子 看得很是宝贝 她的女儿 也就是沉默的母亲 偶尔摘一两个来尝尝 都会被说这么大的人了 还贪嘴 结果到了沉默这里 因为摇了摇了一棵果树 果树上挂着的果子 全都掉了下来 但外婆却是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只向旁边的一棵果树 被沉默他们说道 这棵树街的果子味道最好 你们快尝尝吧 还有这棵 味道也很不错 沉默他们 在二楼参观外婆种的 花花草草的时候 在厨房帮忙的母亲 忍不住看向沉妇说道 哎 老沉 你说咱家儿子 是不是喜欢那个姓屋的女孩 沉妇平时就不太喜欢 八卦这些东西 正在切菜的她 随口回道 儿子喜欢就行了呗 你操那么多的心干嘛 沉母子不这么认为 她身为母亲 不就该操心这些事情吗 结果因为她喋喋不休地 说个不停 沉妇实在是受不了 直接就把她赶出了厨房 由于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赶出厨房了 所以沉母并不生气 而笑呵呵地来到了二楼阳台 准备去打探打探情况 主要是她对吴紫月的第一印象 确实不错 更为关键的是 这可是自家儿子带回家的第一个女孩 至于下摇 那不是已经和自家儿子的朋友 赵松松订婚了吗 她自然不能算在里面 沉母来到二楼之后 看到平日里自己碰一下 都会被说的那些果树正在被霍霍 她也是乐呵呵地加入了进去 于是等到开饭的时候 她因为吃了太多的果子 导致根本就吃不下了 而沉默他们身为觉醒者 自身的消化能力自然不一般 夏瑶和吴紫月是女生 倒还有些矜持 沉默是在自己的家里 根本不用客气 至于赵松松 直夸臣妇做的饭好吃 被儿子的朋友夸了手艺 臣妇自然是高兴的 让赵松松敞开了肚子吃 于是沉默和赵松松两人 直接一碗一碗地开造 得亏之前沉默回过家 臣妇知道自家儿子如今的巨大饭量 所以煮饭的时候多煮了不少 只是最终 饭还是不够吃 臣妇又给两人 下了一大锅的面条 吃完面条后 两人这才差不多饱了 第173章 除夕夜的突发事件 之后的几天 沉默过得很是放松 每天带着赵松松他们 出去逛逛 然后回到家里 就有可口的饭菜可以 直接开造 这样的生活 确实很安逸 赵松松在顺利吃到沉默 在镇上最贵的饭店请了客后 因为赵家那边有事情 他便带着下摇 一起回大京市区了 至于乌紫月 则是在沉默的家里 多住了一段时间 他和沉默的母亲 外婆 相处得很是融洽 尤其是沉默 很是喜欢她 已经不止一次问过沉默 两人发展到哪一步了 对此 沉默只能以沉默回答 因为他也说不准 自己和乌紫月 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 乌紫月在陈家住了两个月 眼看临近过年 沉默便送她回了神行教 他和乌紫月约定 等过完年后 就会去接她 送完乌紫月回来 沉默每天 除了陪外婆出去溜达溜达外 就一直待在家里 虽然小镇上的灵气并不算浓郁 但沉默身上 可是带有生命援金的 他每天就待在二楼的阳台 缓缓吸收着生命援金 在此期间 沉默还做了一件事情 他将自身的一半积蓄 分别转到了父母 以及外婆三人的账户上 沉默这如同交代后事一般的行为 可把沉默给吓了一大跳 尽管沉默一再解释 他并不是在交代后事 只是想让父母他们多买些好东西 不用那么节省 可惜 沉默根本听不进去 除了晚上睡觉的时间 他每天都要跟着沉默 沉默在二楼阳台修炼 他搬来板凳 和外婆一起守着 知道母亲的担心 沉默每天都是规规矩矩的 时间 一会儿过 又是一年除夕夜到来了 沉默停下修炼 和父母一起做着大扫除 他更是亲自动手 做了一大桌的饭菜 一家人在饭桌上 好不热闹 吃过晚饭后 家人一次洗了澡 然后就围坐在一起 聊着天 等待着新年的到来 但眼看着时钟 即将指向凌晨十二点 一股突如其来的震动 打破了龙国千家万户的团圆时刻 这股震动的震感 虽然并不算强烈 但却是足足持续了一分钟 待到震动结束 他手机也是滴滴滴地响了起来 这是沉默特别设置的铃声 提示着他任务来了 沉默连忙回到自己房间 迅速将睡衣换下 沉默看着换好衣服的沉默 担心地问道 又出事了吗 沉默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太清楚 发生了什么 这一次突如其来的震动 虽然足足震动了一分钟之久 但却并没有像以前一样 有巨响产生 所以沉默也不太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既然任务铃声响起 那就代表有事情发生了 因此他必须去 沉默知道留不下儿子 只能红着眼眶说道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沉默给了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告诉他道 妈 我一定会回来的 沉默说完 又是看向了一脸担忧的父亲和外婆 爸 外婆 我走了 随即 沉默来到了二楼 父母既然知道一些事情 那有些事情 只要不挑明就可以了 他来到二楼之后 直接遇空而起 直奔接收到的集合点去 沉默一路全速紧赶 很快便来到了大川省 特殊领域人才管理中心 他之前接收到的任务 便从这里发送的 在沉默到来的时候 管理中心的大厅 已经到了不少人 但没有一个人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随着现场感到的觉醒者 越来越多 管理中心的总负责人现身了 通过他之口 现场的一众觉醒者 这才得知了发生的事情 就在今天晚上23点30分左右 一线官所在的戒壁通道中 那些离去的域外尊者们 再度归来 他们一回来 其所属的族群域外侵略者大军 再次朝着一线官席卷而来 一线官所面临的压力极大 虽然暂时还未爆发尊者级大战 但中书那边 已经请调了数位尊者 前往一线官首备增援 可就在这个过程中 侦察卫星却是侦测到 龙国境内 有大量的异常空间波动 随后 那持续了一分钟之久的震动感袭来 而它产生的原因 则是因为龙国境内几乎所有省市 在同一时间 出现了被打开的戒壁通道 虽然只是一些二三级戒壁通道 但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仅靠出戎小组的人去处理 根本忙不过来 于是 中书迅速下达指令 启动各省市特殊领域人 才管理中心的征召令 由各省市的管理中心 就近召集觉醒者 处理发生的事件 沉默的定位在大川省 自然是接收到了 大川省特殊领域人才管理中心的征召令 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后 一众觉醒者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如果只是低级别的事件的话 那倒没什么 于是 一些人连忙接取任务后 便朝着任务地点赶去 在人群中的沉默 心中却并不轻松 发生的只是低级事件 当然是好事 可问题是 这规模也太大了吧 龙国境内 可是有着三十多个省市 在同一时间 竟是都出现了 被打开的借壁通道 这绝对不是巧合 沉默至今可都还记得 之前发生的双四级事件 如果现在发生了双二三级 甚至是三二三级事件呢 一想到这个可能 沉默就很是担忧 不过他现在首先要做 还是先将当前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于是 沉默也来到柜台前 直接接取了一个任务 由于他是八阶觉醒者 所以处理的是三级事件 和沉默同行的 还有三个七阶觉醒者 以及四个六阶觉醒者 沉默虽然年轻 但实力最强 因此 成为了这支临时组成的小队的队长 而他们的任务地点 是在一个距离有数万人生活的小县城外 领取到任务后 一行人便迅速出发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全速遇空后 沉默他们便到达了任务地点 可和以往不同的是 事发地点附近 除了那耸立在半空中被打开的借壁通道外 却是连域外侵略者闯入蓝星的一丝痕迹都没有 第174章 反常情况 预想之中的战斗并未爆发 这让沉默他们一行人 都感到很是奇怪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被打开的借壁通道 此刻就矗立在他们的眼前 可预外侵略者呢 现场为什么一个都没有 甚至连一丝痕迹都不存在 难道他们并没有闯入蓝星 可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要打开这个借壁通道呢 闲得慌 虽然心中有很多的疑惑 但为了保险起见 沉默当即下令 让队员们四散开来 就近搜寻一番 得到命令的几个队员 当即便四散开来 朝着不同的方向搜寻而去 不多时 他们便陆续回来了 东面没有任何异常 西面没有任何异常 南面没有任何异常 北面没有任何异常 确认四个方向都没有异常后 沉默确实困惑了 他实在是想不通 域外侵略者们 这一次到底是在搞什么费劫 不过 沉默还是先将这一情况 上报到了大川省特殊领域人才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得知这一情况后 让沉默他们就地防守等待 直到借壁通道关闭 而与此同时 其他觉醒者前往的事发地点 碰到的情况和沉默 他们完全一样 现场只有被打开的借壁通道 域外侵略者什么的 却是连根毛都没有 这种反常的现象 实在是让人难以心安呀 沉默也是趁着助手的期间 分别联系了乌紫月和赵松松 随后他便得知 大京市的很多觉醒者 都是接收到了征召令 赵松松本人 就在一个事发现场 现场的情况 也和沉默这边一样 让赵松松千万要小心后 沉默便挂断了电话 而乌紫月这边 宗派界所在的伏地中 也感受到了 那持续了一分钟之久的震动 不过 伏地之中 却是并未出现异常 随后 沉默便专心地在事发地助手 直到天色放明 那被打开的借壁通道闪烁了一下后 便直接消失不见了 他们的任务 也就结束了 整个过程 就跟走个流程似的 随后 沉默他们一行人 便回到了管理中心 交接了任务 此时 已经是大年初一了 任务结束 觉醒者们 也是个回个家 沉默回到家 父母和外婆 都是松了一口气 他一直待到了大年初七 这才告别了家人 之前的反常情况 让沉默心中很是不安 他想要亲自去问问师父 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和家人告别后 沉默先是去了宗派界 他接上乌紫月以后 两人便一起回到了大京市 回到大京市的第一时间 沉默便打算去找自家师父 结果却是得知 师父回镇界山去了 据老中所说 他似乎是有了什么大的发现 当时走得很聪击 同时 云洋子还让老中给沉默 和赵松松带话 他让两人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不用去镇界山找他 等他那边查清楚情况之后 自然会来找两人的 虽然不知道 自家师父到底发现了什么情况 但既然他老人家发话了 沉默和赵松松只好照做 而对于沉默来说 提升实力最快的地方 那自然是一线关了 于是 在和乌紫月 赵松松 下摇三人商议后 他第二天 便前往神龙小组总部 申请驻守一线关 第二次来到神龙小组总部 沉默轻车熟路地 来到了后勤处 在填写了申请表后 他正准备离开这里 结果这个时候 龙战声得知沉默来了 便将他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中 还有一个人在 那就是龙国教育部部长 沉默的小师叔王破军 和王破军问了好后 沉默便看向龙战声问道 组长 您找我 龙战声点了点了头 不过却并未说事 而是先问了沉默一个问题 沉默 你有把握在今年 迈入九阶决心者吗 听到这个问题 沉默愣了一下 他提升实力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今年这才刚开始 时间还很充裕 迈入九阶觉醒者 问题应该不大 这点自信 沉默还是有的 不过他不太明白 龙战声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 但沉默还是将自己的答案 回答了龙战声 听到沉默的回答 龙战声大笑了起来 只见他 看向王破军说道 老王 瞧见没 他有把握 王破军没有理会龙战声 而是看向沉默 给他讲了一件事情 除夕那晚出现的反常情况 不仅仅是龙国境内发生了 整个蓝星上的各个国家 也都有发生 虽然此次事件 并未给人类造成伤亡 但正所谓 是出反常必有妖 面对这种全球性的突发事件 让各国高层的想法 终于达成了一致 经过各国代表多日来磋商 最终决定成立特殊领域 联合作战中心 由世界各国共同出资 培训出一批超顶尖的觉醒者出来 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严重威胁 而参与培训的人选 由各国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划分 不过 是需要经过选拔的 最终只有30个名额 而参与选拔的条件有两个 一是年龄未满50周岁 二便是实力达到9阶觉醒者 选拔将在一年后正式开始 王破军将情况介绍完 便看向沉默说道 各国共同出资 所聚集起来的修炼资源 多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这对于任何一个觉醒者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只不过这两个条件 让很多人都只能望而止步 而且 后面还有选拔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高手交战 所有参与进来的觉醒者 必须是有着强硬实力的那种 此次 龙国一共只有20个名额 竞争将异常激烈 想要参与竞争这20个名额 需要有人推荐才行 而正好 龙组长这里 有几个推荐名额 我想让他给你一个 只是不知道 你想不想要 听完王破军的话 沉默回答道 当然想 这么难得的机会 沉默当然想要了 听到沉默的话 王破军笑着说道 既然想的话 那就赶紧去提升自己的实力 正式的选拔 虽然是在一年后 但国内的名额选拔 却是要提前一段时间 所以留给你的时间 并不算多 第175章 银虎尊者 王破军说完 便不再多说了 这时 龙战生接过话说道 沉默 我手里确实有几个推荐名额 但盯着他们的人可不守 你想要的话 必须得拿出实力来才行 沉默闻言 回道 明白 嗯 你明白就好 去吧 随即 沉默便离开了 等到沉默走后 龙战生看向王破军问道 一个推荐名额而已 你直接给他不就行了 干嘛还要我来 配合你整这些弯弯绕 王破军闻言 笑着说道 这可不行 得让他有足够的紧张感才行 再说了 他现在可是你们神龙小组的人 你身为神龙小组的副组长 配合我一下怎么了 听到王破军的话 龙战生不由地摇着头说道 他遇上你这么个小师叔 真是够倒霉的 不过 你师兄可是对沉默 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的 你这么哄你师职 就不怕他来找你麻烦 王破军闻言 笑呵呵地说道 当然不会 他知道后 说不定还会认为 我做得对 而且 他现在可没这个功夫 来找我的麻烦 离开神龙小组总部后 沉默便在想着 王破军说的事情 从对方的话里 他提取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首先就是 如今世界各国都认为 人类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会遭遇更为严重的威胁 所以他们通过沟通协商后 决定培养出更多的 超顶尖强者出来 超顶尖强者 便是尊者及强者 这就是说明 以人类现有的这些尊者及强者 无法抵御 那可能会出现的严重威胁 所以 人类需要更多的尊者才行 因此 各国这才达成了共识 决定共同出资 只是 超顶尖的尊者及强者 可并不是那么容易培养出来的 但不管如何 这对于沉默来说 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他能够得到 那三十个名额之一 那他就能通过那些资源 让自己的实力 得到飞跃式的进展 而沉默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快让自己 迈入九阶觉醒者之列 从而在龙战生那里 拿到推荐名额 然后再夺取国内的名额 对于国内的二十个名额 沉默有足够的信心夺取 毕竟想要参与进来 有两个限制条件存在 未满五十周岁 以及实力达到九阶觉醒者 老实说 这个条件还是蛮苛刻的 但龙国并不是没有人做不到这一点 据沉默所知 神龙小组就有不少 还未年满五十周岁的九阶觉醒者 不过 他们在九阶中 走得并不算远 大多数都还只是 停留在地煞一镜而已 地煞二镜的 少之又少 而以沉默现在的实力来说 对付地煞三镜都没有问题 所以 从这一点上来说 沉默并不紧张 不过问题是 沉默虽然战斗力 已经足够了 可他现在的境界 却还没达到九阶 因此 王破军说的那些话 还是给自己带来了一些紧张感的 他对自己 虽然有足够的信心 但万一出现了意外情况呢 所以 紧张一点还是要的 很快 沉默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他也是将这件事情 告诉了乌紫月他们 乌紫月三人得知这件事情后 都很支持沉默 去争夺这个名额 毕竟沉默若是迈入九阶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 唯一让他们感到惋惜的是 自身距离九阶实在是太远了 不能和沉默一起去参与名额的争夺 随后 几人在做好准备之后 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便出发前往了一线关 十个数个月 再次回到一线关 和之前离开时的平静不同 如今的一线关 已是再次闹腾了起来 虽然并未爆发尊者级大战 但下级战场的大战 却是连日不断 沉默他们一行四人 刚来到一线关 便是参与到了一场大战之中 进入战场的沉默 很快便找到了战斗的感觉 他犹如一柄利剑一般 在域外侵略者大军中 挨回穿插 敌方的精英大领主 不是没来拦截 但面对实力变态的沉默 他们根本拦不住 不过 在与敌人交战的过程中 沉默也是发现了一些不同之处 明显比之前的那些敌人更强一些 有着同样感觉的 还有赵松松他们 等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众人回防的时候 几人这才详细了解到 如今在一线关中 和龙国交战的域外侵略者大军 是由一批从未出现在战场上的 域外尊者带领着 他们族群队伍的整体实力 不但更为强悍不说 就连进攻方式 也比之前那些域外尊者带领的 族群队伍更犀利 更为重要的是 在前天爆发的一场大战中 有一个实力极为强悍的八阶精英大领主 说了龙国的语言 这可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得知这些事情之后 沉默想到了 自己之前击杀的那个九阶王级 对方也能说龙国的语言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 人类现在面对的敌人 是由和那九阶 王级同样来历的域外尊者带领的 那这对一线关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虽然现在还未爆发尊者级大战 但对方如此频繁地发动 下级战场的大战 显然是有进攻一线关的打算 那么这不是对方在拿一线关练兵 并熟悉人类的战斗方式呢 似乎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沉默正想到这里 敌人再次反扑了上来 来不及多想 沉默便再次回到战场之上 直到三天后 这场大战才全面结束 沉默刚回到一线关 便接收到了牛大爷传来的讯息 让他去一线关城楼 带到沉默来到城楼上后 便看到了牛大爷 同时 还有一头杀气十足的老虎也在 沉默知道 那便是今年负责镇守一线关的 引虎尊者了 对于到来的沉默 引虎尊者也是将其上下打量了一番 然后他这才看向一旁的牛大壮说道 哈哈 比起老尼秋看上的那些人 牛哥的眼光确实要更好一些 第176章 八阶后期 引虎尊者说话的声音很是粗犷 震得沉默的耳朵嗡嗡直响 牛大壮则是笑呵呵地接过话说道 那是自然 还是兄弟 你懂老哥啊 不过说实在的 兄弟你的眼光也是很厉害的 那条老尼秋跟你比起来 差了不知多少 看着这一牛一虎的一唱一鹤 沉默傻眼了 这场面是个什么情况 大佬之间的商业吹捧吗 而且 为什么他们话里话外 总是要踩尘龙尊者一脚 不过 沉默心中虽然有疑问 但却是不会说出来 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没过多久 两个大佬都被对方捧得心满意足了 又或许是 两者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沉默并不知道的默契 只见银虎尊者走到沉默身前 紧接着 一个迷你版的银虎尊者虚影 便从他体内飞去 随即 这个虚影便落入了沉默的体内 沉默能够感觉得出来 这个迷你版的银虎尊者虚影 和牛大爷他们给自己留下的守护印记 是同一种东西 不管对方是出于什么原因 给沉默留下了这个守护印记 该有的谢意 还是需要表达一下的 见沉默竟是如此上刀 尊也是不禁笑了笑 他现在是真的认为 丑牛尊者看人的眼光 真的很不错 对着沉默点了点头 银虎尊者身形一闪 便消失不见了 这时 牛大壮则是看向沉默说道 小子 再过几天 若是对方的尊者 还不打算出手的话 牛大爷就要离开一线关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给你打点好关系了 银虎这家伙虽然脾气暴躁了些 但还不错 实力也是有的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会罩着你 不过 牛大爷可要提醒你一句 不要太浪了 现在我们要面对的这些对手 可比以前强大了太多 牛大壮就像是一位长辈一般 前前后后给沉默讲了不少东西 最后 他就像数年之前 第一次碰到沉默后离去时一样 语重心长地对沉默说道 小子 快把自己的实力提升起来吧 等你强大起来后 牛大爷带你去干一票大的 牛大壮说完 也是身形一闪 便消失不见了 想着牛大爷对自己说的那些话 沉默心中喃喃道 我会的 牛大爷 你就放心好了 随后的几天 下级战场的大战 依旧每天都在爆发 但最顶级的尊者大战 却是始终没有爆发 鉴于一线关的形势较为稳定 前段时间 中书请调来的数位尊者及强者 也是陆续离开了一线关 而牛大壮的驻守期已经结束 也是离开了这里 他虽然是十二圣尊中 唯一一个根基完好的存在 但也是需要回到自己的圣殿 休养生息一番的 牛大壮走的时候 陈默正和赵松松他们 在战场之上拼杀 不过该说 该交代的 他都已经给陈默安排好了 所以 也没必要这么婆骂 牛大壮离开一线关后 上一年驻守一线关的人员 也进行了换防 新入驻一线关的这批人员中 有不少是陈默的老熟人 彼此之间熟悉 配合起来也就省事了不少 加之引虎尊者的关照 陈默在一线关 混得很是滋润 而接连的大战 让陈默收获到了巨大的收益 这便使得他的实力 以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超级速度 不断攀升 来到一线关一个半月 短短45的时间 凭借着在战场之上的斩获 以及之前的积累 陈默接连破关 顺利地迈入到了八阶后期 其具备的战斗能力 已经可以轻松碾压 地煞三进的九阶王级 域外强敌了 地煞四进的九阶王级 域外轻敌 则是已经无法对于陈默 造成有效的威胁了 可以说 迈入八阶后期之后 在尊者不出的情况之下 陈默几乎可以在战场之上横行了 因为地煞五阶 以及地煞六阶的顶尖九阶 无论是域外侵略者一方 还是人类这边 数量都是极为稀少的 只要不碰上这样的存在 一般的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哪怕同时来上一两个 陈默都无所畏惧 不过 陈默的实力 取得飞速进展的同时 也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乌子月三人 现在已经完全跟不上他的进度了 哪怕是天赋比之赵松松 还要一阶的乌子月 现在也六阶后期的实力而已 别看他和陈默之间 足足差了两阶 可若是放眼整个特殊领域界 能够在乌子月这般年纪 达到六阶后期实力的觉醒者 真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 并不是乌子月他们不努力 而陈默跑得实在是太快了 要知道 陈默迈入八阶后期 是在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 满打满算下来 这也才过去了半年不到的时间 如此短的时间里 他便连迈两个小阶 更为重要的是 陈默同时还兼备着 极为恐怖的战斗力 这变态的程度 简直不要太吓人 因为这可是八阶大宗师阶段的 两个小阶 一般的大宗师 一两年能够卖一个小阶 都已经算得上是很厉害的了 像陈默这样的 绝无仅有 乌子月尚且如此 赵松松就更不用说了 但他已经努力地 在提升了 可到目前为止 也才到了六阶中期而已 至于下摇 因为他还只是五阶觉醒者 在大量修炼资源的堆砌下 倒是成功迈入了五阶后期 只是从战斗力上来说吗 下摇就稍显欠缺了 不过 眼看陈默已经到了八阶后期 乌子月三人也是意识到了 自身落后了太多 感受到压力的三人 也是爆发出了极大的冲击 而由于陈默和乌子月三人的 实力差距太大 因此上战场的时候 四人不得不分散了开来 对此 乌子月他们倒并没有什么意见 和陈默同处一个战场 陈默必然就会分心来关注他们的动态 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 及时出手施救 这机会削减陈默的战斗力 也会让人形成依赖性 因此 在短期内和陈默分散开来战斗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见乌子月三人没有意见 陈默自然不会多说什么 毕竟他们四个人并不是真的分开 只是在不同的战场战斗而已 第177章 云阳子的惊人发现 陈默在一线关 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 回到镇界山的云阳子 也是有了非常重大的发现 他的这一发现 若是真的 将会对龙国特殊领域界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通过查找镇界山的古籍资料 以及一些神话记载 云阳子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那就是龙国宗派界所处的伏地 其实和戒壁通道是同一种东西 用更为准确一些的说法是 伏地 很可能是很久以前的超顶尖强者 打开戒壁通道 并进行外部空间稳固后得到的产物 而在很久以前 72伏地是相互独立的 彼此之间并不是像现在这样 相互联通在一起的 关于这一点 宗派界五大势力存有的一些古籍中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明确的记载 但是后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彼此独立的72伏地被打通 从而联通在了一起 而72伏地彼此之间连通的这一特性 和多个戒壁通道 可以被同时打开的特性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 宗派界所处的伏地空间 其实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多戒壁连通通道 不过和一般的戒壁通道不同的是 这个超大型多戒壁连通通道的另一头入口 被以前的超顶尖强者进行过空间稳固 也就是用外力给堵住了 可如果这个点被域外侵略者发现 并强行打开的话 那么他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杀进伏地空间 从而达到进军蓝星的目的呢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的 联想之前出现过的双戒壁通道事件 以及除夕夜发生的全球性戒壁通道打开事件 这或许就足以说明 敌人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 可以更高效地闯入蓝星的方法 若是最终被他们发现了 伏地空间另一头入口所在的点 那对于全人类来说 或许就是末日来临的时刻 更为关键的是 伏地这种看似独立的空间 并不仅仅只是龙国特殊领域介友 其他的国家也存在着这种地方 只是不同的国家 对这种地方的称呼不同而已 那么这些空间的另一头入口所在点 是不是也会被发现呢 想到这种可能 云阳子便连忙唤醒了 正在闭关修炼的二缺道人 二缺道人被吵醒 整个人甚是恼火 他虽然没能进入顿悟状态 但这种深度闭关 却是能够减少他自身的消耗 并且充足自己的抵御 上一次 他被徒孙沉默吵醒 也就罢了 毕竟那是沉默遭遇到了极为强大的敌人 结果他这还没闭关多久 自家徒弟云阳子又吵醒了他 若是云阳子不拿出个还算说的过去的理由 那他这个当师傅的 可就要发飙了 不过云阳子 显然是有正当理由的 并且 当二缺道人得知这个理由后 整个人瞬间就清醒了 徒儿 你这个事情有点大啊 二缺道人实在没想到 云阳子闲得没事 竟是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来 而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 一旦被域外侵略者发现 浮地空间的另一头入口的点 那么 整个浮地都将沦为战场 届时 麻烦可就大了 二缺道人希望这件事情是假的 可他作为阵界山一脉的当家人 也是了解一些秘心的 结合云阳子调查到的这些情况来看 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十之八九是跑不掉了 于是 二缺道人便联系了宗派界的另外四位尊者 为了不引起这个宗派界的恐慌 五大尊者进行了一次秘会 随后的一个月里在结合各方所记载的资料 以及密新后 他们最终确认了这件事情 浮地空间就是被堵住另一头入口的 界壁通道这件事情 也就相当于被证实了 毫无疑问 一旦这件事情被公开出来 将会在整个龙国宗派界 以及特殊领域界掀起怎样的风浪来 因为比起一线关所在的界壁通道 浮地空间简直太辽阔了 一旦被域外侵略者大军打进来 到了那个时候 哪怕是拼上整个龙国特殊领域界 也根本挡不住对方了 因为浮地空间所能承受的尊者 及强者数量的上限是多少 根本没人知道 但龙国的尊者数量上限 却有着一个共识 那就是十七位 想要靠十七位尊者守住浮地空间 显然不现实 并且别忘了 一线关还需要尊者镇守吗 可以说 这件事情的分量之重 哪怕是尊者们也有些扛不住了 但扛不住 也得扛呀 在事情得到确认的当天 五大尊者便秘密来到了龙国大金氏中书 同时 已经离开一线关 但还未回到自己圣殿的牛大壮 也是被请到了中书来 牛大壮在得知这件事情后 当即便动身去唤醒了另外的十位圣尊 于是 除了引虎圣尊 因为驻守一线关无法离开之外 另外的十一位圣尊 以及宗派界五大尊者 他们会同中书的一众高层 进行了一场长达三天两夜的秘密会议 这场秘密会议商讨了什么 外界无从得知 只是从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开始 庞大的国家机器便高速运转了起来 特殊领域人才培育大学的招生 进一步放低了门槛 并且同时在全国各大重点高校内 开始试点推行特殊领域人才培养计划 除此之外 经过中书的一致表决 为了让龙国 能够拥有更多的超顶尖强者 国本也到了该动用的时候了 国本 乃是一个国家的底蕴所在 一般不到最后时刻 是绝不会被动用的 但是现在 龙国已经来到了一个 关乎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 再不动用国本拼一把 只怕就没有机会了 而龙国在继续准备的同时 也是将这一消息 有偿地分享给了其他国家 之所以不是无偿分享 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一是因为无偿分享的话 其他的一些国家 可能不会把这件事当一回事 二则是因为 借此能够收获到一大批的修炼资源 毕竟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龙国所需要的修炼资源 几乎是无止境的 能够多积攒一些修炼资源 自然是更好的 而龙国动用国本 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 每一位正式的觉醒者 能够分得的修炼资源 明显变多了 并且 实力越是强大 多的就越是明显 第178章 同类 沉默因为 既是龙国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同时又有着八阶大宗师的实力 因此 他所能分得的修炼资源 比这一般的八阶大宗师都多了五倍不止 沉默在看到自己的份额的时候 也是被吓了一跳 主要是给的太多了 灵金什么的 就不用多说了 足足有十公斤 就这 还只是他一个月的量 换做以前 一般的八阶大宗师 正常情况下 一个月只有一斤的灵金供应 沉默的这个量 足足翻了二十倍 不仅如此 沉默每个月还分有一颗生命原金 虽然只有一颗黄豆般大小 但这可是生命原金啊 连尊者及强者都很是稀罕的东西 除了这两种实质性的修炼资源外 还有各种福利补贴 总之 沉默收获多多 灵金的大量供应 加上沉默不断冲击在战场之上 他的底蕴 开始不断积攒 如今的沉默 已经是八阶后期的觉醒者了 距离站在生命层次进化顶端的九阶 只剩下一步之游 虽然对于绝大多数的觉醒者来说 这一步或许会犹如天谦 但是对于沉默 绝不是太大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 不仅沉默自己有这个自信 其他那些和他熟悉的人 也都相信他能够做到 而到了那个时候 沉默就将成为 龙国特殊领域界 最年轻的九阶强者了 并且 还是战斗力极为强悍的那种 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 同时也为了从龙战胜那里 得到一个推荐名额 沉默不断压榨着自己的潜力 每一次大战的爆发 他永远都是冲杀在最前面的 而一线关注军中 出现了他这么个艺术 也是引起了 域外侵略者大本营中 一位特殊存在的关注 他的名字叫做诺奇纳 诺奇纳和沉默之前 亲手击杀的那个九阶王级一样 皆来自征战大族群中的皇族 不过不同的是 诺奇纳在皇族中的地位极高 并且比之 被沉默击杀的那个九阶王级 诺奇纳虽然也是九阶王级的实力 但他的战斗力 却是更为强大 此次诺奇纳之所以来到蓝星战场 有两个目的 一位都战 征战大族群在宇宙中 开辟了很多战场 类似蓝星这样的偏远战场 一般都是 交给那些整体实力 较为孱弱的小族群 进行攻略 但打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些小族群 非但没能攻进蓝星 反而在蓝星上 这些族群的抵抗中 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加之上一战 一位出来试炼的皇族 九阶王级 折损在了这里 因此 皇族便派出了整体实力 更为强大的族群 开辟到了蓝星战场 并且 还准备派出一位皇族前来督战 身为皇族成员的诺奇纳 便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 而诺奇纳之所以主动接下这个任务 则就和她的另一个目的有关了 那便是避祸 为了避开皇族 必征战大族群中那些顶尖尊者 在皇族之中 诺奇纳的表现 可谓是极为优异 但没人知道的是 表现如此优异的诺奇纳 其实一直都在藏桌 也就是说 她的真实实力 比她平常表现出来的实力 还要强大得多 可是 随着诺奇纳迈入九阶王级之后 她再想要像以前一样 藏桌就没那么容易了 因此 诺奇纳一直都在寻找机会 以便让自己离开皇族大本营 正好这一次 蓝星战场 需要一位皇族前来督战 于是 诺奇纳便趁机主动站出来 接下了这个任务 从而顺利地离开了皇族大本营 来到了蓝星战场之后 诺奇纳数次跟随征战大军出击 给一线官的驻军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在沉默来到一线官之前的那段时间 已经有超过两手之数的九阶强者 折损在她的手中了 而在沉默来到一线官之后 经常活跃在战场之上的她 也是被诺奇纳给盯上了 不过 诺奇纳盯上沉默并不是 因为她斩杀了太多的征战大族群的士兵 而是她从沉默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同类的感觉 这个发现 让诺奇纳可谓是欣喜若狂 因为沉默如果真的和她是同类的话 那么这对于她来说 将是一个无比难得的契机 这个契机将使得诺奇纳 迈入尊者领域的时间大大缩短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发现 诺奇纳便在战场之中 偷偷地观察着沉默 经过这段时间来的观察 她最终确定了这件事情 这个实力 只相当于征战大族群中八阶精英大领主的人类 真的和自己是同类 在确认了这件事情之后 诺奇纳则是强行按捺住了自己心中的躁动 让自己尽可能忍住 不要现在就对这个难得的同类出手 因为现在她还未完全成熟起来 只有等到她完全成熟起来之后 才能让诺奇纳有足够大的收获 而为了加速沉默的成熟 诺奇纳数次催促新到来的这些尊者们派兵出击 因为她和沉默这样的存在 在大战之中会成熟得更快 只可惜 这些新到来的尊者们 吸取到了之前那些族群们失败的经验 不愿意轻易地发起尊者大战 所以到目前为止 一线观中只爆发了尊者级以下的大战 诺奇纳在皇族之中虽然地位极高 而且有着都军的身份 但征战大族群的各小族群之间 独立性极高 这些尊者们不愿轻易发动尊者级大战 诺奇纳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 因此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也就只有在战场之中 极力避开沉默 同时眼禅盯着的她 诺奇纳之所以要极力地避开沉默 则是担心自己一个没忍住 就提前对沉默动手了 可那样一来 也就得不偿失了 而自从诺奇纳盯上沉默之后 沉默每一次上战场 心中都会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 她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 总之就是让她心里很不舒服 同时还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但要知道的是 哪怕是地煞四径的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都无法对自己造成危险 现在能够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 同时还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难道是域外侵略者大军中 有更为强大的存在 在暗中盯上了自己 第179章 沉默的强烈危机感 正所谓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这个道理换到沉默这里 也是同样的 沉默并不惧怕 正面战场之上的强敌 因为她也是有尊者罩着的 若是对方的实力超过她太多 自然会有同样境界的强者前来应对 但对方如果是在暗中窥视 寻找着给予沉默一击致命的机会 这可就不太好办了 因为你并不知道 对方会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手 而沉默 现在正是需要快速提升实力的时候 她也不可能 一直躲在一线关中不出来 所以 沉默在察觉到那种感觉后 便开始在暗中留了个心眼 但可惜的是 她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能发现 若不是心中产生的危机感 始终不曾散去 沉默都快怀疑 自己是不是变得有些神经质了 为了缓解自身的这一状况 沉默趁着休息的时候 来到了天门关散心 当她来到天门关后 心中产生的那种危机感 便消失不见了 从这一点 沉默就知道 并不是自己变得神经质了 而是在战场之上 真的有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存在 在暗中盯上了自己 这可不太妙啊 联系师父 可听说她老人家 现在有极为重要的事情 在忙 牛大爷 又在休养之中 不便打扰 思来想去 沉默发现 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银虎尊者 当然 她并不是 去让银虎尊者到战场之上 把那个在暗中盯上 她的存在给逮出来 暂且不说 银虎尊者会不会同意 光就是银虎尊者一动 域外尊者也会动这一点 沉默也不可能这么做 现如今 他们对新到来的域外尊者情况 没有一点了解 若是贸然主动发动了尊者之战 吃亏的 还得是他们 所以 沉默只是想找银虎尊者请教一下 看他有没有什么建议给自己 于是再次回到一线关后 沉默便来到了一线关城楼上 同时 他心中的那股危机也是 再出现了 这就更加让沉默确信 自己的感觉并没有错 之前牛大爷曾交代过沉默 如何联系银虎尊者 来到城楼上的他 口中默念了一声 银虎尊者 不多时 一道粗犷的声音便在沉默耳边响起 小子 找我有什么事 听到银虎尊者的传音 沉默也是将事情的经过 简单叙述了一遍 银虎尊者听完后 沉默了好一会儿 紧接着 他的传音 这才再次在沉默的耳边响起 觉醒者心中会产生危机感 一般都是感受到了能够对自身形成较大威胁的威胁 你小子的实力也还算不错 除了尊者及强者之外 九阶之中能够对你形成威胁的并不多 这段时间来的大战 我虽未出手 但也是在暗中盯着的 敌方的尊者 自然也会在暗中盯着的 但是 说句有些打击你的话 你小子现在连九阶都还没到呢 哪怕在战场之上表现得再活跃 那些域外尊者 也是不大 可能会将你放在眼中的 若是他们想要对你出手 早就已经出手了 怎么可能会隐而不发呢 所以 域外尊者几乎排除掉 那么盯上你 又能够让你产生强烈危机感的存在 必然就是那些九阶王级了 好了 这件事情我记下了 你小子就放心吧 等你下一次上战场的时候 我会在暗中查探一番的 引虎尊者说完 便没了下文 见此 沉默也只能如此了 不过 光靠引虎尊者 可能还不够 壮大自身的实力 才是硬道理 但此时的沉默并不知道 他的实力提升得越快 距离危险也就越近 不过 沉默若是能够度过这一关卡 那他能够得到的收益之大 绝对会远超他的想象 回到住地后 沉默便投入到了 更为刻苦的修炼之中 他的这一举动 让赵松松倍感压力 这狗日的实力 已经这么厉害 修炼却还是这么刻苦 这让他们这些觉醒者 该怎么活啊 但是乌紫月却是知道 沉默现在的心思 只是 他现在根本帮不上他 于是 乌紫月也再次得到了 前进的动力 至于下摇 见沉默三人都这样了 他这个吊车尾 实在是不好先着了 而很快 新的战斗就爆发了 沉默和往常一样 依旧冲杀在前线 引虎尊者 也和跟沉默说的那样 在查探整个战场之上 具备有强大实力的 九阶王级强敌 经过这一番查探 引虎尊者 还真就有了发现 在刚爆发的 这场大战之中 能够对沉默 造成一定威胁的存在 有十一个 这十一个 九阶王级域外强敌之中 就有诺奇纳在 只是在圈定 这十一个目标之后 除非自己 亲临战场之中 仔细查验 否则 他也是没有办法 准确地找出对方来 不过 沉默在得知 这一消息之后 却很是高兴 引虎尊者 圈定目标的时候 记住了对方的一丝气息 通过使用特殊手段 他给沉默做了一个 特殊的警报装置 只要这十一个目标 出现在沉默周围 百米范围内 这个特殊的警报装置 就会提醒他 这样一来 对方若是准备 对沉默下手 沉默就可以提前 做好防备了 有了这个警报装置之后 沉默安心了不少 虽然他心中的危机感 并未随之消失不见 但至少 他可以防备对方 就这样 又是一个半月的时间过去了 沉默四人 在一线关的驻守任务 便结束了 在此期间 沉默每一场大战 都参加了 加上自身分得的 那些修炼资源 使得他的底蕴 越发深厚了起来 同时 沉默心中的危机 始终未曾消散 并且 变得越发地强烈了起来 不过 这份危机感 随着沉默的驻守任务结束 他人离开了一线关后 也就随之消失了 沉默的离去 让诺奇纳心中 可谓是异常的交集 但他没办法通过一线关 自然就没办法 去找沉默 议图让他们发动尊者级大战 从而使得 沉默重新回归到战场之上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准确地 掌握沉默的进度 不至于让自己在阴沟里 翻了船 第180章 人间事件 身为同类 洛奇纳非常清楚 自身和沉默的共通点 他们都是这片宇宙的蟲 潜力之巨大 远超整个宇宙中 几乎所有的生灵 哪怕是那些 早已经步入尊者领域巅峰的 强大存在 和他们 这类存在比起来 如果是实力强大了一些 活得时间长一些而已 他们想要 超越这些步入尊者领域巅峰的强大存在 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都会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 哪怕是他们这些宇宙的蟲 也无法规避 同时他们的生命中 所带来的力量 也是那些强大存在 极度渴求的东西 这便是洛奇纳离开皇族 大本营的原因 而同样的 同类之间的生命中 对他来说 也极具吸引力 吞噬同类的生命中 将会让诺奇纳 变得更加强大 因此当他发现 偏远的蓝星战场之上 居然有一个 和自己一样的同类之后 诺奇纳便没了放过对方的理由 同样的 如果沉默的实力更为强大 再发现 诺奇纳之后 也一样不会放过他 因此 诺奇纳必须掌握沉默的实力 提升进度 否则 沉默的实力若是超过了他 那他很可能会阴沟里翻船的 届时 就不是他吞噬沉默了 而是沉默反过来 吞噬掉他 对于这种事情 诺奇纳绝不允许发声 他需要挑动这些尊者们 在蓝星战场上 发动尊者级大战 到时候 大战全面爆发 蓝星之上的族群 必然会派出更多的生灵 奔赴战场作战 从而达到 让沉默重新回到 战场之上的目的 为此 诺奇纳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甚至不惜冒着 暴露自身的风险 也要回一趟皇族大本营 他要请动皇族高层 出面干涉 让蓝星战场上的这些族群尊者们 动作起来 在沉默离开一线关一个月后 在战场之上 始终没能察觉到 他气息的诺奇纳 做好准备以后 便直接动身 回皇族大本营了 回皇族大本营的路途 虽然很遥远 但左右 也不过蓝星时间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后 诺奇纳一旦说动 皇族高层 出面干涉 到时候 蓝星之上 便必将爆发尊者级大战 另一边 沉默四人离开一线关后 乌紫月回了宗派界 已经六阶后期实力的他 准备回家 好好地积攒一下底蕴 为突破至七阶做准备 夏瑶和乌紫月一起 也是回了宗派界 赵松松则是先一步 回了大京市 至于沉默 先是回了一趟家 看望完父母和外婆 他便直奔大京市而去 来到大京市 沉默先是去了一趟 神龙小组总部报道 完成报道后 沉默找到了赵松松 说了一下自己的安排 他准备进行一次 深度闭关 为突破九阶做打算 所以大楼那边的时候 还得麻烦赵松松看着 对此 赵松松表示沉默 只管安心闭关就是了 与赵松松沟通完后 沉默准备找师父谈谈 结果他却得知 自家师父现在非常忙碌 并且 他人并不在龙国 至于具体去了哪里 就不能细说了 没办法 沉默只好先行闭关了 一切等云阳子回来后再说 本着能蹭就蹭的原则 沉默再次来到 神龙小组总部 在选好了一间 单独的灵气修炼室后 他带着领取到的 大量修炼资源 直接开始了 这一次的深度闭关 沉默的深度闭关 和一般的觉醒者 不太一样 他并不需要 进行顿悟什么的 沉默唯一要做的 就是归纳总结自身 寻找不足遗漏之处 同时 想看五行归一觉总纲 学习其中记载的 各种灵能战技 充实自身的抵御 除此之外 便是大量吞噬灵气 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沉默深度闭关期间 蓝星范围内 也是发生了不少事情 影响最大的一件 莫过于小日子国 发生的人间事件 事情的起因 源于五年前发生的 一场灭门事件 小日子国的一位 八街大宗师的家族 一夜之间被人灭了满门 这位八街大宗师 和他的五十多个族人 无论男女老少 全部丧命 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 在当时的小日子国的 特殊领域界 引发了极大的震动 众多觉醒者 要求当局 彻查这件事情 迫于压力 小日子国当局 便派人 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件 但在调查的过程中 鼠批调查人员 连同他们的家人 全都出了事情 要知道 这些调查员 本身就是觉醒者 实力也都不错 可一个个的死因 却是离奇的要命 其中一位调查员 堂堂八街大宗师 居然被人发现 因死在了一条小河沟里面 他的族人 更是全都死无全尸 这一连串的事件 使得不再有调查员 敢接手这件事情了 这个事件 也一直被搁置了起来 但就在一年前 有一个人 重提此事 他乃是小日子国 新晋的 一位九街觉醒者 他的好友 便是被害的调查员之一 在这个九街觉醒者的 牵头之下 加之来自 特殊领域界的压力 小日子国当局 再次重启了 对这个事件的调查 但不出意外 又出意外了 这个九街觉醒者 在调查的过程 遭到了偷袭 不过 好在他早有准备 不但避开了致命伤 并且还成功击伤了对方 顺着这条难得的线索 小日子国当局 顶住压力 不断追查 最终 经过一年的努力 终于抓住了幕后黑手 对方竟然是小日子国内 一个传承 极为悠久的一个大家族 这个家族之中 虽然没有尊者及强者 但仅仅是九街觉醒者 就有十位之多 鉴于这个家族实力太过强大 小日子国当局 不得不请出了 国内唯一的尊者出面 在尊者的面前 这个家族的十位 九街觉醒者 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 最终 这个家族掩藏的秘密 被彻底扒出 原来 在这个家族深处的密地之中 竟是藏着 数个活着的域外侵略者 五年前的那个 八街大宗师 之所以被灭了满门 就是因为他在无意之中 发现了这件事情 但他还未来得及 将这件事情说出来 就被对方先下手了 第181章 迈入九街前的准备 此事件一出 影响 便在整个蓝星范围内 迅速传播 被称之为人间事件 而后 随着这个家族 剩余主要成员的伏法 更多的血腥黑料 也是被公布了出来 原来这个家族 在四十多年前 也就是九九事件 爆发后不久 小日子国第一次 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 他们就以特殊手段 和域外侵略者勾结上了 四十多年来 这个家族向域外侵略者 透露了不少 关于蓝星各国强者的信息 同时 他们家族的成员 通过开国际公司的方式 前往世界各国 然后在暗中杀害了 不少天赋极佳的 新生带觉醒者 可以说 他们犯下的罪行 简直庆竹难输 而随着这些血腥黑料被挖出 和这个家族 有着秘密往来的人 也是一个个的被扒了出来 数量之多 惊人无比 蓝星上的各个国家 都有这样的败类 于是 各国开始秘密打击人间 结果实在是触目惊心 实在难以想象 域外侵略者 竟是早就已经渗透进了蓝星 若非这一次的人间事件 只怕各国还会继续被蒙在鼓里 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 现在提前解决了这些祸害 对于全人类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情 很快 两个月时间就过去了 进行深度闭关的沉默 有着飞跃性的进展 现在的他能够感觉得到 自己距离九阶并不遥远了 再继续闭关下去 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 沉默现在需要的 就是通过一场场实战 来检验自己 这两个月来的成果 从而找到契机 一举突破至九阶 于是乎 沉默便出关了 从灵气修炼士出来后的他 很快便了解到了 这两个月来发生的事情 对于人间事件 沉默实在是难以理解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些人间到底在想些什么 难道他们以为 日后这些域外侵略者 会格外开恩放他密码 想什么呢 人类和这些域外侵略者之间 只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域外侵略者 之所以想要攻入蓝星 就是为了收割 整个蓝星之上的生灵 一旦到了那一天 蓝星之上没有任何生灵 是可以幸免的 说不定就连整颗星球 也会被抽取能源 直到枯竭 因为蓝星之中 也是富含有不少的生命原能的 这些域外侵略者们 显然是不会放过的 所以这些人间 就是一群没脑子傻子 对于这些人 陈默实在不想多说什么 从神龙小组总部出来 陈默先是联系了赵松松 赵松松告诉他 大楼的基本框架 已经装修好了 得知这个消息 陈默直接赶往了那个商业园区 等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赵松松早就到了 同时 陈默发现 赵松松的实力 有了明显的进展 两个月前 他开始深度闭关的时候 赵松松还只是六阶中期的实力 两个月后 也就是现在 赵松松居然已经有了 六阶后期的实力了 看来他的这两个月 度过得很是充实啊 两人见面后 赵松松便领着陈默参观了大楼 大楼的整体装修框架 已然完工 同时 他们几人所选的居住层 也已经全部装修完毕了 并且内部设施什么的 赵松松也都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也就是说 陈默他们随时都可以搬进来 只可惜 这个时候 乌紫月和夏瑶不在 不然的话 几人倒是可以好好地庆祝一番的 辛苦了 看着一脸嘚瑟笑意的赵松松 沉默由衷地感谢道 听到沉默的话 赵松松摆了摆手说道 咱俩之间 用得着来这些吗 赵松松可还记得 沉默帮他的时候 可没犹豫 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跟沉默做的那些事情实在算不得什么 而后 赵松松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上下打量了一番沉默或好奇的问道 老莫 你闭关的咋样了 什么时候能入酒街啊 沉默闻言 想了想说道 快了 听到这个回答 赵松松笑着说道 那你可得加把劲 嘿嘿 你还不知道吧 在你闭关的时候 咱们的小师叔也迈入酒街了 王破军迈入酒街了 这个消息 沉默在神龙小组总部 还真没听人提起 不过 这可是一件好事情 王破军现在五十都还不到 就顺利迈入了酒街 那么他的成长潜力 还有很多 龙国也将星天一位强劲的酒街强者 说到王破军 沉默就想起了自家师父 结果赵松松却告诉沉默 师父回了龙国一趟后 就又走了 据说随行的 还有两位尊者及强者 至于师父到底去了哪 干什么去了 赵松松也不知道 总之 师父他老人家 现在神秘得很 得知这件事情后 沉默眉头微微一皱 居然有两位尊者随行 那事情可就不简单了 但以自家师父的实力来说 还有两位尊者随行 那么显然不需要太过担心什么 在看完大楼后 沉默便和赵松松商议 准备去一趟宗派见 看看吴紫月和夏瑶 现在怎么样了 随即 两人便动身 前往了宗派见 结果在半道上的时候 牛大壮出现 截住了两人 看到牛大爷 沉默显然很是高兴 只是他这个时候 不应该正在休养之中吗 看出了沉默的疑惑 牛大壮出言解释道 有大事发生 牛大爷怎么可能 静得下心来休养 至于到底是什么大事 牛大壮却是不肯细说 只是神秘兮兮地告诉沉默和赵松松 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情 既然牛大壮不肯细说 沉默也不再去追问 而后 两人一牛便来到了宗派界 见到夏瑶的时候 这个妹子已经是六阶了 如今正在巩固自身的实力 至于乌紫月 沉默却是没能见着 据夏瑶所说 乌紫月正在接受神行教的一种特殊传承 需要的时间还有不少 既然乌紫月还未出关 沉默给她留了话后 便准备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第182章 圣殿 如今 沉默每个月所能领取的修炼资源 虽然已经算得上很多了 但她每个月的消耗量 也非常之多 并且 以后还会更多 所以 有机会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 她是一定会去争取的 现在距离王破军之前提到过的 国内名额选拔 已经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因此 沉默必须抓紧时间 尽快让自己迈入九阶才行 不然的话 她虽然具备 由于九阶觉醒者一战的实力 但却达不到参选标准 那可就惨了 而经过之前这两个月来的深度闭关 沉默不断充实着自身的抵御 现在的她 只需要去战场上沉淀一下 迈入九阶 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牛大壮在得知了沉默的打算后 却并未直接让她去一线关 而是告诉她 她给她做了一些准备 等做好这些准备之后 沉默再去一线关 也不迟 于是乎 赵松松便留在了宗派界陪下摇 也顺便巩固一下自身的实力 沉默则是跟着牛大壮 在龙国境内溜达了一圈 一开始 沉默并不知道 牛大爷为自己 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可是当牛大壮带着她 进入了一座未知隐蔽的神秘圣殿后 她便大概猜到了一些东西 带着沉默进入这座圣殿 牛大壮便朝着圣殿深处喊道 妹子 妹子 醒着吗 你牛大哥来看你来了 随着牛大壮的声音 朝着圣殿深处传去 不多时 站在牛大壮身旁的沉默 便察觉到了一丝微弱的空间波动 朝着他们袭来 紧接着 一只浑身呈银白之色 却只有八掌大小的老鼠 赫然出现 看着这只悬浮在半空 有点略显可爱的老鼠 沉默显得有些吃惊 这 这难道就是紫鼠尊者的真身 而牛大壮的话 也正是了沉默的猜想 紫鼠妹子 醒着呀 听到牛大壮的话 紫鼠尊者回道 能不醒着吗 前不久的时候 牛大哥可是来过小妹这里的 对此 牛大壮嘿嘿一笑 而紫鼠尊者 则是看向了 站在他身旁的沉默 一般来说 十二圣尊的圣殿 是不允许外人进入的 牛大壮身为十二圣尊之一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如今 他却是带着这个年轻人 大大咧咧地 进入了他的紫鼠圣殿之中 那么解释就只有一个 这个年轻人 是牛大壮选中的人 将来嘛 还得等将来再说 随即 紫鼠尊者来到了 沉默的身前 将他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好半赏之后 他这才开口道 牛大哥的眼光真不错 比起成龙那老尼丘来说 确实好了不少 听到这话 牛大壮笑得更开心了 而沉默 则是有些疑惑 一个银虎尊者 一个紫鼠尊者 他们在夸牛大爷 眼光好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要鞭挞 一遍成龙尊者 难道是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过 现在显然不是问 这些事情的时候 紫鼠尊者 在打量完沉默后 就直接问牛大壮 此行的目的 牛大壮笑呵呵地说道 大哥没别的事情 带着这小子来 只是想向妹子 你讨要一个守护印记 紫鼠尊者文言 也更加确定了 他刚才的想法 加之自身 和牛大壮的关系不错 而且 牛大壮也多次帮过他 一道守护印记 不过是消耗一些底蕴而已 因此 紫鼠尊者二话不说 朝着沉默 伸出了一只小小的爪子来 紧接着 一道迷你版的 紫鼠尊者虚应 就落入了沉默的体内 看到紫鼠尊者如此干脆 牛大壮摆了摆牛角 一颗蚕豆般大小的生命圆巾 便落到了紫鼠尊者的跟前 妹子 这是大哥的一点心意 你好好休养吧 大哥还要带着这小子 去其他家伙那里 紫鼠尊者 没有跟牛大壮客气 直接将生命圆巾收下了 在沉默向他道谢后 牛大壮便带着他 离开了这里 看着一人一牛离去 紫鼠尊者望着自己 空荡荡的大殿 喃喃自语道 十二圣殿 已经沉寂太久了 离开紫鼠圣殿后 牛大壮带着沉默继续赶路 没用多长时间 他们便来到了卯兔圣殿 卯兔尊者和一般的兔子 看起来完全一样 若非是在圣殿之中见到他 沉默只怕会认为 他是一只普通的兔子 而卯兔尊者 在得知了牛大壮的来意后 先是沉默了片刻 随即 一只迷你版的卯兔尊者虚影 便落入了沉默的体内 给沉默留下守护印记后 卯兔尊者看向他 语重心长地说道 在追求力量的时候 一定要坚守本心 千万不要成为力量的奴隶 让他掌控你 听到他的话 沉默认真地回答道 沉默一定谨记圣尊的教诲 嗯 牛大壮又是和卯兔尊者 闲聊了一会儿 离别之时 卯兔尊者看向牛大壮说道 牛大哥 千万别让历史重演 牛大壮文言 看了一眼沉默后说道 妹子你就放心吧 你大哥的眼光 绝对错不了 在留下一颗蚕豆般大小的 生命圆巾后 牛大壮便带着沉默离开了 从卯兔生殿出来 沉默不禁看向牛大壮问道 牛大爷 什么历史重演啊 听到沉默的问话 牛大壮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 小子 你的这个问题 牛大爷现在还不能给你解答 哦 见牛大壮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沉默心中更是好奇了 不过牛大壮不说 他也没办法得知其中的真相 而继卯兔尊者之后 牛大壮又带着沉默 去了四蛇圣殿 四蛇尊者看到牛大壮 居然带着一个年轻人到来 并且 他还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自身舌腿的气息 他顿时就明白 这个年轻人 是牛大壮选中的人 牛大壮的眼光好坏 四蛇尊者没有做评判 他在得知牛大壮的来意后 并没有太多的犹豫 直接就给沉默留下了一道守护印记 不过在沉默和牛大壮离开之前 他也是说了一句和卯兔尊者一样的话 这也就使得沉默心中的好奇 变得更加旺盛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 让卯兔尊者和四蛇尊者 重视到了这种地步 第183章 被选圣皇之路 从四蛇圣殿出来 牛大壮又是带着沉默来到了五马圣殿 五马尊者在看到沉默后 很是好奇地打量着他 要知道他的这座圣殿 可是已经有万年之久 没有十二圣尊之外的圣灵踏入了 五马尊者至今都还记得 上一个来到他这五马圣殿的年轻人 是由沉默尊者带来的 那是一个天赋很好的年轻人 当时五马尊者也非常看好他 但可惜的是 这个年轻人 在追求力量的道路上沉沦了 一代绝世天骄 守护星球的圣皇 竟是化身灭世大魔头 给整个特殊领域界 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这些圣尊受损的根基 便是在那最后一战中被打碎的 而最后一战 虽然成功消灭了那灭世魔头 但却导致天地崩毁 五行失衡 特殊领域界的尊者 更是实不存一 诸多道统彻底消失 可谓是损失惨重 这件事情 也是导致后来 末法时代降临的直接原因 同时也是十二圣殿沉寂的原因 如今万年过去 五马圣殿再次来了一个年轻人 五马圣尊能够感知得出 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天赋 比这万年前的那个年轻人 似乎还要更好一些 而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这个年轻人 也在追求力量的道路上沉沦了的话 那么他造成的危害 比这万年前的那场浩劫 更为恐怖 并且更为关键的事 现如今的特殊领域界 根本不负万年前的盛况 到时候 谁来阻止他 五马尊者在打量完沉沫后 便看向牛大壮问道 牛哥 你这是来真的吗 牛大壮文言 笑着说道 难道还有假不成 可 五马尊者话还未说完 便被牛大壮打断了 只听他说道 如今外患就摆在我们面前 留给我们的路 只有这一条 老尼秋的眼光差 是他的问题 这并不代表 你牛哥的眼光也差 对于牛大壮的话 五马尊者只是笑了笑 而牛大壮 则是继续说道 牛哥今天带这小子来 并不是为了那件事情 只是想向你讨要 一道守护印记 小马 这个面子 你总得给牛哥吧 五马尊者文言 也是笑着说道 牛哥的面子 我当然得给 说着 一道迷你版的 五马尊者虚影 便落入了沉默的体内 而牛大壮 也是同样甩出了一块 蚕豆般大小的生命原金 给五马尊者 五马尊者收下生命原金后 对牛大壮说道 我会好好考虑的 继五马圣殿之后 牛大壮带着沉默 相继去了 墨阳圣殿 申侯圣殿 有机圣殿 虚狗圣殿 骇珠圣殿 这几位圣尊 见到沉默的时候 都是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们也都是给沉默 留下了一道守护印记 其中 在申侯圣殿 以及骇珠圣殿的时候 沉默分别和一只 申侯圣尊虚影 以及骇珠圣尊虚影 过了一下招 由于这两道虚影的实力 仅仅只有九阶觉醒者的实力 可以说 威胁力相当有限 因此 最终被沉默残暴打散 对此 两位圣尊非但不生气 反而额外给了沉默一道印记 不过这道印记 到底有什么作用 他们却是没告诉沉默 只是牛大壮 在看到这两道印记的时候 明显有些激动 结束了骇珠圣殿之行 沉默就相当于 和十二位圣尊 全都打过照面了 同时 他体内的守护印记 也从原本的五道 增长到了十四道 其中 除了自家师傅 还未达到尊者领域之外 守护印记稍弱一些之外 其余的十三道守护印记 全都是由尊者留下的 可以说 现在的沉默 可谓是安全感十足啊 十四道守护印记一出 哪怕是尊者 也要避其锋芒 不过 真要到了那个时候 沉默估计也已经凉凉了 他现在想要硬汉尊者 还是差了太多 而至此 牛大壮的目的 也已经达到了 他之所以带着沉默 去了这些圣殿 主要就是 想要为沉默 讨要守护印记 因此 他去一县关 告知银虎尊者一些事情的时候 得知了沉默的事情 于是他便有了这样的打算 至于这些圣尊们提起的那件事情 牛大壮一开始 还真没往这个方向想 毕竟沉默走的不败王者之路 真要是成功了的话 其实力并不会弱于圣皇之路 甚至说 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走圣皇之路 需要借助到十二圣尊的力量 但现在的十二圣尊中 只有他的根基是完好的 其余的圣尊 皆因为根基受损 力量已经大不如万年以前 但既然 这些圣尊们提起了 牛大壮经过仔细思考之后 发现这条路 似乎也可以让沉默走一走 未雨绸缪 总不是坏事 万一沉默将来 走不败王者之路失败 还有一条圣皇之路可以选择 甚至说可能的话 沉默将这两条路一起走下去 最终说不定能走出 一条崭新的道路出来 那到时候 他的实力将会有多么的强大 想到这里 他看向沉默的眼神 不禁变得更加热切的起来 以沉默的潜力来说 说不定真的可以做到 果然还得是他牛大壮呀 这眼光真不是一般的好 不过 沉默想要走圣皇之路的话 就必须要得到十二圣尊的认可 以及圣尊印记才行 但目前为止 只有他这一位圣尊 是真心认可沉默的 深侯尊者跟亥诸尊者 他们虽然给了沉默圣尊印记 但要说真心认可沉默 那还远远谈不上 至于其他的圣尊 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 真要让沉默走圣皇之路的话 得从长记忆才行 当然 这件事情 还得跟云阳子和二缺道人 他们商一番 最重要的是 沉默本人的意愿 不过 牛大壮并不打算 现在就告诉沉默这件事情 因为想要走圣皇之路 必须先迈入九阶才行 等沉默迈入九阶之后 再告诉他 也还来得及 因此 牛大壮直接将沉默 送到一线关后 便又忙活自己的事情去了 而再次回到一线关的沉默 却是并未感受到 之前心中产生的那种危机感 第184章 一击杀九阶 能够让沉默心中 产生危机的存在 不管对方 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 可他的实力 必然很是不一般 而这样的存在 可谓是极具威胁性 同时 能够给沉默 带来极为强大的压迫力 这种压迫力 能够促使他 不断地压榨自己的潜力 从而提升自身的实力 可不曾想 当沉默离开一线关 两个多月 再次返回的时候 那种危机感 却是消失不见了 难道是对方 兼自己离开了一线关 所以放弃了 又或者是被人给干掉了 但不管如何 沉默心中的危机感 确实是没了 他不禁有些傲锚 这可是一个 极为难得的对手 怎么就没了呢 不过 沉默也不会 在这个问题上 太过于纠结 这一次 他回到一线关 任务可是很紧迫的 沉默现在距离九阶 虽然看似 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一步之遥 却是不知道 挡住了多少阴才豪减 虽然沉默有信心 认为自己 一定可以迈过这一步 可现在的问题是 他需要争分夺秒 至少要在今年年底之前 迈入九阶 而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 距离年底的十二月份 已经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 沉默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迈入九阶 那么他所需要付出的汗水 将是无法想象 回到一线关 沉默先是完成了身份登记 因为他的实力 在八阶大宗师中 也是最顶尖的存在 所以直接被分配到了 八阶大宗师的第一梯队中 第一梯队的任务 就是在大战开启的第一时间 负责冲杀在最前面开路 这个位置 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 同时 伴随着很大的危险性 不过对于这个分配 沉默却是非常的满意 他现在要的就是 足够大的压力 以及规模足够大的大战 而在一线关 这些东西从来都不会缺少 就在沉默回到一线关的当天 伴随着一场小规模的战斗 率先打响后 战争规模就跟以往一样 开始不断升级 经过五个小时的熬战 时间来到了晚上22点 随着双方越来越多的增援力量 不断地投入到战场之中 大战 不出意外地爆发了 一线关中的助手队伍 经过紧急调动之后 纷纷开始出击 身处八阶大宗师第一梯队的沉默 和一众老牌八阶大宗师 迅速集结了起来 而后 他们便跟随着九阶强者一起 直接朝着战场突击而去 在沉默他们抵达战场的时候 域外侵略者的九阶王级 几乎也是同时赶到 紧接着 惨烈的大战 顷刻间便爆发了开来 实力彪悍的沉默 在八阶战场之中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尽管人类现在面对的敌人 是整体实力更为强大的 全新征战族群 但面对沉默这种存在的时候 他们的八阶精英大领主 依旧远远不够看 只见沉默直接化身战场收割机 就跟割韭菜一样的 一查一查地收割着地方的八阶精英大领主 眼看沉默这个人类 战斗力如此彪悍 敌方也是派出了五个九阶王级 前来收拾他 之所以 派出五个九阶王级 主要就是为了牵制人类的九阶王级 从而顺利地斩杀这个实力不寻常的人类 但让敌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面对他们派出的五个九阶王级 如此明显地强行干涉下级战场 人类这边的九阶王级 根本连一点派人进行支援的意思没有 这什么情况 难道他们就不怕这五个九阶王级 将他们的八阶精英大领主 突入一空吗 正常情况下 人类这边的九阶强者 当然不会允许敌人的九阶王级 强行干涉下级战场 因为那将会给下级战场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 现在却是根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谁让下级战场之中 有一个实力强悍的不像化的八阶大宗师呢 因此 敌人的这五个九阶王级 前往下级战场 只会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殉命当场 由于没有人类的九阶王级 进行阻拦 这五个九阶王级 也是极为顺利地 突入进了下级八阶战场之中 只见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随即 两个九阶王级直奔沉默而去 剩下的三个九阶王级 则是带着残忍的笑容 分别杀向了人类的其他八阶大宗师 面对敌人突入下级战场的九阶王级 一众八阶大宗师 可谓是头大不已 不过 他们虽然无法战胜敌人 但拼尽全力抵抗一小话 这一点还是能够做到的 这就给了陈墨足够充足的时间 面对这两个直奔自己而来的 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陈墨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些笑意 他明明记得两个月前 自己在战场之上横行的时候 一些九阶王级域外强敌看到他 就跟耗子见到猫一样 跑都跑不赢 哪会像眼前这两个一样 居然还敢主动凑上前来 看来 在自己离开的这两个月里 一些故人都已经换查了呀 不过这样也好 倒是得陈墨省了不少事 而这两个九阶王级倒也谨慎 他们先是开启了自身的领域后 又分散开来 从两个方向朝着陈墨包夹来 正常情况下 一个八阶精英大领主 被两个九阶王级用这种方式包夹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几乎可以说是死定了 这两个九阶王级 此时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直到此刻 人类的九阶王级 仍旧没有前来增援的意思 而很快 这两个九阶王级的领域交叉点 顺利地将陈墨给笼罩了进去 他们见状 只觉得尘埃落定 下一刻 两个九阶王级 齐齐出手 而这个时候 已经任命的陈墨 也是在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蹦 面对来袭的两个九阶王级 陈墨悍然出手 先是以如影的速度 朝着右边的九阶王级杀去 在突进到对方身前之后 陈墨直接伸手一探 在这个九阶王级震惊的眼神中 他直接突破了他体表的防御 一击洞穿了其心口处 紧接着 陈墨手中的力量爆发 这个九阶王级的身体 直接炸裂了开来 第185章 皈翼神拳 只是交手的瞬间 一个九阶王级便与命当场 可谓是让那突入下级战场的 几个九阶王级 域外强敌 惊骇至极 因为他们几个的实力 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 也就是说 这个冥命只有着八阶精英大领主实力的人类 可以极为轻松地将他们全部解决掉了 难怪他们强行突入下级战场的时候 人类这边的九阶王级 根本没有阻拦他们的意思 他们这是主动凑上来送死 还阻拦个屁啊 人类这边 一众八阶大宗师 可谓是既精又洗 他们惊得是 陈墨现在的实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真的只是一个八阶大宗师吗 不少大宗师的心里 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而陈墨的实力越强 身为队友的他们 自然也就越是高兴 为了防止另外三个九阶王级逃窜 一众八阶大宗师 拿出了极大的热情来 他们拼着受众伤的风险 也将他们给拖住 陈墨这边 在一击击杀了一个九阶王级之后 他身形一闪 直奔左边的那个九阶王级 域外强敌而去 看着直奔自己而来的陈墨 这个九阶王级 心中可谓是慌的一批 他好不容易成为了王者 都还没来得及享受多少时间呢 难道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求生的欲望 让这个九阶王级 爆发出了一股惊人的潜力 他竟是临阵突破了 只是一瞬间 他的力量竟是增长了数倍之多 而力量的增长 也似乎给这个九阶王级 带来了足够的信心 面对已经逼近的陈墨 脸上带着狂喜笑意的他 直接出手了 在陈墨的感知中 这个九阶王级 本是地煞一径的程度 不是陈墨看不起地煞一径的九阶王级 而是这样的存在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和八阶精英大领主 根本没啥区别 都是可以随意拿捏的小卡拉米 现在这个地煞一径的九阶王级 竟是走了大运 临阵突破至了地煞二径 如果换作是其他的绝境之中 再给他一个主角模板 他的突破 说不定就能够给自己带来的一线生计 只是很可惜 这个九阶王级 没有主角模板 而且在陈墨的面前 地煞二径和地煞一径 差别也不大 顶多就是实力稍强一些的小卡拉米 他同样可以随意拿捏 因此 在看到这个完成灵阵突破 迈入地煞二径的九阶王级 域外强敌 竟是主动对自己出手的时候 陈墨决定 给予他最大的尊重 只见他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的力量 开始奔涌了起来 五行归翼之力 瞬间涌现到了他的右臂之中 归翼神拳 这是陈墨前段时间 进行深度闭关的时候 自己通过归纳总结 领悟出来的一种全新的 还未彻底完善的灵能战绩 这也是第一个 真正属于陈墨自己的灵能战绩 也是第一个 除了五行归翼绝之外 可以完全适配 五行归翼之力的灵能战绩 不过由于还不够完善 所以这个灵能战绩 目前的作用只有一个 那就是简单的力量增幅 当然 这个简单的力量 也已经达到了四倍之多 配合上陈墨那狂暴的力量输出 在经过四倍增幅之后 威力之强大 将可想而知 下一刻 陈墨一拳轰出 恐怖而又狂暴的力量 顿时朝着那九阶 王级宣泄而去 在这股力量面前 脸上还挂着笑意的他 显得是那么的弱小 而又无助 紧接着 皈依神拳的力量 冲刷而过 这个地杀二进的九阶王级强敌 就跟从未出现在世间一般 什么都没有留下 这个时候 不仅仅是人类这边的强者 感到震撼 域外侵略者大军中 诸多强大的存在 也同样震撼 因为陈墨刚刚轰出的那一拳 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心机 这说明 陈墨的力量 已经足以威胁到他们了 而陈墨 可不会去管自己的 皈依神拳 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他在将对自己出手的 两个九阶王级解决之后 便立即朝着另外三个 突入下级战场的 九阶王级出手 于是片刻后 五个强行突入 下级战场的九阶王级 便全部殒命 陈墨乘胜追击 在八阶战场大肆收割 当人类这边的 八阶大宗师战力 已经占据到了 足够大的优势之后 陈墨果断越击 突入了九阶战场 他的到来 直接引来了一众 九阶王级 域外强敌的围攻 因为他的威胁性 实在是太大了 而人类这边的九阶强者 也是纷纷出击进行阻拦 倒不是他们担心 陈墨应付不了当前的情况 而是配合出击 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面对朝着自己 汹涌而来的九阶王级 陈墨很是兴奋 这些九阶王级 在他的眼中 完全就是一个个的经验包 而且 击杀这些九阶王级之后 陈墨积攒的功勋点 也就更多了 一举两得 何乐不为 至于战场续航能力 陈墨还真没怕过谁 于是乎 在一众九阶强者的配合之下 陈墨直接是来一个杀一个 来一双杀一双 整个高阶战场 完全杀疯了 域外侵略者这边 面对陈墨这个 实力强得有些疯狂的人类 他们也是果断派出了 更为强大的九阶王级出击 三位地煞五镜 以及一位地煞六镜的 九阶王级强敌 飞速赶至了战场 一线关这边 银虎尊者 发现对方的强敌来源后 也是果断派出了 几方同等境界的强者 只不过 银虎尊者 只派出了两位地煞五镜 一位地煞六镜的 九阶强者 至于敌方剩下的 那个地煞五镜 他打算交给陈墨来对付 人类这边的三位强者赶到 也是传达了 银虎尊者的安排 得知让自己对付一个 地煞五镜的九阶弱外强敌 陈墨直接接下了这个任务 人类这边的地煞六镜强者 乃是何一道姑 他交给了陈墨 一件护身符 陈墨还未来得及道谢 何一道姑便直接出击了 迅速将护身符揣好后 陈墨直接对上了 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弱外强敌 说实话 这种实力的敌人 对于陈墨来说 是具有相当大的威胁性的 刚面对上他 陈墨便感受到了一种压迫力 这种感觉 他已经好久都没体会过了 不过 此时陈墨的心中 却是跃跃欲试的 第186章 差距 云阳子曾告诉过陈墨 地煞五镜的九阶 领域给自身带来的增幅 达到了惊人的32倍 比之地煞四镜 足足高了16倍之多 并且 即便排除掉 领域带来的力量增幅 地煞五镜的九阶 也比地煞四镜的九阶 强大了太多 这就是为什么 地煞四镜的九阶 如今已经 无法对陈墨造成威胁 但是地煞五镜的九阶 却是能够让陈墨 感受到压迫力的原因 不过 让陈墨心中感到 跃跃欲试的是 他在面对地煞五镜的 九阶王级域外强敌的时候 只是感受到了 对方带来的压迫力 但心中却并未因此 而产生危机感 这也就是说 地煞五镜的九阶强敌 对于现在的陈墨来说 确实具备一定的威胁性 可是这种威胁性 并未达到致命的程度 这就给予了陈墨 足够多的操作空间 他若是选择拼一拼的话 还真不一定会输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陈墨便在心中做下了决断 拼了 于是乎 场中的所有人 便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面对一个实力 达到了地煞五镜的 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还仅仅只是 八阶大宗师实力的陈墨 竟是选择了主动出击 虽然大家都知道 陈墨的实力很是强大 一般的九阶王级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他现在要面对的 那可是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啊 这种主动出击的行为 未免也太冲动了些 正在和地煞六镜的 九阶王级强敌交手的 何一道姑见状 也是不禁眉头微皱 这个冲动的小家伙 真是和他师父不要太像 正在何一道姑 为陈墨担心的时候 看到陈墨这个蝼蚁一般的人类 竟是不知死活 主动朝着自己杀来 这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脸上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 他要让这只小爬虫知道 冒犯上位者 需要付出的惨痛代价 随即 这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竟是直接展开了自身的领域 他打算用自身领域的力量压制效果 来活生生地碾碎陈墨 当一位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展开自身领域的一瞬间 那高达32倍的力量压制效果 直接让附近数位人类的九阶强者 全都是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他们不得不咬紧牙关 选择脱离这片被领域覆盖的战场 此刻 这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正准备好好的欣赏一番沉默 被自身领域碾碎瞬间的精彩画面 但很可惜的是 他预想中的精彩画面 却是并未出现 因为从沉默此刻的状态 完全可以看出 他压根就没有受到 领域压制效果的一丁点影响 这怎么可能 此时 这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可谓是又惊又怒 他惊的是 以前对下位者无往不利的领域压制 竟是对这个 只有着八阶十里的小爬虫 起不到丝毫的作用 怒得则是 这个可恨至极的小爬虫 竟是敢贴着他的脸开大 这如何能忍 好 一道充满无边怒意的吼叫声 陡然响起 随即 只见这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一掌朝着身前的陈墨拍去 他是要将眼前这个可恨的小爬虫 碎尸万断 看到对方派来的剧长 陈墨感受到了一种恐怖的压迫力 但他却并未躲闪 因为想躲也躲不了了 既然无法避开 陈墨就只好试试硬碰硬了 一瞬间 他的体内力量便再次疯狂涌动 五行归异之力 充斥着陈墨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 也就在下一刻 剧长来袭 只听陈墨爆喝一声 体内的狂暴力量顿时宣泄而出 伴随着崩的一声炸响 陈墨整个人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没办法 实在是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实力着实太过强大了 而在陈墨被轰飞的同时 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直接追赶了上去 又是狠狠的一拳 陈墨的身体便如同不受控制的重物一般 直直地朝着地面飞速坠落而去 动 烟尘四散中 坠落到地面上的陈墨 艰难地从自己砸出的坑中爬了起来 咳咳咳 将嘴角的鲜血擦掉之后 陈墨抬头看着天空中 那一脸高傲之色的对手 如此轻易地 就让自己受了不轻的伤 不得不说 这个对手 确实有高傲的本事 而经过之前的简单交手 陈墨也是 真正意识到了 自身和地煞五镜的九阶强者之间的差距所在 那就是 他的力量强度 跟地煞五镜的九阶强者比起来 还远远不够 陈墨今天 若是想要战胜眼前的这个强大对手 他不仅要拼命 而且还需要提升自身的力量强度才行 没得说 直接干 随着陈墨心神微动 五行归异之力 开始灌注 进入体内的生命种之中 紧接着 一牙开始被催动了起来 强度更高的混沌之力 便在陈墨的体内奔涌了起来 下一刻 陈墨如同一颗炮弹一般 弹射而起 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剑状 依旧是冷笑不已 小爬虫就该要有小爬虫的觉悟 妄想以下犯上 当真是找死 随即 他也是再次朝着陈墨出手 不过这一次 陈墨在切换了自身的力量之后 所体现出的战斗力 和之前完全是两回事 面对来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的强力一击 他竟是可以正面硬刚 虽然现场的每一个九阶强者都可以看出 重新冲入战场的陈墨 依旧是处于劣势地位 但问题是 他的对手可是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啊 靠着八阶大宗师的时候 陈墨竟是能够和这样的强敌硬碰硬 如此一幕 实在是让人很难不感到震撼 此时 感到震撼的 可不仅仅只是人类这边的强者 域外侵略者一方的诸多九阶王级 皆都是震撼不已 这里面 自然包括了 正在和陈墨交手的这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身为地煞五镜的顶尖强者 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眼前这个可恨至极 让他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的小爬虫 为什么前后之间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差距竟会是如此之大 第187章 贴脸开大 使用了混沌之力的陈墨 战斗力肯定是比之前更为强大的 不然的话 这种凭什么需要用五行归一之力 才能催动吗 作为陈墨手中最为强大的底牌 混沌之力 非关键时刻陈墨绝不会轻易动用的 现在碰上了一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强敌 显然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陈墨自然是要动用的 至于对方心中的困惑 他无从得知 既然是知道 陈墨也不会做出解答 此刻的他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想方设法地 干掉眼前这个对手 不过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强敌 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陈墨靠着混沌之力 虽然能够勉强破开对方体内的防御 但是想要对其造成伤害 仅靠单纯的进攻 显然是没办法做到的 那么对于他来说 就需要自己找准时机 再找一个贴脸开大的机会 唯有如此 陈墨才能真正做到击伤对方 甚至是击杀对手 只是这样的时机 真不是一般的难找 而且 若是一直这么拖下去的话 陈墨的短板就会暴露出来 因为说到底 他终究 还只是个八阶大宗师的觉醒者而已 在此刻这种 无法获得战场收益的情况下 和一个地煞五金的 九阶王级域外强敌比起来 自身的续航能力 肯定是不如对方的 为了不至于落入 最终力量耗尽的局面 陈墨决定冒一次险 老实说 这种做法 其实并不符合陈墨的性格 但没办法 既然早就已经做好了拼命的打算 所以 冒险什么的 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面对实力远远强于自己的对手 怎么可能有百分百稳妥的打法 心中做下了决断之后 陈墨便开始冒险出击了 只见他顶着对手的攻势 不断朝着对方突进而去 在突进到一个合适的距离的时候 陈墨需要的时机终于出现了 把控时机 从来都是陈墨的强项 于是 只见他大手一挥 混沌 轮回 发动 一瞬间 巨大的圆轮 顿时在陈墨的身后浮现 紧接着 一道粗壮的黑色光束 击视而出 看着这道黑色光束 地煞五金的九阶王级心中 顿时产生了一种惊悚之感 这就意味着 这道看起来有些平平无奇的黑色光束 竟是有着能够威胁到他的威力 而由于此时 陈墨和自身的距离过于靠近 他无法进行及时的躲避 于是乎 地煞五金的九阶王级 也是打出了自己的强力一击 他本想借此击溃陈墨的攻势 但让这地煞五金的九阶王级 万万没想到的是 黑色光束 竟是直接洞穿了他的攻击 直直地朝着他击射而来 如此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着实让他愣了一下 下一刻 黑色光束便准确命中了 这个地煞五金的九阶王级的身体 紧接着 便在现场一众强者 和域外强者的注视之下 那黑色光束 竟是直接洞穿了一位 地煞五金九阶王级的躯体 此刻 这位在征战大族群的九阶王者中 也算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他的两眼之中 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强大如他 竟是会被一个八阶的小爬虫击伤 更为重要的是 凭借他远远强于沉默的力量 竟是无法修复自己被洞穿的躯体 这一幕和沉默之前 第一次使用混沌之力 对付另一位九阶王级的时候 何其相似 不同的是 此时的沉默 实力比之那个时候更为强大 同时 对手的实力也是更为强大 所以 沉默要想击败对手 还得继续出击才行 趁着地煞五金的九阶王级 还沉浸在自己被击伤的 难以置信的情绪中 沉默果断再次出手 并且这一次 他是真的准备 来一个贴脸开大 不过 在沉默采取行动的时候 这地煞五金的九阶王级 已是怒不可遏地回过了神来 看着已经来到自己近前 直接开大的沉默 他心中更是充斥着无边的怒火 一瞬间 地煞五金的九阶王级 直接使出了自身的最强攻击手段 那股恐怖的力量 竟是让沉默的心中有些发颤 但此刻的他 已然顾不了那么多了 今日不是他死 那就是敌人亡 啊 随着一声怒吼 从沉默口中响起 他全身的力量 如同沸腾起来了一般 紧接着 一道笔之之前 大了数倍之多的圆轮 在沉默身后浮现 随即 只听他心中怒吼道 混沌 轮回 哄 只见一道更为恐怖的巨大黑色光束 再次从圆轮中射出 而后 两道力量碰撞到了一起 那一瞬间 天地为之变色 正在一线关中 时刻关注着战场的引虎尊者 第一时间出手了 因为域外尊者 想要插手这场战斗 动 双方各自的尊者 转瞬间便来到了战场 并进行了第一轮的短暂交手 而也正因为这点时间的耽搁 使得沉默的混轮 轮回 和那地煞武镜的九阶王级的最强一击 相互交汇在了一起 但混沌之力的特殊性 让黑色光束 再次动穿了对方的攻击 随即 落到了正主的身上 伴随着一道 惊默的吼叫声响起 一个堂堂地煞武镜的九阶王级 他的身体 竟是开始在黑色光束 一点一点的消融 如此一幕 使得战场之上的所有人 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实在是那黑色光束的力量 太诡异了 而此时 沉默同样不好受 地煞武镜的九阶王级 打出的最强攻势 那股力量 哪怕是被混沌轮回消磨了一部分 但剩下的力量所爆发出的威力 也是让他吃尽了苦头 若非沉默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 特地去学习了一门 可以开启精神防护效果的灵能战技 这一波力量不对称的对拼 只怕沉默也得玩玩 但所幸 沉默有着总结经验教训的习惯 因此 这门可以开启精神防护效果的灵能战技 在这个关键时刻 救了他一名 可尽管如此 在开启精神效果之后 沉默体内的混沌之力 也是被完全耗之一空 第188章 引虎尊者的实力 此时的沉默 无疑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同时 敌人的最强一击产生的鱼波 冲击在他的身上 更是让他遍体鳞伤 这一刻的沉默 模样看起来 可谓是极为狼狈 不过和他相比较起来 那地煞武镜的九阶王级 下场则是更为凄惨 他那原本极难被破开防御的强大躯体 此刻竟然已是在黑色光束中 消融掉了大半 并且 由于混沌之力的特殊性 使得他受到的伤势 根本不可逆转 换而言之 这个实力强悍 或许本该在蓝星战场之上 有些一番作为的 地煞武镜的九阶王者 此时已是来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现在等待着他的 只有死亡这一条道路 这个结果 让他迅速赶到战场之上的 域外尊者的心中 可谓是怒不可遏 这可是他手底下的族群中 为数不多的武镜王者心腹 现在竟是以这种 凄惨至极的方式落幕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居然还只是一个八阶的蝼蚁 但不管这个八阶的蝼蚁 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 这个域外尊者 已是有了必杀他的理由 以为心腹报仇 二则是这样的异类存在 绝对不能允许他成长起来 否则 那还得了 没有任何废话 这个域外尊者 果断对失去战斗力的沉默出手了 同时 他还直接呼唤了 在戒壁通道之外的 其他那些域外尊者 在这个域外尊者 开始有大动作的时候 引虎尊者 自然不会在一旁干看着 伴随着一道响彻天际的 虎啸声响起 虎啸山林的心灵震慑效果 瞬间在整个战场之中 迅速蔓延了开来 全场人类强者 以及域外侵略者大军的动作 都是不约而同地迟滞了一下 即便是那对沉默出手的 域外尊者 也同样没能幸免 尽管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 但正是这短暂的时间 却给了引虎尊者 救援沉默的机会 而在捞沉默的同时 引虎尊者也是通过 特殊的联络手段 通知了其他的圣尊 于是乎 包括牛大壮在内的数位 圣尊便迅速赶往了一线关 尊者大战 一触即发 莫奇纳可能怎么都不会想到 他极力想要促成的尊者大战 就这么轻易地被引爆了 不过此时的他 仍旧在赶往皇族大本营的路途之上 等到他得知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即便直接原路往回赶 那也得是两个多月后的事情了 到了那个时候 尊者大战 很可能早就已经结束了 而经过这场大战的洗礼之后 沉默极有可能会顺利地 迈入九阶之列 到时候 诺奇纳返回蓝星战场 这两个宇宙楚儿之间 到底谁吞是谁 那就可就说不定了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引虎尊者 在将沉默捞到手之后 便是直接将他送回了一线关中 他现在真的不得不承认 牛大壮的眼光 真的比老尼秋好了太多太多 引虎尊者 所以让沉默来对付 那地煞五进的九阶王级 其实就是想看看 沉默的真本事 到底如何 结果吗 真可谓是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他本以为 沉默也就能够勉强和对方过上几招 地煞五进的九阶王级 真的很难对付 哪怕是多个地煞四进的九阶强者来 也不一定能够将其拿下 但是 只有这八阶大宗师实力的沉默 不但在对方的进攻下 硬扛了下来 最后还靠着自身的特殊力量 将一个地煞五进的九阶王级 弄成了那副死狗模样 也难怪敌方的尊者 第一时间就要对沉默出手 这样的特殊异类 不赶紧趁着 他还没强大起来宰了 难道留着过年不成 换作是引虎尊者的话 他下手只会更快更狠 所幸 沉默是自己这边的人 那么对他的态度 就只剩下赞赏了 在沉默被送回一线关之后 双方的尊者也是齐齐到场 牛大壮在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后 故作一副头疼的样子 这小子 可真是能惹事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事实上 牛大壮的心里 可是已经乐开了花 从引虎尊者的话语中 他听出了几分认可的意味 这对于沉默来说 可是好事啊 不过牛大壮 对沉默惹事的能力 也是真的感到一阵头疼 毕竟这已经是第二次 因为沉默而引发的尊者级大战了 引虎尊者 听到牛大壮这言不由衷的话 不由得冷笑道 你个傻牛犊子 就在这装吧 说完 引虎尊者便率先出击了 此次 因为敌方尊者率先行动的缘故 所以 双方的尊者数量 出现了偏差 人类这边 只有七位尊者 及时杀进了戒壁通道之中 加上原本镇守一线关的引虎尊者 一共是八位尊者及强者 而域外尊者一方 数量则达到了十二位 尽管几方的战斗力少了四位 但引虎尊者可不怕 随着引虎尊者的率先出击 其余的七位尊者 也是齐齐杀出 尊者及大战瞬间爆发了开来 牛大壮 引虎尊者 风仓上人 神刀尊者 皆是一翼敌二 前两者 是因为实力够强 主动纠缠了对方的两位尊者 而后两者 则是因为实力较弱 被敌人给盯上了 因此 为了避免几方本就不多的尊者 出现伤亡情况 剩下的四位尊者 就需要创造破局的机会 从而逐渐逆转局势 只是这个破局机会 真不是那么容易创造的 毕竟现在的对手 是实力更为强大的域外尊者 并且 这还是双方的第一次真正交战 对对方的真正底细 尚且还不清楚 所以 想要破局 也就更难了 与此同时 被送回一线官的沉默 受到了最好的照顾 在大量的资源供应下 他体内被耗之一空的力量 也是得以迅速恢复了过来 尽管身上还有不轻的伤势在 但沉默 却是必须抓住 这个难得的大战机会 从而实现 从八阶到九阶的跨越 于是乎 在重新换上了一身 完整的战斗服后 他便跟着后续 进入战场支援的队伍 再次回归到了战场之上 第189章 惊人收益 沉默之所以急于重回战场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他之前冒着生命危险 贴着那地煞武镜的 九阶王级开大后 却是因为自身力量耗尽 没能收取到 那巨大的战场收益呢 而要知道的是 地煞武镜的九阶王级 在战场之上 可并不容易碰到 这个收益要是错过了 沉默真的得哭死 只是当沉默 重新回到战场上的时候 已经是时隔两个小时后了 沉默在之前战斗的区域 寻找了一番后 只发现了那地煞武镜的 九阶王级 留下的一点残骸 这也就意味着 他想要的收益 肯定是没了 这一刻 沉默难受的 就跟小时候丢了零花钱一样 于是悲愤的他 直接突入九阶战场 他要从这些 九阶王级御外强敌身上 找回自己痛失的收益 伴随着沉默重回战场 一众九阶王级御外强敌 就跟见了鬼一样 毕竟沉默之前的彪悍表现 他们可是亲眼看见了他 整个战场上 除了尊者之外 九阶之中 也就地煞武镜 和地煞六镜的王者 能够对付得了他 但问题是 这样的存在各个族群中的数量 是非常稀少的 即便他们上了战场 人类那边 也会派出同样等级的强者来应对 剩下的王者中 哪怕是地煞四镜的强大存在 也无法对沉默 这个异类造成威胁 至于他们这些 连地煞四镜都没迈入的存在 下场可就凄惨了 面对沉默的强势进攻 一个接一个的九阶王级御外强敌 开始纷纷倒下 他在收获大量战场收益的时候 也是将目标放在了战场上 少量的地煞武镜的九阶王级身上 他向来都是说干就干的 环视整个战场之后 他很快就选定了一个目标 紧接着 沉默开始朝着各个目标 缓缓靠近了过去 其他的九阶强者 都是唯恐和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离得太近 从而被波及进去 反其道而行的沉默 其踪迹很快就暴露了 而因为之前的那场战斗 哪怕是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对于沉默也是颇为忌惮 实在是他使用的那种特殊力量 太过特殊了 一旦被沾染上 这对于世间任何圣灵来说 都是一种威胁 沉默的主动靠近 自然也是引起了人类这边的 地煞五镜强者的注意 此人名叫赵清胜 来自宗派界五大势力之一的苍龙山 对于沉默这个年轻小辈的介入 赵清胜并不觉得有损自身的颜面 在他看来 能够更快地杀敌 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因此 他直接给了沉默一个眼神示意 沉默收到赵清胜的信号 果断突进而去 见沉默领回到了自己的意思 赵清胜也是趁机发难 他以苍龙山的无上妙术 这道灵能战绩 短暂限制住对手的行动能力 这个时候 沉默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混沌 轮回 巨大的圆轮浮现后 黑色光束顿时击事而出 那被赵清胜限制住 行动能力的地煞五镜九阶王级 直接被黑色光束笼罩其中 随即他的躯体 便开始消融了起来 赵清胜也算是行走江湖多年的老人 什么样的大场面都见过 但像眼前这样的一幕 他却是看得不禁心头直跳 还好沉默是自己人 不然的话 说不定遭殃可能就是他了 被黑色光束笼罩住的 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此时正在拼命地挣扎 但他越是挣扎 自身躯体消融的速度便是越快 并且 他体内的力量 也在跟着一起消融 沉默眼看时机差不多了 便果断上前补刀 就这样 一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便隐命于此 沉默也是一举收获到了 惊人的战场收益 这也就导致他更加的心痛了 因为一个地煞五镜带来的收益 比十个地煞四镜带来的收益 都还要多 成功解决掉了这个对手后 赵青胜不禁对沉默 竖起了大拇指 脱身出来的他 则是再次加入到了战场之中 有了刚才的经验 以及那惊人的收益 沉默开始在战场上 更加活跃了起来 因为尊者级大战的爆发 场中尊者五镜的九阶王级 可还有不少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这一次错过了 下一次就不知道 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沉默的主动出击 对于人类这边的强者来说 无疑是一件好事 因为相较于 域外侵略者来说 他们地煞五镜 和地煞六镜的强者数量 相当劣势 沉默的到来 从某种程度上 缓解了这种劣势 于是在强者们的配合下 沉默先后拿下了 三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强敌 这个时候的沉默 心中已是爽翻了天 四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给他带来的收益惊人至极 照此下去 他迈过跨境九阶的最后一步 只是朝夕之间 不过 随着四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陨落 战场中剩下的那些地煞五镜 都是变得越发警惕了起来 但凡只要沉默靠近一定距离 他们就会主动拉开和对手的距离 如此一来 沉默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 主要是混轮 轮回的前腰时间太长了 如果没有强者配合 限制敌人的行动的话 沉默想要打中他们 除非冒险去贴脸开大 可现在的问题是 沉默就是想要冒这个险 敌人也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啊 于是乎 沉默就只能去追着那些 实力稍弱的九阶王级煞 但再尝到了地煞五镜的甜头 哪怕是地煞四镜的九阶王级来的收益 沉默也有一种激进于无的感觉 正在沉默百无聊赖的时候 却是感觉到 胸口传来一阵滚烫之感 他连忙摸了一把 便找到了原因 原来是何一道姑之前给他的护身符 处于激发状态之中 何一道姑给东西 能够远程感应控制的人 也就只有他 沉默遥望了一下远处的 地煞六镜战场 他原本皱起的眉头 顿时就舒展了开来 既然现在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逮不到了 那自己可以去地煞六镜的战场 碰碰运气啊 那要是能逮到一个 岂不是直接转打发了 第190章 隐藏的意图 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沉默已经领教过了 实力很强 地煞六镜的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实力就只会更强 威胁只会更加大 在正常情况下 沉默是绝不会去冒这个风险的 毕竟自己的小命 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现在 何一道姑给他的护身符 却是被远程激活了 激活的人 只会是何一道姑 问题是 现在沉默并未遇到危险啊 何一道姑激活这个护身符干嘛呢 沉默猜测 答案只可能有一个 那就是 何一道姑在通过这种方式 给他传递信息 什么信息呢 配合出击的信息 毕竟沉默之前 在一众强者的配合之下 已经成功击杀了 四个地煞五镜的九阶王级 如果有何一道姑这种 地煞六镜的九阶强者 全力配合 那么 击杀地煞六镜的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或许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何一道姑 这才通过这种方式 给沉默传递信息 当然 他应该也知道 这件事情需要沉默冒很大的风险 所以并未明着来 而是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 也就是说 是否要去配合何一道姑的选择权 在沉默的手上 而对于沉默来说 他似乎又没得选 何一道姑是龙国少有的 地煞六镜的九阶强者 为龙国付出了很多 如今 他正陷入苦战之中 无法脱身 沉默接收到了他传递来的信息 自然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 而且 据说自家师父 和他有之理不清的关系 从这一点上来说 沉默更是没办法置之不理 加之如果配合得当 成功击杀一个 地煞六镜的九阶王级的话 所获得的收益 绝对会更加的惊人 因此于情于理 或是出于对自身的情况考虑 沉默都没有拒绝的理由 于是乎 再查看了一下 整个战场的环境之后 沉默开始在战场上 毫无规律地乱窜了起来 主要是现在的他 实在是太扎眼了 不管出现在哪里 众多九阶王级 都会是一副 唯恐避之不及的样子 何一道姑看到沉默 开始在战场中乱窜 就猜到沉默里 会到了他的意思 因此 他也是开始有意图的 逐步将自己的对手 引到一个有利于 沉默出手的位置 另一边 沉默一边乱窜 也在一边观察着 何一道姑的位置 同时 他整个人则是 慢慢地朝着那边靠过去 当然 沉默可不会傻到 直接靠过去 那样只会引起 地煞六镜的九阶王级 心生戒心 他采取的是 忽近忽远 忽赏忽离的策略 简单来说 就是像疯狗一样 追着那些地煞五镜以下的 九阶王级打 并且不时暴露一下 要对地煞五镜的 九阶王级出手的意图 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战场之中 除了沉默自己 跟何一道姑以外 根本没人会认为 他有要对地煞六镜的 九阶王级出手的意图 主要是沉默伪装的 实在是太好了 当然 也跟地煞六镜的实力 太过强大有关 毕竟 那已经是尊者之下 最为顶尖的存在 靠着这样的伪装 沉默成功骗过了 自己人以及敌人 甚至到了后面 连何一道姑都开始怀疑 沉默到底有没有 领会到他的意思了 不然的话 这小家伙 装得也太像了吧 此时的沉默 并不知道 何一道姑心中的想法 他迟迟不暴露 自己的真正意图 就是为了找到 一个最佳的出手时机 毕竟这一次出手的目标 可是地煞六镜的九阶王级 自家师父云阳子 就是这个等阶的存在 因此 沉默心中非常清楚 这样的存在实力 会有多么的强大 想要将他们置于死地 除了尊者出手之外 哪怕是有同镜强者的配合 也需要极为稳妥的计划才行 更何况 沉默和地煞六镜的差距那么大 也就更需要稳妥一些才行了 并且要知道 他出手的机会 只有一次的 如果一击失手 说不定自身也会陷入险境之中 沉默就这样不慌不忙地 等待着时机 整个战场之上 因为他疯狗一般的追杀 可谓是混乱不堪 另一边的何一道姑 真的都快要放弃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沉默接着追杀一个 地煞三镜的九阶王级 缓缓朝着何一道姑 所在的区域靠了过来 不过此时的他 意图仍旧没有暴露 何一道姑 虽然看到沉默靠了过来 但却并不认为 沉默是准备配合他出手 因为在此之前 沉默已经靠过来了很多次了 连何一道姑都不认为 沉默有出手的可能 他的对手 那就是那个地煞六镜的九阶王级 就更不会这样认为了 虽然他也很期待沉默对自己出手 从而一举抹杀沉默这个一类 这个地煞六镜的域外王者 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 在整个战场中 但凡有点实力的域外王者 其实都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很可惜 他们中的很多王者 根本不是沉默的对手 也就谈不上抹杀沉默了 而有能力抹杀沉默的存在 又会有人类强者来牵制 甚至说被反杀 那么有能力抹杀沉默 又不至于被反杀的 就只剩下地煞六镜的王者了 所以 地煞六镜的王者 巴不得沉默对他出手 类似沉默这样的一类 必须尽早抹杀才行 不然等到他成长起来 将会是重大威胁 但是 沉默根本不给他出手的机会 沉默并不知道 在他悄悄盯上 地煞六镜的九阶王者的时候 对方也悄悄盯上了他 他若是知道了 心中也不会觉得惊讶 毕竟在此之前 连玉外尊者都曾对他出过手 不过 那件事情 还是给沉默提了一个醒的 那就是现在的他 目标很大 很扎眼 因此 等到这次大战结束之后 他说不定又得重启小号了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沉默将那地煞三镜的九阶王集 追杀到绝境之后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他将要痛下杀手的时候 沉默这时 却是突然调转目标 悍然对不远处 那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出手了 第191章 奇迹 老实说 在沉默的真正意图暴露出来之前 任谁都不会想到 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一幕 只有八阶大宗师实力的他 居然真的敢对一个 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出手 要知道 地煞六镜的实力 和地煞五镜那 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他怎么敢 并且为了迷惑众人 沉默事先 还做了大量的多余动作 来释放了烟幕弹 以至于连何一道姑 都差点以为沉默 没有领会到他的意思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沉默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却不带丝毫的犹豫 直接悍然对地煞六镜的 九阶王集出手了 这着实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沉默要的 就是这样出其不意的效果 在他出手的同时 何一道姑心中顿时 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原来这小家伙 是领会到了他意思的 于是乎 何一道姑顿时火力全开 准备配合沉默 一举拿下这个地煞六镜的 九阶王集 不过这个时候 这个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也是迅速做出了 相应的应对措施 沉默不来 他只会觉得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沉默来了 却也正好碎了他的心愿 总之 对于他这样的顶尖王者来说 压根就没把沉默当回事 正常情况下 也确实是这样的 地煞六镜的顶尖王者 领域的增幅力量 可以达到骇人的64倍 同样 力量压制效果 也达到了骇人的64倍 一般来说 像沉默这样 只有着八阶精英大领主实力的蝼蚁 仅仅是领域的压制效果 就可以将他碾碎 任凭他的力量再特殊 那也无济于事 事实上 沉默遭遇过的每个对手 都是这样想的 只不过笑到最后的 却是沉默 这个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自认为可以掌控一切 殊不知 沉默的特殊性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九阶王者的领域压制效果 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这个关键性的信息 他压根就不知道 因为知道这个信息的九阶王者 无一例外都没了 当然 可能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 和沉默是同类的诺奇呢 他或许是知道这个关键信息的 不过 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此时 面对沉默的突袭 这个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一边抵御何一道姑的发难 一边面带残忍的笑意 关注着沉默的动向 他之所以没有立马出 就是准备 让沉默靠得更紧歇 从而断绝他逃生的机会 到时候 哪怕是尊者及强者 也难以及时施救 这一刻的时间 仿佛凝制了一般 人类这边的很多强者 都是死死地盯着沉默的动向 他们都想知道 沉默到底会不会成功 他们更是希望 沉默依旧能够创造奇迹 近了 更近了 就在这个时候 那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直接发难了 他硬扛着何一道姑的攻势 将自身领域禁术收敛后 朝着沉默行进的位置 积射而去 正常情况下 他所释放出的领域 高达64倍的力量压制效果 将会把沉默直接碾碎 可是 这种情况却是并未发生 原本应该被领域碾碎的沉默 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并且 他在到达合适距离之后 还直接发动了混沌 轮回 当巨大的圆轮 在沉默身后浮现 何一道姑抓住机会 使出了自身的最强手段 下一刻 巨大的黑色光束 从沉默身后的圆轮中 积射而出 何一道姑这边 也是随之打出了一道金色的光球 这道光球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准确命中了那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虽然光球本身 并未带有强大的伤害 可其附带的麻痹效果 却是异常强大 即便是那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也是被这个效果给短暂麻痹了 就是这么一小花的功夫 黑色光束随之来袭 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剑壮 果断展开了自身的防御 强大如他 却是并不知道 任何现有的已知力量 在混沌之力里面 就只有被溶解的份 即便这个力量的拥有者 是一个地煞六镜的王者 也不能例外 被黑色光束笼罩其中 这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展开的防御 就跟纸壶的一般 直接就被轻易地破开了 而后 混沌之力便开始消融他的躯体 虽然速度很慢 但仍旧有效 此时 麻痹效果也差不多已经过去了 这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强忍疼痛 准备撤离 何一道孤打出的第二道金色光球 又一次准确无误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这一刻 他的心态 无疑是崩溃的 而眼看着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陷入危机之中 附近的九阶王者 纷纷打算舍命救援 但人类这边的强者 怎么可能会让他们得逞呢 论到拼命 他们还没怕过对方 否则的话 一线官 怕不是早就被这些域外侵略者给攻陷了 一方是为了施救 一方则是为了打掩护 只是瞬间 更为激烈的大战便爆发了开来 陈默深知 众人都希望他创造下这个奇迹 因此 他几乎是使出了吃奶的劲来 再加之何一道姑的全力配合 这地煞六镜的九阶王集 躯体直接被消融掉了大半 随即 陈默抓住机会 突进而去 一招归一神拳使出 准确命中对方的心口位置 恐怖的力量爆发开来 强如地煞六镜的王者 他的心脏也承受不住这种充满破坏性的力量 一代顶尖王者 就此与命当场 下一刻 陈默便接收到了惊人至极的战场收益 他全身的力量 竟是瞬间沸腾了起来 啊 伴随着一声怒吼 从陈默口中响起 一股爆炸性的强大力量 以他身体为 中心四散了开来 是的 在收获了一众地煞四镜集以下 四个地煞五镜 一个地煞六镜的九阶王者 所带来的战场收益后 陈默终于成功迈过了 八阶到九阶最后的一步 从而一举进入了 九阶顶尖强者之列 也从这一刻开始 自龙国建国以来 最为年轻的九阶强者诞生了 他的名字叫做陈默 第192章 狱外尊者出手 陈默的临阵突破 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因为他这可不是普通的进阶 而是一举迈入 位于生命层次进化顶端的九阶 这看似简单的一步 不知曾让多少八阶大宗师 妄洋心叹 可是现在 陈默成功做到了 他才多大呀 二十五岁都还没有吧 经验绝伦 或许已经不足以 用来形容他了吧 更为重要的是 还只是八阶大宗师实力的陈默 就已经可以独挑 并击杀地煞五径以下的九阶王级 并且 他还可以在同径强者的配合下 击杀地煞五径 和地煞六径的九阶王级 他的战斗力之强 令人禁服 现如今 陈默成功迈入九阶之列 那么他的战斗力 必然只会更加的强大 或许在一众九阶强者中 唯有地煞六径的强者 才能对他造成威胁了 他的这种越阶作战的能力 实在是强大的可怕 但所幸 他是自己这边的 而就在一众人类强者 为陈默的突破 感到或是震惊 或是喜悦的时候 浑身力量充裕到极点的陈默 直接对其他地煞五径的九阶王级出手了 尽管现在的他 还没掌握领域的释放 但仅凭进阶后 自身增强的力量 现在的陈默 就已经具备了 独占地煞五径的实力 面对他的出手 场中地煞五径的九阶王级 可谓是惊骇不已 因为之前的陈默 就已经有能力 对他们造成威胁 现如今 实力更为强大的他 对他们造成的威胁 只会更加巨大 果不其然 当陈默盯上的第一个目标 被他给缠住之后 这地煞五径的九阶王级 真正感受到了一种死亡的压迫力 可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他堂堂五径王者 居然会畏惧一个一径王者 尽管这地煞五径的九阶王级 不断地在心中告诉自己 眼前这个人类并不可怕 但他怎么都无法说服自己 因为 在双方真正交手之后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连地煞六径的王者 也会陨落在对方的手中 自身领域的力量压制效果 根本起不到作用啊 而领域 那可是九阶王者 最为重要的功法手段呢 它起不到作用 那么 九阶王者的实力 必然是大打折扣的 原来如此 弄明白这件事情之后 这个地煞五径的九阶王者 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浑身力量充裕到极点的沉默 采用了最狂暴的功法手段 他仅仅使用了龟翼神拳 便硬生生地 将这个地煞五径的九阶王级打爆了 漫天血雾之中 沉默如同真正的杀神一般 与此同时 就在沉默大展神威的时候 尊者战场之中 之前对沉默出手的那个域外尊者 再也忍不住了 那该死的人类蝼蚁 竟是又击杀了一个 他手底下的五径王者 并且 他手底下其他的五径王者 包括那唯一的六径王者的陨落 也都和这个该死的人类蝼蚁有关 而五径 六径王者 那可是一个族群 能否强大起来的根本所在 但是现在 他带领的这个小族群 强大的根本没了 一切 都因为这个该死的人类蝼蚁 此刻 这个域外尊者 只恨不得将沉默活泼了 为了能够宣泄心中的恨意 他直接脱离了尊者战场 本有两个域外尊者牵制的 引虎尊者 顿时压力大减 包括他在内的八位尊者 怎么都不会想到 他们苦恋已久的破局时机 居然就这么出现了 不过 这个破局时机 是真不好把握 如今 他们这八位尊者 都被敌人拖住 根本无法脱身支援下级战场 而一个尊者及强者 突入下级战场 其所造成的破坏力 将是无比惊人的 因此 哪怕最终他们成功破局 甚至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若是下级战场损失过大 那也将是得不偿失的 想到这里 引虎尊者与牛大壮对视了一眼 两位圣尊开始发力 只是引虎尊者不太明白 那脱离尊者战场的域外尊者 显然是奔着沉默而去的 可是为什么他总感觉 牛大壮似乎并不怎么着急 难道他就不担心沉默出问题 另一边 就在沉默正准备对下一个地煞武进的九阶王级 实施迫害 这时他的心中 却是突然感受到 一阵惊悚之感袭来 伴随着沉默 转身朝着远方望去 他便能清晰地感知到 一道域外尊者释放出的恐怖气息 正直奔下级战场这边来 难道是尊者战场出现了变故 这不可能啊 尊者及强者陨落的场面 沉默可是见过的 既然尊者战场没有出现变故 那这个域外尊者 为什么会直奔下级战场而来 牛大爷他们没拦 或者说是没拦得住 卧槽 不管对方是怎么脱离尊者级战场的 但一个域外尊者的到来 必将会对整个下级战场 造成极大的破坏 并且 沉默心中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对方很有可能是冲着他来的 此刻 沉默的心中 可谓是一万头草泥马奔过 而这个时候 察觉到域外尊者来袭的 并不止沉默一个人 场中的所有人类强者 都是发现这个 强大到几乎无法应对的闯入者 何一道姑则是意识到 对方的目标很有可能是沉默 换做是他 对于沉默这样的人类 也必然会想方设法地铲除掉 因此 他第一时间就是让沉默赶紧逃 只要他逃出戒闭通道 就安全了 不过 这显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 需要有人来拖延住对方才行 此时何一道姑的眼中 流露出了一丝决绝 只见他主动 朝着那域外尊者迎去 以图短暂地拖延对方的脚步 最后 他对沉默传音道 代为转告云阳子 说张玉清从未恨过他 在何一道姑 朝着那域外尊者迎去的时候 又有数位地煞五金的九阶强者 跟随他而去 显然他们都是打算用自己的生命 来为沉默争取逃离戒闭通道的时间啊 听着何一道姑的最后一言 看着这些老前辈们 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 沉默不禁开始暗自反思 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呢 第193章 十三道尊者及守护印记 沉默很快就想明白了 事情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一步 说到底 还是自己的实力不够强大 他现在虽然成功迈入了九阶之列 已经站在了生命层次进化的顶端 可是在九阶之上 却还有着实力更为强大的尊者 面对尊者及的域外强敌 仅凭沉默自己一个人 显然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所以 他认为还是自己太弱了 若是他有着 能够独挑域外尊者的实力 何至于需要何一道姑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打掩护 不过 那这会是最坏的情况 至于现在嘛 还不至于到那种地步 在此 沉默真的由衷地感谢牛大爷 若不是因为他 那么今天的局面 很可能就是最坏的情况了 眼看着何一道姑他们 和那域外尊者的距离 越来越近 沉默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的一牙直接发动 下一刻 隐晦的空间之力 显现而出 只是一瞬间 沉默便超过了何一道姑他们 身影出力在了 离域外尊者不远的地方 何一道姑他们见状 那叫一个又惊又急 沉默 你犯糊涂 快回来 其中一个地煞五金的 九阶强者 焦急地喊道 沉默闻言 伸出手挥了挥 而后 他直面那即将抵近 自己的域外尊者 对方体内散发出的 强大气息 压迫的沉默 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 他的双手 也是在微微地颤抖 沉默 不怕丢人 面对一个仅凭自己 根本无法战胜的恐怖强敌 他心中确实有很多的恐惧 可是 就目前来说 哪怕是何一道姑 他们一行人一起上 也根本不可能会是 域外尊者的对手 因为尊者已经是超脱了 一般生命层次的强大存在 放眼整个下级战场之中 唯一能够拦得住 这个域外尊者的 就只有沉默了 当然 换一个更为准确的说法 那就是 唯有靠沉默体内的那些 尊者及强者留下的守护印记 这些守护印记 虽然比不上尊者本体 但好歹 也能算得上是 尊者及战力 比起何一道姑他们 显然强大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 得益于前段时间牛带的带领 龙国的十二圣尊 沉默全都见过了 又因为牛带的关系 沉默体内 有着十二圣尊留下的守护印记 加上师祖二缺道人的守护印记 一共就是十三道尊者 及守护印记 十三道尊者及守护印记 这可是一股极为惊人的战力 而这十三道尊者及守护印记 便是沉默要感谢牛带的原因 同时也是他敢站出来 直面一个域外尊者的原因 这个时候 那脱离尊者战场的域外尊者 已经近在眼前了 他记得沉默的气息 因此 第一时间就锁定了他 这个蝼蚁居然敢站出来直面自己 倒是让这个域外尊者 感到些许的诧异 他难道不怕死吗 还是说 有什么依仗 不过 这个域外尊者 很快便察觉到了 沉默那不住颤抖的双手 此时的他 心中可谓是快意十足 原来你也怕死啊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死个痛快吧 没有磨磨叽叽的反派作风 这个域外尊者 直接就对沉默下了死手 他的剧长 静止抹向了沉默 感受到对方的力量 沉默咬紧牙关 不让自己的身体颤抖得太过厉害 可是 怎么都止不住啊 另一边的河一道姑等人 则是在拼了命地往前赶 可问题是 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河一道姑他们一众人 一个个都是一脸痛苦的样子 他们今天好不容易见证了一个最为年轻的九阶强者诞生 但是现在 却是又要亲眼见证他的陨落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让他们心中万分痛苦 而眼看着那域外尊者的剧长 缓缓落到沉默身上的时候 一道惊怒的爆喝声 陡然乍响开来 何人敢动我弟子 致命威胁来袭 沉默体内率先被激活的守护印记 是云阳子留下的 只是云阳子留下的 这道守护印记 在一个域外尊者面前 显然是不够看的 刹那间 他留下的这道守护印记 便是被消磨掉了 河一道姑他们在听到云阳子声音的时候 原本也是新生一线希望的 但是这个希望 转瞬间就被浇灭了 就在河一道姑心声悲异的时候 却是一边突声 一道略显苍老的身影 从沉默体内投射了出来 这道身影的主人 何一道姑他们也都认识 那正是宗派借五大超 顶尖强者之一的二缺道人 显然 这是二缺道人 给沉默留下的守护印记 而他可是一位真正的尊者及强者 何一道姑 他们刚刚被消灭的希望 再次被点燃 只是 仅凭一到二缺道人的守护印记 显然不够啊 对手可是尊者本体清零 就在何一道姑他们 这样想着的时候 猫的一声牛叫声响起 紧接着 又是龙银 虎啸 每当一道声音响起 便意味着 一道圣尊留下的守护印记被激活 十二声响完 十二道圣尊的守护印记 全部登场 加上一个二缺道人的守护印记 足足十三道 十三道尊者及守护印记 直接将沉默硬生生地护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场中的所有人类强者 都是惊呆了 上一次十二圣尊齐聚 还是在九九年事件爆发的时候 现在 这虽然只是守护印记 但也是极为难得的场面啊 这时 二缺道人的守护印记 将昏迷的沉默 亲自送到了何一道姑他们手中 而另一边的十二圣尊守护印记 则是直接对那域外尊者 发起了围攻 他们虽然不是本体清零 但数量占据优势啊 而且 他们也不存在死亡的这种说法 因此更是无所畏惧 随着二缺道人的守护印记 重回战场 十三道尊者及守护印记 对视了一眼 直接对那域外尊者 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 尊者及守护印记 自爆的威力有多大 以前很少有人知道 但就在今天 全场人类强者知道答案了 那就是非常的大 而十三道尊者及守护印记 自爆的威力有多大呢 答案是不知道 因为大家当时都在忙着逃命 第194章 杀 十三道尊者及守护印记 都是带有着一点本体的灵智在的 他们在结合了现场的危机情况后 很快便做出了相应的判断 他们十三个 虽然具备有尊者及强者 强力一击的力量 但毕竟只是本体留下的 一道守护印记而已 若是想要和一个真正的 域外尊者 进行长时间的对抗的话 这个很明显是非常不现实的 因此 与其去做无谓的对抗 白白浪费守护印记中的力量 还不如将十三道守护印记 集合起来 搞一波大的 这样 说不定可以对那域外尊者 造成重创 于是乎 十三道守护印记的 很快达到了一致 何一道姑一行人 也是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们毫不犹豫地 带着昏迷的沉默 直接转身就逃 与此同时 那十三道守护印记 也是齐齐杀向那域外尊者 紧接着 他们便是齐齐自爆了开来 下一刻 一道堪称 汉天动地的剧烈爆炸声 陡然在戒壁通道中炸响 听到这道爆炸声 何一道姑他们顿时卯足了 竟往前逃 此时 他们根本不敢停下来 但是很快 他们一行人便被爆炸 产生的冲击波给追上了 所幸 何一道姑这帮人 实力最低的 也是地煞五进的九阶强者 加之他们此时 已经逃出了一段距离 那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威力虽然强大 可还不至于 对他们造成太大的伤害 而冲击波席卷过后 何一道姑他们也是 不禁回头望了一眼 只见在那爆炸中心的位置 那来袭的御外尊者 已是一副摇摇欲坠的凄惨模样 十三道尊者 即守护印记 齐齐自爆 便是相当于 十三个尊者 即强者的合力一击 威力之强 根本无法想象 这个御外尊者 硬生生地挨了这么一下 居然还能活着 说明他还是有些水准的 只是这个时候 简单的愤怒二字 已经不足以形容 这御外尊者现在的心情了 他是真的恨不得 将沉默生吞活泼了 可是 此时处于重伤状态的他 想要做到这一点 无疑是比较困难的 甚至稍不留神 还会可能把自己的命 也给搭进去 经过综合考量之后 这个御外尊者 恨恨地看了一眼 被合意倒估 他们护着的沉默 而后 拖着重伤身躯的他 转身就要离开这里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 陡然从远处的天边传来 既然来 那就不要走了 来者正是引虎尊者 他在沉默体内 留下的守护印记 被激活的时候 远在尊者战场中的他 第一时间便感应到了 不仅如此 引虎尊者 还感应到了 其余十一位圣尊 以及二缺道人的力量波动 都是不及本体强大 那么 就只能是他们各自 留下的守护印记了 也是这个时候 他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眼看着一个 域外尊者脱离尊者战场 并且明显是奔着 下级战场的沉默而去的 结果牛大壮 却是一副并不担心的样子 合着这牛犊子 早就做好了准备的 足足十三道尊者 及守护印记 这可是真正的大手笔啊 若是那种心静的尊者碰上 只怕是要隐恨当场了 当然 如今蓝星战场上的 这批域外尊者 显然不可能是那种 心静的尊者 但十三道尊者 及守护印记自爆 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因此 引虎尊者在察觉到 这十三道熟悉的气息之后 他直接一个虎啸山林 将拖住他的 那个域外尊者麻痹片刻后 便直奔下级战场而来 还在半途上的时候 引虎尊者便远远地看到了 十三道尊者 及守护印记自爆的震撼场面 于是他加快了速度 带着身后的尾巴 飞速赶到了下级战场 于是 引虎尊者捡到漏了 一个模样凄惨 身受重伤的域外尊者 他二话没说 趁着跟在身后的尾巴 还未展开救援的时候 便直接出手了 而这一次 到来的可是 引虎尊者的本体真身 他的权力一击 可不是守护印记能够比拟的 那本就身受重伤的域外尊者 面对引虎尊者的权力一击 自然是无法抵抗 尽管另外一个域外尊者 就在不远处 正要对他施以援手 但是很可惜 来不及了 只见引虎尊者 以猛虎下山之势 直扑那重伤的域外尊者 蹦 这域外尊者 原本也想来的自爆 但引虎尊者 岂会让他如愿 伴随着一道 红亮的唬哮声响起之后 一个域外尊者 被引虎尊者当场斩杀 当这个域外尊者被斩杀之后 戒壁通道中 能够容纳尊者名额 便空出了一个 天门关中 接收到了引虎尊者传讯的 巫星尊者 直接动身了 他必须争分夺秒 先一步于其他的域外尊者 进入戒壁通道之中 这一次 巫星尊者成功抢占了 这个空出的名额 他顺利进入戒壁通道中后 便直奔战场而来 另一边 跟着引虎尊者 来到下级战场的 那个域外尊者 转身就想逃 但这可是好不容易出现的破局机会 引虎尊者 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呢 只见他直接一记猛虎扑时 双方原本拉开的距离 直接归零 引虎尊者缠住对手后 直接发起了强攻 在这个期间 刚刚进入一线关的巫星尊者 及时赶到 两者通力配合之下 以巫星尊者受伤为代价 成功将这个域外尊者斩杀 新的名额再次出现 会空道人 直接提着西杖 便杀了进去 但在戒壁通道的另一端 一个域外尊者 也是进入了戒壁通道之中 由于此时尊者 及强者数量超限 便是使得戒壁通道入口位置 产生了逆乱空间流 面对席卷开来的逆乱空间流 会空道人的脸上 却是毫无畏惧之色 他直接以手中的西杖 强行开路向前 而另一边的域外尊者 此时也并未放弃 仍旧强行 往戒壁通道中闯 那么这个时候 比拼的就是谁 更不畏惧死亡的威胁了 不过很显然 在这个方面来说 作为一个族群 最高核心的域外尊者 与人类的尊者比起来 必然是差了一大截的 尤其是他的对手 还是号称宗派界 最强一根筋的会空道人 第195章 重杀 在龙国宗派界 会空道人最强一根筋的外号 老一辈人 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当然 这里的一根筋 并不是指他不会相机变通 会空道人 毕竟是迈入了 尊者领域的强大存在 他的外号由来 主要是指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守 因此 这才人送外号最强一根筋 就比如这一次 既然安排了他在无心之后 第二个进入戒壁通道 那么 哪怕是面对溺乱空间流 会空道人 也是一定要进去的 因为他知道 自己若是进不去的话 那么就会有新的域外尊者进去 现在戒壁通道中 双方的尊者及战力 本就是敌多我少 这要是再放进去一个 还怎么得了 因此 他无论如何 也要拿下这个名额 溺乱空间流 虽然可怕 但是和王族灭种的危机比起来 又算得了什么呢 会空道人无所畏惧 目光坚定 一步步地朝着戒壁通道中闯去 但反观另一边的那个域外尊者 可就做不到会空道人这般无畏了 面对溺乱空间流 他一开始还可以应对一下 可是随着他和会空道人互不退让 溺乱空间流 也是变得越发地狂暴了起来 如此情形之下 哪怕是尊者也会被卷入其中 虽然最终不一定会死 但却有极大的可能 会被永远地困在戒壁之中 那和死 似乎也没多大的区别 自己好歹也是高高在上的尊者 统领着一个族群的强大存在 怎么可以沦落到那种地步呢 心中有了畏惧 哪怕是强大的尊者 也会产生退役 又是在继续僵持了一会儿 眼看着溺乱空间流 已是变得越发地狂暴 这个域外尊者 再也忍不住了 他直接转身 就从戒壁通道中逃了出去 随着这个域外尊者的离去 戒壁通道中的尊者数量 刚好二十个 原本狂暴的 逆乱空间流 开始慢慢平息了下来 直至完全消散 随着 逆乱空间流的完全消散 戒壁通道入口 再次恢复到了原本的状态 手持膝杖的会空道人 畅快地大笑了一声后 便直奔战场而去 此时戒壁通道中 随着域外尊者 一方两个尊者陨落 以及人类这边 巫星尊者和会空道人的加入 双方的尊者极战力 终于是达到了平衡状态 接下来 就该进入一对一的激烈搏杀了 巫星尊者虽然之前负了伤 但只是自保的话 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其余的尊者 也就封仓上人和神刀尊者 因为之前被两个域外尊者 针对消耗比较大 但只是一对一的话 两人都还可以再坚持坚持 如此一来 以前的拉锯战了 而另一边 域外尊者的威胁解除之后 何一道姑亲自护送着昏迷的陈墨 回到了一线关 十三道尊者及守护印记 虽然护下了他 但那域外尊者的攻势 却是有那么一部分 被陈墨给结结实实地揭了下来 若非如此 十三道尊者及守护印记 也不会被一起激活 代价就是 他自己身受重伤 若要问陈墨后 不后悔 他一定会说 很后悔 但事情 如果再次重演一遍 他仍旧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虽然直面一个真正的域外尊者 那恐怖的压迫力 让陈墨心中也有恐惧 他当时那不住颤抖的双手 便是最好的名证 可是 哪怕心中有再多的恐惧 陈墨也必须这么做 不是为了什么大爷 他只是觉得 既然自己有阻拦下 那域外尊者的条件 那么他就一定要 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显然 他成功做到了 同时 由于陈墨当时 已经迈入了九阶之列 虽然他还只是一个 心静的九阶 但是和绝大多数的 心静九阶比起来 他各方面的素质 都强大了太多 因此 承受了那域外尊者 攻势一部分力量的他 还不至于到 生命垂危的地步 不过这一次 陈墨想要完全恢复过来 显然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陈墨在被何一道姑 送回一线关后 一线关中 医术最好的一群人 很快就围了上来 他们在仔细检查了 陈墨的状态之后 对何一道姑说道 虽然他的身体损伤非常严重 但是生命力 却是依旧旺盛 我们的建议是 送进灵灯营养舱中恢复 待到他苏醒之后 再做进一步的安排 得知陈墨的状况 并未糟糕到最坏的地步 何一道姑心中的石头 也是终于平稳落地 看着被一众医护人员 送进灵灯营养舱中的陈墨 他又是想起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何一道姑不禁暗自感慨道 这师徒两人的性格 真是不要太像 陈墨因为重伤 暂时退出了战场 但战场之上 大战仍旧在继续着 后续的增援力量 也是陆续从国内调集了进来 本来在神星教 陪着下摇的赵松松 便在增援大军之中 不只是他来了 下摇也跟着来了 乌紫月则是因为 传承还未结束 所以没能一起来 这倒是让赵松松两人 有些遗憾 因为他们知道 陈墨肯定是会来一线关的 若是乌紫月 也跟着一起来的话 他肯定会非常开心的 只是当赵松松两人 来到一线关后 他们却是并未在 原来的小队驻地找到陈墨 两人 只是随便找个人稍微一打听 便得知了前些天战场上 发生的事情 在下摇还处于陈墨近视 已经迈入九阶顶尖 强者之列的震撼之中的时候 得知陈墨重伤 至今还未苏醒过来的赵松松 心中可谓是担心的不行 他连忙拉上下摇 直奔一线关医护中心而去 来到一线关医护中心 赵松松在前台询问陈墨的病房 在得知看望陈墨 还需要专门的申请审批的时候 赵松松心中顿时一沉 因为这大概意味着陈墨的伤势 可能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否则不至于只是去看望一下他 还需要专门的申请审批才行 赵松松心中虽然急得不行 但也明白 这个时候一定要按规矩来办事 他在前台登记身份信息后 工作人员便帮他提交了申请 至于能不能通过 什么时候通过 那就得等通知了 第196章 无奈地结束 带着极为沉重的心情 赵松松和夏瑶离开一虎中心 此次 他们是作为增援力量来到一线关的 因此 空闲时间并不多 两人回到驻地之后 便是接收到了作战人员分配表 两个小时后 他们便是跟着同行而来的队伍 一起奔赴战场上了 如今的赵松松 已经是六阶后期的实力 雷霆之力的强大之处 也是终于被他一点点地开发了出来 下级战场 一众六阶强者中 赵松松的表现 不可谓不亮眼 在引雷绝以及雷神真身的强力加持之下 加之云阳子早就已经将九天荡魔神雷传授给了他 虽然现在的赵松松 还无法发挥出这道灵能战绩的全部威力 但是 以他现在掌握的程度 已经可以靠着九天荡魔神雷 做到越阶作战了 七阶大灵主级别的域外强敌 只要不是后期的那种 赵松松便是能够做到与之一战 甚至击败对方 和沉默这种变态的挂逼相比 虽然还差了一些 但是在一众同龄人中 能够做到赵松松这一步的人可没有几个 同时 心中对于域外侵略者的仇恨 更是使得这一刻的赵松松战斗力十足 如果要问现在的赵松松 还有什么缺点 那大概就是 他的战场巡航能力不足吧 而大战持续到今天 敌我双方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敖战 与之前的域外侵略者大军相比 现在的这些域外侵略者大军 显得更为残暴 多日敖战下来 一线关联军也是伤亡极大 但在尊者战场 还未奋出真正的胜负之前 这样的战斗 还将会继续进行下去 此时 尊者战场之中 双方各自的十个尊者及战力 已是在这里僵持了多日 在此期间 双方都曾试过不同的方法进行破局 但无一例外 都是失败了 哪怕是牛大壮和银虎尊者这样的强悍战力 也没能取得什么明显的战果 而域外尊者一方 也曾多次对负伤的巫星尊者 以及消耗过大的风仓上人 神刀尊者发起突袭 但在牛大壮他们的掩护下 他们同样没能得逞 战斗到现在这个地步 双方已是心神俱疲 可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是要打起精神来 因为这个时候 露出的任何一个破绽 都将会是极为致命的 随后的两天时间里 敌我双方 又是进行了数次激烈交锋 但依旧无一例外 都是没能取得任何有效的战果 大战进行到如今的这个地步 显然已经 没了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了 对于域外尊者们来说 他们明白了 为什么之前 那些小族群 迟迟没能攻下蓝星的原因 因为蓝星上的这些族群生灵 太过顽强了 如此继续僵持下去 没有任何用处 同时 这也更加坚定了 这些域外尊者们之前的想法 想要攻入蓝星 必须采取其他的方法才行 借币通道限制太多 难以发挥出 征战大族群的战力优势 而对于牛大壮他们来说 他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则更多 继续苦战下去 他们是一定能够取得不小的战果 但是同样的 他们这边必然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可要知道的是 尊者即战力 域外侵略者 是远远多于一线关联军的 若不是因为 蓝星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 太过偏远 域外侵略者大军 只能通过开启借币通道的方式 来到蓝星的话 就算蓝星之上 各个国家的所有尊者一起上 那也是拦不住他们的 人类的尊者即强者 数量本来就少 损失任何一个 对于龙国和人类来说 都将是一种沉痛的打击 加之现在的这些域外尊者 实力明显更为强大 那么人类的尊者 就更不能减缘了 所以 经过综合考量之后 牛大壮他们现在 就只有一条路可选 那就是撤退 全面结束这场大战 没办法 人类的尊者即战力 根本消耗不起啊 经过简单的眼神沟通后 牛大壮等一众尊者 便迅速达成了共识 双方见对方都有了明显退役 便默契地结束了战斗 两方各自的十位尊者 并排注视着对方 而后 双方直接撤离了 随着域外尊者的撤离 域外侵略者大军 也开始如同潮水般的主动退去 直到敌方的队伍 尽数撤离出战场 这场爆发的 极为突然的尊者级大战 便彻底结束了 总体上来说 一线关联军 在这一战中 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战果的 两个域外尊者 被银虎尊者斩杀当场 尊者级战力 虽然多有负伤 但无意陨落 下级战场中 更是有沉默 和一众九阶强者配合 击杀了一个地杀六镜 多个地杀五镜的 九阶王级域外强敌 而地杀四镜 及以下的九阶王级 更是被斩杀了 多达三十多个之多 但是同样的 人类这边的九阶强者 也是出现了陨落情况 数量多达十三个之多 在下一级的战场 损失则是更大 若不是牛大壮 他们及时结束了战斗 这个数字还将会继续增加 而这一战 也是让所有人 真正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他们现在要面对的敌人 不但战斗更为强大 作战风格也更显顽强 现在战斗结束 伤员率先返回一线关 其余的人员 则是带着伤感的情绪 开始打扫战场 而牛大壮他们 此时也是返回到了一线关中 多日来的激烈消耗 让巫星尊者他们 看起来更显苍老了许多 由于担心 敌方趁着他们消耗过大 再次卷土重来 巫星尊者他们并未在一线关中 做过多的停留 而是迅速与天门关中的 其他尊者完成了调换 至于牛大壮和银虎尊者 自然是继续留在这里 他们经过一天的 简单恢复之后 也是来到了一线关一虎中心顶层 处于昏迷之中的沉默 便是在这里恢复 隔着灵能营养仓的观察窗口 牛大壮看着昏迷中的沉默 不禁感叹道 你小子 真是喜欢逞能啊 当时事情的经过 牛大壮已经从何一道姑那里 完完整整地了解到了 对于沉默的选择 他并不感到意外 同时 这更加坚定了牛大壮心中的想法 因为这样的沉默 绝不会重蹈万年前的覆辙 第197章 牛大壮的设想 跟着牛大壮一起来看望沉默的 还有银虎尊者 以及赵松松 下摇二人 由于当时沉默 被放进灵能营养仓后 何一道姑便启动了最高级的保护指令 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 想要来探望沉默 都必须申请得到审批后才行 但最高保护令的审批者 乃是每年镇守一线关的尊者 可当时银虎尊者 正在尊者战场之上 所以很多想要探望沉默的申请 都是被搁置了下来 直到大战结束 银虎尊者回到一线关 这些审批 这才被通过了 赵松松和夏摇 经过连日的大战 身心都很是疲劳 两人 今天刚打扫完战场 跟着队伍回到一线关 这便看到了探望沉默的申请 被通过的通知 于是 两人火急火燎地 唤洗了一身干净的衣物后 便直奔医护中心而来 他们就与同样前来探望沉默的 牛大壮 以及银虎尊者给撞上了 牛大壮隔着窗口 看完沉默后 银虎尊者也是浅浅地看了一眼 看着昏迷中的沉默 他不禁有些感慨 最开始的时候 银虎尊者 只是受牛大壮之托 照看沉默 当时 沉默给他的感觉 只是一个天赋不错的年轻人而已 但是随着后来对沉默的不断了解 银虎尊者发现 这个年轻人确实不赖 至少比某条老尼丘 当年找的那个年轻人 强了太多 不过 也仅限于此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事情 银虎尊者对沉默的看法 有了极大的改变 八阶大宗师实力 击杀地煞五进的九阶王集 而后又配合合一道姑 成功击杀地煞六进的九阶王集 这里让银虎尊者 真正看到了沉默那极为惊人的潜力 再后来 面对一个域外尊者来袭 老实说 在合一道姑的他们的掩护下 沉默肯定是能够成功 逃出戒壁通道的 主要是这小子全力展开的速度 竟是比合一道姑这个 地煞六进的九阶强者还要快 不过这样一来 包括合一道姑他们在内的 下级战场的所有人员 可就遭殃了 面对上一个尊者集战里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那种强大的压迫力 即便是地煞六进的九阶强者 都不一定能够生出勇气 来独自面对 但是 沉默却做出这样的选择 以自身为影 独面一个域外尊者 以此来激活体内的尊者 及守护印记 他的这份果断 这种勇气 让银虎尊者为之惊叹 沉默这么做 会有很大的可能 把自己也给搭进去 因为他面对的那个域外尊者 实力极为强大 从十三道尊者 及守护印记 齐齐自爆 也没能杀死对方 就可以看出 但他依旧这么做了 实在难以想象 沉默 还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他的选择 得到了银虎尊者的真正认可 他也是真的认为 牛大壮的眼光非常好 他找到了一个 非常不错的年轻人 银虎尊者看完 就轮到了赵松松和下摇 两人看着 灵能营养仓中的沉默 显得很是担心 不过一旁的牛大壮 则是告诉他们 沉默不会有问题的 如果是其他尊者这么说 赵松松心中或许会有所质疑 但既然这话是牛大壮说的 那么 沉默就一定不会有问题 探望完沉默后 赵松松和下摇便先离开了 留下来的牛大壮 便看向银虎尊者说道 这小子不错吧 银虎尊者文言 很是认可地点了点头 不过他不太明白 牛大壮这话的意思 只见牛大壮凑到银虎尊者身旁 小声地说道 上次我带着这小子 去其他老伙计 他们的圣殿逛了逛 顺便向他们各自 讨要了一道守护印记 然后吧 就有一些老伙计 提到了万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 可一开始 老牛我是真没往那方面想 但经过他们这一提醒 我发现 那条路作为一个备选 还是很不错的 听完牛大壮的话 银虎尊者知道了 沉默体内的守护印记的来历 对于万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 他当然也是记得的 如果牛大壮之前提起这件事 银虎尊者是一定不会答应的 因为走圣皇之路 太容易沉沦了 至于现在嘛 他倒是放心了很多 而且 经过这一战之后 银虎尊者算是见识到了 现在这批域外尊者的实力 并且拥有这种实力的敌人 还有很多 为了蓝星的将来 也为了自身 重启圣皇之路 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而沉默 无疑就是走这条路的最佳人选 如果他能够成功 蓝星面临的危机 或许将迎刃而解 只是让银虎尊者不解的事 牛大壮 为什么把强大的圣皇之路 当作备选 对于银虎尊者的疑惑 牛大壮给了答案 他听完后 也是深表认可 如今十二圣尊除了牛大壮 根基都是受损的状态 圣皇之路 显然是比不上 不败王者之路的 把他作为备选 确实没问题 不过牛大壮居然还打算 让沉默尝试融合这两条路 虽然只是一个设想 但银虎尊者 也不得不佩服 这傻牛犊子 居然有这么灵光的时候 如果这条路真的可行 那么走出一条崭新大道的沉默 必将超越圣皇和不败王者 那到时候 他将会有多强大 银虎尊者简单设想了一下 便是认为 这个方案值得尝试 于是他当即便表示 等到沉默醒来之后 就会给他圣尊印记 银虎尊者这里的工作做通了 牛大壮 嘿嘿一笑 加上他 沉默就算是 已经得到了四个圣尊印记了 而且 沉默现在已经迈入了九阶之中 也就具备了走圣皇之路的条件 所以 其他圣尊那里的工作 给加紧做呀 鉴于沉默是自己选中的 所以这个做工作的人选得换一个 比如银虎尊者 他的嫉恶如仇 在十二圣尊时出了名的 让他去做其他圣尊的工作 想来会好做很多 至于银虎尊者 还要镇守一线官的这份工作 就暂时由他牛大壮来顶替一下 银虎尊者 得这牛大壮的计划后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他准备等到一线官的局势 彻底稳定下来后就出发 第198章 风平浪静 之后的几天 戒壁通道中 始终一片风平浪静的模样 并未有新的域外尊者 卷土重来 鉴于局势已经稍显稳定之态 银虎尊者也是准备出发了 而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 他已经找此次增援一线官的 四位圣尊做了工作 他们分别是 四蛇 五马 墨阳 申侯四位圣尊 其中 在之前牛大壮带着沉默 去讨要守护印记的时候 深侯尊者 就已经将圣尊印记给了沉默 对于此次沉默的表现 他是相当认可的 不管当时的沉默 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从而做出的那个选择 但他确实做了 仅凭这一点 深侯尊者就认为 沉默这个年轻人 是值得相信的 至于万年前的覆辙 是不是会重新上演 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 五马尊者和墨阳尊者 也是被银虎尊者给说动了 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沉默在这一次大战的表现 一个舍己为人 敢直面域外尊者的年轻人 就算心性再坏 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二则是因为 现在确实有重启圣皇之路的必要性 两位圣尊和域外尊者 也是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 他们非常清楚地察觉到了 现在这批域外尊者 和之前那批域外尊者的差距很大 这是蓝星上所有的生命 都需要面对的 但是 仅凭蓝星上的这些尊者 肯定是拦不住敌人的 所以 这个时候诞生一位守护星球的圣皇 就很有必要了 因此 两位圣尊表示 等到沉默醒来后 让牛大壮直接带着他 去他们的圣殿即可 言外之意就是 圣尊印记他们给了 吴玛尊者和墨阳尊者这里的工作 做通后 银虎尊者 又是去到了四蛇尊者那里 四蛇尊者 得知对方的来意后 直接表示不可能 任凭银虎尊者如此劝说 四蛇尊者 就是不愿意松口 因为他非常清楚 圣皇之路的诱惑力有多大 不管沉默现在表现在如何好 面对这种诱惑 也绝对撑不过去 再说了 沉默不是在走不败王者之路吗 这道大道他 若是能够走通 实力并不会弱于圣皇 又何必舍尊求远呢 见四蛇尊者始终不愿意松口 银虎尊者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这种事情 只能慢慢地来 他自己也是万年前那场浩劫的亲历者之一 因此他非常清楚 一个堕落的圣皇 是有多么的恐怖 四蛇尊者的担心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不能因为万年前的那个年轻人 走圣皇之路堕落了 就证明所有走圣皇之路的人都会堕落 在更久以前的年代 不也是诞生过其他的圣皇吗 不过现在跟四蛇尊者说这些 他显然是听不进去的 而如今 借壁通道中 局势稍显安定 银虎尊者做好各项安排 并与牛大壮完成交接之后 他便是直接出发了 他的第一站 选的是陈龙尊者 万年前的那个年轻人 便是陈龙尊者选中的 如果能够从他这里打开突破口 说服剩下的那些圣尊 也就更容易了 而且 陈龙尊者和四蛇尊者 关系最为要好 若是让他去做四蛇尊者的工作 想来四蛇尊者 也更容易接受吧 在银虎尊者离开一线关后 牛大壮便开始坐镇起了一线关 同时由于现在战时平息 之前那些来源的人马 也是相继开始撤离了 赵松松担心沉默 所以申请留下来助手 下遥则是跟着宗派界的队伍 回了神行教 他需要在第一时间 将这个消息 告知给随时可能出关的吴子月 在下遥离开之后 赵松松每天除了执行巡逻任务之外 必做的事情 就是到医护中心探望陈墨 隔着灵能营养舱的小窗口 看着始终昏迷不醒的陈墨 赵松松心中的担忧 始终不减 尽管牛大壮也曾多次告诉他 陈墨不会有问题 可眼看着都过了这么多天了 陈墨却是迟迟没有醒来 他怎么可能不担心吗 这不 这一天 赵松松在执行完巡逻任务之后 便又是来到了医护中心 看着营养舱的陈墨 他不禁喃喃自语道 老墨呀 你可不能就这么倒下呀 咱们不是说好了 等我和夏瑶结婚的时候 你来给我当伴郎的吗 你个狗东西 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又过几天 医护中心 赵松松看着营养舱的陈墨 又是喃喃道 老墨 你个狗东西 就这么躺着吧 躺到地老天荒最好 你放心 叔叔阿姨和外婆他老人家 我会帮你照顾的 之后的每一天 赵松松都会来医护中心念叨几句 只是陈墨 依旧不见醒来的迹象 不过 他每天所需的灵能营养剂 却是在成倍的增长中 这个量之大 让一众主治医师都怀疑 是不是灵能营养仓出问题了 因为那灵能营养剂中 可是蕴含着极为浓郁的灵能的 一般的九阶觉醒者 十天所需的量 竟是还不及沉默一天的多 牛大壮在得知这件事情后 便是告诉这些主治医师 沉默所需的灵能营养剂的供应 一定要充足 至于为什么 他却是没做过多的解释 与此同时 宗派剑 神行教所在 接受完传承的乌紫月 终于是顺利出关了 夏瑶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 便是找到他 当乌紫月得知 沉默重伤 至今还未醒来后 他来不及巩固自身 那还稍显虚浮的力量 直接带着夏瑶 就直奔一线官去 乌展飞看着转眼间 便欲空而去的女儿 那叫一个心塞 这丫头现在是一点都不掩饰了 而之前爆发的尊者级大战 乌展飞其实也去了 因为来自沉默施加的压力 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进展 此次前往一线官参战 更是斩获颇风 若是换作以往 乌展飞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但现在的他 却是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他这好不容易才提升了一点实力 结果沉默倒好 直接进酒街了 虽然和他还有一两个小街的差距 可两人的年龄摆在那里 而且 乌展飞的那点斩获 和沉默的斩获比起来 又是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这如何让乌展飞高兴得起来吗 第199章 真正的龙争胡斗 当然了 如果将个人因素排除在外的话 那么乌展飞绝对是相当欣赏沉默的 年纪轻轻 天资过人 战斗力又强悍 在这一次爆发的尊者大战中 沉默的惊人表现 乌展飞可是全都看在了眼里的 无论是一开始 单独迎战地煞五境的九阶王级 还是后来配合合一老前辈 斩杀地煞六境的九阶王级 沉默的表现 绝对都是可圈可点的 更让乌展飞佩服的 面对一个突入下级战场的 域外尊者 沉默竟是有勇气迎难而上 说真的 当时乌展飞看到那域外尊者来袭的时候 整个人的心中都在冒凉气 要知道 他的老祖宗乌星 就是一位真正的尊者 所以 乌展飞相当清楚 尊者及强者 是有多么的强大 当时换作是他的话 他是绝对没有勇气 敢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 去直面一个域外尊者的 哪怕是他的身上 有着十三道尊者及守护印记 但是 沉默却是敢 他不但敢 还真的做了 仅凭这一点 乌展飞就坚信 这小子将来绝对会是个人物 只是 若将个人因素夹杂进来之后 乌展飞看沉默 那就是 怎么看 怎么不爽了 这个时候的他 就跟老眼昏花了一样 完全看不到 沉默身上的任何一个优点 不过 他会这样并不奇怪 毕竟自家养了多年的小白菜 被一个外人迷成那样 换作是任何一个老父亲 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吧 同时 如今的沉默 已经迈入了酒界 乌展飞想要拿捏他 只怕是没那么容易了 因此 乌展飞的心中 又是燃起了一股 从未有过的斗志 他一定要迈入尊者领域 否则这小子以后 若是欺负自家女儿 他这个老父亲 想要给女儿撑腰 都做不到 另一边 龙国中部 某片常年荒芜人烟的山区中 一个被封进了的区域里 一龙一虎 已是在这里展开了多日的较量 那头龙 便是陈末曾经见过的陈龙尊者 而虎妈 则是离开一线关的引虎尊者 他们两个之所以会在这里展开较量 事情还得从引虎尊者 离开一线关后说起 当时 引虎尊者交代完事情后 便离开了一线关 他第一站的目标 便是陈龙尊者 引虎尊者 找到陈龙尊者后 便是直接将来意说了出来 陈龙尊者当时听完后 陷入了沉默之中 两久 他这才看向引虎尊者问道 你们就不怕万年前的浩劫 再次重新上演吗 再次听到这个问题 引虎尊者 也是做出了和之前一样的解答 最后 他对陈龙尊者说道 陈龙 我们不能阴夜费时啊 何况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的蓝星 正是需要圣皇的时候 听到引虎尊者的话 陈龙尊者想了想说道 我再考虑考虑 引虎尊者文言 没好气地说道 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有什么好考虑的 你是我们十二圣尊中的老大哥 我还指望你当我的说客 去劝劝四舌呢 对于引虎尊者的话 陈龙尊者表示呵呵了 用不到他的时候 称他为某条老尼丘 现在需要他了 说他是十二圣尊中的老大哥 我呸 不过对于引虎尊者提的这件事情 陈龙尊者无疑是心动的 如今的蓝星 虽然看起来一片祥和 但那是因为 还有不少觉醒者 以及他们这些尊者在顶着 可是域外侵略者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却是越来越强大 仅靠他们 是撑不了多久的 如果能够重启圣皇之路 并成功的话 不敢说危机全无 但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蓝星绝对会是平安无事的 可是 万年前的那场浩劫 让陈龙尊者非常清楚 走圣皇之路的风险有多大 而且 若不是那件事情 末法时代 绝不会那么快就来临 如今蓝星之上的尊者人数 也不会少得这么可怜 正因为如此 陈龙尊者对重启 圣皇之路的态度 很不明确 因为以沉默的表现来看 他若是走圣皇之路的话 一定会非常顺畅 但随之而来的风险 也会更大 若是他不能坚守本星 堕落了的话 甚至都不用等 域外侵略者 攻入蓝星了 仅凭陈末一个人 就可以让整个星球 重归荒芜之中 毕竟现在的蓝星上 可没有那么多的尊者 来阻止他 所以 陈龙尊者的第一想法 就是让陈末 好好走他的 不败王者之路 走通了 效果和圣皇是一样的 当然 牛大壮的设想 也是相当的诱人 若是陈末 真的能够将这两条道路 合而为一 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那么他说不定 可以打破现有的稚固 届时 什么危机 都可以迎刃而解 不过 这只是最乐观的情况 风险和危机并存啊 而隐虎尊者 见陈龙尊者 如此磨磨唧唧的 心中是相当的不爽 当年这老尼秋 带那个年轻人 找他要圣尊应计的时候 他可没这么磨叽 于是乎 隐虎尊者直接爆发了 一记黑虎掏心 直奔陈龙尊者 面门而去 陈龙尊者正烦着呢 直接就是一记尾边 甩了过去 于是乎 一场龙争虎斗就爆发了 担心造成的动静太大 他们还将这片区域 给封禁了起来 然后就这么一直打到了现在 却始终没能 分出个胜负来 而经过这么长一段 时间的消耗 两者也是 累得不行了 莫名其妙爆发的龙虎斗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 紧接着 陈龙尊者便对 引虎尊者说道 那就是试试吧 四舌那里 我会去跟他说说的 见陈龙尊者终于松了口 引虎尊者懒得跟他磨叽 直接顿入陈龙圣殿中 恢复了一天之后 便继续赶路了 现在 陈龙尊者松了口 四舌尊者那里 大概也稳 那么 也就只剩下紫鼠 毛兔 有机 虚狗四个尊者那里的工作要做了 与此同时 一线观中 乌紫月带着下摇 急匆匆地赶来了 他的申请 直接就被牛大状通过了 来到医护中心 看着灵能营养舱中昏迷的陈墨 乌紫月的脸上 写满了担忧 但很快 他的这种担忧 就消失不见了 第二百章 乌紫月的奇怪举动 在乌紫月来探望陈墨的时候 赵松松也在 他又是一如既往地 隔着灵能营养舱的小窗口 嘴里碎碎念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 本来面带忧色的乌紫月 却是突然感知到了 陈墨的心理活动 他在抱怨赵松松 每天都来烦他 说来说去 就那么几句话 并且有咒他的嫌疑 一开始 乌紫月还有些怀疑 是不是自己感应错了 可随着赵松松碎碎念的继续 陈墨的心理活动 也是变得越发活跃了起来 赵松松 你个狗东西 我这还没死呢 这一下子 乌紫月已经非常确定 他感知到的 就是陈墨的心理活动 这也就是说 陈墨虽然暂时还未醒来 可人确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察觉到这一点后 乌紫月脸上的忧色 就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掩藏不住的喜色 在等到赵松松的碎碎念结束之后 乌紫月也是站到了小窗口前 随即 只听他说道 陈墨 我来看你了 他的话 也是得到了陈墨的回应 这也就证明 他之前的猜测 并没有错 于是 乌紫月便隔着小窗口 就这样一句一句地 陪着陈墨聊了起来 他本人倒是不觉得有什么 但可把赵松松和夏瑶 吓得不轻 因为在他们两个人的眼中 乌紫月完全就是 看着灵能营养仓中的陈墨 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 并且 他还时不时地笑几声 真就是像在跟陈墨说话一样 赵松松神情诡异地 看了乌紫月一眼 随即给了夏瑶一个眼神示意 他这是什么情况 夏瑶见状 略带忧色地看了一眼乌紫月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 乌紫月到底怎么了 于是 赵松松和夏瑶 便陷入了陈墨之中 房间中 只剩下乌紫月一个人 在那里小声地自言自语 两久之后 乌紫月和陈墨聊完了 他这才看向赵松松和夏瑶说道 久等了 赵松松文言 连忙摆了摆手 随即 三人便离开了医护中心 乌紫月和夏瑶 在办理完助手登记后 三人便直接前往了小队驻地 路上 夏瑶担忧地看着乌紫月说道 小月 你也不要太过担心 陈墨一定会没事的 听到夏瑶的话 乌紫月点了点头 他当然知道 陈墨不会有事 经过之前和陈墨的交谈 他已经知道了 陈墨迟迟迟没能醒来的原因 当时他站出来 直面那域外尊者的时候 虽然体内的十三道尊者 及守护印记 及时被激发了出来 但那尊者的强大攻势 陈墨却还是无可避免地 承受了一部分 这就使得他的身体 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于是 陈墨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就启动了 在身体状况 还未彻底恢复过来之前 他都是没办法醒过来的 但是 陈墨虽然没办法醒过来 可是他的头脑意识 却是清醒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听到外界的动静 不过这一点 乌紫月却是没办法告诉赵松松和夏瑶 他的心灵感应 还不到可以暴露出来的时候 夏瑶见乌紫月一脸平静 心中很是担心 乌紫月也是对他说道 我没事的 可是很显然 他的这个说法 夏瑶并不相信 你这都开始在那里 一个人自言自语了 还说自己没事 因此 夏瑶也就更担心了 乌紫月没办法解释 暂时也就只能让这个误会继续下去了 随后的日子里 域外尊者虽然没有卷土重来 可域外侵略者大军 却是再一次对一线官发起了攻势 于是乎 一线官的局势 再次恢复了以往的样子 三天一小战 五天一大战 从不间断 而乌紫月 每天执行完既定的任务之后 一定会到医护中心 陪着沉默聊聊天 夏瑶眼看着乌紫月 陪着沉默聊天的时间 越来越长 她眼中的担忧 也是越来越深 只是无论夏瑶怎么开解乌紫月 都没有任何用处 毕竟乌紫月 根本没有任何异常 同时 她也是告诉夏瑶 以后一定会告诉她原因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间 这天便是来到了大战结束两个多月后 沉默也足足昏迷了两个多月 这天 借壁通道的另一端 域外侵略着大军集结点 离开了将近五个月的诺奇纳 终于是赶了回来 大概只有天才知道 她近两个月来的心情 有多糟糕 当初诺奇纳之所以离开这个集结点 冒险前往征战大族群的皇族大本营 为的就是找皇族高层出面 强行干预这处集结点的尊者们的决定 让他们发动尊者级大战 从而使得陈默不得不重回战场之上 这样一来 诺奇纳才能够准确地把控陈默的实力进度 但是让诺奇纳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她离开这个集结点 两个多月的时候 距离皇族大本营 还剩下一个月路程不到的她 却是接收到了这样的一条讯息 蓝星战场的那些尊者们 竟是主动发起了尊者级大战 诺奇纳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那叫一个愤怒 想当初她可是多次提出 让那些尊者们发动尊者级大战 可这些尊者 都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她 结果她这一离开 这些尊者们却是发动尊者级大战了 诺奇纳非常清楚 战争对于她和陈默这样的宇宙褶 有着怎样的惊人催化作用 所以 她在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 便是立即掉头 直奔蓝星战场的集结点来 可那杀诺奇纳一路惊胆 她回到蓝星战场集结点的时候 也已经是大战结束的两个多月后了 尽管心中无比愤怒 在面对这一众尊者的时候 诺奇纳却是很好地收敛起了自己的脾气 因为对于她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只有一件 那就是赶紧到了戒壁通道中 确认一下陈默这个同类是否还在 另一边 一线观医护中心 陈默的病房中 吴子月像往常一样 来到这里陪着陈默聊天 两人聊着聊着 装着陈默的灵能营养仓 却是突然响起了警报声 通道在这里面的病房中 已经潜在的地方了 不过是那个行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